你参加节目时说了原创两个字 就被评委说不会创造就不要唱 就当众人以为你会忍气吞声虚心请教之时 你却是当场抢过话筒木斗的对决 更是现场创作了一首《蓝莲花惊呆众人》 此时的你站在节目录制的舞台上 看着台下正阴阳怪气的评委 真不知道这样的歌手是怎么上来的 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林峰吧 创作型歌手 拜托哎 大哥 这个可是全程实时直播的哎 不会创作就不要唱 不会唱歌就不要唱歌好吧 我不 我说多了 这根本不配称之为是一首歌 曾辉一言语刁钻锋锋利 直指正站在舞台上的你 贬低完你 曾辉一话语直转 眉开眼笑地看着你身边的秦岚 与林峰相比 秦岚实在太棒了 自从参与这个节目到现在 秦岚是我为数不多欣赏的几个 我想这三人谁去谁留都已经很清晰了 四人嘉宾 三人都在同流合污 李志也只能无奈一探轻轻恩了一声 眼见其余三人都已经同意了自己 曾辉一得意地笑了起来 又指责起你来 我见过很多创作型选手 但他们起码有着自知之谜 都去小众的节目 甚至不参加节目 但像你这样不知自身实力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 作为一个制作人 作为一个老前辈 我由衷地想和你说一句 没有实力就不要玩创作 看着曾辉一丑陋的嘴脸 你不禁眉头挤动 随后拿起手中的话筒冷笑道 曾老师 刚刚这句话我同样也送领 没有实力就不要玩创作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你直视着曾辉一目光没有一丝躲闪 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却被每个人听得一清二楚 而在众人震惊 猛逼 无语的时候 你的嘴可没有闲着 怪不得台上我总感到一阵风吹鼓 原来就是你这种外风 将乐坛风气逐渐吹向抄袭 改编 无病声音没有丝毫创作可言的外风 你的这一番话就像是导火线一般 让刚刚本寂静无声的直播间顿时炸裂 不许你说我家哥哥无病声音 不懂音乐的人就不要说话 这是哪来的也猴子 恶心 直播间内的脑残粉们顿时就急了 逮住凌风死咬住不放 当然也有一些正常人 充满理智的人 这些脑残粉对自己家的偶像还挺了解 还知道他们是在那无病呻吟啊 这个叫凌风的歌手是谁啊 卧槽 太刚了 同问 直接录转粉 保护凌风 此刻的舞台上曾辉一怒极反笑 看来你这个过气歌手并不是人过气 脑袋也有点过气 在我曾辉一面前你和我说创作 你想引领什么方向 没记错的话 你在乐坛也已经有几年了吧 可你创造出过什么歌 为乐坛带来什么样的感念 是让更多乐迷听到更难听的歌吗 曾辉一满是戏谑的看向你 说的再怎么多又能证明你什么 你满是轻烈的看向曾辉一道 在这里说个不停 只会证明你没有素养仅此而已 你觉得你的创作很好对吧 节目全程直播 就在这里 舞台上 敢不敢与我同台现场创作 你微微扬的头眼中竟是挑衅 此言一出 全场乏然 直播间里的所有观众彻底猛了 正是因为你与曾辉一的冲突 已经开始有人不断起火 不知哪个脑残粉猛的带头喊了一声 曾辉一 此言一出 那些脑残粉们顿时来了紧 曾辉一 曾辉一 全场都在高呼着曾辉一的女子 但只有曾辉一自己知道 他的那些所谓的创作并不是他的功劳 他只是负责演唱 他的形象只是被包装出来的人 而现在留给曾辉一的就只有一条选择 那就是应赏 大手一拍 曾辉一起身应战 好 一边应战的同时 曾辉一边向台上走去 曾辉一牛逼 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上一课 以我们曾辉一的实力 分分钟写出一首爆火的歌 曾辉一嘴角微微一笑 他还有一首歌没有发布 就用这首歌来碾压凌峰 曾辉一好帅 不知天高地厚 现场创作 我感觉曾辉一还真比不过凌峰 之前就有人扒出来 他的歌其实都是别人写的 只不过那个爆料出来的人账号 直接就被绷进了 看着屏幕上不断滚动过去的弹幕 曾辉一心中暗想 之前那次爆料风波差点 就要让曾辉一的人事崩塌 就算背后的娱乐公司使了很大力 但现在也依旧有不少人怀疑 他真的不会创作 唱的只是别人写出来的歌而已 面对着你的挑战 曾辉一现在的气竟消掉一大半 这简直就是天注我眼 借助这次挑战 又能涨一大波热度 同样身上的创作型歌手名号 也得以保住 既然我是被挑战的人 那么我定一下规则没问题吧 走上台曾辉一说道 你没有犹豫直接点头 既然是现场创作 一小时的时间怎么样 创作出一首标准歌曲 时长不得少于三分钟 曾辉一面露挑衅之色 本以为听到只有一小时 你会胆怯害怕要求加时 但你接下来的话 却让曾辉一彻底震动 一小时 这会不会有点太久 以着曾老师的实力 我想15分钟就能完成 一首不错的寄星创作吧 现在是直播 我们等得起观众们等不起 我提15分钟如何 你用着最平淡的语气 说出最牛逼的话 曾辉一大手一挥道 颜值有礼 纸 准备计时 主持人快速拿出纸笔 一生是要想吹过现场 创作正式开始 时间飞逝 15分钟很快变过去 你看向曾辉一淡淡笑道 曾老师 我就先献丑了 曾辉一脸色极为难看 写出来 未必写得好 唱得好 要是随便写 我一分钟就能写出一首歌来 好不好 唱了才知道 说完 你也不再理会他 直接让伴奏乐队准备 黑暗中 只剩下一道微弱的白色灯光 打在你身上 你为眉双眼深吸一口气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星空的生涯 你自信了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你的声音清冷 却充满力量 一字一句唱进了 现场观众的心里 节目组的镜头 原本想捕捉一些 观众唏嘘的表情 可闯入镜头的 却是一张张泪眼 咄嗦的脸套 你像讲述着一段故事 唤醒了每个人 心里那些曾经脆弱 不堪的一面 曾辉一在刚开始的时候 还吻操胜圈的模样 可在听到高潮副歌部分的时候 他突然打了一个冷战 这是被冲击之后的震撼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 这个普普通通的笑话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这首歌绝对不是 他现在这个年龄 能写得出来的 此刻直播的弹幕 更是达到了正常直播的巅峰 我的妈呀 这首歌唱得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好听 这也太好听了 我要单曲循环一个月 这首歌听得我想哭 有人和我一样吗 凌峰我记住你了 爱了爱了 弹幕里吵得不可开交 他们甚至觉得 在弹幕里兑现没意思 更是转移了战场 可随后又被你接下来的 歌曲片段 吸引了全部注意力 就在这一瞬间 不知道观众席上 是谁先起身大喊了一声 好 紧接着 越来越多的人 从椅子上站起来 他们自发地 打着手机的手电头 随着伴奏的旋律 左右摇摆 而此刻的曾徽一脸色 黑到仿佛被人泼了酱油 在他看到所有人 都从椅子上站起来时 他就已经开始咬牙切齿了 异曲结束后 你低着头闭着眼睛 还沉醉在自己 这首歌的氛围里 全场静悄悄的 没人敢打破这份银景 直到你抬起头的刹那 观众席爆发出一片欢呼 就连理智都站起来为你鼓掌 你在掌声中挑衅地 看向了曾徽一 一时间 无数的镜头和视线 同时对准曾徽一 滚动的弹幕更是开始挑逝 曾徽一怎么了这是 难不成真的怕了一个歌坛 新人不成 嘖嘖嘖 难道传言都是真的 传下去 曾徽一不行 曾徽一下去吧 你没资格当导师 曾徽一咬紧牙关 强颜欢笑地接过麦克风 可没想到观众席上 不知道是谁 突然大喊了一句 曾老师 您倒是给林峰点评一下呀 紧接着数十人同时喊道 您点评一下呀 他尴尬地说道 词曲创作是有一定水平的 但是还有待提高 那他能说什么 总不能承认 林峰的创作实力比自己强吧 理智充当和视老说道 那让我们一起欣赏 曾徽一老师的创作 所有的聚光灯 都打在曾徽一身上 只有曾徽一自己知道 这种如芒刺背的感觉 悠扬的前奏开始慢慢响起 可突然出现了 几个破坏旋律的因素 曾徽一不安地皱了一下眉头 难道这段的旋律 我也写错了 可疑不错不不错 他刚唱了两句 还算在调上了 可又被突如其来的补声打断了 现场的观众嗤之以弥 这是唱的什么呀 就这还好意思 给别人当老师呢 下台吧 曾徽一的时代过去了 难听 曾徽一没有创作能力失锤了 到了高潮部分 曾徽一更是直接放弃了 他举着麦克风 听着和印象里 完全不一样的旋律 根本无从切入 他愤怒离场和节目组说 从哪找来的乐队 这么不专业 有好几出都弹错了 这歌根本就没法唱了 他冷着一张脸走回评委戏 拿着麦克风刻薄地说道 这首歌可不是你现在 这歌水平能写得出来的 怪不得提出15分钟创作 你是把之前看到过的歌 直接抄过来了 他本以为这样能错错你的锐气 可没想到凌峰直接反讽 你是觉得我能在5分钟之内 完整地抄下来一首歌 那给你15分钟 你都没抄下来一首完整 就你的水平 根本不配金牌作曲人 曾晖一气的脸色铁青 导演急忙冲主持人打眼色 让他碰住场面 主持人赶紧拿起话筒说道 下面请李老师点评一下 李志笑着起身打圆场 看向你说道 站在评委的角度来讲 我很欣赏你的创作水平 这首歌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 几乎都无可挑剔 所以我给你报答 你可以直接加入我的队伍 接下来咱们一起创作更多作品 可你却是微微摇头的 谢谢李老师的认同 不过不用了 就这种垃圾比赛 根本不值得我参加 第六章 曾晖一 你还有脸退出 林峰 你现在要是走了 以后就别想在创作圈混了 林峰不顾总导演在耳机里 一遍一遍对他的警告声 不顾评委们到吸气的声音 干脆又决绝地卖下了舞台 可现场的观众却直接炸了 他们本来只是想简简单单看一场比赛 可没成想 竟然有幸看见这种载入史册的画面 那可是昔日歌坛的长青树曾晖一 竟然被一个新人降维打击了 亲眼看见这一幕的人 这件事足够他们吹嘘一辈子了 此时 看着林峰潇洒的背影 群众内心都感慨万分 甚至有些观众 忍不住起身为林峰鼓掌喝彩 林峰 干得漂亮 这算不算是用实力打败资本 曾晖一 下去吧你 一点本事都没有 还在这装什么评委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正在看直播的群众 也被林峰的潇洒退赛帅到了 纷纷在弹幕里表态 节目组 你们现在满意了 我一直都不明白 节目组把曾晖一 这个有争议的人请过来 就是为了看到现在这种局面吧 我真替林峰觉得不值 是这个节目侮辱了他 林峰 等我邀请你 给我写歌 曾晖一能不能退出娱乐圈啊 看见他就想吐 随着林峰的退赛 这档节目的热度 也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 现场的观众更是纷纷离席 场面越来越超乎控制 情急之下 导演直接从台下冲到了台上 对大家说道 请所有人安静 咱们在录制中途不能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不知道从哪个方向 扔来的水瓶子打得一列前 就这破节目 我可不屑看 曾晖一不是喜欢秦岸吗 你们直接宣布 秦岸是本季冠军得了 导演简直欲哭无泪 早在在签合同的时候 内部其实就已经定下来 秦岸是本季的冠军了 所以前面几期节目 秦岸皇族的也不太明显 名字也在上下浮动 倒是林峰 他这是从哪杀出来的黑马呀 无论是签约之前的水瓶测试 还是前几期的节目发挥 这个人的水瓶 就是重规重矩 他拿的一直都是炮灰的剧本啊 可现在 哎 不管导演说什么 都无济于事了 眼看着现场的观众 请客间就少了一半 曾晖一的脸色 更是差到了极点 那两个小鲜肉评委 这会儿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 敏感地观察着 周围前辈的脸色 两人在评委席上 简直是如坐针毡 好在一旁的李志 这会儿算是最理智的 和他们俩说 先去休息室待一会儿吧 看看导演怎么安排下面的录制 听到录制两个字 曾晖一直接爆炸了 录制各屁录制 老子不管了 好家伙 季凌峰退赛之后 节目组的王牌评委 曾晖一也罢演了 最巧的是 直播的摄像机 并没有关节目现场发生的事 一针不落地转播到了网络上 这会儿 网友们更是在网上疯狂的 DIS节目组和曾晖一 简直要把曾晖一的组上 也未能幸免 不愧是黄祖啊 歌有人给写 评委也和你有交情 要不给秦岚颁发一个 最强黑幕讲好了 而处在舆论中心的林峰 更是所有人的焦点 当他走出大楼的一瞬间 就被十几个扛着 长焦短炮的记者围上了 请问这首歌 真的是你自己写的吗 您在参赛途中宣布退赛 请问您是早有预谋的吗 您知道曾晖一也宣布 退出节目录制了吗 您后续还有留在圈里的意向吗 您有考虑过 得罪了节目组和曾晖一 以后的发展可能会很艰难吗 林峰觉得 如果是昔日的自己 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犹豫不决 因为他曾经瞻前顾后 担心很多 但现在的他 无所顾虑 因为有实力 就不愁没有发挥 自己一技之长的舞台 他条理清晰地访问道 如果你们觉得这首歌 不是我写的 那写歌的人 凭什么把这首 谁上都会活的歌给我 那个提出问题的记者 背对得哑口无言 但他还是倔强地说道 或许是你用钱买的呢 林峰听到这个问题 竟然觉得有些好笑 他说道 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我住的是群租房 身上的衣服 加起来不超过一百 我参加这档节目的目的 就是为了糊口 你说 我用什么钱买歌 记者愣住了 他上下打量着林峰 这才注意到 他穿的是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和图案已经有些褪色的短袖 甚至因为不受重视 节目组连化妆师和服装 都没给他准备 林峰不卑不亢地继续说道 关于退赛 我并不是蓄谋已久 只是看不惯曾会议那副嘴脸罢了 如果音乐创作圈的人 都是他这副样子 那我国的创作水平 就要走下坡路了 至于他本人 退出节目录制 林峰嘲笑着说道 估计是因为 他把自己退圈大作 给唱砸了吧 有两个记者听了林峰的话 更是直接笑出了声 林峰这边采访了一半 突然听到旁边声音有些嘈杂 几人寻声望去 就看到曾会议戴着口罩帽子 正低着头大胯步地 往停车场走去 有几个记者见状 看了林峰一眼 最后还是果断地选择了 热度比较大的曾会议 距离曾会议近远的时候 话筒就已经伸到了曾会议面前 您如何评价您今天的表现呢 曾老师 有人说你跌落神坛了 在创作能力上 竟然不如一个参加比赛的新人 对此您怎么看呢 曾老师 一连串的问题 就像机关枪一样 同时瞄准了曾会议 他的经纪人和助理 拦在曾会议的身前 暴躁地说道 不好意思 不方便回答你们的问题 麻烦让一让 我们赶时间 麻烦让一让 双方都不退让 导致曾会议在这个尴尬的空间里 和林峰擦肩而过 林峰轻笑一声 质地有声地说道 我爱创作 自然会继续留在这个圈子里 并且会坚持发歌 如果某天我真的销声匿迹了 那绝对不是我个人的原因 第七章 和林峰签约 代价很大 刹那间 在场的记者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浓浓的火药味 一触即发呀 林峰的话已经很明显了 他今天真是想借着媒体 来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 是该说林峰出生牛 独不怕虎好 还是说他心机深重呢 不管他是哪种人 绝对是能在 娱乐圈混得如鱼得水的聪明人 果不其然 曾会议在听到林峰的话后 脚步顿了一下 此刻 全场的摄像机 都对准了曾会议 不管他说了什么 曾会议教训新人林峰 这个话题都能登上 明天的头版新闻 林峰也饶有趣味地 盯着曾会议的背影 可曾会议只是停顿了一下 下一秒 一言不发地直接走了 他是个聪明人 知道这种时候 更是言多必失 不能在表面上试了风度 但他放在口袋里的拳头 逐渐攥紧 林峰 你的好日子 彻底到头了 我一定要把你整个 永无出头之日 此时的林峰还不知道 等待自己的 将会是什么 当他踏出拍摄大楼的一瞬间 他感觉到了刺眼的闪光灯 正噼里啪啦地打在他身上 林峰下意识地 用手遮挡了一下 当他慢慢适应这个亮度之后 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从来不知道 粉丝为何物的林峰 看着面前几十个人 正奋力地冲他招手 为他加油那威 林峰 你是我心中 实力最强的创作者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林峰 你就是从黑暗 冲上黎明的火炬 林峰而起 扶摇直上 有的人拉着横幅 有的人举着写着字的海报 他们用最简单的应援方式 给林峰带来了力量 在这一瞬间 林峰似乎感觉到 内心有一股酸涩的情绪 让他的鼻腔感觉堵堵的 他知道 这并非只是自己的意识 还有这具身体本身的情绪 这也让林峰下定决心 不管怎样 他一定要让全世界 都听到林峰这个名字 在林峰表示了 对大家的感谢之后 他一个人回酒店 收拾自己的行李 他的手机从刚刚开始 就一直在震动 他看了一眼 是导演打来的电话 不出意外 肯定是准备和自己 说违约经的事 而此时 这件事在网上的讨论度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更是在微博上 占据了九个热搜词条 创作者告诉你 林峰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扒一扒曾会议的代比 孤勇者翻唱挑战 曾会议节目现场踢人 林峰必须火 这些词条更是证明了 这件事 如果节目组不给一个交代 短时间是翻不了片的 林峰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准备打车回自己的群租房 刚一上车 就突然接到了室友的电话 对方似乎怕什么人听到 压低了喉咙说道 林峰 你和曾会议的是我都知道了 现在家里已经有人找上门了 我建议你 还是暂时别回来了 万一他们真要对你动手怎么办 室友是出于好心 但林峰却觉得 自己不能连累其他人 他说道 你告诉他们 我半个小时之后到家 这件事 我亲自和他们谈 说吧 林峰直接挂断了电话 留下室友一个人 风中凌乱 喂 喂 你他们还真挂了 半个小时之后 林峰乘坐的出租车 停在了一片老小区的花坛边上 司机看着一旁的麦巴赫 调侃地说道 这栋楼夹起来 都没有这辆车柜吧 还没等林峰走到楼上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 就笑着走到林峰面前 林峰 上去聊聊 林峰只看了他一眼 就知道 他是个城府很深的人 他虽然面带笑意 但笑容并未到达眼底 等上了楼之后 他发现有一个 长着三角眼的男人 正站在窗口的位置 听到声音后 才微微侧过身 那个戴眼镜的男人 给林峰介绍道 这位 是曾辉一所签约的经纪公司 城海娱乐的老总 孙贾虚先生 我是孙总的助理 李耀 林峰不卑不亢地 走到孙贾虚面前 客气又疏离地说道 孙总是过来告诉我 要怎么封杀我的吗 孙贾虚听到他的话后 不怒返笑 不 我是来和你签约的 签约 林峰有些胡意不绝 这孙贾虚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孙贾虚看出了林峰的犹豫 说道 你不用怀疑我的目的 我是个商人 弃足保帅才是明智之举 曾辉一就是一颗废棋了 我也是时候 牵一些更有实力的人进来了 在他看来 经过今天这么一搞 即便后面曾辉一会出歌 但肯定也不会再有 以往的辉煌 娱乐圈就是这样 当你失去了为公司 创造利益的实力或者机遇 那就只会被抛弃 现阶段 林峰才是那个 可以给公司创造最大利益的人 孙贾虚的算盘 打得叮当响 不过他最失算的一步就是 他把林峰想得太听话了 突然 林峰脑海中的系统说道 现阶段任务 让曾辉一身败名裂 将会获得歌曲奖励 秦天 系统最人性化的一点 就是会在关键时候 发放奖励 林峰在听到 秦天这首歌之后 笃定这首歌绝对会爆 既然他有这首歌在手 那他就有了谈判的筹码 林峰不紧不慢地说道 签约可以 我有什么好处 孙贾虚的助理理要 马上拿出一份早就你好的合同 说道 在我公司享受一线待遇 演唱会的分成个人和公司55分 每年给你出一张专辑 十首歌 他的话还没说完 林峰却直接打断了 你们开出的条件都很好 但我不需要 孙贾虚挑了一下眉头 瞇着三角眼 注视着林峰 林峰说道 第一 我不签约 但我们可以合作 第二 我可以在两天之内 创作一首同样轰动全国的歌 但我要让曾辉一 永无翻身之日 第三 我们只合作两个月 林峰的狂傲 让李耀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这小伙子 可真是不知道 天高地厚 不就是赢了一场比赛吗 看把他狂的 我看你 突然 林峰把一张 写了两段谱子的纸 举到了他们面前 这是我下首歌的前奏 你们可以考虑考虑 随后 林峰大咧咧的坐在沙发上 不被孙贾虚的气场 影响丝毫 孙贾虚眯起眼睛 这个林峰 倒是有点意思 第八章 用合作毁掉曾辉一 李耀本来对林峰那两句随手写的谱子 不屑一顾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可当他看向谱子的一瞬间 他的视线被纸上的旋律 紧紧地抓住了 他没忍住地跟着哼了两声 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在草原上 吃着西瓜 享受着威风的画面 是一种自由 又轻快的旋律 让人听到前奏 就心情大好 孙贾虚也是同样的想法 他微微皱眉迟一道 你的条件太苛刻了 我们不能答应你 林峰丝毫不慌 他说道 以我目前的热度 想找我的人不在少数 这个时候胆子大的就能赚大钱 你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总 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个道理吧 孙贾虚眯着眼睛 看来他真的小看林峰了 正当孙贾虚准备回答他 却再次被林峰打断 我再加一点 包把上一档节目的违约金赋了 孙贾虚 这小子怎么还变本加厉呢 但事实是 当林峰拿出这段旋律之后 双方的地位直接逆转了 原本孙贾虚觉得自己胜券在握 是林峰一定要牢牢抓住 他们这颗救命稻草不可 现在 一切都是未知的 李奥看了老板一眼 马上领会了老板的意思 他笑着对林峰说道 林峰 这件事 我们还需要慎重考虑一下 林峰起身说道 那就慢走不送了 我的时间也很宝贵 突然 林峰的手机响了 恰到好处的电话声 倒是给孙贾虚增加了一丝紧迫感 林峰抬起手机示意了一下 看来我比我想象中的抢手 孙贾虚和李奥对视了一眼 有些狼狈的离开 在门关上之后 林峰才接听了 一直想个不停的电话 节目组导演的怒吼声钻了出来 林峰 你他妈不想活了吧 把这么大一个烂摊子留给我 我告诉你 你必须配合我好好收场 要不然 你要付三倍的违约金 林峰笑道 导演 不用急 违约金有人给我付上 三天之内 我保证违约金一分不少的交给你 随后 林峰不顾导演还没有发泄完的牢骚 直接挂断了电话 不知道孙贾虚知道林峰拿他当棋子 又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林峰的室友 确定所有人都离开之后 捏手捏脚地从卧室里伸出头来 打量了一圈 企图看见什么 装着钱的信封之类的 他小跑到林峰身边 兴奋地说道 林峰 你火了 你真的要火了 室友谭远是真的为林峰感到高兴 因为林峰是第一个追梦成功的人 他们原本是四个人住在这个群租房里 大家都是追梦人 有两个想当演员 谭远是想当一名编剧 林峰是想成为一名词曲创作者 可追梦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容易 当演员的两个人 四处往剧组投自己的简历 可到头来 却只能蹲在电影学院附近 等着剧组招群演 他们四个最难的时候 有整整一周没有任何收入 每天就靠馒头闲菜度日 所以 那两名想当演员的室友 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他们搬离了这间群租房 回到小城市 去过重归重举的日子了 就连谭远也时常自我怀疑 坚持到底有没有用 可今天他有了答案 林峰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子 林峰笑着他说道 兄弟放心 咱们当初说好了 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你以后就跟着搁混了 谭远在兴奋之余 还是有些担心 林峰 我在网上看了 你的违约金可不是小数目啊 起码有七位数了 那个承海音乐的老总 真的会给你掏这笔钱吗 林峰胸有成竹的说道 你放心吧 如果他不掏钱 那我就等着掏钱的人出现 于开始谭远还以为林峰是在开玩笑 可到了下午 林峰的手机就没安静过 从公司经纪人到节目组导演 再到电视台记者 后来甚至来了一名纪录片导演 大家都想和林峰签约 或者是合作 还有两家音乐制作公司 开出七位数的价格 想买雇佣者的商业使用权 都被林峰一一拒绝了 谭远震惊地说道 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那可是百万的钱啊 林峰却说道 要放长线 钓大鱼 果不其然 时刻关注着林峰动向的孙甲虚 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 他慌张地说道 不行 咱们一定抢在其他人之前 和林峰敲定合同 李奥 你去把曾辉毅找代表的那些证据拿出来 我要用这些当筹码 而此时的网络关注点 已经从个人扒皮 变成了贵求 雇佣者 录制版 有没有音乐工作室 能出一般高清的呀 网上这些视频都快盘包疆了 林峰 就算有人要封杀你 你能不能发发善心 给我们录一个绝版放出来啊 把系统给自己的视听旋律谱好 等待一个愿意和自己合作的人出现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 林峰接到了李奥的电话 李奥说道 林峰 我们答应你的提议 但你必须要配合我们 接下来两个月的行程安排 包括节目的录制 或者参加综艺 林峰觉得有趣 没想到 现在还有人敢找自己录综艺 他说道 没问题 那我说的呢 你们什么时候能做到 李奥 只要签了合同 我们马上就让曾辉毅不能翻身 林峰笑道 成交 当晚 曾辉毅还准备找人向林峰施压 想逼着林峰给自己道歉 可没想到 经纪人慌张地跑了进来 结结巴巴地说道 岑哥 完了 全完了 你之前找代笔的事都漏馅了 啊 曾辉毅结结巴巴巴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呢 咱们不都是签过保密协议的吗 你现在赶紧给张白礼打电话呀 他收了咱们的钱 经纪人崩溃地摇头说道 我早打了 但对方不接 看来咱们这次真的要再了 曾辉毅傻眼了 绝望地喃喃自语 怎么会这样 第九章 你凉凉了 短短几天的时间 关于曾辉毅的黑料 层出不穷 起初 曾辉毅的经纪人 还四处脱关系 想着帮他打点打点 把那些负面新闻压下去 可无奈的是 关于曾辉毅的黑料 好像洗不完一样 如雨后春笋一般 越来越多 已经有无数个人站出来 爆料曾辉毅的恶习 从曾辉毅的人品 到创作才华枯竭 再到他虚假人设等等 人家有图有证据 他们就算是说人家诽谤 也没有底气 气得曾辉毅的经纪人 早就没有了往日的好脾气 站在办公室 对着曾辉毅破口大骂 妈的 我早就知道 你会有今天这么一天 我就不应该 对你抱有什么期望 从事出到现在 已经过了两天的时间 曾辉毅就躲在房间里 连窗帘都不敢拉开 想当初他高高在上 他面对的闪光灯 能给他带来无尽的荣耀 但现在 等着他的 只有无尽的谩骂 还有网友的嘲讽 曾辉毅颓废地喝着酒 看着手机新闻上 突然弹出来的页面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林峰 你倒是好手段啊 但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此时的林峰 却已经开始迎接 自己人生的新篇章了 面对程海音乐提出的条件 他爽快地接受了 短时间的互利共赢 对大家都好 都是成年人了 就别搞什么追梦艰辛 和什么经纪人苦心栽培 这种老路了 能取得名声和荣誉 才是最重要的 当天下午 林峰和程海音乐签约的消息 就不进而走 直接登上了头版新闻 各路媒体开始大肆猜测 程海音乐 作为曾辉毅的老东家 为何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和林峰签约 目的究竟是什么 网传曾辉毅 一直和程海音乐的 老总互不对付 如今程海的举动 倒是坐实了这件事 曾辉毅曾连续五年 都给程海音乐 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不知道林峰 会不会成为下一颗棋子 实际上 这些新闻是理要提前 找各路媒体打好的招呼 为的就是把林峰 程海和曾辉毅 再次推到风口浪尖上 之后 方便他们下一步 对曾辉毅的打击行动 上述新闻并非都是假的 陈甲虚和曾辉毅不合 倒是真的 曾辉毅知道自己是程海的摇钱术 所以趁机提出 想多要一些股份 但他要的肝股 已经马上赶超 陈甲虚的份额了 陈甲虚觉得 曾辉毅野心太大 不受管教 拒绝了他的想法 可没想成 曾辉毅竟然称并不参加活动 害得陈甲虚赔偿了一大笔为约金 自此以后 他们俩的关系一落千丈 但又因为一些商业利益 暂时没办法解约 也就这么一直僵持着 不过 曾辉毅这么多年的代笔创作仪式 他都是熟知的 并且有很多协议 都是当着李耀的面签署的 他们这边有不少证据 这会儿 就是这些证据重现天日的好时候 而林峰既然已经签约了程海音乐 以他现在的名气和地位 自然不能再住在之前的破旧小区了 李耀给林峰准备了一个公寓 在传出签约消息的两个小时之后 李耀就高调地来到了林峰的小区 接走了林峰和他的室友 谭远直到坐在车里 还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 兄弟 你是真的活了 我刚刚都看到有记者在拍你了 开车的李耀 依旧是面带微笑地说道 那些狗仔是我们找的 目的就是炒作 为今天晚上的大新闻做铺垫 果不其然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李耀开车接林峰的照片 而此时的曾辉毅 原本已经打算和陈甲虚服软道歉了 可万万没想 孙甲虚竟然直接发过来一张律师函 控诉他影响了公司的声誉 曾辉毅气得瑟瑟发抖 一怒之下 把手机摔到了地上 他开始联系自己的经纪人 可没想到 经理人却说 我真处理不了你的烂摊子了 现在我还惹了一身骚 咱的缘分尽了 大难临头个自飞吧 曾辉毅此时才感受到 什么叫重盘清理 而这一切 接应一个叫林峰的人 他这辈子从没想过 自己辉煌了一事 到头来竟然折在了这儿 他不甘心 他又怎么能甘心呢 和曾辉毅对比惨烈的 是林峰此时的高热度 他趁着现在自己热度高涨 把自己创作的歌曲小样 发给了李耀 李耀原本只是看了一个旋律 至于在这个旋律中加什么特效 用什么乐器演奏 他的脑海中并没有概念 但林峰这个仅仅十秒钟的旋律 却让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甚至没敲门 迫不及待地推开了孙贾旭的办公室 孙总 咱们赌对了 林峰的试用版用带已经发给我了 太好听了 孙贾旭在听了用带后 兴奋地眼睛泛着光 马上联系大V 我必须要在今天晚 看到他登上热搜榜 迄今为止 在这个金曲辈出的娱乐圈 从来没有人 仅凭着一小段用带登上热搜榜 因为条件太苛刻了 第一 这个人的实力 一定到了让其他人望尘莫及的地步 第二 这首歌的旋律 一定是朗朗上口 让所有人光是听着几秒钟的用带 就能产生无限遐想 但这种人 估计还没出声 在娱乐公司忙得团团转的时候 林峰倒是悠闲自得地 在房间里看着曾辉义的八卦 谭远在一旁看得直扎舌 嘖嘖嘖 我才知道 原来讨厌曾辉义的人竟然这么多 林峰摇摇头 说道 还不够 这些对他来讲 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能过段时间 大家就遗忘了 还没达到毁掉他的程度 谭远叹了口气 但是我也发现了 喜欢曾辉义的人其实也不少 有些人已经发了上百条消息 说要为他讨回公道 林峰笑着说道 这就是不关我的事了 这是承海应该做的 他什么时候解决了这一地鸡毛 我什么时候把完整版的割给他 第十章 舆论漩涡中的林峰 谭远阴险地看着他 你还真是狡猾啊 不过 这也是应该的 合作嘛 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利益 此时 承海娱乐这边 用官博把林峰发给他们的小旋律 发到了网上 同时 联系了几个大V转发 同时还有一些网红博主 利用这段旋律 进行二次创作 仅仅两个小时 这首歌的搜索次数 直接变成本月的第一名 网友们激动地留言 我的天啊 这旋律也太好了 我觉得 自己已经躺在草原上了 什么时候发歌呀 求求了 能不能快点安排上 我就不一样了 我只求林峰吧 雇佣者 录制版快点发出来 我真的快等风了 林峰看着这些反馈 一切都在自己的意料之内 他早就料到了 这首歌会带来非凡的影响力 所以他才把它当成 和陈甲虚谈判的筹码 而承海音乐这边 却赚翻了 他们原本只联系了 七八个网红达人 可没想到 这些网红达人 带起了一波浪潮 所有人都搭配着这段旋律 剪辑着自己去郊外游玩的 视频和照片 更突出了这首歌的清新和浪漫 承海音乐也没想到 他们竟然用最少的钱 达到了超乎他们想象的效果 而在孙甲虚的眼里 看到的却是吴静的金钱 和林峰的无穷潜力 他和李耀说道 曾辉义的那些材料 已经准备好了吗 明天之前必须全都交出去 李耀笑着说道 孙总放心 我早就准备好了 曾辉义在家里 浑浑噩噩地待了两天 手机被摔坏了 家里的网线也罢了 听不见扰人的电话声 也没有人不停地在他耳边唠叨 曾辉义觉得自己世界都安静了 可没想到 吵醒他的竟然是敲门声 他懊恼地说道 大早上的 谁找我 他看了一眼猫眼 却看到几个穿着制服的人 一脸严肃地按着门铃 曾辉义傻眼了 他嘟囔着 他们怎么来了 难道是我之前的事情暴露了 不应该啊 怎么会有人说出去呢 难不成 还真是孙甲虚那个王八蛋 他还真打算泄莫杀驴啊 他胆战心惊地开了门 门外的工作人员 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们目前收到了 您报酬上报不清楚 参加节目期间给其他学员泄题 用代笔的歌欺骗观众 以及一些行业潜贵则的乱象 我们想邀请你喝杯茶 咱们仔细聊聊 曾辉义惊呆了 怎么那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都被翻出来了 看来还真是强倒众人推啊 可就算他再不情愿 也没办法反抗这些工作人员啊 远处的李耀坐在车里 眼睁睁看着曾辉义被带上了车 他冷笑一声 对着电话说道 都拍到了吗 电话那边的狗仔笑得狡诈 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关于曾辉义的报道 就像雨后春笋一样 一条接着一条地爆了出来 一个被公家请去喝茶的人 可想而知 他的音乐之路也就戛然而止了 此时 网上关于曾辉义的各种爆料 真假参半 都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在网友的强烈呼吁下 甚至多个音乐播放器 连夜下架了曾辉义的歌 代笔的歌 我们不听也罢 让这个垃圾仿佛从来没来过一样 我为我曾经喜欢过他 觉得耻辱 我的妈妈爷 现在还有人喜欢曾辉义吗 你不脱粉 是因为断网了吗 曾辉义 你赔我钱 我当年买了你上千本专辑 我觉得 自己才是最惨的 原本身为曾辉义老东家 程海音乐 也应该是处于舆论中心的 可孙假虚 却甩了两张合同出来 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同时 他的官博 一直在发和林峰有关的内容 时不时放一点 林峰的创作笔记之类的 这一波操作 让内行人直呼绿茶 还有一波网友去心疼他们 好可怜啊 沾上了曾辉义那个甩不掉的狗皮膏药 慧眼石珠 还好你们已经和他没关系了 请多多关注林峰 我们支持有才华的原创歌手 而此时的林峰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正在里要给他们安排的别墅里 闭目养神 听着隔壁创作欲爆棚的弹院 噼里啪啦打键盘的声音 林峰竟然找到了一丝节奏感 他的手指 有一下没一下的在膝盖上敲着 突然 林峰的脑海里 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 恭喜宿主已经达成了毁掉曾辉义的任务 奖励歌曲已发放 随后 林峰的脑海中涌现出了一首 曲风优美的小甜歌 好听 这歌是真好听啊 林峰觉得 这首歌不管谁唱 都能爆火 林峰兴致高涨 他一激动 直接录制了一首《孤勇者》 在公寓的录音室里 没有经过哪些所谓的专业人员的精修 没有太多复杂的步骤 林峰靠着真挚的情感 一气呵成 在他的歌声里 你能感受到契吞山河的豪迈 在录制完这首歌之后 林峰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久久不能自拔 原本在卧室创作的谭院 不知什么时候放下了电脑 正呆呆地站在录音室的门前 他被林峰唱歌时的气势 深深地震撼到了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回过神之后 说道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大家那么执着于现场听演唱会了 因为太有怠动感了 林峰 你天生是属于舞台的 没有人能夺走 林峰经过简单的调整之后 发到了网上 没通知孙甲虚 也没在公司的官博发链接 林峰倒是心大 发了这首歌之后 就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连手机什么时候没电的都不知道 他早上睁开眼 在手机冲上电开机之后 他看到了铺天盖地的消息 未接来电的显示 竟然有60多个 这是有人不眠不休给他打了一晚上吗 还没等他点开音乐软件 李耀的电话就直接打了过来 第十一章 所有榜单的第一名 林峰 你昨晚发歌 怎么没告诉我们 我们合同里不是说好了 你有任何动向 都直接和我们说吗 李耀似乎是在开车 听起来有些着急 林峰打了的哈欠说道 一首唱过的歌二爷 你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 李耀被林峰的话噎到了 什么叫唱过的歌二爷 什么叫大惊小怪 歌 我管你叫歌 我看你是对自己的流量 完全不了解啊 你现在就是音乐圈 突然刮起的飓风 是不管是谁 都想关注一下的程度 算了 李耀觉得自己说这些 可能就是对牛弹琴 他喜欢音乐 就让他专心搞创作吧 别用这些事情 分散他的注意力了 但李耀最后还是强调了 一遍这首歌就这么算了 但你以后有任何决定 都必须提前和我说 因为你现在的一言一行 不只是代表你自己 明白了吗 林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觉得自己快睡着了 他下意识地用鼻子 回了一句 嗯 就顺手挂断了电话 林峰这边风头正盛 而曾辉一此刻 却像是过街老鼠一样 万人唾气 明明前两天还很有热度的人 就在这两天仿佛销声匿迹了一样 网传 他交了不少罚款 好像不是一笔小数目 足够把他这么多年 积攒的家点掏空 据说 他把市中心的豪宅都买了 还是低价出售的呢 他这辈子算是毁了 不过他活该 都是他自找的 不过事实上 和网友们猜测的也差不多 倾家荡产算不上 但总资产就剩下十分之一 倒是真的 他如此狼狈不堪 更是见不得林峰过的潇洒滋润 他下定决心 我就算是死 也一定要把林峰拉来给我陪葬 林峰发歌的第三个小时 直接登顶各个播放器的热搜榜第一名 各种排行榜的第一名 以及各个网站的搜索量第一名 从来没有哪首歌 能在发歌的前三个小时 就创造出如此惊人的成绩 而且 这首歌传递的内容特别正能量 很多官方的视频 都用它当背景音乐 甚至有无数一线歌手 翻唱这首歌 就连公益晚会和节目 都用这首歌 给观众传递能量 一时间 林峰声名确起 所有人一想到 孤勇者就想到了那个创作天才 能写出这种歌的人 绝对不是什么凡夫俗子 林峰看到这首歌 在网上发酵的情形 也吓了一跳 但他并没有被这些数据所迷惑 林峰的内心始终是清醒的 他要做到不忘初心 创作出好的作品 被更多人欣赏 才是他的目的 他淡定地放下手机 走到办公桌前 开始低下头 把脑海中的曲子谱写出来 突然 林峰的电话响了 是李奥打来的 李奥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们这边没时间去接你 你打车过来吧 有要紧事和你商量 可林峰刚走到楼下 就看到公交车刚好经过 他再一次忽视了李奥的叮嘱 戴着帽子口罩坐在公交车上 他原本只是想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 毕竟一个人在迫于生存压力的情况下 和没有任何烦心事的情况下 欣赏风景是完全不同的心态 但孤勇者的影响力 着实超过了林峰的想象 公交车的多媒体电视上 放着用孤勇者 当BGM剪辑的文明程式的视频 前面一个年轻人 正在用这首歌当手机铃声 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正在戴着耳机单曲循环这首歌 身边的阿姨刷一个短视频软件 也都是这首歌 林峰甚至看到了 还有人给自己的朋友推荐这首歌 连续发了十几条消息 林峰者才意识到 原来这就是红的感觉啊 等他坐着这班公交车 晃悠到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 中途李奥给他打了两个电话 他都说 在路上了 当李奥看见林峰从公交车上下来的时候 脸都要气虑了 大哥呀 都和你说了 有要紧事 您就非要坐这部公交吗 打车就不行吗 林峰现在丝毫没有当员工的自觉 而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哦 我没钱 李奥 这话你说出来可真不害臊 前几天给你转了多少钱签约费呢 这会儿怎么就和我装穷了 算了 和他计较这些自己能气死 他马上切换表情 又面带微笑地和林峰说道 林峰 我们给你报名了一个原创的音乐竞演节目 主要是考验改编 创作 演唱水平的节目 而且参演的嘉宾都是一线歌手 这是我们好不容易给你争取到的 一会儿和导演见面的时候 千万别掉链子 林峰一听说 又说换汤不换药的节目 有些不悦地促起了眉 这不就和之前那档节目差不多吗 没心意 他嘟囔了一句 就自顾自地往办公楼里走去 留下李奥一个人 风中凌乱 怎么觉得 我才像的孙子 不应该啊 我可是老总的助理 给你当经纪人 这是屈才了好吗 林峰去了三楼的会议室 看到孙甲虚坐在桌子的一旁 对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胖男人 还有两个面无表情的会议记录人员 林峰推开门的一瞬间 几个人的视线 同时汇聚在了林峰身上 戴眼镜的胖男人 就是音乐竞演节目的总导演汪永宁 这是一档权威 专业的节目 不是之前曾会议所在的那种小成本综艺 他们的节目 面向的全国的观众 而且 各个年龄段都能看 他作为导演 一定要了解每一个参赛嘉宾的性格 还有他们对节目的配合程度 但汪永宁在林峰身上 看到了一种清新脱俗 把自己孤立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气质 他认识很多创作者 发现能专心搞创作的 都是这种人 所以 他对林峰抱有了很高的期待 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林峰 你好 我是深海乐歌的总导演 汪永宁 林峰客气又疏离地说道 我是林峰 第十二章 趁着有热度 签约新节目 汪永宁的视线 一直锁定在林峰身上 一旁的李耀 尽职尽责地给汪永宁 介绍林峰的信息 可不料 汪永宁却笃定地说道 不用多说了 我和林峰签约 他这一举动 让陈甲虚都错愕了 这怎么突然就答应了 刚刚不是还犹豫不决吗 汪永宁直接和林峰说道 林峰 你在创作现场的表现我看到了 你确实是一个配合度不高的艺人 林峰 确定这是在夸我 我应该说谢谢吗 林峰点了点头说道 我知道 节目组有节目组的制作规则 但我林峰的性格就是这样 你们要是觉得我不合适 那就别签约 别为了我现在的热度 耽误了彼此的时间 汪永宁的眼睛眯着 林峰很聪明 他并不是趁着自己热度高 就消费自己的热度 而是置身事外 不把这份热度当成筹码 汪永宁笑了一声 你还真是一颗定时炸弹 不过 我就喜欢这种有个性的创作者 目前电视节目总是按照剧本来 给嘉宾树立一个人设 但我的节目就是要真实 不管是你在节目里愤然离席 还是在节目里真情实感 这些真实的反馈 才是我们想看到的 林峰有些不敢相信导演的话 毕竟在娱乐圈里 这种糖衣炮弹可是随处可见 在林峰身边傻作了半天的孙甲虚 迫不及待地用手肘撞了林峰一下 压低声音说道 你还想什么呢 这么好的机会 能让你一举成名啊 而且 节目的报酬 是你之前那档节目的二十倍 二十倍 那就是一百万 可现在的林峰对钱没有欲望 他看着身边孙甲虚那张横 不得替他签字的表情 点了点头 说道 那我同意 区区一百万 孙甲虚并不放在眼里 他看中的是 这档节目的影响力 以及对林峰的宣传 林峰本身的价值 才是他最在意的 一共就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他再不重视一点 那前期的投入 不就白白浪费了吗 不过在接下来交谈的过程中 林峰才了解 目前给你看的是内部资料 我们的节目形势很新颖 也很大胆 我们这边会邀请 二十几位歌手或者编曲 让他们自行组合 或者邀请其他好友住演 实施PK 最后现场观众进行投票 直接淘汰 非常干脆利落 这种形势确实第一次见 而且林峰对其中的几位歌手 确实很感兴趣 他点了点头 说道 没问题 但我也有一切要求 在介绍了一些节目规则 和注意事项之后 这件事算是已经敲定了 汪永宁和林峰说道 每一位嘉宾 我们都会拍摄一些物料 负责宣发和引起观众的互动性 最近几天 你有时间配合我们拍摄一些物料吗 林峰点了点头 可以 我都听你们的安排 在确定了接下来的安排之后 汪永宁笑迎宁地说道 林峰 不知道你能不能在节目里 给我们轻唱一小段 雇佣者 在第一期 你如果唱这首歌的话 肯定还会掀起不小的热度 还没等林峰说话 李要马上说道 当然没问题 这是林峰原创的歌 配合你们唱两句 是没问题的 随后汪永宁就暂时离开了 陈海音乐的公司 留下林峰一人在会议室里 和孙甲虚大眼瞪小眼 孙甲虚说道 接下来的两个月 工作密度会相当大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对了 那首 晴天 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创作完 我这边会给你找制作老师 让他帮你 还没等他说完 林峰就打断了他的话 我想自己制作 孙甲虚觉得林峰在说笑 你再开玩笑吧 里面有钢琴 有吉他 还有鼓等等乐器 就你自己怎么可能都会操作 我们这边找的都是国内一线的乐器老师 林峰再次打断了他的话 我想自己制作 孙甲虚 他觉得仿佛有一口气 堵在了自己的胸口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好 一号录音棚的钥匙就给你 我倒是想看看 你能露出什么东西来 孙甲虚刚准备推门离开 又想到了什么 回头叮嘱道 对了 下周一要拍节目海报 你做好准备 林峰出神地看着钥匙 也不知道听没听见 实际上 林峰的脑海里 却是在想 如何在乐器中加上一些花样 让这首歌听着 更让人耳目一新 他在会议室里 一座就是一小天 林峰和其他人的创作风格不太一样 他习惯先在脑海中构思 当他把所有的节奏和乐器 衔接好之后 他才会动笔 几个小时过去了 林峰终于构思好了 他在打印机旁取了几张纸 埋在桌案上 写着自己准备着重表演的片段 在更改了几个小细节之后 把纸放在了桌子上 直接去了一号录音棚 他先用电脑制作了一个音波的基本旋律 之后 他在单独的录制乐器 明明林峰之前并不太熟悉钢琴 可自己坐在钢琴前的一刹那 脑海中仿佛出现了无数的演奏画面 仿佛自己曾经在钢琴前 挥洒过无数的汗水一样 这种感觉太熟悉了 林峰的手放在键盘上的一刹那 仿佛他的指尖 早就在心中演奏了千百遍 所有的音符 流畅而自然的倾泻出来 形成优美的旋律 他闭着眼睛 忘乎所以的弹奏着音符 从始至终 没出过任何差错 一气呵成 其他的乐器也是如此 当他把所有的乐器合到一起时 就连林峰的都被成品震慑住了 好听 这首歌的旋律 绝对是一顶一的棒 他听着旋律 忍不住跟着哼唱了两句 突然看到 录音的指示灯一直是亮着的 他又真正的录了一遍 当他全部制作完成 摘下耳机的一瞬间 才注意到 清晨的阳光 已经透过门缝照了进来 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地 唱了一个通宵 处于兴奋状态的时候 他并不觉得累 这会儿 林峰只觉得自己又困又饿 好像随时都能昏倒第十三章 林峰竟然自己制作了一首歌 他把昨晚录制的每一段音乐 都单独做成一个音频文件 包括自己轻唱的那段 他把这首歌 设置了一个加了密码的文件夹 放在了桌面上 林峰出门的时候 还不到凌晨五点 他拦了一辆车 回到了自己的公寓 在昏睡之前 给李奥发了最后一条信息 哥已经写完了 在桌面上 强称了一晚上的手机 在发完这句话之后 最后一丝电也壮烈牺牲了 李奥迷迷糊糊地听见手机响了一下 他身为总裁助理 就是要24小时在线 他还以为是孙甲虚发了什么消息 他睡眼朦胧地打开了手机 却被林峰发来的消息 吓到直接从床上弹起 林峰居然写完了 我靠 真的假的 一想到林峰的哥即将问世 他的困意就一扫而光 马上开车去了公司 风风火火地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结果看到 桌子上有几张写满了的A4纸 他越看越激动 越看越兴奋 还真是林峰 他真的写好了 他刚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孙甲虚 自己这边也要抓紧联系一线的乐器老师了 在他经过一号录音棚的时候 发现门没关门 而且屋内好像还有光 一号录音棚 是整个城海音乐条件最差的房间 里面的乐器不全 设备不够先进 而且 麦克风的收音效果也一般 平日里 基本上只有公司刚签约的小网红 才回来这里录两首歌 李耀还以为是公司 哪个上镜的小网红 通宵录了一晚上的节目 可当他推开门之后才发现 所有的灯都开着 电脑桌面泛着幽光 李耀嘟囔了一句 哪个没规矩的小网红 走的时候 不知道把设备都关上 可紧接着 他就被桌面上的 晴天文件夹震慑住了 应该不会吧 怎么可能已经写完了呢 难不成昨晚上 用这个房间的人是林峰 他的手已经不受控制的 点开了这个文件夹 怎么还需要密码 他突然想到 林峰给他发的消息后面 带着几个奇怪的字符 O3O1 李耀最初以为 这是什么言文字 表情符号 现在想来 难不成是这个文件夹的密码 在想到这个可能性之后 李耀觉得自己手都在抖 他颤颤巍巍的输入了密码 文件夹竟然真的打开了 他看着整整一列 录制好的各种音频 人都呆住了 小谷 钢琴 萨克斯 每一种乐器 他都标了出来 甚至有的乐器 在整首歌中 只需要出现三秒钟 但林峰 还是认真地标注出 他的名称 甚至有很多人 在听完这首歌之后 可能连这个乐器 出现过都不知道 但林峰却绝对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可能也正是因为 林峰的严谨和专注 才让这首歌一鸣惊人吧 此时的李耀叶 不顾及自己的老板 是不是在熟睡中 马上拨通了孙贾旭的电话 孙贾旭不耐烦地说道 李耀 你最好给我一个 光明正大的理由 不然你 林峰激动地说道 孙总 林峰已经把歌写好了 甚至连后期 他都自己做好了 孙贾旭和李耀的反应一样 就直接一个礼遇打挺 从床上弹了起来 你没骗我吧 半个小时之后 两个人坐在办公室 反复听着林峰的曲子 闭着眼睛感叹道 好听 好听 我迫不及待 想看到这首歌 流入市场的样子了 孙贾旭和李耀两人 竟然为了林峰的勧发 研究了整整三个小时 而此时的林峰 却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他的任务算是暂时完成了 可他没想到的是 他从办公室离开 回到公寓的这段路 竟然被一个人 一直密切跟踪着 这个人正是曾辉义 在他变成过街老鼠之后 他甚至不敢出现在众人面前 之前他每次参加活动 总是一群人围着他 想和他拍照 或者是要他的签名 现在的曾辉义 甚至害怕在街上 听到自己的名字 因为伴随而来的 就是各种谩骂 他将一切的过错 都归结于林峰 所以他一路跟踪 就是为了知道 林峰住在哪 在他亲眼看见 林峰进入了C栋楼之后 他压低了冒言 回到车里 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人我已经发给你了 他最近的活动路线 就是从城海音乐 到北湾家院 你自己看着办 一定要做得干净一点 我给你那么多钱 你可千万不能把我供出来 对方阴狠地说道 你放心吧 我做事相当干净 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他一路跟踪林峰这件事 却被另外一个出租车的司机看到了 螳螂捕缠 黄雀在后 他悄悄地拍下了曾辉义的照片 匿名发给了城海音乐 你们一定要小心曾辉义 我总觉得 他跟踪林峰似乎不安好心 但城海音乐的官方邮箱 每天要接受上百条邮件 所以他的告诫邮件 就像所有投稿邮件一样 石沉大海了 男人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当前他没办法联系上任何人 他只能在路边私等 等着林峰出现 或者是城海音乐的人出现 但他想等的人没等到 倒是等来了几个踩点的小混混 几个人从一辆黑色的商务车上走下来 最前面有一个中介 带着他们去小区里参观 司机敏锐地察觉到 这些人似乎不对劲 趁机多拍了几张照片 他马上想到了 现在互联网的影响力 看着手机上的照片 心生一记 他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 曾辉义要对林峰动手 而是采用了一种爆料的方式 爆料给了一个很有热度的大V 我今天看见了曾辉义 他好像是跟着林峰去了他们小区 他离开不一会儿 我就看到有几个人摇摇晃晃地下了车 我觉得可能是我想多了 但是还是要提醒林峰注意安全 好家伙 这番话说出来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把前后联系到一起 网友们又开始在网上激情开脉 他妈的 我就知道曾辉义这孙子 是不会死心的 城海音乐死哪去了 你们公司的艺人安全 你不考虑吗 我想警告曾辉义 现在都已经21世纪了 如果想威胁人身安全的话 这是违法行为 请你自己掂量着办 原本沉寂了两天的曾辉义 还以为自己能全身而退 可没想到全暴露了 紧接着 就有一个人实名举报曾辉义 很抱歉 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 我叫何瑞 曾经是一名音乐系的学生 主修编曲 我在大四的时候 报名参加了一档 由曾辉义策划的原创音乐节目 百人百声 最后止步海选 但曾辉义的工作室 却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说我后期可以以工作人员的方式进行创作 他们会根据我的情况 替我发行作品 但我在这期间创作的作品 最后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出现了曾辉义后续的四张专辑里 以下是我的证据 下面附赠了几个视频 何瑞创建歌曲文件的时间 以及他创作的歌曲旋律 对比曾辉义专辑里的片段 只能说一模一样 我人为言轻 你们看我的微博就知道我 我从两年前开始就在微博发声 但一直没人关注我 但我知道 像他这种人品恶劣的人 总有露出狐狸尾巴的一天 大家根据他微博 过去两年发的内容 断定出他是真正的受害者 曾辉义这个畜生 他怎么连大学生的作品都剽窃啊 等等 换个角度想想 这不是曾辉义变相承认自己 连一个大学生都不如吗 曾辉义太垃圾了 他怎么还好意思活着呀 事关剽窃 这件事虽然不至于锒铛入狱 但等于把他过去的荣誉全部抹掉 相关部门更是直接发了一篇通稿 抵制有抄袭前科的不良创作者 拒绝以任何形式重新付出 已经发现根据情节 是否严重制定相应的赔款金额 此为通道一出 网上一片叫好 这种人就该彻底封杀 真是大快人心 相关部门做得棒 这次也不能轻易放过他 这可是明晃晃的反面教材啊 林峰一叫起来 发现大变天了 身为舆论悬窝里的人 他竟然什么都不知道的 睡了一整天 当他睡醒了 曾辉义又再次被请到橘子里喝茶了 他隐隐有些兴奋 打开了音乐APP的主页 在动态一栏里发了一条 阴霾总会散去 期待着下一个晴天 林峰没有微博账号 但他这条消息 很快被人搬运到了微博主页几分钟的时间 就冲上了热搜第一 网友们看了林峰这句话 总觉得他是在感慨自己的不容易 有些心疼的留言 抱抱林峰 怎么刚出道就碰到了这种烂事 林峰加油 我们期待你的新歌 你永远是站在光里的英雄 我怎么觉得 他是在趁机卖惨呢 有一些人浑水摸鱼的嘲讽林峰 马上被一群粉丝过来反冲一波 你这个人内心阴暗 看什么都阴暗 他都这么惨了 还用卖吗 林峰现在代言什么 我买什么 你看他热度这么高 接什么代言了吗 粉丝维护得有理有据 让那群黑粉也哑口无言了 还有一群人在求林峰的微博号 在得到林峰的允许后 李耀替林峰开了一个账号 但林峰提议 微博内容他想自己更新 所以 微博开通之后 在林峰什么都没发的情况下 竟然直接涨了五百多万的粉丝 这对于一个新人来讲 是从来没出现过的成绩 林峰当天晚上 发了第一条微博 明天会是晴天吗 连配图都没有的一句话 直接引起各大博主的关注 纷纷转发 配上各种图片 无形之中给他们做了一波宣传 林峰给李耀打了电话 我想明天发歌 就上午十点吧 李耀激动地说道 没问题 李耀跟在孙甲旭身边很多年了 见识过各种各样的艺人 但像林峰这样 随便一句话 就能直接冲上热搜榜的人 绝对少见 他身上应该是有什么爆火的器语 他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林峰的时间 他的每一天都是摇钱树 第二天十点整 林峰的微博空降了一首 晴天 没有配文 只有一个光秃秃的链接 就连封面都是林峰随手拍的路边花丛 简直毫无艺术性可言 是那种 爷爷奶奶发到朋友圈 你都不想点开的程度 可当大家点开这首歌以后 突然后悔自己 为什么有排斥的想法 受这首歌的影响 他们甚至觉得林峰拍摄的封面 都带着一股自由的味道 是春天专属的洒脱感 每一朵新兴赏容的笑话 都代表着蓬勃的生命力 我的妈爷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我已经睡不着觉了 一直在姨母笑 脑海里都是各种甜蜜的往事 天啊 我想和我男朋友出去旅游了 我就要用这首歌做一个Vlog 林峰是我的神 音乐圈不能没有林峰啊 林峰的粉丝让大家大开眼界 着实领略到了粉丝吹彩虹屁的本领 而且 这首歌 《晴天》和《孤勇者》的影响力 还在持续上涨 晴天 更是直接蝉联了当天的新歌榜 热歌榜 原创榜 最火视频榜 精选榜等等榜单的第一名 和第一名咬得最紧的 竟然是林峰的《孤勇者》 很多音乐制作人 点评了林峰的这两首歌 一个仅凭着两首歌就名声大噪的人 究竟还有多少宝藏 等待着我们的挖掘 他的这两首歌 一首唱出了《威震八方》的气魄 让人不容小觑的力量感 像是一朵荆棘玫瑰 而《晴天》的曲风恰好相反 这是专属于情人之间的甜蜜与浪漫 仿佛混杂着空气一起诉说爱你 他将这两种风格都驾驭得相当好 在听到这两种不同的风格作品之后 网上有更多人开始好奇 林峰的下一个作品会是什么类型的 会不会是rap 还是摇滚 虽然有点违和感 但我觉得 放在林峰身上 好像也不奇怪 一时间 林峰直接造就了 甚至电视台的记者都想采访林峰 他们主动联系了李耀 询问能否让林峰参加一个公益晚会 他们希望林峰作为和普通群众最有共鸣的人 能在晚会上演唱一首《孤勇者》 给那些困境里的人带去希望 李耀夜询问了林峰的意思 林峰当即答应了 公益活动很有意义 我参加 可万万没想到 在详细谈论合同细节的时候 和林峰联系的工作人员 竟然说希望林峰和一个小鲜肉一起合唱 工作人员还阵阵有词地说道 我们这档节目的流量和投入特别大 有很多最近有热度的演员 我们一定要借用他们的流量来传播一下我们的节目 你现在虽然有一定热度 但和他们相比 还是相差甚远 对方似乎想了很多说词来说服林峰 但林峰眉头簇一 他掷地有声地说道 我想 你们是本末倒置了 是演员表演得好 才会提升传播效果 甚至这个舞台会成为经典 而不是用流量带动热度 这是不长久的 随后林峰看了一眼身边的李耀 下次也别找我了 这是摆明了指桑骂怀啊 李耀依旧是笑盈盈的样子 他像一个合适佬一样 斡旋在林峰和晚会工作人员中间 工作人员被林峰气得半死 直接在会议室破口大骂 不就是写了两首歌爆火的破网红骂 还真以为我们节目离了他就不行了吗 我们这可是卫视直播 曝光率超乎你们的想象 真是香巴佬没见过世面 还和我讲道理 他算老几啊 李耀的嘴角降下一点 马上要趋近直线了 李耀一直以来都是态度谦和的代表 不管对方名气大小 李耀都以微笑示人 他现在这种表情 其实是发火的前奏 这可是林峰啊 他们公司所有人都看好的苗子 就是你不喜欢 你也不能如此诋毁 把他努力调整那新的节奏 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一向尊重艺人的个人意愿 而且 李耀停顿了一下 工作人员盯着他看 李耀继续说道 而且我觉得林峰说的没错 你们确实是本末倒置了 工作人员没想到自己接连受气 他的脸仗的通红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 还敢对我指手画脚 李耀没听他说了什么 而是直接推开门离开 同时 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一定要给林峰颁回一局 一生要强的李耀 绝对不能让自己居于下风 林峰的热度毕竟很高 这段时间来找林峰谈合作的也不少 但其中有一个项目 是帮助视障人群筹集上款的公益活动 活动内容 就是让一人体验一下视障人群的日常生活 最后在公益活动上简单展示一下才艺 希望能筹集到一些资金 因为是公益活动 主办方本身就没钱 邀请函基本上就是广撒网 一般来参加活动的都是那些热度不高 但希望给自己树立一个热心公益形象的小护咖 李耀也是在众多合作方案中 一眼就看到了这个 他马上联系林峰 说道 这个节目 你要不要参加 咱们就用最简单的舞台 营造出无与伦比的效果 让那个晚会的导演知道 是实力营造流量 而不是流量充当实力 林峰简单看了一眼合同 说道 好 他和李耀的出发点不太一样 他是真心觉得 这些视障人群需要社会的资助 公益活动的负责人 在接到李耀的电话后 下意识地以为是骗子 怎么可能是城海音乐的人 林峰现在的热度那么高 怎么会屈尊参加我们的活动 可在沟通之后 他们才了解到林峰的想法 活动就在明天 甚至连彩排的时间都没有 负责人担心地说道 我们没邀请过这么有热度的歌手 是不是应该提前彩排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把林峰的剧本也写好 李耀却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用 我们不搞虚假人设那一套 林峰完全配合你们的节目流程 之前是什么样 这次还是什么样 更不用为了迁就林峰搞什么形式主义 或许是李耀的表情难得有几分严肃 和他对接的负责人被李耀的气场 压得完全不敢说话 只能疯狂地点头 明白了 这可是国内头部音乐公司 他们怎么敢不从 时间太紧了 林峰收到公益活动的流程图时 已经是半夜了 他匆匆看了一眼 只记住了节目 希望他能唱一首《孤勇者》 第二天一早 林峰就被李耀的电话吵醒 你起来了吗 我现在去接你 需要给你简单做个造型 服装什么的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林峰直接一句话 把李耀噎了回去 我是去体验活动的 不是去做秀的 刻意化妆有什么意义 李耀愣住了 对啊 不是他和公益活动的负责人说 他们不搞虚假的人设吗 可自己现在让林峰做造型 不就是为了给他拍照 然后发到网上进行精修宣传吗 这似乎也违背了他的初衷 第十四章 后悔没蹭到林峰的热度了 李耀突然想明白了 说道 抱歉 是我欠考虑了 造型什么的就算了 一切随你自己好了 林峰没有刻意的搭配 或者是有意卖惨 他只是在自己一两无一的衣柜里 挑了两件最体面的衣服 虽然看起来朴素到 他才像是需要救助的人 和李耀的那辆麦巴赫 看起来格格不入 可林峰出众的气质 却让他在人群里一骑绝尘 他下车之后 看见工艺项目的工作人员 战战兢兢的站在大门口 看见他下来之后 点头哈腰的说道 林峰先生您好 我是慧康慈善的策划 彭彭 林峰语气温和 丝毫没有明星架子 你好 叫我林峰就好 彭彭和林峰说道 对不起林峰先生 我们还邀请了两位嘉宾 他们可能还要等一会儿才来 林峰有些困惑的说道 规定好的时间不是十点钟吗 现在差两分就十点了 他们不提前过来准备吗 彭彭有些尴尬的 看着远处的长焦短炮 压低声音说道 林峰先生 这件事实在是对不起 我们没告诉他们 您今天也过来 他的话间接地说明 这些人是故意耍大牌迟到的 看来是真的觉得 自己的腕很大 瞧不上这种免费的公益活动 还指望着粉丝 给自己宣传一个 热心公益的人设 李奥在一旁 不耐烦地看了一下表 同时 那些原本在拍自己艺人的战姐 在看到林峰出场后 纷纷不淡定了 大家虽然都有自己喜欢的艺人 但林峰这种国民喜爱度 这么高的歌手 谁又能不欣赏呢 是林峰吗 他怎么也来参加活动 我的妈爷 我这是蹲到了 林峰发布新歌之后的 首次露面吗 那我得多拍几张 林峰的气质 怎么这么出众啊 这么帅的人 我之前竟然没发现 我这是演瞎了吧 这些战姐的工作效率快到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林峰出现在 惠康慈善演出的事情 就传遍了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 那两个原本故意拖延时间的节目嘉宾 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吓得急忙说道 快加速 快点 不能让林峰等我妈 可等所有人的都到齐的时间 还是十五分钟之后了 其中一个嘉宾笑呵呵的和林峰打招呼 林峰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嘉宾还以为林峰没看见 可下一秒 林峰却静止走过他 和他身后的一个拄着忙张的孩子 打招呼 语气温柔 脸上还带着笑容 和面对自己时 那副冷若冰霜的样子截然相反 嘉宾悔不及当初 怎么自己就玩起了那么一会呢 要不然 这会儿自己是不是已经和林峰套上近乎了 原本彭彭还以为 李要说的那句林峰配合度很高 是句玩笑话 他都已经想好了 要是节目冷场 他就做几个夸张的动作 让嘉宾大笑两声糊弄过去 可没想到 林峰竟然主动询问他们 关于视障人群的相关问题 忙到上面的不同图形 是有不同的意思吗 目前视障人群使用的仪器设备 还充足吗 视障群体如何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让彭彭展示了 他们慈善基金会的专业 他条理清晰地给林峰解释每一条 同时也说出了 视障人群现在面对的一些社会情况 林峰点头说道 我尝试着从一楼走到教室吧 大家千万别提醒我 也别在我周围 影响我的注意力 之后 彭彭给林峰戴上了一个眼罩 林峰手里拿着拐杖 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忙到前进 但正常人的感知系统 并没有视障人群那么灵敏 甚至有时候 忙到和普通的路面探索起来 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 林峰膝盖撞到花坛上一次 上台阶的时候 甚至还从台阶上摔了下来 但林峰自始至终都没摘掉眼罩 看着林峰身上的白色短袖 已经变得脏兮兮的 就连蓬蓬都忍不住担心到 林峰没接触过盲人的事件 他这样已经很好了 让他停下吧 反正这里也没有相机 没必要这么较真 李耀眼神专注地看着林峰 嘴角向上说道 没办法 他要是听我的话 那就不是林峰了 随他去吧 他说到的事就一定能做到 就连那两个小演员都愣住了 他们俩小声地探讨 现在都这么内卷了吗 一个曝光度不高的公益活动而已啊 他至于这么拼命吗 搞得咱们俩格格不入 他身边的男人尴尬地说道 对啊 要不咱俩也试试 在林峰已经走了一半之后 其余两位嘉宾纠结了半天 还是决定一起尝试 可他们俩在接连摔了两个跟头之后 经纪人就第一时间跑上来说道 行了行了 摔坏了怎么办 我们家艺人的这双腿 可是跳舞用的 原本彭彭已经对他们艺人再忍了 直到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再也忍不住了 崩溃地冲他们大喊道 你们家艺人的腿就至关重要 那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曾经能看到这个世界的人 在失明之后会陷入怎样的处境 你们当着他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 不觉得有些残忍吗 就连李耀都没想到 那个看起来就有些怯懦的彭彭 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那两位艺人的经纪人 当然不把他放在眼里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还说 他的话还没说完 李耀大跨步地走了过来 依旧是那副笑影的样子 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说 都是在娱乐圈混的 谁不知道 李耀是程海音乐总经理的助理 经常出现在孙中身边的人 地位和能力自然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 这会儿他主动站出来 替彭彭说话 他们衡量了一下 还是决定放彭彭一马 但还是气冲冲地说道 今天看在李特柱的面子上 我不和你计较 但我们家艺人我必须临走 之后 也不管活动正进行到高潮环节 那两个迟到的嘉宾 又光明正大的退出工艺活动了 那些蹲守在外面的战姐 看着自家艺人的车 一牵一后地离开 有些费解地说道 难道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林峰也走了吗 其中一个战姐的摄像机 能隐隐约约拍到 林峰在楼梯上缓慢行动的身影 他说道 没有啊 我看到林峰了 就在那 难不成名气最高的林峰留下来 咱们家的小胡咖走了 我靠 要真是这样的话 我可就要骂人了呀 小胡咖有没有脑子啊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 最后得出了一个统一的结论 来都来了 拍几张林峰的照片再走吧 结果这几个战姐 纷纷忘记了自己的目的 开始狂拍林峰 林峰没想到 那些看起来没有任何难度的楼梯 在他的世界变成一片漆黑一厚 每一步走的都要小心翼翼 他用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才走到目的地 他摘下眼罩 大汗淋漓地说道 我这次终于知道了视障人群的难处 林峰语气真挚 他诚恳的眼神 让彭彭觉得鼻头一酸 他邀请过很多的艺人来参加节目 大家大多数都是走个行事 找几个摄像机全程跟拍 之后把自己剪辑成一副 真情实感的大善人模样 发到网上 接受大家的赞美 彭彭之前也受不了慈善 成为他人营销的工具 可事实又不得不让他接受这种现象 当某个错误的事情成为主流的时候 他只能放弃自己坚持的理念 直到今天林峰的出现 才让他意识到 原来真的有人是想切身体 会视障人士的生活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帮助到他们 他像是一个好久没吃到糖的小朋友 林峰这个举动竟然让他十分感激 之后 林峰又和视障人士 一起体验了包饺子和学习盲文的活动 在所有环节都结束之后 林峰说道 我是个唱歌的 目前甚至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歌手 但我想用我的歌 给你们送去一点力量 彭彭目瞪口呆 在内心付菲 就你还不算歌手 那整个娱乐圈 没有一个合格的歌手了 你这也太谦虚了吧 虽然他心里嘀咕了几句 但还是带着林峰 去了他们平时活动的教室 时间紧张 甚至连户外表演的台子都没准备 教室里只有五排椅子 活动中心的视障人群 一个拉着一个的手 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李耀和那些工作人员 只能在周围站成一圈 李耀从包里拿出一个像素 并不算太高的相机 打开摄像模式 放在了身后架子上 对准了讲台的位置 甚至林峰都没有一个像样的麦克风 工艺活动的设备极其有限 甚至音响都是连接蓝牙的 摆在活动式的两侧 林峰轻唱了一句 试了一下音准 效果还不错 彭彭尴尬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林峰 我们目前的水平只能提供这些了 我们的钱都投入到 市场人群的生活保障上了 下次我一定拉赞助 林峰打断了他的话 你拉来的赞助也别用在我身上 用在他们身上 彭彭起初还以为林峰的举动 都是演出来的 可现在才意识到 他是真的出于本心 都怪自己思想太瞎碍了 林峰拿着麦克风 走到了讲台上 说道 我本人并没有急功近利的想法 我只想尽我所能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参加公益 并非是为了炒作 而是真的想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林峰看向了 摆在最后方的相机 他说道 我之后会在我的微博里 放一条捐款链接 募捐发起人是彭彭先生 大家捐赠的所有善款 我都不经手 希望大家可以伸出援手 这首《孤勇者》 送给每一个永不言弃的人 送给每一个渺小 但又不服输的我 彭彭听了林峰的话 眼含热泪 他努力转过头 用转身的动作 伪装自己擦眼泪的动作 他低着头走到电脑前 直接在音乐app里 搜索了这首歌的伴奏 音乐在这个廉价的印象里 播放出来 效果着实算不上好 不过林峰却不在意这些 他用手指敲打着节拍 都是勇敢的 你额头的伤口 你的不同 你犯的错 人只有不完美 不算英雄 林峰沉浸在自己刚刚体验过的环境里 在他唱着首歌的时候 脑海中浮现的 都是那些视障人士的生活 有多么不容易 所以 他的歌声带着娓娓道来的故事感 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 突然 人群中似乎有人哭了 是小声的唾弃 紧接着 林峰又继续唱道 爱你孤身走暗象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之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林峰唱到这句话的时候 一滴眼泪划过眼角 歌词是歌词 心静是心静 在这个不算大的空间里 林峰的声音温柔又充满力量 给所有人的心中都注入了希望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一曲完毕 林峰的眼泪将睫毛打湿 他说道 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也能收获自己的爱情 我还有一首 晴天还没有在节目现场正式表演过 今天想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都能找到自己珍惜的人 就算是错过 也要当做自己成长路上的美好回忆 彭彭的首级铃声就是这首歌 他在找伴奏的时候 甚至手都在颤抖 他更是没忍住的 拿手记录了全程的视频 刮风这天 我试过握着你手 但偏偏雨渐渐 大到我看你不见 还要多久 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放情的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林峰这首歌 把彭彭唱得是气体横流 自己过去的美好和幸福 仿佛还历历在目 可现在的生活 却让自己不得不放下那段过往 他把自己的感情压抑得太久了 在听到林峰这首歌之后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哭得比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伤感 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 林峰唱完这首歌之后 天空中竟然真的出现了彩虹 快看 是彩虹 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 一群人寻声望去 纷纷看向了窗外 没想到竟然真的出现了彩虹 怎么会有彩虹呢 是不是预示着 我的感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楼下的大爷 正在给花坛里的花浇水 突然看到一群人 从窗户上探出头来向自己看 他还一脸震惊 这是在干啥 这个画面很快就传到了网上 林峰在参加公益活动的时候 唱了晴天 现场还出现了彩虹 我觉得林峰是有些玄学在身上的 他怎么每次出现都会有惊喜啊 林峰今天有活动 我怎么不知道啊 等等 林峰参加的这个活动 我怎么好像知道 迪安的行程里 是不是也有这个公益 但是怎么没看见迪安呢 迪安就是之前被经纪人带走的小胡咖 这会儿正在车里后悔呢 多好的热度啊 自己当初要是留下 肯定能蹭一波热度 此时他的经纪人也后悔万分 但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在自家艺人面前丢了脸面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我告诉你 别以为跟着他参加了整期节目 对你有什么好处 人家现在是实力歌手 他唱了一首当红的歌 你呢 你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吗 小胡咖虽然心里有些不舒服 但没办法 毕竟经纪人说的也在里 只能低着头 开始愤愤不平 为什么我没有代表座呢 他有些不可置信的问道 堂哥 这个叫林峰的 真的没有代表吗 这两首歌的风格差距太大了 怎么可能都是他写的 唐轩是迪安的经纪人 他名气比较大 同时带了三个艺人 迪安算是他手里面名气最高的 所以他对迪安算是比较用心这会儿 他直言不讳的 和迪安说了自己的猜想 据说在林峰和曾辉一PK的那天 有人看到程海音乐的人去了录制现场 这件事代表了什么 不用我多说了吧 其实 这段时间 关于曾辉一那些黑料的来源 大家多多少少都能猜到 肯定和程海音乐脱不了干系 而且 在曾辉一满身黑料的时候 程海音乐毅然决然地签约了林峰 这件事 只要稍加揣摩 就能得出答案 关键是 理要这种地位的人 竟然给林峰一个新人当经纪人 放在谁眼里 都觉得林峰和他们关系匪浅 可殊不知 是程海音乐 紧紧拽着林峰不松手 谁都不愿意 让自己手里 这棵摇钱树离开 但不明真相的其他人 只能根据他们的想法进行猜测 觉得林峰的这两首歌 想必都是程海音乐的找的枪手 但还是在娱乐圈混了几年的老人 听到这种俗套的故事情节后 翻了个白眼 真是有手段啊 现在要是没点手段 都不敢在圈里混了 什么时候 我也能随随便便 就让大声给我携手爆款歌呀 迪安把这颗烫手山芋 又扔回了唐轩手里 唐轩装作没听见 在一旁装傻充了 那个最初邀请林峰参加的公益晚会 也在如期举行 因为没邀请到林峰 自然也没得到 孤勇者的版权 那个原本定下来 和林峰一起搭档的演员 只能和另外两个艺人 来了一个大拼盘 几个人一起演唱了一首 关于歌颂明天的歌 而且 这几个艺人并没有经受过 专业的歌唱训练 平时都忙着拍戏 连练习一首歌的时间都没有 对他们来讲 好在有后期修音 在彩排的时候 就已经在后台录制好了 尽管唱得宛如车祸现场 但在百万吊音师的手底下 这都是小意思 他们甚至连歌词都不用背 因为节目现场 会有LED灯板提示歌词 他们只需要跟着节奏 对对口行就行了 晚会办得平平无奇 整场晚会下来 甚至没有能让人眼前一亮的节目 意料之内的俗套 所有的歌 都是在弘扬一些善良和正义 就连穿插其中的小品 也是今年网络上的热门笑点 大传烧 大家在电视上看晚会的时候 会听到观众的笑声 实际上 都是后期配上去的 因为现场没有几个人在笑 根本笑不出来 一场形式主义晚会 搞来一些毫无看点的节目 就为了宣传公益 这不比节目本身好笑 但看得出来 晚会策划们已经很努力了 毕竟花了这么多钱举办的节目 绝对不能就这么平淡的就过去了 他们开始疯狂的买热搜 买水军 从秦淮买到了浮化道 从唱功买到了舞美 他们这期晚会也有一个主推的节目 是一首初心不改 这是一首二十几年前的老歌 和林峰的《孤勇者》 意思相差不多 工作人员在林峰这儿吃了别以后 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这首歌上 就是为了向林峰和陈海音乐证明 他们电视台的实力 绝对要远远超过林峰那首破歌 可没想到 他们宣传了一晚上的节目单 却被林峰一首随便演唱的《孤勇者》打败了 那首《晴天》更是锦上添花 一举让林峰称霸了热搜的前舞 林峰的演唱惊艳到我了 这就是实力歌手的自信吗 林峰把《孤勇者》送给视障人群 林峰唱《晴天》出现彩虹 路人视角的林峰太优秀了 下面还有几个和林峰相关的词条 在众多林峰的词条中 穿插着几手工艺晚会强行买的词条 甚至有些人点进去之后 发现评论的全是水军 甚至话术都是一样的 节目好喜欢 我就喜欢这样的帅哥 太精彩了 哥给我听得泪流满面 小品笑得我满地着牙 就是这种假的 不能再假的水军 被不少人吐槽 节目组这么有钱 就不能请两个活人水军吗 倒是和林峰有关的词条里 随便点开一条博文 都是上百字的内心感慨 不管是《晴天》也好 还是《孤勇者》也好 这两首歌都有自己的受众 而对应的受众 又都能在这首歌里 找到和自己共鸣的点 不愧是林峰啊 就这种两百多块钱的音响 都能唱出这种千万级别舞台的效果 太强了 我的天啊 林峰就是移动的CD机吧 这也太帅了 同样是公益活动 我还是更关注会康慈善 彭彭先生 麻烦快点把链接甩出来 当初那个把林峰拒之门外的工作人员 此刻脸绿的比青台还难看 他的上级领导起初就看到了你邀林峰的项目 这会儿在办公室 肠子都快毁清了 他对着那个和林峰对接的工作人员破口大骂 你长不长脑子 林峰现在的热度这么高 你就顺着他说 你他妈是智障嘛 这种事还用我手把手的教你吗 你个废物 这点事都干不好 你还能干点什么 男人低着头 他也很无语啊 从来没想过林峰会有爆红体质啊 第十五章 护咔战姐脱粉 直接变成林峰粉丝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林峰参加活动的视频就被人发到了网上 视频各个角度都有 看起来像是现场的工作人员 随手录制的小视频 有一个粉丝 把所有的视频都汇总到一个视频里 大家纷纷感慨到 林峰参加这个活动 竟然真的没带摄像组啊 又有人找到了迪安战姐发的照片 不对劲啊 你们看迪安战姐的照片 迪安今天早上参加活动了呀 怎么后面人就没了呢 所有人一窝蜂地冲过去 询问现场的情况 你们是怎么拍的照片 不是说不让陌生人进门吗 迪安后来去哪了 林峰是不是耍大牌 欺负我们迪安 我就知道 像林峰这种靠着黑幕上位的人 肯定会欺负我们迪安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越来越多 几分钟后 战姐终于上线了 她上线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头像换成黑色 粉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一旦这个人脱粉或者是退圈 都会把头像换成黑色的 大家看到战姐的头像后 直接慌了 我靠 姐 这是什么情况 你别吓我 怎么了 是不是迪安出事了 迪安的战姐 直接发了一篇长文 字述很多 她表述得很委婉 但还是有课代表 直接总结了她的内容 一 耍大牌的人是迪安 她瞧不上节目 故意迟到 二 迪安只是想借着公益营销 她并不是真心想为市场人群着想 三 全场最认真 最敬业的人是林峰 四 林峰全程没带跟拍人员 自己有没有相机 我就不知道了 五 我去拍摄 是因为我提前接到了迪安工作人员 传过来的相关消息 六 我脱粉迪安了 因为我更欣赏林峰的品格 七 送给大家几段视频 第一段视频 是林峰蒙着眼睛 模拟盲人走路的内容 画面相对清晰 但毕竟离得太远了 他们听不到声音 但画面里 林峰一次又一次的摔跤 可把他们心疼坏了 我的天啊 她的膝盖肯掉破了 滚了三节楼梯啊 说实话 我觉得现在的小鲜肉 都没有林峰这么惊艳 似乎只有林峰 是真的从市场人事的角度出发 另外两个人 不提也罢 而且 这可是迪安湛姐发出来的视频啊 足以说明了 林峰这个人的品质有多好 紧接着 迪安的湛姐又发了第二个视频 是林峰唱 孤勇者的视频 还是之前的画质 算不上清晰 但却让人看得格外安宁 仿佛外面的纷纷扰扰 都与屋内的世界格格不入 他们就像是在这乱世里 开辟出的桃花源 所有人在自己的一方世界里 对未来充满憧憬 虽然网友们并没有听到声音 但这种兴奋的心情 在这个视频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台相机 相机 这是相机 李耀娜肯定有高清视频 大家快去私聊李耀 此刻的李耀正开着车 和林峰说着 这次工艺演出的想法 林峰的表情有些伤感 很遗憾 我身为一个普通人真的太幸运了 我能看到这个世界 也能逃避我不想看到的那些 但他们却没有选择 只能听着周围人说 这个世界有多好看 最后轻飘飘地抛出一句 可惜你看不到 李耀也沉默了 是啊 那些曾经有幸见过 光明的人才是最痛苦的 他这辈子都会活在遗憾里 靠着自己的认知进行想象 幻想智能手机是什么样子的 幻想新买的衣服是什么图案的 幻想那些抽象的艺术又是怎样的 林峰叹了口气 我希望今天能有人多卷些钱 给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吧 李耀看着林峰认真的模样 说道 放心吧 我回去就叫人把视频发出来 林峰没有看社交网络的习惯 殊不知 这会儿他的微博已经炸了 林峰林峰 快把视频交出来 你也太帅了 怎么随便唱唱都这么好听啊 捐款链接在哪呢 我要捐款 谁都别拦着我捐款 李耀的微博底下更新鲜 李耀 别逼我求你把林峰的视频放出来 李耀哥哥 我们家林峰多亏了你照顾了 你还是把视频发出来吧 他们回到公司之后 好几十个人走到大门口迎接他们 孙贾旭更是笑得 眼睛都快看不见了 林峰 你真是好样的 他又转头和李耀说道 李耀 快去把视频整理一下 咱们直接发到网上 李耀被几个人簇拥着 往办公室走去 在他人的科普下才知道 他还什么都没操作 林峰自己就报了 孙贾旭有些兴奋地对林峰说道 林峰啊 你的做辞水平太高了 而且 你现在的热度也居高不下 那咱们不如趁热打铁 把综艺的宣传视频拍一下 这两天就发出去 你看如何 林峰说道 深海乐歌 什么时候录制第一期 孙贾旭说道 四天后 四天后 自己就要个国内一线的制作人 歌手见面了 希望这档节目 真和王永宁说的一样 是一档权威的综艺吧 宣传视频如期拍摄 一开始 造型师给林峰的定位 是低调但有风格的歌手 给他准备的衣服 也是相对有个性的 但直接被李耀否了 李耀说道 衣服不行 给林峰选那种最简单的 白衬衫牛仔裤就行 造型师毕竟从事这个行业 至少五年了 他有些担心地说道 其他人都是想办法 在服装配饰上下功夫 就是为了让大家眼前一亮 林峰这个太普通了吧 李耀却似笑非笑地说道 吃惯了大鱼大肉 就是要让他们吃一口 小青菜节节腻 你放心 林峰就算穿白衬衫 照样意气绝尘 一开始造型师 还抱着适时的态度看看 可给林峰打扮完之后 突然觉得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就算是站在上百人的人群里 也能让你一眼锁定 造型师有些惊叹 感觉他的气质好像变了 但具体又说不出来 第十六章 影帝转行唱歌了 李耀倒是见多识广 给造型师科普道 你知道什么叫红气养人吗 造型师激动地说道 我倒是知道 但那些都有一定过程的 像林峰这种 在短时间内 就能脱胎换骨的人 还真是第一次见 李耀就喜欢他这副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有些骄傲地说道 没办法 他天生就是吃晚饭的 李耀心里倒是清楚 其实像林峰这种人 如果你真想压制他的才华 那就像之前一样 不给他任何机会 参加综艺节目 那就在海选里 就把他淘汰掉 让他唱歌 那就不要把他唱歌的歌 放到网上 因为他太独特了 独特到让人看了一眼 就很难忘记 造型师越看林峰的造型 越喜欢 他说道 你坐下 我给你扫一个淡妆 你不适合浓妆艳抹 但这种灯光的舞台 一点妆都不化 也不适合 林峰点了点头 专业的事 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这是他一贯的行为准则 对于舞台的掌控方面 还是造型师的经验更丰富 此时 节目的工作人员 来给林峰核对今天的行程 林峰 今天上午先拍摄一组宣传海报 您再录制一小段宣传视频 我们这边还想剪辑一个您的日常 就是准备创作 或者是练习乐器的视频 您看您方便吗 他这边刚说完 挂在腰上的对讲机突然响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出来 梁月杰到了 出去三个人迎接一下 梁月杰 之前给林峰他们的名单 并不是完整的 有些人目前还没完全确定 可以说 最后的成品名单 和最初的拟定名单 肯定是有差别的 但听到梁月杰的名字 李耀和林峰倒是同时愣了一下 不是说 这个人的人品有什么问题 而是 影帝怎么还来参加这档节目 给林峰化妆的造型师 看出了他们的困惑 解释道 你们还不知道吗 影帝之前是歌手 什么 李耀经验多 马上联想到他之前看到的某个采访 想起了这件事 倒是林峰 他平日不关注这些事 他听歌的风格也比较杂 平日里火的不火的 国内的国外的都听了不少 有些经典老歌 他倒是反复听了上百遍 但对于影帝之前 竟然是歌手这件事 他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之前倒是看了他不少的电影 这个人的演技真是一绝 配得上他影帝的名号 一提起这些八卦 化妆师就来了兴致 他兴致勃勃地给他们科普 影帝之前是创作型歌手 他写过两首歌 投了很多家音乐制作公司 都被拒了 但十几年前嘛 大家关注的歌手 好像就那两个 最后是一家小的音乐公司 给他出品了这首歌 但反响平平 说吧 造型师拿出了手机 我给你们找一下 你们听听 其实我觉得挺好听的 造型师的手机里传出了一首 林峰第一次听的音乐 其实能听出来 这首歌里有很多元素 并不是现在流行的 为什么说 有些歌一听就能听出来 是十年前的 是因为在某个时代 会有一些特定的流行旋律 但是像梁岳杰这首歌 里面既有当时的元素 又有现在盛行的元素 这就足以说明 他在音乐创作方面的超前性 只可惜 声不逢时 在那个年代 可能只认准主流的方向 像他们这种追求自我个性的人 生存起来相对比较困难 所以 梁岳杰才会选择转型吧 化妆师编 化妆编感慨道 其实这么多年 梁岳杰都没出歌 感觉转战影视行业之后 他就彻底放弃了之前的音乐创作 其实有点可惜 林峰问道 那他为什么会来参加这档节目 化妆师摇摇头 我也不太了解 其实林峰很想和梁岳杰探讨一下 他的想法 只是自己目前的身份太低位了 估计连和他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可突然 有人敲了两下门 李奥还以为是 其他的工作人员 来叫林峰去拍摄现场 下意识地说了句 请进 可没想到 进来的却是梁岳杰 化妆师惊呼一声 哇 是梁岳杰 手里的化妆刷 直接从手中脱落 还在林峰眼疾手快给捡了回来 房间里的两个工作人员 毕恭毕敬地 对梁岳杰鞠躬说道 梁老师 梁岳杰的目光 从进门开始 就一直锁定在林峰身上 此刻 他笑着对林峰说道 林峰 久仰大名 林峰的眉毛 因为过于震惊 不由自主地挑了一下 他恭敬地伸出了手 冲梁岳杰说道 惶恐惶恐 梁老师您好 我是新人歌手林峰 林峰的眼神真诚 并没有因为梁岳杰的夸奖 而心存窃喜 梁岳杰在娱乐圈 拍了十几年的戏了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但他对林峰的第一印象很好 不管是这份 不争不抢的造型也好 还是他那副淡薄名利的样子也好 在林峰身上 你能看到与世无争 又能看到实力 他问了一句 你的妆化完了吗 一旁的化妆师 结结巴巴地说道 化 化完了 梁岳杰又询问了一句工作人员 林峰还有多久拍摄 工作人员原本熟记于新的时间表 在被梁岳杰询问的一瞬间 大脑一片空白 他马上开始翻看手上行程单 说道 十五分钟之后 拍摄第一组照片 梁岳杰身上的气势很强 虽然他年纪不大 还不到四十岁 但他给人的压迫感 不亚于一个老牌艺术家 梁岳杰客气地说道 那你们能先出去一下吗 我有点是 想和林峰单独聊聊 拍摄的时候再来吧 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让人本能地想 服从李耀看了一眼梁岳杰 两人之前因为工作原因 也经常见面 但算不上熟悉 只是表面上看起来 还算是熟络 李耀热络地拍了一下 梁岳杰的肩膀 我的人就交给你了 但你别欺负他 俩人开玩笑地嬉笑了两句 第十七章 背影帝邀请唱宣传曲 这个梁岳杰找林峰 又有什么事呢 李耀站在保护 自家一人的角度 不停地揣摩着梁岳杰的目的 此时林峰也很猛啊 他和梁岳杰第一次见面 刚在背后点评了他的歌 下一秒就见到本人了 很难不怀疑 他是不是故意要找自己的茶 不过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梁岳杰反客为主地坐在椅子上 指着另外一把椅子 对林峰说道 坐吧 林峰一直盯着他看 梁岳杰觉得林峰警惕又紧张的样子 有点好笑 他说道 你第一次听过我的歌呀 林峰停顿了一下 他在想 自己究竟是实话实说呢 还是为了人情世故 故意说几句好听的话呢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如实说 是的 我之前甚至不知道您是歌手 但曲风我很意外 梁岳杰的后背 原本是紧紧贴在椅背上的 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突然向前倾斜了几分 来了兴致的问道 怎么个意外法 林峰没说话 他又在纠结了 梁岳杰却语气温和 笑着说道 没关系 我不会用身份对你做什么 咱们就简单聊聊 我也想知道 其他人对我音乐最客观的看法 既然梁岳杰已经这么说了 那林峰就没必要再 和他藏着掖着了 他说道 很遗憾 这首歌有些声不逢时 如果是十年前您唱这首歌 效果远不止当初的那样 如果是五年前唱这首歌 甚至可能成为当时的热曲 梁岳杰听到林峰的评价之后 先是有些震惊 随后是困惑 他将信将疑地问道 你确定你说的是真话吗 林峰点了点头 我没必要骗你 其实我看得出来 你是个在音乐创作方面 很有个性的人 所以你使用了很多元素 鼓风 戏腔 其实这些都是最近几年 才活起来的 往长远一点说 你可以说是唱这类风格的 先驱者了 梁岳杰听的眼睛里泛着光 看来终于遇到一个懂我的人了 林峰继续说道 但还有一点 你的音乐受到了 当初流行旋律的影响 加入了很多当时 很流行的奸奏风格 就导致那个时代过去了 有些歌拿出来再听 就觉得老了 梁岳杰看着林峰 只觉得相见恨晚 他不仅仅点评出了 自己的所有感想 就连那些不好的地方 都指正出来了 梁岳杰知道 这个人是真真正正的眼里 只有音乐 并没有受到关系的裹挟 梁岳杰很欣赏林峰的坦荡 林峰突然抬起头 目光真诚地说道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梁岳杰点点头 问吧 林峰说道 你已经这么多年不唱歌了 为什么选择参加这档节目 梁岳杰反问了一句 你觉得会是什么原因 林峰说道 每个人的出发点和契机都不一样 我没办法用我现在的 见闻和心境 去揣夺你的想法 好家伙 梁岳杰觉得 林峰真是天生吃着晚饭的 这种客气的话 从他嘴里面说出来 让人感觉不到任何的不尊重 搭配上他诚挚的目光 你会觉得 他的每一句话 都是发自肺腑的 梁岳杰叹了口气说道 我最近有一部电影定档了 就在下周 目前我们已经写了一首宣传曲的词曲 想找一个演唱者 这也是我来这档节目的目的 一方面能给自己的电影做个宣传 另外一方面 我想自己选一个最贴合这首主题曲的人 他看着林峰在暗示着什么 林峰说道 节目里确实有很多优秀的歌手 您可以慢慢选择 有需要的也可以随时叫我 梁岳杰 我白铺垫这么半天了 他咳嗽了一声 你最近还有其他活动安排吗 林峰想了一下 应该是没有了 目前只参加了这一档节目 梁岳杰询问道 那你有没有时间给我的电影唱宣传曲 林峰 回答梁岳杰的是漫长的沉默 时间长到 连梁岳杰的脸都觉得挂不住了 他堂堂一个影帝 去主动和一个新人邀约 结果对方不回答是几个意思 林峰的第一反应是 节目组还有这种整股游戏吗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监控 瞬间明白了 原来节目组说的花絮 已经开始了 他尴尬地说道 梁老师 我就一心人 实力平平 我没有自信能唱好这首歌 而且我这个人唱歌有一点 如果是新歌 我只唱自己创作的 梁岳杰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拒绝了 这可不行 他马上说道 林峰 你不唱 别人已经写好词的是吧 那你能不能给我的电影 直接写一首宣传曲 我会给你看影片 就按照你的想法写 林峰瞪大眼睛 震惊地说道 梁老师 你玩真的 你确定吗 我 我现在也没有信心啊 林峰都被吓傻了 就算是节目组的剧本 这玩得也太大了 他算是梁岳杰的忠实粉丝 确实知道他去年拍了一部电影 估计就是今年上映 但节目组直接拿这个来整股他 林峰要是顺口答应了怎么办 还能真让他唱不成 林峰小声地和梁岳杰说道 梁影殿 我知道你演技好 这个整股游戏就到此为止吧 你要是再演 我真不知道后面怎么收场了 这下轮到梁岳杰愣住了 他困惑地问道 你在说什么 林峰笑着说道 梁影殿 你还演得挺认真 我都知道了 这就是节目组的整股 别演了 梁岳杰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林峰一直把自己的话 当成整股游戏了 真是不知道 节目组怎么和林峰说的 梁岳杰竟然有点想笑 自己真情实感 和他说了这么半天 被人家当成玩笑了 他无奈地说道 林峰 我没骗你 节目组根本没有整股游戏 我和你说的是真的 我们的电影需要一个宣传曲 我希望你来唱这首歌 啊 竟然来真的 林峰这下彻底愣住了 第十八章 天上真的掉馅饼了 不会吧 这么大的馅饼 真的掉在自己身上了 他不可置信地 偷描了梁岳杰好几眼 梁岳杰终于在他的脸上 如愿看到了自己期待的表情 他悠哉悠哉地说道 我没和你开玩笑 这个电影 我也是制作人之一 在宣传方面 我有发言权 而且我认为 你和我们这部电影的适配度很高 无论是声音条件 还是你现在的热度 林峰倒是对自己的唱作水平 没有什么顾虑 只是他怕自己现在的热度 很有可能是双刃剑 万一到时候 正是因为热度 给这部电影 造成逆向宣传就不好了 突然 那个好几天没说话的系统 又冒了出来 新任务 和梁岳杰达成合作 奖励歌曲 浮夸 随后 系统人性化地 播了十秒钟的高潮片段 林峰当即起身 掷地有声地说道 我同意 我双手双脚赞同 他这个突如其来的反应 把梁岳杰吓了一跳 他还在困惑 这么快就同意了 果然是自己的人格魅力足够大 他笑着说道 好 我们的片子已经审出来了 你今天拍摄结束之后 还有其他行程吗 要不我带你去工作室看看成片 林峰激动地说道 那太好了 我还是和我经纪人说一声 此时的李奥正百无聊赖地 在门口看手机 看着林峰的热搜词条 其中步伐有一些黑粉 致力于在各个不同的话题下 给林峰抹黑 不过这些都翻不起什么风浪 根本不用介意 林峰突然开门 冲他招了招手 李奥走过去 有些担心地问道 梁岳杰是不是和你说什么了 他有没有利用身份搞事情 如果给自己介绍资源 算是搞事情的话 林峰倒是愿意他多搞几次事情 他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进去再聊 关上门口 梁岳杰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李奥 我和你说一声 刚当我正式邀请林峰 为我马上播出的电影 唱宣传曲了 李奥原本还在内心酝酿措辞 想着 如果梁岳杰真的对林峰不利 他要第一时间反击回去结果 等到的却是天上掉来的大馅饼 这一下把李奥也砸猛了 他和林峰刚刚的反应如出一辙 他不可置信地问道 想唱这首宣传曲的人 应该能从这排到地下停车场了吧 您为什么让林峰唱这首歌 单纯是因为他热度高吗 如果是这样 我可能不太理解 李奥身为一个经验相当丰富的人 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深思熟虑的 他不能因为现在林峰的热度足够高 就消耗他的热度 这样也不利于林峰以后的发展 梁岳杰的态度多了几分认真 我喜欢林峰的态度 无论是对待音乐 还是对待这份职业 他不会因为我是影帝 就对我卑躬屈膝 而是直言不会地说出我音乐的问题 这份真诚在现在的娱乐圈环境下 是少见的 他说的这些 李奥倒是可以接受 梁岳杰继续说道 而且 如果他唱宣传曲 和我们这部电影的适配度极高 会产生一加一 二的效果 李奥点了点头 有道理 他问道 你的条件是什么 梁岳杰摇摇头 调侃着说道 没有条件 娱乐圈可没有不谈条件的友谊 李奥拿出了谈判的架势 按理来说 这件事对林峰一个新人来讲 简直是受宠若惊 但我们林峰现在的热度也不低 我也和你谈一个条件 林峰始终有这首歌的演唱权 你觉得如何 林峰目前为止 算是正式出道不到半个月 已经发行了两首歌 但远远不够他开演唱会 所以 他必须保证 林峰在演唱会中 能唱的歌不在少数 梁岳杰稍加思索 说道 没问题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林峰的拍摄很顺利 倒是给两个摄影师搞得很紧张 毕竟影帝梁岳杰在一旁监工啊 娱乐圈是一个等级秩序 很严明的职业群体 永远都是名其大的 为名其大的服务 像梁岳杰这样的影帝 摄影师都是国内的顶尖人物 出席活动的采访 也是国内一流的主持人提问 但是给林峰拍照的摄影师 就是随便请来的 毕竟是一个新人 随便拍拍就行 可没想到 梁岳杰竟然陪着林峰拍了整场 他虽然一句话都没说 但气势压倒了一切 摄影师甚至每拍一组照片 都会下意识看一下梁岳杰的表情 生怕梁岳杰皱一下眉头 就这样 他顶着高压力 拍完了这组照片 一旁拍摄花絮的工作人员 也拍摄得差不多了 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了 正当摄影师觉得自己 终于能松一口气的时候 梁岳杰突然起身 大跨步地走到幕布前 说道 给我们俩拍一张合影 就这样 摄影师马上又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给他们拍了几张合影 拍摄结束之后 梁岳杰带着林峰等人 去了地下停车场 一直到彻底听不见 他们说话的声音 拍摄房间才活络了起来 所有人的反应的都是 林峰什么时候 和影帝这么熟悉了 那个最初 给林峰化妆的化妆师 神秘兮兮兮地说道 而且 他们在今天上午之前 都还不认识 则则则 我竟然不知道 是林峰的社交太有本事 还是梁颖帝就喜欢这口 他的话 换来了一群人的唏嘘声 话可不能乱说 想不想在这个圈里混了 所有人都警惕地看着周围 其实好多人都是临时活动 才聚到一起的 人多口杂 谁都不知道 他们今天随口说说的话 明天又会有多少人知道 大家瞬间静若寒蝉 继续忙手上的工作 梁岳杰邀请林峰坐他的车 他给林峰讲一讲 这个电影创作的背景 李耀开着车 跟在他们身后 他让公司的法务部 拟定了一份合同出来 毕竟 这可是在娱乐圈 任何事都要黑纸白字写的 明明白白才好 第十九章 下一首爆款 浮夸 预定 梁岳杰是个电影疯子 每当他讲起戏来 滔滔不绝 这个电影主要是讲一个 可悲的小人物 他从小就有音乐梦 但他家境清寒 所以他在学校的时候 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 虽然名次不错 但因为不会出关系 还是被淘汰了 又因为没钱 从高中辍学 和高中同校的学姐交往 又因为他陆陆无为了三年多 最后分手 写了无数歌 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拒绝 后来遇到了他的伯乐 把他捧成了一线巨星 但因为他自卑和胆怯 再加上过去做过的事 被大肆放大 还是负面新闻缠身 从此一蹶不振 浑浑噩噩 虽然林峰还没来及地看这部电影 但他已经感觉到 这部电影的悲剧色彩 可悲的是 这部电影的前半段 竟然和自己的经历 迷一般的契合 不过看梁月杰的表情 应该是对此并不知情 林峰问道 能问一下 你是为什么选择 这个题材的电影吗 在爱情片和情怀片 电影的大环境里 这个电影的票房 可能不会太高 你应该更了记这个行情吧 梁月杰叹了口气 其实 这个和我自己的经历有点像 但人生就是由遗憾 和不圆满堆砌起来的 你得到了什么 就注定会失去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电影不一定让人看的时候 涂一乐 而是让他们在看完之后 回味无穷 林峰点了点头 他说道 听了你的讲述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 怎么创作了 梁月杰还是拿出了 之前词曲人写好的曲子 你可以先看看 这个是我们创作人 之前写的曲子 林峰只看了一眼 旋律就说道 这个曲子就是个垃圾 梁月杰微愣 这小子口气够狂的呀 连看都不看 就说别人的曲子垃圾 这可是他们项目组 从上到下 所有人都一致通过的曲子 他倒是有点好奇 林峰能写出 多么深刻的歌出来 上一首歌 从曲子到歌词 整整打磨了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但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 留给林峰的时间 屈指可数 现在 就连梁月杰都有点担心 自己会不会因为冲动犯了错 他说道 林峰 电影下周上映 留给你的时间 只有四天了 你能在四天之内 写出一首歌吗 梁月杰之前 也是搞音乐的 他知道 很多时候好的旋律和歌词 都是打磨出来的 林峰却信心满满地说道 不用 给我一天时间 一天 梁月杰简直以为是 自己听错了 一天时间能做什么呀 刷两遍电影就过去了 他现在甚至怀疑 林峰是不是徒有其表 那里是个绣花枕头了 但他保持着理智 带林峰去了他们审片的会议室 三个人并排坐在椅子上 屋内除了影片的声音以外 没有任何杂音 一遍电影 很快就看完了 梁月杰看向林峰 要不要再看一遍 还有一些细节 我可以给你讲讲 可林峰却起身说道 不用了 我已经想好了 这么快就想好了 骗人的吧 但他还是给林峰 带到了一间有乐器的创作室 你在里面创作 我们就在外面 有任何事情随时叫我 林峰走进了房间 把手放在钢琴上 直接弹奏出了这首歌的高潮 在他看这部电影的期间 浮夸的歌词 就一句一句地串联到了一起 他还像之前一样 闭着眼睛明色片刻 有开始在纸上 将脑海中的词曲 全部写下来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林峰推开了房间的门 梁月杰急忙上前问道 怎么了 是有什么困难吗 林峰却举起了两张纸 表情淡定地说道 我写完了 写完了 梁月杰仿佛被五雷轰顶 他震惊地说道 你确定只用了十五分钟 就写完了 林峰点了点头 梁月杰突然有一种 自己被耍的了感觉 十五分钟 能写出什么东西来 一股无名怒火 直接窜上了他的脑门 他强忍怒意 从林峰手里 接过了那两张纸 原本准备随便看两眼 再狠狠地教训他几下 可没想到 前奏就把他吸引住了 他跟着谱子上的旋律轻哼 甚至有些词他还能唱两句 越看越惊喜 越看越觉得这首歌绝对会爆 梁月杰已经压制不住 自己上扬的嘴角 兴奋地说道 好 他好了 这首歌 简直就是为主人公 量身打造的人物曲啊 他好奇地问道 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写出来的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林峰说道 其实在你和我讲这个电影的背景时 我已经有了大致的基调 我了解的越多 拼凑出来的骨架 就越全面在我看完电影后 基本上就已经想到了 他激动地说道 太好了 我现在就找乐手 咱们争取今天晚上就把曲子做出来 成品出来的越快越好 一旁的李耀已经知道 林峰要说什么了 他不动声色地找出林峰的行程表 在最近两天的行程上 做了标注 林峰最近两天要制作浮夸的音乐 果不其然 林峰说道 梁老师 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 但凡是我自己创作的歌 我也只喜欢自己做配乐 梁月杰 他不解地问道 我知道 有的人乐感很强 什么乐器都精通一些 但有些领域 还是让专业的人来做比较好 毕竟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旁的李耀拉走了 李耀问了一句 林峰的 晴天 你听了吗 梁月杰点了点头 听了 很好听 当下最热趣 李耀说道 这首歌的配乐 就是林峰自己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做的 梁月杰目瞪口呆 他自己用了一晚上 你没骗我吧 就是专业的乐手录奸奏配乐 也不止一个晚上 李耀耸了耸奸 所以 你觉得谁更专业呢 梁月杰顿时哑口无言 行 我不管了 全全交给你们了 我只等着听成品就好 第二十章 和灵魂共振的 浮夸 梁月杰虽然嘴上这样说说 但实际上 还是紧张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一旁的李耀 原本还眯着眼睛 准备睡一觉 但他听着房间里 传出来的断断续续的音乐声 还有梁月杰在走廊里 心急如焚的走路声 忍不住调侃道 梁老师 你知道 你现在的状态 特别像在产房门口 等待孩子出生的爸爸吗 梁月杰被调侃 非一旦没发怒 反而笑着说道 那还没创作成型的音乐 不就是我孩子吗 可能是过于无聊了 两个平日里都习惯打关枪的人 今天竟然坐在一起 开始聊了一些稀疏平常的话题 不过他们目前聊天的中心点 还是围绕着林峰 你说上次林峰的 晴天也是自己创作的 是真的吗 李耀耸了耸肩 和这次的情况如出一辙 他白天刚和我们说了 有创作灵感 第二天早上 就把做好的音频 文件放在电脑桌面上了 梁月杰震惊地说道 这是不是也太夸张了点了 李耀却笑着说 所以 你觉得 为什么我们程海音乐会 不遗余力地牵他 真是因为看到了 他身上的巨大价值 梁月杰有点惋惜地说道 可惜我和林峰认识的有点晚了 但凡认识的稍微早一点 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挖到我公司来 李耀直言不讳地说道 你们公司旗下都是演员 目前转行歌手的 也都业绩平平 梁月杰尴尬地笑了两声 不愧是同行 你还真的有研究啊 李耀笑着调侃道 梁颖帝这番参加 原创音乐节目 是为了 圆自己十几年前的梦 还是为了给公司转型试水啊 梁月杰发现了 李耀这个人 眼光和嘴都挺狠 看事情 也总能一眼看到 最关键的信息 他叹了口气说道 其实都有吧 现在哪个公司 不都是往全方面的路线发展 梁月杰看着录音室的方向 充满遗憾地说道 少了林峰 我觉得我错过了一个天大的宝贝 但这种事情 一旦错过了 那就是失去 林峰创作得很顺利 他中途出来两次 梁月杰都是第一个冲上来的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林峰说道 这个鼓棒的质感不太好 能不能给我换一个 梁月杰马上带林峰 去另外几间录音室 随便选 所有乐器就找你顺手地来 林峰也不多看 直奔鼓棒的位置 是了两个手感不错的 直接带到自己的录音室 录制到了凌晨四点左右 走廊里的两人昏昏欲睡 梁月杰保持着影帝的端庄 坚强地坐在椅子上 只不过下巴频繁向胸口发力 让人忍不住 怀疑他颈椎是不是还好 李要是骗老年人的作息 他熬不过去 就直接蜷缩着身份 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林峰把所有乐器合成到一起之后 还自己录制了一首完整的歌 当他做完这一切 依旧觉得精神抖擞 他不由得在心里感慨 这就是热爱的力量吧 他推开门 看到的就是 两个人不顾形象昏昏欲睡的样子 结果梁月杰的脖子 突然点头的幅度大了一些 他硬生生被脖子给痛醒了 他嘶 得抽着气 抬起头就看到 林峰正握着门把手 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梁月杰急忙起身 也不顾自己此刻两只眼皮 都快要粘在一起了 急匆匆地问道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林峰推开门 测了个身子说道 哥写完了 你去听听吗 李耀的雷达 在听到哥写完了几个字之后 直接竖了起来 他直接从沙发上起身 小跑着过来问道 写完了 原本昏昏欲睡的梁月杰 眼睛瞬间瞪得像同龄 写完了 两人同时冲进录音室 看着屏幕上的那个文件夹 工整又带着些许熟悉的味道 林峰说道 我还是像上次一样 不同的乐器 分别放在不同的工程文件里 没修音 我不喜欢严重修音后的声音 有些失真 梁月杰太过于紧张了 以至于他伸向鼠标的手 都出了一层薄汗 李耀倒是比他淡定一点 毕竟之前见过世面 他直接拔了耳机的插孔 让这首歌通过音响外放 有人问我 我就会讲 但无人来 我期待 倒无奈 这像是一小角色的内心独白 从最初的想和别人分享 到最后只能坦然接受 这个孤独的现实 简直和电影中的角色一模一样 梁月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脑海中甚至能出现对应的画面 主角一个人插着耳机 坐在学校篮球场的旁边 他好几次张开嘴响开口 可那些人 却三两成群从他身边结伴过 像他这种 能领悟到人物处境的演员 此刻眼眶都已经湿润了 让人窒息的孤独感 林峰的声音 仿佛是从黑暗的森林里穿过 无助 倔强 委屈又坚强 慢慢地唱到了这首歌的高潮 像突然的高歌 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 折最闪的山 半十分感慨 有人来拍照 要记住插带 你当我是浮夸吧 夸张指引我很怕 四木头 四石头的话 得到注意吗 听完这段 两个人的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 太震撼了 是一种音乐和灵魂的共产感 就好像有的人听到的只是一首歌 但有的人却从歌里听到的 是一个人的一声 梁月杰甚至两只手捂着脸 无声地流着泪 这首歌唤醒了他的太多的感触 他泪眼婆娑地拥抱着林峰 林峰 谢谢你唱出了我的故事 太感谢了 谢谢你让我们更多人和这首歌产生了共鸣 林峰感受到了他的真诚 这不是演出来的 而是发自内心的 林峰说道 其实这首歌最后可以加两句独白 我觉得没人比你更合适 梁颖帝迷茫地看着林峰 等待着他的下文 林峰说道 这段话 我希望你可以念出来放到这首歌里 会让他的整体更完美 梁月杰连忙摆手 不行不行 这怎么可以呢 大家听歌都是听连贯性的旋律 我不合适 第21章 林峰 你才像娱乐圈的前辈吧 林峰却说道 不一定非要放在歌里 这首宣传曲不是要有MV吗 放在那个里面 我保证 传播的效果会更好 林峰似笑非笑地说道 甚至到时候 会有人 专程求加了你台词的这个版本 梁月杰有些忐忑不安 毕竟 我已经不做这一行很多年了 我担心 当一个人突然走出自己舒适圈 难免害怕自己行差踏错 尤其是像梁月杰这种影帝人物 他们的一举一动更是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林峰没有对他打感情牌和鼓励牌 而是站在整体效果的角度 和梁月杰分析不同的效果 确实把梁月杰打动了 他狐疑地说道 那我就试试 在入戏方面 梁月杰是专业的 林峰只和他说了 这句台词需要的情绪 梁月杰低头酝酿了几秒钟的时间 当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 眼神痛苦 仿佛灵魂被撕了一般的痛苦 你就当我是浮夸吧 夸张 是因为我很害怕 你 能注意得到吗 梁月杰说完这句台词 他目空着远方 仿佛在看着一个 和他挥手告别的人 林峰讲这段音频 在耳机里播放了两次 忙不迭地给梁月杰鼓掌 梁老师的台词 不愧是能当表演课剧本的程度 这不是公文 而是林峰的真心话 梁月杰的这句台词 放在这首歌里 无疑是锦上添花 两个版本各有歌得好 林峰和梁月杰说道 我觉得这两个版本都很好 但又有不同的故事感 有台词的那首歌 先用在宣传的MV里 这首歌的风格 就像是一个 孤独人的内心独白 那个没有台词的版本 就是普通的悲伤吟唱 梁月杰没想到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林峰 竟然能给自己 带来这么大的勇气 让他选择踏出这样一步 他笑着说道 好 林峰 咱们以后就是铁哥们了 你要是有任何情况 一定要找我 我一定竭尽所能地帮你 林峰笑着说道 放心吧 梁老师 您名声这么大 我还指望你 给我介绍资源吗 两人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都清楚 他们的关系 纯粹到不需要利益的掺杂 只是单纯地对人品的欣赏 梁月杰迫不及待地说道 林峰 我还想和你再商量一下 宣发的方案 你现在还有时间吗 林峰看了一眼李药 这个老年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梁月杰倒是正处于兴奋状态 完全没有困意 林峰点了点头说道 好 有时间 梁月杰一个电话 把宣传总监 从被窝里叫了出来 对方匆匆忙忙的 连头发都没来得及吹 拉里拉遢的就过来了 三个人面对面 宣传总监听了这首歌之后的第一反应 我觉得 咱们的票房 起码能多五百万 梁月杰知道 宣传总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他今天敢拍着胸脯说这句话 就说明 他是有信心的 梁月杰一高兴 说道 那要是真的达到了你说的这个数 我给你百分之一的奖金 两人都询问林峰 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林峰询问了一句 这首歌确定是四天之后发布吗 宣传总监犹豫了一下 我现在觉得 可以明后天就发布 因为宣传的目的是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看我们的电影 我觉得 浮夸 这首歌越早宣传出去 就对我们的电影越有利 倒是李耀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他打了的哈欠 在一旁补充道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 你们有没有想过 割火电影量了这种情况 三个人同时愣了一下 李耀说道 这种事情 之前也不少发生 不是有一句传言吗 烂片出神曲 你们要考虑 这首歌的火爆 会不会给电影造成负担 李耀的话 让三个人同时陷入了沉思 最后打破僵局的人 竟然是林峰 林峰说道 那就循序渐进地宣传 几个人同时看向他 什么意思 林峰说道 梁老师 你今天先发一个微博 搞一个噱头 让大家开始进行猜测 放前奏的曲谱出来 进行发酵 明天 放出片段MV 其中就用梁老师配音的那段台词 等到后天 直接放MV 三个人听了林峰的话之后 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怎么觉得 林峰才像那个在娱乐圈 待了很久的人呢 这种舆论套路 他怎么做到手到擒来的 该说不说 这倒是当前最保险的决定了 梁月杰吱吱吱了半天 最后说出一句 林峰 你要不来我们公司好了 我给你股份 一旁的宣传总监投点的 像倒算一样 却被李耀冲过来制止 停 我们家林峰耳根子软 听不得你们说这种话 李耀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这都已经早上八点了 我们也要回去睡觉了 后天就正式录制节目了 梁老师 你有时间 还是抽空练练自己的嗓子吧 别多念不唱 直接上来就一轮游了 梁月杰笑着说道 不劳您操心 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宝刀未老 林峰打了的哈欠 刚准备离开 就被梁月杰拉住 等会儿 咱们拍两张照片 我一会儿准备宣发了 梁月杰不愧是 相当有镜头感的人 可以说 他的镜头里 没有一个浪费的画面 他让林峰坐在自己身后 故意露出最上面两排的曲谱 梁月杰的半张脸 出现在相框里 露出厚重的黑眼圈 照片中看不到林峰的脸 只能看到 他正在写字的手 和他手底下的谱子 梁月杰不愧是 最有热度的影帝 他现在虽然不怎么 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日常了 但他的每一个动态 都是几十万的回复 上百万的点赞 不出十分钟 这条微博直接登上了热搜 我的天 咱们梁老师 这是熬夜录歌了 我有生之年 还能听到梁老师唱歌吗 等等 他后面的这双手 我怎么觉得有点熟悉呢 第二十二章 给影帝唱宣传曲 谁蹭谁热度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 这双手好像是林峰的 林峰 你没看错吧 这是什么梦幻联动 影帝和星秀 是怎么认识的 我太兴奋了 他们俩是有合作吗 一时间 众说纷纭 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 林峰的微博 也被光临了无数次 他上一条微博 还是有关公益活动的话题 但丝毫不妨碍大家评论 林峰 你是要和梁影帝合作了吗 我的妈爷 风风的资源 还真是风风火火呀 我就知道 你早晚会火 出歌 给我出歌 一个月出一手 梁月杰看着 网上热闹的场面 笑着说道 这就对了吗 双向引流才是共赢 因为梁月杰的关系 林峰在短时间内 又涨了几十万的粉丝 但他本人此时并不知情 他还在车上厅里 要讲录制综艺的注意事项 你的条件 我已经和汪导演讲过了 他觉得没问题 但你在综艺里 可能会很难相处 林峰眯着眼睛说道 我无所谓 又不是去处关系的 李奥无奈地摇了摇头 像林峰这种 出于泥而不染的人 有时候真的觉得 他不适合娱乐圈 可仔细想想 娱乐圈这个大染缸 好像就缺这号人物 或许林峰真的是那个 能改变娱乐圈 一滩乱象的人呢 林峰在车上睡了一觉 醒来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 李奥把车子 停在路边多久了 熬了一晚上的李奥 也在前排睡着了 毕竟李奥的身体 也不年轻了 林峰亲手轻脚地 开了车门 可关车门的声音 还是把李奥吵醒了 李奥把头 从车窗里伸出来 叮嘱道 你这两天别乱走 不知道曾灰义那个温神 还有没有其他后手 人啊 有时候被逼到绝境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虽然他们没逼曾灰义 他的一切都是自找的 但他已经从云端跌落 承受不住 这样的冲击也很正常 林峰点了点头 冲李奥挥挥手 一路顺风 李奥开车回去的路上 突然接到了部下的电话 怎么了 海连打了两个 部下的声音有些着急 他是公司的宣发 最近被安排跟林峰的日常 他一个宣发人员 不仅联系不上林峰本人 甚至只能通过中间人李奥 来确定林峰的行程 这对他来讲 简直是无妄之灾 关键是 林峰这个经纪人李奥的牌面 比大部分公司的艺人都大 他这是何德何能 侍奉这两个祖宗啊 宣发人员邢小满 着急地说道 李特柱 大事不妙了 网友们现在纷纷猜测 两影帝电影的宣发区 是林峰演唱的 林峰本来就是处在 风口浪尖上 他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如果到时候 宣传曲的演唱另有其人 网友肯定会一窝蜂地说 林峰蹭热度 到时候 李奥的眉毛挑了一下 这么快就猜到了 这句话 直接把邢小满 准备了一肚子的话 给憋了回去 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难道 还 还真是林峰唱的 李奥打了个哈欠 嗯 昨天确定了 行小满手里的杯子 都掉到了地上 如果电话这边的人 不是老总的特主 他肯定要破口大骂了 这活是要人 还是要命啊 我一个负责维持 一人好感度的宣发人员 我每天处理那些 杂七杂八的黑词条 都要爆炸了 你们这边竟然 神不知鬼不觉地 和影帝签了个合同 你们考虑过 宣发的感受吗 不 你们没有 你们只顾着自己快乐了 行小满简直欲哭无泪 如果不是李奥答应 给他涨工资 这破工作他高低不干了 但此刻 他只能用微笑掩饰悲伤 咬牙切齿地问道 李特柱 这个突如其来的合同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或者是需要咱们 配合梁影帝那边宣发的 李奥又打了一个哈欠 相关文件我一会儿发给你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过感觉暂时 应该没有什么事 行小满嘴角堆满笑容 好的 有事情随时联系我 实际上 行小满内心想的事 你们现在倒是没事了 每次一出手 必定是一件大事 只不过 他现在还不敢直接 当着李奥的面说这句话 此时的林峰还不知道 自己的宣发人员 已经快要崩溃了 他还在高兴地和谭远说 兄弟 你猜我昨天见到谁了 谭远忙着写剧本 熬了一个通宵 这会儿 脸上挂着黑眼圈 忙着给自己煮泡面 他睡眼朦胧地说道 谁啊 林峰说道 梁月节 谭远低着头 用筷子搅拌着锅里的面 哦 梁月节啊 下一秒 谭远直接发出了鸡叫 他一蹦三尺高 兴奋地说道 你说谁 那个影帝梁月节吗 是他吗 确定不是我听错了吗 林峰笑着说道 对 就是他 我还唱了他电影的宣传曲 谭远强忍着 想要一探究竟的心思 说道 我就不追问了 但我已经比全网都先知道了这个消息 不会是我的好兄弟 这就是林峰最欣赏谭远的一点 他做事有分寸 有原则 他不会借用林峰现在的光环 来给自己谋求利益 尽管林峰在心里发誓 一定要让他成为国内一流的编剧 但他也从来没说出来过 林峰知道 以谭远的性格 他是绝对不会容忍 自己的事靠着兄弟才成名的 林峰笑着和他说道 你放心 根本给你要了前排的票 你可以近距离地看他了 谭远兴奋的眼睛都在放光 他说道 要是有一天 能让梁月杰拍我写的剧本 我死都值了 林峰却嘲讽地说道 瞧你那点出血 我告诉你 你不仅能用国内的一线演员 总有一天 你的剧本会走向国际 我的歌也会 就像他们年少轻狂时说的话一样 曾经的他们 在出租屋内 抢着一碗泡面 大言不惭地谈论着自己的理想 今天的他们 依旧坦荡地面对自己的理想 这是他们的骄傲 也是他们的勇气 第二十三章 我是林老师的一块砖 最近几天 林峰的睡眠时间都是黑白颠倒的 当他睡醒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了 刚好他的手机亮了一下 林峰看了一眼时间 上面是梁月杰给他发的信息 还是你的宣传方法有效 现在他们已经猜到 另外一个人可能是你了 隔了两个小时之后 晚上十点钟左右 梁月杰又发了一条微信 完了完了 藏不住了 你的粉丝连你一手是什么样的都知道 最后一条信息 就是刚刚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现在你的粉丝怀疑 我在压榨你 林峰笑着回复了一句 能被影帝压榨 就算是压成片也值了 他刚发了这句话 梁月杰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 通过电话就能听出 他现在的心情到底是有多兴奋 林峰 你肯定不懂我现在这种兴奋的心情 我上一次激动到整晚没有困意 还是我的作品得到了国际金奖的时候 时过境迁 我现在竟然开始因为一首歌兴奋了 林峰觉得有点想笑 他说道 你现在比你昨天晚上在走廊里还兴奋吗 林峰原本是一句调侃 可没想到梁月杰竟然认真的思考起这个问题来了 梁月杰说道 其实不太一样 昨天晚上是有很强的期待 但不知道你究竟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但今天不一样 我是已经知道了这首歌的水平 我迫不及待看他问世的模样了 俩人又闲聊了几句 林峰说道 对了梁老师 我有一好兄弟 他是你粉丝 你电影录演的时候 能给他留一张前排的电影票吗 梁月杰大手一挥 别说一张了 十张都行 林峰笑着说道 不用了 我没那么多朋友 这话却让梁月杰愣了一下 按理来讲 越是在不火的时候 朋友越多才对 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和朋友相处 也更容易交心 反倒是现在到了娱乐圈之后 大家都是以礼相待 不敢说一句真心话了 梁月杰越发心疼这个小伙子了 想必他之前应该 也遭受了不少冷眼旁观吧 俩人又聊了几句之后 才挂了电话 林峰倒是给自己 找了一部梁月杰的电影 电影里的他 和林峰见到的他 简直判若两人 怪不得说 演员就是塑造另一个人生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左右 梁月杰通知手下的宣发人员 用电影的官方账号 发布这首歌的片段MV 就是按照林峰的想法 用他说台词的那段 配的是浮夸的音乐 一开始 梁月杰难免有些忐忑 可不料 全网都炸了 我靠 咱梁哥的声音 都这么苏了美 我人傻了 这首歌的旋律太好听了 我都想刻进DNA里了 好听好听 梁哥的声音 和这首歌的适配 多为百分之百 我有预感 这首歌绝对是林峰制作的 内于不会有其他人 能写出这种风格的歌 现在的林峰 已经被寄予厚望到如此程度了 梁月杰笑着说道 太好了 我这两句不伦不类的话 总算是没毁了林峰这首歌 一旁的工作人员 和梁月杰比较熟悉 在一旁打趣道 梁哥 你是不知道你这句话 在网上被剪辑了多少次啊 所有人都说 你是本月的悲伤男友 男波万 梁月杰 真是听不出来 是在夸我 李耀早起看了一眼手机 和自己预期的差不多 早晚都能猜到林峰身上 他不意外 毕竟娱乐圈还有一部分人 最喜欢捕风捉影 随后去网上爆料 我和你们说 这首歌肯定是梁月杰 和林峰一起合作的 我亲眼看见 林峰上了梁月杰的车 他们俩关系很好 虽然不知道认识多久了 但梁颖帝这个人 对林峰的评价很高 越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就越是 让那些不明所以的人 迷惑林峰的背景 我靠 这个林峰 不会是傍上了 什么有身份的人吧 啊 我还真以为 林峰是少数靠 自身逆袭的代表呢 哎 娱乐圈嘛 我本就不该抱有什么希望的 各种各样的言论 把林峰的身世 搅和成了一滩浑水 李耀也觉得 有必要和林峰说明一下 可林峰只是冷冷地扫了一眼 嘴长在他们身上 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没必要浪费精力在他们身上 李耀想想觉得也是 更何况林峰的这些谣言 简直要离谱到家了 感觉解释才是浪费智商 到了第三天 也就是节目正式录制的第一天 也是梁月杰电影宣传MV发布的当天 梁月杰精挑细选了时间 安排MV在十点钟发布 还要求工作人员 at林峰和李耀 但李耀这边还不知道这边的计划 一大早 李耀就开着车去接了林峰 顺便还带上了邢小满 邢小满局促不安地冲林峰挥了挥手 林老师你好 林峰微微点头 叫我林峰就好 随后看向李耀 还有什么宣传工作 李耀说道 你还不知道吗 全封闭式的音乐创作模式 每一首歌要创作五天 这五天你们只能在这栋楼里行动 所以这是我给你安排的助手 有什么事让他做就行了 林峰狐疑地看着邢小满 你不是宣发人员吗 怎么成我助手了 邢小满看了李耀一眼 发现李耀并没有替他解释的意思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我就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办 你有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你的助手 你放假的时候 我就是宣发人员 都是为你服务吗 邢小满此刻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做脸上笑嘻嘻 心里MMP 林峰挑眉点点头 随你 随后 车厢内的空气瞬间变得尴尬 以至于邢小满觉得 他刚刚可能是放了两个 让他们都不想接茬的屁 正当他垂头丧气的时候 李耀突然说 对了林峰 梁颖帝说他的一个朋友 是个被厮守 也在这个节目里 可以介绍你们认识 第24章 节目现场所有人都提防林峰 林峰点了点头 梁月杰介绍的人 起码人品是有保障的 一旁的李耀调侃道 你怕是不知道 梁月杰和这个被厮守的渊源吧 林峰正拿着曲谱 随手写下自己想到的几个旋律 他敷衍地说道 难不成梁老师过去 还有个乐队梦 结交的还是被厮守 李耀激动地说道 你还真说对了 据说他们乐队的名字都想好了 但就在最后一步的时候 梁月杰被挖走去演戏了 林峰写字的动作愣了一下 虽然听起来有些离谱 但是放在梁月杰身上 去了地下停车场 刚打开车门 马上有工作人员迎了上来 对方善善地说道 李特助您好 请跟我走 今天是节目录制的第一天 此刻的停车场里 来来往往的车辆不在少数 其中步伐 有一人和林峰他们前后下车 这会儿听到工作人员的声音 都寻着声音望向这边 准确地说 是看着李耀身后的林峰 这段时间 林峰的热度一直高居不下 他可是响当当的大热一人 其他人难免有些好奇 李耀淡淡地扫视了一圈周围的人 和他们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只要是参加节目的人 就没有不知道程海音乐的 更没有不认识李耀的 大家都客气地和他打招呼 但在李耀和林峰消失在电梯里之后 大家又纷纷关上车窗 和自家经纪人吐槽 那个林峰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嘛 至于大家都大费周章地提防他嘛 没必要吧 有些经纪人是见过世面的 他自然知道林峰背后的关系网 他叮嘱自己家艺人 你是弹钢琴的 林峰最近的音乐你都听了吧 钢琴和他的适配度很高 你要争取和他一组 这个艺人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才不想和他一组呢 他林峰就算是暂时有名气 按照他的性格 早晚都会被娱乐圈淘汰 我还是换个有潜力的人吧 可经纪人却有自己的小九九 他说道 林峰现在的热度高 你虽然是同心出道 最后走了钢琴家的路子 但你最近两年 因为私生活的原因 没少被大家诟病 现在是正是你口碑 扳回一城的好机会 摆在眼前的翻身机会 你在等什么呢 白子集无奈地简直想翻白眼 但迫于形势 只能接受了经纪人的建议 好吧 实际上 有着这种心思的人不在少数 虽然导演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每个人都不会平白无故 参加这样一档大排云集的节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想着借这档节目 达成自己的目的 而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林峰 自然成了众多明星计划中的一部分 这毕竟是一档综艺节目 除去唱歌的舞台环节以外 制作组还准备记录这些创作者的日常 包括他们的宿舍生活 如何选宿舍 如何练习等等 等到了一楼的楼梯口 工作人员就会温馨提示 接下来就进入录像范围了 经纪人和小助理暂时不允许进去 你们可以去一旁的休息室稍作休息 等他们选完房间之后 你们可以聊天叮嘱一下 工作人员很敬业地 和他们介绍了林峰接下来几天要面临的情况 他指着行小满说道 这位是林峰的助理吗 我们是不允许助理入境的 包括你睡觉 我们也会给你提供一个房间 只不过经费有限 我们给助理准备的房间是双人间 李耀眉头微不可闻地猝了一下 随后点了点头 说道 我知道 你先去忙你的事吧 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 李耀对行小满说道 他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行小满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道 就是我没办法直接照顾林峰的起居了 李耀摇摇头 不 而是你要提防和你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人 行小满愣了一下 啊 李耀很耐心地和他解释 林峰现在火得太突然 已经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难免有人会想从林峰下手 而你 就是很好的切入点 行小满突然慌了 他没想到 自己现在竟然身负重任 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 那我要做什么啊 不对 那我不应该做什么啊 李耀说道 你能做的 就是装傻充愣 别人只要问你 和工作有关的事情 你就一概不提 不管其他人主动放了什么消息给你 你全倒没听见 更不能喝酒误事 你要记住 你是林峰身边的人 你要为他服务 只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 该有的奖励 都不会少了你的 很多时候 驱使打工人不断进步的 只有工资 行小满听到奖励二字 顿时眼睛放着光 他斗志昂扬地说道 你放心吧 等你离开之后 林峰有任何情况 我都第一时间通知你 林峰一个人拎着一个包 走进了电梯 他没有太多东西 更不用为了服装搭配苦恼 他的生活 只追求两个字 简单 他刚上楼 就看到翘首以盼的梁月杰 对方直接走过来 给了林峰一个拥抱 林峰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一旁一个曾经 和梁月杰搭过戏的演员 笑着说道 没想到梁老师和林峰 竟然这么熟悉啊 能让梁月杰主动迎接的人 本来就屈指可数 更何况 他还这么熟络地和林峰打招呼 这让屋内的那些艺人 更好奇林峰的身份了 大家可能是迫于梁月杰的关系 纷纷起身和林峰打招呼 你好林峰 我是GJ 你好林峰 我是林峰的表情 没有被大家重心捧月的受宠若惊 而是淡淡的的 和每一个打招呼的人回礼 GJ你好 我是林峰 他这副态度 反而有一种不好接触的距离感 仿佛在他面前 不管你是大腕 都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这种感觉让很多人觉得 林峰这个人不好接触 第25章 我只想自己一对 周一想和林峰多说几句话 但还没来得及张口 林峰就被梁月杰拦着腰带走了 梁月杰熟悉地和林峰说道 你还没选宿舍呢吧 要不你就和我一个房间吧 林峰倒是没什么意见 他说道 不打扰梁老师的话 那就咱们一间吧 梁月杰笑着说道 节目组搞什么回忆过往 宿舍都是四人一间 我们那个房间已经住了三个人 最后一个床铺 就是专程给你留的 林峰这会儿倒是有点意外 他的音调难得多了一丝不好意思 多谢梁老师照顾了 梁月杰带林峰去了他们的天子一号房 宿舍名字是他们自己取的 估计是梁月杰 还没从上一部戏里出戏的缘故 直接提笔写了这么个名字贴在了门上 推开门 其中一个人正在床上呼呼大睡 另外一个正在看书 看到有人来了 冲林峰点了点头 随后又继续看书 看起来有种不太好接触的感觉 周围人什么情绪 对林峰来说都和自己无关 就像他之前说的 他是来做音乐的 不是来出关系的 可梁月杰一脚踢在了床腿上 整张床晃了一下 床上的男人从睡梦中惊醒 怎么了 他打了个哈欠 迷迷糊糊地看着林峰 林峰把包放在地上 礼貌地说道 你们好 我是林峰 两人听到这个名字 同时抬起头 上下打量着这个 看起来气质疏离的男人 刚睡醒的男人突然一击灵 从床上蹦了下来 笑着走到林峰身边 主动说道 你好林峰 我叫焦海斌 我是个鼓手 林峰想了一下 这个名字自己见过 在自己公司精选的 乐器演奏者名单里 是个业内有名的人士 林峰说道 见到你很高兴 我们公司的其他歌手 有和你合作过 焦海斌憨憨地笑道 我之前是经常和程海合作 希望以后 咱们有机会 也能一起合作 那个坐在床上看书的 这会儿也放下了书 走到林峰身边 伸出手说道 林峰你好 我叫冯思 是一名被私手 冯思 这个名字林峰也有几分熟悉 但一时间 有点想不起来了 林峰说道 你好 以后有机会 可以一起合作 林峰打趣道 鼓手 被私手 梁老师 你是主唱吗 梁月杰就喜欢林峰这种 一点就透的聪明 他笑着说道 我是主唱间吉他手 焦海斌马上问林峰 林峰 你会什么乐器啊 林峰原本想说 所有乐器我都很擅长 但一想到 自己现在风头正盛 最好还是低调点 不能太张扬 他还是选择了一个 当下比较热门的乐器 钢琴 键盘 我都可以 梁月杰刚准备说话 林峰马上和他对视了一眼 轻微地摇了摇头 梁月杰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倒是冯思问了一句 你的那首 晴天 我看所有乐器的录制 都是你自己 他直勾勾地盯着林峰的眼睛 简直让林峰 觉得他可能学过心理学 但林峰丝毫不怯场 而是直接回答道 是专业乐器手指导完成的 冯思也没再多问 毕竟他潜意识里觉得 这个答案才最合理 焦海斌是个笑面 马上笑嘻嘻地迎上来问他 林峰 你想好和谁组队了吗 林峰却直言道 我自己一组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焦海斌马上解释道 林峰 你还不知道 咱们是歌手和乐手组合的 形式表现吗 这个表演会对两人乐器的配合 演唱形式 舞台反馈等等 综合方面进行打分 你自己一个人 别说舞台效果会怎么样 这根本就不符合节目规定吧 林峰却有条不紊地说道 我已经和汪导演谈好了 就自己一人一组 后期的话 再说吧 三个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觉得 林峰可能是走了一步险棋 冯思是个话不多的人 但他对林峰没有敌意 正是因为林峰是梁月杰介绍给他的 他才对林峰直言不讳的说道 你怕是来一轮游的 林峰笑了笑 没说话 他可不是来度假的 林峰有绝对的信心 能赢得冠军 只要比赛绝对公平 梁月杰在中间打哈哈说道 冯思的性格就这样 但他人不坏 他也是为你好 焦海斌在一旁急忙说道 对对对 我们仨之前 想着一起组乐队来着 还有两个朋友 但可惜 后来和另外两个人意见不合 就不花而散了 我们的乐队梦 也就流产了 不过好在这个节目中间 有一个组乐队的环节 所以我们想试试 怪不得梁月杰跨领域来参加这个节目 可能就是为了和自己曾经的好兄弟 一起圆一个乐队梦吧 但林峰还是问了一句 所以你们乐队解散 不是因为梁月杰被撬走去演戏 冯思阴阳怪气地说道 那时候 要是有人找他演戏还好了呢 他也不至于去片场跑龙套 还把手摔了 原来这中间还有这种故事 这还是林峰第一次知道 突然 房间的门被人敲了两声 梁月杰 节目要开始录制了 需要录制你们的单独采访 梁月杰说道 那咱们就一起去吧 几个人同时出了门 在其他人还忙着和新朋友社交的时候 这四个人已经自动形成了一个大气层 这条队伍看起来养眼 有极具风格 他们出门的一路上 收获了不少人的侧目和打招呼 梁老师 你们是已经选好自己的队友了吗 这个问题瞬间把其他人都吸引了 梁月杰突然卖了个关子 我还在考虑 毕竟我的水平 哈哈 我也什么信心啊 突然 有一个工作人员惊呼一声 我靠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工作人员 在满是一线艺人的片场口吐芬芳 这是一起严重的事故 所有的艺人都皱眉看向他 工作人员急忙捂着嘴 小声地说了一句 梁老师电影的宣传曲发布了 第26章 宣传曲竟然是林峰唱的 在座的这些艺人 起码有一半以上 都是梁月杰名义上的粉丝 听到工作人员这句话 也不顾自己 刚刚还一点嫌弃的表情 马上切换成好奇和恭维的模式 真的吗 工作人员快投放到大屏幕上 咱们一起听 其实有一部分人 是带着想看梁月杰出丑的心思 毕竟在场的每个人 都对音乐有自己的见解 他们甚至敢打赌 梁月杰的歌就算是再好听 也不可能让在场的30个人哑口无言 但那个刚刚惊呼一声的工作人员 却有下半句话还没来即的说 其实 这首歌是林峰唱的 哎 不过说不说都无所谓了 他们早晚是要听到的 梁月杰表情看起来有些激动 他小声的和林峰说道 没想到这么快就上线了 你猜猜大家的反应是怎样的 林峰表情淡定 我也有些好奇 工作人员马上在大屏幕上 调试出了这个宣传曲的MV 梁月杰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他坦坦荡荡的走到众人面前 说道 既然在座的都有一定影响力 那我就当着大家的面 给自己的电影做个宣传 北方故事 是我去年拍的电影 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电影院看看 我给大家送票 一群人以为 这是梁月杰觉得自己要翻车了 急忙给自己找不呢 毕竟所有人都是大忙人 没时间关注网上的传言 更不知道网友们 已经猜出歌手就是林峰了 大家下意识地以为 是某个圈内的艺人演唱的 大家笑着起哄道 当然会支持梁老师的电影了 但我们现在更想支持一下 这首宣传曲 林峰把所有人的表情 尽收眼底 他觉得娱乐圈的关系 真的很有意思 似乎大家都瞧不得 别人过得好 那就马上有一群人 变着法的去找他的不是 林峰看了一眼 他身后的冯思和焦海斌 这两个人倒是一脸兴奋 上次我看到谱子了 我当时就说 这首歌绝对会爆 一旁的冯思 又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上次看到谱子 不是半个月之前 你不知道他谱子已经换了 焦海斌一脸诧异 啊 什么时候换的 我怎么不知道 冯思看了一眼林峰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前两天 两个微博发的图片 我看了一眼 曲子变了 随后 冯思的视线慢慢下移 最后停在了林峰的手上 好像 真的是一个人吧 突然 一阵前奏响起 紧接着 MV上出现了电影的画面 旋律和画面相当契合 有一种娓娓到来的即视感 突然 第一句歌词响起 有人问我 我就会讲 但无人来 林峰的声音带着些许沙哑 让在场的好多人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我的妈呀 这首歌竟然是林峰唱的 怎么会是他 之前不是已经定下其他人吗 林峰的资源也太好了吧 他这时又攀上了梁月节 虽然这是明星参加的节目 但依旧有不少人窃窃私语 林峰充耳不闻 他全神贯注地投入面前这首音乐 一开始 好多人还抱着挑撕的心态 想着找找这首歌的歌词 还是节奏的衔接 有什么问题 可越往后听 就越忘了自己当初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大家 已经完全被这首歌的节奏带着走了 好多歌手的记忆力都惊人 他们在听了一遍高潮的旋律之后 当第二次高潮来临的时候 他们甚至已经能跟着屏幕上的字幕 一起唱了出来 你当我是浮夸吧 夸张指引我很怕 似木头似石头的话 得到注意吗 其实怕被忘记 这首歌的歌词算不上多出众 但很特别 能紧紧地抓住每一个人内心的脆弱 并且放大那份脆弱 和歌词的旋律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 一曲完毕 当梁月节的那句台词出来的一瞬间 不知道是哪个女歌手 突然啊 乐一声 他再次转头看向梁月节的时候 眼睛都在泛着光 这也太让人动心了吧 尤其是影帝就在自己面前 他们甚至已经能想象到 影帝刚刚对自己说这句话的表情了 随后 屏幕上出现了这首歌的歌名 浮夸 但让大家震惊的是 下面一串直撑 歌词创作 歌曲创作 钢琴演奏 吉他演奏 等等等等 所有项目后面的名字 只有一个人 林峰 有些人被惊得倒吸了一口气 真的是林峰自己完成的吗 这个林峰看起来普普通通 实力这么强的吗 有点意思了 我倒是有些期待他后面的表现了 现场的这些嘉宾 有一部分人是现场看戏的 尤其是像林峰这样光芒万丈的天才 他们更是想看看 他在这个众星云集的娱乐圈 究竟能不能混得长久 因为他们见证了太多的明日之星陨落 倒是对林峰这个突然杀出来的黑马 有些好奇了 还有好多人被音乐影响 沉迷这个MV的故事里 此刻有好几个人 泪眼婆娑的 转头看向了梁月杰 但此时的梁月杰 改变了发型和穿衣风格 他正坐在椅子上 喝着保温杯里的茶水 和画面里的男人 简直是判若两人 那些眼泪还没流完的人 下一秒硬生生收回了眼泪 真是判若两人 不愧是影帝啊 林峰看着大家的反应 和自己预料的一样 他现在倒是想看看 有谁能提出 有建设性的问题 他身后的娇海滨 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林峰 他小声地和身边的冯思说道 我靠 这小子实力太可怕了 怪不得能让梁德赞许有加 看来绝非反品啊 冯思的表情没像他这么夸张 他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低声嘟囔了一句 希望能给他带来好的影响吧 突然 一个剃了寸头的男人走了出来 看着林峰 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习惯窃取其他人的劳动成果 什么都能换成自己的名字 但实力不能 林峰挑了挑眉 这是来找自己决斗 第27章 获得freestyle技能 有点意思 他倒是还没和人 直接正面对决过呢 突然 脑海中的系统又跳了出来 说道 林峰现在有新任务 解决五个人提出的尖锐问题 即可获得freestyle技能 freestyle 这个技能的使用价值很高 尤其是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挑衅 他可以随时拿出东西来应对 林峰不假思索地说道 好 不就是解决几个挑刹的吗 这个太轻松了 林峰目不斜视地看着面前这个人 所以 你是觉得我现在的实力不行 我的歌词都是其他人写的 男人没说话 只是不屑地一笑 表情早已说明了一切 龙玉的火药味 在中间弥漫开来 周围的好多嘉宾 都一脸看戏的表情 看着他们俩 林峰没直接反驳他的话 而是说道 你Y3专辑的五首歌 风格迥异 你说此曲都是自己的 但你的那首 安妮贝贝里面高潮前的尖奏 和国外的一首 Well 是一样的 你能解释一下吗 男人突然被噎住了 周围人感觉他马上就要爆炸了 刺激 吵起来吵起来 林峰就像不懂什么是察言观色一样 继续说道 还有你的歌词 你说这首歌的歌词灵感来源你的生活 但你的生活 为什么和质保公众号的小作文这么相似 甚至在三句歌词内 出现了六个低评词汇 这该不会也是巧合吧 男人的脸顿时变得像蜡肠一样 甚至有人看热闹 不怕是大 还去网上搜了一下林峰说的这两个细节 他们在小范围内开始讨论 真的和林峰说的一样 关键是 他本人还关注了质保的账号 太尴尬了 林峰似乎把他过去的那些经历 全都撕开 赤裸裸地扔到群众面前 让大家的视线来鞭挞他 他咬牙切齿 恨不得找个地方把自己钻进去 就连那个最初有些瞧不上林峰的白子集 此刻也觉得 林峰似乎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好对付 而且 林峰本人透露出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让那些本身胆子就偏小的人更不敢靠近 男人恼羞成怒地指着林峰 你 你真是个小人 你以为你说这些有用吗 我告诉你 没有实力的人在音乐圈是混不下去的 林峰点了点头 表情诚恳地说道 这句话我也送你 男人的年纪已经快40了 确实是名气比较大的歌手 像这种歌手 国民认可度比较高 大家对他们的包容程度也比较高 就算是他们的歌词里真的有两句巧合 大家也会在潜意识里觉得 可能就是碰巧罢了 而且 他们借鉴的某些歌 是国外的小众歌曲 被所有人都熟知的几率也不大 所以 他们在原曲子的基础上稍作改变 就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自己的东西 实际上 只要借鉴了 就都是有痕迹的 甚至整首歌都会在原曲的影子之下 男人捂着心脏 他后退了两步 马上被工作人员接走了 好家伙 这个林峰还是个毒蛇 可白子吉还是死鸭子嘴硬 看不上林峰的性格 觉得他太装逼了 他直接说道 林峰 你真的会弹钢琴吗 我们都知道你的资料 你从小到大 可能就这个月 接触钢琴的机会多一些 你还大言不惭地说 这首曲子里的钢琴 是你自己弹的 你怎么好意思呢 林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指节修长 骨节漂亮 他说道 怎么 会弹琴 是什么系统设定好的吗 我就不配会弹琴吗 你是觉得 穷人只能一辈子搬砖吗 白子吉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少爷 他本意只是想嘲讽林峰两句 可没想到 林峰竟然歪曲了他的意思 他尴尬地说道 林峰 你故意断章取义 林峰没说话 只是走到了钢琴前 用手指试了一下钢琴的琴音 还不错 林峰没有坐在椅子上 而是站在钢琴前 他需要微微拱着身子 他把两只手放在琴键上 抬起头看向白子吉 下一秒 动人的音乐 仿佛是提前设置好的一样 从林峰的指尖倾泻而出 林峰弹奏得潇洒大气 他没看钢琴 可修长的手指 却流畅自如地在钢琴上游走 他不是刻意端着姿态进行表演 而是轻风愉快 仿佛这首曲子的出现 就是九足饭饱之后 水到渠成的白子吉的脸色白的 仿佛一张白纸 他也是钢琴家 他知道这是萧邦的幻想极兴曲 不得不承认 就连他都没办法达到 林峰现在这个水平 虽然不确定 林峰今天的表演 是真的这么完美 还是有巧合的成分在 林峰异曲完毕 刚刚还在弹奏钢琴的两只手 又插回了衣服口袋 林峰说道 所以 你现在还质疑我的水平吗 白子吉看着林峰的眼睛 他觉得自己 快被这双眼睛盯得窒息了 但他现在 却连一开视线的本能都做不到 这就是林峰的压迫感 太强了 白子吉突然觉得 自己最大的错误 就是参加了这档节目 如果不是这档节目 他就不会遇到 恐怖如斯的林峰 一旁一个人看不下去 白子吉这副样子 起身训斥了林峰一句 林峰 他也不是故意的 还是一个孩子 你这么计较干嘛 林峰点了点头 你说的有道理 那你为什么一直让工作人员 给你扇扇子 他也是个和白子吉 差不多大的孩子 出来说好话的男人 一脸尴尬 这个林峰这个好坏部分 他现在是不是一肚子火气 谁冲他说话 他就冲谁发火呀 这之后 还有两个看林峰不顺眼的人 但都被林峰一句一句对了回去 从始至终 梁月杰都没说话 也没表态 江海斌和冯思也是 他们心里清楚 现在的情况有些复杂 这是人际交往最复杂的原因之一 梁月杰如果这个时候 站出来帮林峰说话 那就等于自动和林峰抱团 这和后续组队是不一样的 这属于前期的资源分割 第28章 所有人的焦点都是林峰 这个时候 就算有人要出来打原场 那个人也一定是和林峰 没什么交集的人 果不其然 在林峰像火箭筒一样 连对了五个人之后 有一个年龄比较大 业内比较权威的人物站了出来 充当这次事件的和世佬 他摆摆手说道 大家都别吵了 年轻人有实力是好事 说明咱们的音乐圈 还在蓬勃发展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有质疑 那后面的比赛是干什么的 不就是让你们打消质疑 公开猜想的吗 大家有时间的话 还是把时间放在后面的比赛上 有了这位业界大拿的话 有些围观嘉宾 就算是再不情愿 也只能给他个面子 突然 林峰收到了系统提示 恭喜你 已经获得了freestyle技能 不过也正因为这次的事情 有几个人对林峰的好感度 直线上升 因为敢在圈子里 这么说话的人 真没几个 可能是林峰的背景够强硬 也可能是他的性格 天生就是这么直率 不管原因是什么 他都是圈子里 难能可贵的一股清流 浮夸 这首MV的风波 在这个小小的演播厅里 算是过去了 但网上对于这首歌的发酵 要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和以往两首歌不同 这首歌的受众 更多的是成年人 大多在职场一身疲惫后 回到家里 还需要忙一些家庭琐事 偶尔会觉得家 不再像避风港 有的时候会怀念 当时一心憧憬爱情的自己 这首歌 就像是每个人的回忆录 用几句词 就了拨起了大家的过往 邢小满在把这首歌 分享到自己朋友圈的时候 写了长篇大论 来分享自己的故事 他突然灵光一闪 那为什么不直接 做一个分享圈子活动 大家可以在圈子里 分享自己的故事 他马上把这个想法 告诉了李耀 李耀当即拍板敲定 想法很好 马上你策划 我和林峰说一下这个想法 邢小满突然觉得 自己现在虽然身兼林峰的助理 但丝毫不影响 自己在做宣发的工作 一个人拿着两份公司 提出了好项目 还有奖金拿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 他马上抱着电脑 去一旁写策划去了 而此时大厅里的艺人 都三五成群的等待 被工作人员召唤 他们要去录制 对各位的出印象 有了MV这个风波 林峰的风头正盛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都成了所有艺人 印象最深刻的人 他们在提起林峰的时候 表情格外精彩 节目组问白子吉 你对那个人印象深刻 白子吉的脸色 像是调色盘一样 变来变去 最后说道 林峰 节目组打破杀 郭问到底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今天的表现吗 白子吉突然感觉到了 节目组的某些意图 他声音大了不少 MV的那段 你们也要播出去吗 可别播出去啊 自己被林峰顽虐 要真是播出去的话 自己还怎么在圈里混了 工作人员摇摇头说道 目前还不确定 但我们的素材 一定要留够 白子吉一想起 刚刚自己的表现 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 但他还是马上 调整好心态 想着用采访的形式 给自己找不回来一些 他笑着说道 我很欣赏林峰的实力 他的自信 是那种从骨子里 散发出来的 对乐器也是信手拈来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我们俩 能在舞台上比一场 我也很期待 他接下来的表现 他的话没有什么亮点 没有什么记忆点 甚至节目组 都不会浪费篇幅 捡到正片里 无功无过的话罢了 这一点 白子吉倒是挺聪明 还有几个人 直接对林峰 表达了欣赏的态度 我很喜欢林峰的风格 直言不会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见多了弯弯绕绕的人 反倒是喜欢 和这种性格直爽的人 做朋友 不知道他分组的时候 会选谁 我想给林峰递出橄榄枝 真诚的夸赞 和虚伪的奉承 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到了冯思的时候 冯思依旧是一张臭脸 他说道 林峰锋芒太盛 这不是什么好事 冯思算是第一个 在节目里点评林峰的人 其他人要么是一笑而过 要么是能夸则夸 梁月杰的点评 简直可以说是 林峰粉丝的彩虹屁现场 林峰的音色太棒了 他的词曲创作能力 我敢说 我是我见过的这些人中最好的 这首歌 只有林峰唱 才能有这种故事的 工作人员笑着说了一句 梁老师的那句台词 说得也很好啊 梁月杰见缝插针的 安丽林峰 那句台词 也是林峰让我说的 我原本还怕这句歌词 破坏了整首歌的节奏 没想到适配度这么高 林峰的大剧观太强了 在唱歌上 林峰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强者 工作人员顿时哑口无言 行吧 你说什么就什么吧 谁让你是影帝呢 倒是林峰自己的时候 工作人员直接抛出了一个问题 你知道所有人对你的赞誉都很高吗 林峰表情淡然 他说道 谢谢大家的认可 我希望接下来 可以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工作人员继续问道 一般情况下 你的创作周期是多久 你能接受咱们这档节目的高压力吗 林峰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的创作周期一般就是一天 对我也没什么压力 好家伙 把工作人员准备的那你后期 怎么释放压力 要是遇到了创作瓶颈怎么办 得这种问题 直接被林峰堵住了 这个林峰 还真是快难啃的硬骨头 但工作人员都是见过世面的 他笑着问道 那你对你自己那首 浮夸的评价如何 刚刚现场的反应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林峰说道 一首歌好与不好 不需要我拿着喇叭告诉所有人 这是一首好歌 而是大家默认的旋律优美 歌词能深入人心 演唱者能将听众 带入这个氛围里就足够了 这首歌能找到对应的受众 自然就有的人不喜欢这种风格 但只要他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就说明还是有价值的 第二十九章 从林峰助理嘴里打探消息 林峰的聪明就在于 他好像说了什么 但好像又什么都没说 无论是这次的采访 还是之前MV播放出来时 大家的反应 都让汪永宁 嗅到了一丝节目爆火的噱头 他突然临时起义 想要把今天这些内容 先剪辑出一个先导片 但这已经不是 他自己一个人能决定的了 他直接召开了一个会议 和在场的嘉宾提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也想乘着热度 多吸引一点观众 你们刚刚听歌的反应 就很真实 真实吗 每个人脸上 怕不是都是一副 这个千万别火的表情吧 梁月杰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说道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还是要感谢节目组的提议 这不是间接 给我电影做宣传了吗 我马上让我经纪人 给大家送票 感谢各位的支持 梁月杰态度诚恳 他马上说道 但肯定有些人觉得不方便 毕竟是参加唱歌节目的 没必要让自己走综艺人设 那就这样 不想入境的人 就悄悄告诉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就给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慎重考虑一下 毕竟节目组剪辑素材 也需要时间 梁月杰不是道德绑架 而是选了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汪永明导演笑着说道 是的是的 谢谢梁老师的提议 那就从现在开始 大家先去忙各自的事情 一个小时之后 正式进入录制时间 在宣布解散之后 有些艺人一脸愁容 自己要是去找节目组吧 好像还显得自己有点计较 要是不找吧 但又怕自己那句话说错了 到时候 万一对自己不利就不好了 梁月杰倒是揽着林峰的脖子 林峰 你干嘛去 林峰说道 我经纪人在那边的房间等我 我去看看 他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叮嘱的 梁月杰点了点头 那你先去忙吧 我们在宿舍等你 林峰有时候感觉 梁月杰这个人 看起来就像个大男孩 有着年轻人的活力和志气 可能因为他是影帝吧 演了很多种角色 当放在剧本的俄诗后 他只想做一个自由自己的自己 这一点林峰倒是很欣赏 当林峰推开休息室的门时 李耀和邢小满正盯着电脑屏幕看 两人闻声同时抬头 激动地说道 林峰 我们搞了一个策划 叫音乐故事会 大家可以分享这首歌 带给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 现在网上的热度非常高 浏览量已经突破千万了 而且时时参与量也突破十万了 和还是节目策划只发布15分钟的情况下 李耀抬起头问林峰 刚刚的录制怎么样 有没有碰到什么棘手的事情 林峰想了一下 什么算棘手 刚刚那几个挑刺的人吗 太轻松应对了好吧 林峰摇摇头 一切顺利 没什么问题 但李耀还是不放心的 苦口婆心地叮嘱道 林峰 你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 虽然我知道你不害怕 但你必须谨慎一些 林峰点了点头 李耀继续说道 而且你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人在背后对你做什么 平日里也多留点心眼 包括梁月杰 也别对他太信任 李耀是站在一个大家长的角度来思考 他觉得林峰现在的情况有点特殊 就算他能感受到梁月杰的真诚 但不确定 他会不会做出对林峰不利的事情 林峰点头说道 放心吧 我有分散 在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 李耀驱车离开了留下的行小满 被工作人员带到房间 放置好行李之后 就去录制现场 时刻待命了 行小满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我的室友是谁 工作人员摇摇头 还没定下来 行小满马上想到了 刚刚李耀和他说的话 忍不住冷笑一声 看来想从他手里套取信息的人 不在少数啊 行小满到了现场之后 就有两个人 同样身为助理的人 过来和他打招呼 你也陪你们家艺人啊 你老板是谁啊 行小满说道 林峰 众人听到林峰二字 纷纷倒吸了一气 再看向行小满时的目光都变了 眼神既羡慕又嫉妒 林峰啊 他有什么忌口的食物吗 他们唱歌的对吃都很讲究 我老板就不吃辣 一口都不吃 行小满冷冰冰的一句 我是新来的 今天才和他见面 他说的也没错 他本来说 就是临时被拉来给林峰当助理的 对方尴尬的笑了两声 哈哈 好像林峰之前也不太需要助理 他们看从他身上 打探不到什么消息 就只能用身份来拉近距离 我和你说 咱们当助理的 要注意很多 对方喋喋不休的说了一堆 但行小满却左耳听右耳出的 他心里简直要翻白眼的 我们林峰才不像你们家艺人 那么端架子好吗 就是当个艺人罢了 怎么有些人 还真把自己当成公主命了呢 对方看行小满油盐不尽的样子 觉得可能是公司和他说了什么 觉得没意思 起身离开了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已经有一切艺人 悄悄地联系了节目组 千万不要放自己的片段出去 白子吉就是其中之一 他怕自己好不容易积攒的一点好人气 就这么白白糟蹋了 节目正式开始录制 三十位嘉宾随意选择座位 梁月杰坐在了靠左边的位置 他前后是焦海滨 冯思右手边是凌峰 节目组请的主持人 是一档综艺节目的老牌主持人 很会调动现场的气氛 为人处事堪称一绝 据说和他见过面点 甚至没人说他一句不好 主持人刚走上舞台 有些和他关系不错的嘉宾就开始起哄 哇 顾老师今天真帅 顾老师还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年轻一点的发型 顾老师 你怎么不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呢 顾志凯笑着说道 我就要做个好观众 能看到你们所有人的表演 他笑着环顾了所有人 视线在凌峰身上停留了一秒 第三十章 凌峰疯了吧 竟然想自己一组 顾志凯自称凯叔 是个长相很英俊的中年人 他说道 大家热情很高涨吗 看来今天很高兴 一部分人跟着附和道 高兴 特别高兴 但另外一部分人还在闷闷不乐 时不时看了一眼凌峰的动向 凌峰自始至终都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和周围嘈杂的环境格格不入 好像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顾志凯自顾自地说道 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下比赛规则 在场的朋友都是业界大拿 而且每个人都是创作型的选手 第一轮一共三十人 需要大家自己选择伙伴 组成两人一组 以悲伤为主题进行创作 第一轮结束之后 会淘汰一半的选手 在创作期间 大家只能使用节目组提供的设备 如果你们需要其他选手 帮助你们录制混音 或者是乐器的话 需要向节目组请示 现在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队友 已经选好队友的人 可以来我这里领取合作卡 听到这个消息后 现场一阵躁动 大家都忍不住地 看向凌峰的方向 可惜 他正坐在梁月杰的旁边 包括梁月杰前后的郊海滨 冯思四人都没动 这几个人 仿佛自己形成了一个成臂 断绝了和他人的联系 有好多人望而却步 当然 还是有一个胆子比较大的 主动走到凌峰身边 凌峰 你选好队友了吗 凌峰抬头看了他一眼 在他眼里 没看到心机和算计 还算是真诚 凌峰点了点头 语气也难得温柔了几分 抱歉 女鼓手摇摇头 受宠若惊地说道 没关系的 所有人都自动以为 这四个人会自己组成两队 直到剩下的十三组 已经组好后 凯叔主动问他们 梁老师 你们四个人怎么组队 梁月杰侧头看了凌峰一眼 凌峰起身说道 我自己一队 什么 凌峰要自己一队 他是想快点淘汰吗 这也太装逼了吧 业界老前辈都还和新人组队呢 他这是干嘛 这不符合节目组的规定吧 就连顾志凯都愣了一下 但长时间的主持经验 让他马上适应了现在的情况 他说道 凌峰 你的这个提议 有点不太符合节目组的要求啊 凌峰却说道 大家组队的目的 也是为了呈现更好的舞台 我一个人也能做到 那为什么我不能自己一队 顾志凯有些尴尬地 看向节目组的方向 汪永宁这会儿笑呵呵地走上台 冲在场的嘉宾们鞠了一躬 大家好 我是这档节目的总导演 凌峰的这个提议我们是同意的 这一点在签合同的时候就已经谈好了 但为了尊重大家的意见 我还是想问问 目前还没有组队的嘉宾 你们有人想单独一队 还是三人一队 梁月杰看着自己的两个好兄弟 笑着说道 既然有人成人之美 那我就肯定要和两个好兄弟一队了 凌峰没说话 只是和梁月杰相识着点了点头 但这个决定 却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 尤其是有些人的身份 要远远高于凌峰 所有人都知道 这虽然是一个综艺节目 但肯定是舞台内容越丰富 越能给观众留下印象 更何况 他们这个节目形式 还是现场直播 全网实名制在线投票 周一小声地说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这摆明了 是利用自己当前的热度 给自己谋福利 他不敢大声说 小声嘀咕 凌峰却说道 首先 我在签约的时候 就已经和汪永明导演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是得到认可的 其次 组队是强强结合 目的是一加一 二 但我现在一个人 就能做到这些 我有信心比你们都强 这番话一出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气 凌峰这个人 虽然名气不大 但是口气倒是不小 竟然敢挑衅他们所有人 这不是公然树敌吗 就连顾志凯都忍不住心想 这小伙子 有点太猖狂了吧 他年纪轻轻的 怎么能不把钱被放在眼里 凌峰的自信 在他眼里是盲目的 凌峰的勇气 在他眼里是没礼貌 不过也正是因为 凌峰的这种猖狂态度 让其他人倒是想看看 他能写出什么好作品 在没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 凌峰自己一对这件事 就是板上钉钉了 顾志凯说道 组队完成之后 接下来会有五天的创作时间 包括歌曲的录制 五天后 每人上交一首成品给节目组 同时 好要为五天后的公演做准备 说完 顾志凯笑着说道 我知道 你们其中有些人 肯定是工作繁忙 如果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 有工作安排 记得提前申请 我们会派工作人员进行跟拍 为的是保证歌曲的原创真实性 其实所有人在参加这档节目之前 都签约了原创合同 一旦被发现歌曲不是原创 或者是直接剽窃了国外作品的旋律 那就会直接被节目组淘汰 节目组还会以剽窃的名义 招搞天下 所以说 敢参加这档节目的人 只有两种 一种是真正有实力的 另外一种就是胆大包天的 顾志凯继续说道 我们防止大家太过于无聊 还给大家准备各种消遣娱乐的活动 大家可以一起放松一下 突然 顾志凯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 举起手说道 有没有人要加入我的夜跑队 大家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变 吓了一跳 但马上反应过来 笑着迎合道 顾老师带队 算我一个 气氛就这样掉动起来了 而在这个喧闹的录制室里 梁月杰侧过头问林峰 你有思路了吗 林峰摇了摇头 还在想 脑袋有点空 一旁的娇海滨 笑呵呵地说道 要不咱们今晚放松一下 喝点酒看点文艺片 林峰狐疑地问道 你们之前就是这么找灵感的吗 冯思冷冰冰地说道文艺片很压抑 很容易激起内心那些焦虑和忧伤的情绪 写悲伤的歌还是很适合的 第31章 把林峰当成假想敌 不得不说 每个人创作都有自己的方法 林峰点了点头 可以 但节目组让喝酒吗 焦海滨几眉弄眼地说道 你怕是不知道 咱们这栋楼里 专门提供了一个啤酒屋 里面没有监控 还有专业的调酒师 好家伙 这是连酒吧都给他们准备好了 林峰说道 好 冯思突然打了个哈欠 困奄奄地说道 我困了 先回去睡了 晚上八点之后再叫我 林峰看了一下时间 这不是才中午吗 梁月杰倒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 说道 他的时差和咱们不太一样 想让他回去睡吧 他晚上创作预报棚 说吧 几个人有说有笑地离开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这种关系融洽的行为 在这个满是算计的节目组里 已经引起不少人的眼红 其中就有前几年 在选秀节目里获奖的赵文博 八年前的选秀节目 还不像现在的选秀 现在的选秀 选出来的都是些唱跳俱佳的爱豆 但单独拿出一项来 唱也唱得不好 跳也跳得不行 图有一张漂亮脸蛋 还有一呼百应的热度 但八年前的选秀 每一个都是实力出众 因为当年的节目 还并不像现在有网络的加持 没有营销后 在网上每天宣传造势 没有公司买水军做假票 在当年 选秀节目的修音 还没修到时针 所有人的歌唱水平 就算是在电视机前 也能一探究竟 而不是在现场 听起来是车祸现场 在电视里听起来是天籁之音 但之前的选秀 每个人都是实力派的选手 尤其是有经过了十多年的沉淀 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故事感 对曲风和唱功来说 更是信手拈来 所以 他们自然而然地敌视林峰 他们觉得 林峰就是当下时代炒作的产物 他们都希望 有一个完美的歌手出现 他们拥有无可挑剔的人设 没有背景 但一路逆袭 他对所有事情都表示不在意 这种清高的气质 却格外出众等等等等 这一切 不过是有心之人 利用当下观众的内心 培养出来的产物 在赵文博的眼里 林峰才是真正的徒有其表 他这些年自己写歌的时候 没几首大火的 但给其他歌手写的歌 却被多人传唱 竟然有人说 听到他的名字 会有种年代久远的感觉 感觉似曾相识 但又不足挂齿 所以 他参加这档节目 就是为了给自己翻红的 给自己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但林峰的出现 让他感受到了危机感 他种种极端的表现 正是因为林峰港出道不到半个月 就拥有了自己所幻想的一切 赵文博不承认 他是极度 实际上 他已经极度的快要发疯了 林峰已经有了小团体 赵文博把林峰当成了假想敌 自然而然的不甘示弱 也开始拉帮结派 找个几个 曾经和自己有过合作的人 也形成了一个小团体 但实际上 这更像是一个反林峰联盟 他们经常在背地里 讲林峰的坏话 林峰不就那样吗 我虽然没听过现唱 但他唱的和网红歌 也差不了多少 你们有研究过他的口水词吗 那次感觉 是我做梦的时候写出来的 他就是实力平平 曲子还重归重矩 可是没办法呀 谁让人家有公司呢 有人捧啊 即使外面已经把林峰造谣出花来了 但林峰丝毫不介意 那是其他人的事 嘴长在其他人的身上 他总不能冲过去 堵住所有人的嘴巴 突然 脑海中的戏统又跳出来说道 恭喜林峰在众人面为自己 争取独立创作的机会 奖励暗箱 一首 暗箱 林峰闭着眼睛 在脑海中听着这首歌 一曲完毕 他竟然落下了眼泪 这首歌太让人难过了 让人沉浸在悲伤的情绪里 久久不能忘怀 光是听这一首歌 就让人感受到了无尽的悲哀 更何况是利用舞台渲染呢 林峰的脑海中 已经有了初步想法 包括乐器的使用 舞台灯光的营造 等等等等 梁月节下午临时有点事情 出去了 焦海斌每天下午准时去健身房健身 冯思还在房间里睡觉 和林峰熟悉的这三个人 都在忙自己的事 林峰看了一下时间 他刚好去食堂吃个饭 哥的是已经解决了 他现在心情好得不了 因为在这个期间 艺员的手机都不被工作人员收走了 林峰也不知道 浮夸 这首歌发酵成什么样了 突然 某个工作人员和林峰说道 林老师 你的小助理在一旁等你 好像是有事要和你说 林峰放在还没吃完的饭 就跑到没有摄像机的地方 去找自己的小助理了 可不料 林峰没收拾餐盘这件事 却被赵文博看到了 赵文博用自己私藏的手机 火速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自己 自己吐槽群里的兄弟 林峰的素质也太差了 吃完了饭 连餐盘都不丢 换来了一片附和 明明很幼稚 可赵文博却觉得大快人心 因为他要在方方面面超过林峰 在任何一件 自己胜过林峰的事情上 他都几负优越感 邢小蛮把林峰叫出来 是因为另外一件事 林哥 刚刚节目组的仙导片 已经发了 仙导片 林峰反应了一下 想到了今天上午MV的事情 他说道 怎么了 邢小蛮小声地说道 哥 是不是有人针对你 林峰思考了一下 也没感觉 有人特别针对自己啊 除了上午那几个 直接当面挑刺的人以外 他和其他人 都没什么交集啊 林峰摇摇头说道 没有啊 到底怎么了 邢小蛮从手机上 找出了仙导片 里面是嘉宾 对林峰的各种点评 其中有一个 就是冯思的 冯思说 林峰的性格 容易树敌的那句 林峰看了一眼 困惑地说道 怎么了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冯思说的也是事实啊 他承认自己现在确实是树打招锋 第三十二章 我林峰不要粉丝 只需要听众 邢小蛮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哥 你怎么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现在的情况 不是你觉得他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是你的粉丝怎么觉得 粉丝 林峰总觉得 这个词距离自己很遥远 在他寂寂无名的时候 经常会羡慕那些 有人支持的人 那些铁杆粉丝 是他们一曲 一曲不断创作的动力 当时的林峰也很渴望 自己有一批这样的粉丝 能源源不断地激发自己的创作欲望 可现在才知道 歌不是为其他人写的 对他来讲 歌曲创作 其实是一种心境的表达 就像有的人不开心 会写文章抒发 有的人会喝酒 有的人会跑步是一个道理 写歌 是他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所以 林峰只把那些喜欢自己歌的人 当成听众 就像文章的 受众教读者 是一个道理 所以 林峰条件反射地说道 我没有粉丝 大家都是歌曲的听众 邢小满知道 林峰不在乎娱乐圈的事 但他邢小满在乎 他可是拿着两份工资的宣发 他把利弊都和林峰交代了一下 林老师 你现在 在你粉丝的眼里 是完美无瑕的人 冯思老师的这句话 就是等于再戳他们的雷点 他们不允许有人造谣 你的不是 林峰却只听到了最后一句 冯思没有造谣 邢小满叹了口气 哥 我当然知道他没有造谣 但现在的情况 不是你怎么想 而是网友们怎么想 他们已经顺藤摸瓜地 找到了冯思老师的微博 在他的微博评论里 阴阳怪气 林峰不悦地皱起了眉头 他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热度是一把双刃剑 可以让他扶摇直上 但可以灼伤他身边的人 林峰说道 需要我说什么 我再网上澄清一下 邢小满说道 我刚刚已经和李特柱 说了这件事 我们的想法 是让你发一条微博 既然网友们 已经给你立了一个人设 那你不妨 把直率的性格落实 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 字里行间的意思就是 其他人少管我 林峰二话不说地 点了点头 但邢小满却有些担心地说道 但这样的后果就是 很可能会有人说 你翻脸不认人 因为直爽的性格 也容易翻车 林峰却宽慰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没关系 我只和懂我音乐的人做朋友 其他人的反应 我没那么多时间去照顾 在某种程度上 林峰这个性格 倒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在娱乐圈 不会被骂到得抑郁症 可能是想要发布的感慨太多了 林峰打开自己微博 看着铺天盖地的评论 顿时觉得 有些人真的是在无理取闹 他直接写道 有的人喜欢花 有的人喜欢动物 有的人喜欢白天睡觉 有的人喜欢夜晚喝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我们最大的优越感 就是喜欢凭借自己的意想 去断定一个人的好坏 也会因为其他人 不喜欢自己爱好的事物 而火冒三丈 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 好与不好 对于不对 都是其他人的事 我们的判断 我们的决定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人无完人 我喜欢唱歌 但我不擅长社交 我有朋友 但他们不是每天 对我恭维夸赞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要学会用客观的眼光 去看待问题 要更理智一些 我把每个喜欢我作品的人 都叫做听众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只是在闲暇置于 在悲伤的时候 可以想着听一听我的歌 我的作品 能给你带来温暖与慰解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联系 至于我平时几天刮一次胡子 每天是不是点外卖 和谁有聊了当今的热剧 这些仅仅是我自己的私事 林峰打完这些字 甚至行小满 还没来得及发给李耀审批 林峰就手快地发到了网上 林峰的热度可怕到 尽管是刚发的微博 但还是有上千人 给他点赞评论 这一批粉丝 是相对理智的 他们在评论里的内容 多数都是 喜欢作品 远离生活 你们是听不懂吗 林峰老师已经说得很克制了 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他的话 少TM管我 有些人还真以为 听了他两首歌 就能当他家长啊 在网上替人家操心 这个操心那个 你累不累啊 但还有一部分人 真情实感地脱粉了 我只是关心他有错吗 他这话 不就是觉得 我们避世太多吗 现在觉得 我们多余了 当初给他投票的时候 怎么还疯狂地谢谢我们呢 他的话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马上就有人给他回复 那个 M 其实林峰从来没求过 观众给他投票 那是大家看他天生反骨 主动给他投的 我倒是觉得 林峰从始至终 都把自己摆得很正 不媚粉 也不把粉丝挂在嘴边 我挺喜欢林峰 这种只爱音乐的性格的 感觉周围的一切 都和自己无关 只是因为 有人误伤到他身边的人了 所以他才站出来说话 我觉得他更帅了 路转粉了 更是站出来一群 林峰的事业粉 求求大家 能不能别总关注 林峰的私生活了 你做得再好 你敢保证 背后不会有人嚼舌根吗 别人不需要你 事无巨细地照顾好吗 这个走向 就连李耀都不得不说 林峰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他明明没说什么命令 刻薄的话 但达到的效果 却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林峰做完这些 又顺手把手机扔给了邢小满 邢小满诧异地问道 哥 你不拿着手机啊 节目组只是表面上说不让带 你看这些人 有几个不拿手机的 林峰却义正言辞地说道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节目组和我说的 就是不让拿手机 我就不应该拿 邢小满撇撇嘴 心里想的却是 要是所有艺人 都像你配合度这么高 那综艺事业 肯定不知道要好做多少呗 当林峰再次回到食堂的时候 发现自己吃了一半的饭 已经被人收走了 林峰心里想 大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这么勤快吗 第33章 一群人看文艺片找灵感 实际上 林峰没吃完的饭 是被赵文博昂首挺胸拿走的 食堂是有两个固定机位的 虽然这不是重点素材收录的区域 但为了保证节目的丰富 还是预留了两台摄影机 赵文博昂首挺胸地端着餐盘 假装不在意地走过摄像机 随口嘟囔了一句 现在的人啊 素质也太低了 自己吃饱了 怎么不想着把餐盘收一下呢 工作人员不辛苦吗 随后 赵文博把林峰的饭 直接扔进了回收池里 林峰回来之后 就是一副手足无措的表情 他疑惑地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桌面 问了一句 谁把我的饭收走了 我还没吃完呢 到了晚上八点多 天字一号的室友们 都忙完了各自的工作 约着一起去啤酒屋 看文艺片找灵感 焦海滨带着节目组 给准备好的电脑 说道 有些灵感 就是在喝酒的一瞬间 突然迸发出来的 但一定要及时捕捉 要不然就再也找不到了 啤酒屋里 还有几个年轻一点的艺人 他们喝着酒 聊聊天 享受着惬意 当大门推开 他们看见林峰梁月杰 几个人进来的时候 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来 慌里慌张地放下酒杯 一脸做坏事被抓包的表情 梁月杰摆摆手说道 大家玩自己的 我们也是过来逛逛 此时的投影仪上 正放着浮夸的MV 在场的观众 不乏有人是想点评一下 这首歌的 但可惜 歌手本人来了 他们不得不切换成 工为的模式 冯思直接走到操控电脑前 找了一部文艺电影 周一笑着过来 和他们套近乎 你们也喜欢这部电影啊 我也喜欢 之前看了三遍 没怎么看懂 后来有了一点精力之后 就看懂了这个故事 我难过了好久 林峰没回答他 直接自己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周一看林峰没回答他 也不尴尬 自己也就尽找了一个位置 倒是梁月杰是 不喜欢让人尴尬的性格 他笑着说了一句再看一遍 可能还有不同的收获 啤酒屋里静悄悄的 昏暗的灯光 每个人手边一杯调好的酒 倒是别有韵味 文艺片的很多内容 是画面带给人的感悟 可能当时觉得 自己不懂主角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但只要你稍微思考一下 就会有新的感慨 焦海斌虽然平时 看起来是个大大咧咧的人 但他时不时 就会在电脑上写下两句 这些零零散散的话 看起来不着边际 估计其他人 就算是偷了他的电脑 也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 慢慢的 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的人 原本是来喝酒放松的 可看到越来越多的 看电影的人 还以为这是什么 额外的活动 也跟着一起坐下 但不是这类电影的观众 终归是看了一会儿 就哈欠连天 这部电影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三个小时之后了 文艺片的特点就是很长 因为要表达的内容 表达的情绪很多 冯思率先起身 他去关了视频 凌峰也跟着起身 几个人又有说有笑地离开了 剩下的人一脸茫然 这是什么活动 都一起看电影了 没有发表感慨的环节吗 周一笑着说道 这电影是他们几个找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一群人顿时有一种 被耍了的感觉 不过这也只能怪自己 白白浪费了夜晚的三个小时 倒是赵文博听了这句话后 心里的想法是 他们找灵感的方式 看来是看电影 还是这种又臭又烂的文艺片 赵文博觉得自己 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凌峰打来的哈欠问道 你们不睡觉吗 都十一点了 梁月杰说道 我去睡觉 他们俩喜欢晚上创作 天字一号房的人兵分两路 一路回到宿舍睡觉 焦海斌和冯思两人 去了音乐教室进行创作 两人多年的默契 让他们很快就能找到节奏 我觉得这段用这种旋律比较好 它的节奏感相对弱 让观众很有代入感 蒙蒙烟雨弯弯路转 这歌词可以用到高潮前的那段 歌词的曲子 都是不断更改之后形成的 冯思说道 咱们必须在两天之内 先把初稿写好 留下一天改稿的时间 接下来的两天 咱们磨合排练 时间紧任务重 焦海斌点头配合 第二天一早 梁月杰五点多起来 去音乐室找他们俩集合 他和他们确定了基调 和这首曲子要表达的风格 你们目前的这个 我觉得很好 但这半段旋律 可以稍微收一收 我们不能把风格铺得太满 要在这段稍微平缓一切 把高潮这段直接撑起来 谁都想不到 平日里每天看剧本的梁月杰 此刻拿起谱子 也能淘汰不绝地讲得不停 他说道 咱们目前的风格 还是有点受限制 不过咱们尽力表现就好 我已经写了几句词 你们也看看怎么样 这个三人组 所有人都是一心为了音乐 大家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 无论是高兴还是不满意 直接提出来 才会增高效率 在他们之中 没有什么身份的高低 而是对音乐作品的权威性 正当他们这边 创作的水深火热的时候 隔壁也想起了架子鼓的声音 焦海滨醋没说道 看来又有人开始找灵感了 几个人吃了早饭之后 又回到了宿舍 原本以为林峰已经开始创作了 没想到他竟然还在床上呼呼大睡 焦海滨愣了一下 随后说道 这睡眠质量真好 和风思不相上下了 林峰一觉睡到了十一点多 十二点的时候 节目组会录制他们的创作进度 林峰起床吃了两口面包 就急匆匆地往演播室跑去 此时的演播室里已经坐满了嘉宾 他们已经收拾完毕 化着精致的妆 只有林峰素面朝天 感觉还没睡醒 其他嘉宾的第一反应 这肯定是熬夜创作了 可殊不知 林峰只是单纯地睡了一觉 第34章 林峰该不会要翻车了吧 顾志凯又一次出现了 每次他出场 气氛都很轻松 他笑着说道 昨天答应我的夜跑 怎么一个都没来 那你们是闭关创作了 其中一个嘉宾笑着说道 顾老师 昨天我们去啤酒屋看电影了 想着叫您会过来一起 但想着您风雨无阻的夜跑了二十多年 还是决定不打乱您的节奏了 大家哄堂大笑 顾志凯也笑着说道 怪不得呢 下次看电影一定要叫我一个 简单的玩笑过后 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 除去有三位嘉宾 今天有其他活动安排 在场的27位嘉宾 请写下你们当前的创作进度 每个人的面前有一张小卡 上面有一些问题 到了林峰这里 林峰看着上面的题目 一 歌曲的名字 二 歌词 三 曲子 四 需要的乐器 五 最后是一个进度条 需要自己图上 并标注上创作进度 林峰看了一眼 最后在第一行写了一句 暗箱 又在最后一行的进度表上 画了一个30% 所有人都上交卡片之后 工作人员会进行统计审查 当看到林峰这张卡片的时候 大家都愣了一下 其他人的卡片上 都写了不少内容 有的就算是自己 暂时什么都没想到 也敷衍地写了两句词 避免自己一张空白的卡片 看起来有些尴尬 工作人员把林峰的卡片 交给了顾志凯 顾志凯看了一眼 放到了一边 走到舞台上说道 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 大家目前的创作进度 有的已经有了初步的旋律 有的已经写了一段词 也描述了对应的进度表 突然 顾志凯的视线 落在了林峰身上 他问道 林峰 但我不太理解 你的这张卡是什么意思 怎么了怎么了 怎么又是林峰 大家好奇地 看向林峰本人 他处编不惊地说道 就是卡片上表达的意思 顾志凯突然嗅到了一丝 节目爆点 长时间的综艺雷达 让他不由自主地 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看向林峰 询问道 我们能把你的卡片 给大家看看吗 林峰点了点头 可以 随后 顾志凯举起了手中的卡片 上方只有两个字 暗箱 下面有一个30% 大家都在心中付费 这是什么逻辑 一个歌名就占30%了 林峰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林峰解释道 这首歌的旋律 我心中已经想好了 只不过还没落实 好家伙 还能这样 那我还说 我已经完成80%了呢 很显然 顾志凯也没想到 林峰竟然能这么说 他说道 林峰 按理来讲 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我们每天都要更新进度 会根据你当前的创作程度来确定 你这样让其他人不好罢 林峰点了点头 说道 那就改成1%吧 经过这件事 大家对林峰的装逼 更是记忆犹新 所以 他们时刻关注的林峰的动向 其他人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是进行创作 就是在补教 或者想方设法找灵感 只有林峰 每天不是在健身房健身 就是在食堂吃饭 或者是公园跑步 他除了睡觉的八个小时之外 基本上剩下的时间 全都暴露在大家的视野之内 所有人的反应都是 看来林峰抄袭这件事 是实锤了 他都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有意思 等咱们都直接教成品的时候 我看林峰两手空空怎么办 大家有说有笑 一副俨然已经看到 林峰出球的画面了 看到这种情况 就连一向对林峰很信任的 梁月杰都忍不住担心 林峰 我们都已经创作完了 录制都进行一半了 你还准备最后一天进行吗 林峰点了点头 何尝不可 梁月杰看见林峰这副笃定的样子 就知道他肯定胸有成竹 自己还是多虑了 毕竟他可是林峰啊 第五天的时候 白天会彩排一到两遍 到了晚上会有正式的演出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关注林峰 其他参赛嘉宾 是想看林峰怎么出丑 但是节目组的人 是想看林峰这尊大佛 是怎么解决这件事的 毕竟这可是正式的演出啊 节目单都已经公布到网上了 不能到了林峰这儿 拿不出节目吧 就连顾制凯 都有些不安的问道 林峰 你现在已经有想法了吗 林峰说道 我已经想好了 我今天晚上就能做出来 突然 不知道是谁没忍住笑意 笑出了声 他们已经确定 林峰肯定会一轮油了 在这么赶的时间 能做出什么好作品 他们为了这首歌的效果好一点 哪个不是熬夜早起的休息节 他区区一个林峰 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写出一首歌 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做到的事情 而且他还需要录制各种乐器 就算是有梁月杰他们帮忙 也不是一个晚上能完成的 林峰的表情依旧没有波澜 倒是一旁的梁月杰帮他说了句话 林峰既然说能完成 那大家等着看结果不就行了吗 这个时候就别纠结太多了 节目组的冷汉都要留下来了 你说不纠结就能不纠结吗 这档节目已经宣传出去了 目前预定的人数就已经两千多万了 到时候看直播的人指不定有多少呢 在顾志凯宣布散会之后 林峰还悠闲悠闲地去吃了个午饭 其他人一路上都对林峰另眼相看 觉得他充值的主角光环可能到期了 马上就要被节目组淘汰了 林峰就顶着大家各种复杂的目光 走进了录制室 他用节目组发给他的电脑 在十分钟之内就写好了一首歌 随后他先录制了一个小的旋律 像他之前一样 开始录制不同的乐器 其他人在房间外录过的时候 总是忍不住探过头来看看情况 可林峰的门关的死死的 里面只是偶尔能传出来几个音符 偶尔的几个音符并不好听 那些听到的人都以为 林峰这次肯定是要翻车了 林峰惨了 我都怀疑节目没办法收场 第35章 竟然放弃初次彩排 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林峰的笑话 林峰这段时间的风头太盛了 无论是节目先导片的热度 还是他本人新歌发布的热度 竟然轻轻松松 凭一己之力碾压了所有人 而且最让大家气愤的一点是 别人不眠不休奋斗几年 才能得到的成绩 林峰却不费吹灰之力 这让大家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 明天就是正式演出的时间了 也是对大家这几天作品的一个验收 纵使是身经百战的老牌艺人 这个时候也不免紧张 有时候 越是自己之前获得的成绩越大 越怕自己马是前提 在一个小小的综艺节目里翻车 但大家在担心自己之余 还是时刻关注着林峰的动向 凌晨两点 林峰走出了录音棚 凌晨两点三时 林峰给吉他换了一根新的弦 凌晨三点十五 林峰出来喝了杯热水 凌晨四点 林峰离开了 直接回到宿舍睡觉去了 在进门之前 林峰还叮嘱节目组的人 明天上午彩排的时候别叫我 我下午的时候再过去 节目组的人答应也不是 不答应也不是 万一林峰之所以这么说 只是因为还没创作出好的作品呢 他们一想到可能发生的后果 顿时觉得 这不是自己能承担得起的责任 马上联系了导演导演 为了明天的舞台效果更是一晚上没睡 这会儿听到林峰这个消息 简直头头都要炸了 他风风火火的冲到林峰的房间 林峰刚准备睡觉 就被汪永宁从床上拽了起来 林峰顶着两个黑眼圈 打着哈欠说道 导演 你至于这么着急吗 汪永宁听到林峰这话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林峰 祖宗 其他组的音乐都交上来了 就你这还没头绪呢 你要是真创作不出来 我们就找人帮你 节目组连新宣传都打出去了 你不能让我们收不了场啊 林峰淡定地说道 导演 我都做好了 要不然我熬这个大爷干嘛 汪永宁将信将疑地看着林峰 他怀疑林峰说这句话有几分真 林峰叹了口气 走进房间拿了个电脑 带着导演去了茶水间 让汪永宁听着耳机里的音乐 汪永宁一开始愁云满面 到后来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 这是你写的 这怎么可能 林峰看见门口闪过一丝人影 就知道 肯定是有人来看他笑话 他说道 所以说 你就让我睡吧 我不想在正式彩排之前 让其他人听到我的歌 导演呆呆地说道 这首歌 你确实是不应该闲唱 汪永宁对林峰一直是很器重的 所以 他纵容林峰的任性 他愣在原地很久 这首歌带给他的震撼太大了 他有些不知所措 林峰的哈欠声 扰乱了他的思绪 他说道 你快去睡觉吧 把你想要的舞台风格告诉我 我马上安排编导帮你布置 林峰简单说了自己的要求 尽可能把细节都说得很精准 导演笑着说道 你还真是从一开始 就想好自己要什么了 这些话 你在心里 应该已经想了很不便了吧 林峰又打了个哈欠 这次真的困到睁不开眼睛了 他冲导演挥了挥手 带走了自己的电脑 汪永宁突然觉得 上交上来的十五首歌里 林峰这首肯定是热度最高的歌 这一次 他也把宝压在了林峰的身上 林峰这一觉睡 直接睡到了中午 他的生物中 林峰可以说是闻着香味型的 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推开门的一瞬间 他开始觉得 自己这身拉里拉他的妆容 仿佛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其他人都是早上六点多 就起来化妆 舞台分给每一组的时间 都是有限的 所有人都争分夺秒的 在有限的时间内 给自己争取更多的彩排时间 但因为林峰上午的放弃彩排 让其他人多彩排了一小话 梁月杰此刻夸着林峰的脖子说道 兄弟 你终于醒了 他压低声音 贴着林峰的耳朵 小声地说道 你是不知道 他们说昨天晚上 汪永宁导演找你发了一通火 说你写的歌是什么玩音 还说这种歌 都不配留到最后的表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峰轻笑了一声 看来昨天晚上门口的那个人 还真是添油加醋地 把这些都说了一遍 他摆摆手 放心吧 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 导演对我放心着呢 梁月杰虽然不知道林峰的意图 但他相信 林峰肯定能创作出 一鸣惊惊人的歌曲 他说道 对了 下午的彩排你参加吧 这就是最终彩排了 林峰点了点头 参加 梁月杰马上把他带到了化妆室 你赶紧先把妆化了 让造型师给你选一套合适的服装 原本林峰不想用服装 来分散自己的歌曲 但一想到能给自己留下一个完美的舞台 他还是决定换一下衣服吧 节目组给他找的是一件白色的花纹衬衫 上面有些不太明显的纹路 衣服的走线也相当精致 还有一些细节点缀 下半身是一条黑色的西装裤 和一双圆头皮鞋 林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怎么看怎么别扭 他不自在地说 要不还是换下来吧 我看着好不舒服 肯定不好看 但工作人员却把他按在椅子上 说道 你就相信我吧 你肯定不了解昏暗的灯光下 什么样的衣服 最适合烘托氛围 你现在看着别扭 等你上了舞台 这就是仙子下凡 林峰被他夸得有点不好意思 只能尴尬地点了点头 当林峰来到后场室的时候 所有人都看向他 有的人眼神中充满了戏血 有的人则是充满了担心 有种感觉就是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林峰之前的哪个首歌 不是爆款 万一呢 万一这首歌还是爆款呢 大家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 坐立难安 只能等待着工作人员 叫自己入场排练 或许是有直播的忧虑在 他们在舞台上精益求精 第36章二次彩排 竟然不放歌 不好意思 刚刚那句 能不能再来一遍 我调子起高了 咱们再来一遍 我的走位不太好 应该换一下 一首好听的歌 被大家唱得七零八岁 林峰的耳朵里塞着耳机 在他的脸上 看不出任何担心的情绪 好像他上次 在提交歌名的时候 也是这副表情 他这么淡定 究竟是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还是胸有成竹 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林峰没找你录笛子吧 男人摇摇头 没有啊 找你录萨克斯了吗 也没有 林峰没找任何人录乐器 就他自己能录那么多乐器吗 根本不可能 虽然这些人 有人精通多种乐器 林峰的意思是有所了解 他每一种乐器 都会演奏个皮毛 并不能做到手道琴来 所以他们严重怀疑 林峰这次是已经做好了 必输无疑的准备了 突然 工作人员叫了一声林峰的名字 林峰抬起眼皮 从椅子起身 静止走向舞台舞台上 突然漫起了一层雾 林峰穿着白色的衬衫 踏进白雾的样子 真的有种坠入凡间的仙子 即视感 舞台上的灯光很灰暗 在他身后 是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人 都表达了林峰歌词里的情绪 背后的LED板上 是昏暗灯光下 不同花朵绽放和枯萎的瞬间 他们还没有听到歌的时候 就已经感受到了 这个舞台的压抑感 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林峰就已经从舞台上走了下来 所有人都愣住了 就连工作人员都温馨提示他 林峰老师 咱们每个人的彩排时间 是半个小时 林峰说道 我知道 但我彩排结束了 一群人惊掉了下巴 啊 有没有搞错啊 这么神秘吗 现在还不放歌曲 只有两种可能了 要么是这首歌惊为天人 要么是这首歌烂泥浮不上墙 他自己已经放弃了 梁月杰被林峰的舞台 深深地震撼到了 他小声地问道 林峰 你确定没问题了吗 林峰顶着那些凝视自己的目光 小声地说道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首歌 只有在真正的公演现场才揭晓 梁月杰点了点头 就佩服你这种气魄 我们现在赌不起啊 生怕现在不彩排好 到了公演现场再出岔子 两个人的想法不同 但都是为了呈现更精彩的舞台 当所有人都彩排结束之后 工作人员说道 给大家准备了零食餐 半个小时之后就正式公演了 他们在后台 能通过房间的电视看到现场 已经有观众陆陆续续地来了 其他人都担心地坐立难安 在房间里晃来晃去 只有林峰问其中的两个工作人员 零食餐在哪 之后 林峰领了一份盒饭 在自己的座位上开吃 周一紧张地两手冒汗 他看到林峰吃了两份饭的时候 人都傻了 他笑着说道 胃口还挺好 我一紧张就吃不下东西 林峰把最后一口饭咽下去 说道 我和你正相反 我是吃饱了饭 才有力气工作 八点的时间已经到了 顾志凯和另外一个女主持人 已经上台 开始调动气氛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深海乐歌 一轮公演的现场 在场一共五百人 也就是一共五百票 请根据你们的个人喜好 投出宝贵的一票 还有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参与人气投票 这轮公演结束之后 我们会根据大家的投票成绩 公布出今天公演的MVP 也会在明天中午十二点 准时上线歌手们的公演曲目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深海乐歌 支持这些歌手们 底下的观众们 一片呼声 顾志凯继续说道 那么接下来 欢迎第一组 他们是赵文博和江硕的舞台 他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思科地铁 林峰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他总觉得 赵文博在上场之前 好像看了自己一眼 林峰努力思考了一下 对方的名字 好像是赵文博 但他们俩这几天说的话 加起来可能都不超过五句 自己应该没惹到过他 应该是自己的错觉 随后 林峰把自己切换成了观众模式 开始欣赏每一个舞台 不得不说 深海乐歌的节目组 真的很有钱 每一队的舞台都相当精美 思科地铁 是一个关于地铁站的故事 歌词也围绕着地铁展开 节目组真的一比一 还原了半截地铁的车厢 就摆在舞台上 供他们俩在演唱的过程中表演 不得不说 现场的氛围要排练的时候 完美很多呗 一首连贯的词 就能凸显出来很多细节 最主要的是 这首歌是好听的 尤其是搭配上 若有若无的吉他声 简直让人觉得 这就是民谣告白的犹豫氛围吧 一首歌的时间是五分钟 结束之后 主持人又串长了几句词 马上就切下一组的表演 整体来说 每一组的表演 大概都是十分钟左右 这个舞台是有小机关的 它是旋转舞台的形式 就像是一个圆形切拌 前一半布置好道具之后 可以在舞台上直接公演 同时 他们会给后一半 也准备好道具 这样在一曲结束之后 他们不会浪费 搬运道具的时间 只需要先转一下就可以 可以说是 设计的相当精妙 因为今天晚上 要点评的歌太多了 节目组设计了一个环节 每一轮结束之后 大家都需要在节目组 提供的设备机上 填一个简单的问卷 只有几个问题 还有一个是自己 对这个舞台的感受 这样可以记录每个人 在看完舞台之后 那个最真实的感受 回到演播室的第一反应 是看林峰的表情 林峰笑着 冲他点了点头 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 可赵文博却猝眉的想 特妈的 林峰这是嘲讽我呀 他以为我看不出来呢 第37章 林峰的出舞台震撼全场 林峰要是知道 赵文博会这么想 肯定无于死 他是发自内心的 觉得这个舞台不错 但可能是赵文博太期望 这次能表现得好一点了吧 所以 有两个地方 他表现得太过于拘谨 声音也没放开 算是其中的败笔了 但是一片恭维 赵老师刚刚表演得太精彩了 文博 这个节目和彩排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太吸引人了 你表演的时候 我看到好多观众都哭了 肯定是被你感动到了 紧接着是下一组表演 很快 三个小时过去了 观众也到了一个疲惫期 其实越到后面表演 对一人本身来讲 也很容易吃亏 周一在房间里不安地绕着圈 他一直在喃喃自语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放轻松 一定没事的 林峰看他从进入这个房间开始 就没安静下来过 他问道 周一 你是很担心自己会表现失误吗 周一愣了一下 有种小心思被戳破的尴尬 但还是点了点头 是有一点 毕竟在这个节目之前 我已经半年多没有活动了 周一脸上的表情有些失落 林峰看了他一眼 随后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红色包装的东西 交给了周一 这个你拿着 能安心一点 周一看着林峰 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慌里慌张地瞥了一眼四周 小声地问道 林峰 这是什么东西 该不会是 林峰故弄玄虚地说道 诸葛亮有锦囊妙界 我也有啊 上台就带着他吧 肯定没事的 周一看向林峰的眼睛 瞬间放着光 他觉得 林峰之所以这么淡定 肯定是有什么 可以定下心来的宝贝 他看着林峰 交给自己的红色包装 觉得有点熟悉 但还是放在了 演出服的口袋里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还是口袋里的宝贝起了作用 周一真的没那么紧张了 甚至到了周一表演的时候 他开始适应舞台 享受舞台 他这次表演的 任何一次表演 他下台的时候 握着麦克风的手上都是喊 但他还是兴奋地和林峰说道 林峰 你给我的东西太厉害了 我现在一点都不紧张了 这个还给你 说吧 他就从口袋里 拿出了那个红色包装的东西 小心翼翼地交给了林峰 林峰却说道 这个呀 你留着吧 周一受宠若惊地说道 真的吗 这么珍贵的东西 你就这么顺手交给我了 林峰说道 里面就是一张废纸 这个红色的包装皮 是我刚刚吃零食 顺手缠上去的 啊 这怎么可能呢 他不信邪的一层一层打开包装 只见里面真的只有一张废纸 上面写着 今天晚上临时餐的彩单 周一一脸的不知所措 林峰却说道 你刚刚表演的 不是也挺好吗 你是有实力的 只是你对自己没信心 在看到这次表演的结果之后 你下次还担心吗 周一突然觉得 面前的林峰 好像不像大家口中那样 冷冰冰的 他可以看到周围人的情绪 可以感受到 其他人的担心和忧虑 比起其他人为了一个名次 争斗的鸡飞斗跳 林峰更像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 能让自己不限进去 永远保持清醒 这一点周一是由衷佩服的 与此同时 他更想和林峰做朋友 想了解他的想法 表演完的艺人越多 他们就越期待林峰的作品 毕竟导演给他安排到了最后一个 这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导演觉得他的作品 要么能一鸣惊人 要么就当他是个笑话 给那些看综艺已经疲惫的人 一点轻松的慰藉 突然 工作人员说了一句 林峰 请你做好准备 林峰起身 走向那位身着白裙的女舞者 柔声说道 你就按照咱们之前说好的那样 别紧张 你的动作都很完美 女舞者看着这样一个 宛若天仙下凡的人 轻声细语地安慰自己 就算是想紧张 都紧张不起来 此时 他的脑海里 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配合林峰 一定要把这个舞台做好 梁月杰小声地和林峰说了一句 加油 林峰看了他一眼 笑了一下 林峰心里也清楚 可能全场希望他能表演好的人 不少过五个吧 但其他人的眼光 对他来讲都无所谓 他在乎的是效果 这是林峰第一次 在如此正规的舞台上 表演自己的曲目 说一点都不紧张 是不可能的 但林峰最擅长的 就是不被他人猜透他的情绪 随着耳机里的倒计时响起 林峰缓缓走上了舞台 随着一束光缓缓移动 在林峰上台的这段时间里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仿佛自己稍微用力地呼吸一下 台上的这个人 真的会随着这些干兵一起消失 突然 暗箱的前奏开始播放 林峰坐在钢琴上 两只手在钢琴上轻松地弹奏 那个在他身后的女人 穿着一身白裙 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莫名的人 让人有一种寒毛直立的感觉 就连梁月杰 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我的妈呀 这个前奏我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焦海斌有些兴奋地说道 这个前奏就很悲伤 林峰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情绪的 倒是还有几个参赛的嘉宾 此刻正沉浸在 自己刚刚表演的完美舞台里 对林峰的作品嗤之以鼻 都是些花拳绣腿 用这些音符拼凑出来的劣质品罢了 一般般啊 你们是不是对林峰带着滤镜啊 这种东西 怎么能称得上好听 冯思冲他们犯了一个白眼 直言不会地说道 这拼凑音符也是本事 有人要是觉得 这是花拳绣腿 你倒是亮两招给大伙瞧瞧 谁都没想到 平日里几乎没什么存在感的冯思 今天竟然为了袒护林峰 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们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怒意冲过头顶 一时间感性超过了理性 有两个有名气的艺人 竟然直接在后台和冯思吵了起来 第38章 别问了 林峰说话从来不分场合 你还真以为自己的作品有多好啊 我告诉你 大家给你捧场 不过是看在梁月杰的面子上 有的时候 火气一上来就容易说话不管不顾 梁月杰原本在一旁 欣赏林峰的舞台呢 结果被这几个人吵得 根本无暇关注其他 梁月杰都有些不悦了 没风几项没心 形成一个穿字有完没完 能不能别影响我看表演 一时间 整个后台都安静了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看向梁月杰 生怕自己那个呼吸的声音重了 再吵到他 也是在梁月杰的气势下 让所有人都把关注力 重新放在了舞台上 这不看不知道 所有人在看向屏幕的一瞬间 都有种灵魂被狠狠撞击的感觉 此刻正是第一段高潮 心若在灿烂中死去 爱会在灰烬里重生 难忘缠绵细雨时 用你笑容为我祭奠 而此时 舞台背后的LED屏幕上 刚好是一朵凋零的红色玫瑰 画面上的颜色渐渐褪去 直到变成灰色 一只只剩下花蕊的玫瑰 光秃秃地定格在屏幕上 而那个翩翩起舞的女人 此刻也像失去了灵魂的木偶一样 身子看起来支离破碎 仿佛有一阵无形的风 正吹得他摇摇欲坠 现场的观众 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 有的观众正不停地摩擦 自己手臂上的鸡皮疙瘩 我的天啊 林峰这个舞台谁设计的 太震撼了 这首歌我感觉好绝望啊 但是好好听 有纸巾吗 在场的朋友 谁有纸巾 我的纸巾哭完了 一个女人嚎啕大哭 边哭边询问身边的人 那些看直播的观众 也惊呆了 弹幕一不停地再刷 好听 我发誓 我这辈子只听林峰的歌 还有她不擅长的风格吗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把林峰放在最后表演了 我觉得我的大脑 可以兴奋到明天晚上 妈妈 我现在知道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林峰啊 这么优秀的帅哥 谁不喜欢啊 除了这些支持她的人 还有一些讨厌林峰的人 不停地在弹幕上刷存在感 就这 这首歌 你们也觉得好听 你们什么品位啊 还有人不知道吗 这首歌根本就不是林峰自己写的 据内部工作人员透露 林峰前四天根本没踏进录音棚 这首歌怎么来得不言而喻 我就说嘛 她怎么可能写出这种 有故事性的歌词 她今年才多大 网友们众说纷纭 但丝毫不影响这首歌 在短短两分钟内 直接霸占了八个热搜词条 就连音乐国际这个 有千万粉丝的国际音乐台账号 都亲自转发了林峰的舞台 配文 不愧是最有潜力的歌手 暗箱真的好听 音乐不分国界 热爱没有时差 音乐国际多个平台的账号同时更新 国外的网友也关注到了这首歌 评论比国内的更精彩 我虽然听不懂歌词 但音乐传递的情绪是相通的 这首歌让我想到了我祖母去世后 他墓碑前面的雏菊 这首歌好震撼 这个男人是谁 是夏国的歌手吗 我想了解他的其他作品 光是看视频就感受到了悲伤的情绪 我好想感受一下现场表演的艺术 林峰 能不能来我们国家表演一次 很多时候 国内的评论里 掺杂着各种娱乐公司请的水军 反倒是国外网友的评论 更像是真实路人对这首歌的感受 邢小满这会儿忙着在不同的网站切换 收集各种网友的评论 他脑海中已经产生了一套营销策略 而林峰还在演唱 林峰歌词的魅力就在于 他能把每一首歌都唱得很有故事感 之前网友总调侃歌手唱歌唱得好 但总是用各种高演唱技巧 来突出自己的专业性 要么就是根本不会唱歌 但总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就会有网友调侃他们 这是没有技巧 全是感情啊 到了林峰这 不使用太多花哨的技巧 只是单纯的吟唱 就能让大家感受到 这首歌背后的魅力 就连顾志凯都对林峰刮目相看 他眼眶里也含着一层水雾 这个林峰倒是还挺会唱歌的 可能是顾志凯也被情绪左右了 他上台之后 竟然没按照原本设计好的台本来主持 而是临场发挥了一个断话 林峰这个作品 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他的实力 老实说 我前面几次彩排都没听过这首歌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 我和你们一样 都是首发观众 我对这首歌的感触和你们也是一样的 很喜欢 很悲伤 但又很留恋 不愧是主持人 简单的几个串场词 就把所有人调动起来了 就连汪永宁 都对他这个突如其来的环节表示满意 一旁的副导演小声地问道 汪导 咱们要不赶紧切下一个环节吧 万一顾老师说了什么不可控的话呢 汪永宁摇摇头 你放心 不会的 顾老师是个有经验的人 他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顾志凯的话打断 只见顾志凯笑着说道 林峰对自己的表演感觉如何 林峰原本已经准备下台了 又硬生生被这句疑问拉到了台上 林峰点了点头说道 大家的反馈就是我的成绩 我说过 我的作品不会拖节目组的后腿 这个时候 汪永宁已经有点慌了 他知道 林峰说话从来不分场合 永远都是想说就说 汪永宁此刻有些提心吊胆 生怕林峰说了什么不好收场的话 他只能不停地给顾志凯提示 顾老师 差不多了 该下一个环节了 下一个环节 是把所有人的嘉宾一起叫出来 和大家打个招呼 最后号召大家 给自己投票的环节 一共是15组 观众可以选出8组自己最喜欢的队伍 后面的7组就会直接淘汰 节目组也会根据人气和热度 来决定是否给淘汰嘉宾复活名额第39章 林峰 你未免太清高了吧 顾志凯继续说道 大家请注意 我们第一轮公演要留下15人 但前8组不出意外是16人 那么就需要在第8组中淘汰一名队员 这个根据观众的喜爱度来决定 这真是刺激了 但弹幕上出现最多的问题是 节目组会不会做假票 我已经想到节目组做假票的样子了 肯定又是搞什么不对外公开吧 但这次 节目组却想到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找不出反驳理由的话 顾志凯笑着说道 看来大家对节目还是很关心的 关于投票是否公平的这件事 我们已经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 顾志凯继续说 这节目的特色 能参加公演的每一个嘉宾 都是实名制购票 我们这边会更新一个系统 会按照座位表 一一对应每个人的姓氏 和每个人投票的名单 这个是全网公开的 所有人都可以查询 如果有人觉得名单有误 也可以直接找我们 核对每台机器的投票记录 我们这边都是会保存的 就是为了保证一个绝对公正的舞台 这话一说出来 震惊了三拨人 一波是真爱粉 他们觉得 终于没有票数做假了 自己家的艺人 终于能被其他人看到了 一波是路人 他们没想到 现在一场简单的综艺节目 都搞得这么严谨了 不过这样确实是业内的榜样了 毕竟事事都讲究证据嘛 还有一波人 是带有目的性 来看节目的职业黑粉 他们花仲金抢票的目的 就是为了搅浑水 为的就是怒斥节目组不公平 在网上带节奏 或者等票数公布之后 他们可以在网上借题发挥 写节目组黑幕的文章 可没想到 汪永宁竟然预判了他们的预判 直接搞了一个记录的形式 而且 全场的摄像头不在少数 节目组要想顺藤摸瓜 找到肇事者 也不是什么难事 那些看直播的网友都炸了 我的天 太精彩了 现有其他综艺节目 找来了吃黄粮的国家公正人 现有节目组直接追踪定位 太狠了 我这是看综艺节目 还是法制在线啊 哈哈 我宣布 观众的镜头 是本年度最抓码的情节了 随着顾志凯的一句欢迎 参加节目的30位嘉宾 依次开始拉票环节 到了林峰这儿 林峰只说了一句话 各位听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喜欢我的歌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相比于其他艺人一口一句 谢谢粉丝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陈凡的这句听众 倒是直接划清了界限 在林峰眼里 没有追星崇拜 人人平等 他只不过是在歌曲创作方面 略有才华的人罢了 可林峰越是这样 什么都不在乎 在那些不喜欢他的人眼里 他就越是心机 咱就是说 林峰是不是有点太虚伪了 就是啊 参加这种节目 是为了点什么 大家都不言而喻 他在这装什么庆告啊 我真是看不惯林峰这个人 他的歌也就那样吧 在节目的录制现场 是有屏幕滚动播放弹幕的 但是由于网速和时间差的问题 屏幕上显示的弹幕是有限的 刚好上面的那几条 被林峰看到了 林峰原本已经放下麦克风了 可这会儿 他还是解释了一下 我知道关注我的人很多 说我虚伪也大可不必 我参加这档节目 不是炒身价的 我的出发点就是音乐 我爱创作 这个舞台给了我机会 我可以把作品 带给喜欢我歌曲的听众 这就是我的目的 至于其他的 我无所谓 林峰这话一说出来 现场好几位嘉宾的脸都绿了 这不是摆明了 打他们的脸吗 他们兢兢业业的 在舞台上 媚粉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能让粉丝 多看他们一眼吗 能多给他们花点钱吗 这个林峰 还真是轻高啊 弹幕上更是一片叫好 有人说 欣赏林峰的气魄 有人说 喜欢他的坦荡 当然 其中不乏黑子说的几句 哼 他就是这么说说罢了 要是真有小作坊邀请他演出 他还能去吗 不管怎么说 林峰的这番话确实是圈了不少的粉丝 林峰身边的男嘉宾叫江双宇 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富二代 他在娱乐圈一直都是反响平平 但他的粉丝说 他一个富二代来娱乐圈就是玩票的 他本人要是不给自己找点事做 就只能回家继承家产了 但实际上 他为了能让自己在娱乐圈能有点水花 可是费了不少功夫 可一直都是反响平平 他这会儿跟在林峰身后 突然从林峰身上学到了一点维持人设的技巧 江双宇说道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朋友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我和林老师一样 都是处于对音乐的热爱才参加的这档节目 希望我们的作品能让你们耳目一新 有了他的这套话 一旁那几个人的脸色更差了 感觉他们之前说的 我爱我的粉丝们 请为我投票吧 这种话说出来太丢人了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没粉了 当所有人都介绍完毕之后 顾志凯给了大家两分钟的投票时间 两分钟一到 顾志凯看着屏幕上的数字说道 一共500人 有效票497张 三人未投票 结果我们这边已经统计出来了 现在看一下网友们的投票情况 大屏幕上的数字开始逐渐增加 这是本次参与投票的总人数 大家看着数字 从八位数涨到九位数的时候 都傻眼了 我靠 竟然有这么多人投票 这都破译了吧 别管 是一个人用多个IP投的票 还是真的有上一人观看这档节目 深海月歌的总投票数 还是创造了奇迹 是我没见过世面了 最前面那个数字 是从一滚到二了吗 二开头的数字 就说明 现在有至少两亿的人在看 你们还不知道吗 国外的网友都翻墙过来看直播了 我学校就有好几个在看呢 第四十章 是你赵文博的歌 配不上他的鼓 谁都没想到 一个国内的小综艺而已 虽然这档综艺节目的制作班底 确实不错 但也没说夸张到 能让国外的人翻墙过来看直播的程度 有好几次 直播平台差点都崩了 好在这档节目不是独家 各个视频播放平台都能看 给直播的热度分流了 要不然 汪永宁这会儿肯定崩溃的直哭吧 此时 在后台的汪永宁状况也没好到哪去 当他看到投票人数超过二 五亿的时候 冷汗就流下来了 他差点激动的心脏并发作 虽说汪永宁是国内的一线综艺导演 但他也没见过这种场面 此刻他的祝贺短信 一个接一个的往外蹦 恭喜汪宝啊 节目真不错 你们节目里的那个林峰真不错 他的那首《暗箱》 都上我们学校的宣传屏幕了 节目还没播完 林峰的MV就已经成了大家单曲循环的曲目了 更夸张的 甚至这首歌直接被音乐学校的老师搬进了课堂 大家看到了没 创作者一定要掌握人心 汪永宁尴尬地笑了两声 谢谢祝福 我会更谨慎的 投票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内 林峰果然是第一名 梁月杰他们得了第三名 赵文博那么卖力地迎合粉丝 结果只得了一个第八名 那就说明 在他和他队友之间需要淘汰一人 要知道 赵文博的队友当初是他主动找的人家 把人家夸得天上人间仅此一人 结果到了二选一的时候 他直接踢了对方 开始在节目里卖惨 他泪眼婆娑地说了 这几天他的努力 还有他之前参加选秀的时候 受过的冷眼 虽说现在卖惨不是主旋律 但大家对他还是有老前辈滤禁的 一想到当年的音乐圈环境确实不怎么样 他也算是怀才不遇 就忍不住想把票投给他 和他一组的乐手本身就不善言辞 尤其是在这么多人面前 说句话都结结巴巴的 戏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作品 我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他的说辞相比于赵文博的话 倒是显得平平无奇 林峰一眼就看出了赵文博的心机 如果说他在拉票之前 对赵文博的印象还算可以 那他刚刚说的那段话 等于彻底把自己的好感给消耗没了 林峰小声说了一句 有哭的功夫不如把高音好好练练 可没想到 节目组的话筒收音效果 超乎了大家的想象林峰的这番话 一字不落地穿过麦克风 通过节目组现场的音响传了出来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林峰 弹幕更是直接炸了 开始了吗 开始了吗 林峰又开始手撕细筋了吗 搞快点啊 我就知道 这种茶里茶气 怀疑杨林峰的人 他肯定会出来摆平的 原本赵文博的眼泪还挂在眼睫毛上 听到这句话之后 更是一脸震惊地看向林峰 仿佛不相信 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林峰察觉所有人都在看他 他看了一眼手里的麦克风 付菲了一句 忘了节目组的麦克风收音好了 尴尬 但他表面上看起来 却依旧是不动声色 他缓缓地举起麦克风 说道 不好意思 无意间说了心声 顾志凯突然察觉到 情况好像有些不妙 虽然他也看不惯赵文博这种行为 但林峰这个举动 显然是要把现场拉向僵局啊 这可是现场直播啊 但是观众们却早已嗅到了 两人之间的火药味 一个 林峰准备手撕赵文博的词条 悄悄爬上了热搜 有很多原本对综艺节目不感兴趣的人 看到了这条微博之后 火速点开了直播 打起来 打起来 就喜欢林峰这种 看你不爽 我就直接说出来的性格 有一说一 和赵文博一组的那个搭档 他很厉害的 是我们大学的外聘老师 他一个人组了两个乐队 很帅的 黄老师就是不擅长表达 他有点设控 他和赵文博这组一起组队 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之前 在另外一档节目里合作过 随着热心网友越来越多 大家渐渐把前因后果的瓜吃全了 赵文博此刻看向林峰的眼睛里 仿佛带着刀子 林峰 别以为你现在粉丝多 人际高就能网抱我 梁月杰这么多年 越人无数 他知道 赵文博是那种不要命的疯子 尤其是这会儿 他逐渐处于劣势地位 很有可能狗急跳墙 他急忙拦着林峰 冲林峰轻轻地摇了摇头 但林峰却冲他笑了一下 反而继续看向赵文博 首先 我不认可什么粉丝不粉丝的这种观点 我们不存在隶属关系 或者附属关系 任何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我本人不反对用卖惨的方式来给自己拉票 但我反对实力差的人 可以因为某些不光彩原因 挤掉那些实力强劲的选手 他的话直接把赵文博气笑了 他果然口不择言地说道 我实力差 他实力好 林峰 你一个外行人 还真把自己当跟冲了 他的鼓敲得再好 吉他弹得再好 还不就是个伴奏的 要是没有歌手 他一个鼓声听的 还不是乱七八糟的 赵文博说的义愤填膺 他觉得自己才是一个对的核心 其他人都是绿叶罢了 他的话让黄运奇愣住了 他以为两个人是朋友的 没想到却是利用的关系 其实玩音乐的人 性格都相对直爽 所以他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想的事情也比较简单 可没想到 到最后 自己的却落得了这么个下场 他震惊地说道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和我说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气的缘故 他竟然都不结巴了 赵文博也突然意识到 自己可能有点口不择言了 但现在两人是竞争对手 就没必要维持这份虚假的关系 他说道 我说的不对吗 此时 凌峰突然说道 你说的当然不对 是你的哥 配不上他的骨 一时间 网友们都炸了 快吵起来 第四十一章 竟然有四亿人在看凌峰喷人 举例子举例子 我最喜欢看凌峰举例子了 这场吵架 肯定又是一眼能看到结局 凌峰是绝对不会输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凌峰是属于那种平日里话不多的人 你不招惹我 你做什么 我都当没看见 但你一旦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就别怪我无情开炮了 怎么办 我觉得凌峰更帅了 音乐圈不能没有凌峰啊 汪永宁刚刚被票数刺激地吃了救星丸 这会儿被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再次吓到 又吃了一次救星丸 他对着顾志凯的耳机说道 顾老师 顾老师 你别看热闹了 赶紧想想怎么收场啊 汪永宁的小助理 结结巴巴地说道 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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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数据报了 汪永宁顺着小助理的视线看了一眼 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揉了他一下眼睛 又清楚地看到上面的数字 已经由二开头的变成了四开头的 也就是说 现在至少有四亿人在看直播 汪永宁跌坐在椅子上 顾志凯小声地说了一句 还用拦下来吗 汪永宁叹了口气 说道 算了吧 你注意控场就行 汪永宁导演可能这辈子都想不到 他的综艺节目收视率 竟然能成为卫士综艺的巅峰 让其他综艺这辈子都望尘莫及 凌峰继续说道 任何乐器都有自身的美感 就像有很多听觉有障碍的人 他们只能靠古典来感受旋律 那你的歌声优势在哪 赵文博反驳道 你也是歌手 你不也一样吗 有什么优势 凌峰看着他 没错 但我从来没否定过任何一种乐器的价值 我倒是想说 你的高音唱上去了吗 现场一片唏嘘 可能是现场的氛围太糟了 有一部分观众根本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另外一部分是有注意到高音唱批了 但现场演唱和录音棚难免有差距 总之 大家都忽略了这个问题 只有凌峰当着所有人的面提了出来 凌峰继续说道 你这首歌是好听的 所以你下台之后 我马上冲你比了大拇指 但你在唱歌方面的细节 和十年前毫无变化 此刻的赵文博 有种被人脱了裤子 仍在台上接受大家嘲笑的感觉 他恼羞成怒地说道 你放屁 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凌峰却笑着说道 你该不会以为 这种不完美唱多了 就会形成你的风格吧 你清醒清醒吧 不完美的作品 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 才会成为艺术 在主流音乐纵横的情况下 你的不完美 只能说是另类 此刻的赵文博 已经完全被凌峰带着走了 他已经忘记自己最初的立场了 他目自欲裂地说道 那又怎样 要都是统一的风格 音乐还分什么类 凌峰继续说道 是没错 但你的另类是不合格的另类 一个做了十年十以内加减法的人 不应该十年后还不会做 我不是讽刺你的水平不行 只是说 你的水平配不上黄老师的骨 黄韵琪看向凌峰的眼睛 充满了崇拜 他把自己所有想说的话都说了 自己输就输在嘴笨上了 凌峰阴阳怪气地说完这些话 突然想到自己还在舞台上 他尴尬地说了一句 哎呀不好意思 我刚刚冲动了 大家继续投票吧 好家伙 还投个屁的票了 现在所有人都倾向黄韵琪了 赵文博可能也是预料到了 自己肯定会被淘汰 索性破罐子破摔了 直接冲着观众朋友们喊道 我告诉你们 还真以为凌峰是什么好东西吗 他吃了饭不清理盘子 相当没素质 而且他在最后一天 自己一个人写了一首歌出来 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他就是抄袭 他就是徒有其表的花瓶 他这会儿的爆料 好像小小学生过家家 气不过把对方告老师的行为 凌峰却一脸无语地说道 我那饭该不会是你扔的吧 我还诧异呢 刚吃了几口就被人叫走了 回来之后我饭就没了 你这么勤快 怎么不去食堂应聘保洁啊 此时的弹幕更是笑风了 哈哈 应聘保洁 凌峰可真有你的 哇塞 我没想到赵文博竟然这么小心眼啊 我一直以为他是怀才不育 所以写的歌都很小家子气 没想到他本人就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啊 我现在知道 格局对于歌词的影响了 凌峰的每一首歌 我都能感受到震撼 赵文博的歌嘛 就第一次听的时候 觉得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后来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网友们的嘲笑 以滚动弹幕的形式 一条接一条地攻击着赵文博 而凌峰却说道 我向大家证明 我的所有创作都是一个人完成的 如果你们不信的话 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我会和节目组协商 公开我的创作过程 网友们欢呼地说道 太好了 我最期待看到神仙打架的情节了 凌峰好坦荡啊 我越来越佩服这种有实力 又直爽的人了 投票结束 不出意外 淘汰的人是赵文博 他之前那么久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他本以为自己耍一点小心机 能给自己博得更多的热度 现在看来 都怪凌峰这个扫把星 看到一切都趋于平静了 就连赵文博也落寞地走下台 凌峰也没有霸眼 汪永宁的这颗星 才终于落下 他对着顾志凯说道 顾老师 宣布今天的MVP吧 关闭投票时间的时候 投票的总人数 就已经达到了两亿多 不敢想象 以现在将近五亿人 在看直播的人数 核算投票结果 凌峰又会是什么样的票数 顾志凯率先看到了票数 他整个人惊掉了下巴 但他凭借良好的职业素养 控制了自己的表情 笑着说道 今天的票数 夸张到有些惊人啊 大家猜猜 今天的MVP是谁 全场异口同声地 喊出了凌峰的名字 顾志凯笑着说道 恭喜凌峰 获得本期节目中的 最受观众喜爱歌手 第四十二章 是谁傻了 凌峰竟然有两亿多票 现场顿时一片欢呼 所有人都知道 凌峰实至名归 但更让大家好奇的是 凌峰的票数是多少 有一个观众 突然很大胆地喊道 凌峰多少票啊 顾志凯笑着说道 看来大家比我 还期待揭晓凌峰的票数啊 好 那你们猜一猜 究竟有多少票 有的观众喊五千万 有的观众喊一亿 弹幕上 更有甚者直接说 凌峰的票数 该不会有两亿多吧 说完 自己都有些不太相信 补充道 我瞎说的 大家别当真 梁月杰瞥了一眼凌峰的表情 凌峰依旧是一副 置身事外的样子 仿佛这些票数对他来讲 都是身外之物罢了 可凌峰越是这种 什么都不在意呀的样子 就越是 让那些追名逐利的人生气 他妈的 凌峰也太能装逼了吧 我真是看不惯凌峰这个样子 他算老几啊 不过 大家纵使心里面 有太多的不情愿 表面上依旧是笑嘻嘻的样子 可这偏偏是凌峰最讨厌的虚伪 顾志凯很会吊着观众的胃口 看所有人都很期待的样子 他偏偏不揭晓最后的总票数 而是说道 大家和我一起倒说怎么样 刚好马上也到十二点了 咱们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 说吧 顾志凯看了一眼台上嘉宾的表情 距离顾志凯比较近的是江双宇 顾志凯把麦克给他 双宇 你有什么感想 江双宇是个很有心机的人 此刻是摆在自己面前的机会 像他这样懂得经营人设的人 怎么能放弃这次机会呢 他故意把声音装得微微颤抖 说话的时候 表情因为激动 显得有些兴奋 他声音高昂地说道 我被现场的氛围感染了 这种和大家一起期待一个结果的过程 太兴奋了 我知道 林峰老师一定会创造一个新的奇迹 他装得很真诚 再加上他长了一张看起来就很单纯的脸 大家都以为他和林峰关系很好 那些喜欢林峰的路人 开始在网上刷 哇 双宇也这么喜欢林峰啊 我下次也要顺便给双宇投票 双宇好真诚啊 我觉得都快哭出来了 怎么办 喜欢林峰的人 我都想给他们投票 江双宇 我为你打靠 不得不说 江双宇的算盘打得相当漂亮 他知道 这个时候不能和林峰为敌 一定要想尽办法和林峰套近乎 就算是私底下两人沟通不多 但在荧幕上 在镜头前 一定要想办法给自己加戏 林峰不是个会计较这种事情的人 他微笑着冲江双宇点了点头 表示谢谢支持 江双宇入戏太深 竟然直接揽过了林峰的肩膀 看起来 他似乎比好兄弟更紧张这次的成绩 林峰的眉头微乎其微的猝了一下 稍微有些不悦 但还是被他压了下来 在顾志凯的号召中 所有人一起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在喊完数字的一瞬间 舞台背后的LED显示屏上 突然绽放了不同的烟花 一组惊人的数字 从烟花中间 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 二 一亿 现场直接炸了 我的妈呀 竟然有两亿朵 太吓人了 这个数字 真的是一场综艺节目里可以出现的吗 林峰林峰 怪不得说 有你的地方就有奇迹 别说是那些没见过这种场面的观众了 就连舞台上的艺人们也都傻眼了 他们的惊呼声 透过麦克风传了出来 林峰也只是平静地看了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 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用测量心跳的仪器来测试 就会发现 甚至林峰的心跳 没有任何波澜 顾志凯激动的眼睛里 都泛起了泪花 他激动地走到林峰面前 说道 林峰 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林峰思考了几秒钟 随后说道 谢谢大家喜欢我的歌 也希望以后我的歌 也能一直陪伴大家 随后林峰看了眼后面的投票 说道 投票这种事 大家不用特别在意 票数的多少 我都无所谓 只要你们听我的歌 觉得书心 比什么都重要 好家伙 他的话 把那些好不容易留到最后的人 气得个半死 我们的票数惨不忍睹 你倒好 这不是当众拆我们的台吗 但能怎么办 这话赢者说出来 是洒脱和不在意 要是失败者说出来 那就是心眼小 怕受打击了 而此时 秦小满身为林峰的宣传 已经和节目组打好了招呼 说从节目组不同的素材里 选几段关于林峰的片段 他要发到网上 不过他找了一下 发现林峰这几天 不是在健身 就是在楼下跑步 要么就是在看书 或者是睡觉 相当枯燥无味 好在节目组 听从了林峰的建议 把他在录音棚的视频找了出来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他们发现 林峰所有的乐器 都是自己一气呵成 甚至中间 都没有第二次录制的时候 他们把整个视频 分成了上 中 下三段 发到了平台上 几分钟的时间 点击率直接破了百万 网友们更是刷了一个词条 林峰用七个小时创造的奇迹 本次节目录制之后 那些已经淘汰的歌手 将收拾行李 离开录制现场 而那些之前嘲笑林峰 觉得林峰是过来一轮游的人 结果都比林峰先淘汰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有些事 只能说是别高兴得太早 节目组也是相当人性化 在人数少了一半之后 他们大刀阔斧地 开始整改宿舍 毕竟参加这档节目的 都是大腕 怎么能让这些大腕 长时间挤在一个房间里呢 所以 直接把四人间 改成了双人间 顾志凯把剩下的十五个人 召集到了一起 和他们说了接下来的计划 接下来会有三天的假期 三天之后 又是为期五天的封闭式创作 接下来的节目风格 以及形式 都会在三天之后 你们所有人都回来之后再确定 解散之后 梁月杰问林峰 最近几天有没有什么安排 他有事想邀请林峰 第四十三章 就算是林峰也逃不过相亲 此时的林峰 正低头看着手机 这几天没摸手机 今天突然打开 发现自己的好友申请里 竟然有上百个人 而且自己的老妈 不知道为什么 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 发了上百条消息 此刻他正在爬楼看消息 顺口问了一句 什么事 梁月杰说道 明天下午就是我电影的首映 我和主创团队 会在燕城的电影院参加录演 你也是我们的宣发人员之一 要不你也一起 林峰的手突然停住 他瞪大眼睛 看着屏幕上的字 有些尴尬的 冲梁月杰说道 我确实是很想参加你的录演 但 我这边有点其他情况 可能不太方便 梁月杰看着林峰的表情 有些紧张地问道 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需要我帮忙吗 林峰摆摆手说道 没事 我自己能解决 但是很抱歉 不能参加你电影的录演了 梁月杰说道 这都是小事 你唱宣传曲那件事 我还要感谢你呢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和梁哥说 我能帮你的 肯定帮你 我帮不上的 我找别人帮你 梁月杰是真的把林峰 当成自己弟弟一样看待 他喜欢林峰这种纯粹的性格 看似和娱乐圈格格不入 但实际上 正是娱乐圈所缺少的性格 而让林峰震惊的那条消息 实际上是林妈妈 给林峰发来的相亲短信 林峰越看越觉得冷汗直流 林妈妈不太会上网 自然不知道 之前还被各大公司唾弃的林峰 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国内的新星 他不关心林峰火不火 他只关心林峰现在有没有对象 他苦口婆心地劝道 儿子 妈知道 你一心扑在什么事业上 妈不懂 但我们那会儿 都是先成家再立业 等你有一个对象之后 你再搞你那个事业不行吗 我有一个发小前些年结婚之后 就一去海外了 这么多年一直断了联系 我俩上半年才联系上 他家刚好也有个女儿 比你小两岁 今年二十四 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的 长得特别漂亮 后面林峰都没仔细看 是林妈妈用了好几百个字 来夸赞对方 林峰看到最后只回了一句 妈不去不行吗 他又想了一下 以林妈妈的性格 如果他不去的话 对方怕不是能啰嗦他一个月 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把消息撤回 可他还没来得及动手 林妈妈的视频 电话就打了个过来 林峰赶紧把房间的门关上 好在此刻 房间里就只有他自己 刚一接通 林妈妈的怒吼 直接传了过来 林峰 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 你这是要气死我吗 林峰急忙调小声音 妈妈 小点声 我现在在节目录制的现场 要是被别人听到 就不好了 林妈妈直言不会地说道 你又去给人家当陪衬了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现在也没什么感情经历 能写出人家那样爆火的歌吗 所以说你得先去恋爱啊 没准有了感情经历之后 你就火了呢 林峰静止了两秒钟 叹了口气 他在心里嘀咕道 看来我妈最近真没看电视 不过这样也挺好 可没想到林妈妈继续说道 儿子 有朋友给我发你唱的歌了 那是啥呀 一点也不好听 所以说啊 你现在的水平还不到 歌词写得也不好 你就别再浪费时间了 赶紧去看看这女孩吧 我把她号码发你了 懂点礼貌啊 小姑娘特别优秀 还没等林峰拒绝 林妈妈就急匆匆挂了电话 紧接着就发给林峰一个截图 儿子 就是上面那个微信号 头像是他本人 你和人家聊聊 这两天最好见一面 林峰简直欲哭无泪啊 但没办法 老妈这么多年 独自一人把自己拉扯到大 也不容易自己这么多年 也没忤逆过他 不过林峰倒是下定决心 暂时不谈恋爱了 可出于礼貌 还是决定按老妈的意思办 林峰在从节目组回去的路上 加了女孩的微信 在深情的那一栏 他姗姗剪剪了好多次 最后还是写了一句 你好 我是林峰 对方的头像很好看 是一个女孩 在海边开怀大笑的照片 估计是本人 对方的名称 就是自己的名字 林亚山 很好听的名字 能让人感觉到 这个女孩 应该是一个很开朗温柔的人 可对方迟迟没有回复他的消息 林峰还以为 对方也和他的想法一样 没心思在感情上 所以忽略了他的好友请求 他最后看了一眼手机 就直接睡了 等他睁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手机上正躺着林亚山 给他发的消息 林亚山 24 就没了 最后一条消息 距离现在已经有六个小时了 林峰一边给自己煮了个蛋 一边顺手回复他 林峰 26 随后是漫长的沉默 但林峰还是在消息中看出了 两人对于这次相亲 都带着浓浓的敷衍 行销满给他发了一个视频 哥 你看这个视频 你有没有不喜欢的地方 要是没问题 我就发到网上了 这个视频有十几分钟 就是林峰的一些琐碎日常 但有一个镜头相当有意思 就是 林峰在食堂吃饭 被行销满叫走的时候 赵文博故意端走了林峰的餐盘 还说了那句话 一记林峰返回来之后 看着空空如也的餐桌 一脸错愕的表情 林峰自己看了都觉得很好笑 再加上一些剪辑手法 倒是显得这个片段像段子一样 林峰说道 没什么问题 行销满兴奋地说道 好嘞哥 那我就用官网的账号发了 当林峰返回和林亚山的对话框时 林峰知道自己也在焉城 所以他直接发来一个清八的定位 林亚山说道 我不喜欢和熟悉的人网聊 我就在这 你要是想来就来 不想来 咱们就和家长说不合适 第44章 相亲对象是个摇滚风的妹子 俨然 林亚山根本没把林峰的反应考虑在内 这更像是自说自话 林峰犹豫了一下 还是回了一句 我一会儿过去 此刻的林亚山正躺在床上玩游戏 看到林峰这个消息之后 气得从床上弹了起来 他吐槽道 这个人是不是没脑子 我这话说的都这么明显了 他看不出来吗 林亚山又给林峰发了一句 不用勉强 可没想到 林峰却秒回了一句 不勉强 这下林亚山可慌了 他这几天没工作 每天除了取外卖的时候需要出门 剩下的时间不是睡觉 就是在打游戏头发游的 根本没办法见人了 林亚山坐在床上 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 我这个头到底要不要洗 就见一个相亲对象而已 有必要洗头吗 可是要是其他人 见到我这副拉里拉搭的样子 怎么办 我可是个公众人物啊 要面子的 林亚山最后下定决心 不仅要洗澡洗头 还要化一个霸气逼人的烟熏妆 一定要见面的第一眼 就让林峰望而却步 说做就做 林亚山马上给青八的老板打了电话 学长 我一会儿去你们酒吧住畅 需不需要我啊 青八的老板 是林亚山在大学时的学长 林亚山从小在国外长大 他上大学的时候参加社团 遇到了下国留学生严瑞鹏 两人关系一直都不错 也是颜瑞鹏建议他回国发展的 颜瑞鹏经营了一家青八 在林亚山没有通告的时候 就会去他的青八里唱唱歌 颜瑞鹏调侃道 今儿说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前几天邀请你的时候 你不是说 你最近几天都有睡懒觉的行程 叫我别打扰你吗 林亚山正忙着翻箱倒柜的 找很浮夸的衣服 唉 不提也罢 总是今天情况特殊 你不能拒绝我 颜瑞鹏说道 行 你随时过来就行 我这边还有客人 就先不和你说了 人皮夹克 马丁靴 画了一个烟熏妆 嘴上涂得是烈焰红唇 林亚山看着自己镜子里的造型 一个人欣赏着自己的帅气 我这身太帅了 估计都能迷倒万千少女了 男人看到吗 肯定觉得 我这个人不好征服 退避三射 可惜了 我要是骑个摩托车去 肯定更拉风 唉 可惜我不会啊 林亚山开车去了 颜瑞鹏的青霸 这会儿已经将近六点了 青八里人也开始逐渐变多 舞台上没人唱歌 只有电脑播放着当下最热的曲目 不出意外 正是林峰的暗箱 但林亚山不喜欢这个风格 和他今天穿的衣服不配 他去找了两首节奏感 稍微强一点的音乐 颜瑞鹏看到他的样子 吓了一跳 你这是研究万圣节妆容吗 怎么搞得这么夸张 林亚山扫视了一圈 没看到林峰 他看过林峰的照片 林妈妈发给林妈妈的照片 是林峰大学时期 模样比较青色 拘谨地对着镜头比叶 和现在的林峰差距确实有点大 林亚山小声地和颜瑞鹏说道 我被我家皇后逼着相亲了 颜瑞鹏听到这话之后 又上下打量了林亚山一番 扑驰一声笑了出来 你就算是不想相亲 也不用搞成这样吧 林亚山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你是不知道 我家皇后和那位的妈妈 是发小 两人从小感情就特别好 但自从出国之后就断了联系 这阵子好不容易联系上了 每天都打电话 感情好着呢 我要是直接拒绝 那我俩的妈妈肯定都不会同意 这才出此下策 只有我们双方从性格到发展方向 方方面面都觉得不合适 这才能堵住双方家长的嘴 颜瑞鹏若有所思地点了点 可能 有点道理吧 林亚山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自从林峰说了那句不勉强之后 就一直没有动静 他心里想着 看来对方估计也不太想相亲 聊天都不积极啊 林亚山更不想主动问林峰走到哪了 索性坐在台上弹起了吉他 林峰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 一个浓妆艳抹 穿着一身摇滚风的女人 弹着吉他 画面相当为和 林峰坐下了五分钟左右 女孩连头都没抬一下 仿佛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听着对方的曲子 林峰的顿时职业并犯了 开始在心里点评这首曲子 风格还不太成熟 但他的旋律还可以有待打磨一下 突然林峰的手机响了 是李耀打来的电话 林峰拿着手机走到了门外 李耀说道 林峰 你最近热度很大 我们这边已经接到了几十个代言的邀约了 你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 过来公司一趟 咱们 就被林峰直接打断 我记得我之前说过 不代言产品吧 李耀被林峰的语气噎到了 他停顿了一下说道 是说过 但是我们为了什么火 不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价值吗 价值在什么地方体现 不就是 你能赚多少钱 有多少代言吗 林峰冷冰冰地打断了他的话 直接回怼道 不是 我的价值在于我的音乐 能被多少人喜欢 能被多少人认可 说吧 林峰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就是签了公司的麻烦 尽管他们只是有一个短期的合同 可对方还是会在有限的时间内 不停地压榨他 突然 旁边一个穿着短裙的女人 撞了林峰一下 随后表情夸张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几个聊天没看到你 林峰轻轻摇了摇头 表示不在意 林峰只听到 他们似乎说了一句 我就是喜欢看他出丑啊 紧接着 就是一阵放肆的笑声 相当难听 林峰突然看到 手机上弹出了一条消息 你到哪了 是林雅山发来的 林峰回了一句 到门口了 马上进去 第四十五章 被逼着相亲 双方是伪装影帝 林峰转身 走进了这家清八 这家名叫九维的清八 很有设计感 屋内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主体 就像刚进门这个地方 是学校主题 它的沙发和桌子 都是专门定制的 既有学校课桌椅的风格 又保证了舒适度 而且墙上直接挂了一张黑板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边留言 后面还有摇滚风等等 让林峰眼前一亮 当林峰再次走进来的时候 发现台上的女人 和刚刚安静的样子 截然不同 她一直看向门口的位置 视线从林峰身上掠过 又看向了别人 林峰冲她挥了挥手 林雅珊这才定睛看向林峰 满脸的诧异 她小跑了两步 直接从台上垮了下来 震惊地看着林峰 你 你是林峰 林峰点头伸出手 你好 林雅珊 我是林峰 林雅珊努力地 把面前这个林峰 和皇后发给自己的那张林峰 放在一起做比较 好像是一个人 但怎么感觉 哪里都不太一样呢 林雅珊轻咳了一声 没有握住林峰的手 而是大力地拍了一下 你好 林雅珊把林峰 带上了吧台的位置 她轻车熟路地 和调酒师说道 两杯叶半星海 调酒师愣了一下 狐疑地问道 确定吗 突然 严锐鹏笑着走过来 对调酒师说道 我来吧 随后 她开始在不同的瓶子里游走 但林峰却注意到 她在调试的时候 两杯酒的酒精度数 她动了手脚 自己的这杯 应该是度数高一些 林峰在心里笑了一声 这是想看我醉酒出丑吗 林雅珊翘着二郎腿 两只手搭在身后的椅背上 样子十分狂放不羁 她说道 你喜欢这里的氛围吗 不好意思 怕你不适应 我今天还专程找了 不那么吵的酒吧 平时我都去那种 音乐震耳欲聋的地方 林峰抿了一口酒 这酒起码有四十度 她说道 还好 我都可以 林峰突然想到了 她之前在台上 弹吉他的样子 问道 你喜欢什么风格的音乐 林雅珊摊手说道 看不出来吗 我玩摇滚啊 我最喜欢摇滚了 我从初中开始 就组乐队 林峰又抿了一口酒 点了点头 赞赏道 风格很酷 林雅珊突然觉得 面前这个男人 好像油盐不尽呢 她问了一句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林峰思考了一下 自己的工作性质 说道 不固定 有活就干 没活就待着 林雅珊在心里 嫌弃的扎扎嘴 看来也是个午夜游民啊 林峰反问道 你呢 我也差不多 不过偶尔还来这边助唱 赚点外快 林雅珊突然眼睛泛起了光 林峰心里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林雅珊说道 你还没听过我唱歌吧 我给你唱首歌 说吧 一身皮衣皮裤 潇洒地走到台上 拿起麦克风说道 给大家表演一首 你要跳舞吗 由于没有其他乐器手 舞台上只有林雅珊一个人 她索性用电脑找出了伴奏 自己用吉他配合着音乐 是一首欢快的歌 林雅珊在舞台上的时候 有种掌控全场的感觉 她身上的气质 不像是单纯的 在酒吧里助唱的人 而是见过大舞台的人 每当浪潮来临的时候 你会不会也伤心 在拥挤孤独的房间里 我已经透不过气 这首歌的节奏感很强 再加上林雅珊的衣服风格 现场的好多人 已经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 情不自禁地 跟着一起摇摆了起来 就连林峰 都跟着轻轻打着拍子 这歌很适合这种场景 好多人都情不自禁地 放下酒杯 跟着一起蹦了起来 此刻的轻霸 完全没有了轻霸的氛围 而是像酒吧一样 此刻就差一个DJ 在台上招手了 突然 台下有一个男人 推翻了桌子 骂骂咧咧地走到台前 你吵到我了 说吧 他一把拔掉了 连接音响的线 他身材魁梧 光是站在台下 就有一种压迫感 林雅珊说道 我是主唱歌手 唱歌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 对方挑眉说道 但是 这是轻吧 你听听 你唱的是什么 我们来这里是放松的 不是来听噪音的 噪音 这个男人竟然能说这是噪音 整个房间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看向舞台的位置 林峰也停下了明酒的动作 这倒也不算是噪音 歌还是不错的 可能对有些人来讲 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如果林妈妈知道 林峰这会儿 还在点评人家的歌 那她就清楚 为什么自己儿子没对象了 这也太直男了吧 突然 一声突兀的笑声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哈哈哈哈 这不是一身大小节脾气的林亚珊吗 你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化着浓妆在这儿 卖唱 女人穿着高跟鞋 扭着屁股 一步一步地走到舞台前面来 舞台上的林亚珊 瞪着刚刚找事的女人 顿时明白了 这个壮硕的男人 就是于彤请来砸场子的 林亚珊的拳头默默地攥起 于彤却继续冷嘲热讽 我说林亚珊 你说你当初是何必呢 在那么多人面前 说那句话有什么意义 都是圈子里的人装什么清高啊 我还以为你有胆子打了老板的脸 是早就想好了出路呢 现在看 你混得比我想象的要惨多了 于彤轻蔑打量着 久违这家青霸 眼神满是不屑 他说道 就你现在的身价 也就配在这搔手弄姿了 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歌 也就能在这唱唱了 此时 现场的好多人都意识到 这两个人 应该是之前就有矛盾 还有些人 已经开始拿手机录像了 严锐鹏刚准备过去 就发现身边有一个人影 先自己一步放下杯子 走了过去 不知道你是谁 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但他刚刚的歌没影响到我 反而你 影响了我 第46章 我的相亲对象 竟然是大明星 和林雅山有些犹豫的性格相反 林峰向来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没有顾虑 林雅山组织了半天的语言 最后只说了一句 那也比你当小三抢资源要好 听到林雅山说的小三两个字 仿佛狠狠地刺痛了于彤的心 他瞬间暴怒 指着林雅山说道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装个屁的清高 背地里不知道被多少人 于彤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林峰打断了 林峰从黑暗中缓缓走出来 聚光灯打亮了他的脸 你要是觉得他唱得不好 就你自己去唱 你要是觉得这个舞台丢人 那你又算哪根葱 一时间 所有人都看向了林峰 有几个人认出了林峰 道西气道 这不是林峰吗 我靠 我昨天还在给他投票呢 没想到今天就见到本人了 林峰怎么在这呀 像他们这么火的大明星 也会来轻霸里放松啊 有好戏看了 这个撒泼的女人 好像是惹到林峰了 围观的路人纷纷拿出手机 记录下这一巅峰时刻 于彤只是觉得 林峰看起来有点眼熟 但具体也不太清楚 这个人究竟是谁 还以为是自己 身在娱乐圈的关系 见多识广 林峰也是自己偶然看到的 一个不知名的人罢了 所以他无情地嘲讽道 呦 林亚山 你这个金主 倒是还愿意为你出头呢 不错呀 你凭借这张脸 应该把他迷得神魂颠倒吧 怎么现在不走青春风改摇滚了 是不是你金主就喜欢你这副样子 于彤这个人 很清楚 怎么戳到林亚山的痛点 林亚山这个人 从入圈那天开始 和林亚山 就是同一家公司的 于彤自小家庭条件一般 所以他拼命地给自己找资源 就是为了让自己红 但林亚山这个人和自己不一样 他从小家境优渥 他有着于彤努力几十年 才会有的成就 正是因为有身家撑腰 他在公司可以随心所欲地接资源 不用担心 这个月没有通告的话 房租怎么办 所以他会极度 疯狂地极度 但于彤之所以如此讨厌 林亚山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林亚山和自己的风格很像 两人的长相都属于甜美的类型 但林亚山的美是有特点的 能让人过目不忘 相比之下 于彤这张脸上 有明显的整容痕迹 虽然维持的也是清纯美人的形象 但他美得毫无特色 甚至和很多小花撞了脸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如果接到一个相对好一些的资源 就会优先给林亚山考虑 可这种举动在于彤看来 是公司老板对林亚山的嗜好 虽然老板有妻有子 但不妨碍他在公司继续招三目四 他觉得林亚山就是因为有了这层关系 所以对剧本挑挑拣拣 反而他于同 好多时候都是捡林亚山不懈要的剩饭 长此以往 他能不恨吗 所以他在听说林亚山混得不好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是找人来砸场子 就是为了狠狠地羞辱他 可没想到 林亚山不愧是林亚山 段位就是高啊 竟然还认识一个 看起来有点名气的人 林峰看着他一脸被极度蒙蔽的丑陋表情 顿时猜到了前因后果 他说道 别误会 我就是来这边放松的一个普通顾客 我就是单纯地看不惯你们找一个小姑娘的茶 我想告诉你 有梦想的人不管在什么舞台 只要是为了目标努力 他就是在发着光的 这种人要比你们这种每天耍手段 耍心计的人优秀几倍不止 林亚山呆呆地看着林峰 他突然觉得 面前这个男人好像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普通 似乎发光的人是林峰 因为在自己被人欺负的时候 只有他站了出来 林峰迈着长腿 跨上了舞台 接过林亚山手里的麦克风 说道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 可能歌词有点俗 不过大俗即大雅 希望有些人能从歌里找到共鸣 林峰利用自己的freestyle技能 短时间内在脑海中编了一套歌词 他拿着吉他随意播了几个弦 突然听到有人惊呼了一声 啊 林峰真人比在舞台上帅多了 我的妈爷 林峰见义勇为也太难了 林峰 林峰 竟然真的是本人 我今天赚到了 林峰轻声说道 大家保持安静 我要开始唱歌了 一时间全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安静地 欣赏着舞台上的男人 于同听着周围人的反应 突然察觉到有点不对劲 怎么大家好像都认识 这个男人的样子 他叫什么来着 刚哥好像听见有人叫他林峰 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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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心里默默重复了几遍这个名字 突然感觉脑海好像被炸了一样 轰的一下 他一时间吓得手都不受控制 就连打林峰的名字都打错了好几遍 他反复看着页面上的资料百科 又抬头看了几眼台上的男人 脑袋嗡的一下 一片空白 自己惹谁不好 为什么偏偏要惹当下最火的林峰 完了完了 自己这辈子不是毁了吗 离开舞台的林雅山 一脸错愕地走到了吧台 和颜瑞鹏面对面 又都不知所以地摇了摇头 颜瑞鹏问了一句 他叫林峰 林雅山点了点头 颜瑞鹏又问了一句 你知不知道 最近有一个热度很高的歌手 也叫林峰 林雅山愣住了 木讷地摇了摇头 颜瑞鹏边搜索资料边说道 你刚来的时候 那首 暗箱 就是林峰唱的 突然 颜瑞鹏的手愣住了 他看着手机屏幕 说道 看来 也是这个林峰唱的 什么意思 林雅山一把抢过颜瑞鹏的手机 看着上面的百科资料 人傻掉了 我的相亲对象 竟然是个大明星 我妈怎么没告诉我呀 当她再次抬起头 发现林峰已经开始唱歌了 开口即是高潮 终于你做了别人的小三 我也知道 那不是因为爱 第47章 一首小三唱跑鱼童 林峰一开口 台下的人直接笑喷了 我去 真不会是林峰 太敢说了吧 林峰真的很辣 还是敢想敢说的性格 这歌词说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吧 我倒是想看看 这女的什么反应 有没有人告诉我 这女的到底是谁啊 怎么大摇大摆地过来挑衅 比起林峰歌词的嘲讽 周围人讽刺的眼光 更让于彤如芒刺悲 他恶狠狠地瞪了林雅山一眼 狼狈地逃跑了 那个身材壮瘦的壮汉 也跟在他身后 想要一起溜走 但被严锐鹏一把揪了回来 不好意思兄弟 你们那桌酒钱还没付 壮汉下意识地 看向于彤的方向 可惜于彤已经不见踪迹了 他晃动着手臂 企图挣脱开严锐鹏的束缚 但没想到 严锐鹏看起来 不像是力气很大的样子 可偏偏他的手 却像钳子一样 狠狠地焊死在了壮汉的身上 你创我要什么钱 酒是那个女人点的 你去找他要钱啊 但严锐鹏 却没有要松手的意思 我不管你们是谁点的 但必须要有一个人付钱 如果你不能 把那个女人找回来 这钱就必须你偷 男人一看严锐鹏的表情 看来 今天是认准了 要从他这捞点钱出来了 男人试图用武力 推荡严锐鹏 可没想到 严锐鹏却稳如泰山 他情急之下 一拳打在了严锐鹏的胸口 看得周围人一阵惊呼 你快住手啊 怎么能在这打人啊 可没想到 严锐鹏却冷笑一声说道 是他先动手打人的 你们都看到了 我这属于正当防卫了 紧接着 严锐鹏一个右勾拳 狠狠地冲壮汉的脸上挥了过去 壮汉硬声倒在地上 严锐鹏又打了他两下 潇洒地起身说道 报警吧 说他吃霸王餐 还对老板动手 一旁的一个女顾客 小声地问道 老板 你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啊 怎么今天 还有这样的一面呢 严锐鹏说道 我从小学散打的 目的就是防身用 今天这不是用到了 所有人都惊到了 真没想到 看起来永远笑嘻嘻的严锐鹏 竟然还有这等身手 太厉害了 不过 大家的眼睛 还是放在了临锋身上 这会儿 临锋已经放下了吉他 从舞台上走了下来 马上有一群女孩围了上去 临锋 你好帅啊 能和我签个名吗 能不能和我一起合个照 临锋 可以给我一个T签吗 临锋也没想到 自己现在已经火到了 有人围着 他要签名的程度了吗 临锋说道 这样吧 咱们一起拍一张合影吧 之后 你们可以把照片 洗出来放在家里 虽然好多人有些不情愿 单独合影和群体合影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看临锋的状态 似乎是有些疲惫 所有人都同意了临锋的提议 严锐鹏端着相机 给大家指挥位置 他注意到 临锋山站在了人群的最外圈 似乎没有人邀请他入镜一样 严锐鹏笑着冲临锋山招招手 珊珊 你站在凌锋的旁边 一时间 所有人又看向临锋山 围观的群众 有些人表情不悦 毕竟临锋山很漂亮 站在凌锋身边 他们不都是绿叶了 但有些人却兴奋地说道 快过来啊 快过来 磕到了 磕到了 没想到 凌锋和这个摇滚风小妹 能组成CP 这部英雄救美帝戏马 还挺好看 凌雅山看了一眼凌锋的表情 他只是 冲他微笑一下 凌雅山在众人的簇拥下 拘谨地站在凌锋身边 严锐鹏先给所有人拍了两张合影 随后 镜头对焦到凌锋和凌雅山两人 又拍了两张 严锐鹏说道 你们今天在场的顾客 酒水都打八折 我现在建一个群 把图片发到群里 邀请你们所有人进来 只要是在群里的人 以后过来玩 一律九折 不得不说 严锐鹏很有经商头脑 卖了凌锋一个人情 但却把生意做得更好了 凌锋觉得 他这个人 是个挺值得教的人 所以自然不会计较这些 倒是合照结束之后 他看了一眼凌雅山 咱们是再继续聊一会儿 还是今天就这么算了 凌雅山扫视了一圈 发现顾客虽然都没说话 但是眼神 还是在凌锋身上扫来扫去 他害怕自己在这儿 会被传出和凌锋的绯闻之类的 虽然凌锋的身份 确实让他挺惊讶的 但只因为一个身份 就对凌锋产生好感 也不太可能 他尴尬地说道 要不今天还是算了吧 改天找一个更合适的地点 再继续聊吧 凌锋点头说道 没问题 那我就先走了 严锐鹏也和凌锋挥了挥手 示意他有时间再过来 凌锋离开之后 就点开了打车软件 没想到这个时间正是高峰期 前面竟然排了二十几个人 预计自己打到车的时间 是半个小时之后 怎么办呢 只能等着呀 凌锋等了一会儿 突然听到了两声车笛声 这么快就有师父接单了 陈凡寻声望去 只看见凌雅山放在车窗 询问道 你去哪呀 要不要我再霓城 凌锋摇摇头 不用了 我已经再叫车了 凌雅山看了一眼路况信息说道 现在正是高峰期 等你的车开过来 起码要四十多分钟了 回去的时候 很可能还面临堵车 你到家估计会很晚了 凌锋思索了一下 觉得凌雅山说的很有道理 他只能迈着长腿 坐在了凌雅山的那辆粉色跑车的副驾驶上 凌峰自从说了一句 谢谢之后 就再也没说过话了 他总觉得有些尴尬 尤其是孤男寡女 共同相处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凌雅山偷看了凌峰好几眼 今天凌峰帮自己出头的事情 他一直记在心里 但他害怕凌峰误会 鱼童造谣的鬼话 他不希望自己的朋友 对自己产生偏见 他解释道 其实今天鱼童嘴里的话 没有一句是真的 你相信我吗 凌峰点了点头 我相信 第四十八章 我的大脑里是不是只有音乐 凌峰这句不假思索的我相信 让他心里一暖 不知道为什么 凌雅山突然想和凌峰倾诉自己当时的事情 我们俩一开始是同一家公司的 他比我早签约了几天 他一开始不长现在这样 当初很自然 很漂亮 可能在这个圈子里待的久了 难免会浮躁 尤其是周围美女如云的情况下 很多人开始容貌焦虑 于同便是其一 他觉得自己的脸没有特色 开始痴迷于整容 一开始的时候 老板有提醒过他 你别再动脸了 你现在的脸 有很多剧本适合你 但如果你整容过度的话 制作组也不喜欢这种僵硬的脸 但他根本听不进去老板的话 他的所有心思都放在变美上了 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很多资源 不是老板给凌雅山先挑 而是剧组都喜欢长相有特色的脸 就算是小丫鬟这种角色 有特色的脸也会有记忆点 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像于同的脸 只能演一些相对普通的角色 看来这就是于同一直觉得 老板偏心凌雅山的原因吧 凌雅山选剧本很严谨 情节逻辑一样都不能少 有时候 他宁可三两个月不拍戏 也不愿意拍一部烂剧将酒 所以 到现在为止 凌雅山为数不多参演的电视剧 各个都是精品 但也是有很多剧本 被凌雅山pass掉了 老板为了肥水不留外人田 就让于同去试镜 这就是于同认为的 简胜范 说到这 他们俩之间的恩恩怨怨 应该就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林雅山继续说道 我现在已经和公司解约了 主要也是 怪我在某次制片方 宴请我们的聚会上 好多像我一样 十八线的小明星 都想着讨好制片方 不停地撒娇喝酒 但我酒量不是特别好 就没怎么喝 某个制片人就想方设法灌我酒 还企图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直接站起来说了一句 我不接受潜规则 只想靠自己的本事 来获得角色 但这句话 却把所有人都惹毛了 包括制片人 他说我庄清高 来这儿的人是为了什么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就我一个人当婊子 海底排放 林雅山苦笑了一声 可能当时周围的眼神 也很刺痛他吧 林峰看了一眼 他强装淡定的样子 估计当时 他心里应该也很害怕吧 明明在场的有那么多人 但却没有一个人 能站在他身边 林峰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你做得很对 林雅山愣了一下 林峰继续说道 其他人都去献酒 不代表这种事情 就是对的 你坚守住自己的底线 宁可解约 也不同流合污 我很敬佩 也很欣赏你的勇气 林雅山也没想到 一个刚见了第一面的人 竟然能给自己 带来这么大的鼓励 他突然觉得轻松了不少 自嘲地说道 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现在 闲到在家抠脚 根本没人敢找我拍戏 没有了经纪公司之后 只能自己四处投简历了 林峰笑着说道 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林雅山苦笑了一声说道 只能祈祷我最近运气好一点 能接到点不错的本子 要不然 我真的要西北风了 谁都没想到 两人一开始见面 都是抱着 让对方不喜欢自己的心态 可现在 两人却能心平气和地 坐在一起聊聊过往 还真是神奇呢 林雅山有些疑惑 询问道 你真的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就创作出一首歌吗 这个听着太匪一所思了 林峰笑了一下 当然可以 但任何事都是有前期积累的 就像你曾经在脑海中 想象过一个旋律 但还没来得及把它谱写出来 等到了有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把当初想象到的片段 拿出来用 林雅山更震惊了 你的大脑构造 和我的还真是不一样 这可能 就是你为什么能在短时间 就杀出重围的原因吧 林峰突然想到 刚刚听林雅山唱了几句歌 他的声音条件很好 他问道 你以前是乐队主唱吗 声音条件挺不错的 林雅山尴尬地看了一眼 自己的衣服 有些难以启齿 其实 哎 和你说是实话吧 我这是故意这么打扮的 我就是想让你讨厌我 这样我就能和我妈交差了 林雅山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林峰的表情 发现林峰的脸上没什么波澜 好像早就猜到了一样 所以 你之前不是主唱 是学的唱歌专业吗 林雅山 林峰的脑子里 除了唱歌 没点别的东西了吗 自己白解是那么多了 林雅山突然意识到 他和林峰的大脑构造 确实不一样 林峰的脑子里 估计只有音乐 林雅山说道 我之前学的是古典音乐 在大学的时候 也学了一段时间的流行音乐创作 所以准确来说 我之前应该是一名歌手 现在当演员 才是赚钱了吧 林峰有些诧异 虽然没看过你演戏 但你唱歌这么好 为什么不继续唱呢 说到这儿 林雅山更是愁容满面 你这么说 我就更伤心了 我出过专辑的 可惜反响平平 收益甚至不到 我前期投入的三分之一 我也没办法呀 听到对方也出了专辑 林峰瞬间来了兴趣 他兴致勃勃地拿出手机 问道 歌名叫什么 林雅山顿时觉得有些难以启齿 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 小幸运 林峰在播放器上搜了一下 果然数据一般 评论甚至还不到一万 只有九千多一点 他点开这首歌 刚听到前奏就被吸引了 这首歌的前奏很宁静 和林雅山在台上弹奏吉他的时候一样 安静又美好 让人总能想到 青春七十七单纯又美好的感情 林雅山唱情歌的声音 和在台上表演摇滚的时候 截然不同 他的声音澄澈 让人对爱情总是能抱有无限幻想 就连林峰都忍不住跟着一起打节拍 第四十九章 竟然用歌曲攻击女性 林雅山握着方向盘的手 冒出了一层薄汗 不管怎么说 林峰在音乐创作方面 都是导师级别的人物 他既期待 又害怕林峰的点评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林峰的表情 发现林峰的手 正惬意地在腿上打着节拍 林雅山紧张兮兮地问道 这首歌您觉得怎么样 真是太紧张了 连您都用上了 林峰可能是太过去专注音乐了 完全没注意到这些问题 他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这首歌很好听 很完整 是我觉得相当不错的歌 听到林峰如此点评 林雅山身上紧绷着的那根弦 终于松下来了 他无奈地苦笑一声 但是没办法 有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自己流量大一点 那时候 不管我唱的歌怎么样 听众都是 我现在的几倍多吧 林峰没说话 他脑海中一直在思考这首歌 不得不说 有的时候 男歌手和女歌手唱歌完全不同 同样一个题材 两者都能创造出不同风格的歌 或许这首小幸运 林峰也能翻唱 或许会有人说 林峰演唱的更好听 但他知道 林雅山这个版本 永远都是无法替代的 所以林峰也觉得有些可惜 他说道 你也别太灰心 你的能力是很出众的 只需要一个机会 林雅山笑了一声 说道 谢了 有你这句话 我心里舒服多了 那我也不能堕落了 最近几天也要开始工作了 林雅山把林峰送到了 他们小区的门口 他说道 没想到你住这个小区啊 咱们离得还蛮近的 我就住在那个小区 看到了吗 那个大楼 林峰点了点头 好 那以后有机会一起吃饭 两人挥挥手道别 林峰还没到家 就收到了林妈妈打来的电话 林妈妈激动地问道 儿子 听说你和珊珊见面了 感觉怎么样 珊珊本人 是不是比照片漂亮多了 性格怎么样 现在的工作怎么样 你们俩聊得来吗 林妈妈的话 就像一连串的机关枪一样 接连向林峰打来 林峰笑着说道 嗯 人还挺好的 这下话林妈妈愣住了 她狐疑地问道 你说的是真心的 还是骗我的 林峰笑着说道 那你想听我说什么 她不好 我不喜欢 你满意了 林妈妈瞬间冷下脸 我没和你开玩笑 这件事很严肃 林峰无奈地说道 我就是和您实话实说 林雅珊确实很好 很有音乐才华 而且很有气节 我很欣赏她的品质 她的那首 小幸运 倒是有点可惜了 就像她说的 还是热度不够吧 林峰自顾自地 夸了一堆音乐方面的东西 林妈妈听得一头雾水 我是让你们相信 不是让你们点评歌的呀 算了算了 自己儿子就是个音乐疯子 和她说了 也是白说 林妈妈直接挂断了电话 林峰也放下了手机 突然看到了林雅珊问了一句 那首 浮夸 是根据你的精力创作的吗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我到家了 实际上 在林峰下车之后 林雅珊就把林峰演唱的所有歌 都添加到了歌单 她惊奇地发现 这些歌她之前都听过 但从来没注意过歌手是谁 而且 这些歌的风格 是她之前就很欣赏的 她越发地发现 林峰的创作跨度很大 几乎每种风格 她好像都很擅长 而且每首歌的歌词都很深刻 深刻到 好像她没经历过这些事情 根本写不出这些内容一样 林峰回了一句 也不全是 这首歌是电影宣传曲 我是根据电影角色创作的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音乐 才睡觉 两人这期间 根本没想着看网络上的风向 因为他们俩都不是 过分关注热搜的人 不然林雅山也不会不知道 林峰的名气有多大 殊不知 此时的网上又爆炸了 林峰英雄就美 林峰一首 小三 唱哭某十八线女星 顶流和摇滚女歌手的爱情磕到了 九维九八处处是惊喜 不过热度最高的 还是林峰临时唱的那首 小三 现在网上有多段 多角度的视频 都是网友从各个角度偷拍的 有的人没看到完整视频 单独看到林峰唱 小三 羞辱于童的片段 开始趁机在网上黑林峰 我一直觉得 林峰本人是个有素质的人 结果他倒是喜欢羞辱女性 呸 不管前因后果 林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让一个女生下不来台 就是他的错 我都服了 林峰的粉丝 你们是不是追星追的 都没有脑子了 下次他侮辱的是你 你还现在这个反应吗 网上确实是有很多段视频 但大多数都是从林峰 开始讲话之后才开始录的 所以 内容多少是有些偏颇的 虽然有无数的现场观众作证 但依旧是堵不住黑子的嘴 直到凌晨一点左右 网上突然上传了一段监控视频 酒吧的监控视频 是相当清晰的 甚至连他们说了什么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从见状的男人挑事开始 直到于童和男人两人 狼狈地离开 直接公开了全过程 网友们看到之后 都惊呆了 我靠 这个视频看来 只有酒吧内部的工作人员 才能发出来了 我的妈爷 大家现在还不清楚吗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都是那个女人在挑事啊 是他侮辱人在先 凌峰只是出手相就罢了 凌峰也太帅了吧 我没想到 他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颜瑞鹏看着网络上 逆转的风向 这才松了一口气 自从凌峰他们离开之后 颜瑞鹏就忙到 根本没时间看手机 好不容易休息一会儿 刚打开手机 又看到满屏的消息 凌峰今天下午 是不是在你的店 哥们儿 到底是啥情况啊 网上都开始阴谋论了 你有没有完整视频 快给我看看 在朋友们的直言片语中 颜瑞鹏猜到了网上的事态 于是他紧急发了一个澄清视频 第五十章 好兄弟就是要沾凌峰的光 好在视频发的还不算晚 风向起码已经转过来了 倒是李耀和邢小满这边一宿没睡 都说了不让凌峰随意行动 他怎么又贸然出去了 还唱了一首歌 现在的问题 不是这件事的影响 而是 网友们都在工作室底下评论 让凌峰把这首歌录全了 他喵的 李耀一听就知道 这首歌肯定是凌峰随口唱的 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唱第二遍 更别提让他录歌了 这不是为难李耀的吗 李耀只能让邢小满装死 千万别登官方账号 谭远最近几天还是在写剧本 在凌峰的引荐下 他去参加了梁月杰的录演 还作为提问嘉宾 询问了两个自己关心的问题 录演结束之后 梁月杰单独把谭远留下 笑着说道 我知道你是凌峰的朋友对吧 一会儿咱们一起吃个饭 还有这部电影的编剧 他没想到自己心中的偶像 竟然这么平易近人 谭远也是由衷地感受到 火了真好 朋友火了真好 自己可以跟着一起沾光 但谭远不是那种 会利用关系 努力达到自己目的的人 虽然梁月杰给他引荐了编剧 但他并没有越界 而是认认真真的询问一些 剧本创作方面的问题 包括剧本的波澜设计 角色的心态等等等等 编剧老师和梁月杰关系不错 更是知无不言 一顿饭的功夫 梁月杰觉得自己 都没怎么插上嘴 关于剧本方面的问题 梁月杰在一旁百无聊赖地 刷着手机 突然看到了 林峰英雄就美的事情上了热搜 这是什么情况 林峰这是今天晚上不是有事吗 一旁的谭远也凑过来看了一眼 狐疑地说道 林峰今天晚上倒是也挺充实的 说吧 也不讨论剧本了 急忙登上微博 切小号开始给和黑粉大战 梁月杰看谭远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 觉得有些好笑 就问了几句关于他和林峰的事 你们很早就认识了吗 谭远头也没抬得说道 我们大学就认识了 毕业之后 为了留在燕城一起追求梦想 就四个人一起租了房子 梁月杰困惑地问道 四个人 现在不就是你们俩一起住吗 谭远打字的手停顿了一下 随后又开始噼里啪啦地打字 现在是我们俩一起 但之前 我们还有两个有演员梦的兄弟 最后还是坚持不下去了 觉得这条路太苦太累了 决定回家工作了 说到这 谭远脸上的表情开始慢慢变得平淡 内心的波澜也在减少 梁月杰点了点头 确实是 有很多人可能做几天的群演 就能被薄勒挖走 有的人可能出门扔个垃圾的功夫 都能被人选中当演员 而有些人 可能努力奋进了一辈子 终归是默默无闻了 谭远的情绪异常低落 他何尝不是这样想的 但一想到 林峰已经率先完成了梦想 他就一肚子的力量 没什么的 林峰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这就告诉我们 只要坚持到最后 就一定能看到成果 梁月杰在谭远的身上 看到了和林峰一样的闪光点 或许真像他说的一样 成果早晚会看见的 之后 谭远拒绝了梁月杰 送他回去的建议 真的不用麻烦了 您能给我介绍这么 我很欣赏的一位编剧老师 已经够麻烦你了 太感谢了 梁月杰看见他连连鞠躬的样子 忍不住调侃他那 等你以后写了作品 记得让我当男主角啊 谭远震惊的瞪大眼睛 你是说真的吗 真的吗 你愿意演我写的剧本 太好了 梁老师 您放心 我如果不写出一个 火爆全球的剧本 就绝对不会和你提起 咱们今天这个约定 梁月杰看着他笃定的表情 竟然也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 等他点了头之后 他才意识到 我刚刚做了什么 他这个级别的演员 就是要爱惜羽毛 更不能随便接剧本 因为很有可能 因为一个剧本 就把自己的口碑折进去 这种事再过去也并不少见 有多少老牌艺人 在演了某个作品之后 这部作品成了他一生的污点 但他刚刚为什么点头了呢 谁知道呢 但那也无所谓了 他远回到家的时候 林峰的房间已经漆黑一片了 他捏手捏脚地回到自己房间 熬夜开始整理 自己今天收获到的内容 越写越兴奋 闻思全涌 竟然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早上九点多 他疲惫地打了个哈欠 糟糕 我写得太投入了 忘记看林峰那件事怎么样了 结果一打开微博 发现网络上一片祥和 那个监控视频 已经被转发了上百万 所有的热度都是在夸林峰的 谭远看到这儿就放心了 他刚准备洗个澡睡觉 就听到手机响了一声 当他准备接的时候 对方又挂断了 他看了一眼对方的来电显示 竟然是曾经很熟悉的朋友 林峰这几天的假期 除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练乐器 就是每天下楼跑步 如果说 我对于林峰来说的影响 只能说他现在跑步 都需要戴帽子了 他怕自己被其他人注意到 要是因为关注的话 自己又要在他们身上 浪费不少时间了 尽管林峰无数次的和他们解释 自己和他们并不是 粉丝和偶像的关系 是平等的 但这句话在追星族的眼里 这就像是一个伪命题 他们一直觉得 滴滴江水会入大海 林峰能有现在的成就 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所以说 一时半会儿 林峰扭转不了他们的思想 他只能让自己躲得远一点 我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 林峰突然收到了李奥的电话 林峰 节目组突然增加了一个环节 节目组的人会去你家里 亲自邀请你来录制现场 第五十一章 突击拍摄的画面 竟然是练琴 林峰愣了一下 怎么这么突然 李奥慌慌张张地说道 你家里有没有什么 不能入境的东西 赶紧收拾一下 我收到的消息是 节目组已经在过去的路上了 林峰淡定地扫了一圈 发现谭远的鞋子没摆好 其他的和之前没什么区别 但李奥还是紧张兮兮地说道 你还是小心为妙啊 节目组搞这种突发情况 肯定就是 想搞到点不为人知的镜头 随便他们怎么搞吧 我要练鼓了 随后林峰就挂断了电话 他扫了一眼弹远鞋子 却被脑袋里突然冒出的 两个旋律打断 林峰转过身 去了乐器室 开始弹琴去了 把李奥交代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 节目组过来的时候 兴致勃勃勃地 两个人一脸兴奋地说道 咱们今天拍的可是林峰 咱们的镜头 一定要装作不经意的 多拍摄一点内容 没准会有什么意外收获呢 两人开始敲门 结果半天没有人过来开门 两人狐疑地对视一眼 难道是他没听见 两人开始加大力气敲门 同时 门铃一串接一串地响着不停 但可惜 林峰的乐器房间 是里要找人专程装修过的 房间的墙壁 用的都是隔音的材料 就是怕林峰弹琴的声音 会影响其他人 但这种装修的一个弊端就是 如果不打电话的情况下 林峰根本不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最可怕的是 林峰每次 每次练起乐器来 就完全处于忘我的状态 更别提看手机了 可怜了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不知不觉在门外 站了二十分钟 还被对门的邻居 警惕地看他们几眼 一副准备报警的架势 接连不断的门铃 虽然没叫来林峰 但是吵醒了谭远 谭远穿着短袖 迷迷糊糊地打开了门 结果推开门 就是一阵激烈的闪光灯声音 工作人员也傻了 面前这个一脸猛逼的爆炸头 到底是谁 你是谁 你们是谁啊 两个人同时开口 但都是一脸错愕 两个工作人员尴尬地问道 这不是林峰的家吗 谭远问道 你们问他干什么 看谭远的反应 应该是认识林峰的 两人瞬间松了口气 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工作证 我们是深海乐歌节目组的 这次过来 是为了拍摄一点生活化的花絮 两人探着脖子 向屋子里看去 突然听到了一阵小提琴的声音 从某个房间传来 两人急忙架起摄影机 捏手捏脚地 向那个房间走去 轻轻敲了两下门 他们知道 林峰肯定听不见 随后突然打开门 嗨 林峰 林峰正坐在椅子上 仰着头闭目仰神 但手上拉琴的动作却没停 听到有人来了 林峰抬起眼皮看了一眼 随后说道 你们怎么进来的 谭远顶着的爆炸头 一脸忧怨地在门口说道 有人要过来 你怎么不说一声 我这副狼狈的样子 直接出镜了 林峰看着摄像机才想起来 哎呀 我刚刚说 要把你的鞋摆整齐的 结果我给忘了 谭远和两个工作人员 大家都满头黑线 一脸猛逼 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 他的脑回路 是不是比别人慢半拍 谭远看了一眼时间 才两点多 自己还能睡会儿 他哈欠连天地说道 你们继续吧 我先回去睡觉了 房间里就剩下林峰 和两个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他们端着摄像机对准林峰 原本想着他 练个半个小时组左右 估计就停了 可没想到 林峰一练就是一个小时 给摄像机都录没电了 节目组只好换上 事先准备好的备用电池 他们俩无奈地说道 林峰老师 你还要练习多久啊 林峰头也没抬得说道 今天下午 都是我的练习时间 这俩人简直要崩溃了 他们原本是想着 今天肯定能录到一些 爆炸性的画面 结果 音乐声倒是够爆炸了 但他们发现 林峰练琴的时候 大脑还是会分析问题 会思考的 感觉就像是两个系统 在单独工作 两个工作人员 就顺便问了几个问题 林峰老师 你觉得自己 参加这档节目 有压力吗 林峰顺口说道 没什么压力 就是顺便的事 工作人员继续提问 现在好多人都说 你是风格百变 就连小三 这种类型的歌 都能守到勤来 你对于网友的夸奖 有什么想说的吗 林峰说道 一个人只会穿 一个风格的衣服 你可以说他是个性 也可以说他是无趣 我不想做那个 只穿一种衣服的人 我要做到的是 不管你给我什么颜色 款式的衣服 我都能在最短时间 搭配成一见亮眼的作品 两个工作人员 并没有太强的采访功底 只是他们觉得 这么干靠下去 也不是办法 但林峰的这个回答 俨然已经超过 他们现在的回答范围了 两人尴尬的笑了两声 真优秀 我们看你这边 好像对很多乐器 都很了解 是专门研究过吗 林峰说道 就瞎玩 玩音乐吗 当林峰回答完这个问题 世界直接安静了 林峰看他们俩 也手足无措的样子 说道 我给你们唱首歌吧 两人瞬间激动疯了 连连点头 好呀好呀 其中一个人 兴奋地插上了一张 新的内存卡 林峰抱着吉他 突然想起了 昨天听到的那首 小幸运 他觉得 这种好歌 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他轻轻拨了几个音 说道 这首歌 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创作的 叫 小幸运 林峰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脸上没有任何粉带的修饰 却有一种高不可攀的味道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听见远方下课终声响起 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认真 呼唤我姓名 林峰的声音一响起 两名工作人员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靠 这也太好听了吧 这歌竟然不是林峰写的 他刚刚是不是说他朋友创作的 两人好奇地去网上搜了一下 第52章 林峰 我能加入你的乐队吗 两人在音乐播放器里 确实搜到了这首歌 但两人相视一眼 一脸震惊 这首歌竟然是一个女的唱的 随后 两人的八卦之魂开始燃起 觉得又有内容可以挖了 可林峰却未卜先知 直接对着摄像头说道 这首歌是我前几天认识的 一位女性朋友的歌 歌真的很好听 我觉得 好歌不被大家听到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林峰放下吉他 询问了一句 现在可以去节目组吗 两人错愕地点了点头 可以 你现在就过去吗 林峰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早点过去吧 你们在家打扰我是有休息 我们俩都没怎么说话好吗 是你一直在演奏啊 不过 林峰说什么 他们就奔着赵做 就是了 林峰给李奥打了的电话 哥 我现在去节目组了 估计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李奥一个急刹车 我这都快到你家了 你去节目组了 他这个祖宗 还真是想一出事一出 林峰到了节目组之后 发现江双鱼也到了 他对这个人有点印象 上次林峰得了MVP的时候 江双鱼哭的鼻涕一把了一把的 他看到林峰过来 激动的走上前问道 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 林峰客气的回复了一句 还可以 他本意是想随便敷衍对方一句 之后自己就去忙其他事 可没想到 江双鱼竟然是个自来熟 自顾自的说了自己这几天的情况 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事 对了 我看到你 即兴创作的那首 小三 你是怎么想到的 用这个形式 让那个女孩颜面扫地 林峰顺口说了一句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江双鱼看林峰实在是不想和自己说话了 他看了一眼时间 也和林峰聊了三分钟 这几分钟只要剪进正片里 那就足够了 他说道 那林峰你就先忙吧 我也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林峰点了点头 他总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的 到了晚上九点多 冯思和焦海斌先过来了 两人焦海斌看林峰 已经已在床头悠闲地看书了 笑嘻嘻地过来调侃他 兄弟 可以啊 你放假这几天也没耽误曝光啊 一首小三 风敏了个大车在音乐的榜首 这歌就是中年人最喜欢的风格 林峰叹了口气说道 我也没想到 这种歌词也会被大家喜欢 我真是太小看了大家的包容度 现在一群人让我出整首歌 我也无奈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 是节目正式录制的时间 最近为了电影宣传的事 忙到了今天早上 这部活动刚一结束 就马不停蹄地跑过来了几个人站在一起 等待着顾志凯宣读接下来的比赛规则 顾志凯先是随意地寒暄了几句 随后说道 这一天时间希望你们剩下的十五人组成三支乐队 如果有人要搞特殊的话 就需要和其他人协商了 毕竟乐队项目一个人的效果肯定不好 顾志凯说的是谁 道家无庸置疑 怎么是组乐队啊 一旁的焦海滨用手肘碰了碰林峰 咱几个就一起合作一个试试呗 我还没和你一起完成过舞台呢 虽然林峰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完成了 但大家一起享受音乐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林峰点了点头 顾志凯继续说道 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根据自己对乐队的憧憬找到合适的伙伴 半个小时之后 来我这交接名单 梁月杰转身说道 那就咱们四个一起 突然一旁传来一个声音 可以带我一个吗 说话的人正是江双宇 梁月森知道这个人的心机很深 上次在公演舞台上的一番话就看得出来 他知道林峰就是流量的顶峰 所以 他是想抱着林峰让自己晋级总决赛啊 顾志凯下意识地就想拒绝 江双宇却盯着林峰询问道 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我在国外学的是古典音乐 萨克斯 小号这种乐器我都很擅长 林峰虽然不太喜欢江双宇 但一说到乐队 林峰就满脑子的舞台效果 虽然他说的这些自己都会 但自己没办法在舞台上兼顾多种乐器 他直接点了点头 可以 他说完这句话 才看到梁月杰一脸便秘的表情 其他人小心翼翼地向这边看了几眼 看到林峰点头之后 更是惊呆了 林峰竟然让江双宇和他一对了 他是怎么想的 江双宇的目的都写在脸上了 林峰是看不见吗 我现在有点搞不懂了 怎么觉得林峰的性格 想一出是一出呢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三队都已经组好了队员 上交了名单之后 就是给大家创作的时间 接下来的五天和之前的节奏一样 每队每天都要更新进度 到了最后一天直接进行公演 这是现场直播 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 如果你们在表演的中途失误了 那就是 你们没有事先做好预设 能登上舞台的表演 肯定是在台下表演了上千遍 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可能作曲很快就能完成 但几个不熟悉的人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合作 考验的还是默契程度 散会之后 几个人一起去食堂吃饭 林峰 你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想法吗 一旁的江双宇也小跑着跟了上来 笑嘻嘻地说道 林峰 我在这方面 没什么意见都听你的 看来这是想给自己立个听话 不搞事的人设 冯思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焦海滨尴尬地看了一眼林峰 又看了一眼梁月节 林峰直接说了一句 那就等我把写好的谱子发给你吧 林峰是答应和他一起组乐队了 但除了舞台以外 也没必要和他有过多的交流 既然对方直接说 对这首歌没意见 那就更符合林峰的心意了 直接让江双宇等通知好了 第53章 怎么系统还出选项了 江双宇尴尬地 嗯 乐一声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直到他看到林峰四个人 用看待外人一样的眼光 看待他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 林峰他们是真的不需要他 但林峰也不全是什么都不说 你擅长什么乐器来着 江双宇还以为 林峰突然想起自己的重要性 急忙说道 早啊 萨克斯 我都很擅长 就在刚刚 林峰听到节目组 要求组乐队的时候 他脑海中的系统突然蹦出来 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真假美猴王 猜猜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林峰还以为系统串平到了 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可随后 系统突然给了一个选择 诉主 现在有两首适合乐队的歌功名选择 一首是恋爱硬 一首是绝匠 林峰习惯性地说道 系统 麻烦放一下片段 可系统却说道 抱歉 这次需要先选择 这两首歌的歌名 就足以说明曲风了 恋爱硬 这首歌一听名字 就是一首很嗨的爱情歌 很适合舞台表演 很容易带动现场的氛围 乐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就是带动全场吗 小小的乐器 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让所有人跟着你一起发现 这就是乐队的魅力 而另一首 绝匠 不太好说 林峰猜测 很可能是一首偏向 孤勇者风格的歌曲 如果说是现场的话 效果估计也很差 但没有那种轻松感 在没听到歌曲片段的情况下 这更像是一场赌博 林峰也不确定 到底哪个选择才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 就凭运气了 林峰直接选了 恋爱硬 林峰还觉得奇怪呢 怎么这次系统没提任务 这是什么情况 难不成是系统出bug了 可万万没想到 系统直接说道 恭喜你 参与了真假美猴王的游戏 选了恋爱硬 期待接下来玩的愉快 这是什么意思 这系统说的话 怎么云里雾里的 但内心 还是萌生出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难不成自己的歌选出问题了 中间还会出什么幺蛾子 算了 不管怎样 也不能让他们组的禁度 一直为灵啊 所以 林峰才会询问 江双语会什么乐器 他好把这种乐器 巧妙的添加到这首歌里面 物尽其用吗 所以 在听到他擅长小号之后 林峰说道 好 那我之后给你单独设计一段小号 你记得加在里面 林峰又说道 这首歌 我已经在脑海中构思好了 是关于恋爱的 一首节奏性很强 很欢快的歌 能带动全场的歌 江双语的眼睛 微不可闻地皱了一下 但他马上装出震惊的表情 我的天 林峰你好厉害 这么快就有想法了 林峰没多说什么 只是和他说了一句 回去等通知 但却被江双语叫住 对了 你们几个不知道吗 要重新分宿舍了 听说节目组叫人 把宿舍都换成了双人的 双人宿舍 节目组倒是还挺费心 江双语看着林峰 期待地问道 林峰 你想和谁住一个宿舍 可林峰却问了一句 和节目组说一声 我们还住四人间 空出来的一间宿舍 改成单人间吧 冯思他们自然没什么意见 他们和林峰相处的这段时间 对林峰说不出半句不好来 自然是想和林峰住一间的 江双语尴尬地看着他们 自己这是彻底被孤立了 到了中午 是冯思固定的休息时间 焦海滨忙着训练 自己手腕的灵活度 梁月杰想问问林峰 现在有什么构想 却被林峰直接拦住 我现在去写 今天晚上给你们一个谱子 明天咱们就开始练 梁月杰呆呆地说道 你还准备自己完成 没我们什么事了 林峰说道 当然有你们的事 后期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协调的 不过你相信我 这首歌的效果 绝对会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支乐队 梁月杰拍了拍林峰的肩膀 有需要随时叫我 随后 林峰自己走到了录音棚 开始封闭式的创作 这次虽然脑海中也有曲子 但并不是完整的曲子 更像是填空题 经常会给一段空一段 就需要林峰结合前后的旋律 把它们串联到一起 但这些对林峰来讲 轻轻松松就能完成 他又根据大家擅长的乐器 给每个人都增加了一段乐器秀 甚至林峰的脑海中 已经想好了每个人要穿的衣服 这首歌一定能大火 林峰觉得 看来系统的难度就在这 是让他进行一个简单的填空 这不是小意思吗 第二天上午十点 所有创作者准时在录制厅集合 林峰早在早饭期间 就已经把大家的歌分配好了 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次公演的表演曲目 大家各自把自己的部分练好 每个人都有两段词 只要表演好了 现场的效果一定超乎你们的想象 江双宇都傻了 他没想到 林峰竟然能在一天晚上的时间 就创作出一首歌 他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就是 节目组是不是事先给林峰通知了 毕竟现在的节目都喜欢造神 营销出一个无法匹敌的人物 让所有人想到他的时候 第一反应都是 他太强了 江双宇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 尤其是他家境很好 所以他从一开始 就不觉得林峰是靠自己真本是博得的热度 在他看来 林峰就是刚好出现在一个恰当的时机 一个满身舆论的人 既能在热度上让所有人望尘莫及 又能在演唱上毫不逊色 这个时候 只要节目组稍微动一点手脚 那林峰自然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 此刻 江双宇咬牙切齿地看着面前的曲谱 林峰啊林峰 我虽然和你一左 但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走后门的样子 到了录制厅之后 顾志凯给梅组一张卡 和上次的内容一样 需要组员进行填写 顾志凯笑着说道 某些组这次 可别还是只留一个名字啊 多写一点啊 第五十四章 难道林峰被透提了 梁月杰轻轻碰了一下林峰的手臂 你这次准备写多少 可别一个字不动啊 林峰说道 那就都写完 几个人顿时瞪大眼睛看着林峰 咱们这虽然是一个创作类型的节目 但还是要遮掩一点 让其他组看到的话 林峰打断了他的话 说道 我倒是觉得 这是给他们的一个激励 之后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林峰在卡纸上 写了全部的谱子 在其他组都已经交上去了之后 所有人都盯着林峰的笔 到了最后画进度条的步骤 林峰一笔拉到了百分之九十 一旁的梁月杰直接惊呆了 你这是干什么 怎么就完成百分之九十了 林峰却不急不躁地说道 最关键的词曲部分 咱都已经完成了 磨合期就很简单了 几个人狐疑地看着他 心里在想 你确定 把小卡提交之后 顾致卡一开始 只是随便扫了一眼 可没想到却傻眼了 林 林峰 你这是创作完了 林峰点了点头 对 接下来就是我们几个的配合了 另外两组 发出了震惊的倒吸气的声音 真的假的 林峰确定 不是被节目组透提了吗 林峰真的让我感受到了 世界的参差啊 一首歌 半天就能写出来 有两个人窃窃私语 该不会又是抄袭的吧 说不准啊 人家背后有个隐形的词曲大佬 给他写词 咱哪知道去啊 两人的表情一脸不屑 似乎对林峰的实力相当不认可 周一听不下去了 直接说道 你说林峰有帮手 证据呢 两人一脸错愕 看着自己的队员 周一 你 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 不对 你本来就是林峰的舔狗吧 可惜什么都没舔到 正当周一准备反击的时候 一旁的黄运奇说了一句 你要是有本事 就写一首更火的出来 男人谢的说道 你的歌火不火 有的时候和质量没什么关系 还是要看流量 你有流量 就算写一首歌都能火出天界 嫉妒 这就是最直白的嫉妒 周一问了一句 那林峰的流量是天降的吗 两个人满脸不屑的说道 你以为不是吗 他不就是在那场节目里自己炒作 唱了一首《孤勇者》才火的吗 单凭他自己 他能火 背后还是有陈海音乐的推波助澜 两人一副什么都了解的样子 煞有其事的分析 周一和黄韵琪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摇了摇头 这队伍 他们没办法待下去了 既然能到一起组乐队 那肯定是理念相同 这样才能做出好音乐 但如果大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甚至都不认可对方的观念 那就没必需要继续下去了 周一直接举手示意顾志凯 顾老师 我们想重新分一下组 顾志凯有些诧异 大家都已经完成词曲创作的第一部分了 这个时候不好重新分啊 黄韵琪说道 既然不能重新分 那我们俩单独组成一组可以吗 顾志凯犯了难 这个我得请示一下节目组 说吧 他直接去找了汪永宁 听到周一他们这么说 刚刚吐槽凌峰的那俩人瞪大了眼睛 你们疯了 现在分开 不就是等着淘汰吗 周一冷笑一声 我就算是淘汰 也不和你们这种人在一起 其实在娱乐圈 很少会有直接撕破脸的 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而且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交友圈 一传十 十传百 到最后 指不定传成什么样呢 所以 大家尽可能都会避开这种情况 可没想到 在周一他们提出重新分组之后 那两个极度凌峰的人 却依附原来如此的表情 原来是这个意思 原来这就是节目组的目的 三个人和两个人的舞台 肯定不会得冠军 那凌峰他们 只剩下最后一组竞争对手了 这算盘 打得真妙啊 只能说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他现在既然已经认定 凌峰有黑幕 那就不管发生什么 他都觉得这件事和凌峰有关 顾志凯在询问了汪永宁的意见之后 说道 既然你们的理念不合 那就分开吧 暂时分成四组 原定是五人一组 现在有了突发情况 江双宇却慌了 他本来就是借助五人一组的优势 强行和凌峰他们组队的 可现在 既然有了其他特例 他可怎么办 他紧张兮兮地看了一眼凌峰的表情 发现对方没什么波澜 这才暂时放了心 录制结束之后 凌峰说道 大家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咱们下午三点钟 集合 冯思看了一下时间 他要回去赶紧睡觉了 江双宇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凌峰心太大 还是完全不在意这场舞台的表演 要知道 没有合作过的乐器手 他们之间要找到一个切口 找到笔的节奏 这是很讲究技术和配合的 很多时候 就是需要一次次的练习 用时间来进行磨合 但凌峰他们这时间分配的 怎么这么诡异呢 没办法 江双宇怕自己跟不上他的节奏 只能自己回去偷偷练 不练不知道 这首《恋爱硬》 确实是一首能带动全场的歌 他尝试着录了一个demo 突然就被凌峰这首曲子吸引了 脑海中突然萌生出了一个想法 要是这首歌是我的该有多好 可听的次数越多 就越觉得 这首歌肯定是之前有人唱过 但江双宇怀疑 会不会是自己记忆错乱 产生了这种错觉 他有一个在国内研究音乐的老师 两人关系一直都很好 他悄悄联系了老师 再三确认 不能把这首歌传播出去之后 他把凌峰的词曲发给了对方 老师 你就帮我查查 国内外 之前有没有相似的歌 或者是曲风哪段 有相似的情况 老师言之凿凿的说 你放心交流吧 我三天之内肯定给你找到 脑海中一旦有了这个念头 就一发不可收拾 第五十五章 彩排前发现音频被泄露了 到了约定好的时间 几个人在录音棚外面集合 凌峰表演键盘兼主唱 冯思是贝斯 焦海斌鼓手 梁岳杰是主唱兼吉他 江双宇也是主唱 还兼小号 几个人分工明确 每个人也有差不多的词 正是彩排开始之后 江双宇就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莫大的压力 梁岳杰他们四个人 明明第一次合作 但好像已经一起练习了 上百次一样 配合的相当默契 什么时候谁开口 梁岳杰唱歌的时候 凌峰的键盘 应该怎么秀等等等等 这些细节 怎么之前都没人和江双宇说啊 在江双宇第三次表演错误的时候 凌峰放下了键盘 有些不满地说道 你的个人风格太强了 我不是说过吗 组合就是要起到 五个人大于五的效果 适当地降低自己的个人风格 江双宇觉得脑袋里还是一头雾水 在第四次练习的时候 江双宇开始小心翼翼地 观察凌峰的表情 好在这次在 轻轻松松地解决了的 之前碰到的状况 但是随后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乐队的进度不得不按了暂停键 如果每个人都会犯错的话 江双宇心里还会有点安慰 关键是 其他人从排练到现在 一点错误都没有过 好像这个乐队 只要离开了江双宇 就能直接登台表演 这让他心里产生了不少的挫败感 但是凌峰还是认真的和他分析他的情况 一旁的冯思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真是拖后腿 但碍于情面也不好直接说 你这个地方 进的时候要循序渐进的节奏 不要上来就用高音 要从低到高 这样观众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过程 而且你唱的这部分 声音有点紧绷 不用太紧张 你的声音条件还是不错的 一定要享受这首歌 享受表演 凌峰推心置腹地和他分析 但江双宇却是紧张的冷汗直流 你说不紧张 我就能不紧张吗 我都快紧张死了 好像凌峰还夸了我一句 嘿嘿 不对啊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唱啊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江双宇都在自我怀疑 凌看了一眼今天的情况 估计继续排练的话 也没有什么进展了 他说道 那咱们今天就排练到这吧 大家回去把自己那部分多看几遍 咱们明天争取一遍就排练下来 江双宇腿都软了 他们这一组 每个人的名气都比自己大 焦海斌和冯思 更是国内很多一线艺人开场会 必请个乐手 自己虽然有点热度 但和他们相比 自己算个啥 就在自己名气和实力 都不如他们的情况下 自己还拖后腿 江双宇急得都想自己 抽自己两巴掌 没办法 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勤能捕捉 他只能练了 结果江双宇一个自诩天才的人 竟然练了一个通宵 就是为了能配合上林峰等人 第三天十点 大家又相聚在了陆志士 四组各自提交了进度表 黄运琪和周一两人 熬了一个通宵 写出了这首歌的出版词曲 其他组也不甘示弱地 把词曲部分创作完了 顾志凯看着嘉宾们脸上的黑眼圈 笑着说道 大家这么卷吗 和之前的节奏可不太一样 今天的排练算不上多出彩 只能说是重归重矩 看得出来 江双宇已经很用心地练习了 林峰没过分地苛责他 只是说了几个 还有需要加强的点 林峰的一句话 就是江双宇的一个通宵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江双宇终于收到了老师的回复 这首歌确实是没有相似的 我查看了国内外的很多个 没有相似的地方 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发布了 他喵的 这要是自己的歌 自己简直会兴奋死 但这是林峰的歌呀 就说明 抄袭的程度几乎为零 他欲哭无泪地说道 谢谢老师 到了第四天 也就是公演前的最后一天 所有人都一副兴致不高的样子 这两天的疲惫练习 让每个人的身体 都超负荷运行 除了林峰他们四个 每天吃好睡好 不用练习那么长时间 配合的效果还是最好的 这怎么不让人嫉妒 可万万没想到 到了公演当天 却出了幺蛾子 林峰他们已经登上舞台了 到了开始和灯光师 配合灯光设计的时候 突然被工作人员 慌慌张张地叫走了 几个人看着工作人员 担惊受怕的样子 突然有些不安 就连汪永宁导演 都亲自过来了 他看着林峰 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犹豫了半天 说道 你们的姻缘 被泄露了 顿时 江双宇的脑袋 五雷轰顶 该不会是自己 传给老师的那个吧 老师不是答应自己 不能往外转吗 别是从我这传出去的 拜托了拜托了 要真是这样 我这辈子就完了 冯思几人顿时火了 他没控制情绪的大喊 到底是谁传出去的 江双宇缩成一团 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林峰比他们都淡定一些 给我听听 只要是他们一起演奏过的 林峰都有印象 但是 这首歌 却是江双宇的清唱 甚至还有几个音不准的地方 江双宇顿时腿一软 直接倒在了地上 完了 这一下全完了 自己百口莫辩了 林峰这才明白 原来系统说的真假美猴王 是这个意思 汪永宁简直要恨死江双宇了 原本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 结果因为他的这个举动 全都要白费了 冯思他们也崩溃了 音频提前泄露 那他们的舞台 就没有任何惊喜可言了 他们曾经幻想过的 燃炸全场的氛围 也肯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怎么办 所有人都慌了 尤其是节目组 恋爱因 这首歌在确定名字的那天 就开始宣传 到现在为止 网上的热度还是居高不下 所有人都想看林峰他们 表演这首歌 结果现在好了 全白费了 突然系统跳了出来 第五十六章 新歌 绝匠 绝匠登场 宿主 本次任务是在舞台上 怒骂江双宇 是否领取任务 林峰讨价还价地说道 奖励是什么 能不能提前给 系统说道 恭喜宿主聪慧过人 提前猜到了 真假美猴王的隐藏含义 所以 绝匠 这首歌就是给您的奖励 好啊 没想到自己还因祸得福了 林峰说道 好 我领取任务 同时 林峰的脑海里 突然浮现了 倔强的歌词 这首歌太棒了 刚好符合他们几个 现在的心情 他们不仅要表演 还要表演得轰轰烈烈 林峰突然说道 我已经有了想法 这个时候 如果再唱 恋爱印 没有任何意义 必须要用一首新歌 来刺激全场 汪永宁叹了口气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关键是 这个时候 去哪再找一首新歌来啊 林峰说道 我有办法 哥 我来想 导演你放心 我肯定能在第三次排练之前 把歌写出来 就连一项话很少的冯思 都忍不住担心道 林峰 这会不会有点为难 你也别太勉强 身为创作者 都知道 创作一首歌 需要消耗极大的精力 所以他们担心 林峰给自己的压力太大 甚至会导致 他住院 这种事 他们之前也经历过不少次 林峰却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你们相信我 我去创作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 他刚准备说名字 突然想到了一旁的江双宇 林峰冷冰冰的 对汪永宁说道 导演 这种人如果还和我们一个房间 我怕我的杀手锏 也会被泄露出去 江双宇没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内 自己之前营造的口碑 直接崩塌 甚至自己成为了过街老鼠 人人厌恶 江双宇灰溜溜的 走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没开灯 他甚至不敢看镜子 前自己这张脸 肯定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吧 他之前从来没有过 这种灰暗的时刻 他的人生 一直是无数人憧憬向往的 他有着很多别人 不具备的优势 能让自己在所有人面前 脱颖而出 但是今天 他的信念破碎了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老师出卖 他愤愤不平地 拨通了老师的电话 结果接通之后 传来的却是师母的哭诉 小宇 音频泄露的那件事 你师父知道了 被弃得住了医院 是来补课的一个中学生干的 那个音频就放在 你老师的电脑桌面上 他用电脑打印资料 就顺手把这个音乐 发给了自己 结果 结果就出了这种事 江双宇原本有一肚子气 想和自己老师发 可现在 听到老师住院的消息 他更难过了 这件事到底怪谁呢 怪那个传出去的学生 可老师之前的创作习惯 就是把音乐文件 放在桌面上 怪老师 可老师是为了帮自己的忙 全望找有没有抄袭 怪自己 自己那诡异的自尊心作祟 想让凌峰身败名裂 结果让自己暗无天日 有的时候 善良一点 总是没有坏处的 可惜 江双宇发现得太晚了 在江双宇离开之后 凌峰说道 这首歌的名字叫 绝匠 歌词我会尽快给你们 舞台背景的色调 要偏黑白灰 灯光设计 在听到凌峰说的这么详细之后 所有人都知道 凌峰的脑袋里 肯定是已经有了构思 凌峰说了歌的部分之后 又转向了梁月姐几个人 有几个地方 需要你们配合一下 几个人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 兴奋地说道 你说 凌峰 需要更换一下服装 要换成衬衫 不要穿得这么随意 可以找造型师商量一下 设计几个体现倔强的元素 还有一个 我觉得是我们的个人特点 做一个原创海报 海报 梁月姐说道 海报这个 不应该是汪导他们去设计吗 凌峰摇摇头 不 就需要咱们几个 刚刚咱们 不是被江双宇背叛了吗 内心是不是有很多情绪 画画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所以我们的话 就是我们的特点之一 几个人点了点头 好 随后 凌峰他们几个分成两组 凌峰去录音棚里开始创作 梁月姐他们在化妆室里开始画画 黑色的手掌印 黑暗的森林 绝强的玫瑰花 这幅画的元素很多 乍一看很乱 画画的技术也不好 但就是很有特色 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 有种黑暗童话的即视感 凌峰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就把歌词写好了 这次 他不敢经手他人 而是直接找到了汪永宁 导演 这个词先给你 你先看着做字幕 汪永宁震惊地看着凌峰 他这做字的速度 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他在网上摘抄一篇散文 都没这么快 汪永宁快马加鞭地 让人赶紧制作 他问了一句 凌峰 网上现在的宣传 还是恋爱印 那首歌 要不要临时改成 倔强 凌峰说道 不敢 我就是要在舞台上 把这件事说出来 汪永宁说道 好 这次出什么结果 我都兜着 这个江双宇 差一点让这档节目 出了不出事故 其他组也听到了 这次的突发情况 真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 周一和黄韵琪担心地 直接跑来问节目组 凌峰他们的节目 能不能正常演出 音频被泄露了怎么办 到底是怎么泄露的 他们的问题 一连串的输出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最后只回复了一句 你们别担心了 凌峰已经解决好了 但有的人 就是单纯地想看笑话 我倒是想看看 凌峰想怎么解决 真是有意思 怎么就他们组的音频泄露了 还是组内关系太差了吧 你们觉得是谁 该不会是江双宇吧 完了完了 今天就是凌峰跌下神探的日子了 梁月杰等人 也听到了恰谈人的奚落 他们也越来越焦虑 距离正式演出的时间 还不到三个小时了 凌峰真的能做到吗 就在最后一次排练之前 凌峰突然出现 把凌峰姐几人悄悄叫走 第五十七章 凌峰公演会是车祸现场吧 凌峰把他们叫到了一间录音棚 确定周围没有人 才说道 哥我已经创作完了 咱们一会儿去舞台上直练习走位 我会和汪岛沟通好 在耳机里放歌 不过我觉得 可能需要走位的 只有咱们三个 能现场达成一个互动就可以 梁月杰问道 那乐器呢 不练了 凌峰运筹帷幄的样子 说道 当然练 但不是在舞台上 而是在这 随后 凌峰又说了自己的想法 这首歌是咱们的杀手锏 现在估计 网上关于咱们这次公演曲目 被泄露的事情 吵得沸沸扬扬的 所以 我们不让任何人知道 咱们这首新歌的节奏 是什么样的 焦海斌愤愤不平地说道 我觉得凌峰的建议好 现在其他组都等着 看咱们的笑话呢 我现在倒是想让他们看看 谁才是真正的笑话 凌峰给他们放了一遍 自己刚刚制作的demo 几个人激动地 就差原地起飞了我靠 我刚刚听的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太震撼了 怎么说呢 尤其是在经历了 江双雨的背叛之后 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 有种特别的意义在 一旁的梁月杰 也点了点头 我很喜欢 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梁月杰已经开始 对照着谱子 开始搏弄琴弦了 他们的上手都很快 明明只是第一次 看到这张谱子 却能一个音符 不错地弹下来 虽然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但当他们一起 合奏第二次的时候 节奏就慢慢找到了 同时 凌峰会给他们指导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在唱词这句词的时候 可以配合着五美的烟火 做一个爆炸的效果 海冰 你这个古典部分 在这个位置可以直接爆 冯思 你的这一part可能要 凌峰给每个人 都分析了一下 个人的特色 在表演的过程中 告诉他们 如何突出自己的个人特色 大概一起合奏了五遍左右 就已经达到了一个 近乎完美的效果 这个结果 让大家都很兴奋 凌峰也激动地说道 舞台效果就是一个加成 我们能在舞台上 表演出最惊艳的合奏 随后 凌峰的耳机响了一下 是汪导叫他们去舞台上 看一下演练效果 凌峰他们戴着耳机 在舞台上无声表演的时候 台下那些嘉宾放肆大笑 不这个时候了 这是表演的哑句吗 我倒是想知道 看演练效果不放歌 是什么意思 哎呀呀 凌峰他们也不过如此 太装逼了 容易遭雷劈 不过这些 吐槽他们的嘉宾 倒只能是小范围的交流 凌峰他们 丝毫不顾周围人的眼光 而是沉迷于舞台 突然 凌峰打断了节目组 汪导 在这儿 你把我们加一数追光 就打在我身上 汪导问了一句 是二分十八秒这段吗 凌峰点头说道 对 继续 之后 凌峰又在某些位置 增添了一些小细节 直到最后 效果让凌峰满意了 这才结束 他们几个下台的时候 甚至还在研究 我觉得我表演的时候 这个部分 应该表情上更用力一点 我觉得吉他这个部分 几个人有说有笑 其他人却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他们 完全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 有的人甚至煞有介事地说道 还用说吗 肯定是自暴自弃了呀 我信凌峰能在短时间内 创作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作品 但我不信 他们团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配合好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不出意外 这首歌肯定会唱得七零八岁 大家幸灾乐祸地点评着 凌峰他们 却对周围这些声音 充耳不闻 他甚至还安抚队友 放心 咱们的配合堪称完美 就是要在公演的时候 狠狠地打他们的脸 说吧 几个人又开始 专心致志地研究谱子 躲在角落里的江双宇 看到了他们公演的状态 又看到了几个人 忘我的讨论环节设计 这一刻 他彻彻底底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或许 凌峰从来就没把自己 当成过自己人 可能是气急败坏的心情 从中作梗 江双宇迫切地期待凌峰他们的公演 变成车祸现场 很快就到了公演时间 所有观众都一次来到自己的座位上 江双宇也深刻地意识到了 自己地位的变化 他之前 不管走到哪 工作人员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即使工作人员本身累得 已经不愿意张口说话了 但面对身份比较高的一人时 还是会强颜欢笑 江双宇是个很喜欢享有特权的人 所以 他承受不了现在的落差 所有人看见他 恨不得离他远远的 就算是说话 表情也是相当敷衍 顾志凯站在舞台上 开始说 这今天节目的开场白 当介绍到歌曲这个环节的时候 他突然问道 朋友们 大家最期待哪首歌呀 现场的观众 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恋爱硬 身为节目的主持人 顾志凯一早就知道了节目的变动 他笑着说道 那就请大家继续期待 或许会有惊喜呢 随后他补充了一句 我们今天更改了暴墓形式 每一轮表演的节目名字 会在显示屏上向大家公布 增加了一丝节目的连贯性 也能让大家沉醉其中 那些看直播的人 开始不停地刷弹幕 不得不说 还得是汪岛会玩啊 我现在一门心思地 想看林峰的节目 但音源泄露这件事 搞得一点惊喜感都没有了 我也很矛盾啊 请节目组正视音源泄露的问题 我听音源里的声音 好像是江双宇的呀 他不是和林峰关系不错吗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对他有什么好处 上面的 你不知道娱乐圈的关系 都可以演得出来吗 江双宇这次真的有点耍心机了 我 网友们的实时弹幕 轮番在大屏幕上滚动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到 江双宇觉得自己颜面无存 所以 他只能加倍地祈祷 林峰表演成车祸现场 第58章 背叛之后的 绝强重生 在第一个五人组表演结束之后 全场一片沸腾 不得不说 这就是乐队的力量 能用短短几分钟的表演 带动全场的氛围 让所有人跟着一起欢呼 不管是台上的表演者 还是台下的观众 都很嗨 很快到了第二组 当大家看到周一和黄运琪 两人的时候 还以为是乐队更换了一种表演风格 因为现在的表演 都喜欢让人眼前一亮 也就是传说中的整活 有得夸张一些 像林峰上次表演的那种 之前不给任何泄露 最后直接在公演舞台的时候 憋得大的 还有一种 可能就是从舞台形式入手 会有两个先出来演奏 但演奏到一半的时候 剩下的几个人 从幕后缓缓走出来 所有人齐声合唱 让节目形式到达巅峰状态 所以 他们还以为周一 他们的节目形式也是这样 但万万没想到 一直到节目结束 始终是他们俩两个 网友们更是开始猜测 我就说嘛 第一天官宣了节目海报之后 后面几天再也没提过歌曲名字 原来是这样啊 我的天 不是五人一组吗 怎么还能有人搞特权啊 我有点搞不懂了 节目组者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该说不说 表演的还是挺好看的 突然有人刷了一句 你们说 凌峰会不会也临时换歌 这一句话 也被不少现场的观众看到了 我靠 凌峰要真是临时换歌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会脱粉了 他的实力也太强了吧 也不是没这个可能性 那些没有底线的人 凌峰向来是不屑一顾的 期待一下 可能这期会有凌峰手撕江双宇的场面 周一在表演结束之后 并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留在台上说了一番话 我知道 大家肯定很疑惑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一组 因为一会儿 还有一个三人组 我们并不是一味地 去违反节目组设置的规定 而是想告诉大家 音乐和人的性格一样 他很直率 藏着掖着 做不出好音乐 所以 观念不同的人 也没办法做出让大家满意的歌 我们为了做到 让自己满意的舞台效果 所以才和节目组申请了重新分组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每一个舞台 周一好像是说了 另外三个人的不是 但好像也没说 搞得大家现在都在好奇 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可接下来上台的一组 就印证了他们的猜想 因为三人组上台的时候 脸色俱叉 他们这次公演舞台的效果 甚至不如他们之前 第三次排练的时候 效果好 但大家都秉持着 破罐子破摔的原则 让对方都不好过 三人组的主唱站出来说道 我知道很多人 可能对我们的看法不同 但我想说 你做别人的舔狗 倒不如做自己的风格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但他的这句舔狗 可给大家留下了无限的幻想 等等 他的舔狗说的是谁啊 我简单分析一下 周一在节目里 似乎挺喜欢林峰的 而且黄运奇上次 还被林峰救了 结果他们两个林峰的粉丝 组到了一起 你们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 这三个人很讨厌林峰 我觉得 你分析的好有道理啊 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真是有可能 不过周一那首歌 写的确实不错呀 比这首可强不少 支持 我也投周一组一票 已经有三组表演完毕了 接下来就是林峰他们这一组了 这次 就连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顾志凯 竟然站出来 说了一段铺垫 这一组比较波折 他们遭受了背叛 遭受了因缘被泄露的巨大打击 但他们 还是想给观众带来一件 让人喜欢的作品 说出你们最期待的名字 顿时 全场相被点燃了一样 林峰 梁月杰 冯思 焦海滨 在一声声林峰中 他们几个缓缓出现在了舞台上 白的聚光灯 打在他们几个人的身上 他们身穿白色的衬衫 看起来安静又有些孤独 有的观众开始怯怯思语 好震撼 我的鸡皮疙瘩起来了 怎么林峰的每次射击 都让人汗毛直立呢 我有预感 这种氛围 肯定不是什么爱情歌 随后 舞台背后的LED显示屏 突然闪出两个字 倔强 舞台上的灯光 也开始慢慢增亮了起来 能让大家看到他们的表情 看到他们手上的动作 歌曲正式开始弹奏 这首歌给人一种 小人物在困境中挣扎的情景 无形的手在禁锢着你 每当你要爬上岸的时候 那只手就会把你拖回去 就这样 日复一日 循环往复 陈凡的歌 仿佛有一种莫名的生命力 能带着人在困境中挣扎 当 我和世界不一样 那就让我不一样 坚持对我来说 就是以刚克刚 我 如果对自己妥协 如果对自己说谎 即使别人原谅 我也不能原谅 林峰刚唱了几句的时候 全场的观众默契地 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相信 这首歌 是在遭到背叛之后写的了 但我没办法相信 他在短时间内 竟然写了这么好的词 林峰 你是我的神啊 当林峰唱到高潮的时候 背后的显示屏上 突然迸发出绚丽的烟花 同时 梁月姐几个人 跟着一起唱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下一站是不是天堂 就算失望 也不能绝望 好多观众 纷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跟着一起打拍子 他们不会歌词 但他们会跟着一起拉拉拉 这首歌 把好多人 唱得气体直流 好好听 我觉得自己的灵魂 仿佛被冲刷了一遍 林峰的歌太震撼了 真的能引起我的共鸣 我永远喜欢林峰 四个人的乐队 却震撼了现场的几百人 同时 带动着电视机前的上一人 一起沸腾 第59章 响手撕林峰 反被林峰撕 很多时候 乐队并不一定要唱欢快的歌 才能带动现场的氛围 大家在乎的 是你唱得好不好 对歌曲设计的用不用心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林峰低着头 一脸神伤地握着麦克风 全场的灯突然熄灭 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张很诡异的画 里面有些部分 像是小朋友的涂鸦 还有些像是学过美术的人 随手画出来的玫瑰 总之 这幅画里 有太多的矛盾元素 仿佛他既时尚 又纠结 异曲完毕 林峰说道 感谢大家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 你们也知道 比较突然 林峰设计的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他故意在角落里 摆放了一把椅子 上面空无一人 但从舞台上来看 有五把椅子 仿佛又是五个人一组 林峰继续说道 我不想说什么太计较的话 有的人可以背叛我 没问题的 但你不能背叛我们一个队 所有的乐队 都是在配合中 逐渐找到默契的 你走了 让我们怎么办 林峰原本还准备了一肚子的话 想都在台上说完 可他突然觉得 你说的越多 倒不如什么都不说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你说的是谁 无疑就是指名道姓的骂 和指桑骂怀区别 林峰思索了一下 他询问了一句 顾老师 现在可以投票了吗 顾志凯愣了一下问道 当然可以 你没什么想说的了吗 林峰说道 大家先投票吧 投票结束之后再说 我不想影响投票结果 虽然只有四组参赛 但节目组 为了让大家的票数都好看一点 还是更新了投票的规则 每个人有三张票 根据心中的人选 排出一二三 每个排名的分值不一样 最后根据大家的分值 进行淘汰 这次的比赛相当残酷 四组 只能留下一组 原本到了投票环节 其他节目都会放相对紧张的音乐 因为好像哪组都不错 不投哪一组都觉得有点可惜 可到了林峰这儿 就完全没有这种困扰 因为林峰的表演实在是太优秀了 大家心中的第一名当之无愧 就是林峰 到了公布票数的环节 林峰组甚至没有任何悬念 可没想到 竟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之前的三人组 在公演解释之后 说了周一是舔狗 现在看来 他的话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 这会儿像是一条疯狗一样 发疯的说道 各位观众 你们真以为 林峰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写出一首歌吗 这就是节目组的计谋 是他们先通知林峰的 比起他的狂吠 林峰倒是很淡定的说道 按照你的这个说法 那就更不成立了 节目组也没通知我 江双宇会泄露音频啊 还是说你觉得江双宇 会毁了自己的前途 听从节目组的安排 去泄露音频 现场的观众都笑疯了 哈哈 这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看得出来他慌了 慌得都口不择言了 我的天啊 林峰分析的条理清晰 我现在倒是想看看 这疯子怎么圆回来 对方也傻了 他在生气的时候 脑袋里就一个想法 林峰的创作 就是提前有人给他写好的 林峰有些无奈的说道 如果你们不相信 我可以再让节目组 把音源泄露之后的全部视频放出来 但我真的不想 总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让大家为我证明清白 没什么意义 主要是浪费时间 你们有这个时间 能看多少书 写多少个故事 今天 也是我最后一次 把视频放出来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放 轻者自轻 我知道那些相信我的人 不管发生什么都会相信我 但那些不相信我的人 就算是我把这些 放在他眼皮子底下 他都会说 我有其他作弊方法 没有意义 林峰说的是对的 因为你 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在林峰说话的期间 场外的MVP投票 已经结束了 这个已经毫无悬念了 还有人能比林峰热度更高吗 估计还没出声吧 顾志凯甚至都没有 什么兴奋的表情了 他面带微笑地说道 恭喜林峰连任 两期节目MVP 现场一片沸腾 林峰实至名归 林峰永远都会是MVP 永远 歌王 歌王 林峰就是歌王 林峰笑着说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那首《恋爱印》 也是我的心血 我不甘心 就让他以憋屈的形式 被大家认识 每一首歌都是我的孩子 我不能让他因为 某些人的恶劣行为 就让他暗无天日 所以 这首《恋爱印》 我们四个人一起送给大家 算是回报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梁月杰直接错愕地说道 咱们四个没单独排练过呀 焦海斌也愣住了 之前都是咱们五个一起排练 四个也没尝试过呀 不管多一个人 还是少一个你 自己的整体节奏 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 例如 在个人秀的时候 其他人怎么找恰当的 时机衔接进去 这些都很讲究技巧 他们的话一字不落地 被观众听到 大家更激动了 看来这首歌 还真是临时创作的 他们之前一直是五个人排练的 绝匠 没关系 你们演成什么样 我们都喜欢 凌峰加油 梁峰组合加油 几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没办法 大家的欢呼声这么高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凌峰说道 这次你们跟着我的拍子来 我先弹两下钢琴 你们听到转音之后 再直接切 因为之前 前面是凌峰单独 给江双宇设计的环节 现在没了江双宇 大家根本无从下手 几个人听了一下 凌峰说的那个旋律 在脑海中找到了自己该切入的时间段 虽然他们各自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但从梁月杰的脸上 还是能看到担忧的表情 下面突然有人欢呼了一声 梁老师加油 不管你唱成什么样 我都喜欢你 第六十章 即兴的恋爱硬 嗨翻全场 这句话突然让梁月杰笑出了声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插曲 他也放松了不少 心里想 不就是临时表演吗 所有人都知道是临时的 就算是唱得不好 大家也能接受 突然 舞台上的灯光全部熄灭 随后 大屏幕上开始更换成了粉红色的背景 之前导演组设计好的灯光 再次派上了用场 只不过 情况比较突然 背景板上 还是五个人的海报 只是临时草率的 给江双宇的名字 打了个马赛克 在现场看到大屏幕上的马赛克 有一种别样的视觉冲击性 不行了 我要笑死了 这个人是有多见不得人啊 有的人在台上连续表演两首歌 有的人连露面都没有资格 打马的那个人 求你再也别来 祸祸娱乐圈了 求你了 轮番滚动的弹幕 让江双宇 有一种自杀的冲动 他颜面扫地 觉得这里的空气都带着刀子 时刻能把他吞噬 他害怕 他恐惧 他只想着逃离 他戴着帽子口罩 低着头 坐着货梯去了停车场 他甚至害怕任何一个多看他眼的人 曾经仰慕的目光 如今变成了锐利的针 时时刻刻着伤着他 而此刻的舞台上 已经在凌峰的琴声中 所有人瞬间进入了节奏 陪你熬夜 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 陪你逛街 逛成点评组也没关系 超感谢你 让我重生 整个Oars 让我重新认识Love 现场的所有人都沸腾了 我的天啊 这首歌现场版 也比江双宇的好听太多了吧 我爱无江版 这才是我心中的 恋爱硬 听了这个 我才知道 江双宇的唱功有多差 林峰更是在台上 直接嗨起来了 他完全享受舞台 蹦蹦跳跳地唱到了高潮 恋爱 ING HappyING 心情就像是 坐上一台喷射机 恋爱ING HappyING 改变了黄昏 黎明 有你 都心跳到不行 随后 是一段每个人个人炫技 但这个片段设计的丝毫不刻意 几个人更是嗨 倒在台上开始对着表演乐器 冯思平时看着话不多的样子 林峰也没想到 他拿起贝斯的时候 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 贝斯在他手里 仿佛有了灵魂一般 所有人都跟着舞台的节奏 一起摇摆着手中的荧光棒 到了最后 别管是不是林峰他们的粉丝 都会跟着唱两句恋爱ING 有种鱼音绕梁的感觉 可能一场舞台公演结束之后 他们脑海中回荡的 永远都是那句恋爱ING 林峰他们这个即兴表演的节目 让汪永宁在后台笑得合不拢嘴 他眼睁睁看着网上的讨论度 越来越高 看到进入直播的人越来越多 他高兴地说道 这个林峰还真是快饱啊 就连副导演都忍不住感慨 我本以为林峰会搞一个车祸现场 看来是我太低估他的实力了 汪永宁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 你还没发现吗 只要和音乐相关的是 林峰总是有能力逢凶化吉啊 不知道是他和音乐有缘 还是音乐选的他 这是一句调侃 但事实也正是如此 不过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吧 客后台的那些同期的嘉宾 却傻眼了 他们完全没想到 林峰他们还有这样的戏码 现在甚至有些后怕 如果林峰这首歌 是在投票之前唱的 那他们还有机会了吗 或者说 今天的这场公演 会不会变成一场 林峰他们对的大秀 虽然他们的想法得不到印证 不过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 当林峰他们唱完一首歌之后 几个人早已大汗淋漓 白色的衬衫紧紧贴在身上 几个常年健身的人 露出了身上的曲线 台下的粉丝更是疯狂的尖叫 啊啊啊啊 太帅了 梁老师不会是影帝啊 身材太好了 顾志凯也沉浸在这个氛围里 此刻他也激动得满头大汗 如果不是耳机里 汪永宁导演催促他赶紧上台 他都快忘记接下来的任务了 顾志凯小跑着走到林峰身边 此刻林峰正大口地呼吸 全新投入的舞台表演 对体力的消耗也是相当大的 顾志凯的嘴角都快咧到太阳穴了 林峰 你对刚刚的舞台表现感觉如何 林峰说道 非常好 感谢三位队友的默契配合 说实话 我们之前确实是没排练过斯个人的版本 但我们今天表演的效果 让我觉得这就是最完美的舞台 梁月杰一只手 接住工作人员扔上来的毛巾 随意擦了一下脸上的汗 在聚光灯下 他脸上的汗 好像化在脸上的高光 看起来高不可攀 但他却顺手把毛巾挂在了脖子上 随意地说道 我没想到我二十岁的梦想 在我四十岁之前实现了 今天在舞台上表演了这场乐队赛 我觉得这辈子值了 再也没什么遗憾了 一旁的焦海滨也兴奋地补充道 你们还不知道吧 梁老师之前最大的梦想 就是在能容纳十万人的场地 以乐队的形式登台表演 虽然现在节目现场没有十万人 但看他表演的人已经有上一人了 所以梁老师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愿望 冯思也难得地说了句话谢谢林峰 这两首歌都是我喜欢的风格 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情 看得出来 组合里的人对林峰的认可度相当高 四个人揽着彼此的肩膀 冲台下的观众深深居了一躬 台下的观众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全然忘记了前面还有人表演 如果不是顾志凯强行说了接下来的节目流程 可能大家脑子里还在想着 林峰这两首歌什么时候能上传到网上 节目组的行动能不能快一点 可别耽误今天晚上单曲循环啊 在顾志凯把所有嘉宾邀请到台上之后 台下的观众发现 好多嘉宾的脸色难看到宛如锅底 甚至连表情管理都不想做了 顾志凯尴尬地问道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对今天晚上观众说的 还说什么啊 这个时候还指望他们说什么好听的话吗 第61章 有人胜券在握 有人寻死未果 有的嘉宾强颜欢笑地说了一句 那就祝大家眼睛里还能看到其他人吧 这一句话说的相当阴阳怪气 摆明了就是在说 别管有多少人参加节目 大家都是林峰的律页 林峰的表情没任何变化 反而由衷地嘱咐了一句 希望你能找到合适 自己定位的节目 别因为自己能力不行 就说别人太行 这样显得你好像不太行 林峰的话 更是让场内外的观众都控制不住了 哈哈 林峰这是在说绕口令吗 绝了 还是他敢说 别管别人行不行 反正你是不行 我的妈爷 那个嘉宾的脸更黑了 哈哈 还不是怪你了 惹谁不好 偏偏要惹林峰 对人还得看林峰 每次看都觉得豪爽 不出意外 所有的奖项和胜利 都落在了林峰的身上 他们的乐队 成为了最火的现实乐队 网上全都是关于 这个传奇乐队的流言 我突然觉得 咱们影帝好有魅力啊 不仅在大萤幕里发着光 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简直要帅死我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他们即兴表演的效果 说实话 我本身就是玩乐队的 我们每次表演节目的 之前都要一起合作上百遍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分神了 那整个乐队的节奏都不对 所以 我是发自内心的 佩服林峰他们 这是真的强 关于他们的讨论越多 就表示 他们几个的下一场演出 就备受关注 顾志凯这次 直接在舞台上 公布了下一次节目的规则 观众朋友们 本次的冠军是林峰 梁岳杰 冯思和焦海斌 其他选手直接淘汰 仅剩的这四位选手 可以邀请一位朋友 大家也好奇了 你们说林峰会邀请谁啊 他在娱乐圈 不是没什么朋友吗 我之前觉得 林峰可能没什么朋友 但我现在觉得 林峰本人 似乎有一种磁场 能吸引来很多喜欢他的人 或许这次就有天降的歌后 来给林峰助唱了 还有一个人开玩笑地说道 那你们觉得 这次林峰是会唱原创歌曲 还是会唱之前的老歌 关于这一点 众说纷纭 但大家的潜意识总是觉得 陈凡肯定会唱原创的歌曲 可关于林峰 究竟会找什么样的人帮唱 大家还是处于好奇的态度 顾志凯继续说道 节目将会在三天之后正式录制 会有五天的磨合期 请大家期待八天之后的舞台公演 这对于林峰他们来讲 就是昔日的朋友 变成了将来的敌人 可这几个人 却完全没有剑板弩张的氛围 几个人甚至有说有笑地下了台 梁月杰一脸激动地说道 我已经完成我的心愿了 其实接下来表演成什么样 我都无所谓了 我也不在乎这个成绩 冯思也一脸肯定地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了林峰 你下次如果有舞台表演的话 一定要来找我 我喜欢你的创作风格 我也很享受你的舞台 冯思主动拥抱了林峰一下 一旁的焦海滨也迎了上来说道 林峰 我也是 你要是有表演 别忘了我们俩 也千万别和我们提前 那就生疏了 我们是真心喜欢音乐的 要是想赚钱坐在家里写一天歌 什么钱都赚到了 但和你一起表演舞台 这是放松 是享受 我们喜欢这样的生活 对于他们来讲 能够在这样的年龄 找到自己的追求 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所以他们珍惜这个机会 林峰被他们真挚的感情打动了 几个人在台下抱在一起 虽然没说激动到落泪 但大家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个时刻 他们从来都不是竞争对手 而是朋友 此刻的江双宇 已经到了自己的小区 可他把车子停在了地下的停车场 迟迟不肯上去 他咬着拇指的指甲 眯着眼睛 咬牙切齿地看着手机上 林峰他们的表演 狠狠地说道 可恶 可恶 为什么他们完全没受到我的影响 为什么 他愤懑不平地砸了一下方向盘 同时脚也不受控制地乱踢了一脚 原本就没停稳的车子 直接开始转动 一头撞到了一旁的柱子上 好在原本距离就比较近 再加上车速不快 只是车子的保险杠被撞坏了 他亮亮呛呛地从车上下来 却被一旁的路人看到 路人就算是不知道这个人是江双宇 也知道这个人的车子不便宜 二话不说 直接拍了两张照片 顺手发到了网上 富二代的车子就是不一样 随随便便就撞到柱子上 人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直接上楼了 我这几十万的车有个划痕 我都要心疼好几天 这上千万的车就这么放这儿了 好巧不巧 他的照片里刚好拍到了 江双宇狼狈的背影很快 这张照片就被网友们发现了 同时 看他们也发现了照片后面的主角 等等 这不是江双宇吗 我靠 江双宇这该不会是泄露音频之后 寻死为果吧 我严重怀疑 这件事是江双宇自导自演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对他放松戒备 不过说真的 江双宇的家是真有钱啊 网上的风向比较倾向于 江双宇因为自责 自杀未果 甚至还有好多江双宇的粉丝 去他的工作室下面留言 求他们救救他 一时间 不知道是说粉丝操心的太多 还是说 大家把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想象的太差了 而此时的林峰 突然意识到 怎么这次表演 似乎全程有一个摄像机在跟着自己 他之前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表演上 根本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可这会儿闲下来的 突然注意到了 他狐疑地问道 你是节目组拍来跟拍我的吗 怎么是个生面孔 突然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李要说道 这个是我找来的 林峰疑惑地看向他 你找个摄像师跟着我干嘛 有什么好拍的 第六十二章 林峰的热度就是有意的媒介 邢小满笑嘻嘻地跑过来说道 哥 我们准备给你出一个纪录片 已经和节目组说好了 可以用他们的节目 当成一个媒介 林峰没想到 自己的行程 竟然被安排得这么慢 邢小满意想到自己这个策划 就一脸骄傲的表情 哥 现在网上对你的看法众说纷纭 我们不想搞什么人设 就想通过一个纪录片 表现出最真实的你 他们是喜欢也好 讨厌也罢 人无完人 每个人在台上的发光 都是有在背后的无数次努力 我觉得 他们应该看到这些努力 林峰听到这些话 没有感觉很然 而是平静地说道 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其他人的看法我也不在乎 我只想过我 自己想要的生活 李要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的生活 林峰 你可以不在乎 但我们不能不维护 因为你想要的生活 正和你现在的处境息息相关 虽然咱们合作的时间有限 但我们也想在这个时间里 尽可能地帮你 李要虽然是林峰的经纪人 虽然他是孙甲虚的助理 虽然他和林峰 本来就站在不同的立场 但他对林峰的帮助 却是真实的 在这一点上 林峰挑不出什么错来 所以他只是白白手说道 那你们看着办吧 他不想被这些事情影响 因为现在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是有一个帮畅的环节吗 林峰的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人选 行小满跟在林峰的身后 问道 哥 现在送你回去吗 林峰说道 嗯 先回家 这两天 你们也别找我了 我自己有安排 一听到林峰自己有安排了 李要瞬间就慌了 他说道 林峰 你 你可千万别搞什么幺蛾子 你要是在搞上热搜 我可真要疯了 林峰接过手机 开了锁 就发现 有很多曾经不联系的朋友 开始给他发消息 都是祝福的话 林峰 你现在真是有出息了 可千万不能忘兄弟我啊 恭喜你完成自己的愿望了 最近的歌真好听 我能有幸得到一张你的签名吗 咱们都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 你看看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咱们一起吃饭拒绝 林峰看到这些内容 甚至觉得有些好笑 之前我一文不值的时候 和你们说句 过年祝福都没人回复 现在 看到我有影响力了 都开始反过来巴结我 这种人 不娇也罢 林峰没有回复 他只是把所有的对话框 都打开看了一眼 想看看那些曾经奚落自己的人 如今又在用怎样的方式 再和自己套近乎 突然 林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头像 是林雅珊 林雅珊发了一小段视频 说道 这段唱得好帅啊 林老师的舞台风格 我很欣赏 有机会一起表演啊 这是林雅珊的一句客套话 他当然知道 林峰这个级别的人 怎么能和自己表演呢 林峰却突然笑了一声 不是说少一位助唱的嘉宾吗 这不就找到了吗 林峰回复了一句 好啊 等了几秒 没看到对方的回复 直接放下了手机 其实 林雅珊在看完直播之后 就直接睡了过去 在舞台上的林峰真的在发光 他就像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玉石 只需要一点点的光亮 他就能展现出千百倍的价值 此时的谭远 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他有些不知所措 都是曾经的好兄弟 如今有求于自己 自己怎么能做到袖手旁观 更何况 他现在也有能力了 当初说好的一起追求梦想 他也不甘心 就这样草率的结束了 他犹豫了半天说道 这件事 你们和林峰说了吗 两人有些郁闷的说道 我们不敢说 当初我们离开 林峰是最反对的 但我们当初走得坚决 还说了那样的话来伤害他 现在 你让我们怎么再开这个口啊 他远回忆了一下当时的 往事历历在目 他们四个曾经是一起 追求梦想的好兄弟 无数次靠着对方的打气 才能坚持到最后 这两个人 一个叫赵之遥 一个叫曹宇七 两人也是在无数次的打击之后 决定放弃演员这条路 林峰曾经两只胳膊抵在门上 痛苦地和他们说 你们再坚持一下 我有一首歌 马上就要发表了 只要我的工资到手 就够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了 别放弃 我觉得 我们很快就能成功了 但他们俩却把林峰推倒在地上 林峰 我们已经耗不起了 我们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一年 两年 但这辈子呢 总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完吧 我不想这辈子 都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我受不了 我还有家人要养啊 林峰没说话 对方直接说道 林峰 你演那些破音乐 也趁早放弃吧 写什么呀 有谁听啊 你写不出大众的歌 你也不能一直做小众的人吧 算了 趁着现在你还有机会 想想别的出路吧 林峰攥紧了拳头 这些人可以说他这个人没出息 可以说他没骨气 但不能说他的歌 林峰对自己的歌 一直都很有信心 他决绝地说道 既然你们想出去这个门 那以后不管什么原因 都别再找我 既然你们现在不欣赏我的歌 那以后也因为我的歌 带来的热度而找我 当时他们俩个不屑地说道 放心 这辈子都不会 可谁承想 现在就真的发生了吗 两人一想起当初对林峰说的话 就悔不及当初 甚至无数次想抽自己巴掌 你说我当初怎么就嘴快了呢 我真没那个意思 我当时只是 哎 当时就是想让林峰也换一个出路 感觉写歌也没什么前景 他苦笑一声 现在看来 真正有长远目光的人还是林峰啊 赵之遥有些神伤 他们真不是故意要针对林峰的 只是他们一着急就口不择言了 谭远叹了口气 这件事 我自己不好做决定 还是看看林峰的意思吧 第六十三章 就有想沾林峰的光野火一次 赵之遥二人不知道怎么和林峰开这个口 毕竟出了事之后 几个人有一年多的时间没说过话了 谁都不好意思打破这个僵局 最后还是谭远念及旧情 说道我帮你们和林峰说一声看看他是什么看法 毕竟现在咱们都是仰仗他 谭远是一个极其有分寸的人 他知道所有人都是冲着林峰来的 那自己就不能因为他们过去的关系擅自做决定 林峰到家之后就准备回房间睡觉了 但他没想到谭远竟然没在房间里写作 而是坐在客厅里等着他 林峰觉得谭远应该是有事 随口问了一句 怎么了 谭远犹豫了一下说道 今天赵之遥和曹雨七联系我了 他们说看到了你的舞台表演 他说到这儿的时候 林峰大概已经能猜到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虽说他们曾经是一起奋斗的朋友 但许久不联系了 却在我爆火之后再联系 这不就是证明我有利可图吗 林峰的脸色没什么变化 是以他继续说 谭远觉得那些话甚至有些难以启齿 他想不到自己是用什么立场 在和这个帮助自己无数次的林峰 说出这番话的 林峰 他们想回来 想再试一次 林峰平静地坐在谭远的对面 声音听不出情绪 是想靠自己再试一次 还是靠我再试一次 这次谭远无话可说 他被林峰这句话堵死了 谭远是一个没什么脾气的老好人 他和任何人相处 永远都是在为他人着想 久而久之 就会让人忽视他的付出 林峰说道 如果回来之后是靠自己 那没问题 奋斗成什么样是一个人的本事 但如果回来是因为我 想借着我现在的热度给自己接戏 那树不奉陪 当初他们对我说的话 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也没失意 更没理由去帮他们 林峰的话让谭远不知所措 最后茫然地说了一句 那我和他们说一下 看来林峰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划清界限 林峰不是没给过他们机会 曾经林峰把他们当成朋友的时候 甚至不惜用自己的工资来养他们 他觉得追梦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靠的就是坚持和契机 他们只要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肯定能碰到好的机遇 但他们不珍惜啊 还嘲讽林峰不切实际 现在林峰终于熬出头来了 他们又想着借林峰的光 林峰凭什么帮他们 谭远低着头 说道 好 那我转答一下 林峰拦住谭远说道 如果他们以后有什么事情 要找我 你让他们直接联系我 别总去找你 他知道谭远的性格 别人有求于他 他肯定想方设法 帮他们完成 谭远点了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 他回到房间之后 又开始纠结 怎么和赵之遥 两人说这件事了 他唉声叹气 为什么遇到这种事的 总是他 谭远犹豫再三 还是给赵之遥发来一句 之遥 我和林峰说了这件事 林峰的想法 你们也猜得到 当初你们对他说的话 他现在还记着 他说你们来不来这边 和他没什么关系 只要你们别找他就行 我 我该说的也都说了 你们如果真的回来的话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吃个饭 但还是别叫林峰了 赵之遥没想到 林峰竟然这么绝情 但他不死心 他更不甘心 放着林峰这么大的热度不用 他和曹雨七说道 七哥 咱们去烟城吧 放心 咱们早晚会火的 林峰和谭远说了这件事 之后就回房间睡觉了 甚至赵之遥 都不值得林峰 在睡前重新回想一遍 林峰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 就看到林雅珊 在凌晨五点多 给他发了一张照片 是在摄影棚里 一块大大的绿布前面 有两个工作人员 在布置道具 他抱怨地说了一句 昨晚熬夜看你的节目 今天早上又要早起拍戏 十八线小人物 混口饭吃 真不容易啊 林峰起床的时候 已经十一点多了 他实在不知道回复什么 就问了一句 吃午饭了吗 又补充了一句 我刚醒 谭远打了个哈欠 出来问了一句 吃什么 点个外卖 林峰说了一句 随便吧 刚说完 就看到林雅珊 发了一张剧组的 盒饭图片过来 四菜一汤 荤素搭配 林雅珊说道 正在吃剧组的盒饭 你昨天的歌唱得真好听 每次看你在舞台上发光 都好羡慕啊 哎 我什么时候能再上舞台啊 我觉得 可能我没有火的命 唱歌不火 演戏也演不上好角色 林峰本来想问他 想不想参加深海乐歌 但又觉得 这种事在网上发 太没有诚意了 毕竟是自己邀请他 来给自己帮场 这样显得好没有诚意 他犹豫了一下问道 你现在在哪 林雅珊发了一个地名 在这拍戏 我这个角色戏份手 估计再拍两天就杀青了 再拍两天 那这个时间 不是刚好和自己 录制节目的时间契合吗 看来注定林雅珊 要当自己的帮场嘉宾了 他和林雅珊说道 我下午去探你的班 晚上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林雅珊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那个在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居然来探自己的班 这和之前相亲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 他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所以 就算知道对方 可能有点热度 也没什么距离感 但林峰那天的表演舞台 让他彻彻底底的清醒了 他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在没相亲之前 林雅珊觉得 照片里的男人 配不上自己 可现在 他在林峰面前 却有一种自卑感 虽然情绪不强烈 但这种意识 却一直若有若无的 在影响他 所以 在林峰决定过来探班之后 他有些担心 或者是 他有些不知所措 这就导致他整个下午 都有些心不在焉的 好在他 今天下午的戏份 就是当背景版 第六十四章 剧组探班女演员 不是在大型的谈话场面里 当一个花瓶 就是在主角的重要戏份里 露出几个惊慌失措的表情 他一想到 林峰来探班 看到的 就是自己没有任何 技术含量的戏份 就一眼愁容 林峰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了 他不知道 探班要买什么 在问了邢小满之后 给林雅珊带了一兜子零食 因为邢小满告诉他 你这种级别的人 如果去剧组探班 肯定会轰轰烈烈 引起关注 所以 你必须低调 就别给大家买东西了 一个人做好保护措施 别被人拍到照片 给你朋友随便买点东西就行 林峰觉得有道理 结果跑了蛋糕店 奶茶店 超市 买了三大袋子零食 他把车停在了片场附近 给林雅珊打了一个电话 刚好林雅珊这会儿有戏 等他打开手机看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了 他匆匆忙忙换下戏服 时间紧张 连假发都没摘 他找到了林峰的位置 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林峰 你怎么今天突然来探班 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 林峰指了一下后座的零食 听说探班需要准备点礼物 这些少不少 林雅珊看着后面的各种蛋糕 奶茶巧克力 人都愣住了 奶油的香味 只往鼻子里钻 未经不住召唤 更是咕咕叫了起来 林雅珊表情痛苦地关上车门 响声大道 把车内的林峰吓了一跳 难道我买错了 还是我买少了 他不喜欢这家店的奶茶 还是不喜欢那家店的蛋糕 薯片 我是不是应该多买几个口味 林峰也没怎么和女孩接触过 所以他第一反应是 自己买的东西应该是有问题 但他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他犹豫了一下 下车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哦 是不是要吃饭了 你害怕吃多了零食吃不下饭 零食你留着 改天再吃 林雅珊简直欲哭无泪 这就是直男的脑回路吗 林雅珊崩溃地说道 大哥 我还在拍戏啊 你不知道女演员要保持身材啊 林峰 这 还真不太知道 他纠结了一下 又说了一句 我还订了火锅 晚饭还吃吗 林雅珊原本想着等林峰过来了 他们去吃点清淡的东西 现在看来 他势必要在火锅和蛋糕中间选一个了 最后说道 先去吃火锅 零食留下 林峰带他去了火锅店 邢小满提前帮他们订好了房间 林峰这次终于想到要体谅他一下 点了一个鸳鸯锅 他们俩先聊了几句最近的工作情况 林雅珊趁机夸了林峰在创作方面的才华 刚好在这期间菜也上的差不多了 林峰直接切入主题 其实我这次来 是有事要求你 林雅珊急忙放下筷子 也严肃了起来 什么事 我肯定尽力帮忙 林峰说道 我想邀请你来当我的帮厂嘉宾 林雅珊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侧着头又问了一遍 你说什么 林峰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想邀请你来当我的帮厂嘉宾 林雅珊目瞪口呆 这个名额不是所有人挤破脑袋争取的吗 你怎么想到我了呢 我 林雅珊紧张到语言系统紊乱 林峰却说 我觉得你的歌很好听 你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被埋没了很可惜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我想创作一首男女合唱的歌 女歌手我只和你熟悉 所以 你是最佳人选 林雅珊顿时受宠若惊 你真的相信我吗 我其实对自己没什么信心 他真没想到 有朝一日 相亲遇到的人竟然是自己 在娱乐圈的贵人 林峰说道 我相信你 而且我也相信 这首歌除了你以外 任何人都唱不了 林雅珊激动地攥住了林峰的手 说道 好 既然你相信我 那我就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节目什么时候录制 歌什么时候给我 我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 林峰说道 不急 刚好是两天后 你这边结束之后 我过来接你 咱们接下来要录制 为期五天的封闭式创作过程 你这五天有什么安排吗 林雅珊心想 就算是有什么安排 也必须放弃啊 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错过了自己 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他说道 林峰 我答应你 你说 需要我做什么 我全力配合你 林峰笑着说道 你放心 此去创作这部分交给我了 但在这次作品的风格上 我还有点想法有待推敲 等我确定好了再告诉你 这几天你就在剧组安心拍戏 有什么情况 咱们随时联系 一顿饭的功夫 两人就把一件大事敲定了 林峰边吃饭边说 鸳鸯锅飘着一层红红的油 包裹着羊肉 林峰吃了不少 到时 林雅珊时刻想着控制身材这件事 清汤的肉也没吃几口 只吃了一点素菜 林峰这个直男脑子 一直在叮嘱 你多吃点 多吃点这个肉 还有这个菜 可惜他到最后都没注意到 林雅珊根本没吃几口东西 林峰送林雅珊 到了剧组给他订的酒店 林峰看着车里的零食 说道 我帮你送上去吧 你如果吃不了 就给剧组的其他人吃 林雅珊犯了难 你这样上去 也不太好吧 你现在热度这么高 要是被其他人看到了 对你造成负面影响怎么办 林峰倒是无所顾忌 和朋友一起吃个饭 帮朋友送点东西 他们还能编出什么东西来 事实上 他低估了媒体的创作能力 也高估了他们的职业素养 林峰提着三个塑料袋上楼的时候 就已经被某些无良的记者拍下来了 尽管林峰从上楼到下楼 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但还是被那些没有职业道德的记者 添油加醋地乱写一通 林峰密会某十八线女演员 林峰深夜带着食物 和某女子同入酒店 八一八林峰的神秘女友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竟然能俘获林峰的心 第六十五章 从妈妈的口中得知自己恋爱了 网友们更是各种猜测都有 现在明星隐婚生子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人家林峰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我觉得这样也没做错什么吧 拜托 那些记者能不能别像个精神病一样 天天就跟着拍那些明星 你家里没妈呀 能不能把重心放在家庭上 我对林峰的印象更差了 感觉她就是在卖人设 有人知道这女人是谁吗 我真的好奇这女的长什么样 有一些观察比较细致的网友 竟然从林雅山的头饰 判断出了她所在的剧组 等等 目前一共有四家剧组住在这个酒店 从女子的头饰来看 她应该是古装剧组 据我所知 酒店里的古装剧组只有两个 一个是仙霞剧 发式风格比较多变 另外一个是历史剧 发式都是根据朝代进行设计的 所有很明显 这个女人是历史剧的角色之一 有了这个分析 不知道哪个网友 竟然搞来了那部历史剧的演员表 根据她们的造型开始一一对应 很快就找到了林雅山的照片 我靠 这个女人长得还挺好看 等等 还有没有人记得 小三 这首歌 那是林峰在夜店创作的 那次夜店事件的女主角 正是这个叫林雅山的女人 随着林雅山身份的浮出水面 有越来越多的网友 发现了她和林峰的亲密互动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早就发现 林峰唱过林雅山的歌了 就在某期节目的花絮里 她唱的是小幸运 小幸运 好多人甚至去网上 专门搜了这首歌 发现两个版本各有千秋 该说不说 这个女人唱歌挺好听啊 林雅山唱歌挺有实力啊 不愧是林峰的女朋友 怎么办 我现在一点也不喜欢林峰了 虽然林峰一直在努力 划清粉丝和她的界限 但我追星 很难不喜欢真人 网上的评价沸沸扬扬 林峰这边却在专心开车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且可能是不小心碰了静音键 李奥 行小满给她打了几十个电话 愣是没打通 李奥在办公室急得团团转 我都说了 让她小心一点 怎么还是出了这种事 她才刚出名 这么早就爆出绯闻 对她的事业发展 是很不利的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都和她说了多少次了 要让她保护好自己 去人多的地方 千万不能让人看到 行小满小声的嘟囔了一句 李奥原本不知道 行小满还从中参与了 这会儿 她目瞪口呆地看着行小满 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 这件事 你也参与了 行小满结结巴巴地说道 其实 我也不知道是女的呀 林格说去剧组看朋友 我就帮她定了一个包间 也叮嘱她 不让她露脸 谁知道会发展成这样 行小满还一脸委屈 李奥简直要气炸了 她火气直窜太阳穴 你都帮她定包间了 就不能顺便问一句 是男的还是女的 行小满一脸无辜地低着头 我也没想到 我犯错了 你能不能别开除我 李奥气得坐在椅子上 用两只手按着太阳穴 叹了口气说道 算了 算了 不和你生气了 你自己想想怎么办吧 行小满想了半天说道 要不我去酒店 把视频要出来吧 林格现在也知道在干嘛 咱们就澄清一下 只是朋友 李奥气得都没有力气大喊了 她叹了口气 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觉得这种鬼话 大家能信吗 我自己都不信 但李奥毕竟经验丰富 说道 现在赶紧联系人 把相关词条撤下来 同时发一些正能量的视频 做正面的引导 之后再说 让大家不要过多关注 林峰的私生活 多关注他的作品 只能这么说了 他们之前也没问过 林峰的私生活 所以 他们俩现在发展成什么样 他也不知道 网上林峰的粉丝 还有一些吃瓜路人 疯狂在官博的评论里留言 势必要给林峰讨一个说法 李奥把整个宣传部的人 都叫过来加班 倒是一旁的邢小满 本来义正言辞的 想给林峰反黑 结果无意间看到了一个视频 基本上是把路人视角 和狗仔视角里的林峰 和林雅珊 剪辑到了一起 外加上一些停顿 一些对两人动作的分析 还有一些梦幻的BGM 邢小满脸色一红 咬紧牙关 生怕自己在这个 剑拔弩张的办公室 发出一丝异类的声音 他只能在内心疯狂叫嚣 磕到了 磕到了 没想到我 竟然能如此近距离的磕CP 这俩人也太甜了吧 不得不说 任何场景 只要被剪刀手稍微修饰一下 马上能看到 空气中都在冒着粉红色的泡泡 这俩人的一个对视 别管像素模糊成什么样 都能感觉到 两人的眼神在充满宠溺 然而此时 两位当事人还不知道 这件事情 已经发酵的如此恐怖 甚至网友连 他们俩孩子的照片 都辟出来了 郎才女貌 俩人真是绝配啊 这孩子的基因也真棒 林峰把车子 停在了停车场 已经走到电梯口了 才想起来 好像忘了点什么东西 他摸了一下口袋 没找到手机 这才急匆匆地跑到车里 在后座找到了那部 被自己遗忘了很久的手机 他刚捡起来 就看到林妈妈给他打了电话 他顺手接通了林妈妈的电话 就听见林妈妈 一阵高兴的笑声 儿子 你可以啊 这么快就和珊珊确定关系了 林峰一脸疑惑 还以为林妈妈 这又是在调侃自己 说道 妈 你就别开我的玩笑了 什么在一起啊 不可能 别多想了 林妈妈听林峰拒绝了 还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儿子 妈都知道了 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女朋友那么漂亮 要是我 我也想让所有人都看到 林峰觉得 近几天他妈妈说的话 他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第66章 卑微发文求原谅 妈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林妈妈的声音有些不悦 严肃地说道 我儿子谈恋爱 还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消息 你说 我能不生气吗 林峰瞬间愣住了 明明只有几个字 他在脑海中排列组合的好几遍 才反映过来 自己竟然是主角 等等 什么意思 你说我谈恋爱的消息 都曝光到网上了 林妈妈兴奋地说道 是啊 我现在 我朋友都来问我呢 珊珊妈妈也过来问我 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 你看看你 怎么也不和妈妈说说 林妈妈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林峰打断了 妈 我现在还有点事要处理 等我有时间再给你打回去 说吧 林峰就挂断了电话 林妈妈在电话那端 喊了他好几遍 可惜还是被林峰拦在了电话里 林峰难得慌张地打开了微博 果不其然 自己宋林雅山上楼的消息 已经被人上传到了网上 而且 此刻网上的评论全都是 林峰人呢 不是很有本事吗 怎么这会儿不能站出来 给大家一个交代呢 我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林峰这个人 看起来也一般嘛 这女的不是什么好人 我知道 她和很多男人一起喝过酒 林峰的眉头 紧紧地凑在一起 网友怎么说她 怎么评价她 她都可以不在意 但现在 网友们那些恶毒的话 像历刃一样 在伤害林雅山 这是林峰不能忍受的 她犹豫了一下 已经在脑海中组织语言了 就在她刚准备发问的时候 李奥的电话打来了 林峰一秒接通 李奥有些沙哑的声音 激动地说道 祖宗 你终于知道接电话了 网上的新闻你看到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林峰如实说了这件事 听了事情的整个经过之后 李奥傻眼了 你们俩就是单纯地吃了个饭 你想邀请她 当你节目的助唱 那你为什么不电话里和她说 那你为什么送她上楼 林峰有些头大 我想着这种事 要正式邀请才有诚意 所以才让小满给我了 约了个包厢 我送她上楼 是因为我给她 买了很多零食 她自己一个女孩子 不好拿上去 我就给她送上去了 我甚至连她房门都没进 站在门口 把东西放在地上就走了 前后夹起来五分钟都不到 我也不知道 怎么变成这样了 林峰简直欲哭无泪 倒是一旁的行小满 低着头不敢看理药 因为让林峰多买零食这个主意 也是她想出来的 李耀扶着额头说道 这种事 就算说出去 也不一定有人信啊 林峰 你就别管了 先交给我们处理 但林峰还是有些担心 他们骂我没事 但现在好多人都去骂林雅山 这样伤害 一个女孩子不太好 我一会儿 还是站出来说两句吧 李耀知道林峰的性格 她是那种 会拼尽全力 保护自己朋友的人 更何况 林雅山这次经受的无望之灾 还是因为她 她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李耀说道 你发文可以 但是要等到我们这边 已经公布事情经过之后 你再斟酌一下发文的字句 别因为你的唐突 给林雅山带来意外的伤害 林峰给林雅山打了个电话 林雅山那边没有回音 她还以为林雅山受这件事情的影响 情绪低落不响理她 林峰字句斟酌地发了一大段话 大概内容就是 你别放在心上 这件事确实是我欠考虑了 放心 我都会解决好的 你注意保护好自己 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 网友们说的话 千万别放在心上 这些消息要比林峰之后更多 她现在没有经纪公司 也没人担心 她的绯闻会给公司 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所以 这次联系她的 都是她之前的好朋友 或者是那些想吃瓜的路人 只不过林雅山回到房间之后 就忙着把零食分类 忙得满身大汗之后 又去洗了个澡 一想到明天早上还要早起拍戏 她就马上上床 十几秒的功夫就睡着了 原本作息十分规律的林峰 这会儿也忧心忡忡 李耀让行小满 去联系了酒店的工作人员 要来了大门口的视频 还有林峰上楼的视频 全程给林雅山打马 包括林雅山的房间号 都做到了隐私的保护 李耀对于解决这种级别的问题 相当有经验 她更知道 这个时候说再多的话 都不如让观众们自己看监控 最有冲击力 李耀更是直接发了一篇文 我不知道 某些人造谣的目的是什么 但全过程就在这儿 林峰和昔日的好友一起吃个饭 饭后把食物送到朋友的门口后 静止离开 总用十四分十二秒 我不知道 为什么还有人居心叵测的造谣 她的私生活 且不说 人家只是正常的朋友关系 就算两人是情侣关系 又和你有什么关系 林峰不止一次 让大家关注作品 远离她的私生活 但你们现在却在用林峰 最讨厌的是伤害她 这就是你们想看到的吗 我们已经调取到了偷拍者的照片 已经联合警方立案 决定追查对方的身份 希望所有造谣的人 都要付出代价 正常情况下 很多明星就算是被偷拍了 也不一定会去追究狗仔的责任 但李耀没必要在意这些 她只在乎 自己手底下的艺人 有没有受委屈 不过 李耀正面刚的行为 倒是给林峰的粉丝们一个底气 李耀不愧是有经验的经纪人 太强了 这么做没毛病 必须告她造谣 五分钟就能被你们编出花来 你们这些狗仔 还有底线吗 大家顺便把这几家媒体号一起举报了 都是传播虚假谣言 博热度的傻叉 视频清清楚楚 所有人心里都知道 两人没什么关系 倒是给邢小满伤到了 她可是刚嗑到了CP啊 她的CP怎么这么快就逼了 但她不服输 这俩人肯定能成 第67章 谢谢你替林峰长了张嘴 一向不怎么看微博的林峰 因为这件事情 心神不宁了一整晚 每隔十几分钟 就要看一眼网上的风向 直到她看到了李耀发的微博 仔细读了两遍 就连视频也没错过 这会儿 她才真正的意识到 原来公众人物 是真的没有隐私可言啊 很多时候 别管她情不情愿 她的隐私 就是会成为大家的谈资 虽然林峰不在意 但并不代表 每一个和她一起提及的人 都不在意 她给李耀的那篇文章 点了个赞 自己又在网上发了一句 朋友就是朋友 我希望我的听众朋友 能关注我的歌 听我唱我的故事 而不是把我的朋友 添油加醋地戏谑他 三五成群地网爆他 生活中有很多 很美好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 可以用相机拍拍花草 而不是窥视其他人的隐私 林峰的话说得很委婉 但还是 有人用最直白的话解释了一下 大家没看懂吗 林峰的意思就是 杀必粉丝少管我 多听个少说话 别伤害我的朋友 那些窥视的人 找点正经事做 少不当人 这个网友的评论 被好多人转发 并且直接配文说 谢谢你替林峰长了张嘴 谢谢你 哈哈 一针见血 这就是林峰想说的吧 这条话 是林峰看了 都要转发的程度吧 林峰确实看到这段话了 他笑了一下 网友们说对了 这就是他的内心独白 他觉得 一个人最重要的 就是看清自己的位置 粉丝找不准自己的定位 总想着对粉丝 指手画脚 这算什么道理 人和人本来就是平等的 我们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 我每天吃了什么 和粉丝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跳出来 想指手画脚 林峰在发送了 这条微博之后 又打开了 和林雅珊的聊天对话框 对不起 这件事我已经解决了 希望没有给你造成困扰 但是助唱嘉宾的事 还是再考虑一下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 表演一个轰动全场的舞台 如果你介意的话 我可以详细和你说说 我对这首歌的设计 事到如今了 林峰这个钢铁直男满脑子想的 竟然还是舞台 怪不得他没对象 他这边在解决了这些事情之后 终于想着自己要好好休息一下 在和李奥沟通了接下来的方案之后 他便倒头大睡 但他和林雅珊似乎有时差 因为在一个小时之后 林雅珊又开始起床 迎接崭新的一天了 他今天早上有一场戏 还有一场半夜的戏 没办法 小角色就是随着主角的场次走 根本没有自己的发言权 当他打开手机 看到铺天盖地的消息后 人都傻了 他震惊地坐在床上捂着嘴 我的妈呀 怎么回事 怎么一夜之间我变成红人了 随便打开一个词条 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他的骂声 这是什么狐狸精 竟然勾引林峰 这女的我觉得也就一巴 没什么特别的 林峰到底喜欢他哪呀 林峰能不能给一个正面回应 我倒是想看看 他能说出什么 一二三来 这些人就是摆明了想找事的人 工作室和林峰都已经发文了 他们不是不信吗 秉持着为林峰着想的名义 实际上却做着伤害林峰的事 这不是林峰想看到的 但这却是那些讨厌林峰的人 最想看到的画面 林雅珊没想到自己的微博 竟然一夜间长了那么多粉丝 平时只有十几条的私信 今天竟然变成了上万条未读私信 他心跳加快 但他还努力克制自己的恐惧 一定要淡定 你什么都没做错 你们俩清清白白 是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辱骂你 你什么都没做错 他闭着眼睛安慰了自己一番 随后才打开手机 看看微信上有多少人联系自己 最近一个联系自己的人 是酒吧老板严瑞鹏 左上角的头像旁边 有十几条未读消息 最近一条是五分钟之前 对方发过来一张截图 款味道 珊珊 你也别太担心了 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看程海音乐那边的公关 也扭转了风向 现在网上应该没有多少人觉得 你们俩有关系 如果真的看到了 也比在意 那些人就是故意激怒你的 林雅珊当然知道 他心里暖暖地回复道 好的学长 这件事 你费心了 你也一晚上没睡吧 好好消息吧 我知道怎么解决 随后 林雅珊打开了林峰的对话框 看到了林峰一个小时之前 给他发的消息 一时间既然有些哭笑不得 林峰确实是在为他着想 不过林峰也更担心 两人的舞台合作不成功 他甚至没有犹豫 直接换回了一句 也麻烦你了 你们也一晚上没睡吧 这件事 确实也是我的疏忽 以后咱们还是尽量避免接触吧 你现在的身份 还是有些不方便的 他刚把这段话发过去 林雅珊的妈妈就打来了电话 火急火燎的说道 女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和林峰在一起了 怎么不先告诉我们啊 林雅珊用了好长时间 才给林妈妈解释明白 林妈妈有些遗憾的说道 你们俩现在这是什么关系 林雅珊从林峰拿来的袋子里 找了一小块面包 塞到嘴里随口说道 还能是什么关系 就是普通朋友关系呗 他转念一想 不对劲啊 林峰现在可是有求于他 他的地位瞬间上来了 他昂起头说道 我们现在可是合作关系 而且我有预感 我可能很快叫火了 林妈妈有些无奈的说道 你火不火什么的 妈妈不在乎 你们那个娱乐圈起起伏伏的 我看有好多人在骂你 妈妈心里真的不舒服 你要是真的承受不住了 就回家 咱家又不是养不起你 但真不忍心看你受这个苦了 林雅珊的眼眶有些湿润 是啊 虽然大家都在担心他 但妈妈的关心 确实没有人能替代的 第六十八章 水涨船高 林雅珊的片酬打翻身仗 前提是 如果妈妈不说后面那句话就好了 正当林雅珊的眼泪 准备夺况而出的时候 他妈妈突然说出来一句 如果你们俩结婚的话 你可以直接退圈了 林雅珊 他真的一脸无语 林妈妈这是怎么了 他一个理智的中年人 怎么还能被林峰洗脑呢 他叹了口气 妈 你还是把心放肚子里吧 我现在要踏踏实实搞事业 爱情是短暂的 但事业是永恒的 随后又说了两句话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 突然 他的房门被人敲了两下 林雅珊还在困惑呢 这个时间 谁能找自己 他用猫眼看了一眼门外 发现是剧组的工作人员 他狐疑地问了一句 有什么事吗 工作人员笑脸相迎 珊珊 今天中午你还有一场戏 我给你发新的通告单 林雅珊猛了 怎么会还有一场戏啊 他的通告单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 怎么突然多出来一场戏 关键是 让他生气的原因在于 他是按场次收通告费的 他这边片酬都到手一半了 你突然给我加一场戏 那这场戏我不就白白拍摄了吗 这谁能同意啊 他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自证强缘 厂务 我这场戏怎么算片酬啊 我都没签合同呢 厂务笑蝇蝇地说道 珊珊 你的片酬我们这边会重新给你计算的 接下来你的戏份稍微多了一点 你的剧本每天早上都会发给你 你记得多看一下咱们群消息啊 群消息 林雅珊是一个工作和私生活分的 比较清楚的人 他有一个专门用来工作的手机 他打开之后才发现 上面的消息也爆炸了 未通过的新好友也有几十个 基本上好多剧组的工作人员 都添加了他的微信 他在一群小红点中 找到了其中的一个通告群 发现里面act了自己 并且今天凌晨就发了新的剧本 只可惜他一直没回复 这才有工作人员找上门来 在联系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林雅珊马上明白了 自己看来已经成了 他们这部剧的工具了 只为了博得热度 虽然他很不甘心 但他是个清醒的人 很快就看清了当前的立场 况且这部剧的制作好 每个人的人设都不错 他在演这部戏之前 也写了三千字的人物小传 现在的主线剧情没变 只不过在支线剧情上 给他添加了一点小细节 他这两天的剧本 里面有一些补拍的镜头 可能就是为了和之前的 某些戏份串联上 他更是没有理由 拒绝这个惊喜 他点了点头说道 好 那片仇的事 咱们下午再谈 当务之急 是先完成今天的拍摄 原本闲得 在剧组抠角的林雅珊 戏份突然多了起来 他得知这种效果来自林峰 所以 他也第一时间 和林峰说了现在的情况 林峰 我不是想利用你 但我现在有戏拍 有钱赚 我觉得多点戏份也挺好 希望不会给你造成负担 两个人都是站在 对方的角度上 去思考这件事 林峰也安慰道 没事 你安心拍戏 我这几天 也够似一个合唱的框架 其实在这几天 林峰已经在戏桶那 得到了一首 缘分一道桥 他想在这首歌上 添加一点创新 就例如在唱枪上 看看能不能加一点变化 他原本 是给男生和女生 都设计了一段独特的唱枪 可这样就会导致元素过满 让大家找不到一首歌的重心 他犹豫了再三 还是把这个重任 交给了女生 但他目前还不确定 林雅珊能不能唱好这段 所以 接下来几天的时间 他需要和林雅珊配合一下 实际上 节目组并不知道 最后总决赛的四位嘉宾 找了谁当帮场 所以 他们搞了一个新的花样 在正式录制的前一天 和之前一样 直接杀到了四位艺人的家里 美其名曰 我们是想记录下 你们邀约助唱嘉宾的片段 林峰看着室友 谭原紧闭的房门 他说道 我还是直接去节目组吧 节目组的人 错愕地看着他 林峰继续说道 对了 你们明天能去接一下人吗 他最近正在拍戏 可能不方便自己过来 又是一个拍戏的节目组的人 根据林峰的信息反馈 开始头脑风暴 难道又是一个 唱歌演戏全能的艺人 应该是个男的吧 难不成是个爱豆 毕竟程海音乐还是有些人 已经准备转行做演员了 大家纷纷猜测这个人是谁 唯独没有猜到林雅珊的头上 只有李耀眼皮跳了两下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叮嘱邢小满 你一定要拦着点林峰的嘴 他如果说了什么 不方便放在镜头里的话 一定要和节目组打好招呼 邢小满信心满满地说道 李特柱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李耀一看到邢小满 那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顿时更担心了 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 你如果真有数 当初就不应该给他订那个包间 听到他又提到了包间 邢小满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低声说道 你不是说 这个是以后不提了吗 李耀把剩下的那些话 憋到了肚子里 他真是倒了大霉了 认了两个祖宗回来 他冲邢小满摆摆手 你快走吧 别烦我 有什么事第一时间联系我 随后 邢小满屁颠屁颠地走了 林峰回到了节目组之后 住进了节目组新安排的房间 林老师 创作 您邀请的嘉宾如果来了 就住在您的隔壁 方便你们随时联系 林峰点了点头 坐在椅子上 拨通了林雅珊的电话 林雅珊此刻正在卸妆 忙了一天了 终于能休息一会儿了 他听到手机铃声后 甚至都没看屏幕 习惯性地按了接通 有气无力地说道 喂 哪位 林峰有些拘谨地说道 雅珊 我是林峰 你那边的拍摄结束了吗 明天上午要来这边录制综艺了 你还记得吗 第69章 腹黑属性大爆发 林雅珊听到这句话之后 瞬间清醒 他看着镜子里卸了一半妆的自己 清了清嗓子 态度马上端正起来 记得记得 我现在正在剧组这边 明天早上我自己过去吧 我知道你们那边的地址 林峰抬头看了一眼 自己面前的摄像机 对着其中一个说道 你们会去帮我接住唱嘉宾的 对吧 时刻盯着监控的男人 只好操作摄像机 点了点头 林峰马上笑着对着电话说道 你不用自己过来 你可是我们节目组邀请的嘉宾 他们直接去接你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 林峰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又抬头看着摄像机说道 这几天 你来当助唱嘉宾的报酬 我会和节目组这边谈好 你直接签合同就行 林雅珊有些不太好意思 麻烦你了 帮我这么大一个忙 我真不知道 怎么谢谢你好了 林峰起身 伸了个懒腰说道 你也别太客气了 这首歌非你不可 听着他们的对话 节目组的人目瞪口呆 他们还在猜测 这个人到底是谁 能让林峰觉得是非你不可的程度 相比在歌坛界 应该是有一定地位的人 毕竟 他们可是很少有听到 林峰如此赞美一个人 节目组的人刨根问底 想了解助唱嘉宾所在的剧组 可林峰的嘴就像被毒死了一样 一句话也问不出来 第二天一早 林峰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叫工作人员起床 快去剧组接人吧 早上十点就集合了 节目组的人怨声在道地看了一眼时间 真是有苦难言啊 这才五点 他是住在省外吗 我们至于起这么早吗 结果 他们按照林峰给的地址 去了某酒店的地下停车场 他们到了停车场之后 才意识到 这个酒店名字 他们建管 不就是在前两天的热搜上吗 两个工作人员 瞬间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他们第一时间 架起了摄像机 同时 给林峰打了一个电话 林老师 我们已经到酒店了 但助唱嘉宾 怎么还没下来 林峰在五线谱上 又画了两个音符 说道 哦 他还没说他起床了 但你们怎么能让嘉宾等你们呢 你们身为节目组的诚意呢 好家伙 他们这事被林峰耍了不成 不对啊 之前怎么没察觉到 林峰这么腹黑 林峰挂断电话之后 冷哼一声 让你们挖我的隐私 那就满足你们 那两个人虽然被耍了一通 但是窥探到林峰隐私的兴奋感 已经改过了现在的狼狈状况 他们马上在工作群里说道 天哪 你们敢想 林峰邀请的助唱嘉宾 竟然是林亚山 真的假的 你们去了呢 林峰这是冲冠一怒 魏红颜啊 看来他们俩的关系真不简单 我实话实说 虽然这个林亚山的实力还可以 但绝对算不上不可替代的程度吧 林峰这算是 恋爱脑吗 群里讨论的热火朝天 突然被一个人的一个 打断了 大家都诧异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会在群里 还没有备注 你是 这个人是谁啊 怎么没改备注名称啊 在几十条消息刷过去之后 男人重要说了一句 我是邢小满 这一下所有人都傻眼了 邢小满怎么在他们群里 不对 这个群是前段时间专门建的 当初是为了拍摄 去林峰家突击检查的画面 就把相关的工作人员 拉到了群里 可能当初邢小满 就是这样进的群 但他一直没说过话 大家就习惯性的 把这个群 当成只有自己人 平时什么都在里面吐槽 只不过很少聊到 关于林峰的话题 可偏偏今天聊到了 还被林峰的工作人员抓包了 几个人真是要多崩溃 就要多崩溃 更让大家绝望的事情竟然是 邢小满直接怒气冲冲的 在群里吐槽了一顿 随后还扬言要把群内容 给林峰看好家伙 他们这一下 彻底把林峰得罪了 邢小满当然生气了 林峰和林亚珊 可是他科的CP 俩人的视频甜甜蜜蜜 肯定是有暧昧倾向的呀 虽然到目前为止 自己身为林峰的助理 并没有听到什么内部消息 但他的潜意识告诉自己 这俩人的关系绝对非同小可 而且他知道林峰的性格 他是那种极度追求完美的人 尤其是上舞台表演的歌 他根本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 什么冲冠一怒魏红颜 林峰在词曲创作方面 可谓是相当严谨负责 既然林峰能邀请林亚珊 参加这次表演 肯定是林亚珊有什么才华 是他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的 他身为CP粉 是绝对不允许 有人诋毁林亚珊的 没办法 既然已经把邢小满惹恼了 整个群的人 只能想方设法地加他的好友 单独给他道歉 求求你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们不能丢了饭碗啊 小满 我真的做错了 你打我骂我都行 能不能别告诉林峰啊 邢小满当然不会告诉林峰 他每天忙那么多事 根本没有时间关注这些闲杂的小事 邢小满这一刻突然意识到 什么叫有人撑腰 这感觉太好了 比他在宣发的时候 身份地位高多了 他随随便便地敷衍了两句 随后说一句 那我不和林峰说了 就卖了一个人情 在车里的那两个人 更是吓得脸色惨白 两人捂住嘴说道 谨言慎行 谨言慎行 以后再也不能什么都说了 这要是被发现了 那可真是丢工作的事 两人原本还挺有困意的 但这会儿被这件事吓得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坐在椅子上缓和了半天 默默下车 收了摄像支架 不敢拍了 这要是再拍到点什么东西 那林峰估计要了他们的命啊 果然啊 其他人的隐私窥视不得 林雅珊是在八点多醒的 他昨天晚上熬夜收拾了 一下自己的行李 不知不觉就忙到了凌晨 第七十章 这首歌只有林雅珊能唱 他洗漱结束之后 给林峰打了电话 林峰 我这边已经收拾好了 节目组的车什么时候过来 林峰放下笔说道 车已经在停车场了 你直接过去就行了 片场那边的工作都完成了 林雅珊有些无奈的说道 最近我不是跟着你 多了一点热度吗 剧组这边就被我加了几场戏 如果按照原来的剧本 昨天晚上我就能拍摄结束了 但现在还有几场戏 放在了最后面 等我录制完综艺之后 再回来继续拍摄 林峰笑着说道 这也挺好 不会耽误你的工作 林雅珊笑了一下 说道 好 我马上过去 等我过去之后再沟通 随后 林雅珊提着大包小果的 去了地下停车场 两个等候已久的人 时时刻刻地盯着停车场的大门 突然 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包装袋 其中一个工作人员 马上推了推身边的男人 快 快去接接他 那两个购物袋我认识 是林峰买的 我在热搜上看到过 两人火急火燎地跑下车 向林雅珊的方向跑去 当他们看到林雅珊本人之后 有些错愕地问道 您 是林雅珊小姐吗 林雅珊点了点头 辛苦你们了 我是林雅珊 你们是深海乐歌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吧 早饭吃了吗 刚好这里有点零食 你们先吃一点 两个人有点受宠若惊 林雅珊今天早上 因为比较着急 胃湿粉带 但五官精致 皮肤白皙 一双明眸 让人一不开眼睛 他说话的声音很温柔 轻声细语 单看几个动作 就能看到他良好的家教 和网上那张重金属烟熏装的照片 仿佛判若两人 两个工作人员对视了一眼 笑着接过了林雅珊 递给他们的食物 说道 您先上车吧 我们马上回去 林雅珊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 背着一个运动背包 活脱脱一个运动少女 车子启动之后 林雅珊晒上了耳机 安静地坐在后座 他不说话的样子 又安静地仿佛一幅画 让人不忍打扰 突然 他的手机响了一声 林雅珊看了一眼 是林峰发来的消息 上面写着 上车了吗 林雅珊回复了一句 已经上车了 放心 林峰回复了一句 嗯 之后 就没了下文 车内静悄悄的 可能是这种尴尬的氛围 实在是有些不舒服 林雅珊说道 可以放手歌吗 工作人员连连点头 可以可以 你想听谁的歌 林雅珊不假思索地说道 放林峰的歌吧 我马上要和他合唱的 还是需要研究一下他的歌 工作人员放了一首 林峰的暗箱 林雅珊闭着眼睛 手指在膝盖上敲着节奏 这首歌真好听 有种百听不腻的估计感 其实他也很难想象 林峰这种看起来 社会阅历很浅的人 为什么有这种感触 能写出这种歌 但他知道 这肯定不是网上传的那样 林峰不可能找枪手 很快 就到了节目录制的现场 林雅珊刚一下车 就看到了前来迎接他的林峰 林峰笑着走过来 说道 还是这样适合你 林雅珊反应过来 林峰说的 应该是他不失粉带的样子 顿时想到了 自己那天烟熏庄的画面 有些尴尬地说道 林峰老师 您就别调侃我了 我当初什么目的 你不知道吗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了 留下后面两个工作人员 帮林雅珊搬着行李 不过看林峰的状态 应该是不了解 他们说了什么 长舒了一口气 玄珊的心终于放下了 可他们这口气 还没完全松完 就看到行小满在不远处 正看向这边 他的表情有些复杂 说不上是兴奋 还是痛苦 总之 感觉是在忍着情绪 他们俩瞬间挺直了几柱 行小满看来是在监视他们 他们一定要好好表现 实际上 行小满满脑子都是磕到了 磕到了 这俩人绝配 这氛围都和其他人有弊 好甜好甜 什么时候公开 林峰带他去了休息的房间 他站在门口说道 这个是你的房间 隔壁就是我的 你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随时找我 林雅珊点了点头 他问道 对了 哥呢 林峰说道 哥我已经想的差不多了 还需要一些精进的地方 等正式开始录制的时候 我再和你详细说 林雅珊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 梁月杰 冯思和焦海斌 分别带了自己的助唱嘉宾过来 原本节目组以为 他们会邀请一些业界有名的人 可以趁机给节目再带一波热度 可惜节目组失望了 甚至汪永宁都在想 他们是在哪挖出来 这么一堆不温不火的人 林峰身边的林雅珊可以理解 毕竟她是林峰的绯闻女友 但梁月杰带了一个大妈 来参加节目 是什么情况 他们这档节目 也不是做慈善 十点钟 节目正式开始录制 顾志凯先说了几句客套话 开始说本期公演的规则 和之前一样 每期会进行排序 但不同的是 这次只会留前两名 同时 还会选出一个个人MVP 林峰看着这个房间 突然有些感慨 在第一次录制的时候 屋子里站满了人 他在后排 甚至需要踩在台阶上 才能看到顾志凯的脸 可现在几轮下来 只剩下他们几个了 当初一个宿舍的人 竟然坚持到了最后 这才是真正的 好朋友变成了竞争对手 顾志凯说道 其实我们在此之前 并不知道 你们邀请的助唱嘉宾是谁 所以 能不能请你们介绍一下 先是从林峰开始 林峰说道 他叫林雅珊 是一名专业的歌手 专业的演员 他的声音很有故事性 很有穿透力 我觉得 这次公演的这首歌 只有他最合适 顾志凯笑着说道 看来林峰老师 对林雅珊 还是相当有信心的 那林雅珊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第71章 袒护绯闻女友 他已经猜到了 节目组 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好在林雅珊 早就料到了 节目组会有意刁难他 好在 他在车上的时候 已经想到了 自己要说的话 他忐忑地看了一眼 周围的演艺圈 歌唱界的名人 他不是我的前辈 我其实是抱着一个 学习的态度来的 我本人从来没上过 这么大的舞台 也没和这么多人 同台竞技过 主要还是感谢林峰 能给我这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林峰冲他笑了笑 说道 我朋友没经历过这种场面 你们也别太为难他了 这话乍一听 觉得好像没什么 但仔细品味一下 就会嗅到一股袒护的味道 行小满的眼睛又亮了 磕到了磕到了 狠狠地磕到了 紧接着 到了梁月节这 所有人都对这个大妈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看上去很朴素 虽然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 但他整个人的气质 就像学校门前 卖小吃的阿姨一样 指甲里更是有一层 油垢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 他的笑容很温暖 让人看到 他就忍不住清静 梁月节揽过大妈的肩膀 说道 他应该是我走上 歌手道路的启蒙人 顿时所有人都来了兴趣 好奇的目光看向大妈 大妈有些不好意思地 低下了头 梁月节说道 我上初中的时候 总是习惯去学校胡同的 食杂店买零食 大妈就是那家食杂店的老板 每次我去的时候 她都在唱歌 她擅长京剧 我当时虽然听不懂 但还是觉得很好听 后来我上了高中 有一段时间 阿姨没在店里 叔叔告诉我说 阿姨去参加歌唱节目的海选了 我当时是有想唱歌的想法 但我不敢跨出这一步 梁月节温柔地 看着身旁的阿姨 说道 我不知道 阿姨抵抗住了多少压力 抗住了身边多少人的质疑 但她去参加节目这件事 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 这是他们第一次 从她口中听到这个故事 就连冯思他们也不知道 原来梁月节当初玩乐队 还有这个原因啊 顿时对这个大妈 多了几分尊敬 顾志凯有些激动地说道 这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这个故事 看来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 阿姨 你有什么感受吗 大妈有些紧张 说的时候 嘴唇还在颤抖 她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摄像头 有些不知所措 还好梁月节 一直在她身后支持她 给她加油鼓气 大妈继续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我当时比赛输了 第一轮海选都没通过 其实第一天就能回来的 但我觉得丢人 故意在外面待了几天 梁月节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她问道 还有这种事呢 那你回来还兴高采烈的 大妈有些委屈地说道 我不高兴一点 那所有人都觉得 我就不适合唱歌 大家肯定会嘲笑我 我还不如高兴一点 装成没受打击的样子 起码自己能开心点 梁月节突然觉得 大妈给她上的 可能不是那简单的一刻 而是真的值得 她激动地拥抱了大妈一下 谢谢你 所以我觉得 你适合更大的舞台 这个大妈的歌唱水平 肯定不言而喻 尤其是和这些专业的选手 同台竞技 估计毫无胜算 但好像 对于这次的比赛 所有人又表现得没那么在意 冯思邀请来的 是自己在巡演时候认识的朋友 似乎每一个组合 都是一个故事 大家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舞台 林峰除外 但林峰邀请林雅山这个行为 在其他人看来 就已经是一个故事了 只不过 他们一直没意识到 这次录制结束之后 就需要他们进行词曲创作了 这次的舞台公演并没有主题 只是希望 他们能完成一个 美轮美奂的舞台创意 林峰直接带着林雅山 去了录制歌曲的房间 现场拿出纸笔开始写 其实他昨天已经构思好了 这次直接下笔如有神 但一旁的林雅山 却呆若木鸡 我的天 林峰 你这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 林峰的笔没停 直接回复道 昨天就已经想得差不多了 你看看有什么你想更改的地方 林峰用两种颜色的笔 区分了两个人的词曲部分 林峰写词用了十分钟的时间 但林雅山哼唱出来 却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他越看越觉得震撼 这首歌写得太好了 有种直击灵魂的感觉 说不出来是虐恋还是痴迷 但就是让人念念不忘 但他还是注意到 纸上画了很多横线 他疑惑地问道 这些是什么 林峰说道 我想在传统的创作中 加入一些民间小调 也就是另类的唱腔 因为比起一首歌曲的完整 我觉得这样更有吸引力 林雅山点了点头 你是吃那个舞台效果方面考虑的吗 林峰点了点头 你也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或者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也可以说出来 林雅山只是摇了摇头说道 我相信你的判断 但我不太会那些小调 有老师指导吗 林峰笑着说道 我知道 你害不害怕 林雅山愣了一下 你还会唱这个呢 我听听 随后 林峰真的轻唱了一遍 原本节目组的人坐在监控器前面 是想看看 能不能挖到他们俩的私密对话 结果 俩人从进了录音室开始 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他们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练歌 林峰一遍一遍地给林雅山讲词 给他纠正发音 林雅山除了偶尔喝一口水 其余时间都是专心致志地 跟着林峰的节奏走 林峰问道 你有什么建议吗 林雅山有些兴奋地说道 没有没有 我觉得你的想法太好了 尤其是这一部分 用小调唱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 很震撼 林雅山说道 既然这样 咱们俩合唱一遍 找找节奏 随后 两人进行了第一遍合唱 第七十二章情侣约会 变唱歌训练 林雅山在唱歌方面的天赋 要远远超过林峰的想象 他只需要看了一眼曲谱 就能把所有的曲调熟记于心 歌词也是 看一眼就能记住 他闭着眼睛 忘情地演唱着 两人明明是第一次合唱 但却相当默契 甚至已经超过了其他人 磨合了几十遍的成果 林峰说道 很不错 那今天要不就练到这儿 林雅山问道 这才刚开始练一会儿 就解散了 林峰 咱们刚当那是有效练习 只要在这段时间 吸收的效果很好 比你唱千百次有效多了 林雅山觉得似乎有点道理 随口问了一句 那你接下来要干嘛 林峰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中午了 说道 先去食堂吃个饭 下午看了电影 去跑个步 要不要一起去 林雅山原本想着在房间里 自己熟记几遍歌词 但仔细想了一下 还不如和林峰跑步的时候 讨论一下 还能顺便锻炼一下呼吸 索性答应了 邢小满全程跟在他们不远处 为他们服务 表面上看起来 他像个保姆一样 照顾着两人的衣食住行 实际上 邢小满科CP都快科风了 在他看来 两人的每一次对视 都是情谊绵绵 两人的每一次沟通 都带着他们不了解的加密信息 两人的每一次 算了 总之他们俩的任何举动 在他看来都是在发糖 他连夜入住了两人的CP超话 时不时说一点 模棱两可的话题 不过这倒是辛苦了 跟拍他们俩的摄像组成员 凌峰他们跑步 他们就骑着车在后面追 这场面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但没想到 他们俩跑着跑着 竟然唱了起来 并不是直接唱歌词 而是一些气音 凌峰说道 运动的时候 对费的要求很高 我们要做到 在跑步的时候唱歌 并且不差气 不差音 一开始 刚跑两步 林雅山就差气了 他扶着腰惨兮兮的说道 不行了不行了 这根本做不到 我一呼吸就差气 凌峰柔声的安慰他 别着急 那就换一个运动方式 你从静走开始练习 凌峰在这个期间 一直在他身边原地小跑 和他说了几个运动的动作 等待着林雅山 慢慢恢复正常 林雅山扶着腰 慢慢站了起来 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说道 继续 随后 两人又按照凌峰说的方式 开始继续练习 慢慢的 林雅山真的适应了这个节奏 他能明显的感觉到 声音没有之前那么陡了 凌峰说道 今天就练习静走发音 明天开始换成小跑 结果 他们在外面整整运动了一个半小时 工作人员等着口干舌燥 这俩人倒是没事人一样 俩人终于结束了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如释重负 其他人问他 你刚刚有没有录到什么悄悄话 工作人员绝望地说道 你敢想 他们单纯跑了一个多小时 就为了练一个发音 该说不说 林峰能在唱歌方面有如此成就 绝对是他本身的实力 但是吧 他放着这么美的林雅山在身边 竟然一点连香西域的心情都没有 只能说 他真的很直男了 工作人员回来之后 抱怨地说道 他们俩绝对没在一起 我要是林雅山 我这辈子都不想碰钢铁直男了 两人回去之后 林雅山刚躺在床上 想着放松一下 没想到又听到了敲门声 林峰体贴地问道 雅山 你要不要去看电影 咱们这儿有一个啤酒屋 看电影的氛围特别好 林雅山一想到自己这份工作 是林峰介绍的 就不得不为了这个人情 强行起身 他说道 你稍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过去 在其他组还在录音室苦练的时候 他们俩在外人眼里 已经美美地开始约会了 这个电影是一个文艺片 拍摄手法很唯美 里面不论是风景 还是布置的道具 都很惊艳 是随便结出一针 都能当海报的程度 林雅山的两个眼皮直打架 甚至连电影什么时候结束的都不知道 直到林峰突然问了一句 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 林雅山打了一个冷战 瞪大眼睛说道 我觉得挺好看的 景色也特别美 林峰点了点头 很认同地说道 这一点咱们俩想的是一样的 你觉得 可不可以把这里面的某些布景 放在咱们的舞台上 就类似于那种阴暗 压抑的乌云密布的感觉 林雅山这时候才意识到 林峰的脑袋里有很多东西 不管是他跑步也好 还是看电影也好 在其他人看起来不务正业的时 其实他都是有目的的 林雅山顺着林峰的想法挠补了一下 他脑海中没有画面 我有点想象不到 你自己觉得合适就好 两人又讨论了一会儿 突然听到门开了 两人看向门口的位置 发现梁月杰 冯思和焦海斌都来了 焦海斌笑嘻嘻地调侃道 我们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啊 林雅山起身摆摆手 哪里哪里 快请坐 林峰心里嘀咕了一句 确实不是时候 我这边正研究舞台效果呢 你们把我的思路给打断了 几个人坐在一起 随便聊天 梁月杰问道 林峰 你进展到哪一步了 林峰抿了口酒 说道 已经完成了 现在在合唱的磨合期 一旁的两人 嘖嘖不平 哎呀 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有被伤害到 林雅山走到吧台 笑着说道 你们继续聊 我给你们调几杯酒 梁月杰顿时来了兴致 调侃道 弟妹还会调酒呢 林峰不动声色地 踢了他一脚 别瞎说 我们就是朋友 林雅山也大方地说道 我们真的就是朋友关系 我之前在朋友酒吧 当过助唱 也学了一点简单的调酒 刚好你们聊天 我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焦海斌笑盈盈地说道 好啊 那不咱们一会儿 一起唱唱歌吧 第73章 公开我们的视频 你有版权吗 几个人有说有笑 丝毫没有马上 就要比赛的紧张感 甚至还在和对方说 自己今天的经历 我和你们说 我今天看见食堂的阿姨 做水煮鱼的手法 很特别 我决定以后把她挖走 自己开一个水煮鱼的店 有一定成就的明星 转行投资的并不少见 梁月杰之前 也开了几家餐厅 生意都很好 一旁的焦海斌 笑呵呵地说道 算我一个 我入股 说吧 他还认真地和凌峰解释道 我和你说 梁哥很有经商头脑 他之前投资的生意 都赚了钱 你们这次跟着他 绝对还能赚法了 凌峰笑着说道 我不在乎这些 但你要是开店的话 我一定去尝尝 很快 林亚珊把四杯调好的酒 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你这个是星光略影 有些辛辣 但后调很温柔 他把手上的另外一杯酒 摆在了冯思的面前 这个是疯狂海图 每一杯酒 都有一个很独特的名字 每一个名字背后 都有一个独特故事 林亚珊很会观察人的性格 虽然只见了一面 但每个人身上的气质 是完全不同的 他根据大家的气质 分别调了适合不同人的酒 我也不知道 合不合大家的胃口 明天还有唱歌的练习 就不给你们搞一些 度数很高的酒了 几个人轻轻拧了一口酒 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不得不说 这个酒的味道 真的很独特 梁月杰冲林亚珊举了举杯子 亚珊 他看了一眼林峰 说道 我这么叫他你不介意吧 林峰点了点头 不介意 梁月杰继续说道 亚珊 你这个水平都可以开酒吧了 林亚珊笑着说道 夸张了 我就是个打杂的 几个人又随便聊了几句 是冯思率先走到 吧台旁边的演唱区 拿起了一把贝斯 随便拨弄了几下琴弦 贝斯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其余几人都看向了舞台的方向 每一次天晴 每一次日落 冯思的声音很干净 他唱歌很好听 但并不是那种充满了技巧的声音 林峰跟着轻轻打着拍子 焦海斌的手有些痒 终究还是没控制住自己 小跑者去了舞台上 拿起鼓棒扔到空中 鼓棒自己转了两圈之后 平稳地落在了他的掌心 在他敲鼓的一刹那 整个房间仿佛燃起来了 明明没有舞台光束的配合 也没有一呼百应的观众 可他们就是感觉到了音乐的魅力 搞得梁月杰也心仰难耐 他也拿过吉他 加入了这个队伍 林峰看了林雅珊一眼 林雅珊用口型问他 唱吗 林峰轻轻点了点头 好 随后两人同时走上了舞台 对视一眼 跟着一起唱了起来 直到两人开始合唱 其他人才发现 为什么林峰偏偏飞选林雅珊不可 因为他的声音太有传透力了 林雅珊的声音属于 就算是有上百人一起合唱 但你依旧能从这上百人的声音里 一下就找出林雅珊的声音 这就是他音色的特别之处 这种音色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不适合合唱 也就是说 如果要组合唱团的话 他绝对会咽压群方 声音太有传透力 就会和其他人格格不入 显得格外不合群 但他和林峰配合却刚刚好 因为男女的声音本就不相干扰 甚至还能相辅相承 他们俩的合唱 甚至达到了一加一等于三的效果 能不让人觉得震撼吗 异曲完毕 林峰和林雅珊还沉浸在刚刚气氛里 倒是梁月杰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算是知道 为什么你们俩非要选在一起了 这声音简直是天作之合吧 哎呀 我们都是来当陪跑的 冯思也点了点头 确实很好听 他对林雅珊说了一句 你很有实力 之前确实是被埋没了 林雅珊很少被业内人士如此点评过 因为他之前的那家公司 从老板到员工 都是希望通过营销他的作品来赚钱 他们不是不夸奖他 而是极具目的性 好像在那样的环境里 就算你唱成了一坨屎 大家也会觉得 你唱得太好听了 林雅珊觉得虚伪 觉得这种环境 让他浑身不自在 所以在他听到如此 中肯的点评之后 竟然激动到落泪 他声音带着些许哭腔的说道 谢谢你们 我以后一定会更努力的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今天白天 汪永宁专门让人在这个房间 放了一台摄像机 就连他们唯一可以放松的空间 如今也不太平了 不过这些 他们都能料想得到 毕竟综艺节目 这是人家的底盘 在幕后的汪永宁 目睹了全过程 这个临时舞台的震撼感 让人无法言说 明明从来没有排练过 只是单纯的喝了点酒 即兴表演的舞台 就已经达到了巅峰的级别 汪永宁甚至兴奋的睡不着觉 他直接把林峰等人 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有件事想和你们说一下 其实啤酒屋里面 有一台摄像机 林峰的眉头 微不可闻的皱了一下 他想的是 那自己的创意 岂不是提前就要暴露了 随后 汪永宁调出了一个视频 正是他们 在啤酒屋即兴唱歌的视频 因为拍摄的角度有些单一 只能录舞台上 几个人的突然出现 到最后的大合唱 缓解汪永宁兴奋的说道 这个视频 肯定会报的 要不要我们把这个视频 放到网上 在其他人还在分析利弊的时候 林峰轻飘飘的一句 版权买来了吗 汪永宁瞬间愣住了 林峰很有版权意识的说道 在没有版权的情况下 我们私下里唱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发到网上 这就属于商业性质了 版权你们有吗 这个问题还真把汪永宁拦住了 他太过于兴奋 甚至忘记思考这件事了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这件事交给我们去办 我一定会想办法要到版权的 那你们对这首歌 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吗 第74章 林峰放弃彩牌去做海报了 梁月杰有些不悦的说道 有 汪永宁好奇的问道 什么意见 他扶着额头说道 能不能把啤酒屋的摄像机撤掉 汪永宁愣住了 如果你们介意的话 冯思不耐烦的打断了他的话 你觉得我们介不介意呢 为什么平时都喜欢去啤酒屋放松 汪永宁尴尬地说道 好 马上就安排人拆下来 虽然汪永宁是节目的总导演 在这些人各个都是业内的大腕 他本来也是想让节目增加一点热度 但没想到现在竟然引起众目 他马上通知摄影组的人 你们快把啤酒屋的所有摄像机都搬出来 监控全都拆掉 林峰听到这话 这才起身 一句话都没说 眼神又好像说明了一切 第二天一早 到了传统的项目写歌曲创作的进展 林峰这边还是像之前一样 完成了90% 其他组的进展也都到了50%左右 但梁月杰组的大妈显然更紧张了 她的脸上都没了笑容 她不安地问梁月杰 我看他们都表演得那么好 我要是拖你后腿了怎么办 我真不是很擅长 起初 大妈并不知道这档节目的影响力竟然这么大 她之前在家也看了这档节目 喜欢归喜欢 但还没到和其他人讨论的程度 可到了这里才发现 这档节目的知名度太高了 她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何德何能在这档节目上表演节目 可梁月杰却始终坚持 阿姨 你就用京剧的唱枪唱 你放心 这是咱们两个人的舞台 也是咱们两个人的愿望 你的京剧水平 肯定比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好 那你还怕什么 梁月杰很聪明的一点就是 她懂得用自己的长处去掩盖短处 既然阿姨唱歌曲的其他部分 唱得平平无奇 那倒不如让她唱高潮部分 而且把高潮部分全部换成京剧 她在旁边笑声配合 给她唱和音 两种风格交相呼应 却又不干扰对方 这才是梁月杰想要的效果 也是在她的劝说下 大妈渐渐平静下来 开始跟着节目组的老师 把自己京剧的仪态 练习得更专业一些 而且梁月杰不愧是学表演的 她直接把表演搬到了舞台上 在舞台上布置了一个房间和教室的背景 两个房间中间一门之隔 在创意这方面 能和林峰抗衡的只有梁月杰 但林峰这几天却格外清闲 因为她和林雅珊的配合 已经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 他们俩就算是在跑步 随便一个人起了一个开头的小调 另外一个人马上能心领神会 直接跟上对方的节奏 就这样到了公演当天 网友们在网上 已经开始投最期待的组合了 节目组之前就放出了组合的照片 还给每组都写了一个很有故事性的简介 林峰和林雅珊这组的标题是 有胆识 有力量 有声音 更有意义 节目组好像说了什么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但广大的网友 却忍不住开始发散思维了 这说的太直白了吧 就差两人直接公开了 为什么节目组会说更有意义 难道说这是他们俩的定情舞台 别说了 我们CPF已经磕疯了 林峰和林雅珊两人 当之无愧的成了最受关注的CP 在公演当天的初次彩排 他们俩直接掠过了 在梁月杰他们 在前台忙的脚步粘地的时候 林峰正在呼呼大睡 梁月杰对着跟拍摄像机说道 我现在都能想象得到 林峰肯定还是要把最好的舞台留在公演 我推测 他在第三次彩排的时候才会出现 一旁的焦海斌说道 我也有这种预感 林峰啊林峰 你也太猖狂了吧 可他们失算了 直到第三次公演已经开始了 林峰也没有出现 梁月杰好奇地问节目组 林峰人在哪呢 工作人员有些无奈地说道 他说要自己屁一个海报 在房间研究PS呢 梁月杰 他真的无语了 一个歌手 现在连海报都是自己屁 还有什么事林峰不会做的 他有些着急地问道 那你们告诉他已经第三次彩排了吗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上场表演了 他这是准备裸考 工作人员的表情更无奈 我们催了好几遍 关键是他不过来啊 这倒是有些无奈了 梁月杰皱着眉头 林峰这次玩得挺大 此时 林峰和林亚珊正在录音棚里 埋头设计海报 你没听错 是两个歌手 在设计海报 而且不紧不慢 丝毫没有要攻演了的紧张感 真是皇上不及太剑即 外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催了好几遍了 林峰再慢悠悠地把最后一个涂层加上 你看这样是不是好看多了 林亚珊没有敷衍 而是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说道 好多了 这已经比一开始完美多了 两人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 随后把手中的U盘交给了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慌里慌张地送到了调试人员的手里 结果被面前的景象惊呆了 你们这是 这是不是我看错了 面前的这个 作品已经称不上是海报了 它更像是一个涂鸦 还是烧尔涂鸦 节目组的人质疑地问道 你们俩是不是没保存啊 这个东西和你们的作品风格完全不符 放出去不是开玩笑的吗 林峰煞有介事地说道 这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 记住 这个海报就放在最后 中间的那些 还是按照之前说的不变 舞者的舞蹈我已经看过了 很好 让他们继续保持就行 怎么林峰一个参演嘉宾 现在搞得像编导一样呢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嘉宾陆续续地开始进场 梁月杰在要上场的前五分钟 才看到了林峰 他走过去问道 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林峰说道 放心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顾志凯再次出现了 他激动地说道 欢迎大家来到 深海乐歌第三次公演的舞台现场 第75章 你放心 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现场的观众直接开始沸腾 从台上向下看 观众们手中举着闪耀的灯牌 其中最瞩目的 就是林峰和梁月杰的名字 顾志凯在人群中 突然看到了一个不太显眼的灯牌 上面写着林雅珊的名字 他突然玩性大发 当众调侃道 我看在场的很多人 都是林峰的粉丝啊 大家期待他 今天的舞台表演吗 林峰的影响力 可谓是一呼百应 全场所有人都跟着欢呼道 期待 顾志凯笑着说道 那大家期不期待林雅珊的表演 刚刚的欢呼声 好像消失了一样 只剩下零星几人喊了几句 期待 虽然林峰反复地提及 自己并不是什么什么偶像 但其他人依旧把他当成老公 觉得他就是完美的艺人 他在后台听到顾志凯说的 这个问题时 也有几分不开心 他没想到 顾志凯竟然在公演之前 说这样的问题 几乎是把林雅珊 推到了众矢之地 林峰看着林雅珊 安慰道 你别紧张 没事的 你唱得很好 林雅珊尝了一口气 说道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他一个人 开始在角落里轻声地哼唱着 在顾志凯简短的介绍后 梁月杰带着大妈上场了 今天的大妈 穿着一身优雅的裙子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和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仿佛是两个人 任谁都想不到 短短几天的时间 在他身上 竟然有这么大的变化 梁月杰和大妈 分别站在两个舞台上的房间里 这是他为了情节 专程设计的一个环节 很快 前奏声响起 是梁月杰用说台词的节奏说道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想唱歌 随后 他这个房间的灯 突然熄灭了 大妈的头顶一束光 垂直照下 紧接着 大妈开口的第一句 就把所有人震住了 这是京剧里面的调调 如果不是经常唱京剧的人 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 达到这种效果 台下的很多观众 原本不太看到 这个大妈的表演 感觉她其貌不扬的 应该唱不出 什么很出众的歌 可在这一瞬间 他们觉得 可能是自己想错了 大妈的声音很有穿透力 京剧会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 让每一句词 都充满了对话感 林峰说道 这个舞台很聪明 一旁的林雅山 不明所以地问道 什么意思 林峰解释道 大妈不擅长唱流行乐 所以她干脆把这两种元素 融合到了一起 这首歌要根据 他们这个舞台来看 这次看似是两个房间的结构 实际上就是两种 曲风的分界线 用骨合金的对话形式 来展现两个时代的观点 曲风的碰撞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顺着她的思路 林雅山也渐渐明白了一些 她点了点头 说道 确实这样 而且这首歌这么看的话 很特别 就算是两种唱腔交谍 也丝毫没有违和感 林峰觉得 这就是梁月杰的聪明之处 林峰察觉到 身边的林雅山似乎更紧张了 她问道 怎么了 更紧张了吗 林雅山强颜欢笑地说道 有一点 我可能有点轻敌了 之前没想到 大妈竟然还有这么强的爆发力 林峰却气定神闲地说道 放心 你也不差 你的歌可比这个好听多了 这个时候 林峰还能保持这个状态 说明她真的很有信心 林雅山也跟着放松了下来 一曲完毕之后 顾志凯让台上的两个人 说自己的感受 梁月杰激动地拥抱了一下大妈 说道 我要谢谢阿姨 如果没有她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舞台 说实话 我从来没挑战过这个风格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大家接受 但我不后悔 因为这次公演的效果 要远远超过过往的任何一次舞台 顿时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林峰在后台也跟着拍手 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这首歌会爆的 真的很好听 她对着自己身后的跟拍镜头 轻轻地重复了一下大妈的金句唱腔 随后 冯思和她的朋友第二个上台表演 她的朋友算不上唱歌很好的类型 但冯思对于音乐的掌控 确实相当有张力 她知道自己的朋友 在某些高音方面不太擅长 所以她会用音乐 制造出震撼人心的效果 带动全场一起沸腾起来 可能大家在听完这首歌之后 不太会记得 里面那句很突出的歌词 也不会记得 里面哪段旋律很突出 只会记得自己 刚刚跟着一起摇摆 跟着一起 欢呼的氛围感 紧接着就是焦海斌 她的舞台 也是重规重矩的优秀 好听 但是没什么亮点 在焦海斌表演结束 在凌峰上台表演之前的这个间隙中 顾志凯再一次担当了串场的角色 她说道 我悄悄和大家透露一件事 凌峰在这之前 并没有参加彩排 台下的人倒吸气一声 这不是开玩笑吗 要真是这样的话 万一有舞台事故怎么办 虽然他们很期待凌峰的歌 但还是忍不住担心 他出现某些意料之外的状况 时时看直播的网友 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更是抓住了画柄 趁机开始黑凌峰 这也太猖狂了吧 我觉得凌峰已经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 凌峰是不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啊 哎呀 你们还不知道节目组的目的吗 还不就是想让大家觉得凌峰很牛吗 节目组又在造神了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顾志凯说了几句之后 和台下的观众说道 观众朋友们 你们准备接受凌峰带给我们的惊喜了吗 台下的观众异口同声地喊道 准备好了 顾志凯笑道 那让我们一起欣赏凌峰的作品 突然台上一片漆黑 这是在更换舞台的布景 大概是用了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台上突然亮起了一道光 观众看到了舞台上竟然有一座假桥 这个桥挺有意境啊 第76章 缘分一道桥爆火了 随后 从桥上缓缓走下一个人 一束灯光照着桥上人的脚 他们一开始 还以为这是凌峰 可看到这个人 穿的是一件古风的衣服之后 心里想到 难不成 这是凌雅山 突然 一声爽朗的笑声 从台上的某个角落里传来 这个笑声充满着江湖气息 仿佛是一个侠客 行侠仗义 快以恩仇 现场的某些观众 突然打了一个冷战 太刺激了 这个笑声好震撼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顾志凯也忍不住 搓了一下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突然 台上响起了一阵前奏 可除了桥上出现的半个身子以外 他们并没有看到什么人影 秦石鸣月汉石冠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成飞降在 不叫狐马杜音山 林峰的声音 仿佛石将军征战之后的感慨 又好像诉说着那些未完成的遗憾 闭上眼 仿佛能看到千军万马 在自己前面挥刀的潇洒 还有那些王侯将相 在落败前的绝望 短短几句歌词 却让人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又好像让人看到了人心 有些观众已经被歌词深深的触动 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我真的不想哭 但我一想到那些过去的历史 朝廷的更迭 外敌的入侵 我的心真的很难过 原本以为 林峰把这首歌唱成这种境界 林亚山就算是再有水平 但是大家想错了 林亚山的声音 和林峰的适配率太高了 近乎完美 狼烟千里乱葬岗 乱世孤魂无人访 无颜苍天笔墨寒 笔刀青秋以血肠 这应该是很多人 第一次听林亚山的歌 在此之前 他们都是在各种绯闻里 听到这个名字 对他的印象就是 可能有点实力 但绝对不足为奇的人物 就是一个漂亮花瓶 林峰为了捧他 直接给他砸了这个资源 看来林峰是个恋爱脑啊 可在听到他的歌声之后 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 说道 这个人绝对不简单 我的天啊 我人傻了 这是一个柔弱的女人 能发出的声音吗 他的歌和他这个人 我怎么觉得对不上号呢 太好听了 我竟然能在他的歌声里 感受到金国英雄的气节 一个关乎天下苍生 悲天闽人的情怀 谁都想不到 一首歌竟然能活生生 改变林亚山 留给大家的印象 从这次之后 就算是大家对他 还是喜欢不起来 但也绝对不会说 他是花瓶 林亚山更是凭借高难度的唱腔 让自己在乐坛站稳了脚跟 这一场舞台表演 就是他的风神之战 随后 舞台上的三盏灯光 分别落在了三个人身上 他们这时才注意到 原来桥上的是一个舞者 准确地说 是一个背着一个女人的男舞者 他们俩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 仿佛刚刚死里逃生一样 突然 林峰开口唱道 谈爱恨 不能潦草 站鼓敲啊敲 用信任 立下誓言我来熬 桥上的男人 开始翩翩起舞 他的舞蹈很轻柔 看似他背上的女人 好像没什么动作 但实际上 两人的配合相当传神 男人的每一次抬手 女人都会有一个动作相呼应 两人的感觉就像是 女人是男人的提线木偶一样 可从他们的氛围中 又能察觉到 他们是相爱的两人 但女人因为战乱不幸牺牲了 男人用舞蹈表现出 对女人的不舍 林峰和林亚珊的声音 就是一场战歌 无形之中 敲响了他们心中的 那团仇恨的火焰 现场的观众 被剧情和歌声 深深地吸引 他们甚至想象不到 如果这首歌是其他人唱 会产生什么效果 因为这个歌词 这个风格 只有他们俩 才能做到完美 当异曲完毕 全场都静止了 甚至有些人 连大气都不敢喘 因为他们 生怕在某个时刻 突然一声 琴声响起 林峰又唱了一句 直到林峰自己说道 谢谢大家 结束了 他的这声结束了 彻底将大家 从缘分一道桥的氛围里 抽离了出来 好多人擦着眼泪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听 太好听了 好震撼 明明不到四分钟 到我好像听了一个故事 看了一段历史 我想知道 这个故事 能不能拍成电影啊 这个创意是谁想的 怎么这么厉害 别的不说 林雅珊我喜欢你 你的歌太好听了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粉丝了 林雅珊在唱歌结束之后 用手指擦了一下 眼角的眼泪 他唱到忘情的时候 好像也置身战场一样 感受着那些人的悲欢离合 倾听着那些人的普通故事 所以此刻 他也身陷其中 他是被观众们的欢呼声 拉回来的 尤其是听到一声声 对自己的呐喊 他觉得 好像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们俩刚准备下台 就被固执凯拦住了 两位请留步 说一说你们的感想吧 林峰看了一眼林雅珊 笑着说道 让雅珊先说吧 林雅珊紧张地握着麦克风 有些不安地说道 你让我在台上唱歌可以 突然让我说点什么 我也有点紧张 不知道哪个观众 突然大喊了一声 珊珊别紧张 你就是最棒的 一时间所有人都在喊 让他别紧张 林雅珊愣住了 自己努力了那么久 不就是希望 有人能支持自己吗 他的眼眶 又一次湿润了 只不过上一次 是为了歌曲里的人物 这一次 却是为了自己 他声音带着些许哭腔 这首歌是林峰自己创作的 我感谢 他能给我这个机会 也感谢我能在舞台上 呈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让大家 欣赏到这首歌的魅力 以后 我会更努力地 把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希望值得被你们期待 说完 他深深地居了一躬 台下突然有人喊道 值得 美女值得 珊珊的歌好听 我是你的粉丝 感谢林峰这个伯乐 是你发现了林雅珊的优秀 珊珊 我们永远都会支持你的 第77章 金牌作词人汤年 竟然来到了现场 顾志凯也有些激动地说道 我觉得 雅珊给我们留下的 不仅仅是一个完美的舞台 更是他个人魅力的展现 随后 画风一转 他看向了林峰 我想问问 林峰对这个舞台 有什么想说的 林峰拿着话筒 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不想说什么煽情的话 因为作品就摆在这了 希望大家喜欢 很符合林峰的性格 不做推销 只专注舞台 但距离舞台最近的观众 还是问道 这真的是第一次上台吗 我怎么不信呢 顾志凯刚好听到了这个疑问 笑着询问道 林峰 我听到好多观众质疑你 觉得你们之前 应该已经参加过 前面几轮的彩排了 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呢 林峰平静地说道 其实很多时候 歌手的情绪是需要酝酿的 我们想把最好的状态 留在公演舞台上 说完这话 林峰突然意识到 自己是不是有点指桑骂怀啊 他连忙解释了一句 我只是说 我们俩是需要酝酿情绪的 但这种有风险 很有可能在表演的时候失误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表演风格 也没有针对谁的意思 林峰解释的话 让好多人笑得前仰后合的 就连梁月杰都没忍住 在台上笑弯了腰 林峰觉得有些尴尬 他之前一直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但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刚刚的话 很可能会被他人误解 还是解释了一句 梁月杰笑着说道 林峰真是变了 他之前可就是一根筋的直性格 现在竟然解释了一句 看到了吗 都是你们的功劳 台下的观众也跟着一起起哄 梁月杰不愧是有经验的艺人 他走过去揽着林峰的肩膀 对着台下的观众说道 我们四个人的关系都相当的好 所以你们不要胡乱猜测啊 林峰说的对 每个人擅长的方式不一样 适合我们的不一定适合他 只有每个人的独特性 才能成就不同的舞台 台下的观众恍然大悟 有道理啊 不愧是影帝三两句话 就能指点迷惊 演唱结束之后 四组嘉宾站在台上 等着观众的投票 顾志凯在这个期间 怕台上的几个人尴尬 说道 想问一下林峰 你这次的创作灵感是什么 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首 气吞山河的歌 感觉你虽然身在现代社会 但有种置身江湖的气感 林峰说道 灵感可能就是 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民间故事 和两位舞者挑的内容差不多 感谢他们 把我心中所想的画面 呈现给了大家 我很讨厌朝代的更迭 心 百姓苦 枉百姓苦 只要有战争 就有流离失所的人 所以这首歌 是想唱给千百年前 那群努力生活的人 在林峰说完这番话的一瞬间 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可能一开始 有人瞧不起林峰的学历 他就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的普通学生 没有过人的家世背景 知识层面可能也相对普通一些 他们一直觉得 就这种见识的人 可能写不出什么刻骨铭心的词 直到这一次 完全刷新了大家的认知 突然 人群中有一个人举起了手 其实现场的人很多 一开始 大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人 直到汪永宁随着观众席的镜头 看到了一张国民度极高的脸 他激动的对顾志凯说道 志凯 快 快 快给三驱六排九座的人一个静静 给他一个话筒 那可是汤老师 听到汤老师的名字 顾志凯愣了一下 马上说道 我刚刚好像在人群中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他开始指挥着镜头说道 三驱六排九座的汤老师 果然是你 汤老师 是真的汤老师吗 听到这个名字 顿时所有人都看向了这个位置 果不其然 面前这个戴着帽子口罩的人 就是汤老师 而且 他一直举着手 顾志凯小跑着走到人群中 亲自过去 递给了汤老师一个话筒 激动地和他拥抱了一下说道 汤老师 我们真的没想到您会来 随后 顾志凯开玩笑一般地说道 既然我们国内的金牌作词人都已经过来了 那就让汤老师上台 给几位嘉宾点评几句 汤老师本名汤年 年少成名 至今已经快七十岁了 这么多年 一直是国内各种晚会原创歌曲的最佳人选 而且多年来 从来没有过什么花边新闻 是一位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最近几年 更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已经很少活跃在屏幕上了 找他写歌的人层出不穷 但他都以身体不好为由 统统都拒绝了 可今天 一位半年都没有任何消息的老艺术家 竟然亲自来到了他们的节目现场 还有比这更让人振奋的消息吗 梁月杰拍了一下林峰 示意他和他们几个一起下去迎接一下 几个人都小跑着和汤老师打了个招呼 跟在汤年的身后上了台 顾志凯扶着汤年 问道 汤老师 您过来怎么没和我们提前打一声招呼啊 我们给您留钱牌的位置 汤年也是个直信子 他丝毫不顾及着 是不是现场直播 直接戳破了很多节目的套路 我可不敢说啊 有好多节目邀请我 不管我是过去客串 还是过去出个镜 都能给我剪辑出几十分钟的视频 那没必要 兴致变了 顾志凯的脸色也尴尬了一分 但他毕竟经验丰富 马上说道 看来汤老师很有经验了 这次是想过来看看 我们几位歌手的表现吗 汤年转过头 看向了林峰 说道 这个小伙子很会写词 我很喜欢 听到这句话 现场直接炸了 我的天啊 我第一次听到汤老师 如此直白地夸赞一个人 能被汤老师喜欢 林峰也太幸运了吧 我怎么总觉得 汤老师要收自己的关门弟子了呢 汤老师已经有二十年没收学生了 之前就总传闻 汤老准备收一名关门弟子 第七十八章 林峰就是汤年的关门弟子 现在看来 这个人选很有可能会花落林峰家 林峰隐隐约约也有这种预感 虽然他有系统助阵 但能跟着汤老这样的前辈学习 肯定受益匪浅 他已经想好了 如果汤老决定收自己为徒 自己二话不说 直接答应 可谁都没想到 在说了自己喜欢林峰的歌词之后 又说了自己不满的地方 我知道咱们这是舞台 我有知道 舞台上有两位舞者 一直在努力地跳舞 但我想说 词就是词 我闭上眼睛听这首歌 我脑海中能想象到的画面 要比舞台上展示出来的 强了千百倍 应该说 有时候 视觉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林峰在一旁点了点头 他承认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他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但这毕竟是舞台表演 很多时候 还是要关注观众的视觉感受 一旁的顾志凯 替林峰说了他的想法 舞台一定是要有表现力的 这是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惊喜 汤年点头说道 你们说的没错 但我可以让听觉更饱满 嗯 这个让观众觉得有些意外 就连林峰都有些不太敢相信 他觉得 从目前的效果来看 自己已经做到了最好 难道说 面前的汤老师 真的能改变整首歌的气势吗 其实 林峰是有些好奇的 虽然他的表情控制得很好 但还是被汤年捕捉到了他的情绪 汤年问道 你不相信 林峰笑了一下 我期待一下 明改良之后的版本 林峰的态度很狂傲 虽然言语间都是尊敬 但却是没把任何人都放在眼里 可偏偏汤年 还很喜欢林峰的这个性格 他说道 好 那麻烦你们俩重新唱一遍 我会在这边进行一些乐器的协奏 林峰和林雅珊对视了一眼 两人同时站在了舞台上 开始对唱 突然 传来了一声吆喝 空谷传响 好像是有人 在悠悠的山谷里 向对岸发出的一声讯号 吆喝把现场的观众 直接带到了情境中去 好多人瞬间鸡皮疙瘩起来了 我的妈爷 好震撼 我突然get到汤老的实力了 他不仅仅会写词 更会营造故事 好好听 我觉得这个版本的 好像更震撼一点 在场的观众也没想到 竟然能在现场联听两遍 如果说第一遍听 是惊喜 是震撼 那第二遍听 就是品位 是欣赏 林峰和林雅珊这一次 情绪更饱满了 因为他们的原则是 最好的永远都是下一场 汤老师没添加太多的音符 只是偶尔添加一段乐器的合奏 却让这首歌 更像是从战场上归来的将士 带着不满和不甘的诉说 两人异曲完毕 林峰也被带入了这个故事里 直到顾执凯问了一句 林峰 你自己觉得 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好 林峰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觉得第二个更好 这一次 林峰的眼睛里满是真诚 林峰就是这种人 他一旦觉得 这个人身上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他就会马上拜师学艺 汤年在看到了林峰的眼神变化之后 笑着说道 林峰 你觉得你还有没有需要进步的地方 林峰弯着腰 恭敬地说道 我觉得 汤老师身上 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我一定会努力地感谢汤老师的指点 下次我一定兼顾得更全面一些 汤年笑起来慈眉善目的 他拍了拍林峰的肩膀说道 那你有没有想跟着我学习的想法 林峰愣了一下 真的吗 现场的观众 还有看直播的观众 更是疯狂输出 真的假的 汤老师的关门弟子竟然是林峰 这真是梦幻联动啊 我从没来没想过 我喜欢的歌手 会和我奶奶喜欢的词曲人 成为师徒 我的天啊 我已经开始期待 林峰下一次的作品 会有多经验了 林峰之前还在幻想 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 那自己肯定二话不说 直接答应了 可当汤年真正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林峰愣住了 他甚至不知道 自己应该做什么反应 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 我真的可以吗 我愿意跟着汤老师一起学习 这一次 他锯了一个120度的功 真是因为他手足无措的范英 太真实了 观众还发现了 林峰原来这么可爱 怎么办 我快成林峰的妈粉了 我一直以为 他是那种冷冰冰的性格 感觉面对什么都是波澜不惊的 但今天没想到 还看到了他这么可爱的一面 这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这么搞笑啊 汤年笑呵呵地说道 好了 记得下次来我家吃饭 汤年这话 就等于默认了 他接受了林峰当自己的学生 有了这个小插曲 深海乐歌第三次公演的直播更是 直接抱上了热搜 汤年老师出现在了深海乐歌公演现场 林峰到底有什么魅力 汤年老师竟然公然要收他为徒 汤年的关门弟子竟然是林峰 多个有关于汤年的词条 登上了热搜榜首 很多年轻人正在家追这个综艺 他们的父母听到汤年两个字之后 都纷纷探出头来看一眼 汤年要收闭门弟子了 这个小伙子是谁啊 能被汤年认可 那实力肯定是相当惊人吧 有些不太认可林峰的人 还企图觉得这是节目组的策划 妈 你不觉得这太假了吗 这摆明了 就是节目组的策划 就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啊 但很多年长的人 却直接回怼了他们 开玩笑 你还不知道汤年是什么人吧 他可一点都不在乎这些 他家的钱多得很 他作曲是因为喜欢 所以他才不会被什么资本裹挟呢 这么多年 每个他喜欢的学生 没在歌坛站住脚 我觉得啊 这个林峰肯定又是个 惊为天然的角色 听着家长们对林峰的赞许 他们内心愤懑不平 不就是一个林峰吗 他到底有什么好的 第79章合约 马上要到期了 林峰这次公演上 不出意外地掌握了第一名同时 节目组还很调皮地 给他们颁了一个最佳组合奖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名字暗藏玄机 节目结束之后 林峰和林亚珊都毫不意外地 同时接到了各自妈妈的电话 两人在休息室里 同时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名字 又默契地对视了一眼 异口同声地说道 该来的总会来的 随后两人同时接通了电话 林妈妈的声音 从电话那段兴奋地传来 儿子 你们合唱的 那个节目妈看了 你们俩表演得太好了 林峰尴尬地笑了两声 妈 你是不是又瞎想了 我们就是单纯的合作关系 真没有别的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林妈妈匆忙打断了 哎呀 妈知道 你们俩现在就是朋友吗 但循序渐进 可能某一天你就发现 你们俩可能不只是朋友了呢 林峰已经猜到了 自己的妈妈打的就是这个如意算盘 她敷衍地应付了两声 说道 行了妈 我们俩的事以后再说 我这边还忙着呢 林妈妈笑音音地挂了电话 还不忘叮嘱几句 你要对珊珊照顾点 毕竟这是你给她找的工作 林峰点头说道 好 你先忙吧 随后挂断了电话 一旁的林雅珊 还在和林妈妈聊天 林妈妈也是一脸慈母笑地说道 珊珊你和林峰 林雅珊一脸娇羞地说道 皇后 您就别多想了 我们就是互相介绍工作的朋友 她给我找了这么好的工作 我感激她还来不及呢 林妈妈也知道 感情这种事不能操之过急 说道 好 我也不强迫你 你自己觉得和事比什么都强 林妈妈又想到什么 叮嘱了几句 对了 这个工作既然是林峰给你找的 你记得想办法把这个人情还了 你在外面总欠人家的也不太好 我看网上都说 林雅珊有些着急地打断了林妈妈的话 说道 妈 网上的那些话 你千万别看 就是给自己找气 也别听网上说我过得多惨 那些都是假的 你只要相信 我说的就行 其实林雅珊是怕林妈妈 被网上的言论重伤 毕竟很多商人的流言蜚语 真的会伤害很多关心他们的人 林妈妈叹了口气说道 我知道 我不看 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有什么事 一定要及时和我们说 相较于林峰妈妈的毫不担心 林妈妈却被这突如其来的热度 搞得不知所措 更担心女儿在外面过得不好 林妈妈的声音有几分哽咽 珊珊 你如果在外面真的过得很辛苦 就别硬撑着 回家 家里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听到这句话 林雅珊又一次哭了 她应了两声 挂断了电话 一个人捂着手机小声的抽气 这是她今晚第三次落泪 一次是因为歌曲里的故事 一次是因为台下粉丝的支持 这一次 是因为家人对自己的关心 是啊 家人就是她的底气 林峰听着她在一旁小声抽气 有些不知所措 最后静悄悄地给她扭了一瓶矿泉水 递给她 你今天表现得很好 以后会更好的 原本正沉迷于母爱关怀的林雅珊 听到林峰的这句话 竟然觉得有几分好笑 她说道 林峰 我真是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人家女孩哭了你 不应该安慰几句吗 你竟然还满脑子都是舞台 林峰有些尴尬地说道 那不然呢 我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 这次的节目录制 就告一段落了 最终进入总决赛的是林峰和梁岳杰 意料之内 他们的表现都被大家所认可 与此同时 也带火了林雅珊和助唱的大妈 林雅珊从来没想过 有生之年 竟然同时有十几个综艺 剧本找到自己 这么多年 她从来没演过什么主角 她一直觉得 自己的咖位不够 表演的又没有多好 她已经给自己做了五年的演艺规划 希望通过这五年的时间 循序渐进 从女十八演到女三号就知足了 可当她看着面前的三个大女主的剧本时 也有些愣住了 这怎么办 说实话 这些作品算不上有多好 前期的投资成本也不太高 他们找林雅珊演戏 主要还是因为她有流量 最近热度很高 正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一下 是林雅珊的私人手机 上面是一个群聊的消息 这是一个五人的群聊 原本里面只有林峰 梁岳杰 娇海斌和冯思 在一期录制节目这期间 林峰把林雅珊也拉到了群里 林雅珊也从没想过 自己有生之年 会和这么多夜街大拿结为朋友 看着他们 每天在群里分享自己的日常 还有工作之余的一些抱怨 林雅珊觉得 好像他们也没有自己想象中的 那么高不可攀 林雅珊看着面前的剧本 灵机一动 自己可以问问梁岳杰啊 她可是影帝啊 或许能从她那 获得到一点建议 刚好梁岳杰在群里 at所有人 你们这两天 有什么安排吗 要是方便的话 咱们可以一起聚个餐 林峰还在群里调侃她 咱们影帝这么闲吗 不拍戏 专攒饭局 冯思和焦海斌 两人在群里附和了几句 林雅珊发了一个表情包 随后说道 梁老师 能请教您点事吗 梁岳杰的态度 马上变得严肃起来 不用说请教 我知道的 就一定会告诉你 林雅珊就把自己 当前面对的情况 一五一十的 和梁岳杰说了 我之前一直是想揭好剧本的 但我也没想过自己 能演女主角 所以我对剧本的要求很高 但现在突然有人告诉我 我可以当主角了 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机会 我现在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才好 梁岳杰是一个 相当爱惜羽毛的人 甚至可以说 他自出道以来 就没演过什么 口碑很差的作品 他起点很高 但后续的剧本选择 也一直很给力 林雅珊在发过去之后 就是漫长的等待 大概过了一分钟 梁岳杰发了一条 五十几秒的语音 我大概明白你的想法 而且你现在也意识到 这些剧本是冲着你的热度来的 既然这样 那热度总有消逝的一天 到时候 你觉得你能力足的是什么 林雅珊按照梁岳杰的思路 仔细思考了一下 很有道理啊 毕竟自己现在 在影视界 没有可以力足的作品 在唱歌方面 有几首歌 但传唱度都不高 那倒不如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林雅珊说道 谢谢梁老师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这几个作品 其实都说不上多好 那我还是爱惜羽毛 专心拍现在这部剧 再等待时机吧 梁岳杰说道 你能这么想最好 如果我这边有合适的资源 也会介绍给你的 林雅珊虽然知道 这可能是梁岳杰的随口说说 但她还是受宠若惊 真的吗 不用这么麻烦的 但还是要谢谢你 随后 林雅珊和大家告了个别 就下线了 她一个一个打通了电话 和剧本的发行商 说自己不合适 同时 她决定把自己之前的专辑 重新编去 再发布一次 与此同时 林峰这边 已经接到了节目组的通知 节目组和他们说道 马上就要最后一轮公演了 这个次 我们不会和你们提前 透露任何消息 你们就放松的晚几天 但这段时间 李耀也发现了一个 最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 和林峰签的合约要到期了 谁都没想到 三个月竟然这么快 而这三个月 林峰给他们带来的商业价值 应该是他们公司 历年来的最高 毫不夸张地说 现在公司有三分之一的流动资金 都是林峰签约之后赚来的 林峰这棵摇钱树 谁都不忍心松开 可现在的情况是 如何和林峰谈论续约的事 他开始从邢小满下手 某天 李耀笑嘻嘻地 把邢小满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邢小满看着李耀 那能夹死苍蝇的笑容 缩着脖子惊悚地说道 李克柱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害怕 李耀脸上的肉抽出了几下 说道 你觉得这段时间 和林峰共事怎么样 邢小满思考了一下 他这个人很好 没有什么明星架子 也不折腾人 而且没有什么偶像包袱 挺好的 准确地来说 应该是邢小满见过的 脾气最好的艺人了 李耀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说道 但现在有一件事要和你说 邢小满看着李耀严肃的表情 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林峰和程海音乐的合同 要到期了 什么 这个消息对于邢小满来说 简直五雷轰顶 他震惊地说道 怎么会到期呢 你们不是签了 不对 似乎程海音乐从来没公开 自己和林峰到底签了多久的合约 只是发了一个 欢迎林峰加入程海音乐的微博 第八十章 昔日的室友来投奔林峰 邢小满狐疑地问道 林峰现在说不准备续约了吗 邢小满可一点都不希望林峰离开 自己现在赚着两份工资 每天还没那么多闲事 这真是打着灯笼 也难找的好工作呀 李耀摇了摇头 现在就是不知道林峰的意思 看他现在的状态 感觉是八九不离十了 邢小满心慌了 这林峰要是离开了 自己到底是跟着林峰 还是留在公司啊 李耀说道 我找你来是有两件事 你这段时间去探探林峰的口风 看看他本人有没有续约的打算 如果没有的话 他是准备自己开工作室 还是创办一个公司 商人都是以利益优先的 尤其是像李耀这个总裁 助理这个级别的 他手里享有公司的股权 也就是说 能不能在林峰身上赚到钱 就代表他自己能不能赚到钱 所以 不管是为了谁 他都要想方设法 从林峰身上捞点油水 邢小满从没想过 有朝一日 自己的任务竟然会如此艰巨 他说道 好 我会尽力的 但实际上 还有后半句 他还是忍住了 没说出口 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 如果我真的叛变了 你可不要怪我 邢小满毕竟也在娱乐圈工作了一段时间 谁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发展前景 一目了然 他自己当宣发那么久 依旧是岌岌无名 可他跟着林峰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每天都觉得受益匪浅 他能感受到 林恩身上的巨大潜力 林峰身上隐藏的力量 要比城海音乐大得多 所以 如果非要行小马二选一 他肯定会选林峰 但谁都没想到 还是出现了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插曲 在林峰三宫结束的第二天 林峰还在房间里补教 早起的谭远接到了赵芝瑶的电话 谭远想到了上次赵芝瑶说的那件事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抱着当初的想法 犹豫了一下接通了电话 对方兴奋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 小谭 我们已经到燕城了 谭远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他不可置信地追问道 你们再说一遍 赵芝瑶乐呵呵地说道 哎呀 我和雨七已经到燕城了 现在还没找好住的地方 其实后面这句话 是一种暗示 想看看谭远会怎么接 可没想到 谭远压根没接这茬 而是雨七有些不悦地说道 你们别想让林峰帮你们 他说过 当初是你们先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现在没有资格再来找他 电话那端的 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脸上的表情有几分不悦 但还是带着虚假的笑容 哎呀 你想多了 我们过去确实是做得不对 也觉得对不起林峰 但我们现在 还是重新找回了 当时拍戏时的热情 这次也是要一起追逐梦想的 林峰不见我们没关系 我就是和你说一声 我们现在在找房子 过两天告诉你地址 你有时间可以自己过来找我们 谭远是一个很念及旧情的人 赵芝瑶 他们就是找准了谭远的弱点 从他当一个突破口 果不其然 谭远在挂断电话之后 就心事重重的 喝了杯豆浆 回到房间 却什么都写不下去 赵芝瑶和曹雨七的出现 就等于在他心中 放下了一个闹钟 指不定什么时候 这个闹钟就会突然响起来 林峰起床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他早上迷迷糊糊在群里 回复了几句群消息之后 就一直睡到了现在 在他拿起手机的一瞬间 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过来 林峰神志不清地接了电话 带着浓厚的鼻音 喂 你是 对方笑呵呵地说道 林峰 我的声音你记不记得了 林峰瞬间瞪大眼睛 汤老师 竟然是您 昨天节目结束得太匆忙 再加上汤老师年纪大了 下了舞台 直接被司机接走了 他还没来 没得和汤老师多说两句话 他激动地说道 汤老师 应该我联系您的 对不起 我还没来得及 要您的联系方式 汤年却很慈祥地说道 林峰啊 你也不用紧张 我知道你应该 今天凌晨才休息 我这个人很随和 没什么架子 但既然已经决定 收你为徒 我还是想教你一些东西的 林峰兴奋地 马上从床上谈了起来 说道 汤老师 我马上去您家 在得到了汤年家的地址之后 林峰这才知道 为什么汤年 能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 如此自在 能在燕城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在一个如此豪华的小区 买下一栋面积 如此之大的房子 绝非普通人 他翻箱倒柜地 找了一身相对正式一点的衣服 去楼下的水果店 买了一堆水果 还去茶馆买了两个茶饼 买了两瓶好酒 林峰知道 虽然这些东西 人家不一定放在眼里 但自己身为徒弟 礼节一定要到位 林峰到汤年家里时 已经晚上七点多了 他愧疚地连连道歉 不好意思汤老师 哪有刚认了师父 第一天就迟到的道理 汤老师的家里 有两个保姆 平时这么大的房子 就是汤年和他夫人在住 师母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舞蹈家 现在虽然已经六十多岁 但风韵犹存 师母热情地招待林峰 你是小峰吧 我太喜欢你的歌了 真不敢想象 那些歌 竟然是你这个小伙子写出来的 一旁的汤年抿了一口茶 笑着说道 林峰 你师母最近每天 都用你那首 按箱 跳舞 喜欢的不得了 他之前喜欢的 可都是我创作的歌 看得出来 老两口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但感情依旧很好 林峰很喜欢这种家庭氛围 让他不会觉得生疏 尴尬 饿了一天的肚子 在看到一桌子美食的时候 直接脚腔投降 两位老师的年纪 其实和他爷爷辈的差不多大 在孤身一人的城市 有两个如此关心他的长辈 让林峰觉得心里暖暖的 他看着师母给他家的菜 有些热泪盈眶 第八十一章 我说过 别打林峰的主意 林峰原本以为 这顿饭会吃得兢兢业业 难免会被对方长辈的身份束缚 回答一些词曲创作方面的话题 但事实上 是林峰多虑了 他们只是出于长辈的身份 询问了一些林峰生活上的情况 询问了一下 他大学毕业之后做了什么 当然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他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师母笑起来 眼睛弯弯的 凑近询问林峰 小峰 林雅珊是你女朋友吧 林峰急忙摆手 师母 不是不是 我们就是朋友 怎么所有人都觉得 我们是情侣啊 林峰的表情 看起来有些委屈 师母连忙给林峰加了一点菜 说道 是我想多了 不过这女孩的嗓音真好 这首歌 但凡换一个人 都唱不出这个效果 这倒是事实 这就是林峰选择林雅珊的原因 吃过晚饭 林峰主动去收拾碗筷 但被汤年拦住 汤年笑着说道 你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办 林峰突然想到 他是过来拜师的呀 他马上洗手 给汤年敬茶 师母在一旁 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刻 林峰说道 汤老师 我从来不敢想 您会看中如此平平无奇的我 我觉得我在词曲创作方面的天赋 也只能算是重归重据 汤年打断了他的话 表情夸张地说道 停 你的实力 已经是国内很罕见的了 可别说自己平平无奇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林峰一直在和汤年 探讨词曲创作方面的故事 林峰这才发现 原来汤老在作曲方面 也很有见底 只不过他这个人 平时喜欢看书 出口成章 所以 作词对他来说 更容易 他小声地和林峰说道 外界都觉得 我是作词人 其实不然 作词的人 都对曲子有很深的见解 林峰了然 怪不得上次汤老 只是听了一遍 缘分一到桥 就能在原来的基础上 做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改变 看来自己和外界 真的是小看汤老了 汤老继续说道 其实词曲创作 一方面是你对歌词的领悟 另一方面 你要用歌词 营造一个画面 这个你之前已经做到了 但需要一些细小的东西 让这个画面更精致 汤老说的 就是在配乐上 更精进一些 其实之前 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 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管是在伴奏 还是对于歌手风格的拿捏 林峰都是得心应手的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林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需要学习 他们俩在书房里 探讨到了凌晨 林峰突然意识到 老师 今天是不是太晚了 我打扰您休息了吧 我改天再过来 汤老拦住他说道 这里房间这么多 你今晚就住下吧 明天再回去 汤年对林峰 是越看越喜欢 林峰很通透 他面对很多事情 都有很独特的见解 甚至汤老觉得 和他在一起聊天 自己也能收获很多 师母早就让保姆 给林峰收拾出了一间房 小峰啊 你就在这住下吧 以后这个就是 你的房间了 随时都过来住 师父和师母 对林峰的照顾 让他受宠若惊 也让他记住了 这种不是出自于 目的关心 林峰入睡前 给谭远打了一个电话 老他 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 等了一会儿 没收到对方的回复 林峰觉得 这会儿 谭远不是在写稿 就是已经休息了 索性放下手机 直接睡了 但事实上 谭远正在KTV里 陪着赵芝瑶 曹宇七一起唱歌 两个人和之前相比 没什么变化 但眼神里的事故 要比之前多很多 甚至赵芝瑶 和曹宇七两人之间 还多了很多 谭远看不懂的交流 但谭远熟悉这种眼神 充满了心机和算计 实际上 赵芝瑶和曹宇七 早在前几天 就已经看好房子了 给谭远打那个电话的目的 就是为了试探口风 虽然口头上 说自己不打扰林峰 但他们去三句话 离不开林峰 两人唱了一首林峰的 《浮夸》 全程没有一句在吊上 两人气喘吁吁的 躺在沙发上 林峰这嗓子 这两年是怎么练出来的 现在这高音 看着手机面无表情 两人观察了一下 谭远的状态 对视了一眼又说道 你今天几点回去 刚刚是林峰的电话吗 谭远抬起头说了一句 我说了 别在我面前打听林峰 他冷冷地收起手机 表情气质和林峰如出一辙 他说道 你们给我打电话 说是找到房子 让我过来给你们暖房 我来了 你们又拉我过来唱歌 还唱林峰的歌 我忍了 但我说过 你们别想打林峰的主意 说完 谭远禁止走到门口 拉开门的一瞬间 他说道 今天的这顿 我请你们了 以后没事别联系我 谭远看中过去的情感 所以他不忍心拒绝 昔日好友的邀约 可见了面之后 他才发现 一切都变了 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在利益的驱使下 还保持本性在苦难的时候 和他互相扶持 走到现在的人是林峰 所以 他自然会在旧友和好友之间 做一个割舍 有些人 真的走着走着就散了 在谭远离开之后 赵之遥两人同时叹了口气 表情有些不耐烦 我没想到 谭远现在心眼这么多了 曹宇气喝了两口酒 说道 他呀 现在也狂了 跟着林峰混了不少好资源 现在瞧不上咱们了呗 人不都这样吗 如果谭远听到他们如此谈论他 可能会后悔当初 和他们交朋友的决定 此时 林雅珊也接到了一通 让他意料之外的电话 他从深海乐歌 录制现场回来之后 明显感觉到 整个片场的人 对他的态度180大转弯 所有人看到他 都会主动和他打一声招呼 林雅珊自己也意识到了 自己每天需要拍的戏越来越多 可能 这所有的一切 都和这通电话有关吧 第82章 有人用林峰的名义蹭资源 这是林雅珊的工作电话 估计也是和工作相关的人 才联系他 林雅珊清了清嗓子 声音柔和地接通了电话 您好 我是林雅珊 对面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有些严肃 但这个人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林雅珊曾经听到过 林雅珊您好 我是王亚丹 王亚丹 这个名字对他来讲 可谓是如雷贯耳 他参与拍摄的好几部剧 都是王亚丹投资拍摄的 他算是业内 很有名气的金牌制片人 也是他现在参与拍摄的 部剧的总制片 但 王亚丹为什么会找到他 单纯因为他有热度吗 林雅珊激动地说道 王制片您好 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王亚丹的声音 带着不容拒绝的命令感 你接下来 能抽出一周的时间吗 我这边有一个工作 想交给你 林雅珊想了想这句话的意思 他是在求我办事吧 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吧 但我怎么没听出来呢 怎么觉得 他在命令我呢 但王亚丹的语气 让人不容拒绝 林雅珊严肃地说道 呃 王制片 能说说是什么工作吗 我这边应该是有时间的 王亚丹说道 这部剧的片尾曲 想让你唱一下 等等 什么情况 让我唱这部剧的片尾曲 之前不是传演唱着首歌的人 是国内的一线歌手吗 怎么这种好事 竟然让自己给赶上了 王亚丹迟迟没等到回复 眉头不悦地挤到了一起 问道 怎么了 是有什么顾虑吗 林雅珊急忙说道 没有 不是 我唱 王亚丹的眉毛 这才舒展开 说道 好 你这边应该还有三天就杀青了 到时候 我找人和你沟通片尾曲的录制事宜 林雅珊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道 王制片 我能问一下 为什么选我吗 是因为 我有热度这几个字 他迟迟没敢说出口 王亚丹却说道 因为你歌唱得好听 林雅珊愣了一下 王亚丹继续说道 你的歌很特别 声音很有辨识度 其实这首歌 我们早就已经写好了 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直到前两天 听见你歌的歌声 我觉得非你不可 林雅珊一时间有些受宠若惊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能被冠以如此高的评价 这种能力 被大家逐渐认可的感觉 真的很好 但王亚丹又说道 这只是给你一个机会 这首歌能不能爆火 还是看你自己的表现了 以及对歌词的领悟能力 林雅珊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有很多平平无奇的歌 被某个歌唱大神唱过一次之后 直接成了当下的流行爆款 只能说 一个人的唱功 在某种程度上起了 决定性的作用 林雅珊顿时觉得 自己肩上的压力相当大 他说道 好 王志骗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绝对不会让您的期望落空 在他挂断电话之后 静止了几秒 之后放肆的 在房间里大叫了起来 他好了 他好了 他迫不及的 想和别人分享这个消息 可想来想去 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最后 他看到了林峰的名字 我们现在也算是朋友了吧 他喃喃自语 最后 他拨通了林峰的电话 响了几声后 林峰还没睡醒的声音 传了过来 喂 怎么了 林雅珊激动地说道 林峰 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现在接到歌了 林峰瞬间瞪大眼睛 从床上坐了起来 问道 什么歌 什么制作 是什么风格的 林峰瞬间丢出一连串的问题 林雅珊说道 就我现在拍的那个电视剧 我们这片人亲自给我打电话 让我唱我们这部剧的片尾曲 你知道我们那部剧的制作吧 是国内有名的导演 有名的编剧 林峰认真地听着 时不时问几句相关的问题 他分享着林雅珊的喜悦 同时又保持着自己一贯的严谨 说道 录制片尾曲的时候 我能去现场吗 看看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完善的地方 林雅珊当然知道林峰的实力 有了林峰帮忙 这首歌响不火多困难 他兴奋地说道 那太好了 但我还是要和王制片那边说说 看看他们的意思 林峰说道 没关系 你看你那边的情况 如果到时候我不方便出场的话 我可以给你提意见 你和他们说 林雅珊之后又给林妈妈 严锐彭等人分别打了电话 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喜悦 这应该是他有史以来 第一个凭借自己的本事 获得认可的瞬间 马上就要综艺节目的总决赛了 还有最后一天假期 林峰原本想着 在唐老师家请教一些内容 下午的时候回自己家 可万万没想到 他听到了一些和自己有关的事情 这件事还是一个 和自己算不上太熟的节目组工作人员 告诉林峰的 林峰老师 我哥哥是一个剧组的制片人 虽然他名气不大 但也算是能拿得出投资的那种 昨天的时候 听说有两个自称是你兄弟的人 一直想在我哥哥这蹭两个角色 我哥哥也有点为难 要说他们不认识你吧 但还能拿出你们过去的合影 但要说认识吧 看他们那副嘴脸又不太像 所以我就想着问问您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林峰听得太阳穴狂跳了几下 突然萌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兄弟 合影 林峰说道 有那两个人的照片吗 我想看看 工作人员马上回复道 有的 随后给林峰发过来两张照片 是他们在饭局上15喝6的样子 林峰咬牙切齿 在心里重复着 那两个他不愿意提及的名字 赵之遥 曹宇七 你们俩还真是故意挑战我的底线 林峰严肃地说道 这件事你们别管 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如果再用我的名义 在你们面前说什么 你们就报警说他影响秩序 工作人员突然觉得 林峰这个人 好像还是很有脾气的 第83章 就是有背后捅刀子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 那个制片人的耳朵里 有了林峰这番话 他们再也不用担心 和赵之遥两人撕破脸了 当他们某次再过来 邀请他喝酒的时候 制片人直接摆了一个冷脸 不好意思 你和林峰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们已经不在乎了 但现在 我们这部剧 没有适合你们的角色 请回吧 制片人说的还算是委婉 但两人对视一眼 瞬间察觉出情况不对劲了 上次他还没一口咬死 给了他们一个缓和的时间 但这次却连正眼 都不看他们一下 眼神中尽是蔑视 他们俩不愿意 无缘无故说这种委屈 非要冲上去问个明白 可却被制片人身边的 工作人员警告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再无理取闹 我们就报警了 赵之遥和曹雨七 看情况不对劲 两人灰溜溜地逃走了 但这件事越想越不对 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态度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想来想去 最后他们决定 还是问制片人身边的工作人员 他们贿赂了一个 制片人身边的小产物 这种人算不上多有权利 但还是多少能知道点内幕的 在他们的殷勤打探下 最终从他口中 得到了一个关键信息 是林峰下了狠话 两人的脸色瞬间冷若冰霜 他们万万没想到 最后竟然会是曾经最好的兄弟 在背后捅了他们一刀 赵之遥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没想到 林峰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 他现在这是摆明了 想利用自己的人脉 不让咱们俩在娱乐圈发展啊 曹雨七的表情也有些猙獰 既然林峰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谁在乎曾经的朋友身份 明明是他现在在针对咱们 赵之遥仰起头大口地喝了一口啤酒 觉得越想越生气 竟然直接把杯子狠狠地摔到了地上 既然林峰已经和咱们撕破脸了 那咱们也得想想办法 林峰这边刚从系统那得到了一首七里香 他在听到前奏的一刹那 心中就一个想法 不管谁来和我比 我都必赢 这不是他盲目自信 而是这首歌 不管是歌词 还是曲子的旋律 都是可以直接封神的程度 到目前为止 林峰毫不夸张地说 他从来没听过比这首歌更好听的歌 当然 可能在其他人听来 林峰的每一首歌都能封神了 林峰这几天 已经在汤年那学到了不少知识 他觉得在改编上 自己肯定能想到更多的元素 到时候 还可以找汤老师请教一下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 出事了 林峰接到李奥电话的时候 是下午的三点多 他正在汤年的书房 他抱歉地和汤年说了一句 老师 我这边还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等我下次再来找你 林峰猝着眉毛 火急火燎地跑走了 师母担心地问汤年 这孩子是怎么了 怎么看着这么着急 汤年摇摇头 但心里还是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知道 李奥询问林峰 你现在还趟年老师家吗 林峰说道 是啊 李奥严肃地说道 那你现在赶紧出来 我在小区门口等你 你那两个室友 倒是挺会给你找事 等一会儿到了车上 我再详细和你说 李奥这边刚挂断电话 林峰就看到了 邢小满发过来的一连串消息 里面是各种采访的片段 还有某某记者发的新闻通告 通篇只讲了一个主题 那就是林峰忘恩负义 林峰甚至看到标题就觉得有些可笑 怎么就忘恩负义了 当时是不是大家穷到交不起房租的时候 还是他想办法交的房租 怎么现在转过来 全都是他的错了 林峰大概扫了一眼新闻 意思就是 林峰这个人现在飘了 对他们曾经的兄弟万分打压 生怕他身边的人沾了他的光 这种荒谬的话 竟然还引起了那么多的认同 林峰不屑地冷哼一声 就这种东西 看看就得了 怎么还有人当真呢 李奥叹了口气说道 但现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 这种事 你去哪找证据呢 李奥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这俩兄弟 现在是彻底和你闹掰了 他们找的是一个一直针对你的娱乐公司 现在你的热度这么高 谁不想从你这捞到点什么油水啊 林峰很讨厌这种恶性的竞争 有什么事不是直接说明白 而是直接用这种龌龊的方式 搞得人尽皆知 李奥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他们说的那事是真的假的 林峰狐疑地问道 什么事 李奥说道 就是他们说 你和别人说 千万别给他们资源 让他们自生自灭的那件事 林峰点了点头 真的 李奥瞬间就慌了 他一个急刹车 林峰上半身弹了出去 又狠狠地撞到了座椅靠背上 李奥崩溃地说道 你怎么说了这种话 不是说你说的不对 这不就等于上赶着 给他们递把柄了吗 林峰的表情也有些不耐烦 你别管了 这件事 我自己想办法 原本李奥面对这件事 就一肚子气 他强忍着火气 准备和林峰好好商量一下对策 可没想到 林峰的态度竟然是这样 他能不生气吗 林峰 现在咱们是在一条船上 你的任何举动 都代表着咱们的共同利益 我必须要考虑周全一些 林峰起初真的以为 他们或许会成为朋友的 但他看着此刻的李奥 觉得有些陌生 看来 有些人注定只能是利益合作伙伴 林峰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 尤其是在看到李奥那副怪罪他的样子 他直接解开了安全带 我说了自己能解决 说完 他决绝地关上了车门 李奥被林峰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搞得一愣 他木讷地摇下车窗 还以为林峰是在闹脾气 他马上服软道 林峰 你上来吧 我这说的都是气话 第八十四章 谭远 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 他看林峰没什么反应 直接把车停在路边 林峰 我刚刚说话可能有点急了 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你好 你看你现在什么都有了 可就是这种时刻 很容易被那些和谣言给毁了 这件事应该和你没关系 但我们要想办法 把过错推到那两人身上 林峰的眉毛紧促 他说道 咱们俩的立场不同 我说过我能解决 我就肯定能解决 你们别管了 李奥愣住了 他脑海中此时只有一个想法 糟糕 这一下 他是不是彻底把林峰得罪了 那续约这件事 还有希望吗 他知道林峰的脾气 看起来好像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 但实际上 很有自己的原则 他知道 林峰既然这么说 肯定是他心里 已经有了相应的盘算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他就算是想相信林峰 自己也不能完全放手不管 他冲林峰喊道 林峰 我送你回去吧 这地方平时的比较少 刚刚确实是我的错 我和你道歉还不行吗 这件事 你想自己解决没问题 但你能不能先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 咱们协商一下 李奥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林峰打断了 林峰扬了扬手机 说道 车位已经叫好了 我会在今天晚上告诉你我的解决方案 李奥估摸着 林峰心中 可能已经有了初步的预期 他说道 我知道了 但你还是要注意时效性啊 这种事肯定是越早解决越好 但李奥还是没离开 他只是站在路对面的位置 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 林峰知道 自己这次的谣言风波 应该是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毕竟自己现在名义上 是承海音乐的艺人 他思考了一下说道 看来是时候离开了 那些都是后话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把面前这个棘手的问题先解决了 突然 林峰接到了谭远的电话 林峰犹豫了一下 接通了电话 小远 赵之遥他们 谭远的声音有些低落 小峰 这件事 我确实知情 林峰听到这句话之后 攥着手机的手 不由地收紧了 谭远继续说道 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和你说 他们俩联系我 说要过来这边的事 其实他们当时就已经确定要过来了 我后来才反应过来 他们可能是想通过我 来试探你的态度 林峰面无表情地说道 然后呢 谭远继续说道 我和他们转达了你的话 说要让他们靠自己 可能他们还是不死心吧 还是过来了 其实就在前两天 我们一起吃了个饭 林峰鸣起了嘴 这些事情 他全然不知 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谭远有些愧疚地说道 其实 我当时就应该告诉你的 可惜啊 我还是太年纪就情了 林峰问道 告诉什么 谭远说道 他们处处在打探你的消息 不是朋友之间的打探 是充满利益的 我在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这个 我太明白 那个眼神的意思了 我在很多个 接近我的人身上都看过 刚好此时 林峰打来的车到了 他边上车边说道 那这件事 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谭远说道 和我唯一的关系 就是我去参加了 他们的暖房part 但是关于他们诽谤你的事 我都可以站出来作证的 林峰你放心 我是什么人 你最清楚了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的 林峰也有些后悔 自己刚刚不应该怀疑谭远的 他突然觉得 可能是身处在这个环境下 总是忍不住 被周围的环境的影响 就连他有的时候 都看不清人心了 他说道 小远 这件事 你先别轻举妄动 等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了 我再告诉你 谭远点了点头说道 好 那你有任何情况 都要马上告诉我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 林峰笑着说道 放心吧 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 挂掉电话之后 开车的司机 突然问了一句 小伙子 那辆黑车 你认识吗 从刚刚开始 就一直跟着我 林峰转过身看了一眼 穷追不舍的 正是李耀 林峰一副 毫不在意的样子说道 不用管他 就这样 李耀一直护送林峰 到他们小区 知道林峰进了小区里面 两人也没说一句话 林峰马上翻看聊天记录 找到了当初 询问自己的那个工作人员 刚巧 这个工作人员 也给林峰 发了几个慰问的消息 林峰的电话 马上回拨了过去 对方很快就接通了 而且声音还有些着急 林峰老实吗 对不起 我真没想到 这件事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们是不是无意间伤害了你 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小伙子连连道歉 林峰甚至觉得 如果此时那个小伙子 就在自己面前 他很有可能给自己 鞠几个躬 林峰说道 那些是不怪你们 毕竟话是我说的 我自己就要承担责任 但现在的问题是 你能不能给我 你哥的联系方式 我希望你们 可以给我做一个证明 你方便吗 小伙子连连答应 我可以的 你需要我做什么 直接告诉我就行 林峰在得到了 制片人的电话后 马上和对方说了 这件事现在的情况 制片人没想到 林峰这种大腕 会亲自联系他 他有些遗憾地说道 如果咱们 不是因为这种事情认识 我一定会更开心的 林峰和他说了 自己现在需要他协助的事情 林峰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白帮忙的 等你们这部剧播出的时候 我一定会给你宣传的 在此之前 林峰没有给任何人 宣传过什么东西 梁月杰的那部电影除外 林峰毕竟是唱了宣传曲 所以说 林峰愿意给他们宣传 宠若惊 真的吗 那 那太好了 其实 就算你不帮我 我也会如实和观众说的 这件事 从始至终都和你没有半点关系 第85章 发布会上 讲昔日情谊 当天晚上 林峰拨通了李耀的电话 我这边有认证和物证 我决定明天上午 开一个记者发布会 一五一十地 和大家说明这件事 李耀点了点头说道 那好 在这之前 你别在网上发任何东西 全权交给 我来负责 突然 林峰抬起手 迷茫地说道 你怎么不早说 我刚把消息发出去 啊 李耀慌张地打开了微博 就看到林峰刚发的消息 赫然出现在首页上 我是林峰 针对最近出现的一切谣言 我都会在明天上午十点的发布会上 统一解释 届时 欢迎任何媒体到场 同时 也欢迎两位主角的光临 李耀 他简直欲哭无泪 是不是他和林峰的八字不合呀 怎么每一次 林峰都不按照他的规定办事呢 林峰突然说道 你再帮我和节目组那边沟通一下 我明天下午过去 在解决了手头上的这些事之后 林峰觉得 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了 谭元给林峰倒了杯水 说道 你放心 我都已经想好要怎么说了 谭元本来还想给赵志瑶他们打电话 质问他们来着 但他转念一想 自己的这通电话的录音 会不会成为某种佐证 到时候 如果成为伤害林峰的力气 那就不好办了 他现在聪明多了 娱乐圈鱼龙混杂的 就算是再单纯的人 都必须得多长个心眼了 第二天一早 林峰准时起床 刚洗漱完 就收到了李耀的电话 我已经到你们小区门口了 林峰拉着谭元 一起去了发布会的现场 同时 有两个人给林峰发了消息 我们也出发了 林峰的嘴角一扬 有些有意 也该散了 刚到发布会的场地外围 就看到了上百辆车 把这个广场围的水泄不通 李耀不得不绕到了 另外的员工通道 他和林峰说道 行小满在门口接你 你先上去 刚一下车 行小满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哥 先吃点早饭 外面的记者 光是大的媒体 就已经来了三十家了 还有几十个小媒体 你这次的新闻曝光度太高了 林峰接过早餐 顺手递给了身后的谭元 你先吃点 随后林峰问道 赵之遥他们俩有过来吗 行小满摇摇头 还没看见 但他们合作的那家娱乐公司 有人来了 行小满担忧地说道 估计 他们到时候 肯定会问一些很刁钻的问题 林峰却说道 这个U盘先给你 一会你下来帮我接两个人 行小满把U盘插到电脑上之后 看着里面的内容 这东西 林峰说道 一会放 等人都到齐了 咱们这边就开始 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 制片人和小伙子都过来了 林峰邀请他们一起落座采访席 面对上百台摄像机 林峰不卑不亢 我是林峰 我今天让各位过来 就是想回应一下 关于我本人的那些谣言 林峰的话音刚落 马上有人问道 林峰 那两个人 究竟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呢 林峰眯起眼睛 冷冰冰地看了他一眼 声音冷若冰霜 能等我说完再问吗 那个记者直接被林峰的眼神吓到了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被一个出道 不到三个月的人震慑住 仅仅靠一个眼神 传出去的话 自己这张脸还往哪摆 林峰扫视了一圈 再也没有看到有人质疑 他这才说道 既然今天有时间 还有这么多人对我的过去好奇 那我就和大家讲讲过去的事 我 谭远 还有赵之谣 曹宇期 都是从大学时期认识的朋友 毕业之后决定你追梦 当时四个人合作了一间 不足六十平的小房子 每天过着早出晚归的生活 但在燕城这个地方 想混出名声来 很难 我们都是在一次一次打击中 逐渐找到自己的目标 我的目标从始至终都很明确 要当国际知名作曲人 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有的人在一次次碰壁之后 终于发现 燕城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 我当时和他们说过 再等一等 希望会有的 我的工资 也马上就要发下来了 可以再支撑两个月 但赵之遥和曹雨漆去意已决 不管说什么 他们都决定放弃 这个我可以理解 毕竟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我们没办法让他们 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走 所以我当时说 如果你们走了 那以后如果我出名了 也别来找我 凌峰这句话 引起了好几个人的不满 他们觉得 朋友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靠红与不红来维持的 凌峰这么说的话 确实是有点失利眼的意思了 好像所有人联系你 都是因为你红了一样 但有一部分人却明白 凌峰的想法 人怕出明珠怕壮 自己当初全心全意地维护 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你却用伤人的话斥责我 换成谁 可能都没办法坦然地接受吧 凌峰笑了一声 仿佛在说一个 和自己无关的故事 他继续说道 可谁都没想到我竟然火了 我以为一年前闹江了的朋友 竟然联系了我们的共同好友 凌峰看向了谭远 谭远表情有些严肃 两只手不安地交卧在一起 凌峰说道 我不想说 这个行为的目的是什么 但我想说 我喜欢光明正大的关系 如果你是想接近我 那就自己找我 如果你是想利用我 那就 凌峰冷哼两声 一旁的谭远补充道 我就是当时的室友之一 也是和凌峰坚持到最后的朋友 他们确实是最先给我打了电话 赵志遥和我说 他们准备来燕城重新追梦 我当时询问了凌峰的意思 他说 他们想去哪都可以 来燕城发展 他也没资格反对 但是不能利用凌峰的关系 但后来呢 找我吃饭 三句话不离凌峰 出去找角色 都需要把凌峰贴到简历上吗 这种人 没资格当我的朋友 第八十六章 和昔日室友的决恋 凌峰愣了一下 在他的印象中 谭远似乎从来没说过 这么决绝的话 他好像是那种天生的好脾气 会照顾好所有人的情绪 很多人说 他是讨好型人格 不希望和周围的任何人闹矛盾 因为任何矛盾 都会成为他的一个心结 但他今天 却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表明自己的立场 凌峰觉得 这对他来讲 这应该是很艰难的决定 果不其然 下面的记者 在听到了他们说的这些话之后 开始提出质疑 好话坏话全都是你们说了 现在直接把脏水 泼人家头上了 这是欺负人家没到现场吗 就是啊 你们这不是 在打感情牌吗 凌峰现在真的好本事啊 能召集一群人 开始颠倒黑白了 听了这些话 在后台的邢小满 都有些坐不住了 他好几次想冲出来 给凌峰递那些万能台词 但凌峰却冲他招招手说道 小满 把我之前给你的U盘打开 行小满眼睛瞬间亮了 他点头说道 没问题 随后 他找出了一段监控视频 凌峰说道 暂时先不播放 一旁的制片人 趁机起身说道 我身为当事人 对这件事 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制片人说道 赵之遥和曹雨七他们俩 是在前两天找到我的 目的就是想从我这 找到一个不错的角色 我起初看在他们 和凌峰认识的份上 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就给他们找了 两个打酱油的角色 比群演角色好一些 能有几句台词 但他们觉得不满意 就经常过来死缠烂打 甚至还用凌峰室友的身份 威胁我 我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询问一下凌峰本人 就拜托我在 深海乐歌节目组的弟弟 去联系了一下凌峰本人 才有了后来的情况 制片人看向行小满的方向 说道 麻烦放一下影片 行小满按了播放键 赵之遥两人 醉熏熏的消费着凌峰 一遍一遍的重复 我们是好兄弟 他不好意思和你们说 要个角色什么的 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满排 这个视频是连贯的 并没有剪辑 一段五分钟的视频 赵之遥两人提及了凌峰 不少于五次 制片人说道 相信大家已经能看到了 事实胜于雄辩 我不了解那些诋毁凌峰的人 是出于什么目的 还是说 大家觉得受了委屈 被人利用了 就活该忍气吞声 我没那么大多 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觉得就算是明星 也是有人权的 还有好多记者提了一些 很刁钻的问题 但都被他们三言两语的解决了 但万万没想到 到最后 赵之遥和曹宇七 竟然真的来到了现场 两人可能知道 现在的情况对他们不利 所以他们决定 打感情牌 主动和凌峰认错 在他们俩出现的一瞬间 凌峰彻底相信了 谭远的那句话 曾经的好友已经不见了 现在的赵之遥和曹宇七两人 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一脸悔恨的表情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的不对 但我们并没有恶意 如果真的不在乎当年的那件事 我们会不过去找你吗 我们 总之 目的就是 虽然我们有错 但我就是委屈 记者们已经对这种节奏 见怪不怪了 因为大多数时候 大众都会站在更惨的一方 尽管这件事 从始至终 似乎凌峰都没做什么 凌峰看了一眼时间说道 距离发布会结束 还有五分钟时间 那我就利用这五分钟 和你们再说一遍 钱要靠自己的本事转 戏要靠自己的能力拍 说完 凌峰不屑的眼神 在二者间轻轻扫尸了一眼 随后静止起身 等候在一旁多时的李耀 马上迎上来说道 该解释的 我们已经解释清楚了 相信各位对这件事情的经过 已经明晰了 那我就不在这赘述了 辛苦各位了 不看僧面看佛面 陈海音乐 现在是音乐圈的一霸 这和李耀这种笑面虎 脱不了干系 李耀现在表面上是笑着 和各家媒体说着场面话 等发布会结束之后 他会马上联系各家媒体公司 让新闻报道都对他们有利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各家媒体就算是写出花来 也是这些内容 毕竟现场直播 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网络上那些看热闹的网友 也开始沸腾起来 吃瓜吃瓜 我还以为凌峰的人是会翻车呢 我之前还真以为 凌峰不给别人资源呢 现在想想 他好像也不是这种人 楼上的 别搞得你多了解凌峰似的 就一个普通人而已 你们没必要把他吹嘘成这样 不过那两人室友 真的病得不轻吗 要是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我 我肯定比凌峰更生气 曾经的兄弟 到最后捅了我一刀 在众多评论中 突然冒出来一句 等等 今天不是凌峰录制 深海月歌的日子吗 这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力 对啊 今天不是录制综艺吗 凌峰这是什么情况 事实上 李耀直接代替凌峰 和节目组请了三天的假期 汪永宁都愣住了 怎么请了三天 是有什么安排吗 总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凌峰这个时候离开 真的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凌峰本人是个朝黑体制 再加上他这段时间创作的歌曲 一直都有人质疑 并非是本人所创作的 如果凌峰总决赛真的不来 那不等于坐实了这件事吗 李耀把这边的情况 如实地和凌峰讲了一下 凌峰有些疲惫地捏了捏眉心 说道 我知道了 你就说咱们下午就过去 今天晚上之前就回来 行小满在一旁大气不敢喘一下 他觉得车厢内的空气 已经到了某种临界点 自己生怕说错一句话 把所有人的火气 都吸引到自己身上 在把谭远送回家之后 三个人直接去了节目录制现场 到的时候 梁月节正不安地在客厅踱步 凌峰 你终于来了 第87章 凌峰最后一期节目请假了 他醋没问道 这件事就这么告一段落了吗 需不需要我帮忙 我认识特别厉害的律师 足够那两个人喝一壶了 凌峰摇摇头 算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他过去的朋友 虽然他们已经对他不仁了 但他还是做不到 对他们俩不义 两人又聊了几句其他的事情 凌峰突然问道 这次的主题是什么 梁月节说道 一件让你记忆深刻 感触很多的事 可以是爱情 可以是亲情 可以是梦想 可以是绝望等等 就是你要充分放大这种情绪 凌峰思考了一下 这个题目设置的 好像一点作用都没起 你随便找出一首歌 哪个不是把情绪放到最大 不然 怎么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吗 话虽这么说 但好像能靠情绪 引起大家喜爱的歌 数量还是相对在少数 尤其是 近年来的创作者 尤其喜欢在歌词上找播 喜欢创作一些文邹邹 但词不达意的句子 就是一些看似古风的词 拼凑到一起 强行说自己创作的是古风元素的歌 这种诈一听 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仔细感受一下 你没从歌词中获取任何信息 凌峰想了一下 对七里香的编曲 有了新的灵感 他说道 好 我知道了 他找到了节目组的人 说道 我一会儿把写好的歌给你 但我接下来的几天会比较忙 总决赛当天 我会过来 汪永宁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凌峰怎么完全没有参赛者的自觉呢 怎么觉得 他好像是来通知他的呢 说完 凌峰就把自己关在了某间录音棚里 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创作 他这次的创作并非是一气呵成的 虽然系统已经给了凌峰一个完整的曲谱 但是凌峰总觉得 自己可以在某些细节上稍作改良 汪永宁找出了录音棚的监控 发现凌峰写写就会停下来思考一下 纸上还有很多涂抹的痕迹 这和他之前创作时的习惯完全不一样 他在纸上标注了很多特殊的字符 当他把曲谱交给汪永宁的时候 汪永宁觉得自己的一个头有两个大 这都是些什么鬼 他这是看的什么加密字符吗 凌峰说道 大概的词曲内容都在这儿了 换汤不换药 上面特殊标注的地方 我会在公演当天告诉你 应该添加什么配源 凌峰顺手把笔装进了口袋里 刚准备转身离开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说道 对了 这几天我会抽时间把曲子录制好 近期内会发给你有什么情况 咱们再及时联系 汪永宁看着自己手里的曲谱 愣住了 他用手机拍了两张凌峰特殊标注的符号 发到了深海乐歌的官博上 猜猜这些是什么意思 一群人冲上疯狂的评论 不会又是你们节目组搞的小心机吧 这难不成是什么暗语 搞不懂了 搞不懂了 能不能揭晓一下 在网友们众说纷纭 努力地寻求答案的时候 汪永宁说了一句 在公演当天揭晓 大家更好奇了 难不成这东西和公演有关系 凌峰从节目组离开之后 一句话都没说 车内的空气好像凝固了一般 邢小满透过后视镜看了凌峰几眼 发现凌峰自始至终看向窗外 他不安地和李耀对视了一眼 发现李耀也心事重重的 距离他们的合作期限到期 只有半个月了 从凌峰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是绝对不会续约了 李耀也意识到 可能自己这几天 是有和凌峰的想法相违背的地方 所以 他知道续约不可能了 只能想方设法投资一笔 他试探性地说道 凌峰啊 那个咱们一会儿吃点什么再去公司吧 你今天一上午都没怎么吃东西了 凌峰冷冰冰地说了一句 没问胃口 还是先谈事吧 一句话 把李耀瞬间对了回去 李耀尴尬地闭上了嘴 安安静静地把车开到了公司 连好久没看到的孙甲虚 今天也出现在了公司 对凌峰笑脸相逢 凌峰 真是好久没见了 我看你最近过的可是相当滋润啊 怎么样 现在适应娱乐圈的这种节奏了吗 孙甲虚是一个相当圆滑的人 他说的话每句都是天衣无缝 让人挑不出毛病来 凌峰点了点头 知道了 在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 可能都忘了什么叫初心吧 孙甲虚脸上的表情一僵 有些尴尬地笑了两声 又言尾不悦地扫了一眼李耀 心道 他这是怎么得罪这个祖宗了 摇钱树怎么一早上过来 就带着火气呢 孙甲虚招呼行小满 给凌峰倒一杯茶 带他去会议室等他 随后 他把李耀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须约这事彻底黄了 李耀眉头紧锁 虽然他不想承认 但不得不说 没希望了 嗯 凌峰不太认可咱们 我的观念 他把昨天的事 一五一十的和孙甲虚说了一遍 虽然孙甲虚觉得 李耀的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一人的攻关 就是要把他从舆论的漩涡中摘出来 不管到最后 有谁会被再次拉进这个漩涡 但这些都和他们无关了 孙甲虚叹了口气 有些不悦地说道 你就算知道这样 你也不能说出来啊 凌峰的性格 还是不太适合娱乐圈 你不能呛着他来啊 李耀垂着脑袋 一脸无奈 孙甲虚说道 今天 咱们说什么 也要让凌峰给咱们一个说法 两人密谋了一番之后 拿着一摞文件走到了会议室 一脸谄媚地说道 凌峰 咱们已经合作这么久了 你对我们程海音乐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或者是哪里觉得 不太符合你的心意 你都可以和我说说 凌峰说道 公司很好 能经营到现在这个规模 并不是没有道理 只不过 两人同时抬起头 等待着凌峰的下文 只不过 不太适合我 第88章 合作就到此为止了 之后 凌峰没等孙甲虚开口 自己先开始罗列这段时间 自己给程海音乐 带来的巨大影响 我在风口浪尖的时候 签约了程海音乐 当时程海音乐的股票 有了一定的波动 但在三天之内 就奇迹回暖 紧接着 我又自己制作了 青天 程海音乐的微博 涨粉百万 我遇到了梁月杰 给他唱了浮夸 一时间水涨船高 程海音乐 成了今年最具潜力的公司 之后 我在《深海乐歌》节目里 每一次留有悬念的舞台公演 对于程海音乐来说 都是一次新的关注点 截至目前为止 我所拿到的报酬 虽说是市面上的二倍 但我给公司的商业价值 提升了三分之一 所以我并不觉得 我的钱拿多了 反而是物超所值 你们觉得呢 孙甲虚都没来及打开 他们统计的数据表 凌峰这边 就一字不落地说了出来 他觉得有些尴尬 李耀马上说道 确实是 您是我们程海音乐的功臣 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 但你不能说 这段时间的合作 对你来说 一点收获都没有吧 凌峰点了点头 认真地思索了一下 说道 当然有收获 关于我的每一次风波 你们都帮我平息了 这一点我很感激 凌峰继续说道 但我想说 咱们现在还是没有必要 再继续合作下去了 感谢你们这段时间的照顾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孙甲虚突然拦住了凌峰 说道 凌峰 咱们再谈一个交易怎么样 凌峰挑了挑眉 转身问道 什么交易 孙甲虚拿出了一本 股权转让协议 上面写着 转让程海音乐 10%的股份给凌峰 要知道 这10%的股份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啊 况且这个公司 还是目前最有发展前景的 公司之一 未来这个10% 可能会变成上亿的份额 凌峰的眉毛挑了一下 他困惑地说道 孙总真是下了血本了 用股份把我留下 我何得何能啊 孙甲虚叹了口气 如实地说道 凌峰 我也不和你都圈子了 我们程海音乐 你也看到了 就是个外强中端的绣花枕头 尤其是最近两年 我们推出了很多网络歌手 但能掀起风浪的 几乎没有 李耀在一旁补充道 这对一个音乐公司来说 是致命的 你就算手底下 有再多的歌手 也不如一首代表作有用 凌峰笑了一下说道 所以 现在 晴天 浮夸 成了你们的代表作吗 两人没说话 但事实就是这样 这些事情 不是他们有意灌输给观众的 而是大家 在得知凌峰是程海音乐的之后 会自然而然地 把凌峰的作品 归结到程海音乐旗下 就算他们知道 这首歌的词曲都是凌峰 但还是觉得 程海音乐 不愧是大牌公司 还是能签到有本事的艺人的 说起来蛮可悲的 但娱乐圈就是这样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当一个明星火了 他甚至可以轻轻松松地 养活一整个公司 包括那些还没出到的新人 就等于整个公司 我想知道合作是互利互惠的 我除了能得到钱以外 似乎我能给你们 带来的利益更多吧 孙甲旭愣了一下 说道 话虽如此 但我们最近有一个项目企划 准备为你量身 打造一款综艺节目 还有这些 也都是在计划之中的 估计今年就能启动 孙甲旭发现 林峰面无表情 好像这些并不能说动他 继续说道 我们会给你组建最好的工作室 你工作室的一切 都有你自己管理 但还是像我之前说的 利益互相 你工作室在我们公司的名下 我们有资源优先给你 我们也不参与你工作室的任何运营 只是从中抽取一部分提成 听起来还不错 其实林峰仔细想想 自己现在一点经验都没有 如果白手起家开始办公司 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所以 他在听到对方说的那些优渥的条件之后 就已经决定接受对方的提议了 林峰说道 我回去考虑一下 你这边合同你好 之后可以发给我 我也找人看一看 孙甲旭突然觉得 这几个月林峰也成熟了不少 现在他也不好骗了 他说道 好 那我让小满先送你回去 小满开车的时候 几次欲言又止 他最后还是忍不住的说道 哥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加入还是不加入 上次我问你的时候 你好像还不太想加入城海啊 林峰笑了一声 说道 这次也是李要让你问的 行小满尴尬了一下 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呢 怎么还是被林峰察觉到了呢 他不自然的说道 不是 上次是他让我问的 但这次是我自己想问的 林峰在玩着电脑上的音乐合成软件 说道 你问这个干嘛 行小满尴尬的笑了两声 我这不是想知道 我最后做什么工作吗 行小满说得很委婉 林峰说道 你放心 你的工作没变 好好开车 行小满仔细思考了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林峰说 他的工作没变 也就是还是助理兼宣传人员的工作 那自己还能跟在林峰身边 林峰肯定不知道 自己愿意为了跟着林峰决定放弃城海音乐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是说林峰决定和城海音乐合作了 行小满的眼睛瞬间亮了 真的吗 他好了哥 这真是皆大欢喜啊 林峰说道 这件事你先别往外说 当助理最重要的是什么 行小满激动的抢答道 保密 你放心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行小满突然觉得 林峰这个人还是挺有人情味的 准确的来说 他对自己一直都挺好 并不是像外界传言的那种冷冰冰 不近人情 可能 他只是慢热 看起来不太好接触罢了 突然 林峰的手机响了 第89章 难道我刻的CP都是真的 林峰看着林雅山的名字 语气变得柔和了不少 雅山 你那边录制的怎么样了 林雅山有些兴奋的说道 林峰 这首歌很好听的 我唱了两遍 总觉得不太满意 说到一半 林雅山突然愣住了 他看着电视上 正在播放着关于林峰谣言的报道 他猝没道 这么假的新闻 你们怎么还召开一个记者发布会啊 林峰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的说道 没办法 别管多假 都有人当真啊 林峰看了一眼时间 我过去帮你调整一下 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行小满半路开车 把林峰送到了林雅山所在的录音棚 临下车之前 他把林峰拦在车上 警惕的向四周张望 确定自己的会也没看到狗仔 这才说道 哥 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你和林雅山走得太近 容易传飞闻啊 林峰这次长了记性 戴着帽子口罩下了车 直接按照林雅山说的地点 去了三号电梯 结果竟然碰到了黄运奇 就是第一轮那个 被赵文博使了计谋 但最后被林峰力挽狂澜的那个人 他一眼就认出了林峰 激动地冲上来和他打招呼 林老师 真的是你啊 黄运奇让自己的朋友先去工作室 自己稍后回去 林峰抱了他一下 说道 运奇 你怎么在这儿 最近有工作 黄运奇说道 是啊 我们工作室来这儿 给一个电视剧录片尾曲 那个歌手叫林 不对劲 自己这是不是发现了 什么惊天大秘密 黄运奇的眼睛 在林峰脸上扫了一圈 难不成 他真的是来探班林雅山的 难不成 林峰和林雅山的传闻 都是真的 越想越觉得有信 他马上神采奕奕地说道 就是林雅山唱的那首片尾曲 您肯定知道吧 我就是过来给他录了一个曲 但他好像对此曲有自己的要求 我们离开的时候 他正在和制作人协商 可能我们过两天 还得再来录制一次 好家伙 看林峰这一脸迫不及待的表情 这不是磕到了吗 实际上 林峰是迫不及待的 想听林雅山的出版歌曲了 林峰问道 你还有事吗 要是没事的话 可以一起过去看看 黄运奇一脸看热闹的表情 好啊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 黄运奇开始后悔 自己当初为什么头脑冲动 做出的这个决定 因为他们竟然真的单纯地 聊了几个小时的音乐 我和你说过的 你如果还想用之前的那种唱腔 那这部分就要有所保留 因为要给高潮做铺垫 黄运奇最后无奈地走了 他给林峰留下一张字条 对不起 林老师 我是真没你们研究的那么细致 大概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林雅山觉得这首歌 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林雅山随口问了一句 那你这几天怎么办 确定不去节目录制 现场了吗 林峰说道 对 我目前的想法 是做出一张燕京四座的音乐 我不想在那种环境下创作 林雅山点了点头说道 加油 等你决赛的时候 我一定去现场为你加油 接下来的两天 林峰虽然没有去录制现场 但他自己搞了一个新形式 连线 只不过 他和节目组远程连线 相当于给节目组直播自己每天的日程 汪永宁看得出来 这次的林峰和之前不一样了 他很认真地对待这次的比赛 并没有像之前的那几次一样 每天看似什么都不做 这次的林峰会研究不同的乐器 会精修曲谱 汪永宁问林峰 你这次怎么这么认真 林峰的回答是 因为我现在有老师了 我不能给汤老师丢人 汪永宁似乎明白了什么 林峰是那种 把试图情谊看得很重的人 很快到了节目公演当天 整个后台 只有林峰和梁月杰两人 两人大眼瞪小眼 林峰问道 其他挑战嘉宾呢 梁月杰摇了摇头 不知道节目组搞什么猫腻 根本没有其他人过来 林峰为了保证舞台的惊喜感 彩排用的是专程做的古典节奏 梁月杰刚一听到这个古典 林峰可能又要创作出一首 让人难忘的好歌了 很快就到了八点 观众们也都进入了现场 顾志凯激动地说道 观众朋友们 不知不觉 我们《深海乐歌》节目 已经伴随大家 走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感谢大家 从第一期节目追到现在 包括先导片在内 我们一共播放了九期节目 同时 我们创作了24首原创歌曲 给大家表演了24场 振奋人心的舞台今天 我们《深海乐歌》的终极冠军 就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你们期不期待 看场异口同声地喊道 期待 顾志凯笑着说道 好 那有请我们两位嘉宾登场 林峰和梁月杰 两人有说有笑地来到了舞台上 那怡然自得的表情 看起来好像在聊 今天中午刚吃了什么 顾志凯说道 我想问问两位 有没有什么想对自己 或者是观众说的呢 林峰说道 希望大家造起来 我这首歌 一定很适合这个夏节 这节的灯光师 也相当给力 他马上在显示屏上 调出了夏天的草地 冰块 西瓜等很有代表性的图片 现场很多人突然有种感觉 怎么好像来到音乐节了呢 这个想法 让很多人更兴奋了 因为音乐节就是肆无忌惮的快乐 可以大喊 可以欢呼 可以人生顶废时 面对每一个自由的灵魂 梁月杰觉得 观众们好像被林峰的一句话点燃了 他又顺势加了一把柴 享受这场音乐 享受这个夏天吧 别把这当成是一次舞台决赛 就当成一次音乐节 今夜 我们都是快乐的灵魂 顾志凯是个很会拿捏观众情绪的人 他马上察觉到 观众更喜欢这种氛围 他笑着说道 敬自由 敬快乐 赢得了一片喝彩 第九十章 一个决策毁了整个节目 看到台下的反应之后 有一群人慌了 他们也是本场竞赛的重要角色 踢馆选手 汪永宁为了设置节目悬念 让他们待在了一个相对偏一点的演播室 所以 林峰他们一直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形势 演播室里一共有八个人 他们编排了三首歌 第一首歌是 每人唱一小段 将歌曲分摊成几个部分 最后 大家还有一个大合唱环节 第二首歌 是只有三个人的乐队形式 主要是就是要用气氛上 燃炸全场 第三首歌 是两个人的对唱 矮子里拔大哥 从那些已经淘汰的选手中 找到声音比较有特色的 重新为他们呈现一个全新的舞台 但对于这些人来讲 心理压力可是相当的大 别人的踢馆歌手 都是没参加过节目的实力派歌手 但他们的歌手 却都是已经淘汰的选手 不管是从人气上 还是实力上 都和那些人差了一大截 这能赢吗 光是想想 就觉得压力不小 本轮的形式是 车轮战 而且挑战选手 有权力优先出战 踢馆歌手分为三队 其中两队需要和林峰 梁月杰分别PK 如果两队中有一队胜利 就等于拿到了 本年度总冠军的保送名单 但这个并没有 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 如果两队都淘汰 那第三组 根本没必要上场表演 听起来似乎是挺残酷的 但事实就是这样 机会永远得有实力 有准备的人最终 替馆者选择让 八人合唱组的先出场 争取用气势 震慑出现场的观众 前奏刚一响起 林峰就觉得这首歌凉了 因为有一个人 紧张到发出了一个怪音 这在舞台上来说 是致命的错误 因为任何一个音节 都有可能影响观众的评判 很显然 现场的观众 也不接受这个失误 这什么情况啊 难不成是太紧张了 就很离谱啊 一群专业的歌手 怎么能犯这种致命的错误呢 毫无悬念 这一轮肯定是林峰迎 更崩溃的是 刚刚出了事故的那个歌手 一会儿 还有一段乐队组合的表演 有的时候 舞台表演看的 就是一种心理气势 当你人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算你表现得不好 起码心里是有底气的 是一种失败欲的分摊感 可现在 他们出师不利 溃不成军 但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唱 到最后 观众都能感觉到他们的懈怠 他们是不是自己放弃了 我甚至不知道 他们过来的意义是什么 唱成这个样子 怎么好意思说 是来踢馆的呢 节目组是不是找骂啊 这是哪个脑残想到的节目形式 网友们更是在网上吐槽 真是虎头蛇尾 一个这么好的节目 到最后竟然搞成这样 浪费林峰了 节目组是不是想搞噱头炒热度 结果翻车了呀 求求了 能不能别给我看这些妖魔鬼怪 直接给我听林峰唱歌不行吗 汪永宁看到这些评论之后 冷汗都流下来了 事情的发展 已经严重超过了他们的预期 他原本以为搞成这样的节目形式 会有人觉得 这是在给普通观众一次机会呢 但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好像翻车了 而且网上的热度开始发酵 总决赛能不能让我们 安安心心地看一场比赛 汪导的口碑是要毁于一旦了吗 这是干嘛呢 我要看林峰 我要看林峰 我现在都怀疑 那些淘汰的歌手里面 是不是有人和汪导有亲戚 汪导至于这么捧他吗 副导演直接慌了 他不知所措地看向汪永宁 导儿 咱们怎么办 临时喊停 这不就变成车祸现场了吗 怎么办 怎么办 汪永宁摘下眼镜 用力地按摩着太阳穴 林峰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似乎只有林峰能缓和现在这个局面了 他激动地说道 快 快去把林峰给我找来 原本林峰在后台正闭目养神呢 今天这场总决赛 他觉得像一场笑话 但凡节目组找几个实力派歌手来 都不会是现在这种情况 但林峰什么都没说 突然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捏手捏脚地敲了敲门 林峰抬眼看了他一眼 工作人员胆战心惊地说道林老师 汪岛那边有事情 请您过去一趟 但林峰的脑海中已经想到了他的目的 他摘下耳机 跟着他去了汪岛所在的导播室 汪岛看到林峰之后 宛如看到了救星一般 他一把拉着林峰的胳膊 表情有些为难地说道 林峰 我们原本是想用车轮站的形式 让观众看到更精彩的节目 我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现在网上对于这次的节目事故都在表达不满 我想着 你看你能不能 就唱两个字 他觉得有些难以启齿 林峰偏了汪永宁一眼 叹了口气 林峰是觉得 自己在这个节目里获益了 那能帮就帮个忙 而且他觉得 自己如果这个时候出场 不仅可以力挽狂澜 还能给自己赚一步好感 这么想 自己不亏 林峰说道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唱一首 浮夸 当成是决赛前的放松表演赛 穿场词 你自己找顾老师圆过去 听到浮夸 汪永宁的眼睛瞬间亮了 浮夸是梁月杰电影的宣传曲 截至目前 还从回来没公开表演过 如此说来 这是浮夸的首秀啊 汪永宁已经兴奋起来了 他甚至能想象得到 这首歌爆火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盛况 那自己的口碑将再次逆风翻盘 可紧接着林峰又说道 但现在这首歌的使用权 在梁老师那 我说的不算 我只是给你提了一个小意见 具体怎么解决 还需要你自己看着办 汪永宁的笑容直接僵在了脸上 林峰这不是等于给了一个甜枣 又顺手打了他一巴掌吗 他声音颤抖地说道 小赵 把梁老师也请过来 第九十一章 两位老师江湖救急啊 工作人员又一溜烟地 跑到了梁月杰的休息室 轻声地敲了敲门 梁老师 请问您在吗 这边有点事 想请您帮个忙 屋子里静敲敲的 工作人员又敲了两下 梁老师 您在吗 可屋内还是没有人回复 眼看着时间越来越久 工作人员急得在原地打转 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推开门看看 结果发现 梁月杰正在房间里 带着耳机睡觉 他试探地信地叫了一声 梁老师 可惜对方没有回答 随后工作人员又说道 梁老师 您现在有时间吗 梁月杰扎嘴 打了一声呼噜 工作人员腿都软了 自己怎么敢叫 影帝起床啊 他冥思苦想 心里一横 下定决心了 他大喊了一声 什么 快要到梁老师表演节目了 梁月杰突然从梦中惊醒 哆嗦了一下 问道 到我了 工作人员尴尬地笑了一声 梁老师 汪导想让您过去一趟 梁月杰大大咧咧 打打了个哈欠 说道 不好意思啊 你们这节目设置得太无聊了 比催眠曲还催眠 随后起身 也不管自己身上这件衣服后面 到底有没有褶皱 路过舞台的时候 梁月杰看了一眼舞台 发现那些唱鬼声的人 已经走了 现在现场的氛围很尴尬 很少在一场全民直播的 综艺节目里看到给观众方录制MV的画面 梁月杰指着舞台 原本想说两句什么 到最后还是忍住了 长时间的圆滑 让他差点把那句你们疯了吧 脱口而出 话到嘴边 硬生生被他变成了 你们可挺有创意啊 工作人员结结巴巴的转移话题 那个 咱们还是快点过去吧 一会儿 一会儿影片都放完了 梁月杰稍微提了一点速度 但依旧是不紧不慢地 蹬在工作人员的身后 工作人员再着急也没办法 他总不能替梁月杰走路吧 梁月杰就是故意的 他倒是没有针对谁的意思 只是一个局外人看热闹的心情罢了 他也知道 这个时候把自己交过去 多半是想看热闹 当两人重新回到汪岛所在的办公室时 汪岛这边已经焦头烂额了 他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来了梁月杰 焦虑到光是擦额头上的汗 就用了一包纸巾 他起身相迎 梁老师 还需要你江湖救急啊 梁月杰看了一眼林峰 林峰还在手机上玩拼图游戏 合着整间办公室 只有汪永宁急坏了 梁月杰直接坐在地上 翘起了二郎腿 那我也不着急了 你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汪永宁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过去了五分钟了 如果再这么拖下去 自己的职业生涯 就彻底毁了 他表情痛苦地说道 两位老师 我知道 今天这个节目是 我们策划的时候出了大问题 但本意是希望 能用这些好的表演 让更多人关注到 咱们下国的原创歌手 乐手们 但没想到 确实是我的疏忽 说吧 他深深地冲林峰 两人鞠了一躬 林峰两人 没有任何反应 表情好像是在说 你说的这些 和我有什么关系 随后 汪永宁又看了一眼时间 又过去了十秒 不能再拖了 他两只手合十 不停地前后摇摆 我求求你们二位 帮我揪个场 随便表演什么都行 只要是你们出现 就肯定能缓解 观众们此刻的情绪 求你们了 我站在我个人 还有综艺节目的立场上 都希望你们 能帮我这个忙 梁月杰笑了一声 说不上是嘲讽 还是窃喜 只是一种语气的表达 他说道 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咱们都是商人 别提什么帮忙 这件事对我们 没什么好处 但却能挽救 你和你们整个节目组 梁月杰又补充了一句 我也不是什么圣人 该谈合作的时候 咱们就谈合作 我只想问问你 我们能获利什么 汪永宁原本和梁月杰 谈论这种问题的时候 都是不卑不亢的 因为双方手里 都是有王牌的 但现在 汪永宁觉得 手里的王牌 已经被掀开了 他一手烂牌 已经摆在明面上了 就算是已经接触了 几十年娱乐圈的他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时候 反倒是林峰站出来说了一句 梁老师 咱们不能火上浇油啊 先去救场 像汪岛这么厉害的老师 总不能亏待了咱们吧 更何况 咱们这可是挽救了 他的职业生涯呢 梁月杰看了一眼林峰 挑眉点点头 有道理 那我们先去表演了 您老自己在这慢慢想 再两人离开房间 关上门的一刹那 都没忍住地笑出了声 哈哈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怎么在没有彩排的情况下 还配合得这么好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默契吗 林峰说道 那就这样 我先去表演一首 浮夸 我就当你已经给我版权了 你再去唱一首别的歌 我再想办法 把这个场面串上 梁月杰应声道 好 这样 那你先过去 我去和灯光师沟通一下 虽然咱们是临时拼凑的 但总不能真像的草台班子一样吧 二人兵分两路 林峰直接冲上了舞台 此刻的顾志凯 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救星 影片三分钟前 就已经播放完了 总不能让这些 花了大几百票钱的观众 来现场一直看花絮吧 所以 在拿捏住观众情绪爆发的 临界点前 顾志凯改成上台演讲 主题就是 离不开林峰他们两个人的优秀 还有他们 在这档节目里的表现 顾志凯当主持人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 因为怯场说话口干舌燥过 今天 他就全都经历了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林峰终于来了 他激动的都已经破音了 那现在 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林峰 此时 林峰的耳帆里 传来了梁月杰的声音 能撑三分钟吗 浮夸的舞台灯光 需要掩饰一下 第九十二章 林峰太会哭了 快去拍戏吧 三分钟 行也得行 不行也得行啊 他只能硬着头皮 讲自己的感受了 他拿着话筒 一束追光照在林峰身上 周围的一切都是黑暗的 实际上 是梁月杰说 凤 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创意 我用追光给你镜头 你先唱歌 我刚好利用这个时间 找人给你布置一下舞台 林峰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就答应了 他说道 大家好 我是林峰 很荣幸被大家认识 他现在简单地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谦卑的状态 随后 又把自己这段时间的故事 娓娓道来 刚刚的那个节目 就是一个小插曲 但我想在今天总决赛的这个现场 给大家说说我的故事 最近围绕我的话题不少 什么绯闻 红了就忘了兄弟等等 我也没想到 刚出道两个多月 就经历了娱乐圈如此大的刁难 也算是荣幸 我把这些理解为 喜欢我的人多了 但我依旧很荣幸被你们喜欢 也不妨碍那些讨厌我的人 继续讨厌我 我从来没想过 用那些自身的八卦新闻 来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不是我本意 你们都知道的 我只喜欢音乐 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我创作了三首歌 参加这个综艺之后 我参与了三次舞台创作 准确的来讲 是四次 因为还有一首《恋爱因》 有了一点特殊情况 我享受每一个舞台 带给我的感受 也相信观众也是如此 那我今天 就用一首《浮夸》 来表达我的心情 都说文章和歌曲创作出来 就被观众投入了自己的感情 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我希望我的作品也是这样 刚好三分钟 梁月杰说道 好了 突然画面一黑 现场的观众 已经被这种场景搞怕了 这又是玩什么 节目组不会又让一群小歌手 上来表演什么大合唱吧 拜托 我花钱不是来看小学生文艺会演的 怎么说呢 我之前是汪岛的粉丝 但我现在完全是林峰的粉丝了 他也太淡定了吧 突然 舞台上亮起了一排红色的灯光 紧接着 灯管的颜色开始变换 几组灯光颜色交叠 游远极近 仿佛一片让人走路的霓虹街道 紧接着 来了一群穿着不同风格衣服的舞者 趁着林峰这个穿了西装的人 似乎与这个氛围格格不入 有人问我 我就会讲 但是无人来问 台上的这几个人随机应变能力特别强 其实他们也是梁岳杰 从后台随手拉来的舞蹈演员 梁岳杰说道 你们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随机表演 但一定要契合 浮夸 这首歌 你们都听过吧 几个人简直兴奋的要爆炸了 何止是听过呀 他们还利用这首歌编排过舞蹈呢 只不过 当时因为没有版权 也不敢把自己创作的舞蹈 发到网上 看来 机会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一群人兴奋的说道 我们一定能完成 梁岳杰说道 放心 你们这次舞台的表演费用 是之前的十倍 如果汪岳不给你们 那你们就过来找我 有了梁岳杰这句话 所有人都充满了底气 所以 才有了现在的舞台效果 就算是凌峰穿插在这些人中间 但还是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其实仔细看 会发现 这个舞蹈编排的特别有意思 在稍微角落一点的位置 有一女人 一直坐在椅子上看书 直到在凌峰唱道高潮的时候 她才起身 看向了凌峰的方向 凌峰也仿佛有雷达一般 马上识别到了她 两人隔着人海 看着彼此 观众一看便知 这两人肯定之前有故事 再仔细一看 这个女人手里拿着那本 正是一本相册 虽然看不清里面的内容 但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 这本相册 势必和凌峰有关 凌峰唱歌 很擅长拿捏情绪 就像演戏的时候 有些人能很快进入角色一样 凌峰虽然在唱着歌 但仿佛已经置身一段故事中 她看向女舞者的表情 充满了感伤 仿佛带着遗憾 最后 她无奈地低下了头 静悄悄地转过了身 刚好 大屏幕给了凌峰和女舞者 一人一个静静 这一下全场都炸了 我靠 两人都哭了 女舞者这滴眼泪 太绝了吧 简直就是神仙落泪啊 我能说凌峰真的太会哭了吗 她完全哭到我的心坎里了 这个节目 应该是排练了好多遍的吧 太震撼了 就是有种现实 和梦境重叠的感觉 突然 网上有一个人说道 你们不觉得这个很像是两个 因为遗憾不能在一起 但多年之后 你已经是巨星 我还是曾经的那个我 就算是十个多年 我也依旧能穿过人海 用眼神锁定你的方向 听她这么说 很多网友顿时来了兴趣 大佬 递给你笔 今天晚上 必须给我写一个剃出来 凌峰能不能去演戏啊 她这个水平不演戏 太可惜了 好多演员拍哭戏靠眼药水 我们凌峰光是唱歌就能哭得 这么有故事感 一曲完毕 所有人都意犹未尽 其实每次听凌峰的歌 都有这种感觉 会叹息 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 明明他们还没听够呢 但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 突然 场上的灯再次熄灭 随后 舞台上缓缓亮起了暖光 凌峰擦了一下脸上的泪 调侃道 不好意思 脸上粉都掉了 台下的观众相当配合地说道 你什么样都美 凌峰最帅了 唱得好好啊 再来一首 凌峰笑着说道 不了 我要是唱歌 那接下来的表演怎么办 观众们疑惑了一下 还有表演 是谁表演 凌峰笑着说道 接下来 我们把舞台交给梁月杰 期待他的 《爱图》二次公演 听说 梁老师这次重新进行了编曲 和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咱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随后 凌峰直接关闭了公脉 对梁月杰说道 梁哥 靠你了 第九十三章 你敢说这三首歌 完全没有彩排 两人在上下台的时候 积了个掌 算是一种交接的仪式感 可凌峰下台的时候 却在台下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冯思 海滨 雅山 还有汤老师 你们怎么都在这呢 行小满快嘴的解释道歌 就是刚刚梁老师给他们打了电话 他们本来就在现场 知道重弹都压在了你们俩的身上 所以都跑过来帮忙了 想着能不能做点什么 凌峰的心里暖暖的 可能这就是朋友吧 没有那些虚伪的利益 有的只是真性情 凌峰拍了拍冯思的肩膀 谢谢你们 但是 咱们表演什么呢 几个人七嘴八舌的开始讨论 要不 表演一个乐队和合唱 说到合唱 凌峰脑子里 倒是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曲子 既然这样 那咱们就用恋爱印 带动全场吧 刚好这次雅山也在 多了女生 让这首歌更有辨识度了 几个人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索性带着汤老一起研究起来 此刻汪永宁在后台看的是气体直流啊 他眼睁睁看着收视率 从一开始二点几 一路飞涨 涨到了五点几 值得 自己就算是给凌峰他们下跪都值得啊 而且 凌峰和梁月杰在把握观众情绪这方面 确实很擅长 几句话的功夫 就能带着他们的情绪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现在观众满脑子都是凌峰的表演 以及接下来梁月杰的表演 至于那首垃圾合唱 早就忘到脑后去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合唱团里的几个人 正是因为今天的这场比赛 彻底离开了娱乐圈 没有实力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受不了万人的指责和诋毁 在这一点上 但凡他们学到了凌峰的十分之一 都不至于退圈 不在乎不就完了 但很多人对于这种事情 只能说说 并不能真正做到不在乎 这场合唱 也被无数人戏称是死亡合唱团 但那都是后话了 梁月杰一首《爱图》 仿佛让人尝到了久违的幸福 尤其是和凌峰的《浮夸》相比 这首《爱图》 就是一对相互喜欢的情侣 双向奔赴的故事 但这首歌的热度很明显 没有凌峰的歌热度高 唱功和人气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 一段悲剧总是比喜剧 更让人记忆深刻 梁月杰又说了几句串场词 随后看向后台 问道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凌峰他们已经换上了衣服 异口同声地说道 准备好了 紧接着 舞台再一次熄灭了 但此时的观众 已经不再害怕熄灯 这种黑暗 能给他们带来惊喜 带来无限的可能 在工作人员的帮忙下 几个人把乐器搬上了舞台 黑暗之中 凌峰递给梁月杰一把吉他 稍微做了1.2更改 但区别不大 你的那part基本没变 正常演奏就行 在焦海滨的一声鼓点下 所有人都舞动起 自己手里的乐器 凌峰请客间化身乐队男孩 蹦蹦跳跳地喊道 一首改良版的 《恋爱印》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 你的生活里 除了工作 还应该有爱情 陪你熬夜 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 陪你逛街 逛成扁平族也没关系 超感谢你 让我重生 整个Oars 让我重新认识Love 林亚珊表演的是口琴 虽然看起来 好像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但实际上 口琴独特音色 给这首歌 带来了一丝清凉的感觉 灯光师配合的 也相当给力 舞台的不同灯光相互变化 闪烁的节奏 更是把大家带到了 音乐会的现场 看到这个画面 汪永宁直接哭了 一方面是感动 另一方面是震撼 他边擦着眼泪边 喃喃自语 好听 太好听了 随后 他马上给傅外宣的人员打电话 快给《恋爱印》 汪导 这都不用咱们买 从播出开始 这词条就一直在热搜上挂着呢 我点进去看了一下 全都是活人 大家都在表达自己的震撼和喜爱 随后 宣传人员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这个林峰可真厉害啊 有了他和梁月杰 两人直接策划了一档节目 汪永宁没觉得 这句话在指桑骂怀 而是点了点头 赞许地说 是啊 他们俩是真的很厉害 有时候你不佩服不行 人家真的很有实力 顾志凯此刻也调整过来状态了 那接下来就是正式的角逐了 林峰和梁月杰 在表演完这首歌之后 两人拥抱了一下对方 虽然我们马上就会成为对手 但现在我们还是朋友 紧接着 顾志凯走上舞台说道 其实 这几首歌都是他们临时发挥的 我说 之前他们从来没彩排过 你们信吗 观众们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在他们的印象里 他们骂了合唱垃圾 说节目组的策划很臭 紧接着就切换成了花絮 还有顾志凯的三分钟演讲 其实在那个时间 节目翻车的已经很明显了 节目之所以能逆风翻盘 全靠林峰和梁月杰撑着 他们总不能提前预判 节目组会翻车吧 他们也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要真是一遍彩排都没有 那真是太恐怖了 如果是林峰本来就是歌手 他能表现得好 完全是有基础 那梁月杰能表演得这么好 就是奇迹了 我对梁老师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他不只是影帝 他还是歌手 我的天啊 我之前听他说 自己以前是组乐队的 我都半信半疑 今天这个现场抽查 让我彻彻底底认识这个男人 啥也不说了 梁月杰和林峰 你们是我的神啊 如果说当代歌坛 晋升三个全开脉的歌手 那肯定是林峰 梁月杰和林亚山 顾执凯看着观众们的反馈 很满意他说道 那就暂时让他们准备一下 接下来的表演 第94章 梁月杰一鸣惊人 林峰风轻云淡 突然有观众问道 只有他们俩的话 那角逐冠亚军 还有什么意思 就是啊 原本还想着他们 能在总决赛的时候 一鸣惊人呢 我还是比较期待 林峰这次的创意 因为每次林峰 都能给我带来惊喜 顾执凯自然听到了 第一排的话 他笑着说道 我已经听到了 观众们不同的声音了 第一第二 当然时候是需要角逐的 但这个名词 到底重不重要 还是要看当事人 对这个奖项的评价 顾执凯的耳机里 传来了汪永宁的声音 顾老师 梁月杰准备好了 顾执凯画风一转 说道 我们的表演嘉宾 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梁月杰 为大家表演 徒劳无功 观众们重复着这个名字 徒劳无功 这个名字 怎么这么熟悉啊 等等 这名字 不是梁月杰之前的 那部电影吗 难道说 那部让他获奖的电影 竟然还有售后 我的天啊 我好兴奋啊 这部电影太震撼了 强烈推荐 我当初看的时候 哭得稀里哗啦的 到现在我都觉得 这部电影 应该是最近五年 最好的电影 梁月杰没多做解释 他只是穿着一身 驼色的风衣 看着舞台上的梁婷 真是不知道 节目组到底费了多少心思 竟然能将电影里的 标志性建筑物 一比一还原 这部电影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影片 它带有一些 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这个梁婷 就是里面最关键的一环 是梁月杰饰演的主角 在最好的朋友去世之后 无意间经过这个梁婷 当他坐在梁婷里休息的时候 发现了自己的好朋友 正在冲自己招手 他好像和往常一样 穿着舒适的运动服 叫他过去一起晨跑 梁月杰处于害怕 他听说过 死后有的人可能灵魂不散 会过来找熟悉的人索命 所以他落荒而逃 他突然发现自己 跑到了一周前 他的老板在催他教设计图 老婆和他说 这周带孩子回家看看父母 医生叮嘱他注意吃药 最近的意想症有点严重 主角就以为自己 真的是穿越了 可能这个梁婷就是契机 他开始尝试着 在这个梁婷穿梭 发现 只要从东边的这个方向离开 随便的门离开 就重新回到了现实 这个电影主要讲述了 他在两个世界来回穿梭 就是为了改变自己 朋友命运的一件事 当然 中间有很多类点 包括 他在一次又一次穿梭的过程中 发现了很多 自己之前忽略的细节 可这个电影的结局 却是 家人哭着摇晃着 躺在床上的梁月杰 他那个死去的朋友 单独站在窗口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这个故事 看似让人摸不到头脑 实际上 却是故事的设计足够精妙 这最后的结局 可以有很多种解读 可以理解为 他的朋友从来没去世过 一切都是他的幻想 也可以理解为 他的朋友被他救活了 但他却受到了重创 第三种理解是 他的朋友也死了 所以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看着他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梁月杰用 徒劳无功 这首歌 几乎唱出了主角的整个心路历程 里面有一句歌词是 那个冲我招手的人 那个走向灵魂的人 我有一腔热血 却终究成了别人的粉 影迷们听了这个歌词之后 整个人傻眼了 等等 梁月杰本人 是对这个电影 有了第四种解读吗 我现在有种听鬼故事的感觉 这个电影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我就想知道 人到底是死是活 一首歌 让那些影迷们 开始疯狂地在网上讨论 所有人都觉得 这个电影的售后服务太特别了 原本很多人觉得 凭借林峰的实力 肯定轻轻松松拿到第一名 但在听了梁月杰这首歌之后 他们也不确定了 说实话 我虽然是林峰的粉丝 但我觉得 梁月杰的这首歌太震撼人心了 我作为看过这部电影的人 一定会给林峰投票的 还有另外一个观众说道 这首歌很特殊 它对很多人来讲 都是有特别意义的 我喜欢梁月杰这首歌 这个故事也很有画面感 我永远支持梁影店 观众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很明显 现在压力给到了林峰这边 可能是梁月杰 已经把全场的氛围 调动到最然了 在这种氛围下 林峰这首歌的效果 一旦没有达到观众们的预期 那今天就是林峰跌下神探的日子 邢小满在听了梁月杰这首歌之后 两只手悲痛欲绝地捂着胸口 林峰吃了一口苹果 一脸不在意地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心脏不舒服 邢小满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哥 拜托你能不能紧张一点 现在观众都觉得 梁月杰这首情怀歌必赢 大家都等着看你的笑话呢 林峰知道梁月杰这部电影 他之前还是在电影院看的 所以他对这部电影的印象特别深 林峰说道 啊我知道啊 没什么紧张的 就正常表现就行了 听到林峰这话 邢小满的声音拔高了一个度 正常表现 哥 你清醒一点 你的哥到现在我们 连个奸奏都没听到 就算你再有影响力 也不可能打倒 有如此群众基础的两影帝啊 邢小满急得团团转 一个人阵阵有词 完了完了 肯定来不及了 这次真的要紧急公关了 我是不是应该先联系几个记者 林峰啃了最后一口苹果 把窄窄的一条果盒 扔进了垃圾桶 他擦了擦嘴 说道 放心吧 你今天不用加班 随后 林峰推开门 静止走了出去 邢小满犹豫了一下 似乎不太确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等等 他的意思难道是说 他能得冠军 邢小满有些愧疚的小声说道 虽然我是你的助理 但我觉得 这次比赛 还是梁老师更有潜力的冠军 第95章 七里香 燃爆全场 林峰从工作人员手里 接过对讲机 和后台准备道具的人询问道 你们的道具准备的怎么样了 目前已经安置好了吗 节目组的人回复道 我们这边已经全部摆放完毕了 您需要验收一下吗 林峰说道 不用了 你们看着安排就行 顾志凯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说道 我们已经欣赏了梁月杰老师的表演 大家现在期待林峰的新歌吗 台下的观众很明显 这次的欢呼声并没有以往的激烈 邢小满甚至担心的 不敢往台下看 他怕看不到林峰的灯牌 怕看不到支持林峰的人 或者说 之前一眼望去 绝大多数都是支持林峰的 但是现在 他怕这个人数减少了一半 林峰的视线 从始至终没看向台下的观众 他手里握着麦克风 努力地放风口腔 他和下台的梁月杰打了个照面 两人会心一笑 这一笑没有什么胜利着的嘲讽 只是单纯的熟人之间的 打起和鼓励 梁月杰用袖口擦掉了脸上的妆 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我可已经开始期待 我的下一首循环单曲了 林峰自然也没和他客气 他说道 你放心 我早就准备好了 两人悄悄地积了个掌 像刚刚一样 达成了某种默契 一瞬间 舞台的大部分灯光都熄灭了 一束束追光 组成一个圆环一样的步行路 林峰没走过一个追光形成的灯柱 身后刚刚踩过的那盏 就会熄灭 同时 前奏声也游远极静地响起 听到声音之后 林峰抬起了头 看向了远方 同时 追光紧紧跟着林峰的视线 看到了远传的一片麦田 甚至节目组还做了一个假的房子 营造出炊烟鸟鸟的假象 有网友开始在网上调侃 我现在真的很好奇 汪岛的手下都是些什么能工巧匠 怎么什么工作都能应对自如呢 你们没有觉得 林峰每一次的舞台都相当震撼吗 你们听说了吗 据说这些创意都是林峰自己想的 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林峰的大脑构造 我好奇他大脑的沟壑到底有多深 林峰坐在了一个秋千上 看着天空 他的视线里好像追逐到了什么东西 他一直追随着那个东西 眼神灵动的移动 甚至还想要伸出手去触碰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 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 好听但又没那么惊喜 林峰和梁月杰的歌完全不一样 林峰的歌会给人带来一种清凉的感觉 好像在这个房间里 就算你不开空调 不吃冰激凌 但还是能听着这首歌 勾画出梁峰下的少年 不顾炎热的夏天 在麦田里奔跑的画面 但梁月杰的歌却与之相反 他的歌有种厚重的悲剧感 就像你一听到名字 就知道它应该是个爱而不得的故事 虽然这里面 基本上是以主角的视角进行讲述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 根据这首歌推算出了哪些关键信息 随后 林峰开始唱起了高潮 雨下整夜 我对你的爱一出就像雨水 院子的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厚一点 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 你却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 顷刻间口碑直接变了 林峰这首歌的唯美感 甚至都可以引入学生的音乐课了 林峰突然心血来潮 想和观众们来一个互动 一向专心唱歌的林峰 却和大家说道 请在场的情侣牵着彼此的手 举起来让我看看好不好 邢小满在听到林峰这句话之后 突然嗅到了转机 很多时候 观众就是人来风的属性 尤其是像林峰这个级别的歌手 突然和观众们做一个小互动 就会把观众的情绪调动到高潮 可紧接着 林峰又唱道 雨下整夜 我的爱一出就像雨水 窗台蝴蝶像诗里纷飞的美丽张结 我接着写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 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 此刻在后台看戏的冯思等人 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林峰要让情侣牵着彼此的手了 因为彼此的眼睛里只能看到对方 耳朵里只能听到林峰唱的情歌 以及周围人的欢呼 这有一种被全世界祝福的幸福感 甚至有人当场求婚 可能就是情绪烘托到这儿了 也可能是现场的情侣 都被这个氛围所感染 有好几对情侣竟然不顾周围人的目光 忘情地亲吻在了一起 林峰的这首歌 竟然有一种红娘的即逝感 仿佛在场的观众都是婚礼的见证人 台上的单身狗 却送给了大家一场无与伦比的热恋现场 一曲完毕 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 谢谢月老 紧接着 上百个人稀稀拉拉地开始喊着感谢月老 一向冷冰冰的林峰难得开了一句玩笑 你们要真想感谢我 那还是去找个对象吧 顾止凯笑着走到了林峰的身边 他看着林峰额头上的汗说道 林峰 我看你出了不少汗 是表演得太认真了吗 林峰说道 现场的氛围太好了 我都没忍住多说了两句废话 林峰尴尬地笑了两声 说道大家别闹了 我就是随便唱唱 嗯 真是好一个随便唱唱 这嗓子能外租吗 我还有一个上音乐系的表弟 急需一副好嗓子啊 顾止凯轻笑了一声说道 林峰老师现在既幽默又谦虚 他指了一下后台说道 梁老师 你也上台和观众聊聊您的创作背景吧 梁志凯刚把头上的装饰洗干净 还没来得及吹头发 就让他急急忙忙地往舞台上跑 但就是这种诗发的感觉 让台下的观众又是一片惊呼 梁老师 您控制一点 别到处散发魅力了好吗 林峰林峰 你也搞一个变装给我们看看 我们想看你的 我觉得这次票太值了 果然认准林峰就什么惊喜都能看到 这诗发怎么设计得这么好 第96章 喜剧人和文艺员的PK 杀疯了 他们从来没想过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盛况 两个人都是实力这么强劲的人 真的很难抉择出打底 谁更理优秀 可观众犀利的情侣 却坐不住凳子了 有些人原本想着 把票投给梁月杰 不管怎么说 他的那首歌 还是很有画面感的 可听了林峰的歌之后 他们脑海中全都是七里香 如果你们问他 刚刚梁月杰唱得怎么样 他们的想法肯定是 什么歌 唱什么了 林峰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啊 太强了 不知道是谁 开始喊起了口号 林峰 林峰 随后 有上百人加入了这个队伍 但另一方面 梁月杰的粉丝也不甘落后 梁月杰 梁月杰 单从现场的观众来看 好像两人的粉丝数量都差不多 网友们也开始提前预判这次的结果 其实客观来讲 我更喜欢林峰的歌 我一开始也是对 徒劳无功 有滤镜 但仔细琢磨一下 我觉得林峰的歌更吸引我 我觉得林峰的歌很有特点 它很会调动观众的氛围 但我并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的作品 我的妈爷 我就是林峰的铁粉了 太好听了 我决定今天回家 把他所有的歌都加入歌单 各种各样的言论 层不出穷 现场的大屏幕 更是时时滚动 顾执凯慢慢察觉到 现场的气氛 应该是已经被调动回来了 他也为了营造更好的氛围 开始和两位开起了玩笑 现场的观众觉得 二位的歌特别震撼 我其实也很喜欢这两首作品 我想问问二位 你们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哪里了 或者说 是什么原因 让你们写出这首歌呢 林峰看了一眼梁月杰 说道 让梁老师先说 梁月杰有些无奈笑着 看了林峰一眼说道 那我就先说说的 我的想法吧 在场的很多人都看过我的 徒劳无功吧 其实我也是 这部电影的粉丝 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并不是演员 而是一个感受故事的观众 但你们可以理解为 我比你们了解的更多一点 林峰在旁边笑着说道 对 毕竟梁老师那两万多字的人物小传 可不是白写的 林峰调侃的语气 让梁月杰一愣 顺便抬起小腿 洋装踢林峰一脚 林峰身子灵敏地向后跳了一步 有种坏孩子 故意挑衅的急事感 梁月杰一脸无奈地说道 熊孩子怎么结我老底呢 其实 林峰并不是拆台 而是真心的佩服 能做到像他这样的 为了一个人物小传写上万字 这并非意识 说明对一个人的感触太深了 所以他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 并非是演戏 而真的是这个角色 努力了那么久 最后却徒劳无功 不过观众也发现了 两人的关系是真的很好 大家的关注点并不是在林峰阶段 而是在梁月杰的表情变化上 他在真正聊这部电影的时候 大家能感受到他的压抑和痛苦 他好像是走出来了 但好像还是故事中的那个人 最后梁月杰搞笑地说了一句 大家放心 版权我已经找制片方要过了 这并不是属于同人曲啊 我这个是官方认证的 说完 大屏幕上突然闪出了一个官方盖章的图片 原本一个严肃的节目 突然变成了搞笑的澄清认证 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 梁影帝拿的是喜剧人的剧本吗 我真的要被这群专业人士的严谨笑死了 不过这样也好 我只能说他们太聪明了 如果他不提前说明 就肯定有人从中作梗 说这首歌的归属问题 楼上的 你太聪明了 已经有了 网上开始传播一个截图 上面是就是一群人吐槽这首歌的梁月杰 凭什么唱 他算什么人啊 凭什么代表电影中的角色 唱这首歌呀 不觉得有点消费过度了吗 在大家看到这个评论之后 请客间涌入这条消息的下面 疯狂回复 是的呢 他有资格呢 梁老师是不是已经想到 有你们这样的人出现了 你在这边操心人家消费过度 我在这边操心你脑子里 是不是缠的裹脚布 甚至还有影评人 根据梁月杰这首歌 重新点评了这部电影 今夜又是徒劳无功登上热搜的一夜 顾志凯笑着说道 看来梁老师这真是有备而来啊 那林峰呢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原本顾志凯还以为 林峰会顺着这个问题继续说 可没想到 林峰却说了一串词 星空 草地 萤火虫 清风 顾志凯询问道 这些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对夏天的一些想象 同时 这些会给大家带来美好憧憬的词 更适合爱情 每次听到林峰做总结的时候 观众都有一种 醍醐灌顶的感觉 很难想象 一个没怎么经历过爱情的人 却能对爱情 有如此精准的描述 简直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词曲是相辅相成的 每一个音符 都在诉说着一定的环境和故事 我营造了一个浪漫的氛围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受爱情的美好 不管是你现在有没有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林峰的每一句话 都让人感觉很真诚 不管林峰对多少人说话 总觉得他像是面对面和自己聊天 不管林峰给多少人唱歌 总觉得他是在给自己单独演唱 甚至有网友总结了一下 林峰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有过经历的人 用最真诚的语气 和你讨论一件事 不是带着成人的压迫 也不是带着艺人的身价 你会觉得他的每句话都像是带着祝福 我每次听他的歌 都有种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的感觉 这句点评很快被点上了热评 半个小时的时间 评论的点赞量就已经破了二十万了 文化人真是说出了我想说的 嘴能不能借给我 真的 林峰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你说我能不喜欢吗 第九十七章 你是觉得自己肯定会输给林峰吗 甚至有人营造了一话题 失恋的时候最适合听谁的歌 林峰的歌当之无愧入选榜单前三 网友们甚至在这个话题下 讲自己的故事 我和前男友分手的那几天 每天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后来刚好听到了林峰的缘分一道桥 说不清楚这首歌到底讲的是啥 但我就是觉得林雅山的声音太有力量了 就是不屈不挠的铿锵玫瑰 所以我去学了柔道 现在是班上最厉害的学员 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走出失恋 甚至丧失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直到我听了林峰 晴天 细细想来 之前的伤害也好 还是成长也罢 都是人生中重要的一刻 很多网友在这个话题下抒发自己的感受 天南海北的人因为林峰聚到了一起 他们给正处在失恋中的人鼓气 给那些走出失恋的人加油 庆祝他们活得新生 虽然林峰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做 但对这些人来讲 哥就是一种陪伴的力量 回到决赛现场 顾志凯公布了今晚的比赛总票数 今晚参与投票的一共500人 有效票数500人 林峰的总票数是 顾志凯开始在卖关子 故意把声音拖得很长 但就是迟迟不公布答案 现场的观众都屏住呼吸 反倒是台上的两个当事人一脸不在意 梁月杰甚至还在抠自己衣服上的亮片 林峰的思路简直都要神游天外了 他这会儿满脑子都是 终于能好好休息一阵了 顾志凯又故作神秘地说了一句林峰的分数式 站在他身后的梁月杰 悄悄地往他身边凑了一下 直接说道 好了 林峰的总票数是372票 顾志凯 这是什么操作 怎么读票还能抢答呢 他一脸无语的表情更搞笑了 台下的观众喊道 顾老师 你那种唱票的方式能不能早一点淘汰啊 顾老师今晚的表情都能做一个表情包挤出来了 顾老师震惊的表情太搞笑了 顾志凯一脸错愕地摊开手 应该是这个节奏吗 他一脸抱怨地看向梁月杰 这个环节应该是你来主持吗 他委屈巴巴地看向观众 这样还有什么神秘感啊 梁月杰说道 好的 那梁月杰本人的票数应该是128票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他的表情很轻松 丝毫没有错失冠军的压抑感 反而有些庆幸地说道 比我自己预估的票数高多了 我没想到能破百 顾志凯觉得自己的戏份被梁月杰抢走了 身为一个主持人 怎么能让这种情况发生了呢 他马上追问道 那么请问 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是你对自己的实力不自信吗 是觉得自己肯定会输给凌峰吗 顾志凯原本还想着 看看自己能不能从他这挖出点什么东西来 可没想到梁月杰直接摆烂了 是的 没错 顾志凯 顾志凯甘尬地笑了两声 咱们梁影帝就是坦荡啊 随后 他看着手上另外的一组数据 继续公布道 那接下来 我们该公布本期MVP的名单了 这次 梁月杰带头喊口号 凌峰 凌峰 台下的观众一呼百应 凌峰凌峰 突然 台上的大屏幕闪烁了一下 随后开始倒计时 三 二 一 凌峰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屏幕上 台上突然喷出了烟花 顾志凯激动地说道 恭喜凌峰获得了本届 深海乐歌的最终MVP 本场投票人数是3亿 累计所得票数高达11亿 一个人 能在一个综艺节目里 获得11亿的票数 这根本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甚至这个票数 还是在直播的时期间 也就是说 在短短四个小时的时间里 能产生3亿的票数 这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 在凌峰神身上 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还少吗 此刻 凌峰在看到 一切答案都揭晓了以后 突然有种释怀的情绪 他觉得自己终于能回去睡觉了 但顾志凯还在热血澎湃地说着 对这档节目的感慨 凌峰却满心疲惫 梁月杰走过来 关掉麦 小声地问道 你怎么了 凌峰刚准备打哈欠 但又被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我太困了 顾志凯身为主持人 在一旁长篇大论 倒是两个当事人 现在满脑子都是放假 想好好休息 终于等到顾志凯 提到了他们俩的名字 我想 你们也是一样的感触吧 梁月杰原本还想着说两句客套话 不管怎么说 也该熏陶一下氛围吗 但没想到 凌峰却直接说道 感触挺深的 但更想睡觉了 一旁的梁月杰紧跟着说道 十二点的钟声已经敲响了 你们的床已经开始呼唤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陪伴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全场的观众跟着一起欢呼 这场节目就这样结束了 汪永宁通知工作人员 把事先准备好的彩带弹出来 仿佛在下一场雨 凌峰在大合照之后 就急急忙忙地去后台和熟人打了两声招呼 汤老师呢 林亚珊打了个哈欠 他早就走了 老年人不能熬夜这么晚 凌峰点了点头说道 这样挺好 免得我担心他 你呢 回去休息吗 林亚珊点了点头 看完了比赛 意料之内 感觉除了主持人以外 根本没人在意名次啊 梁月杰已经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说道 本来就没人在意名次 就是想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表达出来 林亚珊说道 我也觉得 但你们的粉丝 可是已经在网上撕个泥死我活了 林峰说道 管他们呢 那些自称我粉丝的 都不是我的听众 林峰叫来了邢小满 走 给我们送回去 林峰又问梁月杰 梁哥 你怎么回去 今晚要不要去我那休息 我那稍微近一点 第98章 自己是不是低估邢小满了 梁月杰摆摆手 你们先走吧 我明天还有一个电影的采访 今天就住节目组提供的酒店了 林峰也不强行劝什么 只是说道 那以后随时联系 随后 邢小满就开着车 带着梁月杰和林雅珊离开了 邢小满开车的时候 犹豫再三 还是问了一句 二位现在都无所估计了吗 您二位目前还在传飞闻阶段 这要是被拍到 肯定又会熔灯新闻了 之前两人可能还会尴尬一下 觉得关系被人误会 也不太好 但是现在 两人对视了一眼 有什么好尴尬的 拍到就拍到呗 林雅珊也大胆咧咧地说道 就是啊 男女之间 难道就没有蠢友谊了 实际上 林雅珊有些心虚 自己对林峰 好像真不是什么蠢友谊 在相处的过程中 她发现了林峰太多的优点 无论是为人处事 还是她的性格 都是无可挑剔的 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太直求了 不管是对女人也好 还是对自己不满意的事情也好 明明有好几次 自己都以为 林峰对自己 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意思结果 林峰满脑子都是音乐 她甚至想着 林峰的感情细胞 会不会一辈子不会觉醒 林峰比她还直爽 就是 珊珊就是我的好朋友 一起出去玩玩怎么了 聊天的过程中 车子已经到了林雅珊的小区 两人约了 有时间一起聚餐 随后 邢小满又送林峰回了她的家 林峰看了一眼时间 这都凌晨两点了 你就在这睡吧 客房也可以住 邢小满坐立难安 她问道 哥 我知道我不该问 但我还是想知道 您到底要不要和程海音乐续约 林峰看了她一眼 坐在沙发上反问道 你觉得呢 邢小满挠挠头 哥 我入圈的时间没比你长多少 娱乐圈的那些利益往来我也不太了解 但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 您和程海音乐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林峰觉得 这个邢小满的脑袋里有东西 包括之前 她给自己做的花絮策划 反响都很好 林峰点头示意她继续说 邢小满看林峰没有反对的意思 又说道 我虽然是程海音乐的人 但我和你相处这段时间之后发现 你比程海音乐更有想法 当一个公司形成一定规模之后 她受到的条条框框就会更多 对艺人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我建议你 自己组建团队 林峰点了点头说道 这一点和我想的一样 邢小满意识到 自己得到了林峰的认可 继续说道 但是 你可以继续和程海音乐谈条件 以你现在的能力 能拿到的远远不止这些 林峰挑了下眉毛 她觉得 会不会是自己之前小看了邢小满的能力呢 她问道 你的意思是 邢小满很严肃地 和她分析了程海音乐的现状 程海音乐在你之前 已经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爆款歌手和作品出现了 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吧 林峰点了点头 当初网上就有人评论 程海音乐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而且 他们在短时间内 就靠着林峰逆风翻盘 不仅赚得盆满钵满 还推出了几个公司的新人歌手 同时还发展了网红板块 所有人都知道 林峰给他们公司带来了巨额财富 不过林峰之前从来不计较这些 可邢小满却从中给他屡顺出了利弊 现在 你支撑着程海音乐的名气 就像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移动宣传片 只要你有热度 就永远有人记得程海音乐 邢小满条理清晰地说道 他给你那10%的股份 说实话 不多 林峰不了解这些股权架构 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 邢小满挠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其实 我爸是做生意的 只不过我和他闹翻了 他好几年不给我生活费了 我也没怎么和他联系 怪不得呢 他能将这些问题看得如此透彻 林峰示意他继续说 邢小满给林峰解释道 股份这东西 我建议你和他谈 让他给你干股 占比稍微少一点也没关系 这就等于你没有任何投入 所有的资金都是你的收获 林峰第一次知道 原来商场的水这么深 邢小满又说道 关于抽成这个问题 按照李耀的性格 很可能是7 3 他7你3 但这个对你来说太亏了 估计他能给的退步 虽然林峰有系统协助 但是系统也不给他做思维导图 尤其是现在 他一头江湖的情况下 他觉得 邢小满说的这些数字 就在头顶上飘来飘去 邢小满还在一旁 喋喋不休地继续说道 我觉得 最后能退到3 7 他3你7 如果真的能到这个分成比例的话 你的那你就是他们 拿捏不了的王牌 林峰眼皮沉重地开始打架 他说道 好 我觉得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这件事 咱们明天再商量 我会采纳你的建议的 今晚还是赶紧休息吧 离开了和公司相关的事 邢小满马上又恢复成之前那副样子 有点害羞 每天想着赚钱的单纯样子 他不坏 那些性格也不是伪装 只是 他关于商业性质的问题很敏感 可能是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原因吧 林峰也是这个时候才知道 为什么邢小满那么努力地赚钱 是因为他家里 给他在公司附近买了一套房子 但因为他一直和爸爸处于僵持的状态 家里就只给他付了首付 他每个月要还巨额的房贷 就导致他时常风餐露宿 日子过得相当艰苦 这种苦 谁不想吃啊 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林峰这边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反倒是里要一夜无眠 他觉得 自己已经给出了最大的让步 林峰肯定会心动的 但还是有种不安的感觉 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他大半夜地 给邢小满打了一个电话 你在邢峰那边打探出什么了 第99章 把要挟邢峰当作筹码 他把邢小满荡眼线 殊不知 邢小满已经叛变 现在的邢小满 已经是林峰的一个军师了 邢小满打了个哈欠说道 李特柱 不是我不和你说啊 是林峰根本什么都不和我说 我哪知道他 现在是怎么想的 李奥总觉得 邢小满今天和他说话的口气 和之前有些不太一样 但他可能是思虑过重 也没把心思放在邢小满身上 只是叮嘱了一句 林峰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一定要随时联系我 邢小满应了一声 知道了 放下手机 邢小满随口嘟囔一句 看来和你合作的日子 也到头了 李奥这几天 总是想方设法地联系林峰 他在林峰身上尝到的甜头越多 他就越是想把这棵摇钱树据为己有 孙贾虚和他也是一样的想法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 他能在孙贾虚身边 当这么多年助理的原因吧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们俩就是一丘之和 这个时候 李奥突然想到了一些 不太利落的办法 咱们可以要挟林峰 孙贾虚疑惑地问道 要挟 拿什么要挟 李奥说道 很简单 拿他之前的作品说话 放出摩棱两可的话 那自然就黑子趁机浑水摸鱼 况且 林峰之所和咱们合作 他不是也想解决掉曾辉义吗 孙贾虚的眉毛挑了一下 有道理 那咱们就先和林峰透露点消息 看看他的意思 如果他真的不听咱们的摆布 那到时候 两人相视一笑 脸上露出了阴险的表情 曾经他们有多喜欢林峰 现在 他们就有多希望 林峰能受他们的摆布 有的时候 一个人太过于自我也不是什么好事 虽说他能创造出更有风格的音乐 但更多的时候 他们宁可要一个能力一般 但任凭百步的人偶 想林峰这种浑身是刺的人 只要是和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 那他们就是好兄弟 发自内心的关心你的综艺节目 关心你有没有被人针对 可一旦你不受他们的掌控 那你就他们最先下手的猎物 其实林峰想想也清楚 一个能把老牌一人 轻轻松松踢走的公司 估计也好不到那去 第二天一早 林峰原本是想睡到自然醒的 但万万没想到 还不到九点钟 他就被一个接一个的电话轮番轰炸 手机静音了 他听不到 那就换雨音电话 林峰雨音电话是震动的 在雨音电话响到第八次的时候 他无奈地从床上起来 气势汹汹地按了接通键 他语气有些不善地说道 有事吗 李奥和他说话的态度 也180度大转变 他严肃地说道 林峰 我们想让你来公司 和我们商谈一下 关于续约的事宜 其实昨天 林峰真的被邢小满说动容了 他觉得 与其自己组建工作室 还不如让李奥他们投资 可就在今天早上 林峰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自己现在还没完全解约 他们就不管自己休息得怎么样 完全按照他们的想法 肆无忌惮地给他打电话 那以后呢 岂不是会蹬鼻子上脸 越来越得寸进尺 那可不行 自己怎么能让这些人 永远架在自己头上 林峰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在睡觉 一会儿再说 李奥这边 却自顾自地说道这件事情 非同小可 我正在让人联系行小满 让他接你过来 林峰的眉头紧紧地拧在一起 他一字一顿说道 我说了 我 要 睡 叫 这事儿不急 说吧 直接挂断了电话 但事实上 林峰的困意早在接通电话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他走到客房门前 敲了敲门 没反应 又敲了两下门 依旧是没反应 估计行小满还在睡觉 林峰点了早餐外卖 一直在思考 组建工作室这件事 他今天查看了一下手头的账号 差不多两百万 这个数额听起来和其他明星相比 不多 但对于林峰这种 出到了两个月 就能收获这么多薪酬的人来讲 这绝对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了 可这些钱 如果想组建一个工作室的话 还是远远不够的 正当林峰焦头烂额的时候 梁月杰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林峰 你今天什么安排 林峰没和梁月杰说自己准备和公司离职的事情 他知道 以梁月杰的性格 肯定会不遗余力地帮他 到时候 就算是自己真的和公司闹僵了 这件事难免会牵连到梁月杰 所以 为了避免那种情况的出现 林峰还是决定自己想办法解决 一些琐碎的事还没处理完呢 你怎么样了 梁月杰有些抱怨地说道 我最近几年不是在当制片人吗 需要学习和投资的片子都很多 最近这不是又有新剧本递过来了吗 林峰的眼睛亮了一下 说道 梁哥 你做制片人是不是赚了不少钱啊 梁月杰还以为林峰在调侃他 有些无奈地说道 也没有 这个就和赌博是一个性质的 偶尔赌对了 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满 错了 那就是颗粒无收 林峰又问了一句 那你现在准备投资的剧本 是什么水平的 梁月杰客观地和林峰分析了一下 投资行业的水很深 有的时候你很喜欢一部影片 可偏偏这个影片到最后 连审核都过不了 那你上千万的投资 不就是白白打水漂了 我现在不太敢轻易赌了 他虽然没有说得很直白 但林峰还是明白了他的想法 任何一个做制片人的 都是希望自己的投资能看到回报了 虽然梁月杰对自己身为演员的剧本 要求很严格 他都看得下去 没办法 因为很多时候 这种他根本不屑一顾的垃圾剧本 才最稳妥啊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也不出彩 能赚投入的两倍左右 那就是值得的 第100章 咱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了 梁月杰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 他意识到 林峰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 他问道 林峰 你这是什么情况 发生什么事了 林峰故作轻松地说道 没事 我这不是想着 之前看你总是忙着投资的事情 就顺口问问 你先忙吧 等我这边的事情忙完了 有时间我就去找你 两人又寒暄了两句 林峰挂断电话之后 房间里的邢小满 和熬了一晚上的檀院 两人都闻着早饭的香味飘了出来 林峰又也没抬得说道 吃吧 我每种都买了一点 邢小满嘴上说着 这怎么好意思让老板破废了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实际上 他坐在椅子上 吃得最香 眼看着桌子上的食物 已经要见底了 林峰问道 小满 你接到李奥的电话了 邢小满放下筷子 表情有些严肃地说道 接到了 他让我想办法 把你搞到公司 这都在林峰的意料之内 估计他们的目的 就是让林峰完全受他们的摆布 邢小满担忧地说道 怎么办 你现在是怎么考虑的 林峰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直接告诉了邢小满 我昨天听你分析了利弊 说实话 我当时确实是心动了 但在我今天早上 接到他连环电话的时刻起 我就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 邢小满看着林峰 等待着他的下文 只要我一天附属于他们 那他们就永远都可以 对我指手画脚 就算他们说自己不参与 可到时候 他们一旦拿出股份说是 我就会处于弊端 邢小满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目前来说 确实是这样 所以他昨天才尽力地 为林峰争取利益 他有些担忧地说道 但现在的情况是 你手里的钱 真的可以组成一个工作室吗 现在林峰的各项事情公司 都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对接 他的名声被人诋毁 公司的公关部门 就会监测网上的舆论 还有人时时刻刻关注 林峰的相关词条 以及网络上的热议新闻 但凡有对林峰不利的 他们第一时间就会做出处理 包括林峰和其他综艺的签约 他的每一次商务出行的规划等等 这些都是有人策划的 之前林峰从来没想过这种事 因为李耀都会替他筹备好 但是现在的话 他也开始担心 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好这个老板 林峰第一次知道 原来当老板还这么有讲究 有那么多自己想做 但是还做不了的事情 林峰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好 这期间 邢小满的手机 几乎每隔一会儿就想一次 邢小满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接了他的电话 他让我赶紧带你过去 林峰看了一眼时间 这才上午十一点 距离自己下午两点睡醒的目标 还有三个小时呢 他无奈地起身 走吧 到了公司之后 林峰突然觉得 自己和这个公司的联系 好像断了 这个就像磁场一样 某些人会对某些事情 产生某种微妙的关联 林峰第一次来公司的时候 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 现在看着那些 自己昔日很熟悉的建筑 竟然觉得有些疏离感 林峰直接去了会议室 他大大咧咧地坐在了椅子上 和邢小满说了一句 去告诉李奥 我在这间办公室等他 林峰这次来 就是抱着必须要解约的心态来的 如果对方的态度好一些 那林峰争取不和对方闹得太僵 如果对方真的得寸进尺的话 那就别怪林峰不客气了 邢小满暗暗地冲林峰 竖了一个大拇指 赶在领导面前这么大腕的人 也就林峰干得出来了 几分钟后 李奥和孙贾虚面色不太好的 走进了办公室 林峰原本还是边玩着手机 边打哈欠 听到有人来了 也没抬头 反倒是几个人听到了一句 八条之后愣了一下 林峰这还有心思在这打麻将吗 孙贾虚的脸色顿时难看了几分 他说道 林峰 既然你今天过来了 那我就我们这边已经整理好的合同 先给你看看 林峰把手机放到了一旁 但是手机界面没关 依旧停留在麻将的界面上 林峰边看合同 边用余光扫牌面上的信息 时不时还要分心去出一张牌 对面的两个人 简直随时要爆炸了 林峰这副一副 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样子 简直让他们受到了奇耻大辱 林峰 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峰听到这话之后 直接把合同扔到了桌子上 反手拿起麻将 继续玩 从始至终 他都没分给礼要 孙贾虚半个眼神 林峰懒洋洋地说道 还不明显吗 就是不续约的意思 现在能让我签解约合同了吗 果然 他们在头脑中 预料了千百次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两人有些担心地说道 林峰 是合同中有哪些条款 你不太满意吗 林峰质地有声地吐出两个字 全部 李耀的脸顿时变得宛如锅底一般 他拍案而起 林峰 你别不识好歹 我们已经给你最高的方案了 你现在这是准备过河拆桥 利用了我们 现在又要把我们一脚蹬了 林峰这次终于放下了手机 盯着李耀的眼睛说道 你想多了 我只是 做了你们之前经常做的事情罢了 李耀没想到 林峰毒舌起来 竟然连他都不放过 李耀马上说到旁 林峰 现在我手里 可有对你不利的证据 你自己想清楚再做决定 可别到头来 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得到 林峰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好啊 我终于等到了你的这句话 那你就起诉吧 李耀和孙贾虚 一脸错愕地看着对方 难不成 林峰另有计谋 林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再也没有商谈的必要了 解约的事情 我会在网上说明的 咱们的合作就告一段了 林峰说完这句话 冲门外的邢小满 招了招手 这个人 我就带走了 第101章 解约前的搬家风波 穷疯了 邢小满的脸上 丝毫没有意外的表情 他直接跟在林峰身后 潇洒地离开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把门关上 会议室内的两个人 顿时惊呆了 邢小满这是在做什么 李耀目瞪口呆地 看着他们俩离开的方向 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倒是孙甲虚率先反应过来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还看不出来吗 现在他们俩是一丘之合 林峰直接把邢小满带走了 这会儿 李耀才彻底反应过来 为什么总觉得 林峰对他们了如指掌 他恶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该死的邢小满 竟然叛变了 邢小满叛投林峰身边的想法 让李耀坚定了 要搞林峰的想法 不就是黑料吗 添油加醋地 传一些魔棱两可的话 总有人上钩的 反观林峰和邢小满两个人 熊啾啾气昂昂地 走出了承海音乐的大门 林峰说道 那咱们现在走吧 邢小满有些遗憾地说道 哥 不是我不想走 那车是承海音乐的 我这不是想着硬气一点吗 直接把车钥匙放他们桌子上了 林峰一脸的无奈 有时候真不知道 邢小满到底是聪明还是笨 他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就差这一会儿了 我合同 还有一周才能够到期呢 在合同期间 我理应享受承海音乐 一共的住房和车 邢小满一脸尴尬 啊 哥 那我现在把钥匙要回来 林峰无奈地说道 得了 现在回去 不是给人家送笑话了吗 邢小满代罪立功地说道 那我交个车 在回去的路上 林峰详细地给邢小满 制定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在自己还没和承海音乐 完全解约之前 他还不能成立自己的个人公司 就算是招人 也不能明目张胆的招聘 所以 在此之前 邢小满将担任很重要的工作 司机你继续做 我买一辆便宜的二手车 咱们先将就着 房子也要换了 承海音乐的房子不能再住了 目前的商务合作事宜 你来负责 直接当我的经纪人 还有一人宣发方面的事 也都交给你了 邢小满简直崩溃了 他是个机器人吗 怎么所有的事情都归自己管 他无奈地叹口了气 没办法呀 现在倒霉我也认了 谁让我选择跟着你呢 林峰知道他还有房贷要还 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原来的三倍 邢小满的眼睛瞬间亮了 真的假的 三倍 林峰说道 是啊 对了 你还要负责招聘的事 咱们要把合适的人召集到一起 邢小满激动地握着林峰的手 简直要哭出声来了 哥 你放心 我一定能给你找到最好的团队 可事实上 林峰现在脑海中只有一件事 资金问题怎么解决 要想注册工作室 前提的投入不在少数 这笔钱看着数额不小 但稍微支配一下 很快就用完了 谁能想到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林峰有一天 也会被自己最厌恶的金钱所难倒 邢小满打车送林峰回了他的家 一路上 邢小满好几次欲言又止 最后说道 哥 我是想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可以先住我呢 我的房子还有空房间可以住 林峰瞬间来了兴致 但又假装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不太好吧 邢小满还解释道 但我家基本上没怎么装修 看起来很像战损风 我这不是没钱吗 所以 你要是真过来住 也别嫌弃 厨房和厕所都能用 再买两张床就可以入住了 林峰的脑海中开始构思 既然房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在烟城这种地方 就等于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林峰不是个会白白占便宜的人 他说道 你放心 房子我按照市面上的行情照常给你 虽然是占损风 但能住就行 不会给你特别多 但你肯定亏不了 可当林峰看到邢小满的房子之后 后悔到扭头就想离开 这还是人能睡的地方 简直就是仓库吧 纯纯毛皮房啊 不过这面积倒是不小 能在烟城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买下一栋四百平的房子 可想而知 邢小满的家境究竟有多优渥 但是 在他身上 却看不到半点富裕人家的样子 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商场搞活动 一百以内的 浑身上下最值钱的 可能就是手上的布手机了 还是去年年终奖抽奖抽来的 邢小满说道 哥 我就装修了我自己的房间 其他房间我暂时也住不上 装修下来还不少钱 我一个打工人 凌峰用手指着那几个 看起来像屋子的房间 说道 这几个是房间吗 别说门了 连个遮挡屋都没有 这怎么睡啊 邢小满顿时开始推销起自己的房子 他兴致勃勃地说道 哥 你不知道吗 最近特别流行这种风格的房子 你要想过的有格调一点 就买两个地毯 我再去给你要两盆花 墙上随便挂两张你的黑胶唱片 这房间不就改造完了 最离谱的是 凌峰竟然觉得自己被他说服了 但仔细想了一下 既然住宿环境如此恶劣 那自己给的钱就亏了呀 算了算了 仔细想想 这个有钱的邢小满 过得也不比他好到哪去 就当做慈善了 随后 联系了搬家公司 把自己的那点东西都搬了过来 平时居住的话 就算没有门也没什么问题 毕竟大家都是男的 也不太注意这些 但凌峰如果要训练乐器的话 就需要一个完全静音的空间 思前想后 凌峰觉得这笔钱不能省 他直接和邢小满说说道 你去联系最好的装修队 给我装一间乐器训练室 要听不到任何杂音的那种 行相满点了点头哦 你放心 我叔叔是搞装修的 肯定能给你用最少的钱 装出最好的房间 谭远跟着凌峰一起搬了过来 他自告奋勇地说要去买床 第102章 狗仔编新闻 火锅真好闻 凌峰说道 我的床不用特别大 就那种小的双人床就行 原本李奥他们还在盘算着 从什么时候开始切入 开始对外公布 凌峰和他们决裂了 可没想到 刚到了下午 凌峰搬家的消息就不进而走 这又是哪个狗仔拍到的 仔细看了一下 凌峰和行小满身上的衣服 应该是今天上午不欢而散之后 他们俩回了小区 但有一个记者一路尾随 但他们根本没发现 这个狗仔也不是省油的灯 脑海中的雷达疯狂地提醒他 应该是有要紧事发生 所以他苦等了一天 还真让他等到了大消息 狗仔这个行业 没什么职业操守 他最擅长的 就是根据两张图片 添油加醋地编撰出一个故事 狗仔故意放大了凌峰下车时 脸上的表情 眉头微微醋着 狗仔的新闻标题直接写道 凌峰从承海音乐离开 表情痛苦不堪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不悦的事情 下面的图就是搬家公司 搬着凌峰的架子鼓的画面 他故意放大了鼓的照片 价值千万的豪宅 两个月就搬离 究竟是福报不够 还是福利太少 不得不说 很多狗仔写的标题 真的很容易引起 大家的八卦欲望 网上关于凌峰搬家的新闻 也传播得沸沸扬扬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端端的 凌峰怎么会突然搬家 哎呀 我之前就觉得 凌峰肯定是那种 唯利是图的人 承海音乐给不了他想要的了呗 这么说来 前两天就有苗头了 深海乐歌 总决赛 我怎么都没看见李耀呢 李耀这个人 你们还不知道吗 就是典型的商人思维啊 我猜很可能是和凌峰 有利益上的冲突 网友们脑脑洞大开 狗仔根据两张图 编了一个故事出来 网友们又根据这个故事 开始发散思维 但这会儿 凌峰他们几个 没人有闲心关注网友们 究竟说了啥 他们几个忙着搬家的事 每次凌峰看到行小满的房间 都会以在门口扎折 则则则 真是住在同一屋檐下 有人穿金带银 有人颗粒无收啊 凌峰他们就连窗帘 都是临时拼凑的 装修师傅晚上都已经下班了 凌峰指的自力更生 踩着梯子在墙上 强行钉了几个钉子 让窗帘临时上岗 忙活完手上的工作 已经凌晨两点多了几个人 这才意识到 好像一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了 台院提一点个火锅外卖 刚好有一家全国连锁的火锅店 这个时候还提供上门服务 几个人马上行动 火速下单 外卖员到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行小满还点了个衬面 当送餐员把面拿出来的一瞬间 凌峰的心里 就已经萌生出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屋子里的灰 在灯光的照耀下 都排着对的往人鼻子里钻 这面拿出来不就是锡灰的吗 可没想到 这家连锁火锅店的服务意识 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也不管是在仓库还是礼堂 只要有人点称面 他们就能随时随地的 给您跳一段舞 这段舞看的凌峰是几次咧嘴 他甚至觉得 那块面颜色都深了不少 凌峰开始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这块面千万别放进锅里 千万别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听到了凌峰的愿望 在工作人员转着圈圈 企图把面称到最长的时候 面挂在了墙上 凌峰激动地起身鼓掌 好 三个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凌峰 凌峰现在连说假话 都连脸红心不跳了 他边鼓掌边说道 凌晨三点 我们的工作人员 还服务在一线的岗位上 尽职尽责地为我们表演称面 尽管可能最后有些失误 但我还是被你的精神感动了 我一定要向你学习 直到听到凌峰说话 大明星 他操着一口不太地道的方言 说道 你是那个 是那个峰 是凌峰吧 凌峰点了点头 大哥 你也听过我的歌吗 大哥发现是凌峰本人之后 更兴奋了 直接拿起手机开始录像 边录像边说道 我咋可能不认识你 我们单位每天都放你的歌 你总决赛的那天 我连续送了好几家外卖 都是你的粉丝 又哭又笑的 凌峰也不怯场 亲切地和外卖 大哥说道 哥 那你也辛苦了 忙了一晚上了 一起吃点吧 大哥努力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 到了最后 也没坐下来吃一根菜 不过这个让菜的推拉过程中 大哥大概录了一段 十几分钟的视频 直到外卖大哥走了之后 几个人才急匆匆地吃了一口 他们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 已经快到四点半了 凌峰说道 桌子明天再收拾了 大家今天赶紧去睡觉了 也辛苦一天了 估计明天也没什么事 大家都不用早起 搬家的东西 在墙角放了一堆 除了行销满的手机 刚刚点了个外卖之外 大家的手机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凌峰打了个哈欠 看着和自己几乎头对着头的凌峰 他突然有种大学住宿舍的感觉 想到了宿舍 就想到了自己当时的同学们 想着想着 凌峰就睡着了 幸好有了窗帘的保护 凌峰他们才得以睡到了 下午的八点凌峰起床的时候 觉得整个世界都黑暗了 他走到落地窗前 看着窗外璀璨的霓虹 突然有一种感慨 好像人生就是这样 一直努力地往上爬 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想这辈子每天都能看到太阳 殊不知 当你静下心来看看这个世界 会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就算是普通人 也有普通的快乐 凌峰原本想潇洒地拉开窗帘 但没想到潇洒没做到 窗帘倒是潇洒地掉了 毕竟这个窗帘 是他昨天用钉子固定好的 凌峰尴尬地转过身 两双眼睛正悠悠地盯着他 凌峰强颜欢笑地说道 早 晚上好 两人眯着眼睛盯着凌峰 第103章 陈海音乐向凌峰下占书 凌峰假装不在意地说道 大家的睡眠质量真好 赶紧起床收拾东西吧 对了 我手机呢 座席时间是彻底颠倒了 别人已经下班吃完饭的时间 他们三个才起床吃第一顿饭 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手机 但手机早就没电了 冲上电之后 他们觉得自己 好像错过了一整个世界 谭远看着两人大惊失色的表情 急忙问道 这是怎么了 两人同时抬起头 崩溃地说道 完了 谭远更慌了 到底咋回事 你们说话 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 关于陈峰和陈海音乐 要解约的消息 已经开始发酵 但陈海音乐 很快抢占了先机 他们顺势泼了陈峰一身的脏水 先找出了陈峰和陈海音乐 签约当天提出的条件 就是要让曾辉毅 彻底离开歌坛 之后 又说陈峰在签约期间 不按规矩办事 屡次破坏将要达成的合作 这里罗列出了一系列商务合作 但事实上 这些商务合作陈峰 根本就不知情 因为他当初和李耀说过 自己现阶段是以音乐创作为主 并没有太多的精力 放在其他的事情上 可没想到 当初两人达成的共识 在分开之后 竟然被对方如此污蔑 之后 对方还说了 陈峰性格上瑕疵 他不是一个很好接触的人 这个人有一身的毛病 其实他不是情商低 就是高傲 一盆接一盆的脏水 泼在了陈峰的身上 行小满在一旁气得浑身发抖 这些人简直是欺人太甚 这也太过分了吧 谭远在一旁气呼呼地说道 我马上去切换账号 去网上互喷 原本 如果陈峰他们昨天晚上 或者是今天早上做出回应 情况可能是有利于他们的 但毕竟程海音乐那边 联系了上百个热搜团队 就是为了把所有的舆论 有利于他们 甚至有好多挂着铁粉牌子的人 在陈峰的微博下面评论 让陈峰给他们一个说法 行小满严肃地说道 这是一场名誉危机 我们必须做出点什么 来给自己挽回 陈峰却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自己会发一个微博 这是关我个人 我会和大家说个明白的 网上的言论说得相当难听 说什么 陈峰没有担当 说陈峰看事情不对就赶紧跑 可能过段时间风波过去之后 又会重新回来 陈峰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这怎么搞 自己还能和这么多人正面应当吗 这不简直是开玩笑的吗 突然 系统冒了出来 询问道 新的任务已经开启 请问宿主是否要获得 怒对程海音乐的技能 这不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吗 刚刚陈峰还一脸愁容 这会儿竟然直接解决了 他激动地说道 好的 任务完成周期 两天时间 任务奖励两千万 什么 陈峰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不信邪地询问了一遍 系统 你刚刚说多少钱 系统重复了一遍 两千万 陈峰问道 你是不是知道 我现在资金短缺 系统如实地说道 是的 所以我们会以任务奖励的方式 帮助宿主解决眼前的困难 这倒是还挺有意思 合着根本不同自己做什么事 就能轻轻松松地完成任务了 突然 陈峰的脑海中 叮了一声 接下来要公布的内容 已经在陈峰的脑海中 组成了对话 陈峰把手机交给了邢小满 我说一段话 你录制好 发到网上 邢小满调成相机模式 陈峰说道 大家好 我是陈峰 关于我和程海音乐 解约这件事 确实是闹得有些不愉快 我在这里向大家说明 我做过的事 我都会承认 但没做过的事 别人也别想污蔑我 关于我和陈峰音乐合作 要求他们 让曾辉一退出歌谈这件事 我承认 但前提是 我受到了人身威胁 我会把相关的证据放在视频里 大家自行判断 其次 我的所有歌都是原创曲目 并没有所谓的抄袭艺术 关于我的情商和智商问题 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不是完美的人 但我觉得 做自己并不是什么错 还有陈峰音乐说 我不配合工作这件事 我当时签约的时候 有刻意强调 自己不做商务合作 不想浪费多余的时间 那张纸 如果陈海音乐没存当 我这里也有 上面还有陈海音乐的公章 我想说的 就是这么多 目前 我已经把陈海音乐的房子和车子 全部奉还 合约在五天后自动解除 如果陈海音乐这几天 有工作需要我配合 我自然会认真工作 但前提是 也要符合我们当初约定好的条件 林峰这个视频的信息量很大 如果说陈海音乐是靠卖惨 还有抓住那些黑粉的心理 进行运作的话 那只能说 林峰这边就是靠智慧取胜 他说的所有内容 都是有证据的 他甚至把证据都放在了视频里 行小满看着林峰说完这番话之后 连忙给他鼓掌 说道 哥 你这逻辑和语言组织能力 就算是不当歌手 也能赚大钱啊 林峰洋装踢了他一脚 说道 别说这些闲话了 赶紧工作去吧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这期间 网上突然出现了另外一段视频 还被网友剪辑成了鬼畜版本的 吃了吗 没吃就来吃点吧 林峰就是这个视频的主角 视频是昨天点外卖的 工作人员拍的 他可能是出于兴奋 就分享给了其他人了 被很多个人 传着传着 就传得沸沸扬扬了 火锅的工作人员 不太会拍视频 他的手机镜头晃来晃去的 网友们无意间看到了墙上的时间 我靠 这是凌晨四点多了 他们这是在哪啊 怪不得他们到了晚上才上线呢 看来白天这是睡了一天的觉呀 林峰素颜也好帅啊 不愧是林峰 我越来越爱你了 书都没想到 这个视频竟然解决了燃眉之急 第104章 程海音乐准备起诉林峰 你是林峰吗 大哥吃点吧 我不能吃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两人一来一回的样子 让人笑得前仰后合 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程海音乐那边忙着处理危机公关 可能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敢睡觉 林峰他们这边 反倒是从昨天睡到了现在 醒了之后 又轻描淡写地发了一个视频 感觉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四两拨千斤啊 我一直都觉得 林峰这个人 虽然看起来挺没谱的 但事实上 他很有大智慧 有一些人发现了林峰的幽默 还有一些人则是觉得 这可能是林峰的洗白手段 你们真是太搞笑了 就一个视频而已 就被他耍得团团转 别说林峰这么大名气的人了 就算是有外卖小哥上门 我也不敢让他坐下来吃饭啊 很明显 他们是商量好的剧本 这种评论下面 难免有一群跟风的人 就是啊 你们还真以为 林峰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谭远看到了种种评论之后 有些担心的问道 林峰 现在网上的言论 还是不利于你 你是怎么想的 林峰正在上网浏览 自己准备买的新吉他 一旁的广告弹窗 不断地弹出 关于他的新闻 以及 程海音乐 似乎又发了一个最新的澄清视频 但林峰看都没看一眼 反而问行小马 你觉得这个吉他怎么样 原本行小马还挺担心的 但看到林峰一脸悠闲的样子 顿时觉得 自己好像是在白操心 皇上不急太见急 此时的程海音乐这边 整个办公室的大楼 彻夜灯火通明 整个宣传部和公关部的员工 都在加班 实时监测网络上的动态 这可怎么办 咱们的商业报价 已经开始下降了 咱们公司目前的股价 也在下降 林峰那边目前没什么消息 咱们要不要试探一下 李耀在一旁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是没想到 竟然在阴沟里翻了船 他捏紧了拳头 林峰在我身边这么久 原来是养精蓄锐 最后反过来害我一成啊 李耀啊 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你之前不是还觉得 林峰这个人特别好吗 之前不是觉得 林峰怎么看 怎么和你心意吗 李耀思索了一番 说道 那就发带公章的通知 说明天要召开记者发布会 同时要起诉林峰 把他之前的所有违规的事情 全部交给法院 这个新闻一发出来 所有人都觉得 李耀手里肯定是掌握了什么东西 梁月杰这两天忙得脚步沾地的 在化妆的间隙看到了这个新闻 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林峰 你和我说实话 上次你问我关于投资的事 是不是和程海 音乐解约有关系 林峰知道 这种事肯定瞒不住 他说道 确实是有关系 但关系不大 梁哥 程海音乐这个事 你千万别参与 可别最后李耀那个狗 再反摇你一口 梁月杰也没想到 李耀竟然是这种人 他的印象一直都很好 他是那种常年笑嘻嘻的人 看见谁都能说几句熟悉的话 不管你名气大不大 他都能记住你的名字 再加上程海音乐之前 在娱乐圈的地位 大家就算是想对他印象不好都难 梁月杰有些无奈的服额说道 林峰 程海那边如果和你解约 肯定想方设法 会从你身上扒一层皮下来 到时候 如果资金真的周转不开 千万别和我客气 林峰觉得心里暖暖的 他说道 放心吧 梁哥 有什么是我不会得你客气的 两人又寒暄了几句 直到林峰听到电话那边 似乎有工作人员 在催梁月杰的进度 林峰才挂断了电话 邢小满有些担心地说道 哥 那咱们现在就真的什么都不管了 对方可是说 要起诉你啊 林峰不在乎地说道 事实就摆在那呢 他们也就敢这么说说 如果真的起诉我了 到最后 他们拿不出证据 来怎么办 邢小满困惑地问道 所以 咱们现在就这样原地待命 林峰说道 咱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必要在他们身上 林峰随手下单了一个 价值十几万的吉他 和邢小满说道 对了 你把李奥他们 发布在网上的东西搜集一下 他们放哑炮 咱们给他们一个真相 邢小满在一旁 暗暗地冲林峰 竖了一个大拇指 还得是林峰啊 有条不紊的 李奥他们正等着 看林峰的笑话呢 毕竟林峰这边没任何消息 除了那个视频以外 看起来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而且 他们这边还利用自己的手腕 想方设法地拦截林峰的资源 那以后就休想从程海音乐这儿 得到任何好处 有些人确实忌惮程海音乐 现在的实力 毕竟也算是音乐界的龙头公司 思前想后 他们觉得 不就是放弃一个林峰吗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关键是 程海音乐这块大饼 可一定要咬死不放 可就在第二天的上午 程海音乐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林峰先他们一步 直接起诉他们诽谤和污蔑 还造成了林峰的名誉受损 李奥愤恨不平地说道 林峰就他妈的是故意的 咱们下午一点的发布会 他现在把这个发出来 不就是故意搞咱们吗 孙甲虚也急得满头大汗 我本想着吓唬他一下 让他乖乖就范 可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胆子这么大 敢反过来告咱们 其他的工作人员慌张地说道 那现在怎么办 网友们都叫嚣着 说要看咱们的起诉书 这他妈去哪找啊 就算是现在递交上去 那时间肯定也来不及了呀 孙甲虚破罐子破摔地说道 算了 就说咱们这边还在整理材料 等这次发布会结束之后 再一起递交 但他们心里都清楚 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营销时间了 第105章 直播吃饭 怒对发布会视频 林峰他们今天上午 集体出去吃了一顿烤肉 几个人在包厢里 听着隔壁房间 吵吵嚷嚷地讨论着 林峰和李耀的风波 他们仨听得津津有味 行小满在吃光了第三盘肉的时候 才突然想起来 哎呀 这都快一点了 李耀那边的记者发布会 应该开始了吧 边说着 边又下了一盘肉在烤盘上 林峰说道 袁儿 你把手机借我用用 谭远顺手把自己手机递给林峰 林峰和行小满说道 小满 你去前台借两个手机支架 告诉他们 在十分钟内 把所有的菜品上齐 在未来的一个小时之内 别进来 行小满不明白林峰的意思 但还是按照他的想法照办了 他们几个一直低着头吃东西 服务员也没看出来 坐在角落的人竟然是林峰 他贴心地叮嘱道 桌子上有灵 你们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林峰把谭远的手机打开 摆在桌子上 同时 他用自己的手机 调整成了直播的形式 并且把李奥他们的记者发布会 调整成了小的画面框 放在了页面的右下角 行小满这才明白林峰的意思 你这是 要直播 林峰加了一块肉 放在蘸料里滚了一圈 说道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能说出什么 一旁的谭远看得目瞪口呆 还能这样玩 真是长见识了 行小满也被林峰的脑回路惊呆了 他小声地提醒道 哥 这个直播不是开玩笑 万一你哪句话不经大脑脱口出 那你的歌手生涯可能就毁了 林峰说道 放心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在调试确定之后 林峰在一点中准时开通了微博的直播 这应该是他和广大网友 少数能建立起联系的地方 刚一开播 直播间直接涌进来十几万人 什么情况 这次直播怎么是毫无预警的 林峰终于坐不住凳泽吗 这是准备直播反击 精彩 这估计是本年度最精彩的护司戏码 我无比期待 啊 林峰在吃烤肉 这是吃播吗 突然 右下角的小徒动了一下 李耀严肃地说道 不好意思把大家召集过来 今天主要是想说说我们公司 城海音乐和林峰的矛盾纠纷 林峰喝了一口汽水 说道 别听他瞎说啊 我们一开始签的合同就是三个月 他不方便把保密合同公布出来 今天晚上我发出来需要违约金赔偿的部分 我来赔 林峰指了一下一旁的培根卷 把培根卷放里面 多放点香菜 原本的有一部分人 真的是想看 林峰能不能说出什么有理有据的东西来 但在听到香菜两个字的时候 终于忍不住了不可以吃香菜 我恨香菜 为什么有人会吃香菜这种东西 我觉得香菜就不应该存在于世界上 爱香菜一族来了 香菜太好吃了 我不能离开香菜 网友们聊着聊着 好像忘记了自己最初 是因为什么进入的直播间了 再看到香菜的一刹那 好像所有的仇恨 都转变为香菜该不该存在的意义上去了 林峰没工夫看弹幕 他边大口吃肉 边听着李要在那用东拼西凑出来的内容污蔑他 给林峰都听笑了 真难为他们了 再难想到的这么多边角料 一旁的谭远也跟着叹了口气 这种人就是 你给他打电话 他都会用通话录音 给你剪辑成犯罪历史的那种 林峰真是在线给自己辟谣 走在吃瓜的最前线 李要他们的记者发布会 整整开了半个小时 林峰在这半个小时期间 嘴基本上没停 当吃完最后一片肉的时候 林峰依在椅子上 一副怡然自得的惬意模样 我可没耍大牌 网友们不是说我情商低吗 他自我调侃地说了一句 可能智商也不太高 但网友们的关注点却是 我只想知道 林峰吃的是哪家店 怎么看着这么好吃 据不完全统计 林峰一个人吃了四大盘子的肉 还吃了至少二十盒的菜 他桌子上的那瓶辣椒油 我眼睁睁看着没了一半 林峰这个歌手 怎么还这么不爱乎嗓子呢 林峰 以后少吃点 切记报饮报食啊 网友的评论画风 也开始变得很奇怪 而刚刚准备结束 记者会的是李要 还以为自己已经狠狠地拿捏了 但没想到 却被林峰全部推翻 此刻他气得简直要打人 林峰看着他在镜头里 那张黑的可怕的脸 觉得有些好笑 突然 林峰脑海中的系统提示了一声 恭喜宿主完成了任务 获得奖励两千万 获取方式 彩票购买 29075358 326 说完这话 系统就消失了 林峰急忙把系统叫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我这是要买多少桌啊 买什么的彩票啊 分 林峰之前对这个 还是有讲究的 毕竟在穷困潦倒的时候 呱呱乐也是他的精神寄托啊 系统却说道 不管你买什么 买多少 总奖励都不会变 而且都是悄悄发放的形式 林峰牢牢记住了 系统的这一串号码 在回家的路上 顺手买了一株 第二天上午开奖 林峰准备用今天剩下来的时间 去看热闹 果不其然 李耀他们没想到 林峰竟然有理有据地 驳回了他的全部问题 说道 好 好狡猾啊 竟然用这样的方式反击我们 现在 所有的情况都在对他们不利 他们拿不出更好的证据 来了这一轮 林峰赢得相当漂亮 看来三天之后 真的要等到林峰 要和他们和平解约了 不甘心啊 谁能甘心啊 已经咬到鱼沟上的大鱼 就这样直接逃走了 孙贾旭的眉心一横 既然这样 那我们也别让林峰好过 接下来三天的时间 必须给林峰安排上各种综艺 压榨他 让他给我们赚钱 第106章 2000万大奖 花落林峰家 光是想想 就已经觉得很解气了 可等到开始实操的时候 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林峰 现在完全有理由 拒绝他们 给他强行安排的任何任务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林峰当时签的合同 他的附加条款 就是不接任何的代言 就算是有综艺 林峰也有理由不参与 因为林峰当初说过 他参加的任何综艺 都是要经过他本人认可的 事情发展到这儿 好像陷入了僵局 李耀真是拿林峰 没有任何办法 甚至可以说是束手无策 话是这么说 但还是不信邪的 给林峰打了个电话 这会儿说话的语气 和之前简直是天壤之别 语气里带着浓浓的不屑 林峰 我是李耀 林峰更轻蔑地回了一句 不瞎 意思是 有来电显示 他又不是看不见 李耀简直能被林峰 气出心脏病来 但他还是努力压下体内的火气 尽量好脾气地说道 最近有一个公益活动 你参加吗 林峰随口问了一句 什么公益活动 李耀说道 希望小学的开工仪式 有各界名流都来参加 林峰好奇的是 我去参加这个活动 对你们城海音乐 有什么好处 你们可从来不会免费做慈善啊 林峰已经把他们的脾气 秉性摸透了 这些人就是典型的唯利仕途 从来不做无用工 更不会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浪费太多的时间 李耀说道 算是吧 我们想认识这个项目的开发商 是国内有名的房产企业 林峰说道 那这场活动 对我有什么好处 咱俩已经在网上剑拔弩张了 现在还一起去参加活动 那网友怎么看 网友怎么看 李耀可管不着 他现在正盼着林峰的名声变臭呢 他说道 不能 该有的理性判断 他们还是有的 林峰冷笑一声 是吗 他可太了解李耀了 这件事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他肯定想着 在什么地方坑自己呢 林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甲 刚刚弹钢起的时候 感觉指甲似乎滑到琴剑了 还是要修一下 李特柱 我也不是建立忘义的人 毕竟你们给我了我一个跳板 我肯定不会白白从你们这走的 你放心 在解约之前 你们想从我身上捞到的钱 肯定能捞到 所以你们就别算计我了 我自己有办法 李耀捏坏了手里的一个易拉罐 尤其是在听到林峰先挂断了电话之后 他的火气蹭的一下窜了上来 他直接把桌面上的东西 全都扫到了地上 他妈的 我竟然被林峰摆了一刀 他发现了 林峰这个人看起来没什么心机 实则大致若愚 就像他一开始签的那份合同 当时他们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尊重歌手本身的意愿吗 但是现在再看 就觉得 好像一切都是林峰蓄谋已久的 就是在等待今天这一时刻 挂断电话之后 林峰先去彩票店 准备兑换巨额财富 可此时的彩票店门前 已经人山人海 林峰走到门口 看到那么多人之后 直接转身拐了回来 好家伙 差点被发现了 林峰给谭远打了个电话 小远 你过来 帮我跑个腿 谭远一开始 还以为是给林峰带什么东西 可看到手里的彩票之后 他愣住了 木讷地看着林峰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林峰仰头示意他 去看彩票店周围的盛况 凡尔赛地说道 就 轻轻松松地发来的小财 他把彩票塞到了谭远的手里 说道 但我现在不方便过去 你去看看 谭远呆愣愣地看着他 你中了多少啊 林峰摇摇头 我也没差 几十万应该是有的 几十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可当谭远看到 两千万的这个数字时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他闭上了眼睛 用力揉了两下 两 两千万 店长惊喜地说道 恭喜恭喜 您终于来了 店员拉着谭远一直寒暄 尽管他戴着帽子口罩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 拉着他疯狂拍照 小伙子 你都太幸运了 睡后两千万 这真是不敢想的数字啊 谭远全程皮笑肉不笑 他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了 满脑子都是两千万 两千万 当他一路飘飘荡荡地走回家之后 他才反应过来 激动地大喊一声 我靠 发财了 凌峰从他身边经过 跨着他的肩膀说道 小兄弟 别太激动 谭远疑惑地问道 你是不是之前就知道什么 凌峰马上举起两只手 做投降的样子 他说道 别瞎说啊 法治社会 这种事情 可是要判刑的 我怎么可能提前知道 本期的号码吗 这个都是机器推算出来的 谭远想了一下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但他还是觉得 凌峰这个中奖 中得太蹊跷了 凌峰迎着他探究的目光 说道 哎 和你说实话吧 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老太太告诉我这串数字 就说能发财 我还以为是几十万呢 而且梦里的东西真真假假的 谁能当真啊 我就随便买了一注 花了一百 赚了两千万 这买卖 这买卖还真是稳赚不赔 谭远也被他说服了 觉得他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他 点了点头 也是 我也做梦买过彩票 结果啥都没有 这么说 你的梦还挺准呢 那你下次做梦买彩票 也记得告诉我一声 凌峰笑着答应了 实际上 凌峰想的却是 也不知道在短时间 有没有机会了 接下来 凌峰又平平淡淡地 休息了两天 在解约当天的时候 凌峰在网上发起了一个 直播演唱会的项目 凌峰直接说道 我不希望任何人给我刷礼物 但我现在作为 程海音乐的员工 想给大家送最后一次福利 那就是把我的歌唱给你们听 说吧 他把手机摆在一旁 开始弹起了钢琴 同时 演唱了第一首歌 浮夸 就这样 凌峰用线上音乐会的形式 唱完了自己之前发布的歌 第107章 解约成功 风领娱乐横空出世 距离解约时间 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 程海音乐 发现了凌峰的这个行为 马上联系凌峰 可接通电话的人 却是邢小满 李耀强压着火气 邢小满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邢小满不屑一顾的说道 这还看不出来看吗 给你们程海音乐 饮最后一波热度 李耀愣住了 什么意思 什么叫给我们饮热度 邢小满叹了口气 似乎觉得 以李耀的智商 不应该不理解他的意思 他耐着性子解释了一遍 就字面上的意思 他身为你们公司的艺人 最后用给你们公司 带点热度过去 毕竟今天过后 这几首歌 你们就不能用了 想到这 邢小满就觉得窃喜 不得不说 林峰在版权意识方面 可是数一数二的强 最让邢小满佩服的是 一般新艺人在签约的时候 都不会很强行的 和公司聊音乐的归属问题 或者 那些经验丰富的老牌公司 会四两拨千斤的一笔带过 总之 新人在和公司签约的过程中 总是处于吃亏的一方 但林峰却相当严谨 并且 他自始至终都知道 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 就例如版权 所以 林峰在这一点上 就算是李耀想绕过去 也总是能被林峰绕回来 况且 当时还没签约 他们怕避之不谈 反倒会引起林峰抵触情绪 所以他们 还是按照林峰的意思 签了当初的合同 不过 他们当初的想法是 毕竟 林峰是他们的签约艺人 只要关系处到位 以后续约不是什么问题 但谁都没想到 事情变成了现在的状况 最主要的是 李耀他们 甚至还说不出半句不字 他们有什么资格说 站在什么角度说 林峰做的也没错呀 两个小时之后 林峰再网上发了一条消息 驻成海音乐一路飞黄腾达 从此以后 林峰的路就要一个人走了 林峰句话说得很客气 格局很大 尽管他们前两天 闹得沸沸扬扬的 很多人甚至觉得 他们这个官司 可能要打上几个月 觉得在这期间 成海音乐肯定会抓着林峰不放 林峰迫于形势 没办法出面创造音乐 趋近于被雪藏的境况 可万万没想到 林峰竟然丝毫不拖泥带水的 从成海音乐离开了 太神奇了 网友们纷纷在网上讨论 成海音乐怎么就把林峰放了呢 看着不像他们的风格 林峰是不是抓住 成海音乐什么把柄了 林峰算不算是 第一个和大公司私闭 还把大公司拉下水的奇人 网上关于林峰的好奇心 越来越重 某些网友甚至开始推测 林峰接下来的动向 我觉得 虽然咱们觉得 林峰很有个性 但对于很多人来讲 林峰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 其他的音乐公司 肯定不敢接受 我怎么觉得 按照林峰的性格 可能会自己开公司呢 拜托 你们不知道林峰的背景吗 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他靠什么开公司 这几个月赚的钱吗 林峰 别的我都不操心 我就想知道 你新专辑什么时候出 但此时 林峰的公司 悄无声息地注册好了 原本注册一个公司的周期比较长 但林峰没想到 这个邢小满 看起来平平无奇 认识的人还不少 找几个认识的朋友 这件事在很短的时间就解决好了 邢小满还找朋友 用比较实惠的价格 设计了他们工作室的logo 工作室的名字也正式落地 风铃娱乐 当初邢小满问林峰 公司名字叫什么的时候 林峰脱口而出 风铃两个字 起初 邢小满还觉得 这个会不会有点俗 感觉像是上了年代的公司 一点没有年轻的朝气 可林峰却说道 风铃世山的巍峨 高耸 尽管有些陡峭 但那些都是 见证他们过去的棱角 我希望我的公司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 都要在这动荡的娱乐圈 做一座坚定不移的高山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铃 听林峰这么一说 邢小满顿时觉得热血沸腾 一个名字都这么有意义 再加上一个林峰 这样有头脑的老板 这个公司想不好好运行下去 都很难 风铃娱乐的名字 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邢小满身兼公司的执行 林峰的经纪人 以及各种账号的运行 林峰在解约之后的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转发了风铃娱乐的 官方的微博 风铃娱乐 以后请多指教 我去 林峰这下手速度也太快了吧 恭喜林老板 现在也是有公司的人了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林峰是娱乐圈爽文的男主吗 出道两个月 直接成了国内的一线歌手 赚了钱还开了公司 可以说是两个月 改变了命运啊 林峰太强了 不过我有点担心 他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程海音乐的人坐在会议室里 大眼瞪小眼 孙贾虚拍着桌子 你们倒是说话啊 现在装什么死呢 之前不是一个个 都有好多话要说吗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 都低着头 不敢说话 就连李耀业一言不发 孙贾虚叹了口气 谁能想到 到最后 咱们被林峰利用了一通 完全被这个矛头小子 摆了一刀 在他们看来 林峰利用他们 解决了曾会议的 这个大麻烦 同时 林峰和他们签约之后 利用他们的名气 让他在娱乐圈立足 又因为他们给 林峰接的这个综艺 让他结实了影币 同时 还在这档综艺节目中 崭露头角 从他们的视角来看 林峰的一切行为 都是心机深重的表现 开公司这么大的是 林峰怎么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筹办好 而且 他的身份背景 咱们清楚 他怎么会有 这么大的一笔资金流 李耀越想越觉得 这件事不对劲 林峰肯定是登了他们 又找到了新的靠山 第108章 暗爽 从程海音乐手里 撬来资源 孙贾虚的眼睛眯了起来 你有头绪了 李耀摇摇头 但我觉得这件事背后 肯定有猫腻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如果真的被我查到了什么 那就别怪我对林峰动手了 孙贾虚邪魅地笑了一下 但是表情看起来相当奸诈 他说道 那好啊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我一定要了解 完整的经过 接下来他们商量了 公司的其他事宜 公司新人的出道计划 暂时先搁置 目前情况不容乐观 公司有好多 闲置已久的企划 在林峰到来之后 他们都开始重新启动 同时 因为林峰的热度 公司最近两个月 前后推出了十几名艺人 原本以为看到了 公司的希望 但林峰离开公司之后 李耀才意识到 原来所谓的音乐公司龙头 也有被人瞧不起的时候 尤其是他们公司之前的 歌手商演报价 从原本的十万 跌落到两万的时候 李耀才彻底意识到了 林峰对他们的影响 好像林峰在进入 他们公司的这两个月期间 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大家 对程海音乐的认知 李耀手欠地去网上搜了一下 现在网友对程海音乐的评价 没了林峰的程海音乐 就等于一个人 李信讨论除了林峰的作品以外 程海最近这两年 到底有没有创作出一首好听的歌 回答他的都是清一色的 没有 这就是程海音乐的现状 都不用林峰强调 大家的潜意识都觉得 程海音乐离倒闭不远了 邢小满在公司成立之后的这两天 忙得脚步沾地之前 他都是做的宣传类型的工作 从来没了解过 经纪人都做什么工作 平日里都怎样和别人接触 他现在也是没日没夜的学习摸索 邢小满第一次知道 原来高强度的工作 可以让人以极快的速度成长起来 有好几次 邢小满都觉得 他在自己身上仿佛看到了李妖的影子 在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他狠狠地抽了自己两巴掌 做事绝对不能没有底线 做人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邢小满决定把这两句话 当成自己的人生信条 以后 如果自己真的走偏了 就拿出来激励自己一下 就连林峰也注意到了邢小满身上的变化 他不再像之前那样 每天跟在他身边嘻嘻哈 经常会一脸猛地跟在林峰身后 叫他哥 现在的邢小满经常打电话到半夜 那些虚伪客气的话 他硬着头皮地往外说 林峰偶尔也觉得 是不是自己太过分了 好像邢小满身上的担子 都是自己压上去的 所以 林峰主动找邢小满谈论了这件事 可没想到邢小满却笑着说道 哥 我喜欢这种强度的工作 让我很有人同感 我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有价值的 很累 但是我很满足 既然邢小满这么爱工作 那林峰还是决定 把这些事情全权交给邢小满负责 在某天半夜 林峰正躺在床上 研究新旋律的时候 邢小满突然敲了敲门道 哥 我能进来吗 林峰急忙放下手中的本子 说道 进来吧 怎么了 邢小满拖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说道 哥 我给你接了的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 邢小满不知道多久睡了 林峰觉得他坐在床上的一刹那 身子本能地向床上倒去 在他手里的本子马上要掉到地上的时候 林峰眼急手快地捡了回来 邢小满揉了揉眼睛 强行支撑着自己的上半身坐了起来 他有气无力地说道 哥 这个就是我给你抢来的综艺 林峰觉得很有意思 你怎么说是抢来的呢 和谁抢的 提到了这个话题 邢小满的眼睛顿时亮了不少 他说道 承海音乐 林峰嘟囔了一句 承海音乐 怎么又是他们 林峰困惑地说道 不对啊 承海音乐现在有什么大牌 能参加这个综艺啊 邢小满兴致勃勃地和他讲 自己是怎么把这个 已经板上钉钉的单子抢过来的 承海音乐虽然暂时手底下没人 但他们的人脉 还是有一些的 有些老牌的创作者 最近这些年有出国的 有隐居的 他们总能联系上几个 最后还真让他们碰上了一个 最近有时间的 这不就越过来了 林峰狐疑地问道 你说的歌手是谁啊 邢小满说道 之前他们一直和我说 这些参赛嘉宾都是保密的 但事实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还是挖出来了一点信息 是林宗佑 林宗佑 林峰的眉头 微不可闻地皱了一下 他对着这个人的印象一般 他不多人这个人 在娱乐圈的地位 但他的绯闻很多 而且据说人品一般 虽然林峰不太相信 网络上的言论 但多多少少 还是被影响了一些 尽管没见到本人 但他还是对这个人 有抵触情绪 林峰有些疑惑地问道 既然这个林宗佑这么厉害 他不会甘心 被我一个新人 白白撬了活动吧 邢小满打了个哈欠说道 这种事 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你只要安心地表演好 接下来的几期节目 比什么都强 林峰刚准备翻看一下 策划里面的内容 就被邢小满叮嘱道 哥 你早点休息吧 这节目还在前期的筹划阶段呢 明天咱们正式签合同 那才是板上钉钉的事 林峰的情绪 原本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这会儿突然颓废了 啊 那什么时候 开始正式录制 邢小满数着手指头说道 目前正在选角 场地已经确定了 还在找人设计这次的舞台 还要做灯光舞美上的创新 还要招商 还要做广告预热 林峰听他说完这一串 顿时觉得自己头都打了 他说道 行了行了 估计没俩月没办成了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两个月 可林峰不能什么都不做 干等两个月吧 第109章 我林峰做你的投资人 想着想着 林峰就睡着了 这个晚上 林峰做了很多的梦 有梦到自己在海上飘 还梦到有一个人 好像圣诞老人 很多梦的片段 都不是连续的 总觉得在梦里的时候 这些内容都是有关联的 但醒来之后 又觉得这些梦无厘头又荒谬 明明有几个笑话 自己在梦里笑得前仰后合 觉得这就是本年度 最好笑的笑话了 可今天早上在想起来的时候 又觉得内容很无趣 这种无厘头的东西 搞不搞笑 还是分演员啊 突然 林峰灵光一闪 对啊 自己可以拍电影啊 林峰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他急忙从床上爬了起来 跑到了谭远的房间 把还在睡梦中的谭远 从床上摇了起来 月儿 你现在有没有已经写完的剧本 谭远睡眼惺忪的揉了揉眼睛 打了个哈欠 一脸无奈的指了一下 书架下面的抽屉里面 那是我之前写的稿子 这个版本前段时间刚打印出来 还没来得及修改 林峰翻了一下 问道 你这是写了几个故事 谭远躺在床上 翻了个身说道 好几个段的剧本放在一起了 听着谭远的声音 能感觉他没什么积极性 他有些抱怨地说道 这些剧本我都改过三遍以上了 也投了十几家公司了 但他们就是先后把我拒绝了 被拒绝的次数多了 难免会产生自我怀疑 尤其是谭远这种新人 他总觉得可能是自己的能力不行 可事实并非如此 林峰再读了他两个故事的架构之后 觉得热血沸腾 是谭远的故事思维太超前了 林峰有预感 一旦这个风格的剧本拍成的电影 肯定会形成一种全新的风格 林峰激动地把谭远从床上摇醒 别睡了别睡了 你的剧本有人投资了 谭远瞬间梦中惊醒 语无伦次地说道 在哪 什么人 是什么买 谁 林峰指了指自己 说道 我 本人一个业内的全新投资人 没有任何经验的制片人 准备投资制作你的剧本 你意下如何 谭远愣住了 停顿了一下 有些不可置信地反问道 你 你确定吗 谭远的反问不是质疑林峰 而是在被拒绝了太多次之后 他怕这次也是空欢喜一场 林峰点了点头 我骗你干嘛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难不成我还要消遣你啊 谭远激动地直接从床上跳了下来 一把抱住林峰 声泪俱下地说道 金主 伯乐 老板 我终于等到你了 林峰说道 但我要告诉你 毕竟我没太多的钱 这部作品还是我的第一部作品 我前期的投入肯定不会太多 估计五百万之内 但我会用这个钱做出五千万的效果和收益 这个作品有点像是连贯性的笑点 以毫无章法的理由堆砌在一起 看不懂的人 可能会觉得这类作品比较低俗 但真正喜欢这类作品的人 会觉得搞笑喜剧这东西 往往就是用出其不意的细节 让人啼笑皆非 有时候看一遍觉得不够 甚至看两遍 看三遍 林峰在谭远的剧本仔细地选择了一下 他发现谭远的个人风格很强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也就是说他的能力不仅仅于此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谭远真的能写出轰动全球的作品 林峰最后选择了一个叫 九品芝麻关的电影 林峰在看剧本的期间 就觉得 这个应该是开创了无厘头喜剧电影的先河 不管是里面人物的对话 还是角色们一本正经的搞笑 都让人觉得 演员的信念感太重要了 在确定了剧本之后 就进入了筹备的环节 相应的主题曲 林峰倒倒是能轻轻松松地写出来 但适合这个角色的演员去哪找啊 建在整个心浮气躁的娱乐圈 五百万甚至只能请一个三线的演员 要想用这些钱筹备一整部剧 首先要做的 就是压缩演员的报酬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只能从那些名气不高的演员中选了 林峰并没有歧视那些没名气演员的意思 恰恰相反 他觉得往往是这类人 才容易给人带来眼前一亮的惊喜感 邢小满昨天在和程海音乐一番恶斗之后 一直睡到了今天下午 当他醒来之后 就听到林峰已经开始挑选演员了 他目瞪口呆地说道 哥 你要不要这么迅速 可没想到 林峰虽然在创作方面的经验不是那么的丰富 但他在组织策划方面的能力可是一流的 他已经开始想如何联系导演了 毕竟能找到一个 和他思路如此契合的导演 也绝非一事 林峰思前想去 还是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 笑点这种东西 有时候就是我笑我的 你不理解 你觉得我有病 你觉得好笑的 我觉得无趣 你说我不解风情 很快就有人开始回复他 林峰的微信里 好友并不多 甚至不到五百人 里面经常练习的可能四十不到 有一些好友 可能是他工作需求添加的 也可能是他在上学期间参加活动添加的 有些甚至好几年都没在他朋友圈的出现过了 在林峰发了这条朋友圈之后 大概在十分钟之内 就有三十多个人给他点赞 评论他的人一眼能看出来 那些是带着目的的 这种人说话都小心翼翼 带着讨好 反而那些比较熟的人 上来会发几句调侃的话 在众多评论中间 有一个人竟然就着林峰的话题 和林峰讨论起了笑点和作品这件事了 林峰对这个人的名字有点印象 之前应该是合作过的 他点进对方的朋友圈看了一眼 发现他是之前合作过的MV创作导演 个人风格很强 所以在圈子里不太受大家的喜欢 林峰有些困惑的是 对方的朋友圈里 现在几乎没多少和音乐相关的东西了 反倒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就像林峰今天发的这条朋友圈一样 第110章 自己投资剧本 林峰觉得有些好奇 就点进了他的对话框 问了一句 看来您的喜剧 笑点这方面有很独特的见解啊 没想到对方竟然秒回 林峰说道 醒得还挺早 结果对方之内回复了一句 我一夜没睡 想的事情太多了 反倒睡不着了 两人讨论了几句之后 林峰发现对方思考问题的角度很刁钻 或者说另辟蹊径 但不得不说 有很强的个人色彩 这种个人色彩一旦发挥好 可能会在娱乐圈形成一股属于自己独特的风格 可一旦发挥不好 那就是特立独行 容易触碰到各种敏感的问题 好与不好 就需要一个人从中指导 林峰在他身上 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现在迫切地想把他收入麾下 林峰开始聊起了他之前的工作 我记得我之前在音乐公司实习的时候 咱们还合作过一个MV呢 您还有印象吗 男人思考了一下说道 虽然我很想告诉您 我还记得 但是很抱歉 那时候我确实不认识您 对您真的没什么印象了 这很正常 林峰当初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实习生 是跟在公司项目负责人后面端茶倒水的 当初的华文迪 虽说名气也没大到什么程度 但在业内来讲 也还是个三线左右的导演 尤其是在拍甜美风格的MV上 他的造诣颇深 让林峰比较好奇的是 刚认识华文迪的时候 他和现在不一样啊 他当初是个喜欢在朋友圈分享工作 分享生活的人 和现在这个 每天探讨哲学问题的 简直判若两人 不过对方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 他并没有畏惧林峰的身份 自从林峰爆红之后 所有接近他的人都是带着目的 甚至想方设法的和他拉近关系 咱们在校园歌手大赛上一起同台过 你还有印象吗 就连这种狗血的情节 他们都能想得到 没办法 毕竟林峰现在人气高啊 但华文迪却很真诚 忘记了就是忘记了 我感到抱歉 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心理 林峰反倒很喜欢他 继续沟通了几句之后 林峰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华老师 我最近在筹备一个喜剧项目 你想来试试吗 林峰发了这句话之后 林峰突然回复 久到他觉得 对方可能是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他 而是用这样的方式 让这则消息随风而去 正当林峰想放下手机去喝口水的时候 对方突然回复了一句 你是在说真的吗 林峰顿时来了兴致 问了一句 方便打电话吗 在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之后 林峰一个电话 直接拨通了过去了 他说了 自己目前正在筹备的项目 但跟你也知道 我现在属于全新的新人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经验 而且 我想尝试的这个风格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很冒险 我也不抢求您一定要过来 就是想邀请您一下 而且 我这个创业型的公司 前期的资金投入 也是一缩再缩 华文迪从这个电话中 总结了一些关键信息 没钱 没人 没场地 唯一有的可能就是时间了 华文迪笑了一下 没有嘲讽的意思 似乎只是浓浓的无奈 什么都没有 但还想创作出一个 划时代的作品 你确定吗 林峰并不是抢买抢卖的人 他说道 不仅如此 你的名声 何会和这部作品捆绑 要么红的发紫 要么烂的如泥 林峰不是那种 会画大饼的人 他从一开始 就把利弊和对方说好 等着对方 自己做出选择 如果对方 最后不和林峰合作 那他也能接受 风险都有 双双承担罢了 但林峰有一种预感 面前这个人 会是自己的伙伴 华文迪有些犹豫地说道 您能不能给我时间 让我考虑考虑 林峰说道 当然没问题 但咱们双方的时间 都很宝贵 希望别在这件事上 浪费太多的时间 对方应声挂断了电话 虽然现在导演 还不确定能不能来 但演员的选择 这件事不能落下 林峰开始让邢小满 筹备选角的事情了 谁能想到 就在这个 还没装修好的毛皮房里 一个天才的创作计划 应允而生 林峰让谭远根据剧本 写出每个人的性格特点 他们需要发布选角信息 但是谭远难得的 提了一个要求 我想让每一个 最终确定好的演员 都写一份人物小传 不限定字数 但我希望能看到一些 让我惊喜的内容 现在的演员很浮躁 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 看完一个剧本 就忙着拍戏了 他们对于角色的理解 完全是导演 编剧口中的那个人 并不是自己所领悟的 这样演出来的角色 可能会让人眼前一亮 但绝对不会深入人心 就像现在大部分的 口水作品一样 好看是好看 但就是单纯的好看罢了 当你看完这部作品的时候 不会有恋恋不舍的情绪在 因为你能很快地 在同类作品中找到替身 但这并不是林峰想要的 林峰想看到的是 真正有自己风格的影视作品 他笑着和谭远说道 我也正有此意 大概用了一天的时间 他们就确定好了 演员的选角要求 邢小满在风领娱乐的微博上 发了这条宣传海报 请客间 涌近来上万人 开始质疑林峰 不是吧 娱乐圈都是这个样吗 刚火一点 就马上想方设法圈钱了 我突然觉得 我是不是高看林峰了 这么看来 他好像和其他的明星 也没什么区别 歌和人要分开 我现在只是林峰的歌粉了 我觉得林峰是个 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我比较好奇 他能创造出什么作品来 评论里主要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是无脑嘎吹 他们是林峰的粉丝 林峰做什么 他们都觉得是对的 一部分是无脑嘎黑 善用自己脱粉的言论 质疑林峰 还有一部分 是就事论事 理性讨论 第111章 导演确定 待定选角 林峰却不在乎这些 如果一个创作者 经常被外界左右自己 那他绝对写不出好的作品来 因为有些成功的作品 就是触及到各个领域 可一旦你在创作的过程中 担忧过多 会觉得畏手畏脚 那这部作品 就没有可以探究的意义了 截止到第二天上午 他们就收到了上百份简历视频 林峰说道 不行啊 只有咱们三个 这要审核到什么时候 林峰突然灵光一闪 他说道 我倒是有个人可以请教 随后 他马上拨通了华文迪的电话 对方几乎是秒接 林峰问道 华老师 您最近有没有时间 华文迪最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 他心里想的很多 思绪很乱 根本无心工作有时间 我也没什么事做 林峰说道 那太好了 我们这边最近已经开始选角了 您要是不忙的话 看看方不方便过来 帮我一起看看 我这边给您开工资 最后一句话 林峰是半调侃的语气 华文迪笑着说道 开什么工资啊 刚好我没事 我就过去看看吧 挂断电话之后 林峰直接把定位发给对方 邢小满一脸八卦地围了过来 你这是已经找到导演了 怎么都没告诉我呢 林峰说道 还没 我上次打电话 他说要考虑考虑 邢小满疑惑地说道 那你怎么还把他叫过来呢 咱们的剧本已经创作完了 万一他到时候 林峰却自信地说道 你不把他叫来 你怎么知道 他能不能下定决心呢 他现在就插在他身上 交最后一把火了 他和咱们这部作品 荣辱与共的这个信息太沉重了 我们需要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 有的时候 邢小满甚至怀疑 林峰是不是专门学过心理学 不然怎么能把这些东西 都了解得这么透彻呢 但不得不说 林峰在统策划方面 是很有头脑的 连邢小满都觉得 这样的人不出名 是不可能的 邢小满把资料简单地分类之后 几个人就坐下来闲聊 等着华文迪的到来 华文迪到的时候 风尘仆仆 穿着一件驼色的风衣 戴着一个画家帽 远远看起来就觉得 这个人带着一股艺术家 生人勿扰的气质 林峰走到小区大门口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他 打量着小区意外地说道 我以为你们制作成本那么低 条件很差呢 没想到住在这个小区 林峰尴尬地笑了两声 其实事实也没好到哪去 等林峰打开房门之后 放眼望去全都是水泥的装修 就连华文迪都愣住了 看来条件还真的挺艰苦的 林峰用最豪华的椅子接待了他 一张网上买的199的懒人沙发 一旁的行销满有些羞愧地说 都怪我太穷了 目前只能装修得起一个房间 华文迪欲言又止 说道 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审核 林峰说道 咱们去二楼 这个时候 房间面积大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整个二楼还来得及装修 放眼望去 几乎是一个小型的电影院了 墙上挂着一个投影仪的幕布 华文迪说道 你们现在已经分好累了吧 行小满说道 对 但是还是太多了 光是应聘女主角的就有106个人 这里面不乏一些比较有名的人 虽然没有一线艺人 但二线艺人竟然有三四个 华文迪说到现在 把九个人同时投放在屏幕上 给所有人一分钟的时间 只写出两个让自己印象深刻的 行小满下意识地想反驳 这怎么可以 里面那些二线的演员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华文迪打断了 华文迪说道 如果一个二线明星 他们的演技不能在群演中脱颖而出 你觉得这个人拍的戏 还有希望吗 有道理啊 三个人醍醐灌顶 不愧是有经验的导演啊 选角就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林峰几个人就按照华文迪的方式 看了几分钟的视频 就发现了这好方法太好用了 就像是你看一部电视剧 里面演技的好坏一目了然 因为初次的海选 并没有给大家提供剧本 只是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表演一段清晰 或者说一段 你觉得符合角色设定的台词 几轮之后 大家选出了三个 关于男主角的备选 其中有两个都是小有名气的 无论是长相还是演技 都还算不错 可林峰和华文迪 都选了另外一个 看起来一般好看的男人 他的长相在娱乐圈里 甚至算不上多出众 但这个人的眼神很有东西 不管是夸张的搞笑 还是做任何浮夸的表情 都让人觉得很真诚 好笑 但又不油腻 在娱乐圈这种浮躁的环境下 他算是很难能可贵的了 而且林峰总觉得 这个人和自己很投缘 他之前也觉得 华文迪和自己很投缘 现在虽然还没明确加入自己的麾下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八九不离十了 他觉得 每一个和自己演员的人 都会是自己将来的左膀右臂 所以 他坚定不移地给这个男人爆了灯 邢小满和谭远对视了一眼 默默收起了自己写的名字 但华文迪还是很谨慎的 我们需要再联系他几次 我怕只是我们的错觉 所以 这几个人都先联系着 等他们第二次 根据剧本的实习发过来 咱们再研究研究 一上午的功夫 他们基本上 确定了三个主要角色的选角 谭远和林峰 详细地和华文迪 聊了一下这个剧本的创始概念 华文迪越看越觉得惊喜 他手不识卷地 把林峰他们晒在了一旁 我和林峰说道 我加入你们 我要和你们一起创作电影 几个人相识一笑 看来这个初创团队 目前就定下来了 每个人都是团队的关键人物 第112章 这个团队简直是五毒俱全 林峰和身边的人说道 那好 咱们风里娱乐 就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崛起了 规矩就一点 永远不能背叛彼此 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 苟富贵 莫相忘 林峰觉得自己 看人的眼光是很准的 这些人 应该是能陪伴自己一辈子的伙伴 华文迪没想到 自己莫名其妙 就加入了这样的团体 他一脸猛逼 自己最初是来干什么的来着 怎么就因为一个剧本 就要加入林峰的团队了 现在怎么又稀里糊涂的 要成为他们公司的骨干人员了 算了 不想了 反正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视频的筛选 很快到了晚上 林峰询问了华文迪 目前住在哪 华文迪看了一下 这个毛皮房的环境 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觉得 住在我那个猪窝 也比你们这个好 林峰冲谭元使了个眼色 谭元马上心领神会地说道 华导 我们这虽然没有床了 但我们这还有帐篷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们可以在房间里 给你称一个帐篷 邢小满顺着他的话说道 就是啊 您不是还说 有几个剧本设计上的问题 想问问谭元吗 就留下吧 华文迪觉得盛情难缺 但还是说了一句 我还是回家里取点东西吧 咱们现在属于创作初期 住在一起的效果 确实是会更好 林峰顿时觉得有心 几个人又忽悠了几句 把他留了下来 甚至几个人提议 一起送华文迪回家 起初华文迪还在想 他们这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样呢 怎么好端端地说 要送我回家 可到了自己家之后 他才知道 林峰他们的算盘 打得不是一般的想 他们强行地跟着华文迪 进了他租的房子 其实有些意外 林峰原本还以为 像华文迪这种级别的人 起码也是一个人住 没想到到了现在 还是和被人合租 华文迪的房间里 东西很多 钢琴 吉他 墙角的架子鼓 胡乱地堆放在一起 不知道多久没碰过了 房间不小 但可使用的空间 确实不大 谭远问了一句 这放家里的东西 都是你自己制备的吗 华文迪点了点头 这个房子都是我装修的 隔壁那个租户 是我自己找的 我就是觉得 一个人住太没意思了 林峰顺口说道 隔壁的人 是做什么工作的 华文迪不假思索地说道 他是个原创画师 平时基本上不怎么出门 除了在家创作 就是去公司签合同 华文迪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他这个时间 应该已经睡觉了 林峰他们原本以为 这种不需要 去公司上班的人 平时工作时间 都是很没规律的 听到这个人 如此有规律 还有些意外 华文迪不知道 想到了什么 说道 你对他的作品 应该有印象吧 林峰一头雾水地看着他 华文迪解释道 我忘记你那首歌的海报 和背景图 是他画的来着 我当时 对你不怎么关注 就草草扫了一眼 是吗 林峰顿时觉得有些惊喜 他的每一个舞台 都是让自己觉得震惊的程度 如果这个人 真的是原创者 那自己一定要认识一下了 不过 林峰接下来 才意识到一个问题 你如果和我们 住在一起的话 这个房子怎么办 华文迪说道 我还是要租着的 丁润凯是我找来的 我总不能把他 一个人丢在这吧 这也不太地道啊 行小满眼珠子 在眼眶里转了一圈 他还没开口 就被林峰拦住了 林峰对华文迪说道 文迪哥 也是 咱们这个创作前期 可能也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你的这个画师室友 有时间记得给介绍给我认识 紧接着 林峰几人直接上手 开始搬东西 几乎搬空了华文迪的半个家 几个人还没齐名曰 哥 我们这不是让你住得更舒心吗 我们知道 你们这种搞艺术的 对生活氛围有一定要求 我已经买了好多绿植了 接下来 你可以随意创作了 华文迪强颜欢笑 我真是谢谢你们了 剧本和前期的准备 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快 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 他们就确定了这部电影的定位 和主要角色的演员 但这次电影 可以说是相当冒险 因为这里面 没有任何人参与过电影的拍摄 唯一一个有经验的人 就是华文迪 但是华文迪几年前是MV导演 前两年开始转型之后 也是屡屡碰壁 在娱乐圈的风评 更是算不上有多好 就这样的草台班子 不知道怎么的 就被人分享到了网上 爆料的人说的煞有介事 你们知道吗 林峰现在不是自己 当投资人拍电影了吗 他的团队 你们都想象不到有多咯 一群喜欢看热闹的人 顿时来了兴致 快说说 快说说 爆料的人能不能多说几句 说一半让人怪着急的 到底有多咯啊 我还等着看林峰的笑话呢 爆料的人用了半天的时间 在网上发酵 好奇的人越多 对这件事关注的人越多 就说明 有更多的人在期待着林峰的翻车 甚至有人直接在网上说 我自证身份 本人之前就是林峰的粉丝 但我后来发现 林峰这个人很擅长营销 我脱离了粉丝的滤镜才注意到 他本人的实力 也就是重归重矩 但是他靠炒作 走到了现在 他在网上说的一份填音 好像就是他 被人摆了一道一样 你们仔细想想 林峰他从初到开始 身边就一直跟着话题 和曾辉一PK 即兴创作小三 林峰的绯闻女友 林峰的创作时间 这些你们不觉得 就像一个骗局吗 摆明了是早就写好的剧本 等着那些不明真相的人 往局里跳 这个网友接连发了 好几个长篇论文 就是为了证明 林峰本人 完全是靠炒作火到现在的 快醒醒吧 你们再不清醒 钱包就空了 林峰只不过是换个样子 去割你们的韭菜罢了 第113章 同行竞争 竟然从演员下手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什么牛鬼蛇神 都蹦出来了林峰 一个靠炒作出身的二流歌手 外加一个毕业不久的宣发 还有一个从来没有出版作品的 野生编剧 以及一个拍MV出身的导演 林峰这是五毒剧全了 别说了 我觉得林峰真的太好笑了 我现在都有点好奇 他要怎么收场了 当然 还是有一些人 相信林峰的实力 我觉得 大家调侃归调侃 当心打脸 我是相信林峰的实力的 他向来是说到做到 我觉得 大家是不是太嫉妒林峰了 该说不说 他在作词 作曲 演唱方面都是高手 就连每次舞台的概念设计 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我觉得 可能就是 因为他太完美了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 心里不甘心吧 有人跟峰说道 是啊 谁不想看到 神仙跌落神坛的瞬间呢 网上关于这件事的发酵 越来越严重 那些原本冲着林峰的名气 给林峰他们投递简历的小明星 现在又接二连三的要求 退出海选 真是有两个 是林峰他们定下来的预备演员 华文迪感慨道 乌漏偏风连夜雨啊 没想到这种啼笑皆非的事 还能出现在咱们身上 林峰却说道 我觉得这不是件坏事 能在开拍之前 就让他们意识到 跟着咱们拍摄的风险 总已经拍摄了一半了 他们想要退出墙 最后一次试镜 邢小满通知了所有的演员 去了一个临时租来的仓库 这个仓库给人的感觉 很像绑匪要撕票的现场 林峰他们 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 摆了几张桌子 第一个面试的是皇上的角色 喜剧对于演员的要求 就是放得开 敢扮丑 也敢扮傻 皇上这个角色 是看起来很单纯 有的时候需要他很弱智 但表现起来 又不能有聪明人扮傻的感觉 证明这个人的演技真诚 一定要浑然天成 第一个面试的演员 个子高高的 长得有点黑 但看起来很单纯 他可以轻轻松松地放下包袱 甚至在这环境下 也没有任何的紧张感 但他的缺点就是 反应太慢了 有些表情拿捏得不到位 该夸张的时候 没夸张得起来 不该夸张的时候 表情倒是一直挺丰富 谭远直接提问道 能给我看看 你写的人物小传吗 男人不假思索地 从包里拿出了一个 打印好文档 他自信满满地介绍着 表情是势在必得 可谭远看了几眼 就把文档放下了 他没继续问文档上的内容 而是问了一句 皇帝第一次 和包容心见面的时候 你对他的反应是 如何理解的 面前的男人愣了一下 随后有些磕磕绊绊地说道 我觉得 我觉得皇帝这个角色 本身的性格就是这样 时而搞笑 时而严肃 因为喜剧嘛 没办法 对于一个人的角色 有很严谨的定位 谭远听着他 天南海北的瞎扯一通 最后说道 好 你的回答我听进去了 你先出去吧 把另一位叫进来 凌峰看了一眼他的表情 说道 他的回答你不满意吗 谭远的眉头紧缩 把手中的人物小传 交给了凌峰 这个根本不是他写的 凌峰促眉翻了翻手上这份 已经打印好的人物小传 说道 确实 这个完美的 就像是一个挂在网上的示范 完美的有些不真实 谭远说道 但我刚刚提问的 那个最基本的问题 他起码能说出 三种以上的角色心理 但他只说了一种 得分最少的 凌峰点了点头 没想到在这儿 还有投机取巧的 但凌峰却想到了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 这件事背后的原因 顿时 有些不寒而栗 难不成 真的有人看不得我们好 准备从我们这部戏的内部 彻底毁了我们 在娱乐圈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毕竟 他们封领娱乐 是刚创立的公司 再加上凌峰之前 在娱乐圈树敌众多 那些大公司 虽然表面上 不对他们动手 但暗地里稍微操作一番 凌峰现在不得不留个心眼 现在的娱乐圈 不得不放 凌峰小声地和谭远说道 很好 你接下来对每个演员 都多问几句 包括他们对角色的理解 谭远点头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两人聊了一会之后 第二个饰演皇上的演员来了 这个人的搞笑 写在了脸上 不是说他的五官 多么的不端正 而是说 他的表情很丰富 眼神活动相当多 凌峰说道 你就演那段 在床底下见面的那场戏吧 这个小伙子 马上就反映过来 这场戏的表现点在哪 凌峰给他搭戏 他随意地念了几句词 很明显 凌峰在有意地刁难对方 他就是想看看 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能不能进入角色 能不能快速找到 利于自己发挥的细节 没想到 对方竟然真的自己投入了角色 不换凌峰说的话多么冷冰冰 他都能马上投入 啊 这怎么还有人 如烟 如烟 凌峰觉得他的表情夸张 但又不猥琐 他对于皇帝这个角色的拿捏 相当到位 谭远又问了刚刚的问题 男人犹豫了一下 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超市里卖的笔记本 似乎有些羞于拿出手 他的手紧紧攥着本子 有些难以启齿地说道 对不起 我也想用更好的本子 来记录人物小传 但我现在的情况 也没好到哪去 吃了上顿没下顿 要不是今天供来回的车费和午饭 我可能连面试都参加不了了 凌峰翻开了他的本子 男人的字写得很差 感觉就像是没怎么上学过的水平 但能看得出来 他很认真 甚至他给皇帝营造了一个他的生活状态 他每天的工作内容等等 他写得很全面 很像是第一次写作文 但又无从下手的人 第114章 怒对三线小演员 什么都想写一点 生怕自己在 那方面的表述不到位 凌峰简单翻了三四页 发现上面已经出现了两种颜色的笔 他没看内容 又往后翻了几页 笔的颜色总是在变化的 甚至可以通过笔记的颜色 推算出他写小传的周期 男人看凌峰审视的动作 两只手不安的攥着拳头 他解释道 我 我之前去干灵活了 这个本子就走到哪带到哪 有时候自己的笔丢了 就问其他人见 这个小传我写了 凌峰直接说道 你写了五天 男人瞪大眼睛 惊恐的看着凌峰 他满脑子都是震惊 凌峰到底是怎么推断出来的 凌峰却不以为然的说道 你不同心情下 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而且 你这五天之内 应该每次都是写一会儿 断断续续的写了五次以上吧 男人有些尴尬 没想到自己三心二意 竟然被抓包了 谭远翻看了两页 发现男人写的东西非常详细 虽然不见得东西有多好 里面写的东西有多全面 但在他看来 这种精神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谭远又问了几个关于角色的问题 他都能带着自己的理解回答出来 这让凌峰他们 对他的认可度提高了不少 到了女性角色这里 电影中一共两位女主角 他们的戏份都不少 凌峰给他们的定位 就是两位女主角 可面试一号女主角的演员 其中有一位之前和影帝合作过 心高气傲 觉得自己就应该是一番的位置 从他进门起 甚至都没正眼瞧过凌峰 语气相当轻面 仿佛这个角色 是凌峰他们求着他演的一样 凌峰的心理 已经对这个人相当排斥了 但表面上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客气地说道 不好意思 你如果有肺胃癌 建议你治疗一下 我们这部剧 是按角色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你 倒也不至于 凌峰的一句阴阳怪气的话 直接把他惹火了 你什么意思 凌峰 你别以为你写了几首歌 就能在我们演艺圈 指手画脚了 我想对你保持礼貌 但你根本不配 他趾高气扬地 数落了凌峰一顿 凌峰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盯着他 凌峰的眼神很害人 女人一开始 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自己怎么能害怕一个歌手呢 可渐渐地 他在凌峰的眼神下 丧失了攻击力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凌峰 凌峰直到他完全不说话之后 才说道 那好 你说我不配 我就简单问你点你擅长的 你的人物小转呢 女人仰着脖子说道 那东西没必要写 凌峰又问道 你觉得 你这个角色 为什么突然爱上包龙星 女人装模作样地说道 还能是因为什么 因为爱情呗 还因为他是给他温柔地救赎 他没有计较他的过去 他说了一堆 但没有一句 让凌峰觉得在点上的 随后 凌峰总结道 那我现在想说 你不配演我们这部电影的角色 你甚至不配当一个演员 女人当即冲着凌峰大喊 你怎么说话呢 你这是在诋毁我 但他的音量逐渐减小 因为凌峰的气势太强了 他从一开始的不给凌峰眼色 到现在 根本不敢看凌峰的表情 在这期间 他的内心也正在承受巨大的折磨 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在凌峰眼神的洗礼下 竟然开始反思了 凌峰说道 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 你不适合我们 凌峰觉得自己还是保持着最基本的礼貌 如果不是自己现在是公众人物的话 他肯定二话不说 直接开队 女人低着头 灰溜溜地离开了 临走之前 还不忘恶狠狠地瞪凌峰一眼 可在凌峰抬头的一瞬间 他又马上心虚地离开 当他离开凌峰他们这个房门之后 又马上切换成平时那副心高气傲的样子 仿佛眼里容不下任何人 享受着周围那些没演过什么好角色的群演 低声下气地和他打招呼 丽姐 以后有什么好谢 记得找我们啊 接下来走进面试房间的人 让几个人同时抬起了头 这个人的长相 乍一看算不上多惊艳 但五官立体 相当有特色的美女 当你看得越久 越会发现她长得很耐看 而且 整个人身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这个人穿着一身大牌 笑起来也很天真无邪 行小满最先问道 我们看了你的简历 你之前是没怎么拍过戏吗 女人点了点头 说道 我之前一直在上学 我爸妈对我的家教比较严 他们不希望我在上学期间 做其他的事 包括演习 女孩突然狡黠地笑了一下 但我还是偷偷地演了几步 都是小角色 也不出彩 她身上的气质很独特 凌峰觉得很符合 一号女主角的位置 随后说道 好 那你也第一次见到包龙星的讨厌感 女孩马上皱起好看的眉头 用眼尾漫不经心地 看向凌峰的位置 好像不把这个人放在眼里 但又用眼睛 在慢慢地勾人 就一个眼神 就能让人怀念很久 他们又让他试了另外两个情节 发现他都能轻松驾驭 并且 效果要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 华文迪也有些好奇地问道 以你的长相和演技 应该能在更好的角色里 更胜一筹 为什么来演我们这部戏 女孩的眼神 在凌峰身上 漫不经心地扫了一下 随后脸颊上泛起了红韵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其实我是凌峰的粉丝 我主要是冲着凌峰来的 凌峰愣住了 指了一下自己 诧异地问道 我 我有什么好期待的 女孩的眼睛瞬间泛起了光 林老师 我觉得您不仅可以唱歌 您也可以试试拍戏啊 凌峰连连摆手 算了算了 我拍什么戏啊 树叶有专攻 拍戏是你们演员擅长的 我就是歌手 女孩却满脸期待地说道 可你现在不也转行当投资人了吗 第115章 华导发现凌峰的配音实力 凌峰被女孩的热情 吓得身子连连厚仰 一旁的华文迪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要不你就试试 凌峰连连摆手 得了 我这两把刷子 我自己心里清楚 念念台词还行 但让我演戏 可太困难了 华文迪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念台词嘛 也不是不可以啊 后面他们面试了 最初看到的那个男演员 就是让凌峰看了一眼 就记忆深刻的男演员 他慢悠悠地走到屋子里 眼神有些涣散 好像刚睡醒的样子 但凌峰却觉得有趣 谭远问了他一句 你演一下 他被公公挑衅的那个片段吗 男人眯着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他夸张地撑着腰 很像小学生吵架的样子 男人故意挺起胸膛 仰着头 看着比自己高一些的邢小满 你个死太监 里面有些台词 并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 更像是他临场发挥的 但能把这些台词 说得如此连贯 如此传神 这也是他的实力 让凌峰觉得很惊喜 邢小满甚至被对方的气势 给震慑到了 翻到自己说 台词的部分有些结巴 但面前的男人 仿佛被角色附体了一样 剑缝插针地用语言继续攻击 可他攻击的月兄 一旁看热闹的华文迪和凌峰 就更兴奋 华文迪说道 你有注意到 他一开始进门时候的状态吗 其实他从进门开始 就已经投入到包容兴的角色里 他的一言一行 其实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凌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他就是自己 要选的那个人 唯一的一点遗憾就是 这个人的声音有点粗 不是说声音粗不好 而是说会降低喜剧效果 因为声音戏的时候 是有很多可塑性的 就例如故意捏嗓子说话 故意在某些时候 搞得夸张一些等等 华文迪用余光不动声色地 扫了凌峰一眼 似笑非笑地说道 这人不就来了吗 凌峰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说道 你说什么呢 华文迪笑着说道 没什么 这个演员不错吧 凌峰又夸了他几句 觉得这就是他心中 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 应该说是他的出现 让他们对包容兴这个角色有了脸 之后 谭远又问了几个 有关于角色的问题 他都说了自己的理解 凌峰觉得他对角色理解得很深 就仿佛真的出现在那个时空 和那个时空的角色对过话一样 是让他们这些创作者 都叹为观止的程度 甚至你和他聊过之后 还会有新的收获 在他们口中 你不会觉得包容兴是一个喜剧角色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甚至他的每一个动机 在他们看来都是有原因的 在他世系结束之后 凌峰直接敲定了他 说道 你是最后一个参加世系的人 我也不想说那些虚的 实话实说 我很喜欢你的表演 很自然 男人似乎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才恢复成了自己 他受宠若惊地说道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表演好的 凌峰说道 你现在可以回家休息一下 咱们这边是从后天 开始进行正式的拍摄 摄影棚那边 我们已经在搭建了 男人激动地说道 太好了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华文迪有好次对凌峰预言又止 但最后还是说道 凌峰 你有没有发现 复润中有些美中不足 凌峰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最后坚定地摇了摇头 没有 华文迪满脸地问好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粉丝滤镜吗 华文迪没说话 反倒是随意翻了一下剧本 把手里的本子递给凌峰 你说一下这段台词 有感情的 凌峰结合着前后的剧情 斟酌了一下 按照剧情的发展 一字不错地说了一大段话 听到华文迪瞪大了眼睛 凌峰的台词水准 完全不亚于一个专业的配音演员啊 尤其是在情绪的掌控方面 相当的精准 华文迪说道 包龙兴的配音就你了 凌峰听到这话 表情顿时有些不悦 他说道 为什么要配音 一个成功的作品 就不应该有配音的情况出现 他们会怀疑 是不是演员的演技不行 华文迪马山说道 恰恰相反 有很多作品 正是因为配音 才让这部作品锦上添花 在小富演技很好的情况下 你的配音 恰恰可以让这部作品 更上一层楼 凌峰似懂非懂 但他还是执拗地说道 但我个人还是建议小富 用自己的原因拍戏 华文迪没有强行 逆着凌峰的思路来 而是说道 好 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还是按照小富原声 进行拍摄 后期如果有什么问题 咱们再及时调整 凌峰他们这部剧的成本高 尤其是 今天本就是最终选角的现场 他们把所有最终选定的演员 都邀请到了一个房间里 凌峰站在这些人中间 放低自己身上的气势 他说道 恭喜各位 成为我们剧组的一员 咱们这部剧 是无厘头系列的开山之所 大家听到无厘头几个字的时候 都是一脸的迷茫 凌峰解释了一下 大家是不是还不清楚 无厘头是什么 众人摇摇头 凌峰说道 无厘头就是指毫无缘由的笑点 你找不到根据 单纯看到里面的某个片段 就能让人捧腹大笑 在场的两位演员 他们是科班出身 在学校里 老师有教过他们 关于喜剧的创作思路 大家在看剧本的时候 可能并不觉得 这个电影里面搞笑的因素有多少 因为大家只能看到文字 并不能想象到画面 华文迪的目的 就是让这些文字立体化 同时把很多无厘头的笑点 加到这些画面里 两位学院派的人 有些担心地说道 这种毫无缘由的笑点 就是没有逻辑 这样拍出来会很诡异的 观众不知道该顺着哪条思路走 第116章解决了住宿难题 华文迪有条不紊地说道 我明白你们顾虑 但我现在的想法是 有些事情 你自己不去尝试 一辈子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束手束脚 这有意义吗 林峰马上理解了他的意思 顺着说道 如果你永远不敢尝试坐飞机 那就一辈子担心 飞机有可能出事吗 那我告诉你 车也容易出事 只要活着 就有潜在的危险 你们如果现在觉得 这个片子冒险 完全可以退出不参加 我没有任何反驳 他们说完这番话之后 停顿了几秒钟 那些演员们 互相看着对方 小声地嘀咕了几句 最后 吉人说道 我是觉得 咱们现在反正也没什么明显 演得不好大不了就糊了呗 咱们再去接其他的血 也没什么落差 他身边的人说道 就是 万一到时候 真的像他们说的 开创了什么喜剧的仙河呢 万一呢 对于这些在井底的小演员 他们是看不到希望的 对他们来讲 画大饼这种事情 虽然不现实 但却是他们唯一觉得 可以触及到的梦 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一个期待 万一呢 万一一切都和自己想象的一样呢 最先响应林峰的 是林峰的粉丝 和林峰的偶像 那个条件很好的小姑娘 笑着起身说道 我相信林峰 因为一个有想法的人 不管她在哪个领域 都会格外优秀 我必须跟着林峰走到最后 女孩的眼睛里放着光 行小满眯着眼睛 她嗅到了一丝八卦的味道 她总觉得 这个女孩是冲着林峰这个人来的 或者说 她是想追林峰 行小满内心的雷达疯狂提示 这可不行啊 林峰的官配 可是林亚珊 怎么能让这些突然出现的小角色 横刀夺爱呢 行小满坚定地说道 我的CP 当然是由我来守护 她笑着说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和他们的意思一样 但我是个经纪人 也就是个商人 和他们艺术家不同的一点是 我会去用商人思维衡量问题 最直观的江 就是你们身价的问题 一群人狐疑地看着行小满 她说道 你们之所以能站在这 起初都是因为 林峰这个人的热度对吧 虽然大家不想承认 但事实上就是如此 这里面没有一个人 是不认识林峰的 行小满丝毫不避讳地说道 这不是什么坏事 有热度就说明 你们有曝光 只要有曝光度 机会就等于落到你们手里了 行小满很擅长 抓这些名气不高的群演 他们的内心活动 林峰笑着自嘲道 网上关于我的骂声一直不断 也有很多质疑我的声音 我想说 我从来不在意这些事情 嘴掌在别人的身上 他们想怎么讨论 就怎么讨论 那些是他们的事 我只做我自己 林峰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 不管周围人如何质疑 林峰始终都是坚持做自己 其中有一个人的问道 林老师 你真的不知道 网友是怎么评论 你们这个团队的吗 林峰讽了下肩膀 我记得有一个很搞笑的称呼是吧 好像叫什么 一旁的谭远温馨提示道 五毒俱全 林峰笑了一下 啊 对 这个很有意思 我很喜欢这样的称呼 从某种程度上讲 他们忌惮我们的存在 因为这是一股未知的恐怖力量 现在你们还觉得 咱们是被人忽视 还是被人重视的呢 听到林峰这么一说 大家醍醐灌顶 是啊 这不是摆明了 大家都忌惮林峰吗 一想到这 所有人顿时心情舒畅 有种撕起袖子 加油干的冲劲 虽然林峰一直都觉得 自己不擅长什么画饼 不擅长讲心灵鸡汤 但事实上 他对人物的内心 把握得相当精准 他知道 大家想要的是什么 他会适当地给大家提一些奖励 这不是一种画大饼 而是一种干劲 所有人都仿佛打了鸡血一般 可能这就是林峰自带的魅力吧 林峰制定了剧本研读会的时间 就是在两天之后 利用这个期间 邢小满逐一和他们签订了合同 那个林峰的小粉丝 一直明里暗里地打听林峰 咱们是不是要建一个群啊 林峰是不是也在群里啊 林峰会不会出演什么角色 林峰 句句不离林峰 邢小满被他炒烦了 敷衍地说道 林峰现在正忙着订酒店 筹备项目呢 你要是真想帮他 那就把这些事都解决了去啊 原本邢小满就是随口一说 他哪能真指望一个 只有一面之缘的小演员啊 虽然这个演员看起来 似乎家境还不错的样子 可没想到 女孩竟然轻轻松松地答应了 好啊 我去负责吧 咱们拍戏的位置在哪 我看看 那附近有没有我家酒店 行小满 这也行吗 他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家还有酒店啊 女孩点了点头 表情没有任何炫耀地说道 我家还有自己的快餐店 连锁超市 房地产 行小满被这个不洛夫的小女孩 震慑住了 现在还有人这么有钱 还这么低调吗 仔细想想 咦 我不就是吗 可能是因为有了这种滤镜 行小满对他的印象改善了不少 但在心里还是处处提防他 虽然他人好 但是也不能影响林峰 林峰只能和林雅山在一起 女孩查了一下 兴奋地说道 还真有酒店 不过条件一般 刺心的你看行吗 行小满 你这话让我怎么见 我原本是想订宾馆的 他给每个人最高的预算 是三百块钱一晚上 创业型公司 每一分钱 都是要花在刀刃上的 行小满不忍拒绝对方的好意 尴尬地说道 不用了 这待遇太高了 我们这边预算有限 你还是让你们家店员正常营业吧 女孩却轻松地说道 没关系啊 我和他们说一下就行 给咱们留一层 反正还有十几层 也不会影响什么 第117章 这是有人来砸场子了 行小满犹豫再三 说道 思涵 还是你厉害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不给你 我也不能给你太多 我还是按照原来的预期给你吧 行小满不是没想过要 白白占他这个便宜 但是仔细想一下 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 这个创业型的公司来讲 很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 现在情况比较特殊 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盯着林峰 自己不能在这个紧要关头 给林峰找事情 原本蒋思涵还准备拒绝的 毕竟只是用了他家几个房间而已 能用多少钱 但他看着行小满 一脸严肃的表情 说道 好 那就按二折的价格给我吧 行小满重复了一遍 两折 蒋思涵低着头 轻巧地说道 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内部价 专门给一些关系 比较近的亲戚朋友 他们也属于不好一百住 但给多了心里也不舒坦 所以给一个房间的成本费 行小满简单算了一下 这样的话 基本上每个房间的价格 都二百左右 一个房间能住两个人 这样看起来轻松了不少 行小满激动地拍了拍 蒋思涵的肩膀 思涵 感谢你加入我们这个剧组 帮我们解决了一大难题 蒋思涵说道 哎 是你们太小题大做了 那边的酒店 基本上都是剧组在住 也没占用太多房间 像这种剧组级别的酒店 在价格上也是有优惠的 最主要的是 行小满觉得 这里应该是能碰到熟人 基本上剧组预定酒店的时候 都会顺带预定早餐 但剧组里面的明星 基本上没时间去吃早饭 反倒是剧组的一些工作人员 副导演 灯光师之类的 有些人没有那么忙 就回去吃早饭 这也不是一个 接触其他人的渠道 行小满的算盘 打得直响 虽然这部电影还没开始拍摄 但他觉得自己 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两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拍摄影棚 已经基本上搭建好了 这个成本并不高 虽然看起来需要搭建一条街 但事实上 都只是房子的外观 真正能用得上的房子 只有少数的几个 行小满让质检人员 去核实了一下房子的安全情况 在确定可以拍摄之后 剧组正式开机了 尽管林峰他们想低调地 办一个开机仪式 但没想到 开机当天 还是被那些跟风来的记者 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场开机仪式 硬生生被那些记者 变成了发布会 甚至还有好多人 开始现场直播 有些记者不怕死的 当着主创团队的面 就开始现场吐槽 你们觉得 这个剧还有看头 我觉得 林峰这就是自杂招牌啊 就是啊 你看他们 这个团队里面 有一个有真本事的人吗 不愧是五毒剧全的团队 我现在就想知道 他们这个草台班子 带着一群群众演员 能拍出什么东西来 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阵骚乱 吸引了注意力 好像是一群保镖 从车上下来 我靠 这是什么情况 还没开始拍戏 就有杂场子的了 林峰者到底是得罪谁了 怎么来了一群人 各个气势汹汹的呢 吃瓜 吃瓜 林峰今天又有热闹可以看了 就连林峰都皱起了眉头 这个是什么情况 有人这么明目张胆的杂场子吗 一旁的蒋思涵 一脸尴尬的捂着额头 生怕别人注意到他 行小满看着他的样子 心里突然涌起了 一股不好的感觉 该不会是你惹了什么人 这些人过来找你是了吧 蒋思涵无语地说道 你想什么呢 这些是我爸给我找的保镖 行小满 这就是富家千金勇闯娱乐圈的故事吗 林峰原本以为这些人是来砸场子的 可没想到 他们竟然直接维持去了秩序 把那些拿着摄像机乱拍的人 都拦到了十米之外的地方 这些人长得人高马大 个个不说话都带着一股压迫感 那些记者就算是想狡辩两句 看到他们凶神恶煞的眼神 也是发自内心的打触 行小满小声地和身边的蒋思涵说道 你这个身份有时候也不是坏事 倒是蒋思涵一脸悲痛欲绝的样子 他觉得父母是出于保护的名义 在限制他的自由 这种感觉让他觉得很不安 自己就像是装在玻璃瓶的摆件 看起来光鲜亮丽 实际上没有灵魂 但是这么大一群保镖 浩浩荡荡的出现 可给现场的记者们找到了话题 林峰芯片片场涌入大量保镖 看来背后老板实力雄厚 八一八林峰剧组的演员身份 片子一般脾气不小 林峰的身边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各种各样的新闻层出不穷 更有一些人 根据开机仪式上的一张照片 开始推断他们的经济水平 林峰的经济水平 真是没办法从衣服上看出来 他一直过得相当节俭 他们这几个主创团队的成员 穿着最好的是华文迪 身上穿了一件快两千的短袖 但这个款式已经是五年前的了 而且 根据华岛之前传到网上的几张照片来看 这件短袖的出勤率尤为高 林峰他们还是真是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了 他们这从上到下加起来 可能都没有五百块钱 当他们看到蒋思涵的时候 愣了一下 会不会是假的 当他们放大了照片 以及找了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 仔细核实之后 才发现 是他们太年轻了 蒋思涵今天穿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这件裙子标价四万七千九百 还穿了一双平平无奇的运动鞋 蒋思涵的个子比较高 他今天专程选了一双运动鞋 来匹配其他人的身高问题 这双鞋子不能说好看 甚至说有点丑 但是 放在蒋思涵的身上 就觉得很有特点 关键是 这双丑鞋子的市场价 还一万多一双 包括蒋思涵头上戴的发卡 感觉很像是烂打街的款式了 但上面还有一个很亮眼的logo 证明他的身价又是四千价 第118章 林雅珊这是吃醋了 蒋思涵手腕上戴着的小配饰 脖子上的项链没有一个是便宜货 包括他从台上下来之后 身边的工作人员 从一个价值十几万的包里 给他拿出来了一个 标价三千以上的手持风扇 这让大家彻底记住了他 一个有钱又漂亮的普通群眼 网上还有一群人 开始搜集蒋思涵的各种美图 我宣布 今天开始思涵就是我老婆 谁不喜欢美女啊 思涵的性格好温柔 我听到她说话了 轻声细语的 我好爱啊 我的思涵老婆 微博到底在哪里啊 我想看美女的日常照片 蒋思涵在电影学院的同学们 也出现了 开始在网上说 关于蒋思涵的事情 我和思涵是大学室友 妹子超级可爱 思涵的微博我告诉大家了 她本人性格很好 家里相当有钱 她从小就被娇生惯养 但没任何大小姐脾气 包括今天这些保镖 都是她爸妈不放心她的安全 大家千万不要攻击她 一般电影学院的同学之间 都互相嫉妒 大家都不希望 自己的资源比别人差 都希望自己能比过身边的其他人 但这件事 放在蒋思涵身上 好像不存在 周围的人都很喜欢她 从大学的室友 到同校的学妹 每个人都觉得 蒋思涵是一个性格 很可爱的女孩 这让网友们相当好奇 真的有这么完美的人吗 不过 他们讨好蒋思涵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蒋思涵本人的家境 他家里是做生意的 而且在全球 都能找到他们家的产业 虽然没说 在国内富豪榜上排名前几 但他们家的身价 是他们这辈子都望尘莫及的 就算是他们现在当了明星 甚至当了影帝 自己开始开公司赚钱了 那都不一定有蒋思涵家里 一个酒店一年的收入多 可能在面对如此直观的 金钱冲击力的时候 大家对他的包容度都提升了 不过 蒋思涵的家境 既然已经扒出来了 广大的网友 怎么能放过这个 添油加醋的机会呢 为什么一个富家千金 要去林峰那当演员 他拍其他的戏不好吗 你们有没有看到 蒋思涵看林峰的眼神 那叫一个喜欢 我严重怀疑 这个剧组的经费 是不是都是蒋思涵投资的啊 林峰 你能不能争点气 别让女人养你行不行 一个不到两小时的开机仪式 就在网上引起了如此大的风波 当邢小满看到网上的这些言论时 觉得心脏都疼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在网上发了一条消息 请大家停止你们的无端揣测 演员尽力演好角色 我们这些投资者 努力和他们配合 这才是大家想看到的 不 大家想看到的是八卦 林峰打开手机 也看到了这些消息 他压根就没仔细看 顺手滑了过去 他不会让这种没必要的东西 浪费他的时间的 倒是谭远 在网上看了一会儿新闻后 仿佛打开了新大陆一般 抱着手机 专心致志地 读着上面的内容 林峰好奇地问道 你这到底看什么呢 都在这看半天了 谭远欲言又止 看了林峰几眼之后 说道 我看到了 你和蒋思汗的同人文 林峰疑惑地问道 同人文是什么东西 谭远兴致勃勃地解释道 就是以你们俩的名义 杜撰出一个新的故事 华文迪笑着说道 是林峰和蒋思汗两人 缠绵翡测的爱情故事吗 但却被突然跳出来的 行销满打断了 停停停 你们怎么能公然地 在办公室讲这种东西呢 不可以 我不同意 谭远和华文迪 像看精神病一样地看着他 心里在想 这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怕不是疯了 林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稍微有些不悦地 猝了一下眉 但随后就面无波澜了 他对于这种事情的态度 和面对自己黑料的态度 是一样的 嘴长在别人身上 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如果自己一直在被周围人影响 那他就没办法坚持自己 所以 他不拦着别人的想法 只不过 这一切和他无关 网上关于两人的讨论铺天盖地 不出意外 林雅珊也看到了 林雅珊突然萌生起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他试探性地给行小满发了一个消息 小满 你们目前的拍摄 还算顺利吗 他发过去之后 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今天刚开机 能拍什么呀 当他想撤回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行小满已经火速秒回他 珊珊姐 您放心 这里一切都稳定 林雅珊有些尴尬 他发了一个表情包 来掩饰自己的在意 行小满又快速地回复了一句 珊珊姐 那个女演员 没什么特别的举动 她就是林峰哥的粉丝 林雅珊握着手机的手 犹豫了一下 她觉得自己现在回也不是 不回也不是 显得自己好像特别在意的样子 她只能回复了一句 好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那边的进展 行小满突然想到了什么 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珊珊姐 你最近在拍戏吗 林雅珊回复道 没有 上一部戏已经拍完了 最近接了一个剧本的女三号 目前还在研究剧本 行小满的眼睛 在眼眶里转了一圈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她把林峰 华文迪 谭远交到一起 说道 咱们现在那个很关键的角色 你们对于演员的选择 不是还不太满意吗 说到不太满意的角色 几个人顿时想到一块去了 虽然大家都没说 但心里面对这个演员 还是有芥蒂的 可是没办法 挫子里把大哥从世系的演员里来看 他演的算是最好的 但还是没演出秦小莲的气质出来 感觉放不开 对角色的权势不到位 可他们不能因为一个角色 拖着整个剧组的进度 但这个秦小莲 始终是大家心里的一个疙瘩 行小满笑着说道 我有个演员可以推荐 第119章 林峰林雅珊一起拍戏 几个人同时看向他 行小满故意卖了个关子 惹得谭远着急的踢了他一脚 到底谁啊 你能不能快点说 行小满这才慢悠悠的说道 林 雅 珊 几个人醍醐灌顶 对啊 怎么把他给忘了 林雅珊无论是演技 外表还是气质 都无比的贴合秦小莲的角色 林峰三人对视了一眼 突然觉得自己这些天 好像白忙活了 他问了一句 雅珊最近拍戏也挺忙的大 哪有时间来拍 咱们这部戏啊 行小满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这件事 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交给我了 随后 行小满就一脸窃喜的拿着手机跑到了隔壁的房间 虽然没有门 隔音效果也不是很好 行小满急忙拨通了林雅珊的电话 林雅珊看着行小满的电话 满脑子想的都是 是我是我刚刚表现的太明显了 他不会真的觉得 我特别在意林峰吧 林雅珊的内心宛如一团乱麻 他知道自己喜欢林峰不假 像他这么优秀的人 不喜欢反倒奇怪 但他不想让林峰知道 自己正在暗恋他 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一直在林峰面前树立一个高冷自立的形象 两人应该是并驾齐驱的 是在各自领域都取得成就之后才会水到渠成的走到一起 林雅珊的希望是 他们在众人眼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想的越多 顾虑就越多 一通电话的待机时间就这样硬生生被他消耗完了 行小满狐疑的看着手机 去忙了 怎么没接电话呢 行小满又急忙拨了第二通电话 林雅珊手忙脚乱的接通 怎么了 小满 行小满尝了一口气 珊珊姐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刚刚不是问你最近有没有安排吗 我想着 刚好我们这个半调子剧组还缺一个关键的角色 想着您要是有时间的话 要不 林雅珊这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原来是说这件事啊 他还以为是 林雅珊没有被他的话冲昏头脑 而是理性思考了一下自己的行程 问道 你们这部电影的拍摄周期是多久 行小满翻了一下日程表 正常情况下 我们预计拍摄一个月 但你饰演的那个角色 只有一周的戏份 只有一周 那时间很宽裕啊 林雅珊说道 行 但你们给我点时间 我和我剧组这边的人说一下 其实林雅珊和剧组打招呼也没问题 对于演员这一行 永远都是有名气的 有话语权 你看那些一线的演员 哪个不是让剧组跟着他们的节奏走 他们都是一部戏 接着一部戏 中间还穿插着各种综艺节目 整个节目组的时间都跟着他们的时间走 所以 像三线之后的小明星 就只能被迫地调整时间 林雅珊和自己的剧组说了这件事之后 才回复了邢小满 小满 我有时间去演秦晓莲 在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几个人顿时觉得 这部电影更完美了 但美中不足的是 原本他们找的常威这个角色的演员 是为了匹配原来饰演秦晓莲这个角色的演员的 虽然他们俩的演技都一般 但是放在一起 也没有太大的违和感 但现在 秦晓莲的演员换成了林雅珊 那饰演常威的演员 很明显接不住戏 可他们都已经和演员签好合同了 电影也已经开拍了 哪还有临时换两个演员的道理啊 邢小满说道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几个人看着他 邢小满说道 我觉得 咱们可以给他们安排两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但我会和他们讲清楚这事情的缘由 如果他们决定还要留在剧组的话 那就演其他角色 如果他们不同意换演员的话 那就赔款 区区赔款 邢小满可不放在眼里 其实是 这个演员本来的戏份就不多 片酬不贵 赔偿金额是片酬的三倍 看起来十几万块钱有点多 实际上 邢小满觉得 换了两个演员 起码能给他们换来百万的收益 这两个演员衡量了一下 其中那个女性角色 还是留在了剧组 片酬还是一样的 只是戏份少了很多 但那个原本饰演常威的演员 却直接让邢小满给他赔偿 邢小满说道 赔偿是没问题的 但咱们必须签订一个协议 万一你收了我的钱 又出去造谣我 那我这不亏大了吗 男人说道 那倒不至于 只要钱给多了 什么不能摆平 邢小满听到这句话之后 眼睛不自觉地眯了起来 这种人 就是典型地见钱眼开 在他面前 没有任何信誉可言 只有钱才是王道 邢小满不想和他浪费时间 在签订了协议之后 就让他离开了 片场外 有一群潜伏在这里的记者和粉丝 他们看到有人出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围了上去 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 您好 请问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你是准备离开剧组了吗 是和林峰有矛盾吗 剧组不合这个传闻 是真的还是假的 林峰到底是不是被包养了 各种八卦问题层出不穷 男人一脸无奈 你们别问我了行不行 我就是去买点东西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毕竟刚收了邢小满的钱嘛 该有的职业操守 还是有的 但在他慌乱之中 感觉好像是有人动了他的口袋一下 可挤他的人太多了 他转眼就忘了 直到回了自己家之后 他一掏口袋才发现 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张纸和一个名片 名片上写着 陈海音乐特级助理 李耀 下面附赠了一张手写的字条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给你50W的价格 男人看到那50W的数字后 眼睛都瞪大了 不是吧 这么有钱的吗 直接就是50W啊 他反反复复的看着手上的这个名片 他用微信搜了一下 可惜这个号码 没有绑定用户 这会不会是骗子呢 第120章 最卑鄙的当属李耀 他转念一想 不对啊 我有什么可骗的 我身上就这么点钱 刚到这个剧组 也还不到一天的时间 这个人为什么给我塞名片 他又仔细地看了一眼 这个公司的名字 陈海音乐 这名字怎么似曾相识呢 之前在哪听过 突然间 他想起来 之前和这个名字 绑定在一起的 一直是林峰 林峰是陈海音乐的天才 前段时间 林峰和钱东佳解约 自己白手起家开公司的事情 他也是有所耳闻的 男人突然笑了一下 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地 把玩住手里的名片 没想到啊 我的贵人竟然是林峰 如果不是林峰 他根本没机会 因为角色先是发一笔财 现在 又因为有人要挖信息 他又发一笔财 行啊 最近也不算是一事无成吗 起码 钱是到手了 男人不假思索地 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 对方很快就接通了 谨慎地问道 请问你是 男人翘着二郎腿 悠哉悠哉地说道 我是从林峰剧组出来的 那个男的 李耀听到这句话 缓缓停下了 自己打字的手 说道 哦 那你对于我的提议 考虑得怎么样了 男人说道 我和林峰那边 签订了保密协议 所以我这就算是有料 我也不敢直接和您说啊 您说 万一他追责呢 李耀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要李耀来承担责任 包括给风领娱乐的赔偿 李耀说道 这个没问题 还有其他的吗 男人说道 你说的50W太少了 我要80W 他原本还以为 李耀会和他讨价还价 可没想到 对方轻轻松松地答应了 可以 在听到这么爽快的回答之后 男人顿时后悔了 自己怎么不多要一点呢 直接说 一百万不行吗 他还说了一些 保护他自身安全的内容 李耀都答应了 李耀只说了一句话 你提的这些 要求我都答应你 但你给我的东西 如果不符合这个价值 那你觉得 咱们还有谈下去的必要吗 男人明白 李耀这是在暗示他 他说道 这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随后 他把林峰从他手里 撬走角色这件事 说得一份填音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角色 牺牲了多少吗 我还写了一万字的人物小传呢 结果呢 他突然心血来潮地说 要自己演戏了 他喋喋不休的内容 李耀一句也没听进去 但他知道一点 林峰不是一个会因为心血来潮 就突然做出某项决定的人 虽然他这个人很随性 但这都是建立在 他自己原则的情况下 所以 李耀想不明白 他不知道 剧组到底为什么要换人 他问道 除了你以外 剧组还有其他的演员 更换了角色吗 男人思考了一下 说道 还真有一个 是一个女的 戏份不是很多 但很亮眼 李耀开始琢磨 这个女人 一定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不然 林峰不会为了他开绿灯 当李耀打完这通电话之后 他笑着说道谢谢 合作愉快 男人突然慌了 喂 你什么意思啊 咱们不是说好了 谈合作吗 李耀却冷冰冰地说道 什么合作 一没合同 二没协议 你在说什么 男人傻眼了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被坑了 他一时语色 你咪咪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明亮 李耀却说道 明明什么 把信息透露给我吗 我也没让你在电话里 就把信息全都告诉我吧 这些是你自己主动说的吧 男人愣住了 他被李耀的思路 彻底绕进去了 这难不成还是他的错 其实就是他的防范意识太弱了 他低估了那些老油条的狡猾 尤其是像李耀这种人 说一句话都长八个心眼 恨不能从你的每句话中 都找到信息 男人目瞪口呆 那你怎么能把这些东西都发出去 你这样会坑了我的 李耀却丝毫不在意地说道 这些是你要解决的事情 因为就算是追责 林峰要找的也是你 随后 李耀挂断了电话 他无奈地摇摇头 怎么现在还有这种傻子呢 这不是让自己 白白捡了的大便宜吗 但更让李耀好奇的是 幻境剧组的女演员到底是谁 李耀甚至已经想好了 不管这个人是谁 到底演过什么戏 自己一定要给他编点黑掉出来 他在剧组周围不眠不休的蹲点 终于被他找到了 他喃喃自语 是林亚珊 在李耀还在当林峰经纪人的时候 他知道 他们俩应该只是关系好的异性朋友 他还不止一次 在网上为他们俩澄清过 但是现在 他就要当那个 毁了这两个人的恶人 就算是他们俩真的没事 自己也要写出点事来 他添油加醋地写了一点角色背景 又说 这两个人在剧中是有感情瓜葛的 林峰是要力捧林亚珊无疑了 只要是亮眼的角色 就都给他留着 之前林亚珊没过来拍戏 很可能是因为 和其他剧组的时间协调不开 当林亚珊那边有空之后 林峰就马上开出了两个 已经订好的演员 自己和林亚珊顶上 按理来讲 这个剧组是林峰自己投资的 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但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 所以 他自己和林亚珊拍戏的这件事 成了无数人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 邢小满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丝毫不意外 在他和男演员谈话的时候 就知道 肯定会有这么一天 行小满边收拾桌子上的盒饭 边说道 那我就安排起诉吧 估计他早就找到靠山了 起码这个对咱们没什么损失 还能原封不动地把钱要回来 但林峰想的却是 不会又有人因为这件事 去骚扰雅珊吧 林峰关心林亚珊了 我就说嘛 他们俩的关系绝对不一般 行小满的CP之魂 突然崛起了他 马上说道 哥 哪个当红演员没被骂过啊 珊珊姐 真不像你想的那么脆弱 第121章 靖祖受到问候 林亚珊也没想到 自己去凌峰剧组的第一天 就收到了如此大的问候 网友们铺天盖地的评论 把他杀了得措手不及 他狐疑地问道 我拍的戏而已 这又是挡了谁的路了 行小满急忙和他解释 珊珊姐 你别放在心上 你有实力又符合角色 是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 林亚珊现在已经可以做到 不被其他的声音左右了 他小声说道 只要没有人冲我扔乱菜叶就行 随后 他猝眉看向行小满 行小满尴尬地挠了挠头 说道 我这不是想着 这样显得咱们关系亲近一点吗 我总不能一口一个林小姐吧 林亚珊脑海中 似乎想象到了这个画面 毛骨悚然地打了个冷战 他说道 行吧 当天晚上 林峰他们几个主创人员 就把林亚珊叫到会议室 摆了好几桌的火锅 林峰他们几人一桌 傅润中和蒋思汗几人一桌 林峰有些兴奋地说道 咱们这个团队终于聚集到一起了 我很感谢大家 不不不 是我们要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们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 说完这句话 他突然意识到 好像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人物 傅润中用余光看了一眼 坐在他对面的蒋思汗 有的尴尬地说道 当然也不是 毕竟咱们剧组还是有 能轻轻松松买下一整个演出基地的能人的 蒋思汗看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自己身上 有些不自然地 轻轻捶了傅润中一拳 有些羞涩地说道 不是的不是的 我可不乱花钱 听了他的话 还顺着大家的话走 看来他真的认真地思考了这件事的可行性 这是蒋思汗第一次看到林雅珊本人 他内心的想法就是 林雅珊可真漂亮 是那种不失粉黛 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美人 举手投足间都是优雅之性 他的性格很好 开得起玩笑 也没有偶像包袱 会因为行销满讲的一个笑话 就开怀大笑 偶尔也会因为不爱吃的菜 厌恶地皱起了眉头 他感觉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甚至觉得 自己不应该根据网上的言论 提前对一个人戴上滤镜 行小满好几次抬头 都看到蒋思汗在偷看林雅珊 他急忙放下夹菜的筷子 内心惆怅道 坏了 他该不会已经把林雅珊 当成自己的情敌了吧 这可不行啊 官方CP可不能拆 他端着酒杯 小心翼翼地挪到了蒋思汗的身边 蒋思汗正夹着一根香菜 在麻枝碟里涮来涮去 眼睛却自始至终 都在林雅珊身上停留 行小满忍着笑意问道 你爱吃香菜呀 我们那桌还有一盘呢 蒋思汗这才低头 看了一眼自己的碗 厌恶地把香菜扔到一旁 他有些犹豫地 看着自己面前的麻枝 似乎在纠结 到底要不要把这个 沾了香菜的麻枝倒掉 行小满小声地问道 我看你一晚上都信不在焉的 到底想什么呢 蒋思汗纠结了一下 但似乎还是下定决心了一般 说道 行老板 你悄悄地告诉我 他们俩是不是一对 行小满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在轻声合唱的 林峰和林雅珊 问道 你希望是哪种 蒋思汗放下筷子 椅在椅子上 我也不知道 感觉在一起也挺好的 赏心悦目 要是不在一起的话 还是有点可惜 行小满一听这话 不对劲啊 他不是女友粉吗 行小满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你喜欢林峰什么呀 蒋思汗开始认真的 思考起这个问题来了 有才华 歌唱得好听 又很正义 感觉完美无瑕 行小满问道 就没了 对方点了点头 对啊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 能发财的气质 而且他人品很好 虽然蒋思汗 根本没见过林峰几面 但这丝毫不影响 他对林峰的信任 蒋思汗又狡黠地说道 而且 你以为我是白白 给你们赞助吗 行小满有些好奇 难不成林峰 和他签了什么合同 还是自己不知情的那种 蒋思汗一脸得意地说道 很简单 你们这部电影 肯定会爆火 只要你们火了 我自然就会有热度 到时候 咱们住过的酒店 还有那些 我即将赞助的产品 都会是未来的热销 行小满愣住了 他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一脸单纯 人畜无害的大学生 在经商方面的头脑 竟然如此灵活 让行小满不得不佩服 同时 也改变了对蒋思汗的看法 他甚至觉得 蒋思汗将来也绝对是个大人物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还是问了一句 那你接下来准备赞助什么 在这样的氛围下 酒品芝麻官 剧组也正式开始拍摄了 在拍摄第一场戏的时候 林峰就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只要是林峰演的情节 基本上就是一遍过 一开始 林峰还以为是华导 为了顾及他的面子 毕竟他可是剧组最大的投资 林峰甚至还问了华导 华导 你别对其他人严格对我松散啊 别因为我是制片人 就优待我 直到有一次 和林峰一起演对手戏的某个小演员 连续说错了四遍台词 害得林峰这场戏 直接拍了四遍 他这才意识到 可能自己在演戏方面 还是有点天赋的 林峰饰演的是 常威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的打戏很多 起初导演就和林峰说过 你这个角色的打戏太多了 你之前根本没接触过武术 根本拍不出这种效果 他又怕自己说得太直白了 有些委婉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 咱们可以找一个替身 为了让这部戏的效果更好吗 这也能理解 可林峰却直接拒绝了 我觉得 我自己能胜任 林峰开始在闲暇之余 去找武术指导加练 第122章 竟然考了武术指导证 一开始 华文迪还以为林峰只是说说而已 可后来才发现 林峰除了和他研究剧本 就是在研究演戏 他现在有点相信 当初蒋思涵说的那句话了 只要林峰说的是 他就一定能做到 他现在要做一个演员 就算是一个戏份不多的小角色 甚至连男三都够不上 但他还是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来 华文迪甚至安慰自己 就算最后效果不好也认了吧 大不了武打镜头少放一点 但一定要把林峰的高光片段剪进去 因为这个剧情 是按照先后顺序来拍的 前期林峰饰演的这个角色 不需要武功 所以林峰饰演起来轻轻松松 中间有一段时间 常威基本上没怎么出现过 大概十几天的时间 大家看到林峰的机会少之又少 剧组原本只请了一个武术指导 可后来这个武术指导 几乎成了林峰的私教了 行小满心想 毕竟林峰是老板嘛 就顺着他的心情走 哄老板玩嘛 所以剧组无奈之下 又找了第二个武术指导 他们看林峰每天早出晚归的 还以为他只是一时间的心血来潮 甚至中间林峰有一天的时间还出门了 谁都不知道他干嘛去了 直到在怕林峰那场精彩的打戏之前 行小满还专门请来一个打戏提升 可当林峰穿着常威的衣服 出来的一瞬间 他们觉得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 他走路的时候 甚至还带着风 整个人的气质大变 甚至武术指导走在林峰身后 看起来都像是给他端茶倒水的助理 我的天啊 哥 你这两天到底经历了什么 林峰说道 没什么 拍戏吧 武术指导看了一眼剧本 和林峰说了几句话之后 林峰直接点了点头 甚至都没用武术指导给他演示一次 导演狐疑地看向他 你这是什么情况 林峰 我知道你最近可能是在武术方面入门了 但也不至于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林峰小跑了两步 直接一个单手后空翻 一群人直接傻眼了 行小满目瞪口呆地问谭远 林峰大哥之前也这个水平吗 谭远的头摇得像个波浪鼓一样 没有啊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 行小满更震惊了 难道说 这真是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己学的 这怎么可能呢 林峰就算是天选之子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步这么快吧 华文迪也梦了 这是什么场面啊 他也没见过呀 他本来都已经做好 要给林峰用替身的准备了 结果林峰给他们亮了一个大招 导演反复看着摄像机里面的画面 内心无比震撼 林峰的实力可以啊 而且林峰的镜头感很好 肢体的力量感很强 林峰 你真是深藏不露啊 打戏这部分 你都可以自己上了 林峰踩着凳子向前一跳 一只手轻轻松松地挂在了防梁上 紧接着 他腰腹部用力 让整个腿跟着一起挂在了防梁上 就在这时 林峰竟然松开了两只手 把支点全部放在了脚尖上 可这个动作却把大家吓坏了 我的天啊 林峰不要命了 这也太刺激了 我真的好害怕 他直接掉下来摔到头啊 好牛啊 我怎么觉得林峰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呢 对不起 虽然我知道他是个坏人 但他好帅 我好爱啊 群演的行为就直接验证了一句话 三观跟着五观跑 但华文迪顿时来了兴致 说道 林峰 你做两个其他动作 华文迪发现 林峰这几天不亚于脱胎换骨了 他出拳甚至带着疯 和林峰搭戏的演员 之前倒是学过一阵武术 但他毕竟不是专业的打心 他原本以为自己装模作样的 拍了这一段就行了 毕竟两个不太擅长武术的人 拍出来的效果 肯定是挑他们俩的高光片段来剪辑 他原本的算盘 打得霹雳啪啦直响 可林峰现在早已不是之前那个他了 整个人透露着一股 随时能把他按在地上摩擦的感觉 他情不自禁地开始害怕 有一场原本应该是两人对打的戏 结果 对方被林峰的动作下的 根本不敢抬手 就在林峰的拳头 差一点点就砸在对方身上的时候 林峰一个紧急收手 才避免了这个事故 男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 林峰给自己的私人武术指导 递了个眼神 对方马上过来给对手戏演员指导动作 趁着休息的功夫 所有人把林峰团团围住 林峰 你最近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你的任督二脉被打通了 你自学成才吗 你的核心力量是怎么做到的 林峰 你现在是什么水平 我觉得已经和咱们武术指导差不多了 一旁的武术指导 给男演员指导完最后一个动作 刚好听到他们聊天 一脸无奈地笑道 他的水平啊 就是要抢我饭碗的水平 但是大家还不明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稍微反映了几秒钟 一群人恍然大悟 我靠 林峰 你现在的水平 已经和武术指导差不多了吗 不是 同级别的人 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把你交出图啊 正当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的时候 林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本子 直接扔到了桌子上 大家狐疑地看了一眼本子 随后震惊地说道 我的天啊 你这个 你这个是武术指导资格证书认定本 大家打开本子 第一页上赫然写着林峰的名字 这下大家彻底傻眼了 林老师 你前两天外出的那一天 不会就是去考试了吧 我的妈爷 正常考试的周期不是很长吗 你的这个怎么这么快 一旁的武术指导有些羡慕地说道 每年都会有特级武术指导 他是由最权权威的人员直接选拔 出结果的时间要更快一点 大家看向林峰的眼光 仿佛是在看一个怪物 第123章拍摄结束 天下没有不散演习 这真是一个疯子 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怎么能把这种事说得那么轻松 你让其他的武术替身怎么活 人家现在吃的就是这口饭 每天做梦都想着 要靠考试提高身价 你倒是轻轻松松 就把高级证书给拿下了 太受打击了 原本关于林峰打戏的这几个镜头 华文迪是预备出了三天的时间 可没想到 在林峰的带动何止倒下 那个和他一起拍摄对手戏的人 演戏也是突飞猛进 有两个镜头 他冲林峰挥舞的拳头 差一点点就砸到了林峰的额头上 可就在最后一秒的时候 林峰直接躲开了 但他的对手却下得腿都软了 这要是真打到了林峰的脸上 自己这条命还要不要了 这哪能赔得起啊 林峰却丝毫不在意 甚至还有些兴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刚刚的情绪很投入 表现得特别好 加油啊 男人受宠若惊 自己这是还得到林峰的夸奖了 林峰喝了两口水 走到了华文迪身边 复盘着自己刚刚的表现 刚刚这段打戏还行 可能在力量赶上我还是有点欠缺 华文迪瞪大眼睛看着林峰 这是对自己有多高的要求啊 明明在自己看来都这么完美了 林峰怎么还能找到不足呢 难道这就是为什么林峰能成名的原因 剧组的拍摄比他们想象中的更顺利 原本计划拍摄一个月 可到了最后才20天左右 就完成了所有的拍摄任务 接下来就到了后面的剪片子环节 林峰他们这个影片剪辑得很顺利 拍摄的脉络也很清晰 所以剪辑师基本上用了一个周左右的时间 就把所有的内容都整合好 当林峰他们看到成片的时候 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这就是他们废寝忘食打造出来的孩子 他们一步一步的看着这部影片成长 看着这个片子从一开始的不被其他人看好 到现在每天都有人在网上讨论 期待 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讲 每一部都走得太艰难 成片剪辑出来的第一天 华文迪把主创人员全部召集到了一起 用投影屏播放这部影片 虽然房间里只有十几个人 但每次都能听到观众的笑声 我拍的时候没觉得自己表演的这么好笑啊 哈哈 不行了 我要被蒋思汗刚刚那个白眼笑死了 小皇帝也很搞笑啊 就是那种写在脸上的搞笑 看第一遍的时候 一片欢声笑语 看到第二遍的时候 还是有嘻嘻啦啦的笑声 当看到第三遍的时候 现场变得安静了不少 但看到第五遍的时候 大家几乎已经笑不出来了 当你觉得 这个片子不单纯是一个搞笑片的情况下 你开始关注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就像是人物小传一样 是在用反讽的方法 来揭露某些事情 有些拍摄方面的问题 也就慢慢浮出水面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用凌峰冷笑的那个镜头 效果更好 刚好一个转身 可以看出他对人性的冷漠 我觉得这脸 这就是华文迪的目的 夸一个东西好 这个大家都会 但究竟用怎样的方式 去让一个东西更好 这才是一门技术 华文迪并没有听风救世语 而是让大家在这个房间里 整整看了十几遍 最后说道 我把大家提出的问题 都记录到了一起 我们会在讨论结束之后 进行酌情的更改 凌峰和邢小满 也走到屏幕前的位置说道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配合 目前我们的拍摄任务 已经完全结束了 如果影片审核顺利的话 可能在下个月就会上映 到时候 还要麻烦各位主演 帮我们进行一下宣传 邢小满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们个别人 有其他行程安排的话 我们也不会强行 让你们过来的 其他人听了邢小满的话 觉得更好笑了 傅润中说道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 让我完成了我的演员梦 我觉得我回去之后 又要继续扣脚了 没关系 不就是没有工作吗 他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之前已经好久不知道 什么是拍戏了 这次也挺好 算是让自己 过了一次演员的影 他甚至已经想好转行了 实在不行 自己就用仅有的积蓄 租一个小摊位 摆个小摊 赚点钱能养活的了 自己就行 傅润中看着蒋思涵 蒋大小剑 接下来什么安排 蒋思涵很讨厌 他叫自己大小剑 有些不悦地扫了他一眼 说道 没什么安排 我因为拍这个戏 被我爸骂了好几次 我估计要回家 安慰安慰他老人家 别真被我气出个什么毛病来 再看看其他人 好像都是这样 林峰的这部电影 就好像是他们人中的 难科一梦 拍过了 就等于自己人生中的高光 时刻结束了 自己也该回归现实了 那些不切实际的明星梦 也不能再做了傅润中叹了口气 能不遗憾吗 自己终点 甚至连某些人的起点都不到 林亚珊似乎看出了 大家情绪的低落 主动站出来暖场说道 没关系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以后咱们有机会 还会再聚的 在这种氛围下 蒋思涵差点就脱口出一句 你们去我家公司吧 但他知道 自己不能说 因为有些话说出口 就代表了肩负起了责任 自己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只能希望所有人 都能有更好的发展 把片子上 交去审核的这个过程 比想象中的漫长 直到蒙面唱将的正式邀约 已经发过来了 这边的影片审核 还是没有头绪 邢小满和华文迪一直研究 这影片究竟是卡在哪一步了 我觉得内容方面 都属于大家能接受的范畴啊 邢小满和林峰说道 哥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先去参加综艺 这两个月 网上关于你的评论太多了 你的粉丝每天换招法的 催你发专辑呢 你要是再不出专辑 咱们的官方账号 就要沦陷了 第124章 林峰用民谣参加综艺 林峰这两个月 基本上属于销声匿迹的状态 除了一些八卦记者 远远拍摄的几张 清晰度不高的图片以外 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 林峰到底在干嘛 是松禄国际的体育馆吗 我听说 那边是有一个 武术指导资格证的考试 不对啊 武术指导和林峰有什么关系 林峰去了 在网友们讨论了好几百条之后 终于有人发了一张 堪比马赛克的图片 这个人看起来确实是挺像林峰的 不过他的脸被挡得严严实实的 也可看不出什么呀 应该是林峰吧 你看他的双鞋 之前已经穿了好几次了 关键是 林峰去这干嘛 难不成是去挖人 据说林峰这部戏 有很多打戏的成分 可能林峰是过去招聘了吧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但当事人却在忙着给自己 做一个诡异的造型 所谓的蒙面唱将 就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带着一些很夸张的头饰 在不影响唱歌的情况下 进行舞台表演 林峰之前的风格是 只表演自己的歌 所以这一次 邢小满问他 林峰 如果你唱自己的歌 或者是原创歌曲 百分之百会被人听出来是你 林峰想着 这毕竟是一场综艺 自己也没必要那么坚持自己的原则 他说道 我也可以唱其他人的歌 但就一点 版权问题一定要问清楚 万一最后真的有版权纠纷的问题 那就得不偿失了 邢小满原本只是想着 问问自己几个在做音乐的朋友 你们那有没有小众一点的歌 有版权的 不一定要多出名 男人犹豫了一下说道 民谣行吗 民谣 林峰之前 确实是没唱过这种风格的歌 如果真的能在舞台上 让人眼前一亮 可能真的会起到不一样的效果 在他们的询问之下 最后找到了一首 京都 这是一首很典型的 带有创作者独特见解的诚实解读 这首歌在网上有热度 但是热度并没有高到什么程度 之前有人点评过这首歌 觉得这是一种无病声 赢 甚至有很多人在网上说 这首歌的作者就是典型的响火 但是还欠缺点火候 在众多的批评面前 夸赞倒是有些凤毛麟角了 所以当邢小满 把这首歌交给林峰的时候 他内心是忐忑不安的 他说道 哥 版权我确实是找了 但我觉得 这首歌的风格你没唱过 你可以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惊喜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 林峰直接冲他摆摆手 我自己听一下 邢小满捏手捏脚的关上了门 林峰一个人在房间里 静悄悄的听着音乐 好听 旋律和衔接做得非常棒 这首歌的作者 还是有点东西的 不管是作词还是作曲 应该都是佼佼者 但林峰不局限于 只演唱他的版本 而是主动联系了原作者 我能不能在你的作品上进行改编 您放心 版权费一分不少的给你 对方没想到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 竟然真的砸到了自己头上 他兴奋地说道 真的是我的歌吗 您真的要用我的歌吗 随便改 随便用 聊了好久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 那个林老师 您方不方便给我一张 你表演这场节目的票啊 林峰马上让邢小满联系节目组 给了原唱两张第一排的票 蒙面歌王 这个节目的设置很有意思 他并不是单纯地让歌手们来唱歌 那声音有变识度的歌手 岂不是马上就会被大家识别出来吗 他们有声音特效 这个特效会轻微地改变声线 不会改变得太多 不影响整首歌的观感 在演唱结束之后 参加舞台表演的首歌 都会用带有变声器的话筒进行交流 目的是让观众们猜出这个人是谁 当然 还有一些人 会根据这个表演者的穿着 来确定他的身份 所以 节目组为了避免这些bug的出现 会尽可能地降低这些 凭借外表来确定身份的情况出现 林峰给自己选了一个像玩偶一样的猫头 制作得相当华丽 工作人员为了迎合林峰的特效大头 专程给林峰设计了一个王子的披风 林峰一开始还以为 这种类型的综艺节目是有剧本的 虽说观众都以为他和其他裁判 嘉宾没见过面 但导演为了让节目播出的效果更好 还是会提前通知 避免到时候出现不好控场的情况 如果一直猜不出来嘉宾是谁 那对台上的人和台下的人来说 都很煎熬 可直到林峰上台之前 他都没见到和他沟通剧本的工作人员 他在休息室的电视上 看到了其他人在舞台上的表演效果 留意了一下评委席上的评委们 这些有几位是歌坛界的顶梁柱 他们曾经无数次代表下国去国外参加节目 甚至还赢得过很多奖项 还有几位是前几年爆火的歌手 也受邀参加过几次国际级别的活动 还有几个是国内的星星 最近一两年势头比较旺 唱歌水平一般 但是粉丝众多 人气比较高 让林峰比较欣慰的一点是 这档节目把每个人的身份摆得都很正 并没有只要当了评委 那就是高人一等 并不是不管这个人表演得好不好 我都要插上一嘴 都要点评两句用 那些觉得自己实力不太够的新人 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学习团 从每一位表演者身上学到知识 这才是他们需要的 其他的几位点评都很中肯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歌的领悟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解析 随后决定投票给谁 不会强行的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其他人 这一点很难得 可能也说明这档节目的格局很大 每一位参与者的境界都很高 突然 一旁的工作人员小跑着对林峰说道 老师 到您表演了 第125章 蒙面唱将 震惊四座 林峰和工作人员点了点 他发现自己隔着这个巨大的头盔说话 声线就已经改变了 我唱完歌是可以直接走 还是需要参加接下来的环节 工作人员说道 一般情况下 您录制好自己的环节之后就结束了 稍微晚一点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集体去舞台上的环节 林峰拿着话筒 听着编导的倒计时 舞台上的主持人声音激昂地说道 在我们欣赏完上一位歌手的作品之后 想必大家对接下来的作品会更好奇 让我们欢迎接下来这位歌手带来的作品 京都 这是林峰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其他人的作品 也是他最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民谣 林峰穿着一身诡异 但又充满黑暗风格的衣服 缓缓地走到舞台中间 在他的身后 有一群穿着白色裙子的小女孩 女孩的年龄不大 声音稚嫩 林峰走在他们中间 一群小女孩把林峰围在中间 轻轻哼唱着开始的童谣 台下的观众突然觉得 面前的一切有些梦幻 因为其他人的表演的 都是绚烂的灯光下 一个个刻骨铭心的爱情 可到了面前这个男人这儿 一切都变得好安静 好像在这一刹那 喧嚣的世界戛然而止 这里仿佛是纷扰世界中的另类时空 让我流下眼泪的 不止昨夜的酒 让我依依不舍的 林峰的声音很温柔 通过变声器轻微的调音 让林峰的声音充满了故事感 台下的人听着这首歌的歌词 脑海中想象的 却是自己多年前的过往 他们也曾经心怀梦想 也曾经在无依无靠的城市里 孤零零地走在街头 看着璀璨的霓虹灯下 却没有一个角落属于自己 想到了那个曾经陪自己 一起走过漫长岁月的女孩 但最后却还是分道扬镳 想到了多少次午夜梦回 那个陪自己一起骂老板的兄弟 可现在却被现实打倒 不得不成为 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当镜头拍到台下的观众时 每个人的眼眶都饱含热泪 这让他们回忆起了曾经的自己 曾经那个身披铠甲 无所畏惧的自己 可现在呢 被现实禁锢 畏手畏脚 林峰在唱完这首歌之后 自己拿着一把吉他 静静地拨弄着琴弦 他轻横着这首歌的曲调 整个人好像一幅画 在林峰表演结束之后 那树一直打在他身上的锥光 缓缓消失 这一切好像难科一梦 梦醒了 那个幻影也随之消失了 台下突然响起了 雷鸣般的掌声掌声 持续了将近十秒 正在看直播的网友 也在评论里哭得稀里哗啦的 这首歌太好听了 竟然是改编的 我听了原版 感觉少了点味道 但各有各的好 我太好奇这个人是谁了 官方为什么要今天晚上 才把没有变声的版本放出来 我今天听什么 这是当红的歌手吗 如果是新人歌手的话 那咱们娱乐圈 又要多一个爆火的人了 正当网友们 七嘴八舌的讨论时 主持人悄然出现 主持人的眼睛也有些泛红 他说道 这首歌真是梦境里的乌托邦啊 好听 好震撼 我很感谢这首歌 让我回忆起了很多过去的美好 也让我想象到了 我这一路的拼搏 蒙面唱将的主持人 是个很有名气的主持人 他经验丰富 而且很有文化抵御 他今天突然说出这番话 让大家感受到他的真诚 主持人看着其他的评委 不知道诸位听完这首歌之后 是什么反应啊 最先说话的 是一个叫陶婉晨的老前辈 他一直盯着林峰看 最后说了一句 你应该是最近一年出道的吧 全场都震惊了 怎么可能呢 出道时间这么短 竟然对舞台的把控能力这么强 最近一年之内出道的 有人有这么强的实力吗 好像真的有 林峰不就是一个奇葩吗 难不成是林峰 不可能 怎么可能是林峰呢 他最近不是忙着转行吗 网友们讨论了几万条消息 愣是没猜出来到底是谁 有人倒是想过 这个人会不会是林峰 林峰就是最近一年出道的 而且林峰的实力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马上个就有一群人出来反驳 林峰之前根本没唱过这种风格的歌 你们有没有发现 林峰之前从来不唱其他人的歌 他可是原创歌手啊 就是啊 而且林峰之前的作品 都有很强的个人风格 这个看起来应该不是林峰的吧 台上的林峰 听了陶婉晨的话 点了点头 网友们更震惊了 几乎在讨论区里 把整个娱乐圈 最近一年出道的歌手 说了一个遍 就算是对号入座 也总能碰上一两个吧 台上的评委也一头雾水 完全没有思路啊 最近一年出现的歌手 能叫得上名字的 也就那么几个 现在张嘴就能说得出来的 也就是林峰了 其中一个人狐疑地说道 难不成你是林峰 这次林峰还没说话 他身边的主持人说道 你这是没有中间的猜测过程 直接到最后一步了 你的依据呢 年轻的小伙子 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就是瞎猜的 感觉最近一年比较火的 也就是林峰了 主持人转过头询问林峰 你有没有提示给大家 林峰攥着话筒 说道 我不只是一个歌手 啊 这个人难道还是个演员 最近一年出道的 又当演员 又当歌手的 屈指可数啊 不过有的歌手之前 也演过一些 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他们不知道 也很正常 人家只是说 自己不是一个歌手 有没有可能还是其他身份呢 老板 兼职开咖啡店 兼职写文章 兼职 这个人好像说了什么信息 好像又没说 其中一个人询问了一句 你上一首作品的播放量是多少 这个问题回答完 不就等于直接说了答案吗 第126章 猜人环节这么快就结束了 好在陶婉晨为人处事比较圆滑 他知道 可能面前这位歌手 他上一首单曲的播放量 万一不高呢 那这个片段播放出去 对方的脸往哪摆 果然 凌峰举起话筒的手 犹豫了一下 在陶婉晨看来 就是更坚定了内心的想法 这个人有名气 但是名气绝对不高 但事实上 凌峰之所以犹豫 完全是因为他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播放量 到底是多少 他也不关注自己发布出去的歌 还有多少人在听 有多少人评论 他的关注点 永远是在下一首即将发布的作品上 就在凌峰准备举起话筒 说自己不知道的时候 被陶婉晨的下一个问题 给制止住了 你的作品是改编的 你之前唱过这种风格的作品吗 凌峰摇摇头 之前没有 我以前的作品风格 是什么都唱 我对自己 还有自己的作品 没有框架 更没有限制 这个人的说话方式 还有他说的这些内容 总让人觉得 好像就是凌峰 其他几个年龄资历 比较小的评委 几个人窃窃私欲 这个人该不会真的是凌峰吧 我觉得好像就是凌峰啊 我对他的调调太熟悉了 要不赌一次吧 我觉得是凌峰 每个人有一次猜名字的机会 一旦你猜错了 接下来的环节 你就没有资格参与了 这个节目的环节 设置得很好玩 每个人的手边 都有一个红灯 你一旦猜错了名字 你的红灯就会熄灭 同时 你的话筒也没有了声音 尤其是像这些新人评委 他们也是最近几年 才在娱乐圈展露头角的 他们珍惜 每一次上台的机会 尤其是这档全民节目 他们不得不说的每一句话 都格外谨慎 所以 当他们说出凌峰的名字时 内心是既期待 又忐忑的 当这个名字出现两次时 凌峰就不可能闭口不谈了 全场的所有目光 都汇聚在他身上 凌峰拿着话筒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就结束了 我还以为要很久呢 说完 凌峰打开了头套的开关 在主持人的协助下 摘下了头套 他被关在这个头套下 热得满脸都是汗 他说道 谢谢你们让我解放了 这里面真的太闷了 当看到凌峰的时候 全场都沸腾了 你永远可以相信 凌峰的实力 我的天啊 竟然真的是凌峰 我疯了 凌峰怎么会来参加这档节目啊 看这些评委的表情 他们怎么比 咱们还震惊 他们之前也不知道 凌峰要过来吗 有一个年轻的评委 激动得语无伦次 我我我 我太激动了 没想到 这竟然真的是凌峰 凌峰老师 我是你的粉丝 凌峰点头说道 谢谢你的喜欢 年轻的评委 眼睛放着光 盯着凌峰的眼睛 连眨都不眨一下 凌峰老师 您一会儿能给我签个名吗 他一旁的评委 小声地咳嗽了一下 压低声音说道 注意点 这是在直播呢 年轻的评委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表现得太夸张了 他害羞的耳朵红红的 说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凌峰觉得这个年轻人挺可爱的 虽然他们年龄应该差不多 他说道 等一会儿 去了后台 咱们再聊 年轻的评委听到这话之后 疯狂点头 太好了 这不就是典型的追星成功了吗 台下的原唱 也冲凌峰挥了挥手 凌峰看了一眼主持人 问了一句 我能邀请一位朋友上台吗 主持人心想 这个环节之前也没说啊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啊 算了 每次凌峰出现 都充满惊喜 主持人说道 可以啊 是有什么人和你一起来的吗 凌峰看向原唱 说道 我想邀请小原上台 一时间 所有人都看向了原唱的方向 原唱一脸震惊地指了指自己 让我上台吗 凌峰点了点头 小原受宠若惊 他今天根本没打扮 穿了一身松松垮垮的衣服 也没化妆 站在舞台上 看起来脸色暗沉了不少 凌峰说道 这位就是京都的原唱歌手 我这次的版本稍微改良了一下 还没询问小原的意见 这是小原第一次来到如此庞大的舞台上 他声音有些紧绷 我 我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能让凌峰选中我的歌 凌峰真诚地说道 是因为你的原唱很好 所以改编才有这么好的效果 以后有机会咱们再一起合作 凌峰是一个很讲道义的人 知恩图报 小原是个有能力的人 只可惜一直时运不济 凌峰欣赏小原的才华 如果能因为自己的原因 帮到他一二 那自己也愿意当他的垫脚石 但是现场的网友们 却彻彻底底的疯了 我的天啊 我觉得凌峰每次都像是在做慈善一样 你们有没有发现 凌峰的性格特别好 只要是帮助过他的人 凌峰都会一直记着对方的好 就像梁月杰 我真想和凌峰交个朋友 想知道和这种人做朋友 是什么感觉 主持人看向一旁的评委 想问的吗 其实这个环节设置的 已经完全本末倒置了 正常情况下 每一位歌手演唱完毕之后 评委询问猜测的环节 大概是十分钟 可到了凌峰这儿 基本上用了一分钟就结束了 没办法 只能利用这个时间 进行一个简单的采访了 主持人说完这句话之后 想到了一个自己好奇的点 陶老师 您是怎么猜到 凌峰是今年出道的呢 陶婉晨说道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是去年以前出道的歌手 他们的歌我基本上都听过 我靠 这真的假的 每年出道的歌手有几百位 他们的歌一年 加起来都有上千首了 他怎么能做到都听过呢 是不是太夸张了点 陶婉晨解释道 我说的都听过 并不是指一首不落地听 我会听一两首 找到他们的风格 第127章 我觉得凌峰唱的没有亮点 就算是每个人的歌 只听两三首 这也很厉害了 更何况 整个娱乐圈人才被出 能通过一两首歌 就记住一个人 也不是什么容易事 但凌峰想的却是 这个人不愧是老前辈 果然记忆力惊人 陶婉晨看着凌峰 询问道 你为什么选择 用这种方式 改变这首歌 你的灵感来自于什么 凌峰说道 和很多人一样 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想到了我的过去 想到了我每天奋斗的日子 不管这个城市 在别人看来是怎样的 但对我来说 它就是温暖的 充满人情味的 凌峰顺手拉着舞台上的道具 一把椅子说道 我喜欢这首歌带给我的温度 我希望用这份宁静 让大家回忆起曾经的自己 很显然 凌峰的愿望成功了 所有人都被凌峰带回了过去 其中一个评委问道 我很好奇 你之前一直是唱自己原创歌曲的 今天为什么会演唱别人的歌呢 凌峰笑着说道 很简单 这毕竟是一个猜歌手的综艺 我唱其他人的歌 还能起到一定的迷惑作用 台下的观众听到这话 简直要笑出了声 凌峰真的好单纯啊 他这是在自欺欺人吗 凌峰是不是觉得 他把自己骗到了 就是骗到了所有人啊 关键是 他这个曲风一出来 我就觉得这个 应该是个相当有经验的歌手 很容易就能想到他 台下的观众 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没有变声的版本 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我今天晚上 到底要听什么入水 但是其中一个评委 曾经和曾辉毅有些渊源 应该说 在他名气还不高的时候 曾辉毅曾经给他介绍过资源 或者说 曾辉毅就是他的伯乐 如果没有曾辉毅 就没有现在的他 虽然这么多年 他们俩的联系不多 他也听说了不少 关于曾辉毅的负面新闻 但在他心里 曾辉毅永远都是那个曾经 给他雪中送炭的伯乐 自从曾辉毅初始开始 他对林峰的印象 就一直很一般 今天终于找到机会 他一定要狠狠地羞辱林峰一番 他看着林峰 说道 但我觉得 你并没有唱出这首歌的亮点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他 因为这位评委 平时给人的印象 就是相当专业 一位认真负责的导师 评委的形象 所以 当他点评林峰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反应是 应该不能吧 我觉得林峰的作品挺好的呀 亮点 我觉得林峰的每一句 都是亮点啊 或许是台下的质疑声太大 就连评委习的很多人 也狐疑地看向他 不过只有林峰 从始至终都是面无表情 看似是在虚心 听取他人的意见 但事实上 林峰的思路 已经神由天外了 主持人有些尴尬地 看了林峰一眼 发现林峰没什么反应 他急忙找台阶说道 可能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对于林峰来说 可能这样的表演 就是最好的 但是那位找茬的评委 依旧是咄咄逼人 你这首歌其实分为有很大的加成作用 孩子的童谣 会营造一种虚无缥缈的梦幻感 因为孩童天生就有一种亲和力 所以你这首歌表演得很讨巧 观众都觉得这个评委 今天说的话有些莫名其妙 等等 我怎么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是不是有点针对林峰了 大家搞清楚一点 能参加这档节目嘉宾 都是比较有名气的 他们不是普通的路人海选 根本用不上什么所谓的点评啊 就是啊 这个评委团 其实召集他们过来的意义 也就是希望他们 能用自己扎实的知识 去给观众讲解 这位歌手表演的为什么好 究竟好在哪里 他们是用来辅助观众理解歌手的呀 怎么今天某位评委突然抽风了 林峰这会儿才慢慢回过神来 说道 那您的意思是 评委看着他 你方不方便清唱一段 让我们听听你清唱的版本 其实很多歌手都是靠音乐加持 因为如果音响的声音足够大 就会掩盖掉一些唱功方面的瑕疵 但这种情况 在清唱的时候 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林峰二话不说 举起话筒就是一句 让我流下眼泪的 风格完全没变 林峰有一种能力 就是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只要他一开口 就能把所有人的专注力 牢牢地抓住 让所有人进入他营造的氛围 我的天啊 我脊皮疙瘩起来了 林峰这个嗓子 就是天生 适合唱民谣的吧 林峰有毒吧 他之前唱摇滚的时候 我觉得他 天生就是玩摇滚的 现在我又觉得他 天生就是唱民谣的 一个人的嗓音 有这么多适配性吗 那他也太强了吧 林峰只唱了几句 在大家都意犹未尽的时候 戛然而止 林峰平静地看向 刚刚挑刺的评委 但他这种眼神 在对方看来 简直就是挑衅 这个评委很聪明 他知道 正面和林峰硬刚 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毕竟林峰这个人 他的热度很高 粉丝基础也很好 如果强行和林峰计较 很有可能会惹祸上身 他只能点了点头 说道 唱得不错 希望下次 听到你更有意思的作品 林峰没说话 只是轻微地 冲他鞠了一躬 林峰倒是第一时间 就感受到了对方的敌意 但林峰向来秉承着 兵来降荡 水来土眼的思想 没把对方放在心上 可没想到 今天的表演结束之后 对方竟然直接 找到了他的休息室 林峰在休息室 正卸妆的时候 突然有人敲了敲他的门 他闭着眼睛说道 进来吧 可没想到进来的 就是刚刚那位找茬的评委 这位评委叫邹浩玲 其他工作人员看到他 都礼貌地和他打招呼 林峰也睁开眼睛 礼貌地起身问候了一句 邹老师好 您过来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第128章 林峰的黑料音频满天飞 邹浩玲笑呵呵地说道 没有 就是想和你说一下 我今天不是故意针对你的 林峰眉头微微促起 他觉得对方的动机很奇怪 一个名气这么高的人 竟然会因为在舞台上的一点小事 向他这个刚出道几个月的人解释 这难免太看得起他了 林峰装作很惶恐的样子说道 邹老师 在舞台上您发现了我的问题 直接说出来当然没问题 您也是在做分内的事 我当然是感谢你给我这个表现的机会 林峰笑着说道 如果不是您让我表演轻唱 可能真的让观众觉得 我就是靠伴奏 邹浩玲放在身后的手 慢慢地攥成了拳头 这个林峰 他是不是故意针对他 但他只能强颜欢笑地附和两句 还是你的应变能力很强啊 你的实力真不错 林峰心里的不安感更强了 这个人是来套他话的吗 一个颇有名气的歌手 来找到闲聊这么半天 本身就已经够离奇的了 所以 林峰说的每一句话都格外谨慎 生怕给对方留下什么话别 两人的大概聊了十几分钟 一开始还是围绕着歌 后来开始聊林峰的创作时间 开始聊林峰刚刚成立的公司 林峰虽然留了一个心眼 但只要你和别人聊天 就一定会暴露信息 直到对方接了一个电话 邹浩玲才有些愧疚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这边还有点事情 我就先走了 林峰恭敬地起身 送他到门口 但那种不安的感觉 却已经到了极点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林峰自己在心里念叨了几句 他觉得 很可能是自己最近被剧本 和拍戏折磨的 太紧张了 但事实上 邹浩玲在出门的一瞬间 表情瞬间变了 他从口袋里 拿出一支录音笔 冷哼一声 我要你好看 一般情况下 蒙面唱将这种节目 基本上就是每人参加一次 因为一旦你唱过了歌 那就没了惊喜感 原本林峰接下来几期的行程 是当助演嘉宾 当评委 但在这期节目的录制结束之后 林峰收到了新的通知 当行小满 看着节目组发来的环节之后 一脸猛逼 哥 现在一个唱歌的综艺节目 都搞得像最强大脑 一样吗 林峰简单翻了一下 接下来的节目设置 他觉得眼前一亮 他挑眉说道 有点意思 行小满 简直人都傻了 哥 这不是闹闹吗 现场直播呀 我现在觉得 节目组都疯了 太荒谬了 林峰却饶有兴致的说道 我倒是觉得 节目组这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有风险 但有噱头 接下来的一期节目里 林峰受邀当评委 台上会要邀请来三十位嘉宾 他所有人都唱相同的歌 但是 每个人的歌 只放一个字 林峰他们这些裁判需要做的 就是通过这一个字 靠自己的听觉 分辨出到底哪个才是 真正会唱歌的顶级歌手 节目组也没有故意为难他们 直接告诉他们 只有一位是国际上知名的歌手 其他人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的意思就是 他们没出过道 没当过歌手 但不代表他们的歌唱水平就很差 行小满光是看着他们 把这么多的条件罗列到一起 就已经觉得头疼到不行了 这怎么猜啊 这不完全是靠运气吗 但林峰却不以为然 不就是考验他胆敢吗 林峰可是相当有自信的 可没想到 第二天就出现了关于林峰的负面新闻 林峰不尊重原创歌手 还对其大肆嘲讽 别人眼中的林峰是谦谦君子 但私底下的林峰却判若两人 你的水平也不过如此 昔日的林峰为何如此口出狂言 一晚上的时间关于林峰的绯闻 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而这些八卦新闻的来源 都是源于一段音频 是我想改的 我觉得原来的不好 大家都一般 我没什么特别放在意的 混时间呗 就这些根本不用我用尽全力啊 在你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 再听到这些消息的第一反应 林峰竟然是这种人 我就觉得他骨子里就特别清高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看来没什么东西 能入得了林峰的法眼啊 但有的稍微理智一点的网友说到 你们不觉得这段音频很奇怪吗 剪辑得很琐碎 确实是 就好像这些话 是对方故意要让我们听到的一样 是不是有人引导林峰说出这些话 我用软件打开了这段音频 很明显 这些都是用字符拼凑到一起的 正常说话时 怎么可能是这种波浪啊 邢小满自从升级成林峰的经纪人之后 就再也没有手机静音的睡过觉了 他的手机嗡嗡的震动声 把他吵醒 他在睡梦中摸到了手机 都没来得及看屏幕上的来电显示 就直接接通了 谁啊 对方的声音火急火燎地传来 你还睡呢 出大事了 一句出大事了 直接把邢小满的睡意下没了 他从床上弹起来 边穿拖鞋边说道 到底怎么了 对方着急忙慌地说了一句 林峰又被黑上热搜了 啊 林峰怎么又被黑了 之前被黑还都是空口造谣 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可今天 当邢小满打开电脑之后 铺天盖地的都是林峰的音频 他点开听了一下 确实是林峰的声音 说话的语气和林峰的都一样 而且 这些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剪辑痕迹的 难道真是林峰故意说的 不可能 林峰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他小跑着去了林峰的房间 用力地把林峰从床上咬醒 哥 你快醒醒啊 你又被人坑了 林峰迷迷糊糊地起身 邢小满直接把网上的录音 放到林峰的耳边 林峰打了个哈欠说道 这些话确实是我说的 怎么了 林峰刚说完这句话 突然意识到 不对啊 自己说的话 怎么能传到网上去呢 第129章 林峰 你又被黑了 邢小满刨根问底地 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 林峰揉了揉太阳穴 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我被坑了 林峰也没想到 对方竟然这么心急 没办法 娱乐圈就是这种稍微大意 就风起云涌的地方 邢小满问 你为什么会说 他原来的创作能力不行 林峰叹了口气 不是说小源 他问我出道之前的歌都在哪 我说创作能力不行啊 邢小满愣了一下 又问道 那能力一般呢 林峰努力地思考了一下 这句话的由来 最后无奈地说道 是他问 这是要走唱跳全能的路线吗 我说我跳舞水平不行 能力一般 邢小满连续问了三个问题之后 后续根本不就想问了 好家伙 整个视频的内容 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 一段不到三分钟的音频 中间还穿插着很多杂音和停顿 把邹昊玲的声音 剪辑得一干二净 整个音频里 全都是林峰那种自以为是的评判 邢小满有些崩溃地说道 这个邹昊玲我有所了解 他之前和曾辉义有点渊源 不排除 他这次是公报私仇 不管他到底是报仇 还是找茬 而林峰现在也已经被他推上风口浪尖了 邢小满的电话 从刚刚开始就震动个不停 在他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他说道 哥 这件事就交给我处理吧 放心 这种恶意扭曲事实真相的事情 我肯定想办法摆平 林峰离开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但他们这个房子的隔音效果 相当不好 住在隔壁的檀院 也闻声醒来 揉了揉眼 林峰 你又被黑了 林峰挥挥手 有些无奈地说道 小事小事 不足挂齿 话虽如此 但林峰还是怕小元多想 他马上打电话给小元 小元此刻也正在刷网上的消息 昨天因为林峰的缘故 自己在网上还是多了一点热度的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 陆陆续续地涨了十几万的粉丝 但接踵而至的 还有一群人对他的谩骂 你现在不就是在吃林峰的红利吗 果然啊 现在的林峰就是一滩红墨 谁碰谁红 我听了你的原版 也太难听了吧 也不怪林峰说你没有实力 纵使他知道 网上的言论不可信 根本不值得 自己消耗这么多的时间在网络上 可还是忍不住 一条一条地点开评论 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他们 对自己的点评 恶语伤人六月寒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盛况的小元 第一次被人类的敌意吓到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甚至开始自我怀疑 突然 他收到了林峰的电话 当他看到自己手机上 林峰两个字的时候 甚至还有些恍惚 他犹豫了一下 他的声音传来 小元我是林峰 关于网上的传闻 我觉得有必要和你解释一下 其实在接通这个电话之前 小元想的是 就算是林峰觉得自己实力很差 又怎么样 但他不还是选中了我的作品吗 这就说明 我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 可在听了林峰原原本本地解释了一遍之后 小元也火冒三丈 忍不住跟着一起骂道 他妈的 怎么会有这种事 林老师 其实您怎么评价我 我都觉得没关系 但我不能让网友对你添油加醋 林峰宽慰地说道 你放心 这件事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林峰最后又鼓励继续创作 还说 以后有什么关于创作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随时联系他 小元突然觉得有点愧疚 其实从第一次接触林峰开始 他就看得出来 林峰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 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 就是你一旦成了林峰的朋友 他一定会尽全力照着你 就像现在一样 小元突然觉得心里暖暖的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被重视 行小满这边 也是忙得一个头两个大 给不同的媒体打电话解释 但媒体上来就是 你们说音频是剪辑的 但你们倒是把原版拿出来啊 原版 去哪搞原版啊 行小满不是没联系 蒙面唱将的节目组 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却说 你们那个房间根本没有摄像头 这是为了保护嘉宾的隐私 专门设置的房间 像这种情况 只会在房间放台试机进行录制 这也是给嘉宾一个 可以做防护的空间 可好巧不巧 偏偏林峰当时那间房里 连一台摄影机都没有 所有的一切都在说明 他们没有证据证明 林峰没说过这种话 行小满被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 但老天却偏偏不想让他闲着 他在和记者沟通之余 收到了华文迪的电话 华文迪这几天早出晚归的 忙着处理电影上映的事宜 他知道 林峰他们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所以这件事就自己全权负责了 他忙前忙后的联系领导 请不同的人吃饭 到最后 终于得到了一点风声 你们这个电影很有意思 但我们目前迟迟没能 给你们发行的原因是 你们这部电影没什么内核 内核 华文迪有些不明所以 什么叫没有内核 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内核 领导叹了口气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文迪 你也转行挺久了 也应该知道 咱们电影行业现在是什么行情 你一部电影要想拍得好 一定要有一个能燃烧其他人的内核 要么是煽情的 要么是有意义的 要么是传达什么价值的 他的话说了一半 华文迪的脸色就比锅底还黑了 他放下筷子 一脸严肃地说道 领导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美 那这个美就是没有意义的 领导吃饭的手停顿了一下 他抬起头 静静地看着华文迪 等待下文 华文迪说道 行情好不好 和你们的内核没关系 而是看观众的接受能力 我有信心能让我们的作品轰动全国 第130章 新电影可以改为网络电影上映 领导叹了口气 有些为难地说道 文迪 我和你认识很多年了 我也不是故意为难你 这没必要 主要是现在电影审核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 有很多东西暂时还不能拍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项目都必须慎重再慎重 华文迪当然知道他的意思 他有些不满地说道 那您的意思是 领导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文件夹 说道 这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目前标注出来的 比较有争议的画面 你们可以更换或者重新剪辑 华文迪接过厚厚的一本文件夹 打开之后直接想骂人 他甚至想问 他们这部电影还有能看的地方吗 领导看着他的样子 就知道他肯定不想 把原来的作品改的面目全非他说道 文迪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解决办法 你们基本上不用改 华文迪看向领导 领导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们这部电影可以更改成网络电影 啊 华文迪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们这部电影就算是投资不高 那也不至于当网络电影吧 领导给了他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案 说实话 我私心觉得你们这部电影相当好 但我一个人的喜欢没有意义 现在都是大家投票来决定 而且现在网络上喜欢针锋相对的人可不少 大家都是处于谨慎 不想让一部作品有太多的争议 华文迪打断了他的话 可只要有作品问世 那就是有争议的呀 所有的艺术都代表了自己强烈的观点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可以通过作品去分析创作者当时的内心 领导继续说道 这话你和我说没意义 我是希望咱们艺术界可以百家齐放的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网络电影和院线电影 这两种风格的电影审批是相当严格的 这种事情 华文迪之前倒是有所了解过 但了解的不多 他狐疑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先以网络电影的形式上映 领导点了点头 现在不是没有网络电影最后改为院线电影的模式 只不过 你要衡量一点 在收益上的亏损 领导给他解释了具体的亏损原因 现在院线电影 每个人每场票次最少也是30元 但线上电影很可能只有5块 6块 最主要的是 宣传的力度完全不同 在观众心中 电影的界限也不一样 听他这么说说完 华文迪也陷入了沉思 他本身是很希望电影能完成的播出的 毕竟目前的版本 已经是他们内部删减过后 最完美的一版了 如果再经过删减 很可能导致有些部分的内容不连贯 那就失去了电影本身的意义 这不是他们的初衷 华文迪又说了一句 那从网络电影转到院线电影 需要什么条件 领导说道 很简单 只要网上的呼声够高 你们给了院线排片的费用 就可以 但这个周期很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要长 而且 你还要考虑一点 那些看你电影的人 愿不愿意等这么长时间 专程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 而且 你觉得6块和60相比 大家更喜欢看什么 他说的很有道理 很有可能到最后 他们连前期投入的500万都没拿回来 这已经不是华文迪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了 事关这么大一笔金额 他必须和林峰他们商量 一起决策 可没想到 他刚拿起手机 就看到林峰的负面新闻 以新闻弹窗的形式 出现在了他的手机上 这是什么情况 乌漏偏逢连夜雨 怎么这种烂事都聚到一起了 此刻的林峰正在家里 看着网络上对他的差评 骂声如潮 林峰倒是在思考 那个房间不可能没有可以记录的东西 一定是自己在某个方面有遗漏 突然 他想到了在桌子上 一直有一个对讲机 那个是刚刚的工作人员留下的 当初工作人员说过 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叫我 就说明 这个对讲机是时刻连线的 他突然产生了一个荒谬的想法 林峰拿起手机 开始联系蒙面唱将 节目组负责和他对接的工作人员 对方惶恐地说道 林老师 我们整个县城的监控 已经给您翻了两遍了 真没有证据 林峰没管他说了什么 直接说道 你们的对讲机 当时是不是实时接通的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 林老师 只有您房间的那个是 因为我们当初也是怕演员和节目组 有一些协商不好的地方 您的那台 工作人员说了一半 恍然大悟 他有些结巴地说道 对 对对对 对了 林老师 您房间里的那台对讲机 是有录音功能的 啊 对讲机还有这种功能吗 不过他仔细想了一下对方的话 这也是节目组自保的一种手段 有很多时候 节目组和演员会互相泼脏水 面对一件事 各有各的道理 可这两边很可能都拿不出证据来 所以 节目组就开始藏一个心眼 虽然很多时候是没用的 但有备无患吗 毕竟真的没几个人 那么无聊的去窃听明星房间里的隐私 所以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他声音也有些激动地说道 林老师 我现在就去帮你找找音频 林峰礼貌性地谦让了一句 不接 谢谢你 对方一听林峰的语气 自己就按耐不住了 这可是林峰啊 自己要是能帮林峰一个忙 他肯定会一直记着自己了 他在休班的时间 火急火燎地去了节目组的录制现场 所有的对讲机此刻都在库房安静地待着 为了保证每个人都能在第一时间 拿到属于自己管理范畴的对讲机 这些机器上面都贴着编号 工作人员找到了当初林峰房间里的那一台 连接到电脑之后 果然找到了一段五小时的音频 这个是从林峰到节目现场开始 一直到他离开的全部音频 第131章 极度林峰才给他下半子 工作人员激动地把音频传给林峰 林老师 这个收音效果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林峰打开听了一下 说道 谢谢你 辛苦了 这个足够了 林峰叫来了邢小满 小满 原版音频已经找到了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原本邢小满正忙得焦头烂额 无从下手 他拖了好多关系 想把这件事压下去 结果那些记者可能终于见到 林峰跌落神坛 黑料缠身乐此不疲地说着风凉话 你倒是把原版音频拿出来啊 当然 还是有几个和邢小满关系不错的记者的 他们说道 小满 没办法 哪个娱乐公司都想蹭点热度 我们公司都在等着看林老师的笑话 我确实是没办法自作主张地删除什么东西 但我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把文章写得中立一点 不会引导大家攻击林老师 这种事情 邢小满也可以理解 能做到这种程度 对他来讲已经足够了 所以他在音频拿到手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了那些愿意帮他一把的记者 邢小满也剪辑了一个音频的解释版本 他一一对应邹号林的视频 把那些林峰所谓的黑点由来 全部标注出来 包括邹号林对林峰的引导 邢小满在风领娱乐的官方账号上发文 我原本以为 这种恶意剪辑的事情不会发生 是因为我对前辈的信任 但我没想到 林峰私底下的谈话 会暴露到网上去 并且每一句话都被刻意歪曲事实 我不想多解释什么 内容就放在这里 恶意拼凑的究竟是谁 想必大家看了之后就会明白 林峰自始至终尊重任何人 不管是舞台还是音乐 林峰都秉承着最大的热情 我不希望所有人都支持他 只希望大家能做到 在不明真相之前 不会恶意地诋毁他 随后林峰也登陆了个人账号 转发了这条微博 配文 清白和热爱 这句话在林峰的粉丝看来 那可是倒进了委屈 在那些黑粉看来 那就是表里表气的装委屈 好一个白莲花 其实大家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律 现在只要是和林峰挂钩的事情 网上的一部分人 都会选择无差别攻击 从昨天开始 风领娱乐的官方账号 邢小满和林峰的个人账号 都开始被大家不停地围攻 评论里面更是出现了分水岭 一半支持 一半谴责 蒙面唱将的官方账号 包括导演的账号 所有的评论区都被网友们霸占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嘉宾 林峰是失德艺人 我强烈要求这样的艺人 滚出蒙面唱将 节目组能不能给个回应 林峰这件事 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 网友们谴责的声音越来越多 节目组也好几次联系了林峰这边 林峰声音坚定地说道 这种事我没做过 就是没做过 你们与其问我 倒不如问问邹浩玲呢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欲哭无泪 我们也不是没问邹老师 关键是 人家只签约了一期节目 录完上一期 就和咱们节目没有关系了 我去联系人家 他现在已经失联了 其实一般综艺节目 在录制的途中出现这种事情 他们首先要让自己规避风险 肯定想方设法地和林峰撇清关系 但蒙面唱将 没有 他们只是关闭了评论区 等着林峰这边给出一个官方的回答 果不其然 林峰他们这边在发出了澄清视频之后 节目组火速转发 并配文 轻者自轻 没做过的事情 自然没必要承认 节目组说出这样的话 那就是等于给林峰站队 一群人又跑去官方账号下面冲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替他站出来解释呢 邹浩玲呢 他不是和你们签约了吗 他现在人在哪呢 关了评论区 不是还有私信吗 9999家的私信 直接把官方账号淹没了 没办法 最后节目组只能把当初和邹浩玲签的合同拿出来 把合同的其他内容全部打码 只留下最关键的信息 参与一期的录制 节目组自己委委屈屈的在评论里面说 我们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这不是联系不上邹浩玲吗 听了这话 网友们的关注点开始落在 邹浩玲失踪了 一个国际上有名气的歌唱家 竟然能做出这种幼稚的事 这说出去都觉得丢人 但没有人能逃得过下国热心网友的法眼 有人在网上发了一张模糊的图 说道 这个人是不是邹浩玲 我在国外看到他了 好像是来这边参加节目呢 网友们疯狂地给这个网友留言 兄弟 一定要跟着他 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好家伙 国内因为他乱成一锅粥了 他倒是好 去国外逍遥快活了 我觉得 以后他就算是回国发展 也肯定大不如从前了 我老妈是邹浩玲的老歌迷了 但因为这件事 他都脱粉了 说邹浩玲原评有问题 邹浩玲本人 在发那段音频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 他想帮曾会议出口气势一方面 另外一个原因是 他极度凌峰 极度地要发疯了 他觉得曾经的自己和凌峰一样 有实力 有能力 但他觉得 凌峰和他相比 还是稍微逊色一些 可惜自己生不逢时 那个年代 没有发达的网络 自己只能一家一家地投递 自己的音乐作品 从发出信件 到接受回信 这中间有大概一个月的漫长等待 所以当曾会议 给他了一个展露头角的机会时 他格外珍惜 他是真心把曾会议 当成自己薄乐的 可凌峰 这个出道不到半年 就靠着自己的各种噱头 到达虚假顶峰的男人 让他觉得 现在的歌手 实力良有不齐 其实他能感觉到 凌峰唱歌的魅力 但他只是 不想听到 他不想 让自己认可凌峰 所以 他不后悔 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 第132章 把《院线电影》 改成网络电影 他现在来到国外之后 心中对曾会议的感谢更深了 如果不是当初 曾会议提携了他一把 他可能就想着 转行了 自然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 不会有让他在国际舞台上 立足的机会 他现在在国际上的名气不小 就算是在国内混不下去 在国外也能过得分一足时 所以说 在网上爆料这件事 可以说是 他的蓄谋已久 也可以说是 他的孤注一掷 我真他妈的服了 他竟然去国外拍音乐剧了 怎么还会有人请他 这种人 以后能不能不回国 蒙面唱将 这么好的一档节目 竟然被一个男人搞臭了 节目组也很无语 不过他们后来 才意识到 怪不得当初 周浩林签约之前 反复和他们确认 参演嘉宾都有谁 尤其是在听到 林峰的名字之后 对方点了点头 不假思索地签了名字 原来这一切 都是在他的预料之内 林峰在解决了 这个危机之后 又被华文迪 叫去解决电影审核的问题了 你说应该怎么办 说实话 目前这个版本 是林峰觉得最完善的一版 角色的每一句话 都极其有讲究 甚至里面的废话 都不是多余的 林峰也陷入了困境 最后 他求助了梁月杰 梁月杰很客观地 和他分析了现在的市场 问道 你告诉你 你是想追求利益 还是追求艺术 林峰纠结了一下 说道 艺术 我的艺术表现 必须是完美的 梁月杰说道 鱼和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但必须是你 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 但你现在 只能选择放弃一个 梁月杰的意思很明显 你如果想赚钱 那就改影片 你如果想完成自己的艺术 那就安排网络大电影 林峰他们 甚至还做了最低的收益估算 我觉得 按照一个人六块钱的网络票价来看 十个人就是六十 十万个人才是六万 如果咱们 真的有一百万的观众 只能说勉强回本 林峰说道 宣传曲我已经写好了 咱们先预热几天 我也在网上发一下感慨的文案 谭远问道 我能做什么呢 谭远他觉得自己 和这些人的距离很远 他们好像都在为这件事努力着 但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 想帮忙 但是又觉得无从下手 林峰看出了 他情绪上的失落 说道 你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官方的隐藏彩蛋文案 隐藏的故事线 包括影评人物潜息 这些都需要你去完成 谭远听到林峰这么器重他 眼睛瞬间亮了 你放心 我保证漂亮的完成任务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邢小满在制定第一次录演的流程 同时 也和电影的主演们约定时间 主演们一个个闲得不行 听到有录演的消息 兴奋坏了 他们没想到 网络电影竟然也可能录演 邢小满故弄玄虚的说道 原来网络电影确实是不能录演的 但是咱们要想想办法呀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嘛 无非就是多花点钱 包个场而已 需要走点审批的流程 但这种事情可就简单多了 邢小满在风领娱乐的官方账号上 宣传了会录演的消息 但他没透露具体的位置 邢小满计划的是 第一批票要送出去 先送给一个圈内的朋友 还有一些关系不错的娱乐领域的媒体朋友 邢小满知道 林峰现在的口碑两极分化很严重 纵使有一些曾经和他关系不错的朋友 在知道他给林峰做事之后 为了避嫌 也为了不影响两人的关系 平时聊天的时候 也尽可能地避开工作方面的内容 邢小满对此也是心照不宣 但这次 邢小满为了能宣传这部作品 联系了不少自己曾经的好友 你们也不用说给我面子 咱们就正常评价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但我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和你们吵得不可开交 咱们都是成年人 也没必要 有些朋友觉得 拗不过邢小满的性子 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邢小满他们第一次露眼 包了一个140多个座的影厅 其实林峰心里清楚 这里面能有一半喜欢他的都不错了 这里面绝大部分人 甚至是为了故意挑错才来了 一旁的富人中 紧张的掌心一直在出汗 他们万一觉得不好笑怎么办 要是不好笑的话 我觉得我肯定找个地方钻下去 我好紧张 影帝梁月杰在下面看我的戏啊 还有那个 不是很有名的制片人吗 大家紧张得不知所措 只有林峰极其淡定 你们放宽心 要对咱们的作品有信心 几个人坐在第一排的位置 感受着屏幕突然变黑 这种几乎没有商业性质的影片 连片头都只有一个一闪而过的logo 这还是林峰请华文迪的 是有帮忙设计的 对方是林峰的粉丝 再加上觉得林峰他们的条件实在艰苦 决定不要他们版权费了 林峰无比感动 决定把他的名字 写在最后的感谢名单上 影片开播之后 几位主演频频回头看观众们的表情 有的人眉头紧锁 有的人忍俊不惊 有的人表情看不出波澜 妇人中几次深呼吸 她太在意周围人的反应了 或者说 她没办法做到 让自己不在意 林峰拍了一下她的手臂 示意她看荧幕 林峰低声地说道 安心看屏幕 放心 没事的 突然听到 身后有人似乎憋着笑 又回去两分钟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笑出了声 随后的一个半小时里 全场都是此起彼伏的笑声 包龙星额头上那个星星 真的笑死了 我没想到啊 林峰的演技还挺好 我去 林峰的打戏也太帅了吧 她是全剧打戏最好的 我永远可以相信 林峰的实力 林峰出品 果然精品 现场低声的评价 不断地涌入几个人的耳朵里 直到此刻 几个人悬着的心 才终于放下 第133章 录演效果超乎想象我支持林峰 尤其是电影播到一半的时候 所有端着架子的人 都放下了自己最初的有色眼镜 开始专心地享受起 这部制作成本很低的影片了 有些人一开始 确实是抱着审视的目光来的 但后面却又被剧情深深地吸引 直到电影播完 大家还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就这么结束了 她们不会也得了天花了吧 这个结局有点意思啊 包龙心的两个老婆可怎么办 在电影院的灯点亮的一瞬间 她们突然意识到 不对啊 她们不是已经准备好在网上 洋洋洒洒几百字 狠狠地批判一下这部电影了吗 为什么现在还在思考这部电影的剧情 难道说 这就是她们的陷阱吗 梁月杰自发地充当了主持人的位置 身为和媒体衔接最紧密的人 同时也作为和林峰等人最熟悉的朋友 她轻车熟路地拿着话筒走到了台前 冲林峰等人招了招手 还做着欣赏什么呢 过来吧 在主演都站在台上之后 梁月杰问了观众第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这部电影如何 大部分观众都在观望 虽然他们笑了 但不代表 他们能当着所有人的面 夸这部电影有多好 其中一个男人说道 我觉得电影有意思 是一种另辟蹊径的陶桥喜剧 他的笑点不连贯 甚至看起来毫无关系 可就是让你捧腹大笑 我不知道这种现象究竟好不好 林峰不卑不亢地问道 但是你笑了 不是吗 男人点了点头 林峰继续说道 我们在拍摄 这个电影的初期 就在想一件事 我们是要形式 还是要效果 如果是形式上的笑点 你可以拆分每一个笑点的由来 它背后的含义 但那些就没意思了 如果你的每一个动机 都能被观众猜到 那还要创新干什么 所以 我觉得 这种无厘头的笑点 才更有精细感 梁月杰眼前一亮 他没想到 林峰能不卑不亢地 说出这样一番话 毕竟这部电影 在创作初期 就遇到了重重困境 梁月杰知道林峰的性格 虽然他不会刻意地 去讨好观众 但肯定也不会 与其太过强硬 很显然 台下的观众也没想到 林峰会像记者发布会一样 一本正经地给他们回复 都有些震惊 当有一个人 开了求知的先河以后 就有无数人伸出了手 说实话 我一开始确实是 抱着很高的期待来了 但看了之后 发现这个作品 确实只能作为 网络大电影来看 院线电影 确实是不太够资格 他的话刚一说完 周围的人马上转头看向他 男人瞬间成了众矢之地 但毕竟话 已经说出口了 硬着头皮也得上 林峰轻笑了一声说道 看来 你周围的朋友 也不是很支持你的想法 在男人刚准备辩解之前 林峰抢先说道 一千个人眼中 有一千种美 不要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香菜 就否定香菜的存在 我支持大家都保持自己的想法 但有的时候 也要跳出自己的框架 或许香菜的其他做法 你也能接受呢 林峰这段话说的 相当有技术含量 他没有强行地去解释 电影有多好 是你自己不会看 他只是说了一种现象 不要太以自我为中心 男人的脸色 瞬间变得很尴尬 他觉得自己如芒刺悲 在他坐下之后 马上有另外一个女观众 举起了手 这位女观众 是一位很有名的影评博主 他之前对林峰的印象 就是一个有热度的歌手 没说多喜欢 但也不是讨厌 只是知道这个人罢了 所以当他听说 林峰出道不到半年 就自己拍电影的时候 他觉得 林峰确实是有点异想天开了 他对这种短期内搞跨界 就是为了捞钱的行为 是嗤之以鼻的 所以 在听说林峰他们电影 有路演环节的时候 他是主动申请过来的 为的就是当面接阶段 让林峰下不了台 他一开始 还是很严肃地 抱着审视的目光 决心要找点问题出来 可越看越入迷 全场数他的笑声有穿透力 他甚至情不自禁地 跟着剧情开始走 俨然已经忘记了他的初衷 所以当电影结束之后 他才恍然大悟 他说道 首先我要和主演团队 说一句对不起 甚至电影开始的前十分钟 我都没看好这部作品 梁岳杰笑着说道 那说明你适应得还挺快 有的人一小时了 还没入戏呢 女影评人尴尬地笑了一下说道 我身为影评人 就是要客观 好就是好 不好我也不会硬锤 我觉得 这部电影在我心中 已经达到了八十分的水平 不是用网络电影的评判标准 而是一部正常的院线电影来看 当他说完后面这句的话的时候 林峰显然听到了 全场的一片到稀气的声音 这是什么情况 这女人很有名吗 他身边的谭怨 低声给他解释道 这位影评人 是上过大学教材的 她的观点经常上国内的新闻 可以说 她是行业的风向标 大不为过 我靠 竟然这么夸张 林峰肃然起敬 女人继续说道 我喜欢这种新形式的电影 它有笑点 还有反思 用几百万的投资 打造出了上千万的效果 这道具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等他在网上上线之后 我会一针一针地看 估计镜头里 应该还有我遗漏掉的内容 在场的其他人 都已经傻眼了 内心都在想 他给的评价 是不是过高了 一部电影而已 虽然我也觉得不错 但影评一解 确定不是找来的托吗 我的天啊 我现在醍醐灌顶 突然觉得 林峰他们也太厉害了 这部电影 我真的有二刷的冲动 好看 太好看了 林峰没想到 信任真的有能懂他作品的人 他声音有些激动地说道 感谢您的信任 其实等你仔细看了之后 会发现 这部作品的隐藏彩蛋 要比大家想象中的多 第134章 影片好到八卦狗仔 也无话可说 在影评一解之后 提出质疑的人 是某个娱乐公司的记者 这家公司平日里 以拍摄明星的私生活为主 为的就是爆料 那些不为人知的八卦 所以 在他来到录演现场的时候 好多人对他 都是不屑一顾的态度 但他们做狗仔的 就是有强大的内心 不然的话 没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 他这次 依旧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直接问道 我想问问 你们在拍摄 这部作品前后 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活动 现在观众们给你们的反馈 符合你们心中的预期吗 凌峰刚准备回答 却被狗仔直接打断 他指了指负润中的方向 说道 我想让负润中回答 观众们倒吸了一口气 不愧是狗仔啊 问的问题都是很犀利的 负润中紧张地看了一眼 身边的凌峰和邢小满 说道 其实我的内心活动很简单 就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但从目前的反馈来看 我觉得我做到了 起码 我对自己的演技不失望 当他们以为狗仔的问题 就到此为止的时候 狗仔又把矛头转向了蒋思涵 请问蒋小姐 您之前应该是没拍过 什么特别有名气的作品 为什么会考虑拍林峰的戏呢 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还是说 你是为了谁来的 狗仔的引导意味很明显 他就是想让蒋思涵 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一些不受控制的话 这样他就可以借题发挥了 在台上的行小满 也忍不住捏了把汗 在心里默默祈祷 祖宗 你也千万别乱说话啊 蒋思涵却一脸单纯的说道 是啊 没错 我就是为了林峰来了 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台上的几个人更是愣住了 心想 能不能别这么直白 但蒋思涵接着说道 有这种近距离追星的机会 你们能放过呀 而且 我还是这部剧的物品赞助商 所以 我来这个剧组 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单纯的追星 能和自己偶像做朋友 这机会太难得了 第二是我本身就是表演专业出身 我喜欢演戏 而且 这部电影的剧本 我太喜欢了第三 我也是一个商人 简单来说 我是来做软广植入的 这里面用的很多物品 都是我赞助的 观众们更震惊了 应该说 他们没想到的是 蒋思涵竟然这么坦诚 直接把自己的目的都说出来来了 如此坦荡 让他们想借题发挥 都无从下手 蒋思涵继续说道 我觉得 拍戏和赚钱两不耽误 人总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但是能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获得收益 这才是最值得的 说到最后 大家竟然都被 蒋思涵的真诚所感动了 这个女人不仅有钱 怎么还这么有品味 那个狗仔 不是故意刁难别人的性格 在蒋思涵 给了他满意的回答之后 他点了点头 心满意足地 把话筒个交给了另外一个人 随后 下一个观众的关注点 都放在了谭远身上 我想问问谭编剧 您之前的标签 一直都是 林峰的朋友 林峰的室友 是他患难与共的兄弟 请问 您在看到兄弟爆红之后 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继续留在他身边的呢 谭远抬起话筒的手臂 在听到这番话后 不自觉地僵硬了两秒钟 随后笑着说道 我的心态很单纯 我替他高兴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 我应该妒忌地要命 在他身边拼命地蹭资源 当狗腿子 为了爆林峰的大腿 但实际上没有 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 没有因为林峰的爆红 发生变化 在我看来 我是真心替他高兴 他的才华 终于能被他人赏识 这颗埋在土里的金子 终于被人发现了 他说的句句属实 台下的观众 虽然不知道 谭远说的话里 有几分真假 但还是被他和林峰之间的 友谊感动了 真正的朋友就是 我不贪图你的任何东西 我在乎的只是友情 谭远笑了一声说道 但也不能说 我是任何光都没沾到 这也是不太可能的 毕竟 这些都是大家肉眼能看得见的 但我想说 我不会因为刻意避嫌 就远离他 真朋友之间 也不在乎这些 说的有道理 大家放在自己身上 稍微思考一下 觉得自己和谭远的立场一样 就算是出于友谊 但在其他人眼里 可能也是想方设法的 想抱紧富婆的大腿吧 不过 既然改变不了 其他人的看法 那倒不如就这样坚持自己 可能那些准备 挑次找事的人 都在前几个的时候 把问题问完了 后面的问题 倒是变得正常不少 有关心演员们 后续资源问题的 傅润中苦笑一声 不是我们不想形成马 而是我们只有 凌峰这一个形成 我们倒是也想忙到 停不下来 但没有机会 他的抱怨声 让在场的很多人 感到吃惊 不应该 你的演技这么好 怎么都没人找你演戏呢 现在影视行业 有几个看演技 还不是谁有人气就找谁 我真是不理解 有演技的没戏拍 没演技的 倒是一堆剧本等着 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影视行业这种乱象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凌峰他们心里门清 这个时候 梁月杰这个经验丰富的影帝 站出来打圆场 任何戏呢 都有自己的受众 投资者和制片人 肯定都有自己的考量 我们没办法改变 这个影视圈的乱象 但我们能做的 就是明辨是非 知道什么是自己想看的 就好 不愧是梁月杰 不愧是经验丰富 三两句话的功夫 四两拨千斤 没得罪任何人 还在大家心中 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他说道 大家还有别的想问的吗 角落里一个小女孩 弱弱的举起了手 女孩年龄不大 感觉就高中生的样子 也不知道在哪搞来的 首场路演的票 女孩的声音软软的 我想问一下 听说林峰自己考了 武术指导的资格证是吗 经女孩一提醒 大家这才想到 关于林峰的传闻 就是啊 到底真的假的 第135章 剧组直播和综艺直播撞荡 台上的几个主演 都似笑非笑地看着林峰 梁月杰也来了兴致 就是啊 无事不会空学来风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林峰原本不想把这种事情 放到台面上来讲 一方面会让人觉得 他这个人虚荣心强 喜欢炫耀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本身并不觉得 这是什么好事 有那么多努力练习了 十几年才去考试的人 可能连续考了几年 都考不上 但他一个转行跨界的草包 竟然用半个月的时间 就能考下武术指导资格证 这不是摆明了拉仇恨吗 林峰尴尬地笑了两声 其实也没像大家说的那么夸张 我对武术算不上精通 但也绝对不是一窍不通 可能我在悟性方面比较高 再加上这段时间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的觉 练得稍微精通了一下 壮大运考了个证书下来 林峰平时是一个 不喜欢解释的人 他觉得 有些事解不解释 没有必要 但是 别人不想听 和自己不想说这是两回事 林峰该有的态度 还是要表现好 可没想到 大家觉得 林峰这不是典型的凡尔赛吗 林峰这是嘲笑我们徐老师 这么多年 一直在瞎玩吗 该说不说 能在半个月就 取得这种成就的人 真是百年一遇 你说林峰有没有可能是老天选中的 绝世武功继承者 就是那种坐在地上打坐 武功密集 就往脑子里飞那种 他身边的朋友 无情地翻了个白眼 你想多了 玄幻小说看多了吧 但林峰这种天赋 确实是很少见一场路演 就这样结束了 在开始之前 大家还在忐忑不安 可当这一期结束之后 所有人都信心满满 可能是这次路演效果 比较好的原因 当林峰他们安排 下一次路演时间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影院 主动向他们递出橄榄枝了 行先生 我们影院可以给你们提供豪华影厅 谁能想到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林峰他们 仅仅靠着一场路演 就做到了这种效果 足以说明他们影片的优秀 原计划在网络电影正式上线之前 安排五次路演 可没想到 后面邀请他们的人越来越多 行小满几次协调时间 最后一共确定了八场路演 而且 每一次的效果 都比他们预期的要好很多 到了正式上线的那天 还没等行小满找宣发团队 在网上宣传呢 那些看过电影的网友们 就自发的在网上疯狂推荐 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这部电影 不看会后悔啊 对搞笑题材感兴趣的 千万不能错过 唯一的遗憾就是 这部电影不能在电影院看 好可惜啊 如果这部电影能在电影院上映的话 我肯定会多刷的 就冲着林雅珊那张脸 我也要看啊 他这张脸 太适合大荧幕了 但刚巧 电影上映的那天 是林峰录制综艺节目的一天 说句实在话 这部电影的成本不高 投资也不太大 但后来 当林峰他们意识到 这部电影还很有挖头的时候 又追加了一百万的投资在宣传上 邢小满作为风领娱乐的执行负责人 他想到了各种可以用的宣传方式 他和林峰说道 电影上映的当天 我觉得咱们可以搞一个直播 邀请一个不太出名 但是很有看头的主持人 让他提前准备好一些问题 可以在直播的时候 适当增加娱乐效果 但因为这只是一个电影 就算是直播 也不能透露太多 关于电影的信息 此来想去 邢小满觉得观众最喜欢看的 莫过于明星的隐私了 他恰恰就是要利用这一点 就在邢小满已经把策划都写好的时候 林峰这边收到了剧 蒙面唱江的拍摄调整时间 调整之后的时间刚好 和电影首映当天撞上了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 林峰只能忍痛放弃自己参演的电影了 但你永远都不会想象到 邢小满的脑回路 能做出什么样的事 林峰录制的综艺节目 也是全国直播 可一档综艺节目里出现的嘉宾太多了 每个人出场的时间都有限 节目组为了顺势收割一波韭菜 也为了让节目的收视率更高 直接想了一个方法 可以看单人视角的直播 但这个并不是所有嘉宾都有直播视角的 这件事事先要和当事人沟通 看看他的意思 很显然 有很多人在私底下 和舞台上的人设是不一样的 可能在舞台上光鲜亮丽 但他在平时里总是以止气势 或者这个人不好接触 总是因为一点小事找工作人员的查 到最后 有自己专属直播视角的只有三个人 林峰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林峰在经历了上次被人陷害的事情之后 他突然觉得公开透明不是一件坏事 最起码 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保证的 如果怕自己说多了话得罪了其他人 那就少说话好了 所以摄像头从林峰化妆开始 几乎就全程对着林峰拍摄 与此同时 行销满策划的直播也开始了 几个人一次进入直播间 直播间的主持人声音很好听 看起来很年轻 他说道 欢迎大家来到九品芝麻关的上映直播 大家都看了这部电影了吗 主持人原本还想看一下弹幕都说了什么 可没想到 弹幕的速度快到根本看不清上面的字 最后 主持人的助理不得不挑慢了弹幕的滚动速度 主持人激动的耳朵发红 笑着说道 我还从来没经历过 直播间人数超过百万的时候呢 看来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景言甚行了 此时的直播间里 富润中 蒋思涵 林亚珊和邢小满都在 唯独少了一个林峰 主持人刚准备进行一个暖场 就听见这几个人直接开始旁若无人的互对了起来 邢小满 这怎么林老师不在 你还顶上了呢 第136章 直播间爆料林峰八卦 蒋思涵在拍戏的这段时间里 和邢小满已经成了最佳损友的关系 两人见面的时候 总是忍不住互相接断 邢小满也不甘示弱的反击回去 这不是在这阵场子吗 怕我不来 你人来风式的 把大伙在剧组的糗事都抖露出去 妇润中和林亚珊就一脸吃瓜群众的表情 主持人更是几次想插嘴 但是根本无从下手 两人俨然一副小学鸡斗嘴的表情 最后还是华文迪说了一句 林峰的直播开始了 邢小满突然回过神 开始了吗 那我们快把林峰请进直播间吧 观众们一脸错愕 林峰今天晚上不是有节目要录制吗 怎么请进直播间 难道说 邢小满他们现在就在林峰的休息室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竟然真的看到了一个用户名林峰的人 加入了直播间 我靠我靠 林峰竟然真的加入直播间了 这个黑屏什么时候结束 林峰 我今天难道要在两个播放器上 都能到林峰了 可随后 大家都被眼前出现的画面惊呆了 所有人都呆若木鸡 这是玩呢 闹得哪样啊 我空调都卡好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林雅珊等人看着林峰的镜头里 出现了正在综艺节目的直播画面 林雅珊都傻眼了 不是吧 你们这是玩的什么呀 妇润中也愣住了 这是直播中的直播 你们玩套中套呢 华文迪笑呵呵呵的说道 这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们九品芝麻官的大日子 林峰身为主要演员 以及我们的投资人 怎么能不出现呢 所以呢 就以一个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华文迪低声的说道 但就是因为林峰不在 你们可以随意的爆料了 听到这话 几个人一脸坏笑 邢小满第一个举手 这个我来说 我可有太多好玩的事要爆料了 他还喝了口水 润了润嗓子 网友们一副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表情 哟哟哟哟 这是有大事要爆料啊 快说快说 我都快急死了 我也太想知道 怎么觉得他们 这个剧组这么杀雕呢 他们的相处 分为好融洽的 感觉都是 把彼此当朋友的那种 可能就是 因为他们不红吧 所以还没有接触到 娱乐圈的那些弯弯绕绕 这种有意可真好 我觉得林峰身边的朋友 怎么都这么好啊 邢小满瞥了一眼屏幕 上面都期待他赶紧说 邢小满刻意地清了清嗓子 吊着大家的胃口 要说最搞笑的 还得是我们剧组的两个武术指导 提到了武术指导 大家可纷纷来了兴致 傅润中突然说道 对对对 那大哥就住我隔壁 每天早出晚归的 比我们拍戏还来 蒋思涵突然哈哈大笑 对 特别无语的一点是 第一个武术指导刚来的时候 身上还是有点肉的 虽然健壮 但体质绿一般 我记得杀青的时候 那大哥明显瘦了不少 浑身都是健子肉 林亚山也不知道 想到了什么画面 我记得我当初吃减肥餐 饭盒里面有几块鸡胸肉 还有半个鸡蛋 武术指导 那大哥看到之后 直接扭头就跑 他说闻到这个味道就想吐 几个人肆无忌惮地嘲笑着 我真不知道他在林峰身边这半个月 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非人折磨 林亚山他们 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时直播 更没意识到 还要和主持人互动 他们自顾自地 撑起了整个场子 林亚山突然吐槽道 你们还记不记得 那天林峰突然外出那件事 几个人顿时一副 了然于胸的表情 当然记得 邢小满真的满脸都是狐疑 我当时还在想 林峰这是出去办事了 难道说 他是去拉赞助了 我真没想到 他竟然去考了试 几个人一想到林峰能去做这种事 顿时觉得相当搞笑 不行了不行了 我现在一想到 就觉得林峰真的太逗了 林亚山捧着肚子 笑得前仰后合的 更是边笑边说 我不允许你们这样说我偶笑 哈哈 他不让别人吐槽林峰 结果自己笑得比谁都大声突然 一阵充满杂音的声音 传到了大家的耳朵里 继续 我听着呢 直播间的几个人 笑容瞬间僵硬在了脸上 这不是林峰吗 我靠 林峰怎么知道 咱们说了什么 华文迪用另一个电脑 切换到了林峰正在直播的大屏幕 看到林峰另外一个视角的摄像头下 他正盯着一个小小的屏幕 面无表情 行销满几人顿时一脸尴尬 有种做了坏事被抓包了的感觉 尴尬地笑了一声说道 哈哈 其实我们这不是活跃活跃气氛吗 刚刚主持人一直没怎么说话 主持人一脸的欲哭无泪 是我不说话吗 你们倒是给我机会说啊 我根本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啊 网友们用陆屏的形式 记录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 不行了 他们在听到林峰声音的一瞬间 表情一个比一个精彩 此刻 我太心疼主持人了 这哥们几次想给自己找一个说话的机会 今晚他们几个都能组一个搞笑综艺了 别说了 大家还不去看九品芝麻关吗 我觉得 那部剧是我对他们最深的误解 原本行销满为了宣传 准备了一百万 结果阴差阳错 因为他们这个直播的效果太好了 网友自发的把他们的直播片段 搬运到了网上 甚至冲上了十几个热搜词条 林峰在直播中直播 最强套娃 林峰和他的院种朋友们 九品芝麻关 入股不亏 大家快去爱看 六块钱的电影票 看出来六十块钱的感觉 九品芝麻关 太好看了 其实林峰那边 也忙着和其他人核对流程 就是忙里偷闲的功夫 看一下直播 没想到被他抓了个正正 第137章 一起谢谢蒋思汗让林峰拍戏 这几个人竟然趁着他不在 就拼命地抖落他的黑历史 林峰的黑脸表情 更是让网友们都笑翻了 对不起 我之前以为 林峰是一个高冷的男孩呢 我觉得 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好舒服 一点都没有结底 也没有身份的架子 我现在眼花缭乱的 直播我都点着呢 根本不知道该看哪个了 直播间的几位 自从知道了 林峰可能在世间他们之后 都默契地收敛了不少 不过他们 也不是那种 能安静度过直播的性格 在主持人问道 你们觉得 整个剧组 谁的反差最大 蒋思汗直接说道 我先说我先说 肯定是林雅珊啊 林雅珊捂着嘴 带着几分威胁的口吻说道 思汗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蒋思汗听到这个语气 顿时委屈了不少 你们看到了吧 你们心中的高冷女神 实际上特别腹黑 你们千万别被她的表象欺骗了 林雅珊马上端坐在椅子上 动作优雅地喝了一口水 眼神委屈又无辜 思汗 你不要诬陷我 邢小满一脸看戏的表情 笑得前仰后合 妇认中 也是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哈哈 你们又来 主持人笑着问道 怎么了 这种戏码之前也经常发生吗 华文迪终于露出了头 他一脸无奈地说道 自从他们熟悉了之后 每天都这样 我们都见怪不怪了 华文迪突然想到了什么 说道 和你们说一件事 林峰能拍戏 你们还是要感谢蒋思汗的 啊 观众们纷纷在弹幕上问 为什么 这件事和蒋思汗有什么关系啊 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啊 为什么要感谢蒋思汗 我嗅到了一丝八卦的味道 华文迪说道 其实林峰之前没准备拍戏的 就是在蒋思汗试镜的时候 林峰和他搭了几个片段 这些内幕网友们 还是第一次听说 蒋思汗有些不好意思的 在镜头前连连摆手 也没有也没有 其实就是粉丝的疯狂发言 别把功劳都放在我身上 我可承受不起 一旁的邢小满说道 你可别这么说 你当时的疯狂发言 可着实是把我们吓了一跳 但仔细回忆了一下 好像林峰能拍戏 还真要感谢你呢 此话一出 网友们更好奇了 当初到底是咋回事啊 这蒋思汗 当初到底是做了啥了 主持人也是一脸好奇 甚至有好多网友去私聊主持人 主持人大哥 我的互联网嘴涕 你能不能赶紧问问啊 哥 你快去催催 我太想知道 让林峰演戏是因为什么了 快去问问 别逼我给你刷火箭 主持人也没想到 自己此生之年会 成为一个传话筒 他忍俊不禁地说道 你们可别卖关子了 网友都跑过来问我了 我也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蒋思汗突然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 先别说 我真的太尴尬了 让我找个地方钻进去吧 华文迪说道 既然如此 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刑小满吧 刑小满原本还在嘲笑蒋思汗 可没想到 这个烫手的山芋 竟然扔到自己手上了 他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眼神有些警惕 网友却突然从刑小满 和蒋思汗的互动中 嗅到了一丝 非比寻常的味道 这俩人的氛围 怎么这么暧昧啊 确定他们俩不是一个吗 不对劲啊 刑小满刚当明显是慌了 不行了 我觉得他们剧组的八卦 越拔越多 我现在极度后悔 我当初为什么觉得 会是两女争一个凌峰呢 各自配对不好吗 刑小满冲镜头抱了个拳 说道 蒋思汗得罪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里 刑小满会声晦涩地讲述了 当时发生了什么 他甚至还觉得不过瘾 把在隔壁房间的华文迪和谭远 也一起叫了过来 我和你们说 就是这样的桌子 当初凌峰就坐在桌子后面 我来扮演蒋思汗 谭远扮演凌峰 话道 本色出演 华文迪说道 你刚刚表现得很好 他的话还没说完 刑小满就疯了一样的 扑到桌子前 说道 林峰老师 我是您的粉丝 你刚刚和我对戏 真的太专业了 您确定不当演员吗 谭远饰演的林峰 身子微微向后靠 眼神中充满了嫌弃 刑小满皱了下眉头说道 你这么嫌弃我干嘛 你这是几个意思 谭远说道 你突然这样 谁不嫌弃啊 来人你来我往的好几句 搞得蒋思汗 一直在镜头前大喊 我没有 这个台词之前真没有 这是他们俩自己家的 可能对彼此的厌恶 真的一于言表了吧 网友们简直要笑了 求求了 能不能给他们几个 安排一个综艺 电视节目的采访也行啊 我看他们互对 真的能看一天 我突然发现 刑小满要颜值有颜值 要演技有演技 下次你也一起上啊 在此 我要替谭远说句话 我们谭远小朋友 平时看着安安静静的 但今天 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呢 谁都没想到 一场直播的观众量 竟然能达到三千多万 这还是在没有任何大万的情况下 甚至有几个精心策划了 很久的综艺节目 今天都纷纷败下阵来 收视率跌破了一 但此时直播间的几个人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林亚珊在直播过程中 突然消失了 网友开始弹幕寻人 林亚珊呢 怎么直播着 人还少了一个呢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我的老婆去哪了 大概一分钟的功夫 林亚珊拎着一大包东西回来了 她边拆袋子边说道 不好意思 我太饿了 我先吃点东西 谁能想到 一场宣传单电影的直播 竟然变成了吃播 第138章 林峰就是大怨肿吧 此时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看着屏幕对面的一桌子美食 仿佛隔着屏幕 都能闻到香味 珊珊姐 你好心机 你竟然悄悄点了外卖 林亚珊耸了耸肩 你们没料到 这场直播不到十点多 不能结束吗 倒是也想到了 但是没想到 他们要吃饭 几个人一脸的愤愤不平 林亚珊笑着说道 好了 我给大家都点了外卖 估计很快就到了 话音刚落 行销满的手机就响了 他屁颠屁颠地跑到门外 拿了两大塑料袋的食物过来 林亚珊说道 我没吃过这家店的 就每样食物都点了一点 你们可以尝尝味道如何 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里 傅润中和蒋思涵 也相继去取了外卖 这场直播竟然从一开始的互相拆台 分享八卦 变成了现在的分享美食 林亚珊说道 我之前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我们酒店对面 经常有一家鸡蛋灌饼在那摆摊 那应该是我吃过的 最好吃的鸡蛋灌饼了 说到这个 傅润中马上有同感地说道 是不是那家三姐鸡蛋灌饼 还卖里级肉饼和鸡骨架 林亚珊连连点头 对对对 就是那家 你也经常吃吗 俩人像找到知音了一般 开始分享 自己和这家小店铺的缘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半天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林峰吃晚饭了吗 行小满吃了一口小笼包 说道 其实晚饭 他中午饭就没吃 几个人同时愣住 行小满问道 珊珊姐 你给林峰点外卖了吗 林亚珊也是一脸的错愕 他们节目组不管盒饭吗 几个人同时看向直播的视角 林峰仿佛在隔着屏幕和他们对视 也就节目组还惦记我了 网友看到这一幕 更是笑疯了 真是林峰和他的大院种朋友们 我真的笑不活了 竟然每没有一个人记得林峰还没吃饭 在美食面前 兄弟算什么 突然 有人叫了林峰一句 直播的镜头对准了门口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给林峰订了饭 林峰说道 全国人民都能看到吧 我的饭是节目组给我订的 比我那群不靠谱的兄弟们可强多了 网友们在看几个人吃饭的时候 也没远住点了外卖 好罪恶啊 都已经九点多了 我竟然又点了外卖 这些人好可怕 大半夜的宣传美食 明星真的不怕胖吗 当我看到林峰马上要上台了 还在疯狂炫饭的时候 我心情舒畅了不少 突然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叫了林峰的名字 林老师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林峰放下筷子 竖了竖口 仔细确认了 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 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 他才出了门 此时 直播间的几个人也放下了筷子 邢小满说道 感谢大家今天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接下来也要去看林峰市直播了 林雅珊说道 虽然我们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 但我们还是希望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大家去看林峰的综艺节目 蒋思汗也说道 蒙面唱将 是我偶像的综艺节目 大家记得多多支持啊 傅润中也说道 休闲过后 还是希望大家能看到更专业的林峰 不要被我们带跑偏了 确实是 原本林峰在大家心中的形象 还是属于那种 很帅气的 但有些低沉 可今天被他们几个一调侃 他们瞬间觉得 他们认识的林峰 好像和观众认识的是两个人 甚至觉得 林峰就是个搞笑男 但当看到他们剧组的人 竟然这么整齐华一的 为了不给林峰的节目分流 努力的给林峰宣传的时候 大家还是被他们的有意感动了 几个人同时关闭了直播 当行小满关掉直播的一瞬间 他突然意识到 我好像一整晚都没干正经事 主持人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这么突然就下播了 整场直播都不在他可控的范围内 原本写的脚本 可只有前面三个问题 是按照剧本走的 后面的情况 基本上就是脱离控制了 好在林亚珊也给他点了一份外卖 不至于让他后面尴尬的坐在镜头前 他还能偶尔笑两声 跟着一起起哄 这场直播的报酬 他拿的都不心安 怎么觉得自己是借了他们的光呢 不仅微博涨了十万的粉丝 还登上了热搜第一 也算是他人生的巅峰了 看来那句 只要和林峰关系好 就能沾光的传闻不假 自己这个直播 还真是壮大运了 他吃了两口饭 把剩下的几个放进冰箱里 也打开了电视 不能辜负几个人的一番好意吗 此时 蒙面唱将刚进行完前面的环节 马上就要到最精彩的餐饮环节了 在场的三十位参赛嘉宾 其中只有一位是出道过的歌手 余下的二十九人 有的参加过音乐节目的海选 有的曾经获得过校园的十家歌手 有的至今还在网上直播唱歌 你们要做的 就是在这些人中 找到那位出道的歌手 光是听着 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林峰宁神问了一句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单纯的问问 如果有些普通人的实力 堪比出道歌手 那我们这样选择出来 岂不是不太公平 主持人笑着说道 每个人有舞票的机会 我会给大家放一句出道歌手的歌 你们要根据这一句 找出在场的哪一位是他 好家伙 这也太抽象了吧 原本大家还想着 主持人要是放一长句歌词 他们还能根据撞歌词的可能性 从中找到这个人 但他们失算了 当他们听了节目组的那句歌词之后 整个人都傻了 歌词是一句一秒钟的 哎呀呀 救命啊 节目组太会玩了吧 这呀 能听出什么不同啊 林峰的眉毛挑了两下 不是吧 这就结束了 第139章 早就选出了正确答案 纵使林峰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这戛然而止的音乐 惊到了主持人 还一脸慈祥的笑容 要不要给你们再放一遍 颇有种听力考试的即视感 台下的观众也愣住了 阿是所有音乐中最常见的一个字 基本上每三首歌就有一个 它不像是那种很有特色 很有穿透力的歌词 单凭一个 是没有任何辨识度的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 这个温馨提示 一点用都没有 主持人好心地给他们再放了一遍 这一次 林峰在心中的声调谱上 给这个声音标注了一下定位 主持人还在提醒大家 你们每个人手中 都有三次 让嘉宾单独唱三个字的机会 如果这三次你都用完了 但你还没有猜出是谁的话 那你就要被淘汰了 评委席的里的好多人也惊呆了 他们都是通过第一轮的厮杀 才给自己换来了今天的评委名额 可没想到 到了评委席 还是会被淘汰 唉 现在行业的内卷这么严重吗 主持人拿着手卡 说道 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 历史悠久 朗朗上口 一首送别 可以让大家先感受一下 歌唱者们的实力 随后 舞台上的灯光突然发生了变化 在这三十个人的上方 有五盏灯正在发着光 所有人都穿着同样的白色西装 头顶戴着一个巨大的银色面具 所有人齐声开始唱歌 但节目组巧妙地设置了他们的麦克风 让他们按照顺序 每次只能播放一个人的一个字 长庭外 所以大概三十秒左右的时间 一首歌就完全唱完了 林峰一直在手上的本子里 写写画画 一旁年龄比较的那个评委 一脸痛苦 这怎么写啊 到底是哪个啊 我根本就看不出来啊 别说是一个你根本就不熟悉的声音了 就算是一个你经常能听到的声音 也不一定能在三十个人中精准地找到它 因为这些声音不给你思考的机会 就是一个接着一个 排着队的往你脑子里灌 你的耳朵还没有辨别出其中的一个声音呢 另外一个声音就又出现了 林峰的耳朵却仅仅跟着每一个声音 同时他的手也没停过 他按照顺序在纸上写了一串奇怪的字符 原本隔壁的年轻人想看看林峰写了什么 结果看了一眼之后更傻了 一个综艺节目而已 至于用上摩斯密码吗 这上面这都是傻呀 根本看不懂啊 好像是一种外星符号 三十个人全都唱完以后 主持人问道 用再唱一遍吗 其他人都疯狂点头 一定要再来一遍啊 这根本什么都听不出来啊 就是啊 我现在头都是乱的 我现在根本就对不上号 一个词都听不懂 与这些人欲哭无泪的表情相对比 林峰的表情倒显得胸有成竹 他的焦点没有放在台上的表演者上 而是全都放在手上的纸张上 主持人好奇地问道 林峰 你是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了吗 林峰摇摇头 其他人松了口气 这才对嘛 你要是能听出来 那就太不正常了 正当大家觉得 林峰也和我们一样嘛的时候 林峰突然说了一句 我已经有了正确答案 这一下所有人都惊呆了 啊 林峰你不是开玩笑吧 林老师 你认真的吗 听了一遍 你就已经听出来是谁了 他身边那位稍微年轻一点的评委 偷偷瞄了一眼他的纸 问道 林老师 你的纸上有正确答案吗 不怪他问 他这根本就看不懂了 林峰低着头 在纸上画了几个圈 他起身 把纸交给了主持人 主持人看了一眼 问道 我看到你这一公画了五个圈 哪个是你心中的歌手呢 林峰指了纸上 第一排中间的那个位置 他 一定是他 主持人笑着说道 你现在把这个纸交给我 就说明已经交了卷 没有更改的机会了 林峰自信满满地说道 不需要 林峰的潇洒 简直是羡煞旁人啊 林峰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真的好羡慕林峰啊 他就是那种 不管什么时候 都能对自己的答案 充满绝对自信的人 我现在太好奇 林峰那张纸上 到底是写了什么 当林峰重新回到座位上之后 主持人又让这些歌手 重新唱了一遍 或许是有了上一首歌的基础 这一次 大部分都吸收了 他们各自的声音 能有一时是一会儿是 但这首歌 毕竟唱得那么快 能在这么多人中对号入座 说实话 还是很有难度的 主持人问道 现在两遍 都已经播放完了 还有人有其他的问题吗 其中一个评委说道 我可不可以 听一下28号的声音 主持人问道 你确定使用这次特权吗 评委点了点头 说道 好 我选择耳机听歌 耳机听歌的意思就是 我消耗了自己的机会 只能自己欣赏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主持人询问了一句 可以了吗 现在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吗 男人摇摇头 恕我无能为力了 根根听不出来 虽然男人相信 林峰是有实力的 但在这种变态的游戏环节面前 他还是觉得 林峰很有可能就是搞一个噱头 随后有几个人 也相继选出了不同号码的人 让他们唱了两句歌词 唯独到了林峰这里 主持人问 林峰 你都已经选好了 还要听吗 林峰点了点头说道 当然要听 三号 十九号 还有二十五号 你们都唱山外山 主持人问 是耳机还是公放 林峰不假思索地说道 公放 这三个唱得还行 但三个字两个重复的 能听出来什么呀 林峰却点了点头 眼神中尽是满意 我靠 林峰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林峰真的猜到了 这能听出来什么呀 第140章 凭借声音猜歌手 如果是真的 那林峰确实是有点太厉害了吧 还是说 他事先就已经知道了答案 其他几个评委 看着自己写着答案的纸 和林峰说 这几个没一个能对上好的 难不成自己一个都没选对 不至于运气这么差吧 主持人似笑非笑地说道 好了 你们现在可以亮出自己的答案了 几个人同时举起了手中的板子 又不安地左右张望 每个板子上写了五个数字 但碰巧能有一个是一样的 偶尔有两个人 甚至还没有一样的 主持人亮出了林峰的板子 说道 这个是林峰的答案 大家下意识地找相同 隔壁的男孩子兴奋地说道 我这个16号和林峰是一样的 他激动坏了 难不成还真被他壮大运碰到了 主持人紧接着说道 林峰 你觉得这些人里面 哪个是真正的出道歌手 林峰起身 说道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这里面有不少人的唱功都很好 所以我在板子上也写了几个人的号码 大家看着林峰板子上的数字 能明显地感觉到 台上有的人似乎看了一眼林峰的方向 难道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出道歌手 林峰继续说道 虽说一个是很有干扰相的 但声音和声音并不是找不到规律的 大家顿时来了兴趣 声音怎么还有规律呢 而且就算是有规律 又该如何记忆 如何分辨呢 林峰解释道 你们可以用自己的记忆形式 赋予声音一个形状 就像我 把它们都想象成一条线 音色的高低粗细 都会影响着条线的形状 他旁边的男生恍然大悟 怪不得 他看不懂林峰之前那张纸上 画的那些歪歪扭扭的符号 原来是林峰自己的一个记忆点啊 他小声地问道 林老师 你能把你刚刚写的那张纸 给大家看一下吗 大家顿时来了兴致 什么纸啊 林峰刚刚写的什么呀 林峰是自己创造了某种符号吗 林峰犹豫了一下 说道 可以给你们看 但这东西太复杂 可能解释不太明白 随后 林峰从一旁的桌子上 拿出了一张纸 他的面前 马上出现了一台摄影机 把纸上的内容 投放在了大屏幕上 大家看着整张纸上 都布满了一些歪歪扭扭的线条时 都傻眼了这是啥呀 这能看出来什么吗 我觉得我乱图乱画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水平了吧 主持人也好奇 这是不是林峰呼人的一个点 他似笑非笑地说道 林峰 你这些线条看起来 确实是杂乱无章的 我能不能考考你 林峰点了点头说道 怎么考 主持人用手遮住了一半的线条 笑着问道 你这张纸上的线条 是按照演唱的顺序写的吗 林峰点了点头 主持人说道 那好 我现在知道 每个线条对应的是谁了 我可不可以遮住其他的 只露出一个 头放在屏幕上 让你猜这个人是谁 林峰笑着说道 轻而易举 好家伙 口气倒是不小 观众也是一脸看热闹的样子 场外的观众也觉得 林峰今天晚上 吹牛吹大了 都想看看 他到底怎么能圆回来 只有邢小满对着镜头说道 你们放心 林峰既然能画出这个东西来 就说明他心中早就有答案了 没错 邢小满竟然又开了直播 这次 是他们三个对着镜头 直播自己看比赛的实时解析 他们刚刚就解析了 林峰的一个挑眉的动作 我和你们说 林峰这个动作 看似不经意 实际上 林峰是觉得这件事有趣 已经激起了他的兴趣 谭远在一旁边啃着鸭脖 边说道 没错 说明林峰觉得这件事有意思 而且他还是胜券在握的 但是 粉丝们还是有些忐忑 直到一团乱七八糟的线 出现在了屏幕上 林峰说道 这是19号 主持人愣了一下 问道 你确定吗 林峰甚至还解释了一下 19号选手 他的声音特点是 有点点 声音好听 但是在口腔里含着 声音没有完全打出来 而且他的音色很特殊 很清脆 稍加练习 只要学会正确的发音方式 他的歌会很好听 主持人惊呆了 不是吧 这么一团线 能看出什么呀 就算是用文字来记录 这些内容 还需要费不少笔墨呢 那不成 林峰真的凭借这些乱七八糟的线 记住了每个人的特点 台下的观众 有些迫不及待了 主持人 您快揭晓答啊 就是啊 林峰说的到底对不对啊 我想知道 林峰说的那些 到底是胡邹的 还是真的被他说中了 主持人愣了两秒钟 那让我们听听十九号的声音吧 随后 节目组公开播放了十九号的歌 确实和林峰说的一模一样 音色特别 声音点这些特点都对上了 我的天啊 林峰这也太神了吧 而且你敢想 林峰点评出这么多东西来 还只是听了对方的一个字 太离谱了 为什么在林峰身上 能听到这么多离谱的事 他这脑子 到底是怎么长的 别人连区分不同的音色都困难 林峰竟然还能去分析 每种声音的特色 主持人缓缓揭晓了答案 确实是十九号 全场的观众 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大声的欢呼 这种兴奋程度 丝毫不亚于 他们看到喜欢的球对进球 竟然真的猜对了 林峰太牛了 我觉得林峰这个 应该属于特异功能了吧 正常人有这种实力吗 太恐怖了 他是外星人吧 主持人问观众 你们现在觉得 林峰到底有没有实力呢 虽然大部分人 都认可了林峰的实力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觉得 这可能是壮运气 可能这些人中 即刚好这个十九号 给林峰留下的印象 更深刻呢 我觉得 会不会是林峰运气好 第141章 听觉和记忆里 可以封神了 在有人提了这个建议之后 那些想继续看热闹的人 顿时跟着一起起哄 就是呀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林峰再猜一个吧 主持人也很会营造节目效果 他顺势而为 和台下观众说道 那就让你们选一个吧 主持人随手指了一个群众 说道 你上台来 选择一个吧 被幸运之神眷顾的姑娘 兴奋地捂着嘴 是我妈 没想到真的是我 她小跑着走上了台 站在主持人身边 仔细斟酌下 她选了一个五号 主持人问道 你确定选这个吗 女孩点了点头 主持人说道 好 感谢你的互动 马上 摄像组的工作人员 把女孩刚刚选的线条 投放在了屏幕上 林峰突然笑了一下 网友们捕捉到了这个笑容 说道 林峰这个笑容 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啊 我怎么觉得林峰这个笑容 有几分细血呢 砸了 这个人怎么了 倒是邢小满他们三个 同时放下了手中的食物 面面相去 同时说道 看来是对了 网友们忙坏了 一边看林峰的直播 一边还时时刻刻 关注他们这边的实时解析 啥意思 你们别卖关子行不行 有一说一 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不成这女的选的这个线条 还有别的意义吗 邢小满故弄玄虚地说道 这还用说吗 这肯定是和林峰想的一样 啊 突然正在直播的林峰说道 这个线条的主人 声音明亮 唱歌很有技巧 而且他 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人 五号脚下稍微一个不稳 向前挪了两步 台下的观众同时喊道 他紧张了 他是不是慌了 难道真的是他 就算不是他 那这个人也有问题 主持人用了一个反问的语气 你确定吗 林峰点了点头 主持人又询问其他几位评委 你们的答案都不太一样 说说你们的选择原因 几个人有些尴尬的 互相对视一眼 这还说什么 在林峰说完自己的答案之后 他们都觉得 林峰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吧 不管是不是五号 林峰对每个人的声音 都能点评出来个一二三 可他们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几个人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硬着头皮 强行地解释道 我觉得吧 他们在天这个发音的地方 让我感到了一丝丝相似 没办法 只能强行地找相同啊 听到最后 主持人都忍不住笑了 还是林峰身边的那个男生说道 对不起 这真的变不下去了 主持人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好 那咱们这边就公布答案了 随后 摄像头记录下了 每个人脸上的表情 除了林峰一脸的 储便不惊以外 其他人的表情 都是不安的 主持人说道 让我们恭喜林峰 他的答案是正确的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兴奋地在台下尖叫 我的天啊 这怎么比我自己 中彩票还要兴奋 林峰太厉害了 我觉得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没有节目能容纳到了他了 我觉得这节目第二期就封神了 我以前觉得 林峰身上有太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 都和我无关 但现在 我觉得他就是异能者 别说了 现在林峰就算是五分钟 倒着写一首曲子 我都相信 网友们现在开始反思自己 他们觉得自己当初 为什么要在网上说 林峰是抄袭的 还说 林峰有枪手 替他写曲子 该说不说 就林峰现在这个实力 谁能被他抄啊 应该说 没有任何人能入得了他的眼吧 全场的欢呼声 大概持续了15秒 整整15秒的时间 主持人没说一句话 评委和嘉宾们也没人说话 镜头全部都在记录现场的观众们 如果这放在以往的节目里 肯定算是一场重大的直播事故了 但放在与林峰有关的节目里 那只能说是锦上添花 毫不夸张地说 和林峰有关的任何事情 都可以用不受控制的疯狂来形容 在全场的欢呼声平息之后 主持人说道 林峰 那你能说说 你选择另外几位的原因吗 林峰说道 首先 在我看来 这里面至少有一半人 是有唱歌基础的 他们或许是参加过一些比赛 或者是提升过自己的演唱技巧 在这些人中 我发现了几位好苗子 能被林峰认为是好苗子的人 实力绝对非同凡响 林峰说道 就是号码牌上的另外几位 主持人依次叫了他们的序号 林峰直接点评道 这个旗号 他的演唱风格 是喜欢情感大于技巧 这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 只能说并不是所有歌都适用 还有这个16号 他的风格是 当林峰点评到最后 主持人都愣了 林峰 你确定你的耳机 和我的耳机听到的歌是一样的 你的耳机不是放的完整版吧 还没等林峰说话 他身边的男生就主动解释道 我作证 林峰老师刚刚根本没戴耳机 这更疯狂了 没戴耳机 还能把一个字分析得这么透彻 这个人 真的让人找不到形容词来描述 感觉他的就像是非人一样的存在 林峰是不是开了天眼啊 主持人说道 那你选的这几位歌手 我们要票选出今天最有潜力的歌手 我们节目组会着重培养 林峰问道 你们只选一位吗 主持人愣了一下 只听见导演在耳机里说道 我们可以选三位 三位 现在一定要把林峰的情绪照顾好 毕竟林峰的一句话 能给这档节目 起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性作用 主持人急忙说道 三位 是三位歌手 林峰面露难色 确实是有的可惜 他觉得这四位的实力都相当不错 有一个他甚至觉得 将来很可能会成为歌坛上鼎鼎有名的人物 不行 自己就算是想办法 也一定要让他们都得到好的培养 第142章 不能签约的 我把它签下来 能被林峰选中的人都受宠若惊的样子 可惊喜之余 伴随而来的却是担心 没有什么比自己刚刚被人认可 但又因为一些其他原因被人否定更难受 几个人有些不安的低下了头 正当几个人都一副兴致不高的样子时 林峰突然说道 我决定 我会自己出资培养一位新人 我选中的这四个个人必须得到好的栽培 节目组竟然决定培养三个 那最后一个我也不会放弃 此话一说 纷纷震煞了旁人 他身边的那几位评委 敲咪咪地收起了自己的板子 这种话 他们可不敢轻易地说出口 尤其是当着这么多镜头 当着全国人民面前 说出去的话 就等于是泼出去的水 意味着是一定要兑现的 他们可没有林峰这样的经济实力 更没有林峰这样的气魄 他们不会为其他人的可怜而买单 对大部分人来讲 这仅仅是一场综艺把了 但是林峰这个决定 还是让网友们惊呆了 我去 林峰好样的 我突然觉得林峰更慢了 我现在担心的问题是 林峰他们的公司才刚刚起步 有这样的资源去培养一个新人吗 在大家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的同时 还是有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不过 下一秒 林峰就给出了答案 林峰直接说道 我们风铃娱乐才刚刚起步 在资源方面肯定和电视台 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我能做的 就是把我的唱歌技巧 还有一些创作技巧交给你 只要你们信任我 我林峰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当林峰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林峰身后的灯突然亮了 在某一瞬间 他们觉得林峰整个人就像神一样 在发着光 台上的人一起望向林峰 眼睛里泛着光 什么电视台的签约培养 我呸 没有什么比林峰的亲自栽培更重要啊 原本他们是为了电视台的资源 强迫了头脑 可现在 他们竟然想方设法的 想留在林峰的身边 在别人都努力的展现自己的才艺 生怕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被林峰选中的那几个人 一副兴致奄奄的样子 完全没有表现欲 最后还是主持人好心的提醒了一句 你们不能因为有林峰兜底 就什么也不做吧 行销满几个人 却跃跃欲试的说道 看来咱们公司又要来新人了 到最后揭晓面具的时候 林峰才注意到 自己准备签约的那个年轻人 似乎也太年轻了一点 林峰疑惑地问道 你今年有二十吗 小伙子拼命点头 其实我就是长得稍微年轻一点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那就好 林峰可不想 有些人为了梦想放弃学业 这种东西太不现实了 因为梦想大多都是虚无缥缈的 你去追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对很多人来讲 代价很大 当天的直播结束之后 行销满已经早早地等在了停车场 林峰给他打了个电话 公司要来新人了 你上来给对方留个电话 说一下后续的事 行小满赶紧让他谈远起草了一份合同 目前 风领娱乐的人员已经戏缺到了某种程度 一个人拆成八办来用 但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地投入进来 可当行小满亲眼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 还是愣了一下 你确定你成年了吗 年轻人一脸的无奈 刚准备翻口袋 林峰就是说道 不用拿身份证了 我刚刚验过了 确实已经大学毕业了 就是长了一张娃娃脸 行小满还处于震惊之中 这也太年轻了吧 其他人都是高中生比较闲小的话 可以去演演出终生 但这个男生都能直接去演出终生了吧 行小满问道 你现在住呢 男生说道 我和朋友合作 目前已经工作了 在一家环境工程公司 行小满开玩笑地说道 你长得这么显年轻 其他人能信任你 和你谈合作吗 男生的眉毛 有些不悦地皱了一下 但他还是强颜欢笑地说道 我负责的是后端的工作 工作项目的统筹接洽 男生问了一句 如果我去你们公司的话 是不是需要每天打卡 林峰摇摇头 不需要 你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周末 或者是你放假的时候 来我们公司就可以 对了 公司有住的地方 你晚上如果觉得太晚了 可以住在公司 行小满狐疑地看了一眼林峰 眼神仿佛在说 你确定 男生却激动地点了点头 公司的位置在哪 我看看 我每天过去要多久 好家伙 听他的语气 这是想马上搬过来啊 行小满赶紧解释道 或许 我们的宿舍条件 比你想象中的 要恶劣很多 林峰却大手一挥 潇洒地说道 你解释那么多干嘛 既然已经有了新同事 今天晚上一起聚餐 行小满满脸愁容 我能不多说几句吗 不然人家过来以后 还以为咱们是诈骗公司呢 在回去的路上 林峰给谭元打了一个电话 羽儿 多准备点东西 今天晚上有一个人 新加入咱们公司 要小小地举办一个欢迎仪式 华文迪在一旁打了一个宝格 小声地问谭元 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但刚好这句话 被林峰听到了 林峰冷哼一声 吃不了也给我吃 谁让你们刚刚吃那么多东西了 随后 林峰犹豫了一下 又拨通了一个电话 行小满在后视镜 看林峰的动作 还给谁打电话 林峰有那么多朋友吗 突然 电话接通了林峰说话的语气 都轻柔了不少 雅山 你明天有通道吗 林雅山已经迷迷糊糊 准备睡觉了 没想到突然接到了林峰的电话 他说道 没有啊 怎么了 林峰说道 那太好了 我们公司不是签约了一个新人吗 过来一起庆祝一下 行小满一脸的偷笑 磕到了 磕到了 他们俩果然是真的 第143章 能别把游戏拿出来炒冷饭吗 林雅山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么晚了 你确定吗 行小满心道 确定 当然确定啊 但林峰却有些担心地说道 你还有其他安排是不是 那就不用来了 行小满简直恨铁不成钢地想 狠狠打林峰一巴掌 人家姑娘都把话说成这样了 你就不能顺势给对方一个台阶吗 行小满叹了口气 看来这种事情还需要自己出马啊 他激动地喊道 珊珊姐 我马上到你楼下了 你要是没事的话 就下楼啊 话刚说完 林峰的电话就没电了 林峰按了两下手机 发现没有反应 有些生气地对行小满说 你干嘛让他下来 人家或许有其他安排呢 行小满叹了口气 还没等他开口 那个新签约的歌手 周海啸就说道 我怎么觉得林雅珊老师 在等您一个肯定的回答呢 林峰到目前为止 一直都处于一个脑袋不开窍的状态 他听到这话 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只是说道 你们下次还是要问问人家同不同意 擅自替别人做决定 多不尊重女星啊 行小满和周海啸两人 隔着后视镜对视一眼 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 车子很快到了林雅珊家的楼下 林雅珊带着帽子口罩 背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 悄悄地上了车 原本林峰和林雅珊的友谊 已经人尽皆知了 可没想到 还有一群看热闹不怕是大的人 想方设法地 想从他们这儿 挖出点不为人知的东西来 所以 当他们又一次拍到林雅珊上了林峰的车之后 火速买了一个热搜 希望能够引起一些热度 可没想到 网友们根本不吃这一套 而是说道 有吻戏吗 没有吻戏的话 这种朋友聚会的东西 你怎么总反复拿出来炒冷饭呢 我真是服了这些狗仔了 没有别的是要做吗 你们是不是觉得 只要是异性在一起 就是有问题啊 你们难道不相信 男女之间还是有友谊的吗 但还是有一些人另辟蹊径 这有没有 可能是林峰自己买的热度 这种评论 很快被林峰的粉丝淹没了 拜托 你们是不是黑粉心里都已经习惯了 林峰他们都穷成啥样了 每天过的日子 那是相当寒酸 整个剧组用的椅子都是租的 甚至宣传的经费 才批了十几万 他们有钱买着黑热搜 就是啊 林峰现在是什么身份 他至于用这种东西 来给自己增加曝光吗 你们狗仔要是真这么闲 我建议你们 把村头厕所的大份挑了 原本偷拍这件事的狗仔 是希望能趁机大赚一笔的 可没想到 最后却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他本人也十分尴尬 更打脸的事情 很快就来了 林峰他们下车的时候 刚好赶上停车上 有一家三口 也准备上电梯 他们看到林峰之后 激动地走过来说道 林峰 能和您拍一个合影吗 林峰说道 可以啊 大家一起拍一张吧 这张照片在之后的五分钟 直接上传到了网上 女人佩文道 在地下停车场 碰到了林峰和他的朋友 林峰本人的性格特别随和 说拍照 就和我们一起拍了一张合影 他的朋友们都很接地气 丝毫没有明星架子 而且林峰本人真的很帅 声音也很温柔 网友们没想到 在这张合影中看到了周海啸 怎么周海啸也跟着他们一起吗 笑死了 林峰他们该不会和周海啸说 风铃娱乐有员工宿舍吧 哈哈 上一个被骗得很惨的 还是华岛 谁能想到 对于艺术追究那么高的人 竟然真的随波逐流了 其实在周海啸来到这个小区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 咱们风铃娱乐的成本这么高的吗 这个小区的地价 在整个城市都算不上便宜 可当他推开大门的时候 露出了和当时华文迪一样的表情 他狐疑地说道 这 这房子确定能住人吗 谭远笑嘻嘻地跑出来 兴致勃勃地给他介绍不同的房间 我和你说 我们这个房子追求自然和原生态 很方便的 你要是做噩梦了 吆喝一嗓子 我们所有人都能过来给你保驾护航 周海啸和他们还不熟 不敢直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只能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那谢谢了 实际上他心里想的却是 我怎么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噩梦呢 这是不是我已经睡着了 正在做的梦啊 怎么这么离谱呢 林亚珊轻车熟路地走到厨房 开始从洗碗机里拿出大家的碗筷 这么多人 我稍微露两手 随后 林亚珊给大家炒了一盘土豆丝 大家正等着后续呢 林亚珊问了一句 你们没点外卖吗 问问火锅到哪了 林峰笑着问道 你不是说要露两手吗 我还以为 你要做一个满汉全席呢 林亚珊酣笑了两声 那还是有难度的 我就会这一道菜 你们有口福了 说吧 几个人趁着外卖还没来 吃着这盘土豆丝 喝着啤酒 畅谈着人生理想 行小满说道 蓝德公司又新增一员猛将 咱们拍个合影吧 一张合影 记录了他们今天晚上的生活 好像那些对别人来说 梦想 成就 那些都是触不可及的梦 但这些对于林峰他们来说 却唾手可得 他们过着让万千人羡慕的生活 就算是吃着一样的饭菜 喝着一样的酒 但你总觉得 只要跟在林峰身边 每一秒都能带你感受浪迹天涯的快乐 房间里是有多余的床的 林峰他们也想过 或许会有客人的这种情况 不过 就算是没有客人 他们不是还有当初给华岛准备的帐篷吗 周海啸醉熏熏的念叨着 明天还要打卡 不能迟到 林峰问了一下公司的位置 和行小满说道 你早上要是能起得来 就顺便送他去公司 怎么能让我们公司的员工上班迟到呢 第144章 亲自送新员工上班 结果第二天的事情发展 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林峰 行小满和周海啸分别定了闹钟 可这几个人的闹钟 就像清晨交响乐一样 一个接着一个 此起彼伏 但这几个人 愣是睡得像死猪一样 根本没听见 林雅珊从唯一一个有门的房间 也就是行小满的房间里 暴躁走出来 看着和林峰挤一张床的行小满 丝毫没有起床的意思 他只能崩溃地走到床边 按了关闭闹钟的按键 林雅珊明显地感觉到 行小满的眉头终于松开了 林峰似乎察觉到身边有人影 眼球在眼皮底下滚动了两下 才缓缓睁开 看到林雅珊后 他反应了两秒钟才问道 怎么了 林雅珊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都快八点了 海啸今天不上班吗 林峰点了点头 对啊 海啸今天还要准时上班呢 林雅珊示意林峰看行小满 林峰简直要翻了个白眼 他一脸无语地把行小满的小腿 从自己的被子上踹下去 叹了口气说道 看他这样子 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了 我去送吧 林雅珊说道 那你们等我十分钟 我和你们一起走吧 可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之内 林雅珊就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 为什么不能等行小满醒了再走 自己就这么着急吗 怎么就差这么一小话 林雅珊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安全带 另一只手紧握着车子上的把手 林峰说道 你别这么紧张 我车机很好的 林雅珊强颜欢笑地点了点头 看得出来 我相信 林雅珊通过后视镜 看了一眼坐在后排的周海啸 只见周海啸捂着嘴 一副想吐 但还在硬撑的样子 林雅珊委婉地说道 林峰 要不你稍微慢一点呢 我看这时间 好像还挺充裕的 林峰一副你不懂的表情 你是不知道烟城这个路 早上塞车一两个小时 都是常识 林雅珊回头看了周海啸一眼 一副我也无能为力的表情 这一路上 林峰简直就是风驰电撤 终于 在周海啸打卡前的十分钟 到了他们公司的门口 周海啸下车的第一件事 就是扶着树干 林雅珊下车给他送了一瓶水 结果自己差点也受他影响 和他一起扶着树干一起藕 林峰匆忙忙地下车说道 海啸 你别在这耽误时间了 要吐也得打完卡去公司里吐啊 周海啸悲催地看了林峰一眼 面前这位是他老板 公司的还是他老板 一个老板开着火车送他上班 生怕他错过了 另外一个老板的上班时间 这种精彩的经历 他应该不会有第二次了 他笑着说道 好的 谢谢老板送我过来 昨天晚上已经签了合同 不管怎么样 林峰都是他老板了 老板说一 他怎么能说二呢 这可是打工人的自觉性 但他在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以后 不要再有这种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他宁愿迟到 直到看着周海啸 晃晃悠悠地走进了公司 林峰和林雅珊才离开 这次林峰开的车四平八稳 搞得林雅珊还有些心有余悸 生怕他突然一个超车 突然一个加速 林峰说道 你要是没睡好 就再睡一会儿吧 估计还有半个多小时 才能到你家呢 林峰看林雅珊一脸警惕的样子 说道 你就放心睡吧 我开车的技术还是很稳的 刚刚那不是特殊情况吗 随后 林峰打开了音乐电台 某个电台正在播放轻柔的音乐 节奏感不强 很像催眠曲 刚听了不到三十秒 林雅珊就脚腔投降了 呼呼大睡 林峰关掉音乐 把空调的冷气调高了一些 慢慢地向林雅珊家的方向驶去 而此时回公司的周海啸 在一楼的楼梯口 看到了一群目瞪口袋的同事 他们有的手里 还拿着啦啦队用的彩带花 有的人手里 拿的是打印好的条幅 周海啸和他们面对面站着 直到某位女同事 突然问了一句 海啸 你刚刚是和林峰在一起吗 一位男同事补充道 还有林雅珊 周海啸点了点头 对啊 我昨晚在公司 他们公司睡的 大家都疯了 在场的这些人 有一半以上都是林峰的粉丝 他们 原本觉得 像林峰这种人 都是遥不可及的 高高在上 他们这种凡人 可能一辈子都望尘莫及的 但没想到 他们的同事 竟然成了林峰手底下的签约歌手 这种感觉就好像 自己和一个 本来不可能产生联系的人 突然多了一条深深的联系 我同事就在林峰的公司里面唱歌 当你用这样的方式 去和别人介绍林峰时 会有一种莫名的骄傲感 又好像 我和林峰的距离 也没有那么远 他们兴奋地把周海啸围在一起 原本是想 庆祝他顺利出道 能签约林峰的公司 但没想到 他们公司的关系 竟然比想象中的融洽不少 大家一窝蜂地围了过来 七嘴八舌地 问着自己想知道的八卦问题 林峰这个人怎么样啊 听说林峰住的楼盘也别好 林雅山这个人怎么样 有没有大小姐脾气 一时间围过来的人太多了 周海啸指 觉得有点窒息 那种反胃的感觉又出现了 他急急忙忙地推开众人 直奔卫生间 大家目瞪口呆地说道 给问兔了 我好像也没说啥吧 难不成林峰给他投毒了 要毒坏他的嗓子 他们突然想到一件事 今天早上 林峰这个老板 竟然亲自送小海来上班 这也太震惊了吧 其中一个人补充了一句 我觉得 林峰这个人 看起来就很大气 他一点都不计较这些 虽然他们还没从周海啸口中 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但不影响他们自己 已经脑补出了林峰的人设 而林峰这边 他把车子停在了 林雅山家的小区门口 看林雅山睡得正香 也就没叫醒他 第145章 想要创作一首老年人喜欢的歌 原本林峰 还在看最近的国际新闻 突然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他马上按了静音键 看了林雅山一眼 发现对方正在熟睡 丝毫没有被他的电话吵到 看来昨天晚上 帮他们收拾残局 真的忙坏了 虽然他们都跟着一起收拾 但林雅山有洁癖和强迫症 他看不惯这群男人 收拾好的厨房 所以只能再收拾一遍 这就是给自己找事 所以累了够呛 林峰看着林妈妈的电话 清了清嗓子接通道 妈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林妈妈最近心情平复了很多 她已经不受网上的言论影响了 不管大家是说 林峰的好还是坏 她都能坦然地面对 她说道 我最近挺好的 你的踪影我看了 儿子 你可真厉害 林峰说道 都是一些基础性的知识 也没什么的 林妈妈又说道 你拍的那个电影我也看了 我一个老年人 不太懂你们年轻人的笑点什么的 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林峰说道 这部电影 我们最初设置的 就是希望可以老少皆宜 但肯定有文化上的差异 目前这个结果 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了 林妈妈最近也看了不少相关的书 她越发地觉得 林峰走的这条路很艰难 并不是他们看上去 那么光鲜亮丽 前段时间 林峰忙到半个月 都没给她打一个电话 只是偶尔在微信上 给她发两张照片 断断续续的语音中 还能听到片场的嘈杂声 林妈妈是心疼儿子的 但可惜自己又无能为力 当她看到林雅山和林峰 一起合作的时候 又隐隐有些高兴 但她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喜欢被父母逼问得太紧 她也不敢多问 只能多说一句 你身边有女生 对人家好一点 别总让他们和你们一样 熬夜又起早的 林峰看了一眼车内的林雅山 说道 是啊 我以后会注意点的 但雅山这个人 她很能吃苦 而且她有心细 能看到很多 我都注意不到的事 所以她比较忙 也很辛苦 林妈妈听到林峰 主动提起林雅山的名字 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但还是强忍着自己的兴奋 你自己能看到就行 我也不打扰你了 你现在越来越忙了 林峰叮嘱道 妈 你也别总在家待着 出去运动运动 林妈妈说道 我出去了 每天都在公园里 跟他们一起跳舞 但儿子 我们公园这个舞的曲子 一点都不好 妈也不懂 你们经常说的那个词 叫什么来着 好像是节奏吧 我觉得 我们这个曲子 没有那东西 但没事 就跟着强身健体吗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林峰又和妈妈 先聊了两句之后 才挂断了电话 转身之后才发现 林雅珊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醒了 你消息好了 林雅珊打了个哈欠 还行 回去继续睡 他询问道 你刚刚是和阿姨打电话 林峰点了点头 最近太忙了 也没怎么和他联系 我看天要下雨了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和林雅珊告别之后 林峰回去的路上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适合老年人强身健体的歌 是什么样的呢 节奏感一定要强 因为老年人对强烈的节奏 是相对敏感的 但还不能太强 因为节奏感太强 会对他们的心理 产生一定的压力 林峰思来想去 还是在网上评论了一句 各位叔叔阿姨 你们喜欢听什么风格的歌 这句话 犹如一旦激起千层了 网上的网友们纷纷 开始感慨 林峰什么情况 现在已经开始涉足 中老年领域了吗 喜欢听你写的歌 只要是你写的 我就都喜欢听 林峰要出新歌了 搞快点搞快点 网友们一方面好奇 林峰为什么突然要写这首歌 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好奇 林峰写的中老年歌曲的曲风 到底是怎么样的 在看了网友们那些 没有用的建议之后 林峰说道 大家要保持健康 强身健体啊 啊 林峰为什么突然说这句话 难不成是林峰生病了 还是说 林峰发生什么事了 当林峰回到家 就看到邢小满紧张兮兮的脸 林峰 你到底怎么了 你今天这么早起床 是不是背着我 偷偷去医院检查身体了 也不知道邢小满 是不是细精附体 瞪大了眼睛 甚至眼眶里好有眼泪 在打着转林峰叹了口气 无奈地挣脱开他的手 你能不能正常点 我就是一句简单的期许啊 你想象力这么丰富 应该让你去写剧本 邢小满一听这话 顿时知道自己 应该是想多了 他狐疑地问道 那你今天神神叨叨的 发什么钟老年喜欢什么歌 又发这话 到底是啥意思 林峰很认真地说道 我妈都能听出 他们广场舞曲子的节奏不好 我自然要帮他改善一下了 邢小满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啊 怪不得林峰 今天早上都神神秘秘的 不过他也不得不感慨 自己身边有一个创作大神 就是牛 估计就算是一盘菜里 吃出来一颗小青虫 林峰都能即兴唱一首歌 创作型歌手 就是牛 邢小满平复了情绪之后问道 你准备怎么做 或者说是做一个什么风格的音乐 林峰沉思了一下 说道 这种歌的针对性很强 一般老年人不喜欢听年轻人的歌 是因为他们掌握不了 不同风格的韵律之美 我要做的就是投其所好 制作一首让中老年中爱的歌 邢小满在一旁补充道 但你的这首歌 肯定不会被年轻人接受 也不一定 或许年轻人也有喜欢这种风格的呢 林峰点了点头 这得给我两天的时间 我得好好找找风格 系统又跳了出来 宿主 现在有一首歌可以给您提供 条件是 你必须要达到受众五亿以上的收听率 第146章 网络电影转为院线上映 五亿 五亿 林峰重复了两遍这个数字 他轻松地说道 这很简单 我现在的单曲播放量 都已经突破百亿了 系统突然诡异地笑道 不是累积哦 而是发行当天要突破五亿 啊 这疯了吧 怎么可能呢 别说是一首针对中老年的歌呀 按照年轻人这个宣传速度 一天或许能播放到五亿以上 但是受众群体是中老年人啊 这连林峰这个创作型的天才 都不敢保证了 倒是邢小满转了一圈回来之后 发现林峰还在严肃地念叨着 五亿这个数字 他狐疑地问道 怎么了 五亿是什么 林峰问道 你觉得我如果发行一首中老年的歌 能在一天之内达到五亿的播放量吗 邢小满震惊地说道 你没开玩笑吧 老年人怎么可能单曲循环你的歌呀 他们信息那么滞后 估计发行一个月他们都不一定知道 是啊 这才是林峰最担心的问题 正当林峰纠结的时候 邢小满突然说道 倒也不是不行 就是发行成本大一些 林峰示意他继续说 其实以往林峰发歌 基本上是没有成本一说的 因为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林峰唱歌 就永远都有一堆人在等着他们 是林峰的铁杆粉丝 永远活跃子阿姨线 甚至林峰之前发歌的时候 都很少预告 因为不需要 只要发行就是爆款 但这一次 邢小满觉得 可以把前几次浪费的资源利用起来了 很简单 我们需要提前预热 先把市场打开 让更多的人知道 你要出一首中老年人的广场舞曲 同时 我这边再去找一些编舞师 让他们针对这个旋律 编两套适合老年人跳的舞 再发行当天 就让全国各地你的粉丝们 去广场上跳这个舞 同时 把这首歌不论年龄的 安利给身边的人 林峰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笑着说道 你这个想法确实不错 因为不论年龄大小 全民健身刻不容缓 我的这首歌发行的时间很讨巧 应该说是 开创了这一个空白的领域 邢小满笑盈盈地说道 是啊 所以你看看 可以发挥的空间就更多了 你放心 这种琐碎的事情 交给我处理就好 你就什么都别想 安安心心地创作 林峰点了点头 说道 小满 辛苦你了 邢小满颇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没办法 谁让我是你的经纪人呢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邢小满每天基本上 只睡三个小时 他当时心血来潮 答应了林峰之后 就开始疯狂地后悔了 自己这不是 给自己找事呢吗 目前电影才刚刚开始上线 网上的热度 一天比一天要高 听说 已经有审核部门的人 想要给他们 这个电影安排成院线电影了 截至目前 上线三天 总收益就已经破亿了 这仅仅是一个网络电影啊 自从网络电影问世以来 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么惊人的数据 毕竟很多院线电影 拿着四五十一张的票价 才勉勉强强破了个一两亿 就足以说明 林峰他们这部 九品芝麻关 对电影界的影响 是多么轰动 目前后台的总收益 是一亿多 但除去分给平台的钱 以及需要交税的部分 他们拿到手的 也有近五千万左右 经此一战 林峰彻底在影视行业 站稳了脚尖 甚至很多国内有名的 一线导演 都认识了这个鬼才 这个小子不简单 他涉足了一个 从来没有人踏足过的领域 说明他很具有前瞻性 而且这个小伙子 他身边还有一群 深不可测的人 不管是电影拍摄方面 还是剧本的编撰方面 我没想到 当时被称为 五毒剧全的团队 如今既然发展成了 今天的程度 真是不能小看 然而此时的林峰 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在引起了 轩然大波 他这几天闭关 每天想的 都是新歌创作的这件事 连电影已经被批准 院线播放 都毫不知情 直到某天半夜 林峰在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看到 谭远在客厅里 看新闻上面正播放着 最近大热的影片 林峰在听到 九品芝麻关的时候 停顿了一下 听着上面说的票房 咱们网络电影的票房 已经过十亿了 谭远被这个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一跳 他喝了口水 安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才缓缓解释道 不是啊 咱们电影昨天的时候 已经转院线电影了 看着林峰目瞪口呆的样子 谭远继续说道 昨天上线的 上线一天 票房直接涨了八个多亿 这一下连林峰都惊呆了 竟然有这么多吗 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 谭远一副嘲笑林峰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说道 你没看前几天 看过网络电影的网友都在说 这种质感不去电影院看 真的可惜了 他们都在感慨 说欠你一张电影票 这不 现在都过来还账了 林峰也没想到 这部电影的影响力 能有这么强 他狐疑地问道 不是说 咱们这个电影 有很多不符合 院线电影的标准吗 怎么突然能上映了呢 谭远解释道 这个嘛 规矩是死的人 人是活的 前几天 网友在网上把审核组的人骂惨了 说他们是腐朽的产物 每天想着的 都是那些又场面又没用的东西 要文艺多开花 可能是网友们抗议的声音太大了 这件事 终于被上面的领导重视起来了 无奈之下 不得不原封不动地改成了院线电影 也可以说 这部电影 应该是最近几年 唯一一部内容尺度方面都不小 但还能上映播放的电影了 凌峰笑着说道 所以说 有些事情一开始就是没必要的 兜兜转转 到最后 还不是按照咱们的节奏来 谭远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有些时候 那些条条框框框住的 不是创作者 而是一种新兴的文化 有些就被这样阴灭了 第147章 凌峰身边是不是有创作磁场 突然谭远想到了什么事 对了 今天这个电视台还想采访你呢 说想询问一下 你创作这个电影的背后故事 凌峰看了一下这个电视台的名称 问道 他们想听到什么 谭远耸了耸肩膀 说道 这个主持人的风格就是咄咄逼人 希望你说出一些犀利 但又很圆滑的话来吧 凌峰摇了摇头 这种虚伪又做做的综艺我不参加 以后也别溜接了 就说我最近在闭关创作 谭远点了点头 行 等小满回来我和他说一声 说到这 凌峰突然觉得 自己好像好几天没看到姓小满了 小满呢 感觉有两天没看到她了 谭远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反问了一句 你那首歌创作的怎么样了 凌峰喝了一口冰水 说到已经创作完了 目前正在修饰细节 估计明天就能发布了 行小满晃晃悠悠的进屋 听到的就是这句话 原本疲惫的身子 瞬间像打了鸡血一样 明天 这么快吗 凌峰闻着他一身的酒味烟味 皱了皱眉头 你这是干嘛去了 行小满不愿意和凌峰说 自己为了这件事付出了什么代价 他觉得 这都是身为一个经纪人应该做的 他只想让凌峰看到结果 让凌峰知道 他行小满的工作能力 是值得信任的 事实上 他这几天早出晚归 就是不断的开会 不断的谈合作 他和凌峰轻飘飘的说那几句策划 但在事实上 他需要和每一个人对接到位 包括舞蹈的编排方面 他需要和每个人说 老年人的身体技能是怎样的 对方还有些为难的说道 我们目前没听到歌呀 你让我们直接编排舞蹈动作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行小满还给人家解释 老年人的广场舞 主要是以强身健体为主 并不需要完全契合歌词 你只需要按照我给你的节奏 先简单地编排一些基本动作就行 后续再根据歌词 进行舞蹈动作的调整 原本对方都不想和行小满合作了 但一想到 这是凌峰第一次创作中老年的歌曲 他们编排的这个舞 甚至会在全国引起轰动 就这个无形的饼 一直吸引着他们 之后 行小满又和凌峰全国各地的粉丝们 进行链接 和他们说了这次的注意事项 以及创作的风格 同时 还不忘在网上每天预热 增加粉丝的年性 全民健身的时代 马上就要来了 当你自己沉迷健身房的时候 不要忘记 那些把你照顾大的长辈 也需要强身健体了 一开始 粉丝看到这些话 还以为凌峰接了一个健身房的广告 或者是健身用品的软广 但凌峰接下来发的内容 都是个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关系的 当你们沉迷于自己的世界时 也要想想 爷爷奶奶是否也需要一个属于他们的舞台 他们不是老了 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机会 需要一个实现梦想 展现自己的机会 中老年版的梦想集结号已经准备出道 你们呢 在第二天的时候 他们已经意识到凌峰发这些 肯定是和他即将发行的新专辑有关系 但凌峰之前很少在网上发这类的东西 网友们都怀疑 凌峰是不是让人给夺赦了 凌峰最近这是咋了 怎么写的东西我一个字都看不懂了 凌峰是换文案了吗 他是在闭关写诗吗 凌峰新签的那个歌手最近在干嘛 怎么感觉签约了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呢 网友们关注点开始逐渐跑偏 事实上周海啸每天晚上都会来凌峰这里 他没有参与凌峰创作的过程 凌峰让他做的事是熟悉音符 一开始周海啸还觉得凌峰的想法很没有意义 音符这东西不就是摆在眼前的吗 为什么还要熟悉 凌峰看出了他的不满 直接问道 我现在随便按一个琴键 你知道他在什么位置吗 随后凌峰按了一下钢琴的某个键 周海啸愣了一下 他停顿了几秒钟尴尬地替自己电解道 其实我是没怎么练过钢琴 凌峰没听他的解释 而是说道 那你最擅长的乐器是什么 吉他 周海啸点了点头 他之前确实是学了很久的吉他 虽然算不上有多专业 但在所有的乐器里 吉他确实是他最擅长的 凌峰随手按了一个和弦 用花样技巧弹奏了一下 这个呢 周海啸 他真的不确定了 明明都是自己很熟悉的旋律 明明自己之前弹奏过千百遍 但为什么自己会听不出来 到底是哪根和弦呢 凌峰没说什么 只是默默地把吉他递给了他 你现在知道 你应该做什么了吧 周海啸 他就是一个业余选手 之前是一个勤勤恳恳的社畜 当他接触凌峰开始 他才意识到 自己原来和专业选手差了这么多 没办法 歌手不能走捷径 更何况 自己现在有这么好的资源 如果不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学习一下 可能自己这辈子都会后悔 所以 他每天晚上下班之后 都会来这边练习 凌峰偶尔会出来 给他指导一下 但很奇怪 明明凌峰好像也没做什么 好像他的指导 也不像是老师上课一样 给他讲什么什么注意事项 但周海啸 就是觉得自己进步了 而且还是进步飞快的那种 从一开始的 用脑子计取 用手协助配合 到后来 自己的手 已经先一步地做出了举动 周海啸心想 难道说 这里有什么奇怪的词场 怎么一到这 我的进步就这么快呢 当然 这些问题都不如 凌峰的创作更重要 周海啸在闲暇之余 听到了凌峰新歌的片段 惊呆了 他甚至没办法把这首歌 和演唱暗箱的凌峰 结合在一起 强行练习 甚至有点精神分裂的冲动 我现在都震惊了 这两首歌 确定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吗 第148章 计划组建自己的团队 再惊讶之余 他还是敬佩凌峰的才华 能对所有的曲风 都信手拈来 这对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 都绝非一事 当凌峰创作结束之后 他把周海啸 叫到了自己的录音室 这是完整的曲子 你听听 看看有什么收获没有 周海啸很严肃地戴着耳机 身体却止不住 跟着他的节奏一起律动 虽然这个歌词听起来太过于普通 甚至彰显不出凌峰的才华 可却又让人疯狂地着迷 周海啸仔细想了一下 这不就是凌峰的才华吗 当周海啸认真的回忆之后 才发现 凌峰的成功不在于 他每一首歌的歌词 多么的优美 旋律多么的动听 其实有一个最关键的 也是他们一直忽视的 那就是凌峰的歌词 和曲风的适配程度 就像之前的那首浮夸 就像是以小人物的笔触 再给大家讲述一个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故事 但歌词和曲子之间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契合 才成就了这首歌 周海啸前段时间无聊 在家自己重新写了一首 比较有艺术感的词 甚至每句话之间还能有呼应 用了很多优美的词句 可就是不行 应该说是远远不够 那个时候开始 周海啸就明白了 凌峰的实力到底有多可怕 所以今天在听到凌峰这首歌的时候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凌峰对于曲风的掌控能力 当他听完第一遍之后 他有些木讷的看着电脑屏幕 凌峰到底是怎么做到 把这些七零八岁的音符 拼凑到一起的呢 凌峰问道 什么感觉 周海啸用几秒钟的时间 努力地调节自己的情绪 最后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 好听 太好听了 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曲子 凌峰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你真的觉得这个曲子好听 不是站在老板和员工的角度 而是站在创作者的角度 周海啸果然停顿了一下 凌峰愣了一下 果然啊 看来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可没想到 周海啸沉思了三秒钟之后 却说道 那我觉得就更好听了 凌峰一脸的不可置信 啊 周海啸解释道 我原本是站在第一次 听到这首歌的路人角度来讲的 旋律很洗脑 朗朗上口 我听了一遍 就能记住了七七八八 如果让我站在专业歌手的角度去评判 我觉得你的结合力太好了 这首歌可以说是老少姐也 听到他这么说 凌峰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马上把歌曲原件发给了邢小满 此刻的邢小满 还在和那几个舞蹈编排师 磨练舞蹈方面的细节 邢小满原本一点都不了解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结构 这几天的时间 硬生生把他磨成半个专家了 当他接收到凌峰消息的一瞬间 激动的直接叫出了声 他直接关上了舞蹈工作室的门 关闭了所有的监控设备 对那两位编舞师说道 你们已经和我 签了违约金五百万的保密合同 我现在给你们听一下这首曲子 这就是最终版本 目前你们应该是第一批听到的人 两人虽然不能说是凌峰的粉丝 但最近这段时间 凌峰的歌确实是听了不少 而且凌峰的电影 他们俩还是专程跑到电影院去支持了一下 应该说 他们对凌峰是有了一定的了解的 现在听到这话 突然无比期待凌峰的星座 虽然他们有想过 可能会相对雷人 和以往的曲风不太一样 但在听到完整版之后 还是沉浸在这首歌给他们的冲击里 无法自拔 我靠 确定这首歌是凌峰写的 凌峰是不是被老年人附体了 这首歌我妈得喜欢死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凌峰吗 我怎么觉得 凌峰的创作风格 越来越超乎我的想象了 他们之前确实是有预期的 可谁都没想到 最后的成品竟然这么 惊人 邢小满也是第一次听 脸上的震惊 不比他们俩的少了多少 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 你说他不太好听吧 他的旋律确实是很不错 但你要说他好听吧 倒也不至于 只能说是很洗脑 邢小满只能把这个烫手山芋 扔给了两位编舞师 你们现在可以做动作的更换了 今天晚上12点之前 必须提交上来 我要马上联系他人 开始进行发行的准备工作 虽然不能说 之前的舞蹈动作完全推翻 但两人还是根据这首歌的歌词 添加了一些形象化的动作 验收的时候 他们说道 我觉得这首歌 一定会成为广场舞的经典之作 因为这首歌的节拍 就是为了广场舞而生的 包括音乐之间的衔接节奏 刚好可以让老年的人腿 抬到什么高度 邢小满现在不得不佩服林峰的脑洞 林峰还是有实力有想法的 而林峰这边 在了却了一桩心事之后 开始思考 接下来自己的发展了 林峰其实不是一个 喜欢做长远规划的人 他觉得 尤其是艺术工作者 就是应该有着 他人不具备的浪漫和自由 所以 林峰希望自己是 不被任何人约束的 可当他真正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之后 看着公司一天一天的壮大 看着公司的员工 从谭远一个人 慢慢加入了邢小满 到后来他们挖来了 华文迪导演 还有现在的周海啸 林峰能感觉到 他们公司蕴含着无穷大的潜力 他们都在等待着一个机会 一个能让他们拼尽全力 打好每一场仗的机会 打仗需要兵 当务之急 林峰手底下最缺的人 就是兵 林峰坚定了一个想法 他要签约 要签更多的新人进来 给更多新人机会 还有那些合作过好几次的朋友 正好可以加入自己的公司 给他们提供一个蓬勃发展的机会 想到这里 林峰脑海中 闪过了一个必签名单 林雅珊 林雅珊自从上次 合经纪公司解约之后 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对接商务 身边也没有人可以照顾他 第149章 林峰 你们公司公吃住吗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林峰二话不说 拨通了林雅珊的电话 完全忘记了 林雅珊这会儿 可能正在拍戏 拨了一通之后 发现对方没接 林峰紧接着拨了第二通 当第二通拨到一半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 对方可能是在剧组 林峰转念一想 还有傅任中可以联系 傅任中的电话接通得很快 林老师 你不忙吗 林峰简单打了个招呼 问道 你最近的接系量怎么样 你最近好像还挺忙的 傅任中笑着调侃道 还是要感谢林峰老师 带给我的热度啊 我现在是彻底知道了 只有那些有名的人 才有资格演戏 虽然林峰早就知道这个道理 但林峰依旧觉得 这个是极度不公平的 这个社会 不应该全都看人气和热度 林峰叹了口气 说道 有公司向你抛出橄榄枝吗 傅任中 有啊 还不少呢 但这些公司现在承诺给我的 将来可未必能做到 谁不想在风口浪尖上的时候 签一个热度最高的人回公司 这不是一举多得吗 林峰没想到 他竟然把这件事 看得这么透彻 林峰问道 那你现在是怎么打算的 傅任中有些惆怅的叹了口气 没什么打算 走一步算一步呗 林峰一听这话 顿时觉得有戏啊 他没疯一条 说道 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 傅任中愣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说道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要签我 林峰的语气听不出来波澜 我不着急 给你时间考虑 你现在确实是要相对谨慎一些 你也别出于什么情义 就不好意思拒绝我 在签约的时候 只要涉及到利益 你都要谨慎一些考虑 但傅任中脑海中 却在循环播放 林峰刚刚刚说的那句话 你要不要来我公司 要不要来我公司 来我公司 他突然打断了林峰的话 说道 要 林峰原本还在和傅任中 苦口婆心地说 签约的注意事项 你就算是要签约 也一定要找一家 但被对方突然提高音量的那声 要吓了一跳 林峰愣了两秒钟 才反应过来 你要签约 还是要和我签约啊 傅任中的声音 突然变得很激动 当然是和你签约啊 之后 傅任中更好像打开了 尘封已久的话匣子一样 开始滔滔不绝地 讲自己的奋斗史 我之前从来没想过 有朝一日 还能演这种电影 这对我来说 好像做梦一样 就算是到现在 我都觉得自己 好像梦还没醒 你就是让我拜托之前那种生活的薄乐 既然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一定会跟在你身边 林峰听到他坚定的语气 其实内心是有些复杂的 但还是说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一起行事 一定要考虑这件事的代价 现在我是林峰 万一以后有其他情况呢 林峰当然知道 以后也不可能会出现其他情况 但他觉得 尤其是在这个娱乐圈 跟在自己身边的人 可以做到无所顾虑 可一旦他们离开林峰的羽翼下呢 他们还做出正确的决定吗 但他忽视了一点 原本富人知识很谨慎的 他之前并没有因为 其他娱乐公司给的条件 就受到了对方的诱惑 而是在听到林峰的建议之后 直接坚定了这个想法 所以林峰的想法是多余的 林峰说了这番话之后 才意识到 他们公司现在基本上没有资源 虽然找上门来的各种资源 都有一大把 但林峰不屑于去为了钱 做那些事 他有些无奈地说道 那就先和你签约吧 但目前我们这儿 确实没什么资源 也不知道以后资源 能发展成什么样 富人知识问道 每个月能给开两千吗 林峰愣了一下 啊 这个没问题 富人知识又问道 公司是公主的吧 林峰笑着说道 我们公司那个毛皮房 你心里清楚 你要是想住 随时过来住 林峰还想多说两句 可没想到 富人知识一个人 阵阵有词地说道 既然公主 那在吃饭方面 我就能省则省了 每个月两千的基本工资 其实只要稍微谨慎一点 还是能活的 林峰突然觉得有点好笑 但同时还有点心塞 他说道 你也不至于想得这么悲观 我只是先和你说一下 潜在的风险 但如果你决心相信我 我这边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谁都没想到 这么严肃的一个话题 两人竟然在电话里就敲定了 林峰说道 那你有时间就过来签一下合同吧 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在工作方面 我这边也会给你安排经纪人 和你们对接的 虽然林峰答应的倒是挺痛快 但事实上 林峰根本没有头绪 去哪找一个这么合适的经纪人啊 更何况 现在这个世道 不靠谱的人那么多 有多少人接触林峰 不是为了提升自己 只是单纯的 想从林峰这里 挖到一些黑料呢 林峰觉得有点可悲 他只能把这种事 交给邢小满去办 邢小满也没想到 自己的工作量 又雪上加霜了 他有些无奈的 和林峰说道 哥 你能不能靠谱点 电影和歌曲 你总得顾一样吧 怎么两头都放下了 自己转头去当H2了 虽然林峰听不太懂 他说的是什么 但总觉得 不是什么好话 他说道 我知道你忙 那这种事就先交给我 你先把新专辑的事情 处理好就行 这个烫手的山芋 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林峰的手里 林峰开始从 自己熟悉的这些人下手 自己出道以来 接触了不少工作人员 他一个一个在脑海中过滤 最后筛选出来 两位合适的人选 他决定 先把对方约过来聊聊 越是到了关键时刻 越是要小心谨慎林峰 拨通了其中一个人的联系方式 这个人是之前帮他澄清 不让给赵志瑶 他们拉资源的那位 第150章 开始扩大风领娱乐的人员规模 这个小伙子 名叫胡忠硕 是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 唯一的不足就是 曾经在青春期的时候 脸上起了不少的青春痘 当时手欠 没少用手去挤 结果过了那个年龄 脸上的痘痘逐渐好了 但痘坑痘印倒是不少 这些年用了不少方法去解决 但都无济于事 目前只能每天用障眼法 靠化妆来欺骗那些身边人了 不过林峰倒是觉得 一个人有能力和他的长相 没有任何关系 有的人就是其貌不扬 但他的谈判能力却是鼎鼎有名 因为他自身的储备和他的气势 他在接到林峰的电话时 相当意外 他从来没想过 林峰有一天挖墙脚 会挖到自己的头上来 林峰这个人 对自己在意的人 从来不会让对方难堪 所以 他在和胡忠硕聊这件事情的时候 语气一直都相当委婉 并且每句话都给对方留了一个活口 林峰觉得 如果对方有半句排斥的想法 他都不会强行让对方为难 可对方关注的问题始终只是 我不行吧 我之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编导 真没有过经纪人的经验 林峰觉得 这不是对方抗拒这个职位的原因 他解释道 你之前做的这个编导职业 每天都我斡旋与主持人 嘉宾 助手 和经纪人中间 要注意到每个人的意见 说实话 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岗位 胡忠硕点了点头 情况确实是这么的情况 但这和经纪人可不一样 编导是在事前 已经和大家商量好这个舞台的设计 这个动作的改良 但是对于经纪人来说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未知的 你不知道自己的付出会不会有收获 你不知道自己为他人着想 到最后能收到什么 甚至有可能 你付出了满腔热血 到最后却一无所获 对方的顾虑确实是不守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没有自信心 胡忠硕从小就生活在他哥哥的阴影下 胡忠硕的哥哥叫胡伟硕 胡忠硕经常像 自己名字中间的中字寓意是重规重矩 但大哥名字中间的那个伪字寓意是伟大 有光明的未来 再加上 哥哥确实是很争切 从上学开始就没让家里操过心 不管是学费 还是生活费 都是自己解决 甚至他在大三的时候 就在实习的公司参与策划了一档综艺节目 赚了人生中第一位六位数 可能是开门红的原因 他开始选择了自己创业 当制片人 一开始眼光不行 也不太懂行业的规则 赔得血本无归 后来 胡伟硕渐渐找到了规律 是市场的规律 他没办法像林峰一样 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走 无拘无束的胡伟硕不行 这个世界上的条条框框太多了 每一个对他来讲都是负担 他只能在银河市场的过程中 在影视剧中添加一些自己的想法 虽然可能效果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他就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 硬生生打拼出一条血路 他是真的有头脑 有实力 可能运气方面稍微弱一点 但林峰觉得 他是个可塑之才 当然 那都是后话了 当务之急 林峰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经纪人 但胡中硕受哥哥的影响 他觉得 自己可能各方面都不突出 他甚至不敢在众人面前 直接表述自己的想法 可林峰知道 他的脑袋里有很多奇思妙想 所以 不管胡中硕如何否定自己 林峰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给他重新建立自信 到了最后 胡中硕自己 都被自己的潜能吓到了 他说道 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吗 林峰语气坚定地说道 可以 我说 你可以 你就一定可以 你要知道 我的眼光从来都没错过 胡中硕回想了一下 好像真的是这样 印象中的林峰 一直都是一个眼光毒辣的歌手 不管是他自己设计的舞台 还是一起合作的人 每一个都成了顶流 有时候 不得不说 很多事情 还是和玄学有关的 林峰身上 真的有点不为人知的玄学 胡中硕在林峰的话语中 逐渐膨胀 他说道 好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的伯乐 是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以后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都会帮你解决 林峰要的就是 他的这股气势 林峰觉得 他之前把自己压抑得太死了 他的心里 积攒了太多的能量 他需要一个这样的机会 让自己重获新生 林峰说道 对了 风里娱乐提供员工宿舍 你要是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可以直接来我们宿舍住 谁都没想到 一开始闭口不谈的硬件设备 到了现在 竟然成了一个招聘噱头 果不其然 对方直接被唬住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我终于不用住我哥的房子了 随后 林峰又联系了另外一个工作人员 和林峰这边以谈判为主相比 邢小满已经联系了 每个省市的林峰粉丝 和他们说 这首歌会在明天上午 八点的时候准时上线 你们要做的 就是单曲循环一天 同时想想办法 安利给自己的爷爷奶奶 有些孩子可怜兮兮的说道 为什么要让爷爷奶奶听啊 他们根本听不懂吧 行小满不得不一遍一遍 语众心长地解释道 这是写给爷爷奶奶的健身之歌 我这边已经设计好了动作 明天早上会准时发给你们 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要求 去办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 林峰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这首歌就已经悄然上线了同时 林峰的健身操 封你了各大短视频APP 有些人觉得这个舞蹈很魔性 听第一遍觉得很土 但越听越上头 但有的人觉得 这首歌好听 是那种有毒的好听 可以和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种 有些网友说道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妈这么喜欢林峰了 因为林峰真他妈的有实力啊 第151张新歌被举报抄袭 林峰是被楼下超市的音乐吵醒的 不知道是不是对自己的歌 格外敏感的缘故 明明是很细小的声音 但林峰却听得清清楚楚 他一开始还以为是在做梦 嘟囔了一句 我怎么这首歌还没写完 梦里还在写 可当林峰完整地听完一首歌之后 他才意识到一件事 不对啊 这首歌我已经写完了 那现在这是谁在放 他把窗户开得稍微大了一点 歌声传得更清楚了 林峰自己诧异了一下 我的歌已经发行了 林峰从床头拿起静音了一晚上的手机 这是林峰的习惯 他不喜欢手机开声音睡觉 尤其是现在自己的热度一直都挺高的 各种软件上都有人不停地联系他 包括现在也是 当一打开微信 就从弹框里跳出来五十几条消息 林峰随便一滑 映入眼帘的就是各种恭喜道贺的话 林峰 你这首歌新歌效果真不错 我们小区的大妈们已经听到了 她们都准备编排新舞了 林老师 你这首歌怎么形容呢 就是很上头 林老师 我妈已经入迷了 她被我们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姐妹们 拿去一起排练了 林峰没想到 这首歌刚发行了两个小时 就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林峰问了一下系统 系统 现在的播放量达到多少了 系统机械的声音回复道 回答宿主 现在的播放量已经达到六千万了 两个小时就已经六千万了 这个传播效果远远超过她的想象 那要是这么多的话 感觉武艺的目标似乎轻轻松松 但事实 如果像林峰想象的一样的话 那系统也不会设置这么轻松的任务 这首歌刚上架两个小时左右 就被人举报了 行小满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人都傻了 她困惑地和对方解释 怎么可能抄袭呢 我们林峰的创作自始至终都是原创的 而且这种歌 以我们林峰的水准来说 不超过五分钟就能写出来 根本也没必要抄袭 但这种话说出去 对方怎么可能相信呢 有关于一首热度非常高的歌 闹出了抄袭这种事 很快就有监管部门的人注意到了 他们第一时间下达通知 这首歌暂时锁住 意思就是 在网页上能搜索到这首歌的信息 但是没办法播放 网友们纷纷在网上质疑 我靠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听不了啊 之前有人提出抄袭质疑 不是一边检查 一边听歌吗 这次是怎么了 太搞笑了 你们说林峰抄袭别人 是不是脑袋被门夹了 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林峰的实力 况且凭借他现在的身价 根本没必要抄袭别人的歌 对他来讲 有研究别人曲子那功夫 自己都能创作出两首了 而且最搞笑的是 他们找了十几首歌 里面有音符重复的地方 就说林峰抄袭 一开始林峰都觉得好笑 这种人不就是想说他是音乐裁缝吗 就是要把他的音乐 和其他人的作品对号入座 找到重叠的部分就标记出来 说林峰抄袭 这种行为在林峰看来 就是相当幼稚 可无奈 网络大环境就是这样 邢小满慌里慌张地给林峰打电话 林峰 现在怎么办 我觉得咱们的一切准备都前功尽弃了 邢小满最近为了这件事 忙得不可开交 可现在 因为这个小状况 他属实是有点分身乏术了 他只能祈祷林峰这儿能有什么好点子 林峰问道 专业的机构 大概用多长时间才能辨别出是否抄袭 邢小满 一般情况下是两天左右 两天 这时间太长了 林峰第一次有了紧迫感 毕竟如果自己的任务没完成的话 他还不确定 系统会给自己怎么样的惩罚 或者是回收走他 现在已经拥有的某项技能 思前想后 林峰说道 这件事 你就别操心了 我今天中午就给你解决 说完 林峰就挂断了电话 剩下邢小满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大哥 你有什么计划 能不能直接告诉我 咱们这关系了 你还在意 那点保密项目吗 不过这件事交给林峰负责之后 邢小满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忙 自己的工作了 原本因为全民健身这个项目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歌曲和舞蹈融合的魅力 可现在 网络上的歌听不了了 但这个项目不能停啊 耽误一个小时 那就是耽误多少的播放量啊 林峰一想到 这个问题 就觉得有些恐慌 但事情 还是要一件一件地办 他马上在网上找到了那十几首 他抄袭的歌曲原版 标记出其中的某些细节 当林峰把这些全部都做完时 也不过用了两个小时 但林峰觉得 如果他只把这个对比的调色盘拿出去 网友们肯定不会买账 他索性借题发挥 找到一首他抄袭的歌 记住这个歌曲的几个主要旋律 随后林峰随便去网上搜了一下 发现这种旋律一抓一大把 林峰也很细节的 把和这首歌相似的旋律都找了出来 他也罗列出了十几首歌 里面都有旋律重叠的部分 当林峰做好准备之后 他把自己这三个多小时的劳动成果 汇总成一个文件包 直接发给了审查人员 一开始 审查人员还以为 林峰这是在替自己开脱 毕竟看了第一个视频之后 发现其实有些只是听起来旋律相似 但细节上还是有差别的 在这个文件包里只有一句话 如果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还觉得我抄袭 那你们可以看第二个视频里 大家抱着好奇的心情 打开了第二个视频 哎 这个歌不是刚刚林峰抄袭的曲目之一吗 林峰这是在干嘛 可紧接着 他们继续听这首歌 就发现 这首歌和其他歌曲的重叠度高达65% 几个审核人员默不作声 不管从谁的角度来看 林峰都不可能是抄袭 第152章 新歌推荐到国际音乐台 其实当他们开始审查这首歌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了 林峰根本不可能抄袭 这些完全是声拉硬拽 给他做了一个抄袭的调色盘 现在林峰以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身 逐一分析曲段去歌曲库里搜索 总有能对的上号的 但这就失去了歌曲创作的意义 邢小满这边也是忙得晕头转向的 在新歌发布的第一天 怎么就碰上这种事 他还忙着安抚大家的情绪 大家别担心 歌肯定是能听的 你们先跟着我的节奏来 先掌握健身操的几个基本动作 林峰的粉丝也是 刚教会那些爷爷奶奶 怎么用手机 怎么去网上搜林峰的这首歌 结果 一个转身 林峰的歌就直接被锁了 大爷大妈一脸愤恨 这什么情况 小姑娘 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啊 这个根本听不了啊 林峰的粉丝们 只能一遍一遍 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解释 大家放心 我手机里有下载版本的 咱们先跟着我手机里的歌练习一下 这首歌 你们晚上就能听了 林峰眼睁睁看着时间 从上午十点 变成了下午的五点 二十四小时 马上快过去一半了 但自己的播放量 还停留在六千多万止步不前 林峰甚至想着 实在不行 自己就发布一个澄清视频 把刚刚发给审查人员的两个视频 重新发一遍到网上算了 轻着自轻 还没等林峰打开电脑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你好 请问是林峰吗 林峰反问道 是的 我是林峰 请问你是 对方笑着说道 林峰你好 我是审查组的组长 张富 林峰的态度 马上端正了起来 张组长 关于我抄袭这件事 你们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吗 张富说道 放心 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发给我的调色盘 我们也会发到网上 你做得很清晰明亮 观众们一定能看得懂 林峰长说了一口气 能上线就行啊 眼看着时间 就剩十几个小时了 距离五一目标 可是相差甚远啊 张富又和林峰说了 一系列的注意事项 叮嘱他 现在估计有很多人 正看着他呢 让他以后做事小心一点 林峰心里想的却是 我时间宝贵 你怎么还不挂电话 张富突然想到一件事 对了 你那手锁着的歌 大概十分钟之后 就可以解锁了 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 林峰笑得一脸诚恳 真的吗 那太麻烦你了 感谢感谢 眼看着要挂电话了 张富又说了一句 对了 林峰 林峰心脏一颤 这事又有啥事 张富紧接着说道 我会给音乐频道推荐歌曲 我觉得你这首 《醉血民族风》 就很不错 林峰原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可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直接愣住了 哪个音乐频道 还有哪个音乐频道 难道说 就是那个国际音乐频道 这个频道在国内相当有名 等于是一个 当下热歌的排行榜名单 每天都会更新 国内外的大热歌曲 有些歌 或许一开始并不太有名气 但只要在这个节目上 推荐过一次 马上就会成为 当下最火爆的音乐 能在音乐频道上 推荐自己的《醉血民族风》 这是林峰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林峰强行按耐住自己的兴奋 真的吗 那太感谢了 张富摆摆手 我也是心里有愧疚 在歌纲发行的时候 碰到这种情况 都是没办法的事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被锁住的歌终于可以听了 林峰看着自己脑海里的数字 正在成倍成倍地往上翻 但还是不行啊 距离舞异的目标 还差三亿多 尤其是到了晚上十点之后 还能有多少人会听这首歌呢 节奏感这么强的音乐 就算是你想用它来助眠 也睡不着觉啊 大概到了晚上七点多的时间 林峰又听到了 楼下似乎有人在放这首歌 他探出头看了一眼 发现是几个老爷爷老奶奶 正对着他们发的视频动作 进行拆解练习呢 歌声震耳欲聋 可这毕竟是少数 七点半左右 林峰看见系统上的数字 变成了两亿两千万 其实林峰也有点灰心丧气了 但谁都没想到 竟然还能出现一个转折 到了八点整 音乐频道正式开播 在推荐了国外的热曲之后 主持人笑容甜美地说道 其实我们今天 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歌手 他创作了一首更特别的歌曲 主持人故意卖了个关子 他会唱歌 会拍戏 词曲创作能力一流 甚至他唱的每一首歌 风格都不同 说到这儿 那些看音乐频道的人 也意识到了 他说的这是林峰吧 除了林峰 我想不到 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 那个每一首歌的风格都不同 这个就是林峰的专属标签啊 但有一部分人 并不太关注网络上的事 林峰又出新专辑了吗 林峰这次的是什么歌 我靠 我这两天每天加班 都没怎么看手机 好在今天吃饭的时候开了电视 要不然 我得哪年才知道 林峰发新歌了 啊 原来是这个旋律啊 我听到过 我楼下阿姨听了一整天了 但我完全想象不到 这首歌和林峰有关系 竟然是他自己写的 虽然以往林峰的作品风格多变 但直接跨年龄层 从大雅跨为大俗 这还是挺新奇的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很模型又洗脑的歌词 搭配上每一个精准卡点的体操设计 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一起摇摆起来 这歌不就是健身操吗 这回终于有可以全家一起参加的活动了 啥也不说了 回家就拉着我奶奶起床跳操了 虽然国内已经到了黑夜 但国外还是白天 林峰这首歌的出现 给他们新的挑战 甚至有人开始发起了视频接力的活动 每人根据旋律跳一小段操 在大家的合作之下完成一整首歌 第153章跟着节奏一起全球健身 林峰看了一下国内的数据 虽然这首歌在白天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数据还是能勉强说得过去 可到了9点钟之后 播放量骤然下降 因为那些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 已经收摊回家了 他们回家之后 根本不可能再听这首歌 林峰生平第一次会为了数据苦恼 他觉得自己现在 就像是一个悲催的数据机器 这种感觉让他很不安 他不喜欢这种 时间完全不受自己掌控的感觉 这样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行尸走肉 一个受他人摆布的傀儡 正当他内心做剧烈的斗争的时候 系统突然出现 系统像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的沧桑老人一样 语重心长地和他说道 你知道 你现在为什么还在因为这几亿收听苦恼吗 因为你还不够火 你没有资格选择自己的立场 你就是要受别人摆布的 林峰愣了一下 火于不火 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 他是想呈现好的艺术作品的 并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去进行创作的 这违背了他的初心 但系统却说道 我知道你的想法 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 但每一首歌都是爆款 那是因为他的名气 他的实力 林峰突然意识到 名气这东西 对自己来说 也不是完全没用 系统说道 你目前的粉丝量已经上亿了 但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关注你 也就是你的路人员不太好 林峰瞬间明白了林峰的意思 说道 那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增加路人的好感度 但林峰也清楚 这好感度 不是你说两句好听的话 就能提升上去的 林峰突然觉得 这次全民健身的这个策划 或许会增加一波好感度 看来 到处都是学问啊 但万万没想到十点之后 竟然出现了新的转机 林峰看着系统上音频的播放量 已经突破三 五亿的时候 还是愣了一下 这么晚了 还有人不睡觉吗 林峰随便打开一个网址 就看见有人说 林峰新歌的鬼出版视频 你们看了吗 大晚上都给我笑惊上了 出于好奇 林峰也点进去了一个播放量最高的 大概八百多万播放量的视频 林峰有看了一眼同时在线的人数 竟然突破了十万 也就是说 每当有人点开这个视频 那自己音乐的播放量就会加一 想到这件事 林峰竟然隐隐约约 觉得有点兴奋 这个视频可以说是相当鬼畜了 不知道在哪找到林峰的视频和表情包 结合音乐 反复播放某些林峰的搞笑片段 就连林峰自己看完都想说一句 什么鬼 神经病吧 但还想再看一遍 林峰稍微想了一下 不对劲啊 这里面有几个视频是自己刚出到不久 还不太火的时候参加公益活动的视频 当时这个视频只有李耀手里有 但后来交给宣传组的 行小满了 林峰马上拨通了行小满的电话 小满 网上那个鬼畜视频是你做的 行小满笑得前仰后合 是啊 咋样 传播效果还不错吧 林峰的嘴角抽出了两下 最后绞尽脑汁想到一句词 还真有你的 这你都想得出来 行小满的鼠标和键盘声始终都没停 林峰还以为行小满还有工作没完成 刚准备挂电话 说不打扰他工作了 就被行小满的一声 我靠给吓得一哆嗦 火速把手机远离那只受伤的耳朵 揉了揉耳阔 说道 怎么了 一惊一惊一惊的 行小满结结巴巴的说道 哥 你的那首歌登上国外的音乐排行榜了 还是第一名 啊 林峰吓了一跳 真的假的 我的哥能在国外的排行榜上排名第一 行小满说道 每个软件上都有很多个排行榜 你目前在新歌首发热曲榜的第一名 这还差不多 行小满点开这个播放器 查看实时播放的人数 我的天啊 哥 你敢想 现在国外有超过三千万人 正在听这首歌 林峰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自己的播放量 现在越跳越快了 这个结果 让他隐隐有些兴奋 如果真能打开国外的市场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行小满打键盘的声音更响了 就靠这一首歌 他们不可能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我必须要把我们的广场舞 给他们发过去 让下国侨胞在一国他乡 也不能落下强身健体的机会 林峰和行小满 熬到了凌晨三点多 此时的播放量 就已经达到四 八亿播放量了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网络 都能搜到有关于 最炫民族风的评价 下面步伐有一些人奉承的夸赞 还有一部分人恶意贬低 在林峰不知道 打了多少个哈欠的时候 林峰的眼皮真的撑不住了 他说道 我太困了 先睡了 你也不要这么晚了 早点休息 行小满是一个一门心思 铺在事业上的人 他精力充沛地说道 你先休息吧 我很快就处理好了 结果 他这个很快 就是一整个通宵 第二天早上八点 阳光把在床上 呼呼大睡的林峰晃醒的时候 行小满才打了第一个哈欠 他满意地看着界面上的数据 发行第一天 就创造了播放舞 六一次的成就 这在国内是前所未有的高度 行小满制作了一张精美的海报 搭配上这些数据 那这一连串的喜报 发到了风领娱乐的微博上 网友们顿时前扑后继地赶过来评论 我靠 林峰的歌在国外火爆了 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健身呢 我一打开国外的软件 上面都是各种卡点的挑战 看外国人卡点跳下国的广场舞 真的有点好笑 我妈昨天晚上听了一晚上 我现在已经会唱了 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的广场舞进行了一次比赛 他们要根据林峰这首 《醉血民族风》的编舞为标准 开始练习 他们在此基础上自己还做了改动 谁都没想到 广场舞竟然还有内卷的一天 第154章 凭一己之力带动全民健身 原本那些大妈每天愁容满面 人到了老年之后 经常会怀疑自己的价值 会觉得自己对家庭没有付出 反而还要消耗大家的时间来陪伴我 经常能看到小区里有孤身一人的老奶奶 坐在窗口 眺望着远方 他们甚至不敢随处乱走 生怕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 换了儿女的几句口舌是非 但林峰这首《醉血民族风》 充分地调动起了他们的兴致 他们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看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甚至晚上回家的时候 还兴致勃勃地和家里人 分享自己学到的舞蹈 有些人 甚至回到家里之后 匆匆忙忙地吃了几口饭 之后又慌慌张张地跑到了社区文化中心 原本的排练室是空无一人 结果这两天下来 排练室已经完全装不下 这上百个大爷大妈了 没有办法 领舞人员只能让他们在广场上练习 为了不让广场舞的音乐扰民 他们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范围 把音响放在最中间 领舞人员说道 大家要注意节奏 听我的口令 咱们先抬左脚 同时伸出左臂 一时间 这种训练视频网上上传了不少 大家都在网上讨论 现在这都这么卷了吗 别说了 我们小区的阿姨都开始订衣服了 我妈都跟着去排练了 回到家看我摊在沙发上玩手机 还说我不懂得锻炼 一开始 大家还以为广场舞只是一段时间的特定行动 估计也是这两天新歌刚出炉 比较热闹 等歌曲的热度下去之后 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但事实却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大概在新歌上线第三天的时候 据不完全统计 全民健身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五千万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林峰能凭借一己之力 改变了下国普通人民的业余现状 这也是一件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了 就连下国电视台的记者 也拍摄了很多市民们排练广场舞的画面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一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现在 新人词曲创作者 林峰 仅仅凭借一首 《醉血民族风》 就调动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 让我们看看 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随后 画面上出现了三个主持人 他们分别在下国的不同城市 拍摄了不同地区的广场舞盛况 记者的声音有些兴奋地说道 主持人 我现在虽然还没参与到 他们的这个团体操的人群中去 但你们可以看到 这首歌的旋律很会打动人 现在广场舞的队伍了 已经出现了很多年轻人的身影了 我也约约遇事 忍不住想加入他们了 另一个记者说道 我刚刚采访了这个广场舞团队的总领舞 是一个年纪刚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她说 她一直都在努力地带动身边的人一起跳操 但效果不佳 她说 感谢林峰这个曲子的出现 还有林峰团队编排的那套健身操 要比她之前教给大家的方便很多 在这段采访里 还有主持人在节目里反复提到了林峰的名字 足以说明 现在的林峰真正的做到不容小觑 这档节目播出之后 紧接着播出的 就是档人物跟踪纪录片的节目 在每期节目结束最后 主持人都会问一句 今天的节目 你看完之后 有什么感悟呢 可以在我们官方账号的评论区 留言你最感兴趣的人 下一期 我们带你一起探究 好家伙 这档节目下面 清一色的全是林峰林峰 甚至有好多人 说了一大段感谢节目组的话 最后一句 如果你们能探究到林峰 那就再好不过了 原本如果人数太少 节目组还能糊弄过去 但评论区里 林峰的名字都已经不计其数了 节目组就算是想忽视都不行了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谁有认识林峰的渠道 去打听打听 他愿不愿意接受咱们的跟踪拍摄 一个小女孩 怯生生地抬起了手 我知道 我是他粉丝 林峰不喜欢被采访 我觉得咱们没有希望了 好家伙 这次算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刚好他们节目组里 有人认识 蒙面唱将的工作人员 提醒道 对了 蒙面唱将刚录制了两期 我们可以和林峰提前打好招呼 和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再说一声 看看能不能给咱们争取到这个时间 有人卖就有希望 纪录片的主持人和导演 终于松了一口气 俩人互相对视一眼 又同时说道 看什么呢 赶紧干活吧 导演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 找到了蒙面唱将的副导演 在听到他是下国电视台的 节目导演之后 直接说道 这种事 您还是找谢导吧 我现在几倍也不够 没本事啊 几经辗转 他终于找到了谢导的联系方式 纪录片组的张导演 和综艺节目组的谢导演 进行了一次很严肃的会谈 谢导有些犹豫 只录后台的话 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影响 你是只跟拍林峰 不关注其他人是吧 张导连连点头 是的 我们只想做一个 关于林峰的个人跟踪记录 以及他的采访 谢导不知道 还有什么顾虑 张导在一旁 只能焦灼不安地等待着 一句话都不敢说 大概过了能有一分钟 谢导突然说到了一句 行吧 我这边没什么意见 你问问林峰的意思 他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也无能为力了 现在所有人都清楚 这档节目的热度 完全是靠林峰撑着 虽然这么说 可能有点夸张 但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 他们就是单纯地想看 林峰是怎么秀气的 而另一边这个主持人 也是辗转了好几个人 最终在朋友的介绍下 和林峰打了个电话 林峰其实早就看到 广场舞上新闻这件事了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给他做了一波 免费的宣传 就算是自己再不想接受采访 也必须要给对方这个人情 林峰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参加 第155章 跟拍可以 但不能乱剪辑 主持人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又说了一遍 你是要来参加 我们的纪录片访谈节目吗 林峰说道 要从哪天开始拍摄 需要我做什么 这些人都惊呆了 那我明天上午过去 你看方便吗 林峰扫视了一圈自己的家 好像也没什么方不方便的 说道 可以 来的时候记得把合同带着 我也没别的要求 就是不能乱剪辑 最后发出去的版本 一定是我本人看过的 你们要是答应的话 随时可以过来 要是觉得不可以 那就暂时先不合作了 林峰可被上次 那个掐头去尾的栽赃剪辑 给吓怕了 在娱乐圈这种地方 不得不留一个心眼 林峰已经打算 就算是有节目组的人 要全程拍摄 那自己这边也要找一个人 全程跟着 当然 这个视频最后还是帮了林峰一个忙 这几天发生在林峰身上的事 越来越多了 九品芝麻官院线电影的票房 突破20亿 而且还有持续高升的趋势 这应该说 是从网络电影上线以来 第一次出现这么争气的作品 网络电影的质量 也开始严格起来了 审核的时候 在内部也会标注上 S级 A级和B级 会根据不同的级别 给出相应的宣传政策 可以说 林峰凭一己之力 改变了大家对网络电影的固有印象 网络电影 其实也可以很好看 网络电影的质量 其实也可以很高 林峰身为网络电影的头号功臣 不出意外的 收到了有关领导的邀请 想和林峰聊聊 这部电影 是怎么从无到有多的 纪录片主持人也没想到 自己录制的第一天 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 他刚进入公司 还没来得及 把这个空旷的毛皮房 全冒拍摄出来 就听到邢小满说道 来不及了 现在要出去做采访 主持人带着两个摄影师 火急火燎的上了车 林峰在辆车上 一共有五个人 司机 邢小满 林峰 主持人和一位摄像师 从上车开始 林峰就以着窗闭目养神 邢小满在一旁 和他说今天的采访 主要就是问问 咱们电影创作相关的 你就正常答就可以了 说完 邢小满就低下头去整理资料 主持人和摄像师一直在等 等着他们把采访 需要用到的问题拿出来 主持人震惊地说道 就 没了 说完 邢小满和林峰 同时抬起头看向他 还应该有别的吗 主持人一脸尴尬 他皮笑若不笑地说了一句 不是会有主持人的提问稿吗 上面会标注哪些问题 对你来说是敏感词 不可以问吗 林峰摇摇头说道 没有那东西 随便问 邢小满解释道 林峰觉得 那种提前设计好的环节 太没有惊喜感了 不就等于去复述一遍吗 还是这种临场发挥 更真实一些 主持人不太理解林峰这个行为 因为对他来讲 要想掌控全场 就应该提前掌握所有的节奏 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节目的风格 就贸然参加 这个和可能是一种冒险行为 除非 除非林峰对自己极度自信 但这种应该很少 除非是那种经验很老道的人 才会游刃有余 这一路 他都在思考 林峰这件事的可行性 到底有多少 到了采访现场 他发现了一位不算生疏 但又没怎么说过话的面孔 但他还是主动上前去 打了声招呼 顾主任 您也来看采访吗 顾主任是负责院线电影审核的 他的权利 大到可以一票否决一部电影 是否能在电影院上映 当然 他也可以力排众议 让一部电影在院线上播放 但后果就需要他自己承担 他笑着说道 我就想看看 林峰这小子肚子里 到底有没有东西 看看他有没有让我失望 既然他这么说了 那主持人心里 也有了一个估算 想必 林峰的电影能在院线上播放 顾主任一定费了不少苦心 主持人更好奇了 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 都对林峰这么有信心呢 林峰到底做了什么 还是说 他们在林峰身上 看到了巨大的能量 林峰被众人簇拥着 走进了会议室 周围摆了十几台摄像机 刚一进来 就有人开着闪光灯对他摄影 这个突如其来的阵仗 搞得林峰好不适应 他说道 大家不用这么重视 那个领导冲林峰招了招手 林峰 你坐在这吧 可能是周围的环境太过于严肃了 林峰之前也没经历过 如此重要的场合 看着周围都是西装革履 自己穿着一身短裤短袖 着实有些格格不入 不过这种尴尬的情绪 只停留了一秒钟 他马上又恢复了平时 那副吊锒的样子 和领导谈话 和与主持人对话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 领导和谈话 你觉得像是必须要给他一个标准答案 但和主持人谈话 你会觉得 处在一个轻松的范围内 不会觉得自己是受逼迫的 领导问林峰 小林啊 你这个网络电影 转战成为院线电影这件事 就已经够让人意外的了 截至目前还收到了21 四亿的票房 你是什么想法呢 林峰沉思道 我觉得我尽力了 我的作品对得起观众 对得起所有对我们抱有期待的人 如果你还是觉得 我的电影不好 没关系 各花入各眼 我不保证所有的蔬菜你都爱吃 但肯定有你最爱吃的 林峰回答问题的风格 就是四两拨千斤 看似是在回答领导问的问题 实际上 是借此机会对观众 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一旁的主持人 忍不住跟着点头 这个林峰 还真有点意思啊 随后 领导又问道 在此之前 整个电影行业 从来没有过这么成体系的 无厘头搞笑的拍摄方式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你觉得他应用在电影中的效果 符合你的预期吗 林峰点了点头 我觉得这个剧本形式 还是要感谢我的编剧兄弟谭远 如果不是他的剧本之前屡屡碰壁 我或许 也不会阴差阳错 成就了一个经典 第156章 我林峰只做自己喜欢的电影 那些曾经拒绝了谭远剧本的人 这会儿 肠子都快毁清了 他们找出自己 曾经给谭远留的批注 现在看看 都是笑话 这种风格的作品拍成剧 受众也是那些 大脑发育不完全的小学生 你这个脑回路 我劝你还是别写作了 很多笑点出现的时机莫名其妙 该放笑点的时候你不放 不该放笑点的时候 你放了一堆 这电影没法看 看了一半 就知道这种电影是没有市场的 你还是趁早改行吧 现在想想 这些话不就是赤裸裸的笑话吗 只能说 自己没有慧眼石珠的本事 一个看起来在离谱的剧本 只要碰到一个合适的导演 一个能发现 他亮点的制作人 他都能变为宝 不对 应该说是是金子总会发光 不过他们转念一想 如果自己当初真的投资了这部作品 肯定不会有现在的名气 林峰思考了一下领导的问题 说道 至于他有没有符合我的预期 现在观众的反应 不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吗 林峰本想开个玩笑 调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可没想到 大家都没get到他的点 他只能尴尬地笑了一声 又马上切换成严肃脸 我做电影的态度 你们也看到了 我只做自己喜欢的作品 所以 在面对是否要删减过后才能上映 我直接选择了放弃 因为我不想让观众看到一个 连我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 所以 我宁愿它是以网络电影的形式 问世的 也要让大家看到完整的作品 这让顾主任的脸色僵硬了一下 随后没眼见的那点阴郁 也散尽了 他点了点头 林峰这个孩子 脑子里确实是有东西的 领导继续咄咄逼人的追问 林峰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这个电影 如果网络电影都上不了吗 林峰说道 我不在乎 但只要想让它上映 我就有很多办法 如果国内不行 我就拿去国外 领导问道 那你对于你现在 一呼百应的身份 有什么感触吗 林峰 没什么 不管是粉丝也好 歌迷也好 我不愿意用服从的关系 去衡量大家的感情 我也不喜欢 没有意义的斗争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电影 那就不看 你也可以罗列出哪里不好 我为什么要堵住 所有人的嘴 有争论才有意义不是吗 领导倒是觉得 林峰的思路很有意思 他笑道 但是 你现在的粉丝 似乎不想让别人说 你的半分不是啊 林峰侧着头看着领导 说道 那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才 老师教的知识是一样的 他并没有和某个学生说 将来你一定是个坏蛋 但学生就是变坏了 这和老师有关系吗 艺人也是一样 我对所有听众朋友 影迷朋友说的话 都是一样的 让他们专注我的作品 和他说 你要去网上为我辩护 你要去为我讨回公道吧 似乎林峰没说过这种话 林峰继续说道 我说这些 不是想替我自己辩解什么 我也不希望大家 在我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学会 怎么生活 怎么爱身边的人 领导点了点头说道 你把界线花得很轻是件好事 那他们以你的名义做的好事 你会承认吗 林峰仔细思考了一下 这句话的更深层含义 这摆明了是 挖个坑给我跳啊 我前面把那些 顶着我名义兴风作浪的人 都排除在外了 现在怎么能把那些 顶着我名义的人 说成和自己有关呢 林峰说道 这件事我不确定 怎么说才更准确 当他们齐心协力 去号召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凝聚力 一种为公义 践行自己力量的善举 但他们顶的 到底是林峰粉丝的名义 还是小满粉丝的名义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这笔善款 确实是落到了实处 这笔钱确确实实地 发挥了用处 林峰这话说的 四两拨千斤 他直接把重点 从谁的粉丝上拨开了 侧重点落到了凝聚力 和这笔钱的作用上 他没有否定 这一个群体的努力 也没有把他们的努力 顺其自然地放在自己身上 林峰最后又说了一句 对了 小满是我的经纪人 我只是想说 谁的粉丝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拿出这笔钱的时候 不是因为 你是为了某个明星 而是你真的想做这件善事 林峰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他觉得 林峰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 他目的性很强 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他也清楚 会在这路上 出现相当多的绊脚石 但他都能四两拨千斤地化解 只因为这些绊脚石 会阻拦他的成功 林峰之所以不把粉丝 看得这么重 是因为他想要的成功 和粉丝的数量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他不需要 消耗太多的时间 用来处理粉丝事情上 领导随后又问了一个问题 你之后的创作风格 是准备像歌曲一样 还是说出无厘头一个系列呢 林峰说道 这个嘛 我觉得出一个系列 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谭远娜 确实还有几个剧本没落实下来 我不能让这么好的剧本 白白浪费了 领导顺势问道 那拍摄的时间确定好了吗 林峰似笑非笑地说道 这个嘛 还要看我近期的时间 可能还有其他安排 领导笑一宁地说道 不和我们相关的事 我也就不多问了 但还是感谢林峰 今天来参加我的采访 以后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直接联系我 我靠 领导说 有事可以直接找他 这消息也太劲爆了吧 这不就等于 有人给林峰撑腰了吗 主持人问顾主任 顾主任 你看完了 感觉林峰这个人怎么样 顾主任一脸的赞许有加 林峰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不管是他说话的方式 还是为人处事 都很讨我喜欢 第157章 要不要当网络电影宣传大使 主持人的眼睛眨了一下 难道说 林峰又被顾主任相中了 怎么林峰的伯乐这么多 人家是可能这辈子都碰不到一个 能发现自己闪光点的伯乐 到了林峰这人 反倒是一堆伯乐排着队的 想挖掘林峰 老天爷这资源分配 也太不合理了吧 采访结束之后 领导安排林峰一起吃个饭 林峰本来想推脱的 但领导小声说了一句 饭局上有重要的是和你说 邢小满冲林峰使了个眼色 林峰笑着答应道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顿饭局 林峰觉得自己味如嚼辣 根本品尝不出菜的味道 一整顿饭都在陪他们打关枪 不是夸夸这个 就是赞许那个 林峰觉得自己如坐针毡 好在快结束的时候 领导突然说了一句 林峰 其实我们找你来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希望你可以做 林峰心想 我就知道 这顿饭绝对不是白吃的 肯定是红门燕 后面指不定还有什么事 在等着我呢 但怎么办 硬着头皮也得上啊 林峰笑脸相迎 您说吧 您这次给了我这么大的机会 让我的电影 能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还是多亏了您的推波助澜 林峰原本是不屑于 说这种场面话的 但在这种环境下待得久了 久而久之 就沾染了点官腔 这些虚荣的领导来讲 可是相当受用 对方连连说好 林峰啊 既然你对我们网络电影 如此认可 那你要不要当 网络电影的宣传大使啊 这个发展是林峰没想到的 啊 当宣传大使 领导身旁的助理急忙说道 是啊 现在网络电影说实话 市场比较低迷 大家不相信 网络电影的质量 但你看 网络电视剧的质量 都能越来越高 为什么我们网络电影的质量 不可以呢 我们也有自己的宣发团度 也有每天的宣传 我觉得我们不必别人查 林峰喜欢他的这个自信 这和自己拍戏的初衷是一样的 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 林峰顿时头脑一热 答应了 但当他签了字之后 这才慢慢冷静了下来 他仔细思考了一下 自己这个决定 并不后悔 林峰认为 网络电影自然有 网络电影的好处 他希望大家 不要执着于 院线电影的条条框框 如果真的审核不过 网络电影 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当天下午 官方就add了 林峰的个人账号 文案事 从此以后 我们再也不是 孤苦伶仃被人嫌弃的网络电影了 有了林峰这个形象代言人之后 我觉得自己都洋气起来了 下面是一张 林峰参加采访时的照片 两只手交叉 放在大腿上 神情松散 脸上带着笑意 又在侃侃而谈 随后 林峰转发了这条微博 并配闻道 我想陪着网络电影一起成长 好家伙 这是板上钉钉了 但随时而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关心最多的就是 我看网络电影的播放平台不一样 你们这个要如何宣传 官方回复道 大部分电影 是要先和各个视频平台 确定好关系之后 由平台投资进行拍摄 拍摄结束之后 我们再进行审核 当然 各个平台也会进行相应的审核 只要是我们审核过的电影 都会进行宣传 并且会标注出 在哪个平台进行播放 像林峰这种草台班子 说自己拍戏 自己马上就开始拍戏的这种 简直是少之又少 所以 林峰这种资源 一般都是网络电影中心 指定某个平台播放 或者是几个平台进行竞选 一般能轮到竞选的电影 少之又少 因为平台也不太能看得上网络电影 所以久而久之 就出现了这种 高不成低不就的形象 但好在林峰的出现 替网络电影挽回了一点口碑 这个时候 主持人刚好找到一个机会 在林峰准备筹备下一期的 蒙面唱将 这节目越来越有意思了 最新一期的节目形式又改了 已经不是最初的猜歌 猜人那么简单了 而是开始逐渐增加难度 要让每个人 唱十句不同歌手的歌 并且在节目里调音师的操控下 每句歌的声音都不一样 可以说 一共五位歌手参加比赛 每一位歌手 甚至连自己的原声都不会暴露 你只能凭借对这个歌手的感觉 他唱歌的风格 来判断出 究竟那个号码对应的是谁 并且 每个人只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都是电子投票 最主要的是 主持人还会在节目里进行干扰 会说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 左右评委们的判断 当林峰收到节目组的赛制介绍的时候 林峰笑着说道 这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主持人问道 林峰 你觉得这个赛制的改变 对你来讲挑战大不大 林峰的第一反应是 赶紧把节目组发的赛制策划收起来 这要是被拍到了 要是说自己违约怎么办 林峰警惕地问道 你这个是违约的 赶紧把刚刚那段的视频删除 这要是提前泄露出去 这不等于间接让我和节目组毁约吗 节目组可不能因为卖一个人情 就把自己的前途和名声搭进去 主持人连连摆手说道 你放心 我们不会拍具体的内容的 而且我们这档节目 是一周之后播出 你们的节目是三天之后播出 不冲突 林峰还是谨慎地说道 这件事你和我说没用 事关第三方 你必须亲自和蒙面唱将的节目组沟通好 主持人颇为无奈 没想到林峰的法律意识 竟然这么强大叹了口气 说道 那我当着你的面 给总导演打个电话行吗 随后在林峰的注视下 主持人拨通了导演的电话 导演犹豫了一下说道 也没问题 但我有一点 你要给我们节目多一些篇幅 总导演也不傻 他当然知道 这档纪录片节目的国民影响力不低 所以他也要借机宣传自己的综艺 第158章 到录制综艺的节目组挖人 主持人原本是有设计的 毕竟他录制了两天之后 就发现林峰的素材太多了 他没想到 一个人的素材 竟然能多到不好取舍的程度 因为林峰没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 他的时间却排得很满 就好像从早上醒来之后 就已经确定好了今天的行程 原本可能有林峰这一天都是休息的 但他就算是在家也不闲着 他每天不是练习乐器 就是在和谭远琢磨剧本 摄像师不好意思凑近拍摄 但能看得出来 他们俩对即将拍摄的剧本 是直输几件 有时候甚至争吵得面红耳赤 主持人每当这个时候 就会冲上去询问一下 怎么了 刚刚是因为问题争辩不休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可林峰却总是大笑地说道 我觉得有问题就应该说出来 我们俩争辩的酣畅淋漓 究竟是谁的想法更有趣 谁的观念更能被大众认可 有的时候 必须争辩之后才能有一个答案 主持人再一次哑然了 好像是有道理 但为什么 林峰每次吵完架 就会特别和谐呢 其实说实话 有问题就应该说出来这句话 在娱乐圈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娱乐圈本就是个是非对错 没有界限的地方 有很多人可能受身份和名气的影响 开始渐渐地听不得别人的批评 有多少人 就是因为说了一句不符合对方的话 而分道扬镳 这种事情 在娱乐圈比比皆是 这种人人都挂在嘴边上的话 到最后能铭记在心的 却没有几个 可能这就是差距吧 突然看到一个像林峰一样的清流 主持人竟然还觉得挺难能可贵的 林峰在吃过晚饭之后 开始打另外一个男人的电话 这个人就是当初在他被邹浩灵陷害时 那个熬夜替他找对讲机的小工作人员 林峰记住了他的名字 他叫李空 林峰觉得他很真诚 他的真诚不是来自表面 而是发自内心 别管他当初究竟考虑了多少 当他听到林峰提出的这个问题时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避重就轻 把自己和节目组撇清关系 而是认真的分析了林峰的处境 选择冒着被节目组换人的风险 告诉他录音对讲机的秘密 如果说他是聪明的话 其实也不然 在那个时候 他应该没有那么短的时间可以思考 究竟是林峰带给他的利益大 还是节目组带给他的利益更大 毕竟工资还是节目组发的 林峰只是一个局外人 李空在接到林峰电话的时候 正在开员工会议 正常会议是不允许中途接电话的 但因为电话上显示的是林峰的名字 他和领导示意了一下 领导生怕林峰是有什么急事找他 赶紧冲他摆摆手 示意他出去接电话 林老师 我是李空 请问您是有什么事情要叮嘱我吗 林峰说道 有一件很荒谬的事 虽然我不确定要不要说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和你说明一下 李空面色凝重 这到底是什么事啊 难不成又有人在背后黑林峰了 他这次可是真没办法了 他上次还被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顿呢 说以后这种事情 一定要经过总导演的批准 因为这个小小的举动 很有可能把节目组推向风口浪尖 好在这次力挽狂澜 最后还沾了林峰的光 给节目组做了一波宣传 他算是戴罪立功 最后只罚他写了三千字的检讨 这三千字 他写的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啊 所以 在听到林峰这番话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想 自己该不会又要替林峰做什么事吧 不过他下一秒又想 算了 我也算是林峰的半个粉丝 他本人很好 对我也挺照顾的 我就当帮他的忙吧 他语气有些沉重地说道 林老师 您说吧 林峰觉得调戏他很搞笑 可能是因为自己现在的身份 已经是被大家认可接受的歌手了 所以大家对他的态度都很尊重 林峰说道 我们公司目前在招聘助理 以及对接经纪人 你想不想过来试试 李空原本已经想好了 林峰很有可能给自己挖个坑 等着他来跳 可怎么也没想到 林峰竟然要给他一个机会 还是一个跳槽到林峰公司的机会 这话听着 怎么这么不像真的呢 他下意识地反应是 这个人会不会是用黑科技 来顶替林峰的声音 来和他说话 可当他拿下手机 看到名片上赫然写着林峰的名字时 他震惊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您是确定的吗 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林峰严肃地说道 我干嘛要骗你 我给你提供了一个平台 你要看看自己 究竟是想留在节目组 还是想跟我一起创业 我们风铃娱乐的状况 你也看到了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我们每一步 都是自己摸索着前进 你如果相信我 相信风铃娱乐 我觉得 我们公司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林峰从来不看什么 一个人的发展潜能啊 一个人能给公司带来什么呀 他只看 这个人能不能靠得住 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 只要这个人靠谱 自己交给他的工作 他能全部都完成 这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至于他到了后期会不会走吗 林峰觉得 自己会给到他们所有想要的 如果他们 还是执意选择离开 林峰会觉得 这可能是自己的 给他提供的平台 他已经不需要了 这属于没办法的事情 林峰自然不会抢求 李空还是兴奋地靠捂住嘴 才能勉强压抑住自己的尖叫 只听见电话那端 林峰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 对了 我们公司还供住所 这待遇谁错过了都会后悔终生啊 他二话不说地答应道 我 我答应你 但我目前可能还需要和我们节目组交接一下 因为手头上有一些工作还没做完 林峰笑着说道 没事 你不用这么着急 刚好我还在参加节目 你可以先照顾照顾 第159章 计划给林峰量身打造综艺 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李空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好运就要来了 他迫不及待地走到了楼梯口 左右张望 四下无人 他才问道 林老师 我能问问工作内容是什么吗 林峰说道 目前就是跟我们公司新签约的艺人日常 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 给他们制定行程表 和剧组或者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对接 这些你之前应该是已经见到了不少 和他们的工作 其实大差不差 李空默默地在心里里顺了一遍 林峰强调的工作内容 他说道 好的 这些我肯定能做得很好 林峰说道 对了 如果你领导问你 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你就说 问问舞台的造型 林峰现在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宏伟大业 耍一些小心机了 林峰挂了电话之后 一旁的主持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他小声地问了一句 你这是在挖人吗 林峰放下手机 随意地说道 创业型公司就是需要吸收人才 主持人胡疑地问道 但现在的招聘 不需要和对方说你给出的薪资待遇吗 林峰用眼尾不懈地扫了一眼主持人 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种事情难道不是见面之后 谈更保险一点吗 主持人更意外了 他分明已经听到电话那边 对方兴奋地说要加入林峰的公司了 但林峰这边 似乎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最关键的薪资问题 难不成他们之前交流过 不应该啊 听他们打电话的口气 就是刚刚才联系的 还是说 真的有人跳槽不在乎工资 只在乎老板 这种几率也太小了点了吧 让他忍不住好奇 这个林峰到底是多大的人格魅力 竟然能靠自己 就能把人挖来 林峰说完这些 突然把手盖在了麦克风上 这些话 你可不能播出去 答应我 主持人连连点头 放心吧 我说到做到 职业操守还是有的 林峰坏笑了一下 指着墙角的监控说道 你记住你说的话 如果到时候真的播出去了 那出事的可能就是你了 主持人看了一眼墙角的监控 心道 他妈的 这么破的毛皮房你 怎么还有心情装监控啊 他突然觉得 林峰这个人和看上去一点都不一样 很多时候 他尤为腹黑 主持人闲暇的时候 偶尔也会和林峰闲聊几句 但这毕竟是个纪录片 很多时候 还是以林峰的个人行为为主导 但某天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林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了 一关就是一天 这让纪录片的拍摄 进入了瓶颈期 当然 能在这座毛皮房里 找到一间像样的房间 那只能是行小满的卧室了 与其说是个人的卧室 现在倒不如说是大家的工作室 前几天就已经把里面 唯一的一张双人床 换成了单人的 放在房间的小角落 卧室的大面积 其实是办公桌和沙发 还有一排书架 看起来活生生是 某些人家的书房 林峰坐在电脑前 噼里啪啦地打着字 键盘声甚至穿透了墙壁 传到了客厅 那些跟拍纪录片的工作人员 无所事事地 已经在客厅里 开始整理素材 准备剪辑了 他们这一期的风格 准备参考一下网友们的建议 结果一打开官方的账号 下面的评论全都是 我的天啊 节目组太牛了 我们说想看林峰 竟然真的开始跟拍林峰了 下面一张图 应该是他人的头拍 是主持人跟着林峰 一起上车的画面 后面还跟着一个摄影师 网友们开始在网上疯狂地说 徐大哥这人能处 他是真的为观众着想啊 天啊 现在这么听从观众想法的节目不多了 我以后一定好好支持你们的节目 我第一次觉得 徐主持人这么帅 我以后再也不说 你身材比例不好了 主持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简直要气笑了 你夸我就夸我 为什么还要顺便嘲讽一句 我的身材啊 不过通过这件事 他们也看出来 林峰的热度确实是很高 现在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到林峰的衍生综艺 这对他们这些综艺节目来讲 是一个可以把握的机会 林峰他或许还不知道 自己能给这些娱乐产业 带来多大的利益 不过徐亮也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现在下国的文化节目产业 一直平平无奇 他们无数次想要在文化产业上 倾注心血 但最后都收益颇微 泱泱大国有几千年的历史 不管是国内现存的旅游景区 还是古文人遗留下来的传世珍宝 这些本应该引起 现在青少年重视的文化产业 现在却被更多人忽略掉 当大家汲取的新鲜事物越来越多 自然而然的 就会遗忘古人遗留下来的美好 这是让无数人痛心的事情 尤其是现在的青少年 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 他们的关注点 逐渐地从课本和知识中发生转移 开始关注游戏 关注明星 关注很多华而不时的东西 是很大的动荡 那些从事文化产业的人 每天更是叫苦不迭 文化综艺节目做了不少 关键是根本没有几个人在看 甚至下国在这方面的投资 不少于国内几当大伙的 综艺节目加起来的总和 可奈何文化产业 就像扶不起来的阿斗 永远都是喜欢的一直喜欢 不喜欢的 不管你怎么宣传 就是不会看 经过这次的事情之后 徐亮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凌峰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宣传吗 现在凌峰是一个新兴的流量 加上他本身的事迹 也很正能量 让他去参加这类文化节目 对彼此来讲 都是一种成就 很显然 现在凌峰的热度 还没到让那些老艺术家 看了就喜欢的程度 这档节目的受众目标 其实相对单一 就是那些对文化产业 相对感兴趣的 中老年文化爱好者 所以 节目的主持人 也是国内有名的书法大师 第160章暗恋小动作 但是书法大师 他本人性格特别好 再加上他文化底蕴丰富 不管出席什么样的节目 都不会怯场 所以 他在这档节目里得心应手 随便讲述一个朝代的历史和文化 他都得心应手 偶尔 节目里还会有几个年轻的学生 一起跟着他探寻古迹 他在节目里的表现 有时候都会忘记 这是一档节目 就像是回到了课堂一样 细致地给学生们 讲解不同时期的艺术创作特点 我是研究书法的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在郎国时期 他们的书法风格是偏 但是节目的效果 还是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 所以 在如何树立下国文化 在当代青少年 心中的重要性这一点上 他们浪费了不少的脑细胞 现在徐亮觉得 林峰就是出现来救他们的吧 他当时兴奋的 都快忘记自己 还有一档纪录片没拍摄完 直接和手下的人说道 你们继续跟着拍 我还有点是没完成 说完 他就直接走了 留下三位工作人员 迷茫地看着彼此 这是什么情况 领导突然走了 他们要怎么拍 再加上 林峰基本上在房间里不出来 他们拍什么去啊 其中一个设想说道 要不咱们先把素材发给剪辑吧 看看他现在有没有时间 让他挑选一下有用的素材 这个片子三天后就要交出稿了 时间紧任务重啊 林峰最近也到了瓶颈期 他原本是想创作 无厘头系列的电影的 但是制作下来发现 这个系列的电影 如果连续拍摄的话 很可能会把整个电影行业的搞笑电影 抬升到一定的高度 林峰的本意 是希望电影行业蓬勃发展 如果单纯的 因为观众把自己捧得太高 就盛着这个热度 去消耗的话 也是没有意义的 林峰希望的是 自己的每一部作品 都是因为内容而被大家喜欢 并不是因为它是林峰的作品 他要搞清楚这一点 观众也是 所以 林峰下定了决定 暂时搁置无厘头系列电影的创作 当林峰想通这件事之后 他突然释然了 他出来和几个正在剪片子的兄弟说道 你们剪得怎么样了 几个人看林峰过来 尴尬的起身 有种被抓包的尴尬 没想到 林峰顺手从冰箱里 给他们拿了几瓶水 喝点水 也怪热的 其中一个摄影师跟了林峰几天之后 发现林峰这个人一点架子都没有 他只是在原则和底线上面格外的坚持 所以他今天主动和林峰说道 林老师 我们这边再选素材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林峰摇摇头 这是你们的工作 我不能指手画脚 你们按照徐亮老师要求的来吧 我先下楼溜达溜达 几个人被林峰的爽快意外倒了 在他们的印象里 跟拍过的大部分明星 都会在签约节目的时候 和他们提要求 都希望可以参考艺人工作室的意见 尽量去降低那些 不利于明星的负面镜头 就算是不对他们指手画脚 也会委婉地提出建议 反倒是林峰这边 吃饭 抽烟 喝酒的镜头 他们都拍到了不少 林峰也不在意 当时徐亮和他们说了一句话 林峰这个人很真实 他不屑于去营造一个虚假的人设 这个倒是真的 不过林峰说过最后的视频 他是看一下的 当然 检查和提出建议是不一样的 但徐亮又和他们说 但是 这些镜头 咱们也不可能剪辑出来 因为我们不能做有损他形象的事 其实有的时候 娱乐圈也不是没有人情味的 至少 徐亮说这句话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到利益方面的事情 而是单纯的从林峰这个人的角度出发的 楼上的这几个人 还沉浸在林峰的萨爽中 完全不知道 林峰下了楼之后 直接去了林雅山的小区 其实他们也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林峰今天早上开始 就有点魂不守舍的 他总能想起林雅山 但林峰还没意识到 这是为什么 他给林雅山发了一条信息 问对方在干什么 对方迟迟没有回复 造成的结果是 林峰总是忍不住看手机 想看看对方回复了什么 结果林雅山今天上午去录音棚里录歌 他身边也没有助理 及时关注他的手机信息 所以一上午 林峰连续发了三条消息 都没有得到回复 难免有些着急了 再加上创作瓶颈期的原因 林峰觉得自己在这个房间里 待得格外胶着 他下楼之后 觉得有些无所事事 就带着头盔 骑着摩托车 漫无目的地走 等他停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林雅山家的小区 楼下了这个小区的安保很好 想要进去必须要刷卡 门口的保安警惕地看着他 林峰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已经没电了 也不知道林雅山在哪 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去 林峰就把摩托车停在了一旁 自己坐在树下乘凉 虽然很热 但是他不敢摘头盔 生怕被其他人认出来 大概坐了有半个小时左右 面前突然停下了一辆出租车 林雅山疯疯火火地从车上下来 侧着头冲司机喊了一句 师父 开一下后备箱 原本林峰在树下坐得昏昏欲睡 可听到林雅山的声音之后 突然清醒了 他瞬间起身 一眼就找到了林雅山所在的方向 抬眼望去 发现林雅山正在和后备箱里的 两个行李相作斗争 林峰小跑了两步 一只手夺过了林雅山手里的行李箱 把林雅山吓了一跳 慌张地看了他一眼 在看到林峰的眼睛之后 震惊地说道 你是 林峰 林雅山看着靠得这么近的林峰 心脏都跳快了两拍 心里默默地念叨着 他是来看我的吗 但他还是倔强地问了一句 你怎么过来了 林峰也是个倔强的人 他自己也没意识到 他过来是因为想和林雅山见一面 林峰别扭地转过头 动作俐落地把行李箱放在了地上 说道 我骑车过来半点事 走到这发现手机没电了 想着你家在这 就想进去找你来着 第161章 从心起到失落 林峰你没有心 林雅山有些失落 他没有多想 他只觉得林峰估计是顺便来看看他 林雅山和林峰一前一后地走进了小区 保安大哥看着林峰跟在一个女人身后 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林峰两只手托着行李箱 看着林雅山瘦瘦小小的身影 真不敢想象 如此瘦小的他 竟然能在台上爆发出如此大的潜力 林峰问道 雅山 你最近在录制什么歌 林雅山原本一直在想着他和林峰的关系 结果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突然被林峰的声音叫住 他有些尴尬转过身 才发现林峰已经被他落下十米多远了 他尴尬地站在原地等林峰过来 林峰有些困惑地问道 你是着急回家处理什么事吗 今天走得挺快 林雅山强颜欢笑 对 有点着急 但心里却在骂林峰 你这个鱼目脑袋 有些事 你非要我说出口吗 林雅山也是个固执的性格 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别人 虽然林峰很特殊 但他不想因为一个人放在自己的身段 所以 就算是喜欢 他也只能放在心里 其实认识这么长时间以来 林峰从来没去过林雅山的家 每次都是把他送到小区楼下 自己就急匆匆地走了 一想到自己这次要单独去 一个女孩子的家里 难免有些局促不安林峰说道 我们要不还是去楼下的咖啡店聊吧 林雅山侧过身 用眼尾扫了他一眼 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 先去我家充的电吧 林峰突然意识到 自己刚刚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林雅山都没紧张 自己一个大男人紧张什么 他瞬间挺着腰板 昂首挺胸地跟着林雅山进了电梯 林雅山按了一下指纹锁 打开门之后 示意林峰把行李箱放进去 他给林峰找了一双拖鞋 进来吧 我这几天也没怎么在家 家里都没收拾 林峰站在门口简单地打亮了一圈 林雅山的房间很整洁 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林峰对女孩子的房间印象 还停留在全部都是粉色装修 床上地上摆了各种玩偶的刻板印象里 实际上 林雅山的房间相对来说会空旷一点 看得出来林雅山平时应该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人 还能看出来一点强迫症 书架上所有的书 都是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的 桌子上的护肤也是一样 林雅山从柜子里给林峰拿出一个手机充电机 林峰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 他觉得和林雅山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里 还是有说不上来的别扭 林峰轻咳了一声 像是在缓解自己内心的局促不安 他说道 雅山 我想问问你最近是怎么打算的 林雅山一听这话 脑海中的第一反应是 难道再问我的终身大事是如何规划的 他喝水的动作愣了一下 木讷地看向林峰 林峰连连摆手 我没有要逼你的意思 我觉得你总是这样一个人也不太好 自己有很多事不太方便 如果身边有人能帮帮你的话 可能会轻松很多 林雅山的眼神都直了 这是表白吗 林峰是终于认识到他对我的喜欢了吗 林雅山心花怒放 脸颊一片红郁 林雅山情绪有些激动 声音带着几次颤抖 我 我答应你 他努力地克制自己内心的欢呼雀跃 被自己喜欢的人表白 这不就是双向奔赴吗 还有什么比自己喜欢的人 也喜欢自己 还幸福的事呢 林雅山在说了这句话之后 害羞地低下了头 不好意思地看向地面 但林峰听到这句话之后 竟瞬间冒了金光 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声音 真的吗 那咱们快把合同签了吧 合同 林雅山脸上的笑容凝固住了 啊 怎么谈恋爱 还有合同啊 他迷茫地问道 你说的是什么合同 林峰兴奋的嘴角 都快咧到耳朵后面去了 说道 签约合同啊 你不是和上一个经纪公司解约了吗 这么长时间以来 你都是自己一个人 在和其他项目的责任人对接 你又要拍戏 又要自己对接项目 说实话 挺累的 我看着挺心疼的 我想着帮帮你 所以我 只能给您签约到我们公司 来你怎么哭了 林峰当然不知道 林雅山是如何从一开始的满心欢喜 变成了现在的失望至极 就算林峰不给他准备一场声势浩大的告白 就算他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多甜言蜜语 但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自己的喜欢都好 他都愿意给他台阶 可惜 就连那一丝丝美好 都是自己幻想的 他现在满眼都是失望 或许 自己一开始就不应该对林峰产生期待吧 他觉得自己浑身的力气 好像在那一瞬间都被抽走了一半 他想说的话 好像只能含在嗓子里 连再大一点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走 林峰还是那副笑容满面的样子 走 不签合同了 你到底怎么了 林雅珊他在努力地用眼眶含住眼泪 他只希望自己能维持住最后的尊严 他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 你走吧 我不想和你说这些 说完这句话 林雅珊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林峰听见卧室的房门被重重地摔上 林雅珊一头扎进被子里 用被子紧紧地捂住了头 他咬紧嘴唇 努力地压抑自己的哭泣声 林峰一脸茫然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明明刚开始 林雅珊答应了他的签约请求 怎么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他突然反悔了 难道说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自己有说错什么话吗 好像没有吧 林峰不好意思在林雅珊家里待得太久 他尴尬地挠了挠头 走到了手机的方向 拿了手机之后 他看了一眼林雅珊的房门 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了一句 雅珊 你要是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 一定要及时和我说啊 我先走了 第162章 推荐林峰当主持人 听到了关门声 他在床上的林雅珊 瞬间丢盔弃甲 他嚎啕大哭 越想越委屈 他觉得自己对林峰的喜欢 傻子都看得出来 而且他也能感觉到 林峰对他是不一样的 是格外关心的 可为什么 他到了关键一步 总是要退让呢 林峰打开了手机 发现上面有两条未接电话 他马上回拨了过去 你好 我是林峰 对方笑呵呵地说道 林老师 您这是去哪了 我回来发现 您不在家 林峰这才意识到 给他打电话的这个人 就是主持人徐亮 林峰回过头 看了一眼林雅珊房间的窗口 并没有看到 期望中的那道歉影 他转过身 大跨步地走向门口 我刚刚出去找个朋友 现在往回走了 怎么了吗 徐亮的笑意 根本藏不住 他说道 好事 大好事 林老师 您回来之后 我再和您说吧 林峰和他含暄了两句之后 他敏感地察觉到 对方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要和他讲 他三步便两步地 往摩托车的位置 跑去 发现刚刚一直警惕他的保安 正在他的摩托车周围打转 林峰说道 我是停在标准停车位的 没卫归停车 保安笑着说道 哥们 你这摩托车不错呀 不少钱买的吧 林峰摇摇头 不知道 别人送的 说完 林峰插上钥匙 长腿一胯 轻轻松松地迈上了摩托 伴随着轰鸣声 林峰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小区 但林雅珊含着眼泪的眼眶 却始终提醒着林峰 这股不上不下的气 仿佛如梗在喉 直到回家都未曾消失 林峰提着头盔上楼的时候 脸色也不算太好 徐亮还以为 林峰这是在回来的路上 有人堵车 大大咧咧地说道 没事 在路上难免有人开车 没有方向感 林峰把头盔顺手 放在门口的桌子上 问道 您说有事要和我说 是什么事 徐亮笑得几乎看不到眼睛 林峰 我给您找了一个新的综艺 林峰愣了一下 啊 什么新的综艺 徐亮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用档案袋封好的文件 现在一般的文件都是电子版 能用档案袋装着的东西 确实是挺复古的 也挺新奇的 他说道 这个是上面下达的一个文件 我给你带的是原件 听到这句话 林峰肃然起敬 连他的腰杆都忍不住挺直了 上面下达的文件 林峰一开始还保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直到看到上面的红色公章 人都傻了 这东西多重要啊 他一个小小的新人歌手 竟然有幸看到这东西 突然 林峰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个文件 不会是和自己有关系吧 徐亮这个人 虽然自己接触的不多 但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分寸感的人 他不会当着他的面 故意炫耀某种和他无关的东西 既然对方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 肯定就说明 这份文件 和林峰有某种联系 这个想法 让林峰觉得有点慌 他试探性的问道 徐老师 您不会无缘无故拿这份文件给我看吧 徐亮笑着说道 林老师就是聪明 我喜欢和您说话 那我就没必要和您都圈子了 我直接说了 我刚刚回去 其实是在向我们台的台长推荐你 国家卫视的台长 这个地位可不是一般的高 不过让林峰好奇的是 徐亮为什么会推荐他 林峰没说话 但脸上的表情倒是写满了问号 徐亮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你知道神秘的文字 这档综艺节目吗 林峰点了点头 有所耳闻 但我一直没有时间 没仔细看过 我大概了解过 据说是一档讲述 不同时期文字历史的一档节目 徐亮点了点头 问道 对那你对这档节目是怎么看的 林峰在电脑上找到了这档节目 他看了一段内容之后 说道 整体来说 严肃性过强 这么说吧 我找不准这档节目的定位 你说它是综艺节目吧 他却一点都不搞笑 你说它是科普类的节目吧 它里面有些过分娱乐的因素 还很突兀 徐亮的瞳孔放大了一下 他没想到 林峰竟然能一针见血地 说出问题的关键 其实他们也反思过 这种偏向文化科普类的节目 本身就没有办法过分娱乐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 能沉下心来看 这种节目的人 简直就是凤毛麟角 徐亮问了林峰一个问题 那如果 是你来策划这档节目 你有更好的想法吗 林峰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最后摇了摇头 没有 学习就是一个枯燥的过程 如果你想让观众在一期节目里 吸收更多有价值的内容 那就没办法增加娱乐片段 就会导致节目相对枯燥 如果你想让节目稍微有看点一点 玩梗多一点 娱乐性质多一点 那就是在消耗下国的文化 我不建议这样 徐亮点了点头 目前来看确实是这样 做综艺节目必须要有取舍 他没想到 林峰在这个问题上 竟然能看得如此通通 这让他觉得有些意外 他问道 林峰 我就是推荐你 来当文化类节目的主持人 林峰呆呆地看着他 不可置信地说道 您没开玩笑吧 我这是什么水平 既不是科班出身 又没有过硬的本领 我在这档节目里说话 都没有底气 徐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对不起林峰 我起初推荐你去当这个主持人 是出于我自己的私心 我觉得你有流量 可以用流量效应去带动市场 徐亮其实也清楚 但他选择用流量 来替代文化产业的时候 就已经很可悲了 但文化这东西 还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 林峰则是很认真地在思考 自己到底配不配 在这档节目里当主持人 徐亮说道 你别担心 我相信你 不仅仅是因为你的流量 要不然有流量的人那么多 我为什么不选择他们 第163章 把蒋思涵拉过来做投资 我选择你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 我觉得 你的经历足够让大家幸福 徐亮眼神坚定地看着林峰 说道 其实很多时候 你就是现在青少年的偶像 之前林峰总觉得 偶像两个字 轻飘飘的 没什么实际上的意义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把一个人当成偶像的原因很简单 可能只是单纯的 因为他长得帅 或者 是因为他做了某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这些会在粉丝的心中 无限放大 对于林峰来讲 粉丝一遍一遍地 给一个人加上滤镜 那就证明 其实你喜欢的是一个虚幻的人 可直到今天 当看到盖着公章的文件 摆在自己面前 听着徐亮说 你是青少年的偶像这段话的时候 林峰才真正意识到 什么才是榜样的力量 林峰真的很心动 不是因为徐亮把自己捧得这么高 而是因为 他意识到 自己能给青少年带来的正面影响 哪怕只是一点点 哪怕能让更多人 爱上下国的一些传统文化 那自己的努力 就是值得的 而且自己也不是什么大盲人 参加一个综艺的时间 还是有的 林峰刚准备答应 就听见门锁响了 两人同时看向门口 邢小满醉醺醺的 打了一个酒阁回来了 成年人谈事情 总是离不开和酒打交道 邢小满之前的酒量 只能说还凑合 但他是一个比较有分寸的人 他会刻意控制自己喝酒的数量 不会让自己出现 意识混沌的情况 像今天这种情况 林峰也觉得有些意外 结果 下一秒出现了 更让大家意外的事情 蒋思涵骂骂咧咧地说道 你还站不直吗 赶紧把你口袋里的酒杯拿出来 我真是服了你了 眼看着邢小满马上要滑倒了 跟在他身后的蒋思涵 把两个箱子吃力地挪到了门口 还是顺手拉了一把邢小满 林峰跑过去帮忙 问道 你们俩咋还碰上了 蒋思涵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表情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件事情有点复杂 我一会儿再和你说吧 邢小满的酒品算不上不好 他不惹事 就是看到一些自己的东西 会顺手放进口袋里 就例如他口袋里的那个酒杯 他当时醉醺醺地和蒋思涵说 我和你说 这个是我的电子手表 蒋思涵一脸无语地点着头 没办法 只能按照他的想法来 你永远别想和一个醉酒人的讲道理 这是最没有意义的林峰 原本和徐亮探讨的热火朝天 结果邢小满这个插曲 让两人都忘了刚刚说的话题了 这会儿 整个房间的摄像机 都对准了蒋思涵这个外来客 思涵 你还没说说 你俩是不是有什么猫命 蒋思涵一脸无奈地说道 我俩在饭局上碰到了 几个人顿时竖起了耳朵 看来这是有瓜吃 蒋思涵喝了一口冰水 腮帮子鼓了起来 停顿了三秒左右 蒋思涵才说道 准确地来讲 我们俩不是一个饭局 我最近不是负责了我爸爸公司的 某些广告板块的工作吗 有一个电视剧的老板 说找了几个铜藏 想和我聊聊广告赞助方面的事 蒋思涵有些无奈地 看了一眼邢小满的方向 说道 我去了之后 看到对方之后 就打了个招呼 结果我这桌子的都是老板 他们对邢小满有印象 都问 你是那个酒品芝麻官的制作人之一吧 娱乐圈这种地方 有一来的特别快 打了个招呼 就等于熟了 一来二去 两桌并为一桌 大家开始在桌子上推杯换盏 蒋思涵开始一边和各位老板谈自己的策划 一边又要陪着邢小满 应付关于酒品芝麻官 还有各种创作方面的问题 这顿饭局女性人数不多 而且大家也没有强行灌蒋思涵的酒 或许是因为他们有职业操守 没有灌女性酒的念头 或许是他们忌惮蒋思涵的身份 毕竟蒋思涵的广告赞助 对任何电视剧来讲都是有利的 不管是出于哪种考虑和衡量 都让蒋思涵躲过了一截 但结果就是 桌子上的几个男性都喝得摇摇欲坠 蒋思涵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 不忍心把邢小满一个人扔下 所以还是把邢小满带回来了 这会儿他活动了一下肩膀 真是累死了 小满平时看着挺瘦的 怎么醉了酒之后 就像是一滩死肉一样 蒋思涵现在的主业 是做家族生意的广告项目 副业才是拍戏 他这个人很有经商头脑 当初他给芝麻关投资 就是看中了林峰身上的巨大价值 现在也是一样 所以他笑嘻嘻地问道 林老师 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节目啊 我这边想沾着您的光 做两个小广告 蒋思涵说话很有艺术 他把自己想投资这件事 说成是沾着林峰的光 还没等林峰开口 一旁的徐亮马上说道 思涵 你是芝麻关 里面的那个大美人吧 其实是徐亮 把蒋思涵的角色名字忘记了 但没关系 只要叫大美人 女人都会答应的 果不其然 蒋思涵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 是我 我记得您 您是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吧 徐亮也知道 对方肯定是不知道 自己具体主持哪一档节目 他这么说 无非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 徐亮马上聪明地开口道 思涵您好 我是徐亮 目前在主持一档任务纪录片的节目 我最近一期的节目主题是林峰 所以我最近都跟在他身边拍摄素材 蒋思涵在心里想的是 自己最近要不要投资 他客观理性地分析了一下情况 这种人物纪录片 就算是拍摄的再长 剪辑出来的版本 都不会超过三个小时 那自己投资 这一次的话 倒是可以 只不过不值得 可能观众还没记住 这个产品的名字呢 节目就已经结束了 这岂不是有点得不偿失了 第164章 周边产品可以适当吸引兴趣 但万万没想到 转机来得如此之快 徐亮一想到 这档节目的原始经费 就已经不少了 现在还有蒋思涵 这么大一棵摇钱树摆在这 就忍不住兴奋 林峰的新节目 就算是想不火都难啊 他看了一眼林峰 说道 既然思涵也在 那咱们不妨一起说说吧 蒋思涵一脸迷茫 什么情况 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 参与到了什么新项目里面 徐亮把节目的形式和策划 简单地说了一遍 我说的可能不是很详细 因为目前这档节目 还在设计规划中 我们是希望通过林峰的名媛效应 引起青少年们 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 对于我下国传统知识的重视 蒋思涵理性地说道 目前在国家文化这方面 已经开始引起重视了 我也觉得 这方面的节目 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 可以开发一下 徐亮一听蒋思涵这么说 顿时觉得有希望啊 蒋思涵这个富婆 最不差钱了 再说了 这么一档有文化底蕴的节目 他就算拿几千万 到上亿的金额出来投资 也绝对是稳赚不赔 蒋思涵没有草率地答应 而是问了一句 我能问一下 你们这档新节目 是想做哪一类的吗 徐亮说道 我们是准备做一个系列 目前第一季的名字 已经想好了 叫 听 古迹在说话 听 古迹在说话 这个名字听起来 就像是在蒋下国的 名胜古迹的 倒是挺有意思 不过蒋思涵的脑筋比较开放 他刚准备说话 林峰突然抢先他一步说道 你们官方有没有 想过出一些周边 蒋思涵的表情突然愣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林峰 你怎么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倒是徐亮反应慢百拍地说道 我们也想过 但是效果不太好 其实周边这东西 你们也清楚 尤其是和名胜古迹相关的 你要是做得好一点 那肯定特别贵 销量就很惨淡 但如果你做得一般般 就是为了能多卖点销量的话 那这东西 也没有必要出现 确实是这样 很多时候 制作人自己都搞不清楚 节目的定位 蒋思涵抬眼看向林峰 他发现 林峰竟然也在看向他 林峰说道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能让周边和节目一起活起来 徐亮今天一天 简直就是在惊喜和惊吓中间 来回切换 很多时候 你不得不佩服林峰的脑洞 他怎么能想到这么多的创意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 同样拍搞笑题材的电影 林峰却能成为行业龙头的原因吧 林峰突然问了一句 我想问问一下 这个周边 可不可以我们进行代理运行 徐亮抬起头 问道 详细说说 林峰说道 我觉得现在的节目都要有朝气 如何和观众增加亲密度呢 那就是通过一些同款礼物 降低大家的距离感 这一点上 周边可以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徐亮其实也清楚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国家电视台 有那么多优秀的设计师 有那么多策划师 怎么就做不出来 让观众喜欢的周边呢 为什么大家的喜欢 这么让人琢磨不透呢 林峰看徐亮有几分动摇 继续说道 所以 我有一个好创意 你们不需要投入 全权交给我们负责 对外就说 周边是一个单独的策划运营部门 就算是后期出现了任何问题 也和你们无关 你们只需要坐在家里收分成就行 不得不说 这个条件确实是很诱人 对于电视台来说 这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他们不是没拥有过这个市场 而是他们没把握住这个机会 所以 当林峰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 其实徐亮自己 就已经想交给林峰负责了 但自己的话语权毕竟有限 他没办法随便做决定 在他思索再三之后 还是说道 你的这个提议 我没办法马上答应你 因为我只是 传达一下领导们的想法 具体这件事的答案 等我回去之后 得到领导的回复之后 再告诉你们 但这对于林峰来讲 就等于拥有了希望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时间里 徐亮详细给林峰解说了 他们下一档节目的概念 蒋思汗也没想到 这档节目竟然在情节方面 设置得如此全面 在他还不了解的节目拍摄的情况下 就已经感觉到 节目蕴含的文化底蕴了 这对他来讲 就相当受益匪浅 蒋思汗悄悄看了一眼林峰的表情 发现林峰全程听得相当认真 估计是有其他的打算 办上 林峰点了点头 表情看不出波澜的说道 我觉得很好 这档节目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 我也很荣幸 能给其他人带来一些帮助 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一些正面的形象 让大家重新认识下国历史 林峰的态度相当真诚 他的下一句话 让徐亮有些震惊 林峰直接说道 也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蒋思汗正摆弄着手机 他已经开始策划周边的事情了 他对于周边的事情胜券在握 他心里清楚 像他这么好的投资 应该打着灯笼也很难找了 甭管是几个亿 对蒋思汗来讲就是眨眨眼皮的事 徐亮很意外林峰的话 他有些拘谨地问道 我能问原因吗 林峰看着徐亮的眼睛 质地有声地说道 很简单 弘扬我下国几千年的文化 这是每一个下国的公民 应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 虽然出发点在我的身份 是一个娱乐圈的艺人 但从民族上讲 我是下国的子民 这是我应该履行的责任 一旁的蒋思汗 也被林峰的话震慑到了 他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要要适当地 放弃自己的商人思维 或许 站在爱国的角度 去衡量这件事呢 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林峰放在桌下的脚踢了一下 林峰凭借自己对他的了解 知道他也是个容易冲动做事的性格 林峰 冲他轻微地摇了摇头 第165章 徐亮就是林峰的新伯乐 这场洽谈 徐亮很满意 他没想到 林峰能提出不要报酬这件事 毕竟对于林峰这个级别的艺人来讲 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的报价 起码要600万以上 徐亮说道 好 我先回去把咱们沟通的情况 和台上那边确定一下 有什么问题 后续再沟通 他和林峰说完话 转身看向那几个 在隔壁房间 忙着剪辑视频的人 问道 你们剪辑视频的时候 参考林峰的建议了吗 几个人摇摇头 林老师说他没有建议 完全按照咱们的思路来 他最后简单看一眼成片就行 徐亮眼皮微微挑抬了一下 林峰还真是说到做到 一点都不干预呢 这档访谈节目后天播出 明天林峰还有一个重要的行程 就是要去参加 蒙面唱将第三期的录制 但明天的节目 肯定要占用大量的素材 所以 他们必须在今天之前 把其他的素材先剪辑好 那他们的时间 就变得相当紧张 明天早上八点左右 林峰就要从家出发 去节目现场 就说明 这些摄影师从六点钟左右 就要从电视台出发 这才能保证 他们能在七点多的时候 到林峰家里 录制到林峰出门前的准备 那就说明 他们需要五点左右 就从家里里出发 因为烟城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方方面面都需要他们花钱 电视台附近的房价 根本不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 所以他们 只能在稍微远一点的位置租房 这就是时间成本 林峰起身 以着墙说道 要不他们今天晚上就别走了 我们这还有床位 让他们在这休息一晚上吧 明天早上再来 有点太折腾了 这一刻 他们真的有热泪盈眶的感觉 从他们工作到现在 不是没有其他艺人 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 但大部分都是站在镜头前的表现 艺人们会温柔地询问他们的意见 表现出善解人意的温柔 但事实上 当镜头消失时 他们总是会切换成另外一副面孔 没有人会永远保持一个状态 但现在 林峰说话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没有多么温柔 说话的语气 也没有多么亲切 可他们就是能感受到 林峰对他们照顾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 只要是在林峰身边工作过的人 就没人说过他半句不好 除了那些故意找事的人以外 其实 林峰真的是随口一提 毕竟家里床位有很多 自从上次签约了新人之后 林峰就让行小马 开始装修房间 行小马忙得分身乏术 就定了十几张床 让谭远监督着 把床位摆在了二楼的一个 空旷一点的房间里 被入什么的 也都是统一预定 乍一看上去 这很像是军事化管理的宿舍 几个工作人员却觉得 这就是他们温馨的港湾 这样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剪辑了 但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他们发现 关于林峰 有用的素材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甚至不知道 应该删减哪部分 这是他们从业到现在为止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 就像是你听歌 正常来讲 一首歌里可能有一小部分是高潮 因为节奏感就是起程转合 有平淡的部分 有高潮的部分 这才让人觉得 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可在林峰身上 他们总觉得 林峰这个人 怎么全都是高光 全都是高光就算了 关键是 高光还这么多 他们就算是想剪辑一点日常的东西 他们都觉得 这是在浪费时间 在编导的决策下 他们再三删减之后 还是两个小时的时长 几个剪辑师 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真的没办法删减了 在删减林峰这几天的事情 根本记录不全 他们原封不动地 把两个小时的视频 传给了徐亮 此时的徐亮满脑子都是 林峰的新节目 马上就要落实了 如果这样的话 他这个伯乐 应该也有一笔不小的奖金 当他火急火燎地跑回电视台 发现一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在等他 他把手机静音扔在身边 这个会一开 就是五个小时 从节目的策划 到每一期的旅游景点 在哪都确定好了 台长听到 林峰竟然不要报仇的时候 对林峰的印象更好了 他觉得 不管林峰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都是一个极有远见的人 台长喜欢和聪明人合作 他说道 真希望能快点见到这个小伙子 徐亮说道 对了台长 您上次不是说过 咱们的周边没有创意 不够吸引人吗 台长翻了翻以往的周边图片说道 不知道怎么说 也不是不吸引人 就是这东西 还不足以让我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买 不愧是台长 就是会说话 其实意思就是 你这东西毫无吸引力 没有创意 原来周边组的创意总监 愁容满面 他低着头 小声地在心里反驳 我们也想他销量更好啊 但关键不是 我们研发团队创造出来的东西 就是不讨人喜欢吗 连手机什么时候没电到自动关机都不知道 当他看到剪辑发给他的视频时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他看完之后的想法 和他们是一样的 是啊 这个视频已经够连贯了 感觉删减了哪一段都不完整 这可怎么办才好 真是难为了徐亮 而此时林峰这边 他已经进入梦乡了 在床上的行小满 才悠悠转醒 他头痛欲裂 觉得还是有些意识不清楚 他知道自己喝醉了 但他还是在心里祈祷 希望自己没做出什么离谱的事情来 当他从自己的外套里 摸出一个杯子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脸上的颜色变化 仿佛一个调色盘 我拿这东西回来干嘛呀 蒋思涵今天完善也没走 他看了一眼 这屋子里这几个人 没有一个像是会照顾人的样子 行小满喝成这样 他也不放心直接走 林峰让他睡在行小满 那个有门的房间 不知怎么了 他总是睡得不安稳 第166章 行小满惹恼了蒋思涵 他中途醒了好几次 突然觉得嗓子有点痒 想去厨房找了 点水喝 结果看到行小满正一脸猛逼地 看着手里的水杯 他走过去 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这是想用你的手表 给谁打个电话 行小满顿时觉得 自己手里的水杯 像是个烫手的山芋 尴尬地放在了桌子上 他半上才突然意识到 你怎么还没走啊 蒋思涵翻了个白眼 用他放在桌子上的水杯 涮了一个下 给他接了杯水 想看看你喝成什么样 会不会把你的手表 当成闹钟 行小满装作听不见的样子 结果水杯一口气全喝了 他突然想到 今天看见蒋思涵 在饭局上游刃有余的样子 好像和他平时见到的蒋思涵 判若两人 他一只手把玩着水杯 眼睛盯着地面 说道 你今天是去谈合作吗 蒋思涵点了点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我爸看了我拍的电影 虽然电影很有名气 但他们这种商人 就是瞧不起演员 说这是什么戏子 我不应该自讲身价 我虽然知道他说的不对 但我现在没本事证明自己 就一定混得很好 行小满攥着杯子的手 突然用力 直接开始泛白 他说道 所以 你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开始听从父母的建议 蒋思涵觉得 行小满的语气 似乎有点不满 但他没多想 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他说道 咱们都是成年人了 冲动形式这种事情 也不会再做了 我觉得我可以坚持拍戏 但我权衡利弊之后 我认为 我可以爱好和事业兼顾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行小满 似乎冷笑了一声 蒋思涵意外地看向行小满 行小满说道 人总是喜欢给自己找借口 你之所以不放弃家里 不就是因为 你想受家里给你的一切吗 归根到底 你对自己的表演没有信心 你根本就不 相信自己能凭借着演技 走出一条道路来 行小满说的义愤填音 蒋思涵听得莫名其妙 他自己的事情 行小满跟着生什么气啊 但他也是个暴脾气 再加上行小满 一直都是呛着他来 他顿时火冒三丈 蒋思涵固执地说道 是啊 我为什么要放弃 我喜欢演戏没错 但我没必要为了演戏 放弃我现在拥有的 明明有双赢的机会 摆在我的面前 我为什么不珍惜呢 行小满舔了一下后槽牙 他突然想到了自己 他冷哼一声 我以为你是一个 多了不起的人呢 我以为你和那些 有钱人不一样呢 到头来呢 还不是一样的 瞧不起这个 瞧不起那个 蒋思涵顺手抄起床上的枕头 冲着行小满的后背 狠狠地砸下去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是啊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但我不否认 我的身份对我来说是有利的 我起码有钱 能投资我想投资的电视剧 我能给大家用最少的钱 提供舒适的住宿环境 我能给大家 行小满今天像是中邪了一样 蒋思涵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听不进去 他讽刺地说道 多此一举 你觉得那些很关键吗 就算没有你提供的酒店 我们就算在便宜的旅馆里住宿 也能拍出效果一样好的作品 蒋思涵突然觉得 面前的行小满格外陌生 他认识的行小满 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 当初 行小满会因为他的赞助的 兴奋地给林峰连续打了几个电话 但今天 他却说出如此冷漠的话 蒋思涵想不出缘由 更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 他只觉得委屈 眼泪夺眶而出 他放下枕头 转身就走 他喝了酒 回来的时候 是找代价开的车 这会儿 他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他直接走到楼下 随手拦了一辆车 直接回了家 蒋思涵在车上越想越委屈 他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要受这种罪 他哭得稀里哗啦的 司机在前面劝他 小姑娘 失恋了 没事 感情就是这样 不合适就分开 别委屈了自己 在伤心欲绝的时候 很容易会被周围人的 一点善意感动到 尤其是面前开车的这个大叔 慈眉善目的 蒋思涵想到了自己的爷爷 他哭得更大声了 委屈地说道 不是什么男朋友 哼 他根本就不配 司机一听就明白了 估计是小姑娘喜欢的人 惹了他不高兴吧 他微笑叹了口气 那以后就甭理他了 让你流眼泪的人 不值得给他眼色 像你这么温柔的人 一定能找到 一个真正疼你的人 蒋思涵抽抽搭搭地擦着眼泪 一个人阵阵有词 该死的邢小满 你真是个孬种 蒋思涵离开之后 邢小满还继续坐在床檐上 看着手里的杯子 凌峰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他身边 坐下 说道 怎么了 这么大的火气 邢小满把水杯放到了地上 一脚将他踢走 酒杯在水泥地上 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 最后有些斑驳地停在了某处 他说道 其实我不是和他生气 我是生自己的气 凌峰没说话 他静静地听邢小满说着 认识邢小满这么久 他从来没问过他 关于家里的事情 凌峰不是一个喜欢打探八卦的人 只要对方不说 他从来不会主动问 邢小满说道 我没和你说过 我的家庭情况吧 凌峰摇了摇头 邢小满说道 我原本不想说的 但我今天可能是喝多了 我突然就想说了 凌峰说道 没关系 你只要不想说 就别强迫自己的说了 邢小满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 说道 你知道满城集团吗 满城集团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公司 是国际五百强的企业之一 在国内的排名也是前十左右 邢小满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个 不对 邢小满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满字 该不会是 凌峰突然瞪大了眼睛 说道 那个满城集团 不会和你关系吧 邢小满苦笑着点点头 确实是 第167章 邢小满竟然是个富二代 邢峰不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 静待下文 邢小满说道 那是我家的公司 尽管刚刚邢峰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但还是忍不住震惊地说道 啊 邢峰仔细思考了一下邢小满的行为举止 真的很难把他和富豪家的孩子联想到一起 感觉他就是一个很有自己的想法的普通人 他有创意 够果敢 又肯吃苦 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 他还挺单纯的 在邢峰的印象中 如果是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孩子 难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说话或者做事方式 也会不由自主地带入一些有钱人的习惯和处理方式 可他在邢小满的身上 却什么都没看到 邢小满说道 我家公司其实创业很多年了 房地产 建材 还有医疗和食品方面 我们家都有设计 此刻的邢峰正在网上查 满城集团旗下的产业 发现叫得上名字的分公司就有几十个 邢峰看了一眼垃圾桶里的啤酒 也是满城公司旗下的一家分公司的产品 如此说来 邢小满的家族生意和蒋思涵家不愤伯仲 邢峰说道 你家财万贯 你怎么想着自己出来 他说道 你听到刚刚思涵说的话了吗 邢峰摇摇头 他是从中间过来的 只听了一半 没听完全 邢小满重复了一下刚刚蒋思涵说的话 思涵爸爸说 演戏的人是戏子 他们伤人瞧不上 邢峰听到这话的时候 觉得有些不舒服 都已经现在这个社会了 怎么还有人歧视演员呢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大家的精神食良 邢峰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只能静静地听着邢小满说话 邢小满冷笑了一声 我爸也是这种人 在他眼里 其他的工作都是不务正业 他只希望我经商或者从政 但邢峰知道 像邢小满这种有想法的人 是不会甘心按照别人的规划来生活的 他说道 我这个人天生反骨 我爸平时生意忙 对我的照顾不多 我妈又是个富家太太 每天更多的时间都放在他自己身上 我虽然有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家庭 但我接受家里的关心不多 我还是喜欢我家的保姆阿姨 邢小满说道 我觉得我能感受到家庭温暖的日子 应该就是和保姆阿姨在一起的日子 保姆阿姨没有孩子 她和她老公的感情一直很好 所以她和我说过她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生育 邢峰从她的描述中 好像已经看到了她生长的环境 邢峰也能明白 为什么刚接触到她的时候 她会觉得邢小满很单纯 可能是和保姆阿姨生活的日子里 让她保留下了自己的童真吧 我爸妈确实没多少心思放在我身上 他们就睁一只眼闭只一眼 看我和保姆阿姨一家感情越来越深 但事情的转机是 他们让我去国外上学 我当时和爸妈的关系闹得很僵 死活不去 他们就觉得是保姆阿姨一家的原因 觉得是他们影响了我 所以他们没了解前因后果 直接把保姆一家开除了 我知道他们卑鄙得很 他们如果想让我找不到保姆阿姨 那就会让对方人间蒸发 从那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过他们的消息 我当时一气之下 离家出走 我当时大学刚上了一年 搬出家之后 我和他们放下狠话 让他们这辈子都别管我 我开始自己打工赚学费 赚生活费 生活是很美好的 我不觉得我家里的身份 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 反而觉得 自由对我来说更重要 我每天和大学的朋友们 一起打工 一起看剧 我在大二的时候 赚了广告策划专业 后期又每天和同学们 去了解明星八卦 去找兼职 参加不同的明星活动 后来毕业之后 顺利进入了程海音乐 他无奈地笑着 说道 你知道吗 程海音乐 当时可是炙手可热的大公司 有多少人想进都进不了呢 这倒是真的 现在的程海音乐 因为林峰的事 受到了重创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程海音乐 依旧是大家挤破脑袋 也想去的公司 行小满看着这个房子 说道 我当时和你说 这个房子是我的 其实是我表哥的 林峰倒真不知道 这个房子是谁的 当初行小满说 这是家里给他的房子 他就信以为真 以为真的是这样 行小满说道 但现在 这房子确实是我的了 什么情况 怎么一会儿是他的 一会儿又是他表哥的 我离开家之后 没和任何人联系 但我知道 我家里对我的 一举一动都很清楚 我表哥回国以后 也是自主创业 他做的是旅游类的产业 我们在某次线下活动的时候 碰到了 他拉着我聊了很多 听说 我现在还在和别人合租 住在一个不到 十平米的卧室里 他直接给了我一把钥匙 他说 那房子 是他还没装修的毛皮房 我爸是开发商 让我过去住就可以了 我当时信以为真 就真的搬过来了 自己还装修了一下 结果这件事被我爸知道了 他可能觉得他 抓到了我的一个把柄 觉得我在外面混的啥也不是 要靠亲戚救济 他想趁机威胁我 让我乖乖就范吧 我表哥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我知道表哥的好业 我在他那借了一大笔钱 去办理了贷款 我自己把这所房子买下来了 林峰一时间不知道 他和他爸爸 到底谁更倔强 还真是一对亲父子 行小满说道 其实我之前 努力的做两份工作 是我真的需要钱 我要还房贷 这个房子的房贷不是小数目 我还要还我表哥的钱 我现在真的是负债累累 林峰也没想到 一个富二代 就是因为自己的倔强 把自己逼成这样 他说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继续和你爸斗下去 行小满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他突然信心满满 我觉得未尝不可 第168章 痴情林峰紧急上线 现在咱们的风铃娱乐正在起步 我突然发现 虽然我很厌恶我爸的种种行为 但我在经商的时候 好像真的有一传到他的头脑 这一点倒是真的 林峰也发现了 他对商场的敏感 可能就是骨子里的 行小满是一个天生的商人 他说道 我觉得我现在挺好 不求大富大贵 只希望自己能自给自足 在我爸面前证明自己 林峰看着他的眼睛 说道 你放心 你肯定能赚大钱的 林峰不是在开玩笑 他能感觉到 以行小满现在的能力来看 他在商场肯定有一席之地 林峰相信他 更相信自己的眼光 林峰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你竟然很清楚自己的想法 那就别究竟那些乱七八糟的 他人看法了 我觉得 你今天有点迁怒思涵了 人家什么都没做 辛苦照顾了你一晚上 到头来你 还把人家数落了一顿 行小满低着头 一言不发 两只手不安地搅在一起 林峰说道 今天也挺晚的了 思涵回家也不安全 你一会儿 问问他到哪了 行小满僵硬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他突然笑了一声 你这不是还挺敏感的吗 在感情这方面的细节 你不是都能注意到吗 林峰愣了一下 说道 那当然了 蛛丝马迹的感情 休想逃过我的法眼 行小满一脸嫌弃地看着林峰 表情有些不屑 是吗 我怎么没感觉到 每次碰到你和珊珊姐的事 我都觉得你像一个白痴 林峰原本听到白痴两个字的时候 下意识地想伸手打他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可手都伸出去一半了 他才反应过来前半句话 等等 什么意思 我和珊珊姐的事 我俩有什么事啊 这下唤醒小满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尴尬地问道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的 我时常觉得 你什么都明白 就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 行小满的话 让林峰听得云里雾里的 他仔细想了一下 并没有觉得自己和林雅珊 有什么事啊 行小满看着林峰那一脸迷茫的表情 突然意识到 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 自己和珊珊姐的感情 林峰的表情突然凝中了几分 他确实是从来没想过 在他的印象里 他们俩还是妈妈逼着相亲认识的 从那之后 他们俩突然发现了对方的闪光点 感情的事就再也没提过 反倒是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有什么好事 总是能第一时间想到对方 林峰一直以为 这是出于一种朋友之间的照顾和责任感 至于出发点究竟是感情 还是那微不足道的责任感 林峰真的从来没想过 行小满没想到 林峰一个看起来如此精明的人 结果到了自己身上竟然翻车了 他无奈地扎扎嘴 拍了拍林峰的肩膀说道 我也不多说了 你自己想想吧 说完他直接躺到了床上 背过身 把被子拉过了头顶 林峰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 从床上站了起来 一步一步地挪到了门口 在他的脑海里 一直反复播放着今天白天的事 他原本还以为是林雅珊 在公司碰到了什么事 现在想来 他是不是误会了自己的话 林峰复盘了一下自己说的内容 确实是很容易让人想歪 尤其是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 说什么他一个人不好照顾自己 别说是一个女孩了 林峰想象了一下 如果自己和林雅珊对调了一下身份 这话是林雅珊对自己说的 那自己肯定也会误会 一想到这 他马上联想到了林雅珊今天红红的眼睛 他一定是觉得我在耍他吧 林峰简直欲哭无泪 我到底要怎么证明 我只是反应慢 并不是真的想要戏耍你啊 他急忙给林雅珊打了电话 也不管现在是凌晨几点 他现在迫切地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显示对方的电话已经关机 林峰急得在房间里打转 突然他灵光一闪 他要去林雅珊家的楼下等他 说完他直接拿着头盔和钥匙就出门了 行小满听到关门声之后 把头从被子里伸出来 向门口看了两眼 嘟囔了一句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极度理性的人 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影响你的情绪 现在看来也不是 你只是反应太慢了 他甚至觉得林峰还有点纯情男孩的前置 这种不分时间 不分缘由的冲动 感觉是青春期的男孩才会干的事 林峰骑着摩托去林雅珊家的这一路 他脑海中像放电影一样的 回想自己曾经的事 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畜生一样 他似乎给了林雅珊很多错误的信息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在他那些没有主语的关心下 林雅珊又误会了多少呢 林峰越想越着急 他摩托开得飞快 停在林雅珊家小区楼下的时候 天还是黑的 保安是闪着一点微弱的灯光 保安坐在椅子上呼呼大睡 林峰找寻着林雅珊家的窗子漆黑一片 他应该已经睡了吧 林峰开始给林雅珊发消息 对不起 我突然意识到 今天可能说了让你误会的话 林雅珊的夺步 几分钟后 他又发了一句 其实我情商有点低 我根本没想到 那些话可能会传递错误的信息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我想有些话当面和你说 他时不时看一眼手机 但他也清楚 林雅珊这会儿正在睡觉 怎么可能看到他的消息 大概到了六点左右 林峰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 是摄影师给他发了消息 林老师 马上要拍摄了 您现在在哪呢 林峰看了一眼手机 突然想起来 今天还有拍摄要完成 他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 林雅珊的窗户 手机上回复了一句 马上回去 但这一路上 林峰都是心事重重的 可他路过楼下早餐店的时候 还不忘给大家买一份早餐 第169章 我要整顿娱乐圈 突然 林峰也意识到了 自己其实很细心 在很多时候 都能敏感地 察觉到周围的环境 但为什么到了自己的感情方面 就反应这么慢呢 大概过了二十几分钟 林峰提着两大袋子 早餐回了家 徐亮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 感觉头发上的水渍 还没完全干 林峰把早饭放在桌子上 大家先吃点东西 今天还不知道 要录制到什么时候呢 那些拍摄节目的工作人员 也没想到 他们去拍摄林峰 竟然还是林峰 亲自给他们买的早餐 这感觉很神奇 让人觉得 有些受宠若惊 行小满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但还是强撑着一着门 林峰看着他低着头 不断打瞌睡的样子 走到他身边 用手掌在他眼前晃了两下 结果行小满根本没注意到 林峰说道 行了小满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行小满强行撑着眼皮 责任感十足地说道 不行 他们跟着你拍摄节目 我必须得跟着 万一出什么事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林峰捂着嘴 塞到了那个有门的卧室 你还是回去睡觉吧 没什么大事 到了房间以后 行小满闭着眼睛 打了个哈欠 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 看着林峰 你刚刚是去找珊珊姐了吧 林峰丝毫没有 被戳破心思的尴尬 而是点了点头说道 是啊 但是他手机关机 我就在他家小区门口 一直待着了 行小满边摇头 边嘖嘖地惋惜道 可惜了 直男终于开窍了 一腔热血还扑了个空 林峰嫌弃地说了一句 就你话多 说完 他关上门就离开了 行小满倒是涌上来一个想法 自己身为林峰的好兄弟 当然也有要当他感情的助攻 不过 当务之急 还是睡觉比较重要 吃过早饭之后 林峰接到了节目组的电话 和他说了一下 今天的计划安排 在他和节目组 对接了一下工作任务之后 便带着几个摄影师 一起出门了 李空早早地在休息室 等着林峰的到来 这还是他确定跳槽之后 第一次在正式的场合 见到自己的未来老板 还是有些激动的 半宿没睡 林峰到了车上 以后就昏昏沉沉的 徐亮看着林峰 这副经历不太够用的样子 问道 林老师昨天是几点休息的 摄影师说道 我也不知道 感觉好像比我们稍微晚一点吧 另外一个摄影师说道 我怎么觉得 他半夜好像还起来了呢 好像还喝水了 把水杯弄掉了 林峰究竟是几点睡的 成为了未解之谜 林峰很有时间观念 就算是在睡梦中 林峰也记得 快到录制现场了 他睁开混沌的眼睛 打了个哈欠 第一时间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林亚山没有任何回复 他在心里嘟囔了一句 难道是还在睡觉 林峰到了休息室之后 便随手 把手机放在了桌子上 他和李空打了个招呼 和他聊了聊近况 看起来就像是不太熟悉的朋友 在强行拉近感情一样 林峰今天的造型 有点浮夸 而且 今天的节目形势 更丰满了不少 还增加了记歌词的缓解 李空有些担心地问道 听说这次的歌词库很大 里面应该是有上千首歌 你可以吗 林峰打了个哈欠 疲惫地闭上眼睛说道 放心吧 我还是有信心的 李空莫名地相信林峰的话 他知道 林峰说有信心 那就一定是有把握 有人沟通林峰 要不再在舞台上 说一些搞笑的梗 来给自己增加一些热度 和曝光度 结果林峰连看都没看台本一眼 眼皮垂着 说道 我不是都说了吗 我不按照虚假的台本参加节目 我只想表现真实的自己 节目组人 只得尴尬地离开 造型做了一半 节目组的人 又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问道 林老师 现在要进行第一遍彩排 你有时间吗 要是没有时间 可以找身边的工作人员 帮帮忙彩排一下 林峰狐疑地问了一句 彩排这种事 不是直接影响节目效果的吗 怎么还能帮忙彩排呢 工作人员一脸尴尬地笑了一下 没说话 直到林峰 到了彩排现场之后 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来参加节目的这几个艺人 只有他亲自来参与了彩排 一旁的李空小声地说道 林老师 其实那些艺人 他们都觉得自己比较大牌 不想把时间消耗在这儿 所以他们找工作人员走个顺序 位置什么的 他们知道一个 大概就行 林峰却惊呆了 他没想到竟然还能这么晚 可能是他对自身的要求太高了 不对啊 这不是每个艺人应该做的工作吗 配合节目组的工作安排 进行彩排和演练啊 怎么现在 这对大家来讲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这也让林峰更加坚定了 一定要整治娱乐圈这股不良风气 原本其他人以为 彩排都是艺人的助理跟流程 所以都是让小员工过来跟彩排 没想到 林峰竟然态度相当认真的 跟了全过程 搞得工作人员都不敢松懈 直接叫来了他们的领导 林峰最后问了一句 之前彩排也是这样吗 这让林峰觉得有些离谱 他之前录制的节目 都是有关于唱歌类的 估计是嘉宾的名气都不够大吧 大家都很珍惜每一次的表演 可能是来参加这档节目的人 都是在娱乐圈有一定知名度 他们并不觉得 这样的事情有什么不值 但对林峰来讲 他们身为艺人 连艺德这种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 也不怪那么多人对艺人有偏见 工作人员战战兢兢的说道 那个 偶尔了 今天这个前期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 林峰冷冷地说道 不需要的环节 你们干嘛设定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工作人员一脸尴尬地看着林峰 第170章 老艺人也要被歌词 彩排环节多重要 他们心里相当清楚 但是没办法呀 那些艺人不配合 他们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吧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一旦打开一个禁止的先河 就会有千百万个 即将突破禁止的人涌现 当他们意识到的时候 就已经为止已晚了 工作人员此刻 是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林峰和其他艺人 他们都不敢得罪 他们就是一个小小打工人 万一说错的话 真有可能饭碗就不饱了 好在林峰没有故意为难他们 彩排结束之后 林峰说了两句话 就直接走了 那群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 终于送走了这个活祖宗 甚至他们有一种 完全不符合职业操守的想法 如果这一轮彩排 全都是助理替彩的话 他们是不是轻松不少 此时的另一边 行小满断断续续地睡到了中午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 也可能是太长时间的熬夜 让他今天终于失去了时间概念 行小满断断续续地做了好几个梦 有梦到自己在家里的时候 有梦到自己出来工作处处碰壁的时候 还有梦到自己住地下室 房间里还有很多蟑螂的时候 他突然从梦中惊醒 满头的嘘寒 行小满看了一眼手机 上面是徐亮刚刚在工作群里 发的林峰工作的照片 徐亮突然想到 林峰昨天半夜去找林雅珊的事 估计俩人到现在还没碰面呢 他赶紧给林雅珊打了一个电话 林雅珊是在系统 准备挂断之前的几秒钟接的电话 兴致不高还带着浓浓的鼻音 行小满的眉头拧在了一起 珊珊姐 你看到林峰给你发的消息了 林雅珊隔了几秒才说了一句 嗯 随后就是漫长的沉默 林雅珊以为行小满正和林峰在一起 行小满此举是为了替林峰打探实情 不过事实上也是如此 行小满说道 珊珊姐 我哥他这个人反应比较木 他感情这根弦有点缺 行小满在嫌弃起自己老板的时候 可是相当真诚 昨天晚上行小满就发现了 林峰这个人不仅看起来大大咧咧 他本人就是这种 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的性格 这就是为什么 一个公司需要两个级以上的决策人 是为了避免出现纰漏 行小满说道 珊珊姐 我哥他肯定是说了什么 惹你不开心的话了吧 但他本人真的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他今天才后知后觉 对你的感情 他其实 行小满想去当这个红娘 奈何林雅珊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啊 林雅珊直接说道 不用和我说这些 没用 说完 林雅珊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一刻 行小满突然觉得 林雅珊的性格和林峰真相 怪不得俩人能这么吸引彼此 在某些事情上 他们俩还真是固执的可怕 还不等行小满为林峰辩解什么 林雅珊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会儿他正在气头上 根本听不得其他人替林峰说话 他其实知道 林峰昨天晚上来了 他手机是关机了 但是电脑上的消息一直在闪烁 本来在这种状态下 他就觉得睡不着觉 电脑刚响了两声 他就醒了 他站在窗前 透过窗帘的缝隙 看着林峰一个人在门口转来转去 心情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可能是觉得自己 终于得到了自己期待的画面吧 正在这时 林雅珊收到了蒋思涵的消息 他秒回道 思涵 怎么了 蒋思涵还不知道他们俩遇到了一样的情形 他还在和林雅珊抱怨 珊珊姐 我不明白 行小满这头猪是怎么想的 我昨天晚上好心好意留下来照顾他 结果他质疑我 还说我什么不热爱表演 蒋思涵说到这个话题顿时就觉得火气大 我还不热爱表演吗 我多热爱啊 我为了表演放弃多少赚钱的机会啊 我不认为艺术家一定都要是穷人 我也不觉得 爱演戏和爱做生意不能共存 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 拍自己喜欢的戏 还能多赚钱 这何乱不为呢 行小满和他站在同一条线上 义愤填膺地说道 是啊 咱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以后千万不要被那些不关心咱们的人影响 行小满他们此时还不知道 他两位同病相连的女士 已经结成了受害者联盟 势必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可惜了 林峰这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不仅人没有签约到手 现在就连老婆也没有了 不过林峰这会儿 也没时间想这些事 他正忙着去应对今天的节目新形势呢 当他彩排结束 回到房间以后才意识到 那些没来的人 很有可能是在休息室里被歌词 虽然节目组说 没有选题透露 但这个就和考试之前画考试范围是一样的 下国的歌词那么多 有名的就有几千首 大家不可能全都知道 所以 节目组还是体贴地 给他们准备了五百首歌名 和他们说 今天的题目 会在这五百首歌里面出 大家看到这个歌单的时候 就已经傻眼了 他们至少有一半左右都没听过 这还是他们了解的爆款歌吗 他们自认为 对歌谈的热度掌握了不少 怎么到头来 好像只是一个过客 当工作人员把歌单交给林峰的时候 林峰看都没看 直接把文件夹扔到了一旁的桌子上 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这种东西 会就是会 不会的话 临时抱佛脚也没用 确实是这样 五百多首歌 你就算是吕顺一遍 歌名就十几分钟过去了 一时间 林峰竟然不知道 节目组是在搞他们 还是在帮他们 在最后一遍彩排的时候 大家都换上了衣服 按照出场的顺序走了一遍 另外一个三十多岁的大排艺人 在走对形的间隙 都不忘看歌词 一个人阵阵有词地念叨着什么 林峰瞥了一眼 发现大多数人都在忙着应对 倒是也能理解 毕竟大家都不是小艺人 第171章 下国曲库林峰上线 他们现在在网上 每发一条动态阅读量 就已经达到十几万 而且 粉丝基础也相对比较庞大 他们并不是完全靠实力吃饭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他们还是要靠粉丝的努力 这档节目并不是喜剧效果太强的节目 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是精英 他们不敢懈怠 生怕被其他人落下 林峰看到他们这么认真的镜头 突然觉得 如果所有人都有这个觉悟 在每录制一场综艺之前 都能努力研究 这档节目的节目赛制 是不是国内艺人的素质 就能卷起来了 现在网友们关注的 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艺人越来越多 他们受到的吹捧 也越来越高 有很多人觉得 明星基本上不用做什么工作 只需要穿着漂亮的衣服 随便在线下活动上走两步 说几句话 就有他们工作半年的收入到手 就算是一个18线的小艺人 一个月的收入 也比三线城市打工人半年还多 种种数据摆在眼前 让他们觉得 艺人的门槛很低 低到任何人只要想去 随时都能成为艺人的艺员 就连林峰自己 都碰到过类似的例子 他当时在大学 还忙着做各种兼职的时候 有一阶段 他在音乐教育机构 兼职当声乐老师 主要负责交亲少年音乐 林峰就碰到不少学生 他们一脸激动的 和林峰畅谈着自己的梦想 现在很多人都去当练习生 说现在国内的练习生 待遇越来越好了 每个月还有三 四千的工资 以后要是出名了 还能拍戏 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 林峰当时随口说了一句 电视剧是你想拍就拍的吗 演员这个行业 对演技是很有要求的 对方却鄙视的看了一眼林峰 有些嫌弃的说道 林老师 你现在根本不关注娱乐圈吧 那可不是有演技就会有戏拍 这个看的是能力和人脉 林峰就困惑的看着他 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 对方一副老师是个老古董 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认真的给林峰解释道 其实很简单 你看这几部剧 是热度不太高的剧 但这些主角 都是没什么演技的演员 林峰醋眉看着屏幕 你继续说 学生继续说道 但是他们还是能拍戏 因为他们的粉丝量很大 粉丝就是热度 就是收视率 所以有人发现了这个商机 自然就不会错过 虽然当时林峰觉得这样不好 但他一个小小的音乐老师 也没办法说什么 因为周围的人 都把这种病态的社会现象 当成现实 其实林峰有希望自己的学生们 都以正常的方式 用自己的实力走向娱乐圈 他知道 热度有可能会消失 但实力会一直在 这个东西就像知识一样 只要是你的 就永远都是你的 不管是谁都夺不走 但他身边的学生 却觉得林峰太愚笨了 明明有捷径 有摆在眼前的路 林峰为什么要舍尽求远呢 现在林峰看着大家 努力记歌词的样子 竟然觉得有些可悲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就是现在的娱乐圈吗 主持人还在 尽职尽责地配合他们 进行游戏环节的测试 好 让我们进行接歌词环节 这里主持人真的说了两句歌词 他是把歌词干巴巴地念出来 这对于嘉宾们的考验是 嘉宾们不仅要准确无误地 说出歌词 同时还要唱出来 主持人突然说了一句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下一秒 林峰像是条件反射的一样地冲了出去 林峰第一时间抢到了麦克风 他自己的表情也是一脸猛逼 但他的嘴却下意识地唱道 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命运就算恐吓着你 做人没趣味 林峰唱完之后 自己的表情都一脸震惊 仿佛受到了惊吓一般 其他人更是还没反应过来 大家都震惊地看着林峰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第一时间冲过去的 主持人还笑着调侃道 看来咱们林峰不仅记忆力好 这体力也是一等一的好啊 林峰尴尬地笑了两声 说道 是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挠了挠头 在心里说道 就一个彩排 我怎么这么当真呢 一个游戏而已啊 紧接着 主持人又说道 刚当那首歌是一个简单的开胃菜 咱们接下来要开始提升难度了 其他几个艺人都紧绷着一根弦 虽然这只是一个彩排 但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 他们必须要给自己争口气 要让其他人知道 明星也是有实力的 主持人说道 发行时间不长 但热度很高 有很多人都曾经翻唱过 大家全神贯注 主持人说道 无尽言语 无尽浪漫 无限可能的夜晚 林峰的脚 瞬间像离弦的剑一样 再一次冲了出去 可当林峰冲到一半的时候 他来了一个紧急刹车 一个彩排 一个彩排而已啊 别太认真 别再预选环节 就玩得太嗨了 其他人在看到林峰 又一次冲出去的时候 瞬间瞪大了眼睛 不是吧 这个说起来 都和散文差不多了 林峰怎么还知道 林峰是不是闲着没事 每天都在背歌词啊 我严重怀疑 节目组给林峰透提了吧 不然林峰怎么都知道 好在林峰一个紧急刹车 在碰上他那个 一脸猛逼的表情 大家这才意识到 可能他的身体 先一步过去抢麦克风了 林峰有些尴尬地挠了一下头 说道 不好意思 真没想起来歌词 但回去的路上 林峰却开始哼着首歌的曲子 原本有些人 就是觉得这歌词有点熟悉 但脑海中 就是想不到相应的曲子这会儿 经过林峰的提醒 有一个人 仿佛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 像一阵风一样 直接冲了出去 让蜡烛代替所有灯 让音乐代替话语声 此时无声胜有声 主持人兴奋地说道 恭喜你 回答证券 第172章 演员不应该没有门槛 在进行了三轮的抢答之后 他们所有人都发现了林峰的水平 其实事实上 除了第一轮 林峰抢答了一题之外 剩下的两道题 林峰根本都没去抢 但第二首歌 林峰用哼曲的方式 做了一个提示 第三首歌 林峰用了一种提醒半句歌词的方式 来给大家提供思路 虽然其他人也消耗了不少时间 但好在是把题目答上了 还有几位嘉宾 更是急得额头上都是汗 这些歌词对他们来说 还是太有难度了 主持人却对这个效果很满意 他赞赏地说道 大家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嘛 一会儿正式录制的时候 可要努力了 正式录制的歌曲更有难度 随后彩排结束 林峰刚走到后台 另一位艺人就小跑了两步 追上了林峰 他笑着说道 林老师 你的记忆力真不错 林峰侧身看了和他说话的 这位女艺人一眼 她叫白安安 十几岁就出道了 大概十八岁 就能再容纳十万人的会场 开个人演唱会了 他的实力相当出众 而且长相方面也很出挑 他是林峰很欣赏的一位歌手 而且他出道这么多年 从来没说挑战什么 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从来没拍过戏 甚至连客串都没有 他一直专心搞音乐 偶尔参加一次综艺节目 但也不多 林峰仔细思考了一下 他参加的综艺节目 似乎都是偏正向的 他每次在节目里的表现 基本上都是相当出众 他是一个很会结合自身的特点 在综艺节目里 发挥自己亮点的人 林峰很好奇 白安安此刻 找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林峰问道 谢谢白老师的夸奖 碰巧这几首歌都听过罢了 您是有什么事情吗 白安安眯着眼睛 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刚刚那个环节我没参加 但我一直在观察 这几个人能回答上 接下来的歌词 全都是因为你 虽然他戳破了林峰的小心机 但林峰丝毫不觉得尴尬 反而嘴硬地说道 没有吧 有没有可能是你看错了 白安安也不坚持说什么 他借颇下驴 说道 林老师 但您的记忆力好 我是知道的 第二首曲子说实话 我确实没听过 可能偶尔听到了 都直接滑走了 但您竟然能一点不落地哼出来 这确实是您的本事 林峰点了点头 客气地说道 白老师 您真是过于了 白安安突然说道 林老师 要不要谈一个合作 林峰看着他 等待着下文 白安安警惕地看着周围 虽然这里没什么人 但四周都是监控 在这里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人留意到 白安安说道 林老师 咱们出去转转吧 林峰顺势看了一眼周围的监控 确实是不少 在这里 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如果这家节目组 没有底线的话 那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 都有可能成为网络上的焦点 两人悠哉悠哉地走到了楼下 这里有一排健身器材 两人走过去之后 白安安看了一眼 距离他们大概 五米左右的摄像机 有些无奈地说道 林老师 您这个摄影机 能不能暂时也关掉 这样也不太好吧 林峰看了一眼身后的摄像机 说道 徐主持 这段就先别录了 你们在那等我一下 我们俩说点事就过去 其他人看到林峰 和一个美女在一起的画面 第一反应肯定是 林峰是不是又谈恋爱了 这个是不是林峰的绯闻 我靠 林峰和白安凑到一起 果然还是林峰高攀了呀 事实确实是如此 原本有些人还想着 那手机拍下林峰的约会瞬间 结果 在看到他们身后的摄像机时 马上兴致缺缺的说道 原来是综艺啊 还有摄像师呢 估计又是在完成什么任务吧 好无聊啊 林峰为什么这么洁身自豪 在他身上 怎么一点绯闻都没有呢 不对啊 不是还有一个传得 沸沸扬扬的绯闻女 有林亚珊吗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林峰看着白安安 问道 你要和我谈什么合作 白安安说道 我知道 凭借你现在的记忆力 在这一期夺得冠军 简直是轻而易举 这话倒是没错 事实上 当林峰听到上一句歌词的时候 他脑海里的系统 就开始自动的给他输出 下一句的答案了 所以有时候 他的身体会本能的想去抢答 白安安笑着说道 林老师 我也不想着能得冠军 我只希望 我在节目里稍微出彩一点 有些别人答不上来的歌 我能在最后答上来就行 白安安不愧是有野心的人 他一直都希望自己在荧幕上 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 他的要求很简单 对林峰来讲 更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事情 林峰没说答应 还是不答应 而是反而道 那你能给我什么呢 白安安笑着说道 热度 我下个月要开一场十万人的演唱会 我希望你可以当我的嘉宾 说实话 这件事对林峰来讲 确实是很有帮助 林峰从出道为止 几乎是没开过演唱会 他出道的时间不长 并且热度很高 所以 林峰的时间一直是比较充裕的 能在这个时期开一场演唱会 对林峰来讲也是有益的 但他现在的歌太少了 出道这么长时间 自己的歌甚至不到十首 开演唱会的话 起码也要准备二十首歌 所以 林峰开演唱会这件事 就一再搁置了 不得不说 白安安给他的这个提议 确实是很诱人 林峰需要这样一个机会 他点了点头说道 那就一言为定了 白安安笑着说道 我就喜欢和痛快人讲话 林老师 那就祝咱们合作愉快了 两人握了一下手 表示合作的达成 前后加起来 甚至不到三分钟 徐亮等人 刚收好摄像机 就又拿了出来 白安安一脸高兴地 走在最前面 看来这次 他又能圈一波粉丝了 第173章 超级变态的节目形式 此时的是下午五点多了 距离正式的录制时间 还有三个多小时 林峰坐在休息室里 突然想起来 自己还没给林雅珊打电话 他拿过手机看了一眼 一脸失落 林雅珊从昨天到现在 都没回复自己的消息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而林雅珊这会儿 正在气头上 他原本已经决定 不关注林峰了 可以打开手机 新闻弹窗就自动弹出 关于林峰的消息 林峰和白安安 因综艺生情 录制节目时 暗送秋波 还悄悄握手 不得不说 这些狗仔记者 就是会搞噱头 林雅珊看到这个标题之后 顿时觉得火冒三丈 在情绪战胜了理智的情况下 他连看别人澄清的心思都没有 直接关上手机 又扔到了一旁 心里愤恨不平地说道 林峰 这就是你说的 看明白自己的心思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 林峰这边 全然不知道林雅珊的心理变化 他正在想着 今天晚上的节目录制 在节目录制之前 节目组的人 会对林峰 进行一个简单的采访 工作人员边 整理斩架边说道 林峰 你对今天的节目形势怎么看 林峰说道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而且很新颖 能把这么多一线的歌手 都叫过来 参与猜歌词的游戏 这确实是很有挑战的一件事 工作人脸上的表情 有些复杂 其中一个人说道 那您觉得 目前的节目形势 还在您的接受范围之内吗 林峰点了点头 我觉得很好 如果难度再加大一点 可能更有挑战性吧 工作人员又问了林峰几个问题 林峰都随着自己的想法回答了 然而 此时的节目现场外 那些来参加节目的观众们 正拿着节目组给的歌词卡 开始写歌词 这是节目组突然迸发出的灵感 关于节目是否存在作弊这件事 很多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尽管他们已经无数次的解释 但还是无济于事 谢岛的灵感 还是来自于昨天晚上的风 他们录制综艺节目的人 都有一些封建迷信 尤其是事关收视率的问题 他们对于天气 或者突然发生的事情 都觉得这是某种征兆 昨天晚上 在谢岛回家的路上 突然刮起了风 风在地上形成了一个漩涡状 卷起了地上的一些垃圾 谢岛看着垃圾在空中飞 环卫工人拿着夹子 跳起来去加垃圾的时候 突然有了某种灵感 他觉得 他们或许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他兴奋地赶紧把自己的思路记下来 当天晚上熬夜 整理出了一套新的方案 节目九点钟开始录制 现场的观众大概是五百人 谢岛让人印了五百个 有编号的歌词卡 让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参与其中 写出自己最喜欢的歌词 当然 节目组还是设置了一些限制 毕竟每个人听歌的习惯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喜欢听那种极其小众 可能评论都没过百的歌 这种歌就算是被抽到了 也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 他们设置了一些关于播放量 关于评论量 关于发行年限的限制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大概审核了十几分钟 最终筛选出473张有效的歌词卡 节目组找来了一个密封好的 真空玻璃器皿 在器皿的最下方 有一个出风口 这是平时某些科研工作人员 用来做实验的器皿 但是今天 这可以当成一个比赛的关键道具 现场的观众起初并不知道 还可以这样参与其中 当他们发现 自己每个人都是出题人之后 瞬间开始兴奋起来 九点整 节目正式开始录制 还是主持人先出场 说几句话之后 开始了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紧接着 舞台上突然变得一片漆黑 大概五分钟之后 舞台上突然亮起了几盏灯 随后 他们看到舞台上 多了几个像灯笼一样的东西 里面站着一个人 在顶部有一个灯 人影绰绰 所有人都穿着风格一样的衣服 只不过 他们的区别就是发型 有的是戴着爆炸头的假发 有的人是戴着双马尾 还有的人 是戴着一顶风格诡异的帽子 所有人说话 都是经过变音的 主持人让他们和现场的朋友 打一声招呼 大家尽管都带着变声器 但还是用搞怪的声音 念着自己的绰号 大家好 我是雪人 你们好啊 我是无敌杀手 拖鞋杰克 台下的观众觉得 今天的节目形势 倒是有些新意 主持人开始介绍 今天的节目规则 很简单 由在场的六位评委 找出是哪位在唱歌 我靠 这怎么可能 这些都是影子 连他们的动作都看不清楚 这不就是盲猜吗 可紧接着主持人又继续说道 等一下 我还没说完 这句话又瞬间勾起了大家的兴致 台下的不少观众开始窃窃私语 还能怎么增加难度啊 这不是已经增加了变声器环节吗 我的妈爷 我觉得这节目现在太高端了 不是在为难评委 这分明是在为难我啊 甚至有的观众直接说道 我一时间都快忘了 我是在参加什么节目了 你们确定 是这最最最普通的蒙面唱歌的节目吗 主持人对自己卖关子的效果相当满意 他说道 不仅要猜出是谁唱的 还要猜出这个人是谁 台下观众一阵道吸气 这是在开玩笑吗 这可能吗 主持人继续说道 而且 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也就是说 你们六个人可以互相商量 但最终的结果是 你们六个人共享的 救命啊 这有可能完成吗 感觉这就是一个几乎变态的节目设定啊 不过 越是变态 越是有难度 观众就越喜欢 那些看直播的观众也傻眼了 节目组可真会玩啊 我是没想到 他们竟然能想到 这种节目形式 真是大开眼界 我觉得 这种节目的难度 应该就是国内的巅峰了 主持人很满意台下观众的反应 第174章 到底哪个事才是凌峰 他说道 在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看一场精彩的表演赛了吗 观众们把手围成喇叭状 放在嘴边 大声地喊道 准备好了 随后 现场的镜头又给到了评委席上的人 评委席上又出现了两卫生面孔 但他们都是国内一流的制作人 曾经和无数一线歌手合作过 经过他们首的歌曲不计其数 但此刻 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有些丰富 这他妈让他们盲菜 这不是开玩笑吗 他们突然感觉 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没办法 之前都答应得好好的 现在就算知道真的这么变态 也得直接上啊 一个年龄不大的评委 颤颤巍巍地举起了手 那个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一时间 所有的目光都会聚在了他的身上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我们如果全军覆没的话 是要淘汰吗 主持人的表情 突然变得有些意味深长 他笑着说道 当然不用 你们还有其他作用的 一语成衬 后来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是要做什么 节目正式开始 凌峰一改往日形象 在灯笼里面搔手弄姿 他戴的假发套是双马尾 马尾长度急腰 凌峰在灯笼里 放肆地甩着自己的假发 随着节奏 做一些符合歌词的动作 其他几个灯笼里的人 也不甘示弱 大家都努力地 颠覆自己以往的形象 乍一看 好像是群魔乱舞 但台下的观众却笑疯了 别的不说 不管哪个是凌峰 都足够好笑的了 我现在就想知道 灯笼里面那个摄像机 最后能不能公开出来 哈哈 我现在太想知道 凌峰搔手弄姿的时候 是什么表情了 救命 我现在觉得 哪个都像凌峰 为什么会这么好笑 大家被灯笼里的人影 逗得笑得合不容嘴 凌峰也完全没想着 自己还有什么形象这回事 他现在想的都是 自己怎么才打消对方的顾虑 可能是因为 台上的几个人 真的太卖力了 节目组镜头 切到评委席的时候 几个评委都是一脸的猛逼 他们震惊的瞪大眼睛 有一个小评委 还张着大嘴 表情要多震撼 有多震撼 这里面有男有女 但此刻他们的身高都是一样的 而且都穿着宽肩的衣服 别说根据这个人的体型 和动作来猜人了 现在的情况是 根本连男女性别都猜不出来 一曲完毕 灯笼里的灯突然暗了 凌峰他们终于能趁着这个机会 松一口气了 他刚刚搔手弄姿的捂了半天 这会儿正热得满身大汗 工作人员趁着舞台上的灯光不强 偷偷地给灯笼里的几位演员 送了风扇 主持人问道 请问 你们有商量出一个结果吗 几个人面面相去 最后 一个三十多岁的评委 有些忐忑地举起了手 煞有介事地分析了一通 我觉得 三号嘉宾 他的手臂节奏 和音乐形成了一个配合 包括胸腔的起伏 和个人的状态来看 我觉得他应该是真唱的那位 主持人看了一眼 顺着他的话问道 那你觉得 他是谁 这个问题 再一次勾起了大家的兴致 众目睽睽之下 他觉得自己的两片嘴唇 似乎都粘在了一起 他说道 我 我不太确定 但我觉得 应该是姜鱼瑶吧 主持人的笑容 突然变得难以琢磨 评委紧张地 接连吞咽了几口口水 主持人不负重望地说了一句 恭喜你 一时间 全场都瞪大了眼睛 该不会猜对了吧 我靠 这要真是猜对了 那真是太牛了 恭喜你 猜错了 啊 评委马上追问 你能告诉我是哪一步猜错了吗 他的话音刚落 下一秒 全场的观众就只能看到 他的嘴一直在动 但麦克风已经收录不到他的声音了 主持人说道 你刚刚回答错了问题 所以 你现在已经是淘汰的状态了 评委的脸色羞愧到发红 他从没想过 自己还能碰到这样的事 应该说 他一开始 以为节目组会多多少少给他一点面子的 不会让他这么尴尬 但他想错了 这档节目 怎么会有给嘉宾面子这个说法呢 紧接着 主持人继续说道 好 你们现在还剩下五位评委 咱们接下来进行下一首歌 台上的五位评委 各自关闭了自己的麦克风 大家把头聚到了一起 主持人笑着调侃道 看来 他们有自己的计划力 主持人问道怎么了 你们决定牺牲谁来探探路吗 几个的表情 突然变得胸有成竹 这来年 主持人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其中一个评委问道 是不是我们猜对一个 就不能算全军覆没 主持人说道 话虽如此 但最终的胜利 还是要看你们剩下的人数 这句话 在几位评委听来 那就是说 只要我们猜对一个 就可以保证帅气不倒 其中那位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评委说道 那就按照A计划开始行动 有意思 一个综艺节目 竟然还开始设计计划了 第二首歌很快唱完了 他们能听得出来 肯定不是刚刚那个人唱的 但他们决定一条路走到黑 还猜刚刚的那个三号 我决定投三号一票 主持人眼皮挑了一下 他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问道 原因呢 男人说道 原因就是 刚刚那个人不是他 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是他了 他们说的完全没有逻辑可言 这个就像是答题的时候 遇到不会的题 就全都选C是一个道理 他们决心用这一个人 是到最后了 这个人 应该是白安安 主持人没想到 还真让他们瞎猫 碰上了死耗子 真猜中了 主持人拿着手卡 笑着说道 恭喜你们 这次猜对了 突然 灯笼四周的步一瞬间掉下 白安安冲他们挥了挥手 第175章 林峰成为舞蹈担当 一时间 全场一片欢呼 真的是白安安 他们还是有点子运气在的 这都让他们猜中了 白安安穿这身大大的衣服 真的好可爱啊 白安安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这么快就被猜中了 但他还是大大方方的走到台前 说道 恭喜几位了 你们是怎么猜到我的呢 某个年龄比较小的评委 挠挠头 其实 这是我们用排除法算的 但没想到第一个就猜中了 但他们的运气 似乎只灵验了这一次 五轮音乐下来之后 舞台上的灯笼还剩下四盏 但评委席却只剩下两人了 主持人说道 现在胜负已经显而易见了 那让我们恭喜蒙面唱将队 一瞬间 灯笼周围的白布瞬间掉落 大家看着结果人的造型 瞬间笑疯了 如果不是五官和发型不一样 他们肯定看不出来 这些人的服装有什么区别 甚至像复制粘贴的一样 当大家看到凌峰的双马尾时 笑得前仰后合 林老师今天真是杀疯了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凌峰能在演戏的时候 眼睛那么好了 他表演双马尾少女的时候 也是全身心投入 我以前觉得 林峰太刻板了 现在看来 是我对林峰的印象太刻板了 林老师太牛了 我永远做你的隐秘 灯笼里的几位嘉宾 除了林峰以外 此刻的表情都有些羞耻 让他们穿着这么滑稽的衣服 在舞台上搔手弄姿 尤其是现在 他们还被观众当场点评 这感觉 他们就像是明马标价的商品一样 有些不舒服 但林峰却丝毫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而是坦坦荡荡地走到舞台上 拿着麦克风说道 大家好 我是林峰 台下 不知道哪位大胆的观众突然喊道 林峰 再来一段舞 一个胆子大的大喊了一声之后 紧接着 他周围的人也开始跟着喊了起来 再来一段 再来一段 林老师再来一段 全场的欢呼声 从未有过如此一致的时候 主持人都觉得 现在的场面有些难以控制 实在不行 这段到最后 就不剪辑到正片里面了吧 台上的其他嘉宾也有些紧张 一想到林峰如果坚持不跳的话 确实是有些不好收场 如果他现在跳的话 这本来就不在台本的设计里 而且 林峰现在这个热度的人 怎么可能会跳这种 什么 林峰竟然真的跳了 他们都惊呆了 只见林峰两只手交叉 放在下巴的位置 开始左右晃动头 可能他发现 两条马尾甩动的频率不大 他为了迎合造出甩发的效果 还故意做了几个大幅度的踢腿动作 林峰虽然跳舞的动作很夸张 甚至有些 看起来像是女团舞 但很奇怪的是 他跳这种舞完全没有色情的感觉 甚至觉得 他就是在刻板的重复舞蹈的动作 严肃中有着一丝搞笑 对不起 林老师这是被迫营业 林峰 你是搞笑艺人吗 为什么林老师现在走喜剧人路线了 哈哈 主持人也消出了声 随后 林峰跳舞的这段视频 在网上开始疯狂的传播 网友都以为 林峰是大家印象中的样子 严肃 很耿直 林峰的这段女团舞 直接刷新了大家的认知 网友们纷纷在网上留言 我宣布 林峰是本年度最搞笑的艺人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林峰吗 林峰这是在搞什么呀 哈哈 我真的要被他笑死了 不光现场的观众 被林峰逗得哈哈大笑 导演更是笑疯了 果然啊 林峰就是他们的收视率保障 只要有林峰在 他们就什么都不用担心 因为 你永远可以相信林峰 在一阵欢笑过后 主持人努力地控制住了场面 这对他的主持生涯来讲 是一段可以记录在 个人传记中的经典场面了 主持人说道 林峰 你们现在是胜利的一组 可以选择复活以为被淘汰的队友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白安安啊 白安安看了林峰一眼 两人隔空对视 林峰冲他点了点头 就这个动作 再一次被网友们无情地放大等等 这是什么情况 林峰这是 他什么时候和白安安的感情这么好了 我不服气 我的官佩林雅珊怎么办 林峰怎么能朝三暮四 如果林峰听到 网友们这么调侃自己 肯定会崩溃到无语 拜托 这不是指淘汰了一个人吗 就算淘汰的是一个中年大叔 林峰还是会用异样的眼神看他 不要因为对方是女的 就如此揣错 原本正在气头上的林雅珊 还是没忍住 他打开手机 想看看林峰在节目中的表现怎么样 结果刚打开手机 就看到新闻弹窗 林峰和白安安因综艺暗生情愫 两人在节目中对视 露出欣慰的笑容 下面的宣传词更让人无语 茫茫人海中 只有我一眼就看中了你 尽管我只有一票 但我还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你 林雅珊看到这番话 顿时火气不打一出来 他说道 这是什么情况 林峰还真和白安安暧昧了 处于感情敏感期的人 总是忍不住多想 不过林雅珊也不傻 他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不能被情绪左右 他马上清醒过来 开始从头里顺这件事 他稍微认真点之后 才意识到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九点多的新闻是假的 那是来人的节目录制 后面还跟着摄像机 这会儿的广告词还是假的 因为林峰他们组 只淘汰了白安安 在得到自己满意的答案之后 林雅珊这才放心地 开始看综艺节目了 此时 综艺节目的第一轮已经结束了 现在观众们好奇的是 节目组说被淘汰掉的人 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这个利用价值 到底指的是什么 正在此时 几个工作人员 突然把一个像巨型器皿一样的东西 搬到了舞台上 第176章 林峰这不是冠军预定了 观众们一脸期待 节目组织是玩得哪样啊 这玩得也太刺激了 这个看起来 怎么这么像搞试验的 刚刚当点评的几位老师 脸上的表情相当丰富多彩 他们生怕下一秒 他们就被放在容器里面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进行展示 主持人用调侃的语气说道 大家知道 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台下的观众 有的马上想到了一件事 难不成这个和他们 刚刚写的歌词卡有关系吧 其中一个对仪器有研究的人 马上说道 这个很像是一个流动的出风口 里面应该是做抓去的吧 主持人说道 台下的观众有些很聪明 已经猜到了咱们的节目环节 林峰说道 节目组倒是真会玩 几个裁判一脸的恐慌 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主持人突然说道 好的朋友们 咱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 让评委和嘉宾分为两组 进行揭歌词 台下的观众都有些兴奋 一想到自己写的歌词 很有可能被主持人抽到 甚至自己喜欢的歌 能被自己喜欢的艺人唱出来 这岂不是太爽了 这是每一个追星人 都梦寐以求的事 但这让裁判组陷入了恐慌 他们虽然也背了不少的歌词 但节目组给他们增加了节目难度 评委组 你们现在做好准备了吗 评委组这是应也不是 不应也不是 主持人继续说道 你们现在身上 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 只要你们抢达上三句歌词 就可以复活一个队友 同样 如果对方抢达上三句歌词 就可以选择 把你们淘汰一人 评委组有些傻眼 他们为什么不能淘汰 只能复活 不公平啊 凭什么我们不能淘汰对方 主持人早就料想到 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他说道 活动的规则就是 在自己的队友 没有完全复活的情况下 你唱的每一首歌 都是为了复活自己的队友 主持人一直留意着 几个人的表情 其中一个说道 啊 那我们岂不是永无翻身之日了 因为他们看到了 凌峰整个人的气势 虽然他从始至终一言不发 但他的状态 就等于在头上投评了两个字 牛逼 谁看了凌峰不说一句 有他在 我们还有希望吗 明明是一场接歌词的大赛 但硬生生被他们搞成了 整整的战场一般 台下的观众说道 我怎么闻到了火药味 台上的胜负欲太强了 我突然觉得好有看头 不行了 我真的要笑死了 你们有看到白鸭吗 他一个人在角落里 已经开始活动脚腕了 从来没想过 有朝一日 我看歌唱比赛的节目 竟然会涉及到跑步 全场的观众一片沸腾 主持人瞬间被现场的氛围感染 他说道 看来大家和我一样期待这场比赛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台上的几个人没想到 台下的观众们 竟然一口同声地说道 准备好了 他们的声音盖 甚至盖过了台上的几个嘉宾 有人笑着说道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说话的人 林峰他们一组里的年轻的小男孩 他出道的时间比较早 早些年在国外参加过不少音乐活动 应该说积累了不少rap方面的实力 他回国以后 一直在各大综艺节目里 宣传自己的rap 其实他的才华究竟有多首 很多人都无从得知 感觉 他的所有歌 都像是一个模式扒出来的 说好听便 叫个人风格过强 让人一听 就能印象深刻 说难听便 那就是 没什么创新 但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他起码在和林峰录制节目期间 该有的礼貌还是有的 虽然他比林峰出道早 但实际上 他的年龄 还是要比林峰小两岁 所有 他在节目录制现场的时候 还是客客气气地叫林峰哥 林峰也不在意这些 但林峰也注意到 这个人的情伤很高 他知道自己现阶段 是一仗粉丝的关键时期 所以 他经常在各种个节目里 感谢那些支持自己的粉丝 让他的粉丝 时常觉得受宠若惊 我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会记得我们 他上次在综艺节目上 说他的小葱花很爱 说的就是我们吧 他录制几节目的时候 带了一个葱花的吊坠 这是故意的吧 所以说 他说 把小葱花放在心里 这不是说说而已 不得不说 这样的效果 确实是很明显 他的粉丝粘性相当大 甚至在节目录制现场 大家都能听到 他粉丝撕心裂肺的叫声 和他家粉丝相比 林峰的大部分粉丝 就像是看傻子一样的 看着他们 因为林峰的粉丝 更像是养老团 他们甚至连拍拍手的力气 都没有 只是安静地摊在椅子上 林峰 好好唱 唉 我不用看就知道 今天林峰又要出镜风头了 我真的不想让节目 这么早就结束 但没办法呀 你能让林峰说什么呢 这种无形之中的凡尔赛 最为致命 当然 节目现场还是有一些 其他人的粉丝的 可当他们看到 现场的大部分观众 都带着和林峰有关的小视频 或者说 他们举着林峰的海报时 默默地收起了自己家的灯牌 太丢人了 一个人举这个东西 真的太尴尬了 不怕自己爱都不争气 就怕自己没有争气的队友啊 主持人问道 你们几位 有没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呢 其中一个人 犹豫了一句说道 没什么 就是今天晚上 我想去吃火锅 你们给我稍微留点小酥肉就行 这句话说完 同城当天的火锅 家家爆满 他们都想着 能不能在火锅店 偶遇一个大明星呢 只有林峰一句话都没说 他摆了摆手 主持人问道 林峰 一般情况下 在比赛之前不放话 第一是说明 你有绝对的信心 第二 那就是 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第177章 情歌王子林峰出场 结果显而易见 林峰怎么可能一无是处呢 主持人说道 我觉得林峰一定是觉得 这个接个字游戏 对他来说 太简单了 主持人开始疯狂地 给林峰挖坑 随后 他们突然看到 有几个工作人员 每个人手上 都端着两个托盘 评委们突然开始紧张起来 因为那几个工作人员 开始靠近了台上的 那个形状很怪异的容器 主持人说道 绝绝 你要不要参与一下 绝绝本来想放弃了 结果他张开嘴才发现 自己的麦克 已经没有声音了 他只能用手势 一直努力地 摆成抗拒的造型 但主持人就像没看见一样 自言自语道 很好 那绝绝就去到歌词卡吧 绝绝的脸色有些发绿 我靠 怎么现在开始强行安排我了 但没办法啊 谁让他刚刚第一轮就淘汰了呢 主持人又开始给台下的观众 解释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很简单 在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 我们收集了每个参加现场活动的 嘉宾对于资料卡的填写 大家看着自己手里面的存根 你敢想 之前每次看电影的时候 都有存根 现在 参加一个唱歌的综艺节目 竟然还有存根 主持人说道 你们手里 应该每个人都有一个存根 我知道很多观众会质疑我们的节目 是否具有完整性 真实性 那这个存根 就是大家对号入座的工具 这突然变得有点意思 其实这档节目从一开始 就一直在努力地保证自己节目的公平 虽然每次都会有一群人 每次都说 他们这个节目 有剧本设计之类的 但他们还是一遍一遍 不厌其烦地去想更新的证明方式 主持人说道 但这并不是完整的歌词卡 这里面一共是473份 我们经过了三轮的筛选 最后筛选的过程中 对歌曲的曲目有所更加和删改 主持人从中抽取了一张卡片 说道 这是68座位选手的卡片 上面写着每一个人的序号和座位号 这个也是方便网友们进行核对 那些正在看直播的网友 更是傻眼了 不是吧 节目组织也太会玩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但就有一点 会不会泄露在在场观众的身份信息呢 我觉得 凌峰现在的实力很强 好怕最后他一个人 抢达了所有的歌词 谁都没想到 凌峰现在在他们心里 竟然是这样的形象 没办法 一个人太强了 就会让大家产生心理上的断层 凌峰一个人就好像 和大家有距离感一样 和他同组的人 有的人坠坠不安地在看着地面 有的人在抠手指 还有人眼睛四处乱瞟 在观众席中 努力找寻自己粉丝的身影 但可惜 完全被凌峰的庞大粉丝群给淹没了 凌峰怎么人气这么旺 虽然和凌峰同队 但难免会嫉妒 他们能参加这档节目 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结果 自己精心设计的小细节 根本没有人关注 所有人从一开就盯着凌峰看 这让他们难免觉得 心里有点不舒服 在主持人的催促下 那个叫绝绝的评委 满脸委屈地踩着椅子 把托盘里的歌词卡 直接投放到了容器里面 随后 按了一下一旁的开关 请客间 那些歌词卡在容器里 被卷成了漩涡状 哇 好震撼啊 这也太牛了 我突然觉得 我成了综艺节目的重要参与者 紧接着 主持人又开始搞事情 他说道 那个姚师傅 你也别坐在椅子上看热闹了 出来活动活动吧 姚师傅的脸上 永远带着慈祥的微笑 他从来没有什么扭捏的情绪 他笑着走了过来 工作人员递给他一个家后的手套 他戴着手套 把手伸进容器里 一把抓住了三张卡 他把卡放在托盘上 工作人员把托盘再一次递给主持人 主持人从托盘上抽取了一张卡片 说道 这是392号提出的歌词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在这里或在对岸 长路辗转离合悲欢 人聚又人散 主持人说道 321请抢答 在舞台的正中间 有一个麦克风 第一轮 在他们刚适应节目形式的时候 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这会儿应该冲过去的情况下 林峰直接一个箭步跑了过去 放过对错材之答案 活着的勇敢 没有深的光环 你我深而平凡 在现场没有配乐的情况下 林峰两只手 深情地捧着麦克风 仿佛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戏事珍宝一样 其他人 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 就算是唱错了 其实观众也不会怪什么 毕竟人在紧张的前提下 就算是唱跑调 也丝毫不意外 可林峰不仅歌词唱对了 甚至每一个表情和声调 都是积极设计过的 主持人也愣住了 在林峰的声音停止之后 他说道 那个林峰 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我从来没想过 这首歌的轻唱竟然这么好听 是啊 这也太好听了 林峰的实力可以啊 我以前是不是低估他了 快点唱后面的 我现在真的太喜欢听林峰唱歌了 在大家的催促下 林峰无奈地叹了口气 可下一秒 他马上切换成了演唱会模式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 生命漫长也短暂 跳动心脏长出藤腕 愿为险而战 林峰唱完这句歌词 直接退了半步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在一旁跃跃欲试了半天的乐手 他们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插入音乐 刚准备从下一句歌词开始插入 就可没想到 林峰竟然停了 看来 美好永远都是戛然而止的 在林峰演唱完毕 全场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 林峰这才是 吃了磁带吧 怎么随随便便唱歌 都这么好听啊 我觉得 他是用手机 被忘录唱歌 都能出到的程度 丝毫不夸张地说 林峰是我见过最强的歌手 主持人也相当满意 林峰真是他们节目最有看点的人 178章 林峰就是全队的希望吧 林峰这实力也太强了吧 网友们一片欢呼 甚至有些人 已经开始剪辑林峰之前的现场舞台 这是我朋友去现场录制的 在没有任何修音的情况下 林峰的全开卖舞台 视频中 林峰在舞台上拿着麦克风 低着头 轻声吟唱着 他沉醉在自己歌声的世界里 看得出来 拍摄的人在现场的时候 应该是相当激动了 画面不停地抖动 其实好多人之前对林峰是有偏见的 觉得林峰这种巨傲的人 应该是不屑于去听其他人的歌 尤其是很多人的歌 本来就属于热度不高的状态 尤其是那些小众歌手 他们从来没想过 有朝一日 自己的作品能登上这样的舞台 而且节目组很注重版权意识 他们在收集到这些歌词之后 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词曲创作者 和发行公司 有林峰这个版权狂魔在 他们不敢不重视这件事 所以 现在好多小众歌手都在电视前祈祷 一定要抽到我的歌 就算是他们最后猜不出来都没关系 但是一定要把歌词读出来 谁都想不到 这样一场像开盲盒一样的猜歌词活动 竟然寄托了无数人的希望 主持人笑着宣布着本轮比赛的结果 让我们恭喜林峰 也恭喜嘉宾队获得一击分 白安安看了林峰一眼 冲林峰使了一个眼色 林峰的视线从他眼前扫过 没说话 但两人都知道 合作已经开始了 很快 第二首歌的竞猜就开始了 主持人让绝绝抽了第二张 绝绝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 果然啊 在没有镜头和热度的情况下 自己就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打工人 任人宰割 任人指挥 他抽到了一张歌词卡 放在了托盘上 工作人员把卡交给了主持人 主持人开始读着歌词 桥上的恋人入队出双 桥边红药探夜太漫长 月也摇晃 人也彷徨 乌棚里传来了一曲离伤 这一次 林峰再一次一个剑步冲了出去 这首歌还没有系统的提示 他就已经猜出来了 这是他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的作品 虽然这位歌手目前的热度不如自己 但是在几年前 他的歌每一首读相当经典 其实在场的嘉宾中 也有几位听出来是哪首歌了 但他们没想到 林峰的反应竟然那么快 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林峰就已经出马了 几个人扶着额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林峰是飞毛腿吗 怎么这么快 不行了 我不仅知识储备比不上林峰 现在我连速度都败了 论为什么 大家都是年轻人 但身体差异 为何这么大 几个人肆无忌惮地 在台上开起了玩笑 只有林峰一个人 神情专注地唱着歌 如舟月光洒在心上 月下的你不负当年模样 太多的伤 难速中长 叹一句当时只倒是寻常 好巧不巧的是 林峰和这位原创的歌手 也算是双向奔赴了此时 那位歌手正在电视前 看着林峰的节目 没想到 自己竟然上榜了 他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的歌被节目组付了版权费 因为他现在把很多事情 都交给身边的人处理了 他已经属于 逐渐淡出音乐圈的状态了 他有些激动地 拍了一段小视频 正是自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屏幕上正放着林峰 参加综艺的视频 他配文道 我没想到我最欣赏的歌手 竟然唱了我的歌 有点小激动 真喜欢林峰老师的嗓音 希望有机会 可以一起合作 这段话 可让那些喜欢他们两个的歌手 激动坏了 哎呀 这真的是梦幻联动了 这是什么默契啊 我喜欢的歌手 刚好也喜欢林峰 好激动 感觉音乐圈好小 看到这么多人都认可林峰 我觉得自己好欣慰 主持人强忍着笑意 说道 林峰 看来你真是下国小曲库啊 林峰突然觉得 自己可能又玩拖了 但他还是坦荡地说道 这首歌我太熟悉了 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台下的观众的 更激动了 这不是等于被林峰 直接盖章了吗 他们在台下大喊 原创歌手说 他也很欣赏你 林峰愣了一下 随后忍俊不惊地说道 谢谢 谢谢您的欣赏 也谢谢你们的信息传达 林峰赞许地冲大家 竖了一个大拇指 随后 林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位 出道十几年的前辈 对方意味深长地 看了林峰一眼 说道 你实力不错呀 什么个都知道 他虽然是笑着的 但林峰知道 他不是一个很好接触的人 这种人的诚服很深 林峰微笑着说道 运气问题 刚好这两首歌 都在我的歌单里 对方眯着眼睛 看了他一眼 表情有些复杂 其实这位老前辈觉得 林峰很可能是被 节目组透露题目了 但这种问题 他没办法直接说 而此时 台下的观众却说道 你们猜一猜 林峰下首歌 会不会还抢答 我觉得很可能啊 目前看来 他们很难在林峰面前 杀出重围了 我觉得 林峰就是评委组的客星吧 你们有人看到 评委组的脸色吗 他们脸都绿了 林峰他们 只要再回答上来一个问题 就可以淘汰掉 提个评委组的人了 台下的有些人 甚至已经开始下赌注了 我觉得 第三轮林峰 肯定还得冲上来 你们说 林峰是不是有什么条件反射啊 我现在觉得 林峰就算是不过来抢歌 都是在让着其他人 主持人也调侃了一句 林峰 你是今天决定 不给人的机会了吗 如果这句话 是对其他人说的 那肯定是在开玩笑的 但当这句话的目标对象 是林峰的时候 所有人的想法都是 主持人这是在提醒林峰吧 主持人继续说道 那好 咱们接下来进行第三轮的竞赛 甚至有的人 已经做好了准备跑步的姿势 第179章 苗老师现场出题为难林峰 主持人没忍住 笑着说道 看来大家都准备全力以赴了 台下的观众 也一脸专注地看着林峰 大家都在关心 他的脚会不会动 主持人在拿到 第三首歌的歌词后 突然笑了一下 大家被主持人的笑容 笑得有点慌 主持人翻动了一下卡的背面 似乎看了一眼上面的序号 随后他说道 这首歌是我以前很喜欢的 没想到 还有和我一样喜欢这首歌的人啊 这句话的信息点很多 首先 主持人的年龄已经四十多岁了 他说是自己曾经很喜欢的歌 那就说明 这首歌应该是很久之前的老歌了 这几年 大家都被流行音乐洗脑 对于前些年比较火的歌 他们都不是特别了解 主持人看了一眼评委席的表情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进入自我放弃状态了 几个人的脸上波澜不惊 甚至有一个人已经双手抱胸 已在后面的墙上 另外两个的动作也相当松散 主持人说道 春天的手啊 翻阅他的等待 我在暗思量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 林峰刚准备抬脚 但在这一瞬间 他的理性战胜了自己的条件反射 硬生生把动作变成了挠头 周围的人一脸愁容地重复这几个字 尤其是主持人读歌词的特点 不是单纯的读 他还朗诵 他把一首原本看起来可能平平无奇的歌 硬生生朗诵成了一段散文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家增加了判断困扰 翻阅他的等待 有这首歌吗 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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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的一人重复了几次这个词 反复地找节奏 可惜就是找不准 只有林峰在距离白安安稍微近一点的位置 轻声地哼了一句 羞答答的玫瑰 瞬间白安安就知道了这首歌 他摆着手臂兴奋地往前冲了过去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慢慢地燃烧他不承认的情怀 清风的手呀 试探他的等待 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 白安安也是实力很强的歌手 他前面虽然跑了几步 但当他站在麦克风前面的一瞬间 他的声音瞬间化为一把有穿透力的剑 一字一句 仿佛把这首歌赐予了灵魂 这一瞬间 他们觉得这仿佛是一场听觉盛宴 男友林峰 女友白安安 这两个人用自己的嗓子和铁肺撑起了现场 但台下有很多观众却观察到了一个细节 我怎么觉得白安安能想起来这首歌 是林峰提醒的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林峰也知道这首歌是什么 因为他准备卖步子了 我就说嘛 只要有林峰在 他就是在让着其他人 但评委席的那几个人就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他们在林峰等人抢卖唱歌的时候 他们则是在商量 下一个要谁淘汰比较好 只能说 他们是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其中一个人说道 咱们也猜猜吧 我觉得宣布淘汰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林峰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白安安 他之前不是被咱们淘汰了吗 这次 主持人肯定也会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报仇 几个人瞬间一起看向了白安安 白安安被对方盯得一脸的莫名其妙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怎么突然这么被大家重视 评委组的这几个人又一起转过身去 他们开始研究下一个被淘汰的人会是谁 我觉得是苗老师 我觉得苗老师的几率很大 因为他是咱们这最有实力的人 被称为苗老师的人这会儿也懈怠了 都这个时候了 大家就别拍我马屁了行不行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 很有可能先淘汰掉许子涛 许子涛耸耸了耸肩 其实我也有这种预感 果不其然 一切和他们想象的都一样 只不过主持人看他们几个一脸专注的样子 说道 你们这是在干嘛 是不是忘记咱们还在录节目了 主持人看了一眼白安安 白老师 这次给你一个报仇血恨的机会 你们嘉宾组 现在有一个可以淘汰别人的机会 你选择一下 白安安也没想到 这个坏人竟然要他来做 同组的两个人都在看他的笑话 他有些紧张地看了凌峰一眼 凌峰从始至终都面无表情 好像这件事和他没关系一样 此时 这张淘汰卡就像烫手的山芋一样 白安安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我干脆就点兵点将吧 点到谁我就淘汰谁 说完 白安安就闭上了眼睛 十分可爱又格外认真的开始点兵点将 最后 确实是点到了苗老师 白安安两手合十 十分抱歉地说道 苗老师 太抱歉了 我也是没办法 苗老师觉得 这正好是一个机会 自己在台上待的 也是如芒刺悲 他笑着说道 我挺意外的 我没想到 林峰竟然对这些歌都这么了解 台下的观众突然有一种预感 我怎么觉得 林峰要被老师点名提问了呢 突然觉得林峰好可怜 这就是上课的时候 和老师对视的感觉吧 苗老师这是准备现场出题了吗 其实我也想知道 林峰能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答出题来 林峰却很坦荡地说道 苗老师 我知道你也创作了不少歌 我都听过 你也可以随便考我一个 苗老师挑了一下眉毛 这个林峰倒是挺猖狂 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和自己应战 就说明 他是有绝对的自信的 一旁跟林峰同队的 出道很久的前辈 也期待了起来 他一直觉得 节目组肯定是给林峰透露了题目的 不然以林峰现在这个年龄段 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积累 这种完全不在彩排计划之内的小插曲 让所有人都有些兴奋 除了导演组和主持人 主持人尴尬地说道 咱们还有其他的歌词没有猜呢 要不等一下 咱们再录制一个小番外 但林峰却说道 下一个歌词 这不是现场就有人要出题了吗 第180章 全靠林峰力挽狂玩 所有人都没想到 林峰竟然真的现场敢答应对方的要求 但是那些在网络上蹲守的黑粉 却开始兴奋了 这对他们来讲 就是抓住林峰把柄的天大好消息 一旦林峰回答不出来问题 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杜撞林峰了 光是想想 就觉得有些兴奋呢 苗老师板着脸 眯着眼睛 审视着林峰 他这辈子写了不少歌 他自己演唱的歌确实不多 林峰就算是全都听过 他也不觉得意外 可能有的人 曾经循环过他的歌单吧 但是 他这辈子 给别人写了不计其数的歌 如果让他说 连他自己都有点数不清 而且 找他写歌的歌手 有一些是甜美戏的 有一些是摇滚风的 他之所以能在娱乐圈驻足 正是因为 他什么风格的歌都能写 但能不能爆火 具体还是看缘分和命 他有那么多不火的歌 随便找出来一两首 他就不信 林峰能够都听过 他微笑着说道 我曾经给一位女歌手 写过一首歌 这首歌的热度 并不是特别高 苗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相当笃定 他说道 挣扎是附和 眼里的星星 隐约中靠近 我这一次 偏离了航道 任黑夜吞噬 这几句歌词说完 在现场的大部分人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歌啊 怎么完全没听过 糟糕 林峰的表情 看起来不太妙啊 怎么办 这首歌 我在网上搜 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林峰这不是翻车了吗 林峰微微蹴了一下眉头 但他并不是不知道 这首歌的答案 他也是想看看 对方的表情 在他没回答出问题的 这五秒钟里 他能明显地感觉到 苗老师的眼底 有止不住的兴奋 似乎是终于把林峰给难倒了 就算自己淘汰也值了 但是谢导和主持人的表情 难免有些紧张 谢导一直在耳机里说道 林峰 这道题答不上来 不用非要答题 这不是在咱们彩排的流程里的 谢导也一直和苗老师说道 苗老师 你已经淘汰了 按照规则 你现在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眼睁睁地看着 导播室里面 镜头前的苗老师 二话不说地 摘掉了耳朵上的耳机 谢导 你们的脾气 真是一个比一个大 我一个S家级别大综艺的导演 现在竟然被你们玩得像的孙子一样 一个两个竟然没有一个听话的 导演简直是欲哭无泪啊 但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解决舞台上的情况 他只能疯狂地给主持人布置任务 快去控场 把他们俩分开 千万不能让林峰说话 现在 林峰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因为他现在接不上的风险很大 每个人接歌词的时间 只有八秒钟 所有人都在全神贯注地 看着屏幕上的倒计时 林峰也一样 眼看着屏幕上的倒计时 已经变成了一 所有人都慌了 完了完了 林峰这次真的要从不败的神坛上 跌落下来了 这可怎么办 我觉得很不公平啊 突然加赛 这谁有心理准备啊 林峰现在的实力太强了 甚至有些不真实 你们说 这是不是他的一道坎 网友们众说纷纭 难免有些担心 可谁都没想到 在仅剩下最后一秒钟的时候 林峰突然唱到 安静等待诡计的放逐 逃逸地心引力 成全了彼此 温柔的组织 林峰这几句歌词 是盯着苗老师的眼睛唱的 甚至有些挑衅的意味 苗老师目瞪口呆 这首歌是他创作的所有歌里 热度最低的 在网络上流传度最低的一首歌 他没想到 林峰竟然真的听过 林峰唱了一小段之后 似乎觉得有点不过瘾 他又继续唱到 星空的漩涡 变成零的距离 还保留微弱失去光音 时空扭曲引力 也许能倒退 还未遇见你 后面这几句歌词 是林峰对着现场的观众唱的 就那在那一瞬间 大家仿佛被林峰 给带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里 在星空之下 有人窃窃私语 有情侣在互诉中常 还有人在思考 什么是自己的梦想 自己所探究的意义 明明只是清唱 但总是能给观众带来无限的遐想 这就是林峰的魅力吧 尤其是 林峰在唱完这首歌之后 潇洒地转过身说道 苗老师 我就说我是您的粉丝吧 现在 苗老师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回答这句话 他该说 林峰是他的粉丝呢 还是林峰是针对他呢 主持人甘尬地笑了两声 空气中都透露着一丝局促 苗老师站在舞台上 一时间不知道自己应该走 还是应该留下 主持人只能从夸赞林峰下手 林峰 我没想到 你真的把苗老师的歌都听了呀 该说不说 你的每一首歌都太好听了 我觉得我今天晚上 是来参加听觉盛宴的吧 随后 他话锋一抓 问现场的观众 你们觉得呢 观众们有激动到 有椅子都不坐 所有人兴奋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他们激动地欢呼道 林峰就是最屌的 林峰太牛了 这是吃了多少盘CD 才有现在的成就啊 你永远都可以选择相信林峰 主持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现场的氛围终于被挽救回来了 他转身看向苗老师 说道 苗老师 谢谢你的创作 让大家听到了这么一首宝藏歌曲 现在 您下去休息一会儿吧 网友们开始借题发挥 看到了没 这是要把苗老师送走的意思 苗老师真是的 幸好林峰给挽救回来了 要不然 今天的节目 不就变成车祸现场了吗 但是 该说不说 我还是很感谢苗老师的 谢谢他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我们林峰的实力 下国小曲库可不是盖的 当然不是盖的 随便一首歌 只要你说出上句的歌词 林峰就一定能唱出下一句 林峰能有现在的成就 不单单是有系统的帮忙 更是他自己的积累 第181章 我的CP是不是要和好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虽然林峰并没有参与几首歌的精彩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和林峰脱不了干系 林峰就像是一个外挂一样的存在 只不过 他的外挂 无关那些外在的高科技设备 完全是来源于他的大脑 林峰的大脑 是用什么做的呀 我真想知道 到底有没有林峰不知道的歌 很快 这场节目就录制结束了 原本大家还想着 各自在节目里大放异彩 可事实上 所有人的热度加起来 都没有林峰一个人的热度大 搞得谢导也很无奈 他也很想给每个人都分一点镜头 可是没办法呀 其他人太不争气了 他们是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啊 现场观众准备的歌单 确实是有一点刁钻 有一部分歌 就连导演组的人都没关注过 但他们也调查过数据 都是符合他们最初提出的要求的 那没办法 当初他们为了公正性 提出来人人参与的要求 现在 不管什么歌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原本他们还想着 不管怎么说 大家的性格都不一样 听歌的风格 肯定也各不相同 好家伙 确实是各不相同的了 但都默契地没听过 节目组选的这些歌 到之后 只有林峰一个人 像是背过标准的答案一样 尤其是在林峰 故意把标准答案 告诉其他人的时候 那种状态 特别像考试的时候 故意答错几个答案的样子 这期节目 林峰是当之无愧的MVP 其他人也想奋一杯羹 但可惜市场有限 他们没办法参与其中 林峰录制完这一期节目结束之后 徐亮追出来问道 林峰 你对自己这一期 节目的表现感觉怎么样 林峰困的眼睛 都有些睁不开了 但他还是说道 我觉得 我表现得还行吧 徐亮此刻听到 林峰的这句还行吧 总觉得 他这是赤裸裸的凡尔赛 林峰老师 你这确确 实实是有些隐藏实力了呀 你怎么会听过这么多的歌 我都好奇呀 因为这里面至少 有一半以上的歌 根本连热搜榜都没上过 就连徐亮都在想 林峰是不是真的 吃了什么记忆面包 或者是 他吃了什么硬盘 不然能准确无误的 达出所有的歌 这真的让人觉得 是常人不可能完成的 不对 林峰看起来 也不像是一个正常人 林峰疲惫的 打了一个哈欠 说道 其实 只要是我听过的歌 我都会记得 一旁给林峰卸妆的化妆师 过目不忘 林峰老师 你这是过目不忘吧 林峰说道 过目不忘 是只看过的东西都记得 我这个是听过的 都不会忘 化妆师用卸妆水 在林峰的脸上 轻轻地擦拭着 一脸羡慕地说道 都差不多嘛 对了 林老师 以后您火了 身边需不需要化妆师啊 可以聘请我呀 这个化妆师 果然开始毛遂自荐了起来 他说自己在几年前 就考下了什么样的级别 曾经给多少人化过妆 有多少人带着他化的妆 去参加各种晚会 各种综艺节目 卸妆的功夫 原本林峰想安安静静地 休息一会儿的 结果 竟然硬生生 被这个小化妆师 变成了一场面试 一旁的徐亮 简直要笑疯了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他其实已经大概 摸清楚了林峰的性格 他这个人看起来很强势 好像任何事情 都要自己做决定 但事实上 林峰本人 又是个不忍心 拒绝别人的人 除非这个人摆明了 要和自己作对 不然 林峰但凡能给对方脸面 他就肯定不会 让对方太难看 其实 今天在节目录制的时候 林峰也没想到 会和苗老师 发展到剑拔弩张的那一步 在他看来 苗老师看不惯自己 这也很正常 毕竟自己风投正胜 在这档节目里 直接掩盖住了 其他人的光芒 但他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连 这么一会儿功夫 都忍不了 直接在舞台上撕破脸 那林峰觉得 自己就没有必要顾及 对方是老前辈了 做事都要给自己 留点底线的 但既然 对方不给林峰留 林峰也没有必要做慈善 徐亮看了一眼时间 有些恋恋不舍地说道 林峰 感谢你这几天的配合 我们这期纪录片 今天就录制完成了 明天晚上 节目正式播出 在播出之前 我会给你发一下 这期节目的视频 你要是有什么意见 直接和我说 林峰这个人 相当直爽 你对我好 我对你自然不薄 林峰头也没抬得说道 徐主持 我相信你的策划能力 视频我就不看了 如果到时候有什么问题 你再联系我 徐亮低头 不知道再给谁发消息 大概过了两分钟左右 他突然说道 林峰 行小满说 他在停车场等你 让你录制结束之后 直接过去 林峰点了点头 好了徐主持 你这两天也忙坏了 辛苦你了 徐主持走了之后 林峰这才拿起手机 看了一眼和林雅珊的对话框 还是停留在上次的那个界面 好像自己不管说什么 林雅珊都铁了心不回复了 林峰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都怪我自己这个猪脑子 意识得有点太晚了 林峰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静止往地下停车场走去 此时的停车场 行小满坐在驾驶室的位置 看着坐在后排的林雅珊 对方戴着墨镜 行小满也不知道 他的眼神正在看向了 就觉得这个人有些滑稽 明明是在意林峰 才过来的 现在却开始端着架子了 不过 行小满作为CPF 还是希望他们俩能快点和好 行小满在内心暗暗地祈祷 我刻的CP都是真的 我刻的CP都是真的 突然 他看到林峰的身影 从电梯里出来 他一只手提着包 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机 不知道在看什么 行小满通过后视镜 看到后座的林雅珊 似乎动了一下 但为了保持自己的优雅 又只能维持现在的动作 第182章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行小满想笑 但还只能忍着 林峰看的 则是林雅珊的微博 之前林雅珊总是会更新不少东西 怎么今天删了不少 难道说 还是和自己有关系 那糟糕了 正当林峰一脸愁容的时候 行小满从车上走了下来 冲林峰招了招手 林峰兴致缺缺的样子 行小满调侃道 节目我看了 录制得相当不错 在节目里 依旧是大方一才 林峰白了他一眼 把包顺手扔给了行小满 行小满本来想打开 副驾驶的位置 把包放在这 可没想到 林峰竟然一屁股坐了进去 此刻 他还没有意识到 车里面还有第三个人 行小满坐在车上之后 看了一眼后视镜 发现林雅珊 依旧翘着二郎腿 双手抱胸 在这个本来就不亮的车里 带着一个 能挡住他半张脸的大墨镜 行小满侧着身 看了一眼林峰 又瞄了一眼林雅珊 小声地问道 那咱们现在去呢 林峰把座椅 稍微调得平整了一点 说道 这么晚了 还能去吗 回家呗 说吧 林峰调整了一下姿势 背对着行小满 躺在了座椅上 行小满愣愣地 看了一眼身后的林雅珊 林雅珊轻轻点了点下巴 原本林雅珊 还是有些生气的 毕竟今天早上 林峰就惹了他一肚子的火气 虽然后来 林峰的道歉意识很明显 但他必须得晒着林峰 让林峰意识到 什么才叫错过了 会后悔终身 结果他也没想到 林峰这个没心没肺的 到了车上直接就睡了 甚至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就听到了林峰的呼吸声 行小满平稳地开着车 向林峰家的方向驶去 林雅珊仔细观察了一下林峰的表情 脸上的黑眼圈很重 肤色也没有之前 那么好估计 是这段时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再加上林峰还自己开了公司 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亲自操劳 每天休息的时间 甚至不到六个小时 林雅珊还记得 一开始看林峰参加 深海乐歌这档节目的时候 林峰就像是一个满身锋芒的刺猬 每天睡眠时间是固定的 没有人能影响他的休息 倒点风雨无阻地睡觉 可现在呢 现实改变了他呀 林峰这一觉睡得 也不太安稳 总觉得心里有事没放下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问道 几点了 行小满说道 现在是凌晨一点半了 林峰重复了一遍 一点半了 那林雅珊肯定睡了 行小满通过后视镜 看了一眼林雅珊的表情 他能感觉得到 林雅珊似乎笑了一下 但随后 脸色又马上恢复正常 林峰打了个哈欠 眼睛还没睁开 说道 那雅珊肯定睡了 还是别打扰他了 行小满突然心血来潮 哥 你这是什么情况 昨天晚上苦手了人家一晚上 今天又想去人家大门口蹲人 林峰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他心里怎么想的 怎么能让行小满猜到 拿自己的面子 还要不要了 自己还如何在小弟面前 树立起威信 他别别扭扭地说道 不是 我这不是想着 让他签一下合同吗 就这一瞬间 行小满觉得 车厢里的空气都安静了 他莫名心虚地 看了一眼身后的位置 只见林雅珊冷酷地伸出手 重重地拍在了林峰的肩膀上 合同拿来 我签 林峰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击 吓得一哆嗦 当他再次回过头时 看到的就是林雅珊那张喜怒不形于色的脸 林峰觉得 在这一瞬间 自己的血脉开始上涌 行小满聪明地闭嘴 开始安安静静地开车 在心里默念 这一切都和自己无关 与我无关 与我无关 但林峰的眼睛 却狠狠地卸在他脸上 林雅珊却有一巴掌 拍在了林峰的恶肩膀上 干嘛呢 别影响他开车 在这一瞬间 林峰突然意识到 什么叫永远不要让女人生气 因为后果不是你能想象的 林峰赶紧求饶 雅珊 我错了 其实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看见林雅珊竖起来一只手 静止挡在林峰面前 势必要在他和林峰之间建立起一道围墙 别说废话 赶紧去你家牵盒头 林峰突然觉得 此刻的林雅珊陌生地让他觉得有些害怕 之前的林雅珊虽然很有个性 但他平时都是温柔又有礼貌 怎么今天变得如此嚣张跋扈 林峰局促不安地说道 雅珊 都这么晚了 非要聊合同的事吗 林雅珊冷哼一声 昨天下午那么热 我绝还没补 都没耽误你 找我签合同啊 林峰 自己挖的坑 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往下跳啊 他说道 行吧 那就回家吧 行小满有些担惊受怕的 看了一眼林峰 但理智还是压抑住了他的感性 内心不停地告诉自己 这个时候不能多说话 多说任何一句话都是错 自己要明哲保身 就这样 这辆车里伴随着一股诡异的氛围 坚持到了公司 此刻 谭远扛不住睡意 已经睡着了 今天的公司没有其他人 月光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 把房间里照得通亮 屋子里还没收拾的酒瓶 遍地都是 林雅珊索性高姿太端到底 他甚至连玄关都没出 站在门口的位置 双手抱胸 合同拿来 签完我就走 林峰的内心有些酸楚 他有些可怜地说道 雅珊 这件事我一定要和你道歉 你听我解释 林雅珊扫了一眼林峰 你要是不签合同我就走了 其实林峰的本意 是想和林雅珊僵持一下的 他其实能猜到林雅珊的性格 再加上和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他知道 林雅珊今天之所以这么咄咄逼人 就是在生他的气 他本想着软磨硬泡 让林雅珊先原谅他再说 但这会儿 行小满突然变聪明了 他急忙拿出来一份合同 第183章 好事被保安给缴合了 风风火火地跑了出来 把合同摆在林雅珊面前 珊珊姐 那就先把合同签了吧 此时 另外两个人都愣了 林雅珊自然以为 行小满的任何行为 都是林峰受益的 在他看来 这两个人 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一秋之河 林峰瞪大眼的眼睛 简直有想一巴掌 把行小满打回娘胎的冲动 他这边正准备 对林雅珊展开攻势呢 行小满这一纸合同 全都给赌回去了 他简直欲哭无泪 怎么自己就碰上 这么个猪队友啊 林雅珊的脸色 瞬间变成绿色 拿起笔二话不说 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行小满还细心地叮嘱道 珊珊姐 仪式两份 我们留一份 你自己留一份 林雅珊直接把笔 重重的地扔在了桌子上 你自己留着吧 说完 直接关上了门 林峰咬牙切齿地 对行小满说道 你这是在搞哪样 行小满看着手里的合同 还以为自己 做了什么好事 他挠挠头说道 我这不是想着 人和合同总得留一个吧 你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合同最后怎么办 林峰气得用食指指着行小满 舔了几次后槽牙 但都欲言又止 行了 没你事了 说完 林峰拿着车钥匙就出门了 他火急火燎地往楼下跑去 但偏偏祸不单行 还等不到电梯了 他看了一眼楼下的位置 似乎是三楼有人 一直在占用电梯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没办法 林峰只能往楼下跑 他满脑子都是 这大半夜的 可不能让林雅珊自己走 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可怎么办 自己没办法和林妈妈交代 尤其是 自己现在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内心 他察觉到 自己是喜欢林雅珊的 所以 他一定要让他平安地回家 就算他不原谅自己 也没关系 林峰的摩托 停在了一楼的位置 他刚跑到停车场附近 就看到了林雅珊 正在慢慢悠悠地 沿着小路走 他急忙跑过去 气喘吁吁地 拉着林雅珊的手 雅珊 你这么晚自己回家多不安全啊 我送你回去 林峰的力气很大 林雅珊在被他抓着手臂的一瞬间 身子随着林峰的力气晃动了一下 差一点摔倒在地 好在林峰抓着他的胳膊 荡成了最后的支点 林雅珊突然意识到 自己吃林峰的醋 和他生气 完全是自己自讨苦吃 因为想让林峰这样的人 意识到自己的直男行为 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林雅珊攒了一天的气 突然消失了 他的声音也温柔了不少 说道 那就送我回去吧 林峰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看来这是有希望啊 林峰又急匆匆地跑回楼上 拿了两个头盔回来 他这次终于不直男了一次 还给林雅珊找了两件长外套 体贴地叮嘱道 我骑摩托车比较快 晚风有点凉 你把这两件衣服穿上 林峰骑着摩托 林雅珊在他身后 紧紧地抱着他的腰 这幅画面 让楼上看热闹的行小满觉得 这不就是岁月静好吗 行小满心满意足地笑了 他来 自己磕的CP终于要大结局了 在送林雅珊回去的路上 两人都想了不少事情 林峰甚至已经下定了决心 只要到了林雅珊家的小区 自己就马上表明心意 而林雅珊这边 也做了相同的决定 可惜 他还是晚了一步 毕竟林峰这个直男终于开窍了 他马上就变成了行动派 林峰把摩托停在路旁 看着林雅珊 这种暧昧的氛围 让林峰都觉得有些局促不安 他紧张到 两只手的手掌心都是汗 他搓了搓衣服 说道 雅珊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反应慢 之前我没接触过你这样的女孩 我也排斥相亲这种行为 我一开始 真的只是把你当成小妹妹一样照顾 但后来 我好像会忍不住关心你 每次给你发消息 总是期待着你的回答 偶尔半夜录制完节目 我也想和你说一声 我一开始以为 这是朋友之间的正常相处模式 可后来我才发现 我只这样关心过你 对我来说 你是最特殊的 林峰这突如其来的表白 让林雅珊把自己准备了一肚子的话 都堵在了嗓子眼 他的声音也有些哽咽 因为能让林峰这个直男 说出这么走心的话 也实属不易了他眨巴眨巴着眼睛 说道 林峰 其实我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手电筒晃到了眼睛 莫名有种桌奸被抓的极势感 保安大哥尽职尽责地说道 那谁的摩托 占消防通道了 大半夜的 不能不讲素质 两人原本已经酝酿好的氛围 就硬生生被保安大哥一个吆喝 给硬生生搅和黄了 林雅珊的眼泪 也直接消散了 林峰说道 大哥 你看看你出场的时间 真是 算了 是自己停车不规范 但林雅珊看着林峰委屈巴巴的样子 觉得有些好笑 林峰虽然平日里看起来耀武扬威的 仿佛身上都带着一层自我保护的屏障 实际上 生活里的林峰也会委屈 也会无奈 也会用可怜的眼神看着他 林峰把车子停到一旁之后 砸吧砸吧嘴 这话没说完 总觉得差了点意思 他说道 林峰 今天就回去吧 也太晚了 林峰不满足地说道 但是 我那话 林雅珊狡黠地说道 你欠我一场氛围合适的表白 到了最后 林峰也不知道林雅珊到底是什么意思 只是隐约间猜到 他对自己应该是喜欢的吧 他都说这种话了 那就说明自己肯定是胜券在握了 一想到这个结果 林峰的心情顿时欢快了不少 在回家的路上 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音符和歌词便招法地往脑海里跳 林峰情不自禁地开始唱歌 随风奔跑自由式方向 追逐类和闪电的力量 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 即使再小的翻也能远航 林峰放声歌唱的这几句词 刚巧被正在直播的一个男人记录到了 第184章 我出新歌自己怎么不知道 男主播的粉丝不多 热度也算不上高 半夜的时候 总有一些睡不着觉的人 喜欢看主播们闲扯 这个直播就在野外露营 给大家直播星空 他的直播有两个摄像头 一个对着星空 另外一个是对着自己 这个主播是一个旅行者 这么晚还坚持蹲守他直播间的 一类是他的粉丝 就是喜欢足不出户 跟着他观光祖国的大好河山 一类是天文学爱好者 喜欢夜空的人 总是会忍不住停下来 多看一会儿 还有一类 俗称互联网闲人 他们习惯性熬夜 但又无所事事 可能主播的某句话吸引了他们 他们就留下来多看了一会儿 好巧不巧 林峰就从他们身后的这条路 呼啸而过 歌声一直环绕在直播间 一开始还有人在弹幕里调侃 这是谁啊 大半夜的不睡觉 跑来撒野 但这个人的声音真好听啊 怎么还觉得有一点熟悉呢 等等 我怎么觉得这衣服 好像在哪见过呢 这摩托好眼熟啊 一时间 所有人都想到了同一个人 林峰 在发现这件事的同时 大家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这是什么歌 我怎么没听过 林峰大半夜的 不会再找什么创作灵感吧 我靠 我没想到啊 随便刷刷直播 还能看到林峰的新消息 林峰此刻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 他脱口而出的一句歌词 在当天晚上 竟然被冲上了快乐榜单的第一名 这个榜单 是最近很流行的网络热度的盘点 里面是各种各样 有关于快乐的事物 例如最让人快乐的一件衣服 最让人快乐的一本书 最让人快乐的一种食物 结果 林峰随便哼唱的几句歌词 竟然打破了这个榜单沉淀已久的顺序 直接用一手不知名的小调 奔向了第一名 看得出来 网友们真的很向往这种自由自在的快乐了 林峰从林雅山家回来之后 总算是放下了一个心结 他知道 林雅山对自己是有感情的 在一起就是早晚的事 一想到今天这场有点尴尬的表白 林峰就脚趾头抠地 你说怎么 偏偏就把摩托车 停在了消防通道的位置呢 想着想着 林峰就睡着了 他第二天早上应该说 不是以一种自然醒状态下起床的 他在睡梦中 总觉得身边有人 结果他睁开眼睛 发现谭远和邢小满 都围在他的床前 就连周海啸和李空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四个人把他团团围住 脸上都带着慈祥的笑容 没错 就是慈祥 林峰吓得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屁股疯狂地后挪 直到整个后背贴到了墙上 才觉得安心 他慌张地说道 你们大早上的 是要吓死谁啊 邢小满突然开始带头鼓起了掌 剩下三个人 接连着一起鼓掌 林峰脑子里想的是 难道他们已经知道 我和雅山的事了 但不对啊 雅山这不是还没答应我呢吗 林峰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 他理智地问道 你们到底是要干嘛 李空突然笑着说道 恭喜林峰老板要出新歌了 一旁的邢小满 语气有些埋怨 但眼神却散发着光 哥 你说说你 就咱俩这关系 你要发新歌 还麻着我干嘛呀 谭远看起来淡定不守 他说道 林峰 你这首歌的歌词写得不错 简单但不是自由 周海啸则是用仰慕的眼神 看着林峰 林老板 你的声音太好听了 怎么随随便便一唱都那么好啊 我还需要继续学习 林峰被他们说得云里雾里的 他摆摆手说道 等会儿等会儿 你们这到底是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懂 几个人面面相去 又夸张地做了一个原来如此的表情 看来林老师是连我们都要瞒着了 林峰从床上起来 用手抓了抓凌乱的头发 我什么时候要出新歌了 关键是我这个当事人 怎么不知道 几个人看着林峰 一脸错愕的表情 迷茫地说道 昨天晚上的歌 不是你的新歌预告啊 林峰绞尽脑汁地想 自己昨天晚上还唱歌了吗 没有吧 不对啊 自己从雅山家回来的路上 确实是唱了歌 但那是自己的自娱自乐 怎么会有人听到呢 大家看着林峰的眉头 猝起又竖展开 他们开始确定了 林峰可能真的不知道 自己要出新歌的事 林峰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其实那个根本不是什么新歌预告 就是我昨天心情很好 回去的路上 突然想到了这个旋律 就唱了两句 但怎么会被人听到呢 不应该啊 林峰匪夷所思 自己随口唱了两句歌 还是在大半夜的 怎么会有人听到呢 谭远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手机界面 展示给林峰看 上面是一个人 正在户外直播 林峰的歌声 穿透力极强 远远地就能听到 他的那句 随风奔跑自由式方向 随后 他的身影 从镜头里一闪而过 但歌声仍在继续 林峰真是干了个嘎 自己随口哼了凉 怎么还上了热搜了 他无奈地问道 这首歌必须出吗 一时间 四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你说呢 全国人民都等着你这首快乐歌出后续呢 你现在想要挑子不干了 邢小满在此刻 活生生向压榨员工劳动力的老板 泯灭人性 一旁的谭远 则温柔了不少 这首歌多好听啊 我们都想知道 完整版是什么样子的 该说不说 一样的内容 谭远说出来的 就比邢小满说得舒服多了 但林峰一想到这件事 就觉得好笑 你们说说 谁开新歌发布会 是大半夜啊 还是在路上骑着摩托 是我疯了 还是观众疯了 周海啸摇摇头说道 不 他们说这是你无意间剧透的 林峰 他们倒真是会给自己找借口 不过 自己也倒是好久都没出歌了 第185章 一个小时就能发行新歌 林峰用手搓了搓脸 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随口说了一句 好 那就出一首歌吧 几个人呆呆地看着他 就这么 草率地决定了 他们也没想到 让林峰出一首歌 竟然这么容易 林峰边踏拉着拖鞋 在屋子里转悠了一圈 突然抬头说道 歌名我都想好了 就叫 奔跑 一瞬间 林峰仿佛忘记了 刚刚还一脸排斥的样子 而是开始哼唱着旋律 风风火火地跑到了录音室 留下几个人面面相去 这事 要开始创作了 行小满称的下巴 意味深长地说道 没准今天晚上就能发表了 当时周海啸和李空 还以为行小满是在开玩笑 结果用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林峰在录音室里 不知道忙些什么 不同乐器翻来覆去的敲个不停 李空撑着下巴 看着林峰所在的方向 我觉得林老师的思维真的很跳跃 这种思维很适合做音乐 周海啸在他身后找了一瓶温水 边喝水边说道 是吧 我也觉得 正当他们几个研究中午吃什么的时候 林峰依旧是穿着睡衣 顶着个鸡窝头 踏拉着拖鞋 抢过周海啸手里的水杯 仰起头猛地喝了一大口 可写完了 你们研究什么时候发布吧 说完 林峰打了一个哈欠 太困了 昨天晚上就睡了几个小时 原本还以为忙过了昨天 今天终于能好好休息一会儿了呢 可没想到 今天睡的时间更少了 他一头扎进被窝里 闭上眼睛 直接睡了过去 尽管这个房间没有门 尽管邢小满他们震惊的声音 远隔重阳都能听到 但林峰的耳朵仿佛开启了自动保护机制 自动屏蔽了外界的干扰 但那四个准备吃饭的人 在听到林峰创作结束之后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尤其是周海啸和李空 尽管他们无数次的在网上看到 林峰创作速度极快的消息 但他也觉得 这有可能是林峰之前创作了一半的半成品 毕竟综艺节目里的创作主题 并不是一个命题作文 他们可以把之前创作了一半的内容复制上去 但他们是相信林峰的创作实力的 可在电视上看到 和他们在现实里看到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当周海啸看着电脑桌面上 那个工程文件的时候 他说道 林老师 他确定是一个小时之前觉得出新歌的吧 另外三个人同时看向他 坚定地点了点头 周海啸简直失语了 他该说什么好呢 这才叫低语般的实力吧 同为音乐创作者 林峰今天的表现 等同于在他心里重重地垂了一圈 周海啸清楚地明白 林峰就是他这辈子都超越不了的高山 他们四个人蹲守在电脑旁 点开了这首歌 谁都没想到 林峰竟然连专辑的封面都做好了 林峰的创作从来都不拘小节 海报中是林峰他们几个在拍摄九品芝麻关的时候 有一幕在海边的镜头 这几个人穿着夸张的戏服 在海边奔跑追逐的画面 旁边还有穿着白短袖的工作人员 周围摆着各种各样的拍摄器材 这并不是一片完全封闭的海域 海域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在浅滩上堆沙堡 这张照片中有很多细节 让人一眼望上去 就会感受到最直观的快乐与美好 林峰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光线 歌曲的海报就确定了 这效率让李空都傻眼了 他一开始以为林峰这种级别的艺人 身边怎么着都会有两个生活助理 可后来他才知道 每天跟在他身后忙前忙后的人 算是他的助理兼经纪人 同时也是他们风领娱乐的创始人之一 人家忙的事情多了的时候 林峰真的就自己一个人敢通告 这种现场 李空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接地气的艺人 真是不多见了 他知道林峰他们公司人少 所以他一直觉得 这种要什么没什么的公司 肯定都是处处外包 林峰给宣传会找外包公司 公司的电影热度 需要找外包公司的水军 可谁承想 他们公司真是把成本压缩到最小 能不花钱 绝对不花钱 关键是 林峰这个中国好老板 还不是压榨身边的员工 而是压榨自己 这让李空感到很意外 还真有老板雇佣员工过来 是享福的呀 几个人听着这首歌 闭着眼睛 脑海中就能想象到阳光 沙滩 还有一群在沙滩上打排球的人 像周海啸这种社会人士 已经开始摇摆了 谭苑跟着节奏也不停地点着头 他问道 小满 这首歌什么时候上线 行小满说道 我准备空降 林峰上一首歌的热度还没消 现在大街小巷都在流传着林峰的那首 最炫民族风 就连广场舞大赛都已经举办了三轮了 现在这首歌 应该是国民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 上到八十岁老奶奶 下到刚会说话 哑哑学语的两岁孩童 只要提到这首歌 大家总能哼唱两句 而且 这首歌每天的播放量 几乎都是过意 年轻人把这首歌 当成网络热度高的段子完 经常用这个首歌 配各种变装视频 配各种搞笑的内容 所以 在短视频平台上 这首歌的播放量 每天就要达到五千万次以上 但是他出了这首时候 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可能是他那段时间 既忙着电影 又忙着综艺节目的原因吧 最炫民族风 这首歌就像野孩子一样 倔强地生长着 尽管没有人在乎他的死活 可他偏偏 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 博得了大家的一片好评 就连林妈妈和林妈妈的 手机铃声 也换成了这首歌 每次有人给林妈妈打电话 他都会高兴地合不拢嘴 林峰可太棒了 不愧是他儿子 现在 找林妈妈跳舞的人 也越来越多了 他去广场上的时候 简直就只中心捧月一样 还有人时不时说一句 他就是林峰的妈妈呀 第186章 林峰的名人效应 人是怎么注意到自己成长的呢 可能是从称呼的改变上 大家开始逐渐地从 谁谁谁的孩子 变成了谁谁谁的妈妈 小的时候 林峰的妈妈 是典型的老好人 大家提到他 对他的印象都非常好 所以 有好多人认识林峰 就是因为那句 他是小林的孩子 现在 林峰也终于名气大道 让所有人都记住他的名字了 在看到他妈妈的时候 大家的称呼之间 开始变成这个人是林峰的妈妈 原来他就是林峰的妈妈呀 林妈妈这几天 觉得自己简直成了小区的名人 林峰家 原来住在一个相对简陋一点的小区 家里条件 确实是算不上多好 毕竟 林峰是他妈妈一个人拉扯大的 这个小区的安保也一般 但林峰和林妈妈 在这个小区生活了十几年 这里左林右舍都轻如一家 其实林峰有想过 给林妈妈 换一个安保好一点的小区 毕竟他知道自己的名人效应 很有可能给家里人带来负担 但林妈妈舍不得这里的老朋友 和林峰再三叮嘱 你放心 我肯定能照顾好自己的 让林峰没想到的是 那些左林右舍 那些看着他长大的长辈们 在林妈妈保受记者关注的时候 也是他们挺身而出 干什么呢 你们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呀 完全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了 你们这些记者 就是桑尽天良啊 我们小区原本啥事没有 你们三番两次的过来 打扰我们是什么意思 别被我报警啊 我告诉你 距离我们这最近的警局 出警过来也大概就是五分钟 在左林右舍的帮助下 一批又一批的记者 被他们赶走了 林妈妈感动得泣不成声 为什么说远亲不如近邻 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大家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早就把彼此当成最亲近的朋友了 林峰听林妈妈和自己说 这段故事的时候 内心深处充满了感激 她的声音也有些哽咽 妈 你要不还是过来吧 我们现在也有一定规模了 我的热度肯定会一天比一天高 去找你的人 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我还是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我不想你的正常生活 被他们影响 林峰是希望林妈妈的日子 过得开心顺心 但林妈妈却叹了口气 小枫 你说妈妈现在去你们那能干嘛呢 我在这 有朋友一起打打牌 搓搓麻将 有人闲聊一些琐碎的日常 还有人说一些好玩的事 等我去了烟城 可能和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比起没有人说话的安逸 我更愿意过现在的日子 就在这一瞬间 林峰明白了林妈妈的心思 她再也不勉强了 只是说了一句 好 妈 我也是希望你过得道歉 挂了电话之后 林峰直接找到了这个小区的开发商 和他们谈了一个合作 林峰出资 重新规整这个小区的安保情况 增加了保安的数量 进出小区必须刷卡 同时 林峰也出资建了一个中老年活动中心 他们这个小区比较老旧 当初并没有建中老年的活动场所 导致每逢下雨天 这些老年人只能在楼道里打牌 偶尔还会遭到过往行人的嫌弃 林峰此举 其实也是帮小区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开发商是个相当聪明的人 他们知道林峰的妈妈 在这个小区之后果断同意了 开发商知道林峰的热度 也知道他在娱乐圈的发展趋势 只要能抱紧林峰这个大腿 以后他们能赚到的只多不少 所以 开发商直接和林峰保证 我们会给老房子进行修计加固 还会给房子外加一个楼梯 让大家进出楼更方便 林峰一直都觉得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家开发商后期肯定是在他身上有利可图 但林峰现在也不想去纠结太多 他接受了对方的提议 现在的开发商行动快不快 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获利情况 在他们确定绑到了林峰这棵摇钱树之后 他们第二天就开始动工 在几天之内 整个小区焕然提一新 而此时 林峰的新歌也悄然上线 一时间 网友们纷纷感叹 我就说 那天半夜 林峰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去市区骑摩托呢 林峰这个宣传方式 太绝了吧 我觉得林峰的脑洞太强了 普通人谁能想到这些啊 关键是我从来没听过 林峰唱的歌有不好的 怎么随随便便唱两句 都这么好听啊 网友们对林峰的彩虹屁 吹得是层出不穷 当天下午 就出了K歌版本的《奔跑》 这首歌的旋律简单轻快 听过的人总是能跟着哼唱两句 所以 这首歌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攀升到了热榜的第一名 当大家点开热榜之后 发现K歌热度排行前几的人 竟然有几个当红的歌手 一开始 他们觉得 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风格 他们就算是翻唱 肯定也是各有特色 可是到了后来才知道 林峰之所以能在娱乐圈 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现在的成就 并不是有歌 翻唱都会超过原唱 但只要是林峰翻唱过的歌 就永远都比原唱好听 热歌榜上的第一名 是白安安 他唱的是女版的《奔跑》 他的声音很好听 很透彻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少了一些自由的味道 当你听着这首歌的时候 你脑海中想象的 不是放下一切追逐梦想的肆意洒脱 而是在田野 在乡间 在追逐美好的事物 这可能就是女生版和男生版 唯一的不同吧 但还是有敏锐的网友说道 白安安怎么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难道说林峰告诉他 自己要发歌了 在这个评论下面 马上有一连串的评论说道 他们俩都一起参加节目了 肯定互相交流过自己的最近的音乐创作了 安安最近不是也要开演唱会了吗 可能林峰也说了自己的近期计划吧 第187章 林峰的告白计划 我有一个想法 他们俩是不是 我的想法也是一样 总觉得这两人之间的气场 好像不太一样 但此时 林峰完全不知道 网上的这种发展他现在想的事 昨天的表白虽然失败了 但自己和林亚珊已经算是心意互通了 他们现在距离在一起 就差一个形式了 而且 像林峰这种狠要面子的大男子主义 一定要让林峰有一个美满的告白意识 谁能想到 林峰这个直男 找了几个钢铁直男给他做告白策划 作为感情经验最丰富的华文迪 更是被他们冠上了情感导师的称号 他们坐等华文迪 给他们传授宝贵的爱情经验 可谁想到 华文迪这种搞艺术的根本不拘小节 他的几任女友都是一见钟情 随后 两人一拍即合 可能从见面到确定关系 用了甚至不到半天的时间 谭远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你们确定关系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形式 有表白吗 还是说 你给他准备了什么礼物 华文迪被这个问题问得愣了一下 他思考了几秒钟 说道 其实我真的没搞什么特别的形式 礼物他们也不需要 我们是追求自由的感情 谭远突然意识到 问他等于白问 谭远翻了个白眼 无语地说道 真浪费我们时间 下一位 下一位被顶到中间位置的 周海啸 周海啸有些害羞地挠挠头 我和我女朋友是上高中的时候在一起的 那时候就上课传传纸条 下课就请他去学校对面吃饭 偶尔给他买杯奶茶 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也没什么特别的形式 感觉那时候 大家什么都不愁 什么都不缺 谭远在电脑上打了几行字 最后看了一眼林峰 能用得上吗 一只手抱着肩膀 另一只手撑着下巴 眉头紧锁地摇了摇头 根本用不上 他们现在都是衣食无忧的成年人了 如果说真的缺的 可能就是成就了 但这种事情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也不是马上就能得到的 所以 这个还是被林峰排斥了 在接连排斥了几个人的建议之后 大家决定不能这样僵持下去了 毕竟林峰的感情 可是他们公司的头等大事 于是 他们在新歌发布的当天 丝毫没有要关注歌曲走向的意思 网友们在网络上讨论的热火朝天 甚至还猜测 林峰这首歌铺垫了多久 是不是酝酿了很长时间 网友们现在的特点是 人人都是福尔摩斯 他们能把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 串联在一起 他们甚至把林峰之前参加采风的时候 当时说的话 都能和这首歌联系到一起 当时 主持人问林峰 林峰 我知道 应该是最近都挺累的 那你有什么向往的事情吗 林峰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我还是挺希望自己能和朋友们 一起出去玩玩的 网友们甚至觉得 林峰当初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已经在构思这首歌了 这就是网友的脑洞 让人不得不佩服 而此时林峰这边 画风突变 几个人对着一个小白板 开始在上面画告白的策划图了 你们不知道 那种年轻人的户外告白吗 就开着敞篷车 去一片草地上野餐 然后两人吃着美食 互诉中肠 这是李空提议的 他常年上网冲浪 经常看到这种视频 谭元点了点头 第一时间冲李空竖起了大拇指 非常好 这个提议虽然大众化 但是 只要你们不普通 那这个告白就与众不同 李空疯狂地给谭元鼓掌 说得好 还押韵了 华文迪说道 现在为了安全 也不让放烟花 但咱们可以在盒里 放两个莲花灯 这个有祈愿祝福的作用 你们可以试试 行小满皱着眉头说道 华导 您确定这莲花灯 是给活人用的 那不是对失去亲人的一种祝福吗 华文迪冲他翻了个白眼 这东西的含义很多 在不同地区的意义都不一样 有的地区是祈福 许愿 有的地区是追悼 但在告白现场 出现这种有奇异的东西 还是不太好 最终 他们还是pass了这个想法 为了保护环境 他们用了可降解材质的风筝 这种风筝 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可以把线松开 它到了空气湿度比较大的地方 就会完全降解 也没有残渣 而且 最主要的是 这个风筝上面 还可以写祈愿祝福 行小满还提议 可以放几个白鸽 看着更浪漫一点 最终 在确定好了地点 和缓解之后 他们开始思考 凌峰应该穿什么衣服 给林亚珊准备什么礼物 他们几个男的 对着电脑挑了半天 这项链一类的东西 他们根本看不出来 这东西好看在哪 我觉得 这个小鱼头的 挺好看的 你们不觉得这个 带着钻石的小贝壳 也很好看吗 这个呀 它这个上面是有珍珠的 我觉得很漂亮 大概看了有二十几款项链 他们说好看的 就有不下十五个 这还怎么进行 这时 凌峰突然想到 对呀 我可以问问蒋思汗啊 凌峰用余光看了一眼 刑小满 刑小满赶紧低下头 生怕被凌峰 救过去打电话 其实从上次闹矛盾开始 他们俩就没再说过话了 有好几次 刑小满都想和蒋思汗道个歉 但话到嘴边 他却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就这样拖沓了好几天 凌峰阴阳怪气的嘲讽道 哎呀 养兵千日 弃兵一时啊 关键时刻 还不是要我亲自出马 刑小满尴尬的挠了挠头 不敢接话 凌峰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蒋思汗应该是在和朋友参加什么活动 周围的音乐震天响 刑小满在听到音乐声之后 眉头不悦地皱起凌峰问道 思汗 你在哪呢 蒋思汗小声地说道 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 还拒绝不了 你找我是有事吗 第188章 这眼光真不敢攻卫 凌峰犹豫了一下 蒋思汗毕竟是有事 自己在让他挑礼物是不是不太好 可还没等到凌峰说话 他身边的刑小满 直接冷冰冰地说道 让你过来挑礼物 他的声音充满了怨气 几个人同时看向刑小满 但刑小满看起来 丝毫没有意识到 他已经宣兵夺主了 蒋思汗的关注点却是 礼物 谁要买礼物 凌峰的声音中透露着激动 当然是我了 我准备买礼物告白了 告白 蒋思汗在电话那头 直接喊了出来 声音大到有一时间 他们觉得 电话对面的音乐都停了 所有人的关注点 都在蒋思汗身上 紧接着 就能听到蒋思汗边和他们说话 边小声地和身边人打招呼 我先走了 接过一下 我有点事 给先走了 轩哥 我临时有点事 我得赶紧回去了 这个叫轩哥的人 和蒋思汗应该是比较亲近的关系 蒋思汗正在问凌峰 是谁要告白啊 的时候 轩哥走到蒋思汗身边 可能是音乐震天响的缘故 凌峰他们能明显地感觉到 轩哥是靠近了蒋思汗在说话的 你怎么突然走了 蒋思汗指了指手机 也喊了回去 朋友那边临时有紧急情况 我得先回去了 轩哥恋恋不舍地说道 好啊 你现在可是大忙人了 找你一次 麻烦得很 蒋思汗开玩笑般地说道 哪有 这边必须要给轩哥面子嘛 这次是我的问题 下次我请你吃饭 轩哥的得寸进尺地说道 单独请我吃饭 蒋思汗不想和他在这继续耗下去了 连连点头说道 好 说完就急匆匆地往停车场走去 此时 手机对面的这几个男人 把手机开了外放 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吃瓜 四个人的表情充满了戏血 仿佛看了一次热闹 但另外一个人的表情 可算不上多好 关键是 凌峰他们几个 还故意阴阳怪气 哎呀 有的人不把钻石当宝贝 可有的人可是视若珍宝呢 蒋思汗这大小姐 要什么有什么 如果是我 可不愿意受其他人的气 真是的 一句道歉的话都说不出口 再不说人都走了 可能是他们一人一句 把行小满逼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直接转过身 回到了卧室 重重地摔上了门 剩下几个人面面相去 此时 蒋思汗终于应付完了轩哥 他边开车边问道 你们还没和我说呢 到底是谁要表白啊 李空秒速接到是林老板 他准备和林雅山告白 原本蒋思汗打方向盘的幅度不太大 他还在小心翼翼地观察周围的车 但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直接脱口出一句 卧槽 随后 方向盘仿佛要被他盘活了一般 他一脚油门 车子直窜了出去 再来的路上 他们七嘴八舌地 给蒋思汗大概地讲述了一下前因后果 一切都在蒋思汗的意料之内 他觉得林峰告白是早晚的事 只是没想到这么草率 这么 尴尬 他没忍住地笑出了声 说道 所以 你们现在是在选礼物的环节被难住了 林峰说道 这种事 我们没有什么审美 看哪条都好看 还需要你来 蒋思汗没想到自己肩负重任 毕竟林峰的礼物 能不能让行小蛮喜欢 全都靠自己了 他说道 你们等我一会儿 马上就到了 大概过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他们几个突然听到了一阵门铃声 随后 蒋思汗穿着一身优雅的淑女裙 手腕上夸着一个名牌包包 带着一个墨镜 走起路来 摇曳生姿 平日里见到的蒋思汗 都是穿着相对低调 虽然他们知道 蒋思汗的衣服都很贵 但并没有像今天这样 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贵气 一种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让其他人在看到的一瞬间 就知道 他们不是一类人 李空倒吸了一口气 这还是我见过的那个蒋思汗吗 这差别也太大了 蒋思汗怎么会这么优雅 完全和他印象中的不一样 上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还是穿着短袖短长裤 和其他人在休息室里发盒饭 今天突然有一种 天上的星星不可触碰的感觉 李空看蒋思汗的表情 目瞪口呆 他身边的檀院踢了他一脚 你能不能控制一点 李空爱慕的眼光 赤裸裸地锁定在蒋思汗身上 说道 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本身呢 实不相瞒 这就是我的理想性 李空突然觉得自己脊背发凉 好像有人正在恶狠狠地盯着他 他尴尬地笑了两声 把手放在嘴边 做了一个拉上拉链的动作 华文迪一脸八卦地走到李空身边 说道 你是不是傻 没看出来蒋思汗和邢小满之间 有点不对劲吗 李空一脸茫然地在两人中间打量 这 他还真没多想 蒋思汗进门之后 直接脱掉了高跟鞋 从鞋柜里拿出来一双女士拖鞋 李空定睛一看 一双国际大品牌的拖鞋 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 市场价应该不会低于两万 他震惊地吞咽了一下口水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吗 有的人兢兢业业的工作 三个月不吃不喝 也买不上人家一双拖鞋 蒋思汗把上万的包包 顺手扔在一旁的沙发上 说道 你们看中哪些了 林峰突然对蒋思汗 敬畏了不少所谓树叶有专攻 蒋思汗在这方面 这个还有这个带碎钻的 这个红宝石的也不错 林峰用余光看了一眼蒋思汗的表情 只见蒋思汗的眉头越皱越深 他最后有些不敢相信的说道 你们这 确定不是给你们奶奶选 林峰的脸色僵硬了一下 你是不是太夸张了 我觉得这挺好看的呀 蒋思汗脸上的表情 开始逐渐变成无奈了 我要是收到这种礼物 肯定要重新考虑一下 自己要不要答应了 第189章 一场盛大的告白计划 林峰还是觉得 蒋思汗有点夸张了 他强颜欢笑地说道 那你说说问题在哪 我觉得都挺漂亮的 此刻的林峰就是死鸭子嘴硬 尽管他也觉得 有几个项链并没有想象中的好看 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 还是强撑着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蒋思汗倒是认认真真的 开始点评了起来 你看这个 你觉得又有细钻又有珍珠 看起来不服夸吗 这款就更离谱了 这种绿色的装饰 和这种粗链条 根本就不合适啊 这个就更好笑了 细链条和粗链条相结合 这看起来不觉得像是爆发户吗 原本林峰他们几个 并不觉得自己的审美有什么问题 但经过了蒋思汗的点评之后 他们越看自己选的项链 越觉得碍眼 好像真的和他说的一样 林峰瞬间变为弱势群体 说道 那你觉得哪款好看一点 蒋思汗直接切换了另外一个网址 这个里面是国际精选的商品 我是他们的黑金会员 你随便挑吧 林峰听到这话 瞬间挺起了胸膛 大男子主意作祟 我给我告白对象买东西 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在和林峰没接触之前 蒋思汗对林峰是自带滤镜的 这毕竟是自己的偶像 但熟悉了之后 发现他这个人 有时候甚至幼稚的有点好笑 就导致 蒋思汗和林峰他们的界限感 没有那么强 就像林峰自己说的 他们一起合作之后 就是一家人了 所以 蒋思汗毫不回避地翻了个白眼 我有会员当然可以打折了 虽然我知道你的心一片真诚 但能省的钱还是要省的呀 林峰觉得 很有道理 于是乎 在蒋思汗的建议下 林峰给林雅删选了一款偏经典的项链 蒋思汗说道 这款项链虽然看起来相对普通一点 但是很适合搭配衣服 不管是什么风格的衣服 他都没有违和感 可能是因为享受了黑金会员的待遇 当天晚上 林峰就收到了这款项链 期间 华文迪和谭远 详细地和蒋思汗 讲述了林峰的告白计划 中途行小马好几次想插嘴 但无奈 根本找不到可以发挥的地方 而且 从蒋思汗进门到现在 连一个余光都没留给行小满 行小满这才真的慌了 他今天性情大变地 给蒋思汗倒水 拿水果零食 可蒋思汗就像没看见一样 行小满也是一个好面子的人 他原本想着 等蒋思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可没想到 蒋思汗在他这受到的委屈 一时半会消失不了 压根就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 行小满急得主动给蒋思汗道了个歉 对不起 思汗 上次我喝多了 确实说话有点不经大脑了 但我真的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我只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蒋思汗一句 呵呵给对了回去 这还不针对我吗 你不是摆明了 说我这种人不配演戏吗 行小满简直欲哭无泪啊 他也没想到 自己喝酒之后 耍起酒疯来 竟然这么一发不可收拾 蒋思汗冷冰冰地说道 躲远点 你影响到我的呼吸了 行小满愁容满面地退到了一旁 一脸委屈 华文迪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这就是命啊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蒋思汗也添加了两个小细节 他说道 明天中午 我约姗姗解去兜风 接下来的事情就靠你们了 随后 凌峰他们赶紧联系场地 亲自去筛选物品 第二天早上 他们五点钟就起床了 原本是打算用一上午的时间 布置一个精美的场地的 可早上醒来之后 他们发现 天有点雾蒙蒙的 凌峰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说道 这种天气不会下雨吧 他们准备的一切都是户外的 一旦下雨了 那不全完了吗 邢小满信誓旦旦的 找出了今天的天气预报 说道 最近几天确实是多云 但是不会下雨 最近的下雨日期是下周 凌峰姑且相信了邢小满的话 当他们到了提前找好的场地后 天空竟然放了晴 这让凌峰觉得 肯定会是个大晴天 他们几个人 开始兴奋地布置场地 华文迪又开启了自己的老本行 MV拍摄 他这次只带了一台摄像机 他想顺便制作一个纪录片 此时 一切都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大概是到了中午左右 原本放亮的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成了雾蒙蒙的样子 经过了上次的虚晃一枪 这次 凌峰觉得 肯定也不会下雨 他激动地给蒋思涵打了电话 思涵 你们现在到哪了 蒋思涵说道 啊 烧烤架子 你们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马上就到 其实这次蒋思涵去找林雅涵 发现林雅山脸上的甜蜜肉眼可见 蒋思涵暗戳戳地说道 珊珊姐 你这是发生什么大喜事了 林雅山一想到 自己曾经还把蒋思涵当成假想敌 心里顿时涌上来一丝愧疚 抱歉啊思涵 其实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 在我刚看到你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 蒋思涵笑着调侃道 以为我暗恋临风 林雅山有些羞愧地点了点头 蒋思涵顿时笑得前仰后合的 我丝毫不意外 但我一开始对他确实是追星崇拜 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林雅山也反客为主地调侃了一句 那行小满事吗 蒋思涵的表情瞬间冰冷了不少 就他还不至于 但事实上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林雅山看了一眼窗外 问道 咱们这是要去啊 蒋思涵说道 去吃烧烤啊 大概又过了十几分钟 他们慢慢出现在了约定好的那个区域 林峰特别土地拿着一束花站在路边 他身后是一辆敞篷车 蒋思涵说道 哟 林老板今天这装备不错呀 林峰的眼睛从始至终都停留在林雅山身上 他觉得 今天的林雅山似乎更漂亮了 花 送给你 第190章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林雅山看着面前的花 有些错愕 花很漂亮 顺着花束向上看 能看到林峰手臂上的青筋 林峰举了半天 看林雅山丝毫没有要收下花束的意思 难免有些慌张 怎么了 花不喜欢吗 林雅山急忙收下了花 说道 这花很漂亮 你很有眼光 但林雅山的内心却在祈祷 你也千万别和我告白啊 千万别 林雅山知道 只要林峰和自己告白了 他就一定会答应 但现在总觉得 好像还差点什么 现在的氛围感 好像总是让他们差了点什么 随后 林峰和蒋思涵交换了一个眼神 蒋思涵识趣地说道 哎呀 那个我还有点事 烧口我就不吃了 你们俩去逛逛吧 随后 他半推半就地把林雅山送到了林峰身边 两人可能刚刚进入关系转化的关键时期 两人都紧绷着一根弦 身体也僵硬了不少 林峰手足无措了半天 最后问道 要不要一起开车去兜风 林雅山的嘴仙大脑一步反应了过来 要 一起去吧 他说完这话才意识到 不对劲啊 我刚刚不是都兜了半天疯吗 估计是荷尔猛作祟 林雅山脸颊泛着红韵 他坐在敞篷车的副驾驶上 林峰刚坐在车上 突然感觉有一片乌云 遮住了头顶的太阳 俩人同时猝眉抬起来头 但为了不破坏这好不容易才营造出来的氛围 俩人装作没看到的样子 强颜欢笑地坐在车上 但两人的内心却是 这天气预报不是失灵了吧 这算是我和林峰的第一次约会 该不会要下雨了吧 俩人虽然坐在车上 但是各怀鬼胎 天上这片乌云仿佛长了眼睛一样 林峰他们走到哪 这片云彩就跟到哪林峰问道 你这几天不太忙吧 林雅珊正在用手描摸着花瓣 说道 不忙 最近也没怎么结局 但下周有一个综艺要拍摄 林峰刚准备问 是什么综艺 突然想到 他们这是在约会啊 这一旦聊起来工作 那可能一两个小时都聊不完 林雅珊突然问道 一会儿是要去吃烧烤吗 林峰刚住说 不吃啊 但话到嘴边的一瞬间 他那久违的情商再次出场 硬生生改成了 吃啊 我一会儿就带你去 车子左拐右拐的 终于改到了 他们提前布置好的目的地 林雅珊抱着花 跟在林峰的身后 看着面前的椅子和桌子 还有装饰好的一个凉亭 突然觉得鼻头一酸 好像自己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终于有了收获一样 就像是兢兢业业的种树 终于等到了收获的一天 林峰挠挠头 酝酿了好多话 到最后就变成了一句 林雅珊 我喜欢你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林雅珊眼里有泪花闪烁 他突然觉得 脸颊一湿 没想到 雨水仙眼泪一步 落在了脸上 一旁的檀员等人 以为两人已经水到渠成了 硬生生把鸽子 从笼子里掏了出来 往天空上一扔 他们想象中的唯美画面 并没有出现 反倒是 那些鸽子落荒而逃 往四周的树上飞去 其中一个鸽子 因为被扔的时候 动作过大 差点因为失衡 倒在了林雅珊的身上 林雅珊被这个 突如其来的生物 吓了一跳 尖叫着往身后跳 林雅珊突然间 英雄主义爆棚 站在了林雅珊的身后 把鸽子挡在了 自己的后背上 鸽子估计也晕晕乎乎的 几秒钟之后 也慌慌张张地逃走了 一旁的檀员等人 呆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咱们这 算不算阴差阳错 促成了一件好事 林雅珊保持着这样的姿势 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小盒子 摆在了林雅珊的面前 这个送给你 你愿意答应我吗 林雅珊看着小盒子里 那条精致的项链 很漂亮 和自己的气质很符合 他甚至都没多揣测 林峰这个审美 到底能不能选出 这种级别的项链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林峰感觉到 落在头上的雨越来越多 他仅有的一点浪漫细胞都用在 可千万不能让林雅珊 临到雨的这个想法上 他把项链粗鲁地 塞到了林雅珊的手里 另一只手 挡在了林雅珊的头顶 咱们先去躲雨吧 原本林雅珊满心欢喜地 等着林灯给自己戴项链 他刚在心里 摘掉了林峰钢铁直男的标签 结果又直接扣上了 一顶大大的帽子 林峰说道 真没想到下雨 我还有其他环节 没给你展示呢 林雅珊突然觉得 林峰有点可爱 他知道 林峰在此之前 肯定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他仔细看了一眼手里的项链 忍俊不禁地问道 这肯定不是你选的吧 林峰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尴尬 哎 我们几个大老爷们 选了一上午 被思涵一句话全淘汰了 这个是他选的 其实林峰 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蒋思涵的眼光 所以他认真地问了一句 你喜欢这个项链吗 林雅珊笑着说道 一看就是思涵给我选的 你们的眼光 肯定选不出这个款式来 实不相瞒 林峰多多少少 对这个款式 是有点嗤之以鼻的 但他还是实事求是的说道 也不知道我们的眼光 到底哪里不一样 思涵那丫头竟然说 我们选的款式 是老年人戴的 林峰的表情相当认真 很迷茫 林雅珊突然有画面了 他甚至都能想象到 当时蒋思涵那一副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还能想象到 林峰几人一脸迷茫 还自我怀疑的表情 这哪奇怪了 明明很好看啊 蒋思涵几人 藏在后面的一个 废弃的装饰车里面 这辆车已经倒进沧桑 甚至屋顶还有点漏雨 几个人就在这一边淋着雨 一边用望远镜 悄悄窥视着林峰两人的动作 报了报了 这是要在一起了吧 亲一个 亲一个呀 我的天啊 他们俩好浪漫啊 第191章 确定关系 但不公开 这个天可真是喜怒无常 这车怎么一直漏雨啊 咱们能不能换一辆车 咱们不是还有 一瞬间 几个人全都愣住了 他们面面相去 林峰的那辆车 是不是车棚没打开 那还在这看什么八卦啊 林峰那辆车可贵多了 几个人慌慌张张的从车里跑了出来 原本林峰和林雅珊两人正相视一笑 结果被一旁的几个人影吓了一跳 林雅珊狐疑地看着蒋思涵 说道 这丫头刚刚不是说还有事吗 怎么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转过头 指着林峰问道 你们是一伙的呀 我还真当他走了呢 林峰连忙举起手 做出投降的动作 什么叫我们是一伙的 我们这是好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 站在一旁的华文迪 以一个没有被人关注到的角度 拍下了全程 尤其是这场雨 给林峰的林雅珊的感情带来了一丝梦幻 他是专业拍MV的最会调动氛围感 但林峰他们之间 甚至不用他多做指挥 每一个动作都水到渠成 原本他们确实是准备了不少缓解 但今天 他们的项目就是在暴雨中 不停地解救那些布置的道具 虽然听着有些离谱 但大家又热在其中 他们这一幕被路过的行人看到了 他们起初是看到林峰和林雅珊站在一起 感觉有猫腻 正当他们拍了视频 准备去网上爆料的时候 他们又看到 行小满和林雅珊等人 也从他们身边一闪而过 这是雨天聚餐吗 不愧是创作者 真是有灵感 但这一幕 不是只有他们几个人看到 很快 林峰和林雅珊的双人照片 就传到了网上 大家都是用手机照的 而且距离过远 只能看到 林峰和林雅珊位置比较近 但具体两人做了什么 视频里确实是很模糊 今天爆料 林峰和林雅珊在暴雨中约会 谁能想到 昨天还在综艺节目里 和女嘉宾眉飞色舞 今天就开始走 纯情男主的人设了 我想去骂醒林雅珊 你说他长得挺好看 怎么选人的眼光不行啊 这是一波激进派的留言 当然 除此之外 还有一波祝福派 太好课了吧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关注他们两人的感情进展 我给大家整理出了时间线 随后 这个人真的按照两人同台的评卢 把两人的视频 都剪辑到了一起 第一次见面时 你我素不相识 但林峰一手 小三英雄就美 从此 两人的命运就紧紧记在了一起 之后的小幸运 开始暗戳戳的发唐 到合作舞台上 你们忘我的合唱 缘分是不是瞧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就算有瞧 一定是一座雀瞧 网友们的文笔 在今天得到了全民的关注 谁都没想到 竟然有那么多人 写了林峰和林雅珊的同人文 但是 还有人是林峰的女友粉 一时间受不了这个刺激 直接脱了粉 我是真的很喜欢林峰的 但我觉得 林雅珊配不上林峰 无论是长相还是实力 林峰 你能在娱乐圈有今天的成就 还不是因为 我们给你的支持吗 你现在倒是不把我们 放在眼里了 但这些人 自由入人粉 和真爱粉去收拾 林峰他们今天一天 都没关注网上的新闻 等晚上回到家之后 林雅珊才注意到 自己的微博已经沦陷了 一打开私信 各种骂人的评论 触目惊心 甚至还有人 给他发血腥恐怖的图片 林雅珊打开图片的一瞬间 吓得直接 把手机扔了出去 他尖叫了一声 啊 林峰马上冲过去说道 怎么了 看到了什么 林雅珊下的浑身发抖 行小满快速捡起了他的手机 也皱了一下眉毛 这他们是谁干的事 有病啊 还诅咒你 林峰眉头紧锁 他觉得 是因为自己没保护好他 才让他受到了其他人的攻击 林峰当即就要拿出手机 他舔了一下后槽牙 简直下一秒 就要火山爆发了 几个人冲上去 硬生生把林峰拦住 兄弟 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啊 而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林峰 此刻的手机不是通讯工具 而是害你的力气 他们几个连哄呆骗地 抢下了林峰的手机 并且强行扣留了 林雅珊沉思了一会儿 把林峰拉到一旁说道 林峰 我知道你是想保护我 但我不需要 第一 咱们俩现在正是事业上升期 或许对你来说 恋情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对我来说 肯定会对我的事业造成动荡 我不能以身犯险 第二 网上的这些都是暂时的 只要咱们不去澄清 这件事就早晚都会过去 而且 他们除了骂我以外 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第三 林雅珊理性地思考了半天 他觉得 目前的情况 确实不适合官宣 自己现在刚 靠着自己的实力 打拼到了现在 他明确地知道 自己获得每一份工作 接的每一份戏 都是因为自己的实力 但现在 一旦自己和林峰宣布了恋情 那有人就会因为林峰的光环 给他特殊的照顾 或许还会有一些 原本不属于他的资源 向他倾斜 到时候 网友们的谩骂声 并不会少 因为 一旦大家戴着有色眼镜 去看一个人 那对这个人的印象 就会越来越差 林峰坚定地看着林雅珊 说道 我听你的 但我绝对不允许 别人伤害到你 一旦有人做了伤害你的事 我绝对不会放人不管的 林雅珊觉得鼻头酸酸的 原来这就是有依靠的感觉啊 他之前一直都是一个人打拼 努力做到 不给其他人造成麻烦 不让家里人担心 所以有很多话 他都是一直压在心里 不知道该和谁说 可以分享生活的人了 林峰抱紧林雅珊 温柔地说道 以后都有我了 第192章 林峰这个直男终于开窍了 邢小满一开始 在暗戳戳科堂的时候 还会觉得好兴奋 但现在 这种明目张胆的秀恩爱 只会让人感觉到 恋爱的酸臭味 就算是偶像 也不例外 邢小满悄悄看了一眼蒋思涵 蒋思涵正一脸 怡母笑地录着视频 他左右张望 怎么没看见华文迪呢 华导呢 有人看到华导吗 谭原指了指楼上的位置 华导今天创作欲望爆棚 这会儿正在楼上剪视频吗 李空兴奋地说道 这是告白拳计时的纪录片吧 这也太有意义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华文迪就在群里发了几张照片 是他们当雨中奔跑样子 看起来有些狼狈 但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和自由 似乎就连落在身上的雨水 看起来都那么惬意 邢小满看到这张照片之后 突然灵光一闪 咱们还成亲什么呀 直接发照片不就得了 啊 大家一脸迷茫 邢小满说道 这么多照片 咱们一人发一张 还不足以说明情况吗 有道理啊 本来就是一场好友聚会嘛 几个人决定 再为林峰的新歌 做最后一波宣传 所有人的图片都没有配文 而是用了林峰那首奔跑的链接 这一波操作 直接印证了什么叫情笔金尖 这个风波果然和他们预料的一样 在发酵了几天之后 这件事逐渐被大家淡忘 而此时 林峰参与录制的纪录片 已经悄然上线 徐亮专程给林峰打了个电话 今天晚上 你的节目就要播了 你一定要记得看 盛情难确 到了直播当天 电视上先放了一个预告片的表 我靠 今天这个节目有点过分了呀 大半夜的 谁会去看后面啊 我觉得吧 现在大部分人是对林峰有好奇的 但感觉不太多 谁能无聊到大半夜的 去看林峰的纪录片 因为这档综艺的播出时间 是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但在十一点之后 还有两档午夜场的节目 在十二点之后 这个时间是空白的 所幸 电视台就把这个时间利用起来 继续播放林峰的纪录片 在节目开始录制的时候 主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 对不起了观众朋友们 林峰的纪录片实在是太长了 我把后续放在了午夜场 大家也别为了看直播熬夜看 明天早上八点 就同步更新了 今天的这档节目 观看的人数达到了这档节目 开办以来的最高 对不起 原谅我之前 忽略了这样一档优秀的节目 第一次感觉 徐亮主持人的水平也不差 这个主持人很有底蕴 肚子里相当有墨水 我很喜欢听他坎坎坎的样子 林峰是时间管理大师吗 我怎么觉得 他根本就不睡觉呢 他是超人吧 其实也不怪大家多想 林峰的这期视频 剪辑得太好了 全程都是干货 从始至终 林峰都没说一句废话 但也不得不说 林峰的大道理张口就来 可林峰的道理 并不是长篇大论 也没有废话连篇 而是一两普通的大白话 就让人感觉受益匪浅 这个视频给林峰剪辑的 像是一个活得 相当通透的世外高人一样 对任何事情 都看得相当明白 在娱乐圈 如果说一点都追名逐利 是不可能的 有这种心理也很正常 重要的是 自己怎么去调解 自己应该如何 找到自己的位置 尤其是徐亮这个主持人 他提出来的问题 也相当有水准 两人一问一答的形式 很像是一个深刻的访谈节目 如果不是地点 看起来不太对的话 毕竟他们聊天的场所 不是在车上 就是在林峰补妆 或者卸妆的时候 增加了一丝喜剧效果 不过也意外地发现 林峰这个人 有的时候 似乎很喜欢讲冷笑话 只不过 他自己没有发现 这个节目的结束之间 刚好卡在林峰 准备去参与 蒙面唱将的录制网友们 太想看白安安和林峰的事了 不知道在这档 纪录片的镜头下 能记录多少 原本这档节目的收视率 已经成为了新高 他们根本没指望 十二点的后续 能有多少播放量 虽说不是完全没有期待 但只要达到平时 每一期节目 播放量的一半 就心满意足了 可谁都没想到 后面的两档节目 平时根本没人看的节目 播放量竟然也创了新高 这两个节目的策划 一开始 还不知道是借了林峰的光 还在想 难不成是 终于要到暑假了 家长都想带孩子去钓鱼了 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 他们才意识到 林峰的粉丝这么多吗 他们都不睡觉的吗 我的天啊 这就是顶流的效应吗 我真没想到 林峰刚出道 还没到一年 就能有现在的成就 看来真是人格魅力啊 不管怎样 还是沾了林峰的光 他们通过内部 联系到了林峰的经纪人邢小满 委婉地表达了 谢谢林峰的人气 让他们的奖金能翻倍了 可谁都没想到 到了纪录片后半部分的播放时间 收视率再一次窗高 大家看着宛如新电图一般的收视率 心里都在想 咋的 林峰的粉丝 是电脑中睡的觉吗 大家怎么精神抖擞的呢 他们还创立了一个话题 创立十分钟 讨论量就已经破百万了 也就说 起码在半夜这个时间 就有上百万人在看直播 这个数字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尤其是这种临时添加的节目 时间上本来就不确定 再加上宣传也不到位 能有现在这些播放量 完全是靠粉丝口口相传的 经此一议 所有人都知道了 林峰才是真正的流量秘密 在看了林峰的纪录片之后 很多人有了新的想法 他们觉得 对于林峰这个人 又陌生了不少 为什么每次看到他 都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呢 难道说 林峰的身体里 住着很多不同的人格 林峰这个人太神秘了 让人上瘾 让人忍不住的 想去探究他 第193章 旅游漫综艺 林峰本人也没想到 自己的节目 竟然能给这么多人带来转机 而且 网友们熬夜看林峰的节目就算了 竟然有些的大神 半夜不睡觉 熬夜剪辑出了林峰的经典片段 例如林峰的一些对话 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尊重 每一个人也值得被肯定 视频中 林峰时而疲惫的在车上补觉 时而开怀大笑 在看了那么多包装好的明星之后 就像是最后一口米饭 就是吃不下去 就像是林峰想抽烟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这是在镜头前 他会笑着说道 在镜头前我就不抽烟了 看我节目的应该有很多青少年 别叫坏小朋友 林峰不是会在镜头前 刻意隐藏自己行为习惯的一个人 在林峰的思想世界里 人都是自由的 可能偶尔需要在不同的环境下展现自己 这可能就是其他明星口中的人设 但对于很多人来讲 包装营造人设 已经成了一种常态 最近几天 林峰就看到有的人 在镜头前能吃苦 能玩得开 但在私下里 脾气大得很 他身边的助理 跟在他身边的最长没超过半年 有的时候 他会觉得好笑 就是这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人设 营造了现在的娱乐圈 专业正是因为现在的娱乐圈 被这种人影响 才导致有越来越多的人 想方设法地想跳进来 林峰他们这一觉睡到了大半夜 丰领娱乐的老大 毕竟是林峰 所以 公司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打卡制度 所有人都是有事就去忙工作 没事的话 在公司睡一两天都没人管 因为在林峰看来 大家都是朋友 要想公司能发展的好 第一是要看大家的工作能力 第二就是要看人心齐不齐 俗话说的好 人心齐 泰山仪 林峰自然会给他们最好的待遇 那他们也要给林峰相应的回报 林峰也很清楚 回报是要看时间的 要给新人成长的空间 不可能有人刚入职 就能直接谈成大合作 也不可能有人刚拍两部戏 就能获得国际影帝 可能也正是因为林峰这个开放的思想 才让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人情味 在休息了两天之后 某天早上 林峰看着剪辑好的告白视频 他突然灵光一闪 激动的把家召集到一起 咱们要不要一起拍个旅游小短综艺 几个人狐疑的看向林峰 不知道他这个小脑袋瓜里面 又想到了什么 华文迪来了兴趣 问道 你准备怎么做 行销门打开了电脑 准备做一个会议记录 后期让谭远整理出 一个新的节目策划 但电脑却被林峰一只手扣住 说道 别搞那么严肃 我就是想带大家出去旅个游 一旁的华文迪 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觉得 咱们可以多准备几个摄像机 放在车里 每个人身上 也可以每个人准备一个手持摄像机 林峰 看向华文迪 惊喜地和他积了个掌 两人不谋而合 林峰直接把华文迪 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画道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目前已经构思了一个电视剧 但现在的情况是 我有点陷入创作瓶颈了 我也和谭远 说了我的想法 但谭远脑海中没有一个画面 他不确定 运用什么样的景色 可以营造出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说 咱们这次的旅游视频 目的有三个 他继续说道 第一 是为了找到下一部作品的创作灵感 第二个 是觉得 大家这段时间 一直在努力完成公司的各项任务 确实是挺累的 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让大家公费 出去旅游一下 张储的模式 蒋思汗拍了一下手 醍醐灌顶 对啊 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满综艺吗 就是说什么 让节奏慢下来 那我觉得 咱们现在的旅游就很契合啊 没有什么跑步追逐的急躁 可以让观众看一下下国的大好河山 一时间 所有人都有些跃跃欲试 李空也摩拳擦掌 说道 那这个综艺 什么时候开始呢 林峰用手抓了抓头发说道 那就今天吧 众人 这么突然的吗 从来没看到过 这么草率的决定 一旁的华文迪举着手机 也不知道录了多久了 他坏笑着说道 我就知道 林峰肯定不按常理出牌 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 几个人急忙捂住脸 我得赶紧去收拾行李了 林峰他们连摄像机都是紧急买的 这次出行 几乎是风领娱乐 清朝出动了 林峰 谭远 邢小满 三个创始人就不用说了 公司的金牌导演华文迪 金牌艺人林亚山 蒋思汗 还有傅任忠 公司新签约的两个助理经纪人 胡忠硕和李空 原计划是九个人都参加 可因为傅任忠最近拍的戏比较重要 确实没办法抽身 到最后 就变成了八个人参与录制 但傅任忠还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 太可惜了 我这次如果能和你们一起旅行就好了 但我现在正在剧组忙着拍摄 但没关系 来日方长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再参加旅行综艺的第二集 看得出来 傅任忠是相当悔恨了 关键是 这部电影是他很看好的影片 不出意外的话 这部影片很有可能获得国外的大奖 所以 他不得不重视 虽然他们都是凌峰身边的朋友 但每个人 又都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规划 综艺节目正式开启 他们八个人开了三辆车 大家各自带了一两个行李箱的用品 中午的时候 华文迪说道 现在 大家可以各自去超市采购 记得自己带着运动相机 邢小满 凌峰和谭远 三个人去了超市 几人直接奔着泡面区去了 接下来几天 还不知道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呢 这不得多买点干货备着 结果 三个人每人抱了一箱的方便面 第194章 追人计划再次上线 结果 他们看到自热米饭区域的时候 又愣住了 你说 咱们如果一直吃泡面的话 会不会反胃啊 我觉得 得换换口味 结果几人又每人抱了一箱自热小火锅 路过面包区的时候 他们又看到琳琅满目的小面包 我觉得 咱们在路上 肯定有用热水不方便的时候 还是得买一点零食 几个人最后抱着几乎能挡住视线的硬货上了车 而蒋思汗和林雅珊这边 相对来说更细心一点 他们先去医院买了急救箱 还买了常见的药 之后 买了各种一次性的装备 以及常见的羽衣 袜子等等商品 李空他们去超市买了一堆零食 各种充电设备 还有水 他们到停车场正式会合 华文迪让他们检查一下 对方准备的东西 几辆车的后备箱一个一个的打开 在看到凌峰他们准备的各种泡面时 所有人都惊呆了 林雅珊看了半天 最后硬生生夸了一句 还真是直男思维 看来咱们是饿不死了 就算没有热水 吃面饼也能撑到过年 几人顿时哈哈大笑 也是没想到 林雅珊和凌峰在一起之后 怎么变得越来越浮黑了呢 凌峰恍然悟 对啊 咱们没买热水壶 说完 另外两人也想起来这件事 顿时有些后悔的说道 对啊 水壶这么关键的东西 咱们怎么能忘呢 说吧 几个人转身就想再回超市 结果硬生生被林雅珊拦住了 林雅珊说道 暖水瓶我买了两个 电水壶这东西 我车上有 关键是 咱们又不是去什么荒郊野岭 周围的饭店那么多 你们这是搞哪样 几个人这才意识到 他们好像确实是想得太复杂了 林雅珊一脸无奈 转身和华文迪说道 华道 我想请示一下 能不能限制消费 华文迪说道 我刚刚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在这三位创始人身上 看到了什么叫不理性消费 现在开始 每辆车的可使用金额为三千 你们要斟酌着花 三千 邢小满有些抱怨的说道 这也太少了吧 咱们这还指不定 要出去玩多少天呢 我们三个人一人一钱 这怎么够花 华文迪冷笑了一下 看着他的表情 谭远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轻轻推了一下邢小满 用牙缝里挤出来一句 你可别说了 再说这三千都没了 华文迪说道 幸好你提醒了我 这三千 是包括今天你们购物的消费的 我一会儿会把这笔钱扣除掉 林峰突然觉得 华文迪就是一个敬业的导演 尤其是在他们已经太熟悉的情况下 华文迪的腹黑也显现了出来 他们能怎么办 只能忍着呀 林峰突然开始后悔了 他小声地说道 你们说 我到底为什么要给自己找罪兽呢 当初如果不提议录制综艺 是不是就生了不必要的麻烦 华文迪说道 林峰 你也别在那想这想那的 穷游其实比富游有意思多了 林峰苦笑了两声 是吗 几个人正式开始上路了 林峰他们秉承着 不能让女士全程开车的想法 把林亚珊邀请到了自己的这辆车上 惹得众人纷纷翻白眼 想和对象在一起就直说 不用你们在这腻腻歪歪的 林峰笑嘻嘻地不说话 被踢出去的行星小满 看了一眼剩下的两辆车 刚准备去理空他们那辆 就被华文迪抢先一步 不好意思了 我要坐这辆车 行小满 尴尬地挠了挠头 最后有些不好意思地 走到蒋思涵的车旁 蒋思涵冷漠地戴着墨镜 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是你的备选啊 不好意思 我的车不欢迎你 原本以为两人已经破冰了 但没想到 行小满的无意之举 又把两人推回了原点 蒋思涵打开车窗 冲华文迪大喊 华导 您过来我这辆车吧 华文迪觉得自己如坐针毡 他看了一眼行小满 发现对方没什么反应 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地说道 行啊 那我先过去 他路过行小满身边的时候说道 你放心 我肯定帮你 华文迪顿时越老上线 上次凌峰的告白策划 给他了极大的信心 他觉得 帮助别人终成眷属 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 尤其是 行小满和蒋思涵这种 两个人就是互相重溺对方 但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关系闹得有些尴尬 这种事情对他来说 都是小事 毕竟他见多识广吗 从他上车开始 蒋思涵的表情始终有些不妙 车内的空气也有些尴尬 华文迪咳嗽了一声 说道 林峰他们都已经走了 你不走吗 蒋思涵直接松开了车把 两只手抱着胸口 闷闷不乐地说道 没心情开车 你要是坐我的车 容易出车祸 华文迪立刻从副驾驶的跳了出来 严肃地打开了驾驶室的车门 请您下车 我来当您的司机 这可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啊 蒋思涵昂手挺胸地走到了后座 华文迪觉得 自己就不应该来趟浑水 让他们俩自己闹多好 现在好了 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吗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车载广播 声音尽可能调得低一些 生怕打扰到后座人的休息 蒋思涵更是一肚子火气 他没想到 行小马还真是一根筋 明明只要哄哄他就行了 他偏偏走了 这让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想着想着 竟然睡着了 林峰他们这个车厢 氛围倒是格外和谐 谭远一直在和林雅珊说 林峰大学的时候 发生的那些事 林雅珊这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错过了林峰 那么多高光的瞬间 他一直觉得 林峰现在的光环的 都是他在娱乐圈的努力 被人看见了 实际上 他在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那么优秀了 只不过 在刚进入娱乐圈的那段时间 他处处碰壁 林雅珊突然觉得有些心疼 第195章 林峰开创慢综艺时代 行小满和李空等人在一辆车上 李空和胡忠硕 两人属于那种 聊起一个话题 根本停不下来的性格 我最近的游戏上分特别快 可能是过了水逆气 你也研究星座呀 我和你说 我的星座可准了 行小满几次想插嘴 但他们聊的话题 实在是插不上 好在两人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突然想到 好像遗忘了一个人 胡忠硕转身问了一句 对了行老板 你是什么星座的 行小满说道 我是狮子座的 两人一脸唏嘘 那怪不得呢 死要面子活受罪 行小满狐疑了一下 怎么说 李空开始一本正经的给他上课 狮子座有点大男子主义 而且很强势 经常死要面子活受罪 行小满用手指摩擦着下巴 认真的思索道 所以 星座就像是一种诅咒 只要是你是这个星座的人 或多或少都会受影响 胡忠硕脸盲否决了他的想法 non oh no 星座更像是一种预言 你在这个星座里 就要受他的磁场影响 但如果你改变 你的上升星座 那你很有可能跳出这个磁场 行小满不知道 是一时鬼迷心窍 还是真的被他们说得绕了进去 他很认真的问道 那我的上升星座要怎么改 所以这一路上 他们研究的都是星座问题 聊完之后 行小满看起来大彻大悟 还 特别崇拜地夸他们俩 你们真是星座方面的专家 李空有些心虚地糊弄了过去 实际上 他之前是给一家星座公众号做代笔的 那个公众号的创始人文笔不太行 所以就把那些细节告诉他 他组织好语言之后 再重新发布到网上 久而久之 可能是耳濡目染的原因吧 他开始对这方面懂得越来越多 突然 行小满的手机响了 凌峰随口问了一句 你们看到右边的那条小河了吗 几个人望了过去 确实是有一条 看起来很蜿蜒去折的小河 紧挨着森林 别有一种童话般的梦幻 看到了 要过去吗 行小满问道 凌峰兴奋地摩拳擦掌 走吧 咱们今晚就在那录营 突然 台远当头泼了凌峰一盆冷水 咱们有帐篷吗 所有人都愣住了 没买帐篷啊 胡中硕开始打开手机 看最近的旅行者商店 还行 距离咱们三十多公里 不算太远 我去买吧 李空在一旁补充道 我们买可以啊 但你们千万记得把钱给我们啊 表面上 大家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可到了金钱方面 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凌峰忍俊不惊地说道 放心 亏不了你的 就这样 他们第一站 就在燕城的市郊驻足了 但燕城可是下国的首都 来来往往的人不计其数 就单单在这露营的人 就已经有上百号了 凌峰他们 刻意找了一个稍微偏远一点的位置 这里人不多 开始着手布置 电水壶带了 问题是 他们在哪烧水呢 泡面买了一大堆 难不成最后真的要干吃面饼吧 蒋思喊到了一杯暖水壶里的水 水温只能说是 勉强达到不烫嘴的程度 无奈之下 凌峰又给行小满打了一个电话 买点食物回来 谁看到这种事 不觉得无语 后备箱里全都是食物 但只能看不能吃 华文迪是个工作狂 他把几台摄像机摆放在固定的位置 同时给大家每个人手持的摄影机 都换了一张内存卡 他自己坐到一旁 开始安安静静地剪辑影片了 短短几个小时 素材就多到数不过来 华文迪把他们出发前的所有内容 整合成了一段 约八分钟左右的小短片 在和凌峰等人确定好时间之后 直接发到了风铃娱乐的官方账号上 其实此时 已经有人拍到凌峰 他们可能是有拍摄任务 还放出了路透照片 是凌峰几个人在草地上忙碌地摆东西 请问凌峰他们这是有新的综艺吗 这是什么综艺类型 野餐露营吗 该说不说 凌峰他们团队捆绑得真的挺狠的 你们没发现吗 现在他们几个就像是分不开了一样 只要是集体的活动 总是有凌峰身边的那几个人 我也觉得 其实我本人是挺喜欢凌峰的 但他的这一波操作我属实是没看明白 可有人还是认出了这张照片里的理空 等等 那个短头发的小伙子 他不是蒙面唱将的工作人员吗 怎么现在跑来凌峰身边了 难不成 这是那档综艺的衍生节目 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综艺节目 开始设计衍生节目 目的就是为了不浪费嘉宾们 可以压榨的空间 这么想想 顿时觉得有道理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邢小满等人终于回来了 他们抱着四个双人帐篷 气喘吁吁的说道 两个人一个帐篷啊 大家自行分组 说吧 一群人开始动手摆帐篷 而蒋思汗不知道 从哪逃出来一个音响 摆在一旁的折叠板凳上 音响里放着轻柔的音乐 一群人忙着准备晚饭 夕阳西下 他们惬意地享受着这份宁静 他们吃着买来的盒饭 因为邢小满说比较便宜 可尽管是最近简单的食材 但对他们来说 却格外的美味 这种远离城市轩 远离车水马龙的日子 他们似乎已经很久没享受到了 邢小满拿着望远镜 看着天上的星星 今天的星星还真不少 我很少在烟城能看到星星 林雅珊从背包里拿出来一支口琴 突然吹起了小曲儿 蒋思涵虽然不懂歌曲创作 但他懂节奏的韵律 跟着一起拍起来身边的椅子 手掌拍在椅子上 发出闷闷的声响 倒是很像一种不常见的打击鼓 华文迪走到车里 拿出了一把小吉他 林峰突然觉得 华文迪是不是蓄谋已久 他笑着摇了摇头 要不怎么说 姜还是老的辣呢 有华导在 还愁综艺效果吗 第196章 秦小满临时离开综艺录制 林峰一开始 是配合着林雅珊的旋律来 可在拨弄了几个琴弦之后 林峰的脑海中 突然迸发出了新的灵感 他开始改变执法 弹了一个新的节奏 同时 口中还哼唱了几句词 宁静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点点 心里头有些思念 思念着你的脸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也可以偷偷地想念 知道 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当林峰唱完这两句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该不会又是你临时想的吧 林峰点了点头 看着咱们的这份惬意 有感而发 他们在城市里奔波了太久 手机已经成了 重度依赖的产品 每天不停地 在不同软件中切换 缺少了人与人交流的机会 也缺少了一种 观察生活美好的能力 林峰说道 其实 我就是看了一下天空上的星星 突然有了灵感 除了华文迪 忙着剪辑影片以外 所有人都围坐在一起 或者躺在草地上 林峰说过 休息的时候就是要休息 工作的时候 就是要全力以赴的工作 一定要做到角色上的切换 今天晚上 在星空下 他们参与了一场 没有勾火的勾火晚会 大家唱着自己喜欢歌 没有约束 没有顾忌 不用担心自己唱得不好 会不会有人攻击他们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是自由的 这个片段 也被华文迪剪辑好 直接发到了网上 网友们直接炸开了锅 我的天啊 这到底是什么综艺啊 我太想看了 我想看这几个人互对 还想看他们安静地坐下来畅谈 我发现 凌峰身上真的有一种很沉稳的气质 凌峰这首歌 真的是随口唱的吗 怎么这么好听啊 救了命啊 从他出道到现在 我就没听过他唱 任何一首不好听的歌 甚至还有人在网上求音频 有没有人和凌峰商量一下 如果不想出专辑 就别用片段勾引我们 凌峰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 在任何场合 声音都这么刚打的男歌手 也可能是我见多了大家的修音 在听到凌峰这种声音之后 反倒觉得好难能可贵 他们所有人都把手机放在了一起 装在一个密闭的盒子里面 交给华文迪看管 华文迪忙着的剪辑 全神贯注的戴着耳机 根本没注意到 盒子里就像是一个变色灯一样 一个接一个的来电话 当凌峰他们知道 这件事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昨天晚上 他们坐在星空下 聊自己过去的经历 聊到了凌晨 这应该是好友之间 第一次的信息交汇 没有顾忌的 坦坦荡荡的 聊自己过去的经历 和一切趣闻 所以这里经常会传出 哈哈大笑的声音 其他在远处入营的人 都羡慕疯了 甚至有人本想着跑过来合影 但在最后 还是理智占据了上风 犹豫了一下 还是放弃了 可能是第一天旅游 实在是太放松 太惊心了 他们起床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十点多了 隔着帐篷都能感受到 阳光的温度 热得蒋思涵浑身都是汗 他随手找了一个 食品包装的外盒 荡成小扇子一样 疯狂煽风 刚拉开帐篷的拉链 就看到刑小满 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的 此刻正站在远处打电话 声音有些激动 什么情况啊 怎么这么突然 我不是说了我最近有事吗 能不能别总烦我 蒋思涵没有打扰他 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偶尔能隐约听到他的话 突然 他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行小满的脚 仿佛扎在了地上 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 他竟然生病了 你们确定 这不是在骗我 突然 他像疯了一样 直接冲进帐篷里 抓了一件外套 随手套在身上 他急得焦头烂额 可偏偏就是找不到车钥匙 昨天晚上 太过于沉浸在这种快乐里 根本不知道 要是放到哪了 正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 蒋思涵跑了过来 素面朝天 头发也有些睡醒的凌乱感 他说道 你是有事吗 我送你 其实他们俩 已经有好几天 没有好好的 说过一句话了 似乎总是针尖对脉盲 此刻 行小满突然觉得心口一暖 他盯着蒋思涵的眼睛 专注地说道 那就谢谢你了 蒋思涵没问他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 在确定目的地之后 一路上风驰电车 蒋思涵还不忘叮嘱他 你别忘了给凌峰他们留个言 别等他们醒了之后 发现咱们都不在了 原本这些事情 行小满都会第一时间考虑到 但今天 可能是满脑子都被今天早上的那通电话干扰 他这才手忙脚脚乱地 给凌峰留了个言 凌峰他们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快临近中午了 估计很少和大自然如此亲近 享受这样惬意的时光 大家都出乎意外地 睡了很久 当大家走出帐篷之后 傻眼了 怎么觉得 好像被抢劫了呢 这什么情况 食物少了就少了 怎么车还少一辆呢 林亚山打着哈欠说道 你们没发现吗 不仅车没了 人还少了两个呢 谭远揉了揉眼睛 强忍住哈欠 数了一遍 对啊 我怎么没看到 行小满和蒋思汗 胡中硕一脸坏笑 这俩人 不会是早起去约会了吧 华文迪看了一眼 自己身边的盒子 已经被打开了 里面赫然少了一个手机 华文迪说道 他拿了手机走了 林亚山看着蒋思汗的手机 还在箱子里老老实实地躺着 这俩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林峰顺手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刚一开机 手机竟然出现了将近三十秒的卡顿 不同的软件闪烁个不停 也不知道到底是积攒了多少的消息 消息弹窗一个接着一个 林峰直接在搜索框 搜索了一下行小满的名字 点开对话框 就看到大概两个多小时之前 行小满给他的留言 哥 我家里有事 今天就先走了 思汗和我在一起 我没找到钥匙 他来送我了 第197章 行小满的身份大公开 林峰他们急忙给行小满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见 行小满压低了声音 说道 哥 我爸突然住院了 我可能得在家照顾他一阵了 行小满瞥了一眼蒋思汗 尽管蒋思汗不失粉带 可他在这个病房里 依旧漂亮的眨眼 行小满的妈妈 有意无意地瞄了他好几眼 他想看了半天 总觉得这姑娘有点眼熟 好像是在哪见到过 可思来想去 又总是想不出来 他无奈地摇摇头 还是年纪大了 记忆力衰退了 要放在五年前 虽然达不到过目不忘 但只要是有记忆点的人 他都能牢牢地记住 同时 蒋思汗也在打量这个病房 他起初在外面的房间 并没有看到 那间病床上躺着的人是谁 但能住得起这个房间的人 绝对是非富即贵 他有一瞬间的错愕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行小满浑身上下都在写着 我很穷几个大字 他在看向茶几上的 限量版爱马仕的时候 更是促起了眉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这只包全球应该只有试个 这是纯手工定制的 每个包的制作时间 要上千个小时 现在这只包的市场价格 甚至达到了上千万 当初蒋思汗的妈妈 也想着去买一只来着 但可惜 下国的名额已经被预定了 蒋思汗也没想到 这件珍宝竟然能在这看到 他随后 拿起了专业的眼光 准备检验一下真伪 不看不知道 仔细看的时候 更是被上面的走线所震惊 怪不得这个包值上千万 这个手工费 全都是精细活 蒋思汗突然眯起了眼睛 他用打量的目光 看向病房内间的房门方向 这个林峰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会隐藏得这么好 正当他在脑袋顺着蛛丝马迹 准备进一步接近真相的时候 林峰捏手捏脚地走了出来 关上了门 轻声地说道 你先回去吧 我这边估计短时间回不去了 蒋思汗一想到 这估计是人家的家里事 自己也不方便多说 他说道 行 还是家里人要紧 林峰是个通勤达理的人 肯定不会怪罪你什么 你这段时间 就当给自己放个假了 蒋思汗豁达得拍了拍他的肩膀 秦小满心里一暖 他点了点头 说道 行 我气了 蒋思汗简直要翻白眼了 他说道 那点小事我还能记你一辈子 你也是真笨 给你个台阶 你就吓得了 蒋思汗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我走了 蒋思汗离开的时候 瞥了一眼那间的门 门上的窗子是透明的 他隐约间看到 床上躺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脸上正戴着一个氧气面罩 虽然看不清楚五官 但总觉得 这个人的轮廓有些似曾相识 蒋思汗现在见到的人也不少 头发花白的老人也不计其数 想不起来 也不奇怪 大家都觉得对方有些眼熟 但都没想起来对方是谁 但出了医院之后 蒋思汗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行小满信心啊 整个烟城 信心的有钱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难不成是满城集团 蒋思汗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当即摇摇头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可以想到病房里那个价值百万的包 就总觉得 这些事情似乎无形之中 都串联了到了一起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房门的方向 行小满 不会真的是满城集团的公子吧 但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 他倒是参加过两次 有满城集团董事长参与的活动 可他连满城集团的董事长 是谁都没对上号 更别提 关注谁是谁的孩子了 突然 这一切好像都解释得通了 行喜爱傲慢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身边那个看起来寂寂无名的人 竟然是富家公子来体验生活 蒋思汗突然想到 当初行小满和他发脾气 似乎是觉得 他这个人不够坚持来着 做事三心二意 完全是仰仗自己家里 他当时只觉得气愤 但现在一想 突然觉得 好像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 因为他在行小满身上 丝毫没看到 任何仰仗家里人的样子 似乎他真的是从始至中 只是靠自己 蒋思汗突然觉得 有些羞愧难当 看来 行小满还真是一个 说到做到的人 自己和他相比 还是差了一大节 蒋思汗原本还想着 出来给他们买点东西 送回去 可走到了楼下 突然意识到 人家家财万贯的 用自己买什么呀 他索性直接开着车走了 行小满的妈妈 在窗口看了一眼蒋思汗 转身对行小满说道 满满 这姑娘是谁啊 行小满头也不太地说道 同事 我公司签约的演员 行小满的妈妈 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姑娘长得真不错 感觉家教也很好 我总觉得她眼熟 是我看过她拍的电视剧嘛 行小满没说话 呆呆地看着病床上 突然觉得 那个曾经耀武扬威 每天都在谴责她的父亲 也苍老了不少 平时每天都是精神抖擞 头发乌黑瓦亮 可今天才意识到 那些不过是父亲的伪装罢了 也到了每个月 都要染一次头发的年纪了 嘴角的胡茶都有发白了 行小满的妈妈 有些失落地说道 你还要在外面游荡多久呢 家里就你一个孩子 不还是想把所有的都留给你吗 她一个人自言自语地 在那倾诉苦水 行小满却坚定地说道 妈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但我现在还不能回去 我的公司正在上升期 我一定要把我的公司照顾好 一定要对得起那些信任我的人 行小满的妈妈 一听她这么说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你还惦记着 你们那个不到十个人的小公司 你还没意识到吗 这个公司完全没有发展 那些上千人的娱乐公司 都接连倒闭了 你凭什么觉得 你能超过其他人 你真的有那份能力吗 这就是典型的家庭 扑啊 父母身为最亲近的人 却在一遍一遍地否定你的能力 否定你存在的价值 行小满本意并不想在病房 和她做无意义的争吵 但她的冷漠 等于是一场战争 行小满的妈妈 喋喋不休地说着 父母的不容易 同时还在不停地 贬低行小满 说她不懂事 说她根本不懂经商 她已经白白浪费了几年的大好时光 现在要开始从头学习 她说的越多 行小满的表情就越难看 她激进爆发 却又硬生生被她压了下来 这就是她为什么要逃离 这个家庭的原因 控制欲 还有那种无法改变的血缘压制 行小满没办法做到 在父母面前据理力争 因为她知道 她的每一句道理 到最后都会变成血缘关系的佐证 她累了 行小满默然抬起头 冷冰冰地看着行小满的妈妈 说道 你如果不想 让我回来就直说 我其实也不想回来 请客间 行小满的妈妈就大哭出了声 她泪眼婆娑地说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听不进去我说的话 但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差 你总不能一直和我们僵持下去吧 我们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你好吗 行小满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这句话影响了她多少年 当年扔了她的玩具 说是为她好 后来赶走了她的保姆 也说是为她好 真是以爱之名的枷锁 行小满叹了口气 我留下 你别说了 行小满又给林峰发了一条消息 哥 我这边情况不太稳定 我妈在有一流我不让我走 我可能一时半会儿走不出去了 你那边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我能解决的一定解决 行小满可是他们公司的顶梁柱 这个最关键的人物走了 基本上等同于公司垮了一半 随后 行小满又给蒋思涵发了几条消息 思涵 我家的事情有点复杂 我不是有意要隐瞒你的 等有时间 我一定给你解释清楚 还有一件事 要拜托你帮忙 之前风领娱乐商务部的事情 都是我在负责 但我现在被我妈强行扣留在医院 我怕我强行出去 他们找风领娱乐的麻烦 所以我暂时在这边稳定军心 公司那边你去看看 能不能帮上林峰什么忙 我把对接的工作和文件都发给你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就拜托你了 行小满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生的这么突然 公司的新电影已经谈了一半了 现在还有两个比较有前途的综艺 找上林峰 感觉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事态发展 可偏偏自己脱离了正轨 林峰马上给行小满回了一条消息 公司这边你就先别操心了 好好照顾家里人 有什么事就找我们 虽然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林峰他们几个人坐在草地上 表情看起来严肃得了不少 这才旅游第一天就接连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后续呢 会不会还有人要离开 其实如果有事情 需要离开的话也罢 就是突然家里人生病的话 会让大家忍不住一起担心 正当此时 蒋思涵回来了